21世纪,平平无奇的陆金安被货车撞到,当场死亡,随后就穿越到一个高五世界。这里高五世界可以催成断月,撕裂天穷,横渡星系,威能之强,犹如传说中的神明。然后就是有每个穿越者必备的系统。不过他这系统有点奇怪,不需要苦练武技,也不需要完成任务。只要睡觉系统就能加点,于是陆金安开始他的睡觉加点,而且开局系统就给了SSS及功法神雷九霄。 于是,五高一中的林天海在课堂上怒吼道,陆金安,你又在睡觉,卷王留下痛苦的泪水。为什么我这么卷,还是打不过睡觉整天指挥的陆金安?高五一中校长,什么陆金安竟然一百气血了?众人,为什么陆金安睡觉都这么强? 林为夏?陆金安竟然要拿我袜子当头套袋,不怕臭吗?第一张,金牌货车司机。撕完内裤,衣服袜子,纹胸发卡。男女都有哦,便宜大甩卖了。快来看看,厂长的小姨跟厂长跑路了,清仓大甩卖。 十七八岁的少年在大声对着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吼叫着。少年穿着一件白色衣服,衣服上面印着沸洋洋的图案。下半身只是穿了简单的短裤。他叫陆金安,是一名孤。 从小就在孤儿长大,本来陆金安还在上高中的,但是因为孤儿院只赞助陆金安到十八岁就不再赞助了。陆金安也理解,毕竟十八已经可以自食其力,那些八九岁孩子比起陆金安来更需要孤儿院的赞助。 不过高中的学校是免学费的,但生活陆金安总要自己赚吧。所以,陆金安每天晚上都要出来摆地摊,虽然生活很苦,但陆金安自己却觉得一点都不苦。 只要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其实生活还挺美好的。小兄弟,这丝袜怎么卖啊?一位胡子大汉走到陆金安的地摊前指着那包红色的丝袜。陆金安眼神古怪地看着胡子壮汉,好家伙玩得这么滑。 当陆金安想到一位胡子大汉穿上这红色丝袜,丝袜里面包裹着浓郁的腿毛,然后用那满脸胡子的脸对着你喊,哥哥,我这丝袜好不好看。 陆金安当即干呕一下,身上的鸡毛也都起来了,不能再想了,再想就不尊重人了。 胡子大汉也注意到陆金安的怪异眼神顿旧,表情惊慌支支吾吾的解释。 我是卖给女朋友穿的,你可不要误会。陆金安眼神表示,你觉得我会信吗?不过为了钱陆金安忍了,嗯,我相信你。 胡子大汉听到陆金安的话,也松了口气,继续和陆金安问起价格。 你这丝袜怎么卖?陆金安可是很熟悉这些丝袜的价格的,拿起红色丝袜装在袋子里递给胡子大汉。 我这丝袜,只要20块,是这条街最便宜的。 胡子大汉看陆金安都把丝袜装好递过来,又听说是最便宜,便爽快地接过袋子,从口袋拿出一张20大钞递给陆金安。 陆金安顿时就洗上煤烧的收下了,这丝袜除开成本,陆金安就赚5块钱,这可是一顿饭的钱。 没错,陆金安一顿,只用5块钱,然后的钱都拿来把3年高考,5年模拟。 陆金安知道想出头,读书是必不可少的。 很快,陆金安迎来了第二个客人,是一对情侣,买了两包带字母的丝袜。 随着时间推移,时间已经来到晚上11点陆金安就收摊了,因为今天不是周六周日,所以到晚上11点也基本没客人了。 今晚陆金安除开成本,也赚了61块钱。 于是,陆金安果断决定今晚加餐,于是就卖袋装泡面,再加一条肠。 陆金安一只手拉着小推车,另一只拿着刚买来的泡面和肠。 今天心情好,真的美美大。 哼着歌曲,想出租屋走去。 当陆金安走过一辆停在马路边的货车时,坐在货车内的货车司机看到陆金安走过,顿时嘴角翘起来,第一千二百位穿越者。 随后启动货车,朝着陆金安走过去的方向开上去。 陆金安还不知危险地降临。 一阵灯光从陆金安身后亮起,陆金安已察觉到身后有车了,顿时就走到人行道里面点。 因为陆金安住的地方有点偏僻,基本没什么车,就算有车也是开得很快,所以陆金安才走进去点。 货车司机嘴角在上扬在不停地说,今年送走50个穿越者,加上这个51肯定会获得今年的年终奖。 货车油门已经被踩死,货车也在不停地咯吱咯吱响好像,随时能散架一样。 年终奖是我的了。 货车司机兴奋地在内心喊道。 陆金安向后一看顿时亡魂大冒。 这货车冲着他来的,就在0.01秒内陆金安就连忙放下东西,跳到另一边。 陆金安跳出去时,货车刚好从陆金安没跳出去的位置飞速开过,把陆金安的小推车和里面的衣服等东西都撞飞出来。 陆金安? 陆金安刚想开口对着货车司机问候对方家人是否健康。 可是因为货车开得太快了,一眨眼就消失在马路尽头了。 忘了。 陆金安一拍脑门,怎么没记下他车牌呢? 不过那货车司机开得这么快,别说记车牌了,陆金安甚至连他的车尾灯都没看见。 只落下撵到长方形的小推车。 陆金安看被压得不成人样的小推车,陆金安欲哭无泪。 陆金安当即走上长方形的小推车,哭泣着,我的心甘宝贝啊。 随后,陆金安又变了副嘴脸,气愤地对着货车消失的方向大喊道, 特么有种你再开回一次,看我真不真实你完了。 嗯,不对劲。陆金安好像听到货车的轰鸣声。 此时坐在货车内的人低吼道,我堂堂金牌司机怎么可能会失败呢? 为了我金牌司机的荣誉,嗯,还有年终奖冲啊。 陆金安听到货车的轰鸣声连忙躲在人行道的嘴里面,嘴里在嘀咕的。 你他妈还真回来啊? 我的心甘宝贝都被你碾压成长方形了,我还不能放一二狗狠话了。 这次陆金安终于看到货车的车灯了,没办法,这狗竟然开远光灯。 货车内司机又重新看到陆金安了,这次赌上我金牌司机的荣耀,给我死。 货车此刻竟然开出法拉利的速度。 再加上货车巨大的轰鸣声,简直就是货车中的法拉利啊。 陆金安看到货车又用这么快的速度开来,下滑线。 吓得陆金安又向里面躲了躲。 货车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继续朝着陆金安飞奔来。 陆金安,你不要过来啊。 可是货车依旧朝着陆金安开去,没办法,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于是,陆金安就跑向马路另一边。 货车又朝着陆金安跑的地方开去。 陆金安心里一万个草泥马闪过。 不再多想,趁货车还有五十米时,陆金安就突然冲向人行道那边。 这种情况,货车都来不及,转弯了吧。 陆金安内心得意地想到,确实这种情况,在如此快的车速度下,根本就来不及转弯。 货车司机太小瞧金牌司机了,要是别的司机肯定不行,但我可是金牌司机啊。 货车又猛地提速起来,快到陆金安时向右边打死方向盘。 在如此快速下,货车竟然还能飘移。 陆金安瞳孔放大,这都能撞到我。 这是陆金安最后一个想法。 随后货车一个白尾把陆金安撞得飞起来。 陆金安飞去二十米才停下,飞在空中的陆金安嘴里还在喃喃着。 我好像看到了太奶了,还向我招手了。 陆金安此时五脏六腑都被震碎,幸好脑袋没有被货车撞。 要不然,陆金安可不想没脑袋地死去。 第二,张,穿越高五事件。 陆金安躺在地上,周围都是鲜血。 而这些鲜血是从陆金安的嘴角缓缓流出。 就这样死去了吗? 我好不甘心啊。 我还没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告诉他们,没有他们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 好像我离开这世界,也没有人会记得我。 陆金安最后心里不甘地想到。 是对没能在亲生父母证明自己也能活很好地不甘,也是对命运不甘。 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活下去了,到最后还是被货车撞死。 行行,老师叫你起来了,陆金安。 一位长得高高瘦瘦戴眼镜的青年正在不停地摇晃着,还在书桌上睡着的陆金安。 而还在书桌上睡觉的陆金安瞬间惊醒。 额头满是汗,就像是做了噩梦一样。 还默等陆金安反应过来,一股庞大的记忆传到陆金安脑中。 这里是高五世界,强者可以催成断月,撕裂天穷,横渡星系,威能之强,犹如传说中的神明。 而陆金安穿越到同名同姓的人上,他也名陆金安,也是在这高五世界是一位孤儿。 因为这几个月为生活费,晚晚都去打工,导致每天上课睡觉,最后因过度劳累心脏猝死了。 然后就是另一个世界的陆金安穿越过来了。 陆金安,你今天又上课睡觉? 你来说说,高五世界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一位肚子挺挺的头上是地中海的中年男人大吼道。 陆金安看着这地中海中年男人,在这世界死去的陆金安记忆里得知,这是他们的高五、高三六班的班主任,名为林天海。 但班上的人一般都叫老魔头。 正想回答林天海的问题时,脑海中突然响起声音。 叮咚,检测符合激活系统的宿主,正在自动激活睡觉,就能加点系统。 2%,5%。 陆金安差点没兴奋地跳起来,穿越高五世界,还有系统,这不是妥妥的主角吗? 果然被货车撞到,就穿越还觉醒系统。 小说成不起我。 就在这时林天海看陆金安这么久,都没回答问道,还在那里不知发什么呆,发呆就算了还一副傻笑。 当即怒吼道,陆金安今年是高三了,你还不抓紧,学好文化课。 难道你还想以无考考进大学吗? 班里的人都知道,你努力了两年气血才达到二点,现在班上除开你外其他人最差的也达到五点气血。 你给我出去好好想想吧。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的怒吼也没觉得愤怒,毕竟老林也是为他好,自己从高一就开始提升气血, 从0.01提升到2点,已经是在这个世界死去的陆金安最大努力了。 所有人的人都是在16-17岁才开始提升气血,因为经过几千年人们的研究发现这个年龄是最适合开始提升气血的。 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还没用,现在班上最高的人都有20点气血了,大家都是从高一开始提升气血。 为什么他能达到20点呢?除开努力外,就是他家很有钱了。 听说,他家给他买了一级气血药剂,用一支可尝一点气血,不过用多也有抗药性,所以最好就是三个月用一次。 要不然,以这些有钱家庭怎么可能不买多给子女?一级药剂最低都要2万,以陆金安的身家别说买一级药剂了,填饱肚子都是问题。 不过现在陆金安觉醒了系统,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站在高五世界之巅来看看这世间最高的风景。 随后陆金安就起身向教室外面走去。 陆金安这小子舞蹈不行,就连上文化课也睡觉。 真的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坐在前排一位穿的,见白色的休闲装,高高瘦瘦的青年,像嘲讽的说给同桌听。 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说得很大声,几乎全班人都听到了。 不过,也没有人出声反驳,因为这可是班级排第五的刘洋,一身气血达到9点。 而且,众人也觉得他说得对啊。 陆金安也好奇地见着,坐在前排的刘洋。 在陆金安的记忆里,这刘洋从高一开始就针对陆金安。 陆金安当然不会理会刘洋,等到上午到课的时候再狠狠地揍他一顿。 别问为什么这么自信,都是系统给的。 走到教室外面,陆金安就查看起了脑海中的系统。 因为系统的机械声不停地传入陆金安的脑海中。 99% 100% 叮,系统激活成功。 本系统只要睡觉就能加点,不需要完成任务,也不需要花钱购买。 只要睡觉系统就会给你点数。 因为是首次激活系统,现在奖励新人礼包是否领取。 果然系统都会给新手礼包小说成不起我。 赶紧给我领取新手礼包。 叮咚,新手礼包领取成功。 领取SSS及神雷九霄功法。 属性点10 我靠果然牛逼连SSS及功法都给整来了。 陆金安按捺不住兴奋地在内心大喊道。 功法是提升气血最重要的一部分,功法等级越高,提升气血也越快。 而5G就是将身体内的气血转化成功机,越是强大的5G威力也越强。 功法和5G一样,从低到高分为F、E、D、C、B、A、S、SS、SSS。 虽然有SSS等级,但那是传说中的等级,反正从来没有人看过SSS及5G。 但现在陆金安有SSS功法了。 叮咚,是否查看自身属级性面板。 系统的机械声在陆金安脑海中响起。 还有属性面板,给我查看。 陆金安在脑海中对系统说道。 属性面板。 姓名,陆金安。 年龄,17。 气血,2.1加。 力量,9加。 速度,7加。 精神,5加。 功法,神雷九霄,熟练入门,0、5。 5G,F集八级举,熟练入门,5分。 未分配属性点,10。 这F集5G是全国高一就可以免费学习的。 有钱的一般都不会学这F集5G, 也只有陆金安这种因为买不起一级5G才学。 陆金安看着这惨不仁读属性面板。 除开年龄,其他都是单位数的属性。 对了,不是还有10点属性点没分配吗? 分配在哪好呢? 陆金安一时也不知分配在哪好。 嗯,先分配5点在最重要的气血上, 然后在最后5点分配到5G上。 陆金安在心想想好后就在脑海中连细系统。 系统大哥给我加5点在气血上, 再加5点在SSS及功法神雷九霄上。 好的,速度。 系统机械回到。 其实陆金安可以自己手动加的, 不过想试试系统能不能加。 正在陆金安思考时, 体内瞬间传来一股浓厚的气血。 除此之外,身体内也有雷电在身体内游走。 第3章 神雷九霄 陆金安身上的气息也越来越强, 双眼更是有雷电流过。 幸好现在还是上课时间, 走廊没人, 要不然被人看到肯定会大吃一惊。 陆金安口中不自喃喃自语道, 九天玄沙,化为神雷, 黄黄天威天威,神雷九霄。 在陆金安念完后, 天上更是出现雷云, 不过最终没有打雷, 也随着时间推移一点点散去。 可能是陆金安现在的气血, 还不足以引动九天之雷。 陆金安身上的异样也消失,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系统给我查看属性面板。 陆金安脑海对系统说道, 好的, 做主。 系统机械的回答。 属性面板,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十七。 气血, 十加, 五图一段, 二十分之十。 力量, 二十加。 速度, 十五加。 防御, 十三加。 精神, 六加。 功法, 神雷九霄, 熟练入门, 二十分之五。 五G, F集八级举, 熟练入门, 二十分之五。 陆金安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 顿时就兴奋大笑。 哇, 就连在教室的众人也都听见了, 众人也开始议论纷纷。 这陆金安不会疯了吧? 别说被叫出去罚站都能笑得这么开心, 还真有可能疯了。 喂, 精神病院吗? 对我们这里有人疯了, 快来抓走他。 一位坐在教室中间的染着黄色头发青年, 假装拿着手机打电话给精神病。 一旁的男童桌用怪异的眼神瞧着黄毛, 心想我看你更需要精神病院来抓走。 这陆金安不用脑袋被牛踢了吧? 刘阳也立即嘲讽道, 林天海把教室发生的一切落入眼底怒吼道, 都安静, 谁再吵就出去陪陆金安。 众人见老魔头发火了, 也顿时不敢再吵。 林天海望着众人不吵了, 就打开教室门出去看看陆金安到底怎么了。 边走边说, 我倒要看看这陆金安又要干嘛。 此时陆金安还在抬着头, 双手插腰哈哈大笑, 嘴里还说着, 天不生我陆金安, 五道万古炉长夜。 还不知林天海已经出来了。 林天海? 林天海傻眼瞧着这一幕, 不会真的被叫出来站着就疯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还在大笑的陆金安这才察觉到林天海竟然出来了。 笑脸瞬间僵住, 结结巴巴道, 老林, 我只是想起一件好笑的事, 你信不信啊? 林天海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信, 拿出手机拨打精神病号码。 喂, 精神病院吗? 还没等他说完下一句, 陆金安赶紧抢过手机将他挂掉。 陆金安这才松了口气, 要真在全校的人注视下拉进精神病院, 那他陆金安的脸还要不要? 林天海见陆金安还会抢手机挂掉, 就知道陆金安没疯。 你小子, 快把手机还我, 说说怎么回事。 林天海向陆金安伸出手。 老林啊, 我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 所以才这样的。 陆金安一副你要信我的模样, 不过, 还是将林天海的手机还回去了。 哦, 什么事? 说给我也笑笑。 林天海冷声道, 好像陆金安要不能把他逗笑, 陆金安就完了。 陆金安大脑在飞运转, 到底说什么才能把这老魔头逗笑呢? 有了。 陆金安想好后咳嗽两声道, 农民赶驴进城, 遇到个无赖问, 吃饭了没有? 农民说, 吃了。 结果, 你猜, 无赖怎么说? 林天海不知什么时候, 把一条拳头大小的棍子拿在手里, 冷笑道, 你猜不猜? 说完还挥动两下棍子。 陆金安看着这拳头大小的棍子, 咽了咽口水, 被打一下, 可能就去见太奶了。 为了不被打, 陆金安还是说出了下半段, 无赖却说, 我问的是驴, 农民转身对驴就是啪啪两耳光说, 你给俺不老实, 城里有亲戚, 也不说一声。 陆金安说完就一直在观察林天海的表情, 林天海李星已经笑疯了, 这陆金安还挺有讲笑话的天赋的, 不过表面还是一副严肃样子, 就这, 有这么好笑吗? 一点都不好笑, 下周五道课, 我亲自指导你。 啊, 不要啊, 老林我错了, 陆金安哭丧着脸, 在记忆里, 凡是被老魔头上武道课指导过的, 不死也脱层皮, 就这样定了。 林天海说完, 不管陆金安反应, 直接回到教室, 继续上文化课。 其实林天海也是想趁着高三多指导, 陆金安武道一下, 看有没有机会上武道大学, 毕竟这世界还是以武为尊。 我真该死, 怎么就笑出来呢? 陆金安内心凄惨道, 幸好今天刚好是星期五下午, 上完这节就可以回家了, 还有两天时间, 必须多加点在防御上。 陆金安暗暗想道, 叮铃铃, 下课铃声响起, 陆金安是第一个溜走的。 林天海一出来, 就连陆金安的人影都没看见了。 陆金安, 给我等着。 林天海咬牙切齿道, 陆金安正高兴地哼着歌, 走向校门口。 哟, 小安, 又是第一个走的呀。 学校门口, 一位保安大爷向陆金安打招呼道, 陆金安也看向三个凑不出一副牙的保安大爷们。 陆金安害怕, 道士劫匪进来, 在死去的陆金安记忆里, 因为经常要去打工作, 所以死去的陆金安一般下课, 都是第一个走的。 陆金安走上去就瞧见, 一位头发苍白, 保安大爷拿着手机坐在椅子上, 正在给美女主播刷礼物。 谢谢, 林大爷送来的爱心, 林大爷我也爱你哦。 手机里传来美女主播的声音, 顿时林大爷就露出 仅剩的三颗牙嘴里还说着, 我也爱你哦。 陆金安瞧着这一幕, 在内心狠狠地批判。 这些女主播太特么不是人了, 竟然来欺骗大爷的养老金, 害到大爷现在出来看大门。 不过陆金安虽然那里狠狠地批判, 但眼睛也没离开大爷的手机。 大爷就是大爷挑的女主播如此之大。 正看得津津有味时, 别一个保安大爷走过来, 拍着陆金安臂绑道, 小安, 今天怎么不着急走了, 还和老林在看直播。 正在沉迷的林大爷, 也听到别一个保安大爷, 也发现了陆金安在旁边顿时老脸一红。 嗨嗨这些女主播干什么呢? 我只是可怜刷点礼物帮助他一下生活, 让他不过得这么苦。 你看看, 竟然还说出爱我的话, 真是不知羞耻。 林大爷把手机一收, 就对着陆金安解释道, 爹, 死, 张, 什么能让男人一瞬间成熟? 陆金安一脸猛逼, 刚才笑着露出三颗大黄牙不是你, 刚对美女主播爱你哦, 不是你。 大爷就是大爷, 说谎都面不改色。 陆金安干可道, 大爷就是这些女主播, 太不知羞耻了, 就应该狠狠地批判他。 林大爷面上表现严肃道, 没想到小安思想挺高的, 这些女主播就是要狠狠地批判。 陆金安? 他妈的, 我看你说批判和我的批判不一样吗? 小安, 你怎么转了性子了?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另一位笑起来只有四颗牙大爷道。 爱周大爷, 这事情说来就长了。 陆金安挨了口气, 然后把两手背在身后, 360度抬头望向膝下的太阳。 此时, 太阳照在陆金安英俊的面旁, 显得净是沧桑。 两位大爷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怎么感觉这小子比我们还要夺故事呢? 两位大爷怎么还不问啊? 哎呦, 脖子都僵了。 陆金安还摆着抬头望天的姿势, 心里不禁想到。 小安, 坐下来慢慢说。 周大爷终于按耐不住好奇心向陆金安说道, 甚至还把一张椅子搬到陆金安身后。 陆金安也顺势坐了下来, 赶紧活动两下脖子。 然后, 装出一脸落寞说道, 这故事很长, 你们可愿听。 就连第三位只有五颗牙的李大爷也坐过来。 三位大爷瞧陆金安这表情, 一定是个很悲伤的故事。 顿时如小学生听老师说讲课一样, 三位大爷如小鸡啄米般点头。 好吧, 你们这么想听我就说吧。 陆金安的眼里尽是沧桑。 这一件东西陪伴我很久, 可我昨天竟然失去了它。 害到我痛到睡不着, 每每想起, 枕头边都是湿的。 他陪了我十八年, 可我就这么失去了它。 那种就像世界不能失去老六一样。 唉, 我的心好痛啊。 从失去那一刻, 起我才真正变得成熟。 陆金安捂着胸口, 眼里更是有怀念, 有痛心, 还有成熟。 陆金安眼里竟然有三种情绪。 这可把三位大爷给好奇的, 如看到最精彩时刻, 手机没电了。 我猜小安一定是失去最重要的人。 林大爷猜到。 不, 不能让小安变得这么成熟的, 一定是让小安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周大爷也猜测到。 不, 不, 你们都错了, 小安这是失恋了。 李大爷表情就像我早就看出了。 两位大爷听到李大爷这么说, 也是觉得有道理的点点头。 三位大爷猜完, 如同好奇宝宝的望向陆金安。 不, 不, 你们都错了, 这件事是个男人都会觉得痛。 陆金安摇了摇头, 因为已经下课了, 有不少学生走到学校门口。 但有学生发现, 竟然有人能让三位大爷, 如同学生般安静静地坐着。 要知道这三位大爷平时一放学可吵了。 顿时就让不少学生好奇地走过来瞧瞧道, 底是谁这么有本事让大爷排排坐。 一时间陆金安周围就围满不少人, 就连刘阳和班上不少同学也在。 众人都非常好奇什么, 能让男人都觉得痛。 李大爷瞧着四周有不少人, 也显摆道, 这可能是初恋, 想当年我和初恋分手就如同小安这般痛。 说完李大爷还满脸近视遗憾, 这引起众人的共鸣。 是啊, 我和初恋分手也是这样痛。 一位短头发青年感慨道, 而在身旁的短头发青年朋友 一脸不对劲地看着短头发青年。 好啊, 说好一起单身, 你竟然偷偷找女朋友, 这就是兄弟吗? 短头发青年的朋友瞬间愤怒地道。 短头发的青年也是脸一红, 自己根本就没交过女朋友, 发出感慨, 只不过想让众人知道自己有过女朋友罢了。 现场随着李大爷话一出, 顿时吵闹无比。 不, 李大爷又说错了, 陆金安这时开声了, 众人也都安静下来, 看看怎么回事。 能让我又痛又变得成熟的, 就是昨天去割了包皮。 随着陆金安话落下, 众人瞬间安静无比。 说了这么多废话, 就只是割了的包皮。 哈哈, 如今安你十八, 才割了包皮啊。 真笑死人了, 刘洋如同大反敌一样, 跳出来嘲讽主角。 众人也都反应过来, 谁他妈十八岁才去割包皮。 纷纷大笑, 这是想笑死我, 然后继承我家, 在海边几栋别墅。 一位看起来很骚包的青年编笑说, 说完眼神更是有得意闪过。 这下, 大家都知道我在海边有几栋别墅了吧。 无形装逼, 最为致命说的就是我吧。 众人笑容一将, 这特么也能装。 瞅着这骚包样, 也不像海边有几栋别墅的。 三位大爷则是和众人不一样, 被陆金安气的牙都抖来抖去。 说了这么多, 还搞得这么悲伤结果, 就是割了个包皮。 特么, 这是把大爷当好耍。 陆金安再说出来后, 趁众人不注意, 偷偷溜走了。 没办法, 多久一会大爷就来找麻烦了。 至于说的昨天才割包皮, 也是斗众人的。 怎么可能18岁才割, 那多尴尬啊。 按死去的陆金安记忆里, 陆金安来到一栋破坏的小区。 这小区都是没有钱才会来这住的, 毕竟有钱早就住更好的, 哪会住这。 陆金安还是心情美美大, 哼着歌曲走上楼去。 陆金安一口气走到了五楼, 气都不带喘一下。 不对, 不喘气那不是死了? 陆金安摇了摇头。 金安, 回来了呀。 一位不穿衣服的壮汉对着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也瞧见壮汉, 额头冒出几条黑线。 在记忆里, 这是陆金安的邻居叫秦志义没错眼前这壮汉 竟然安这么文雅的名字。 秦志义平时也挺照顾自己的, 有时还会叫他去他家吃饭。 不过, 唯一的缺点就是喜欢不穿衣服。 陆金安也问过秦志义为什么不穿衣服。 而秦志义竟然这么回答, 穿上衣服又如何让世人看到我这完美无缺的肌肉。 因为这是秦志义被抓去警局五次了, 倒不是被女的举报的, 都是男的举报。 理由也都是说不穿衣服勾引他老婆。 每次都是陆金安去担保出来。 每次担保出来, 陆金安都怀疑是不是那些男的, 打不过就报警, 真的是老六行为。 更重的是陆金安都怀疑这秦叔是不是变态了, 喜欢不穿衣服出门, 勾搭已婚妇女。 第五章 几个巨东西。 秦志义还不知羞耻地在秀肌肉。 金安, 我这肌肉结不结实。 陆金安叹了口气, 都比我大二十多岁, 能不能不像的小孩子在我面前炫耀。 嗯, 秦叔下次出门麻烦你穿上衣服, 别到时又要我去警察局担保你。 哈哈, 金安, 下次一定。 秦志义打了的哈哈说道, 陆金安瞧着秦志义敷衍的模样, 无奈地摇了摇头。 秦安今天刚好来我家吃饭, 我还有个好东西给你看看。 秦志义一脸神秘地向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额头冒出几条黑线, 秦叔现在的模样, 怎么有种上一世的像上一世杰哥的模样子。 陆金安摇了摇头, 把自己乱七八糟的想法摇出去。 秦叔, 你家能有什么好东西, 我能不知道吗? 就连你家的内裤有几条, 我都都知道。 陆金安一脸不幸, 自己和秦叔做了十年邻居了, 秦叔有时候也会叫陆金安来家里吃饭。 所以, 陆金安对秦志义家里了解得清清楚楚。 秦叔他今年四十岁了, 还是一名武徒六段的武者, 属于武者社会最底层, 平时也是靠着在武者联邦每一个月领取那五千块钱。 祝, 武者境界分为武徒、武者、武师、大武师、武宗、武王、武皇、武圣, 每一境界都分一到十段。 嗯, 不对秦说, 你不会叫我和你一起看到过的动作片吧? 陆金安一脸震惊地望着秦志义, 眼神就像就说, 没想到你玩得这么滑。 这是陆金安思索一阵后, 得出了这个都有可能的猜想。 秦志义本来笑呵呵地邀请陆金安去家里吃饭, 结果被陆金安这话一出, 秦志义如同会变脸翻, 一下子变得阴重可怕。 秦志义上前用手敲了一下陆金安的额头, 一脸正气地说, 秦志义, 我没想到你的思想这么龌龊, 你秦叔会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吗? 陆金安, 一, 秦志义的沉默大招把陆金安沉默了几秒。 要不是之前在秦志义那几个G的东西, 陆金安还可能会信。 秦志义也瞅见陆金安的表情, 干咳了两声转移话提道, 行了, 你小子就别闹了, 这次我真的有好东西要给你。 陆金安见秦志义这么认真地说, 也相信他了。 行, 秦叔尝尝你的手艺。 陆金安又恢复笑脸说道, 行, 你自己进来吧, 我给你做几道拿手好菜。 秦志义打开门对着身后的陆金安说道, 随后秦志义便走去厨房, 做起晚饭来。 而陆金安也不客气, 如同回自己家一样把门一关, 来到沙发倒头就睡。 主要陆金安想试试, 睡觉能有多少加点。 这一睡陆金安睡了一个小时, 就被秦志义叫醒了。 你这小子, 一来到这就睡, 是不是又晚上出去打工了? 秦志义望着陆金安睡眼惺忪地起来。 此时刚睡醒的陆金安没有管回秦志义的话, 因为系统的机械在陆金安的脑海响起。 叮咚, 睡觉一小时获得一点属性。 听到系统的话, 这可把陆金安兴奋的, 睡一小时说有一点属性, 那我一天24小时都睡觉, 那不就有24点属性了? 一个月就是720点属性, 这是直接要起飞的节奏啊。 你小子是不是还没睡醒? 吃饭了。 秦志义见陆金安半天都没回话, 就继续说道, 吃饭, 吃饭。 陆金安忍不住高兴道, 说完就向饭桌走去。 这小子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一直在笑。 秦志义疑惑地看着止不住笑意的陆金安。 秦说, 你不是叫吃饭吗? 还在发什么, 呆过来吃啊。 真是奇怪。 陆金安一边说嘴角一直在上扬。 秦志义? 好家伙, 这就先发制人, 明明自己很奇怪, 但是先说别人奇怪。 如同被狗咬了, 狗竟然向主人告状, 自己打他。 秦志义在心里暗暗想到, 不过也走到饭桌前坐下。 秦说, 你怎么了? 吃啊? 陆金安边吃饭边看秦志义。 行, 行, 吃吃。 秦志义也吃了起来。 秦啊, 今天你在学校做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秦志义在不动声色地打听道。 没什么啊, 今天就是把班主任气到了, 然后又把学校几位看门的大爷当猴耍了一遍, 就没有了呀。 陆金安边扒饭边说道, 嗨嗨你说什么? 这可把秦志义呛到。 他听到了什么了? 把班主任气到了, 还有将大爷当猴耍,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陆金安吗? 还有竟然把大爷当猴耍, 简直不当人子。 陆金安没想到秦志义吃个饭都能呛到, 秦叔, 秦志义, 慢点吃没有跟你抢。 秦志义, 下话线, 今天都不知道给陆金安整无语多少次了。 你说得对, 你肯实不忍。 秦志义打量一番陆金安然后说道, 陆金安扒饭的动作明显顿住, 没想秦叔竟然也会皮了。 秦叔, 多吃骨头, 哦不对, 多吃排骨。 陆金安用筷子夹一块排骨, 放到秦志义的碗里。 你这小子, 当狗吗? 秦志义顿时就质问道, 什么啊? 秦叔我只是想加排骨给你吃啊。 陆金安装傻冲装傻冲愣道, 就在这两人的半嘴中, 两人都吃完了饭。 秦志义摊坐在椅上, 摸着肚子对着陆金安说道, 你小子把碗洗了, 我有好东西给你。 陆金安差不多也像秦志义一样, 摊坐在椅上嘴里叼着牙签, 行吧, 看在你做饭的份上。 随后陆金安就起身把碗筷收拾好, 而秦志义瞅着陆金安在收拾碗筷一脸神秘地说道, 你等一下就很感谢我,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陆金安终于忍不住问出来, 因为秦志义一直都说有好东西给他。 你猜到了, 我就告诉你。 秦志义一脸坏笑地对着陆金安说道, 秦说, 你是不是吃菜吃醉了? 要不你说什么胡话? 我特别要是猜到, 还用你告诉我。 在收拾碗筷的陆金安瞥了一眼坐在椅上的秦志义, 贪作在椅上的秦志义笑容也被陆金安画的这几句整僵住了。 你小子看来得抽出我的七匹狼, 抽你一顿才行。 秦志义边说边解皮带。 陆金安见状不妙, 立马把收拾好的碗筷拿在手上, 嘴里还说着, 我先洗碗了。 说完立马溜进厨房, 完全不给秦志义抽出裤腰带的机会。 秦志义也是吓唬陆金安也没想真抽他, 陆金安进厨房的时候就把裤腰带扣上, 不过嘴里还不甘示弱地说道, 你小子, 有本事别跑。 第六章, 守护司秦北文。 在厨房洗碗的陆金安也不甘示弱地小声嘀咕着, 有本事你就进来啊。 很快陆金安就将碗筷洗好, 一进来就瞧见秦志义在用手抠鼻屎, 甚至抠完鼻屎还擦在椅上。 陆金安瞧见这一幕脸色大变, 自己刚才坐的椅子不会也有鼻屎吧。 怪不得在记忆里上次来吃饭时椅子有黑色的东西, 那时陆金安也不是很在意。 秦志义也瞅见陆金安出来顿时那只抠鼻屎的手擦一下衣服, 然后看向站在那里脸色阴晴不定的陆金安。 金安! 快来坐! 秦志义转移注意道, 连忙拉开陆金安刚才坐过的椅子对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也瞅一眼秦志义衣服上, 难怪不喜欢穿衣服出去, 陆金安也表示理解。 不过,陆金安还是大大方方地坐下, 陆金安当然不为了这点小事跟秦志义计较了。 秦志义见陆金安坐下了, 顿时如同坐贼一样, 左右瞅了瞅。 陆金安见秦志义这副样, 也站起来去把门反锁住, 然后学着秦志义左右瞅瞅。 然后, 如同坐贼般悄悄地来到秦志义面前小声说道, 秦叔, 没有人。 说完还继续向左右瞅了瞅。 秦志义已经完全傻眼了, 这是要干嘛? 秦志义又给陆金安的骚操做整部会了。 你小子干嘛呢? 咦, 秦叔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帮着你看着点。 陆金安疑惑道, 啊, 这, 秦志义想想, 好像也是哦。 秦志义不自觉小声道, 金安, 我有好东西给你, 这可能你自己看, 而且看完要还回给我知道了吗? 陆金安也小声道, 秦叔是不是看天书啊? 你小子又皮了, 看什么天书? 秦志义敲了陆金安的脑袋一下, 那你也没给东西我看啊? 我还以为看天书呢? 陆金安摸了摸脑袋委屈道, 秦志义干咳两声, 刚才太紧张了, 忘了拿给陆金安了。 秦志义在怀中一阵摸索, 拿出了一本看起来很新的书点给陆金安。 陆金安也好奇结果只见, 这很新的书封面上写着几个大字奔雷拳。 陆金安在打开一看, 好家伙是一本第级武技。 秦说, 你从哪岛来的? 陆金安看到是第级武技顿时就问道, 一本第级武技可要几百万, 以秦志义的财力应该买不起的。 放心, 小子这是我加入守护司的奖励。 秦志义自豪地拍拍胸膛说道, 什么? 秦叔女竟然加入守护司了? 陆金安静呼道, 想要加入守护司最低也是武者境界才行。 守护司是华夏的官方机构, 是用来铲除自称神明的教徒的神灵异交和异族入侵。 所以, 加入守护司危险重重, 一不小心就丧命。 不过, 也正是有了守护司, 城市内的人们才能灯火通明。 秦说, 你什么时候达到武者的境界了? 陆金安向秦志义问道, 早几年就答到了, 一直没说。 秦志义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毕竟自己竟然瞒着陆金安这么久。 秦说, 为什么加入守护司, 不会为了我才加入守护司吧? 那这武器我不能要。 陆金安一脸怀疑道, 要是真因为自己才加入守护司的, 自己又怎么好意思要呢? 可以说, 这是用秦叔生命安全换来的。 听到陆金安问, 为什么加入守护司秦志义罕见地沉默了起来。 陆金安看着秦志义难得的沉默, 也只是静静等待秦志义说出答案。 因为秦志义可能真的因为什么事才加入守护司。 过了好一会后, 秦志义才默默地看着窗外, 缓缓地低声说道, 之前本来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加入守护司, 还嘲笑那些人不将自己的生命当回事。 可是直到我弟弟死去后, 我才明白守护司的人为什么将自生命置身于世外。 守护的意义就是守护着万家灯火不灭, 也守护着华夏大地, 同样也守护了我。 秦志义眼中有眼光闪过, 看着窗外似乎又想起那一夜。 黑暗笼罩大地, 夜幕降临。 在这灯火通明的繁华街道上, 秦志义和秦北文走在这繁华的街道上。 我说哥你能不以后出门穿上衣服啊? 你这样都让我不好意思和你走在一起了。 一位和秦志义长得七八分, 相似的青年, 捂着脸对着在一旁没穿上衣的秦志义说道。 北文你小子竟然嫌弃起你老哥来了。 秦志义拍拍秦北文的肩膀说道。 那是以前不知丢人, 现在知道了。 秦北文无奈地看着秦志义。 秦志义挠了挠头随后, 哈哈大笑道。 不说这些, 你小子叫我出来干嘛呢? 秦北文沉默了一会说道。 哥, 两年前就加入了守护司了。 什么? 秦志义声音都大了几分, 然后一脸气愤道。 北文你竟然背着我, 偷偷加入守护司。 你这是不拿自己生命当回事。 北文我不希望你加入守护司, 只是想你平平安安地娶妻生子多好。 北文你加入守护司, 哥真的害怕再有一天见不到你。 秦北文默默地听着老哥的牢牢叨叨, 却望着像繁华的街道上一位很可爱的小女孩身上。 爸爸我要这个。 繁华的街道上一位看起来很可爱的小女孩, 拉着身旁中年男子指着卖冰麒麟摊位上说道。 好, 林儿爸爸给你买。 中年男子拉着可爱的小女孩说道, 脸上更是绽放出笑容。 在这繁华的街上, 大家都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秦北文也不自觉脸上也露出笑容。 然后对着, 还在唠叨唠叨的秦志义笑着说道。 哥, 你看这街道上多热闹繁华, 大家也多安居乐业, 这不都是守护司所守护的东西吗? 你瞧小女孩笑得多开心, 哥,我想守护着大家脸上的笑容, 还有你脸上的笑容。 秦志义听到秦北文的话也是愣在原地。 过几秒后, 秦志义凝视着秦北文也是缓缓地说道, 守护司少你一人也一样能让大家安居乐业, 但我不能少你一个弟弟, 听哥的话退出守护司。 哥, 总有些事需要有人做, 虽然我是你弟弟, 但从加入守护司时我便是守护司一员。 秦北文脸上认真道, 你, 秦志义还想说什么? 秦北文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秦北文拿出手机看着电话显示, 是张队的电话立马就接了起来。 第七章, 守护之名。 喂, 张队有什么事吗? 秦北文拿着手机放在耳边说道, 北文吗? 你现在哪? 手机里传出张队着急的声音。 我现在大文街道上, 怎么了张队? 不好, 刚才我线人告诉到, 在大文街道上有两个神灵教人, 他们其中还有个武师, 所以说这条街道上的人都很危险。 我们也在向大文街赶来, 北文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找出神灵教两人然后盯着他们, 如果他们出手伤人你就拖一回, 等我们赶来。 手机里传出张队严肃的声音。 是, 张队。 秦北文对手机回道, 好注意安全。 手机也传来张队关心的声音。 放心吧, 张队我秦北文向来命打, 不会轻易死的。 秦北文假装很轻松道, 不管怎么说保护自己才能守护好别人。 手机里的张队还是不放心地说了句, 然后, 雅人便挂掉电话了。 秦之义也审视着秦北文表情变化, 从接到电话后, 表情就变得很认真, 也很成熟。 这是秦之义从来没见过的。 哥, 你先回去吧。 我们张队, 有事让我办。 秦北文观察着四周围, 然后对着身旁的秦之义说道。 秦之义听到守护司的张队, 有事要自己弟弟办, 那肯定会有危险。 于是也说道, 北文你要办什么哥陪着你。 秦北文摇了摇头, 待在这里很危险。 因为刚才电话中张队说道神灵教有一个可能是武师。 而秦之义也不过是舞者六段, 自己也只是舞者八段, 面对武师根本就没胜算。 秦北文还想劝秦之义离开时, 就发现这条街道上出现了两个很奇怪的人。 二人都戴着鸭舌帽, 身上穿着休闲装, 眼睛看向街边时不时露出嗜血眼神。 秦北文也猜到, 这两人可能就是神灵教的两人。 秦北文也知道这神灵教两人可能要动手了, 只能小声对着秦之义道, 哥, 那两个戴鸭舌帽的可能是神灵教的人, 等一下要是打起来你就自己走听到了吗? 秦之义听到戴着鸭舌帽是神灵教两人也被吓到了, 双手也不自觉握紧成拳头。 这群人都是一群疯子, 每当有神灵教的人出现总会有大量人死去。 北文, 现在我们走吧, 趁着神灵教没有杀人。 秦之义对着秦北文说道, 虽然知道这可能很自私, 但自己也只是想自己的弟弟不去冒险。 秦北文神情凝重地缓缓地摇了摇头嘴中小声道, 我是守护司的人, 从加入守护司起, 就对着守护神发过誓。 如果当夜幕降临, 我守护司的必定是夜幕中的黎明, 守护之名也终将会击破黑暗。 迈向黎明之路, 注定荆棘从生, 但背负守护的誓言, 我们必以生命捍卫。 秦之义好像在秦北文眼中看到一种东西, 好像一种名为信仰。 秦之义也知秦北文不会走了, 于是叹了口气道, 好吧, 那哥,也留下陪你吧。 哥,秦北文想张嘴劝哥走, 但不知为什么最终还没说出来。 秦北文调整好情况望着秦之义小声道, 我们先慢慢靠近神灵教两人, 要是他们两个神灵教动手杀人的话, 我们立马动手杀了两人。 秦之义点点头, 哥,小心点等拖到张队来就行。 秦北文叮嘱咐几句, 秦北文和秦之义也假装是来逛街的, 不动声色靠近两人。 神灵教两人则是一直站在刚才的地方, 时不时看向人群黑黑笑。 人群中也有不少人发现, 这两人行为怪异, 也纷纷躲开他们走过。 就在这时神灵教一人大声喊道, 神兵终将会降临, 你们现在加入神灵教吧。 神灵降临那一天, 你们将得永生。 人群也都听见神灵教徒喊话了, 纷纷如同什么大孔来临, 纷纷尖叫, 惊慌地跑起来。 离得近, 也都更是跑得更快。 毕竟华夏人都听说过, 神灵教一出现, 必定血流成河。 神灵教另一人望着慌张四处跑的人群, 两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又是一群不肯入神灵教的人, 那你们就去死吧。 两位神灵教人, 也立马向人群中冲了过去。 速度之快, 甚至有破空声。 秦北文和秦之义, 早就在两人不远处。 没想到神灵教两人会突然发难。 秦北文和秦之义反应过来时, 就见神灵教两人向人群冲去。 在秦北文感知下就知道神灵教两人哪个是武师了, 因为武师的气血比武者更强。 于是秦北文立马对秦之义说道, 左边的我来挡住他, 右边跟你拖住他就行。 秦北文说完也没空再说什么, 因为神灵教两人开始伤人了。 神灵教两人的鸭绳帽也摘下, 左边的是一头金头长头发的青年, 右边则是红色短头发青年。 不过他们两人眼中都露出癫狂嘴还喊着不加入神灵教, 那都去死吧。 金色长头发的青年双手冒出火焰, 向人群砸去。 红色短发手中拿着把刀, 而刀周身则冒出血色。 红色短发青年用刀斩向人群。 一道长一米血光向人群斩去。 秦北文不知何时手中出现了刀, 刀身上也是冒着蓝色的光。 秦北文望向飞向人群的火焰, 手中的刀斩出两道蓝色刀芒向火焰斩去。 火焰和两道蓝色刀芒相撞。 轰隆隆。 两者都相互抵消。 秦之翼则是来到血色刀芒前, 拳头上覆盖着黄色光芒向血色刀芒撞去, 口中大吼。 给我破。 秦之翼拳头和血色刀芒相碰撞。 黄色拳头与血色刀芒都发出耀眼的光芒。 不过最终血色刀芒还是被攻破。 秦之翼也后退几步, 举头上也有细小的划痕。 秦之翼表情凝重, 望着对面的红头短发的青年, 这绝对比自己高二短。 也就是说, 这红头短发青年有着五者八段实力。 另一边秦北文挡下武士攻击后, 也凝重地看向金色长发青年。 这应该是武士一段, 但也不是一个武者八段能抗衡的。 金色头发青年嘴色用细血地掩看着秦北文, 一个武者八段也敢出来挡自己。 金色长头发的青年双脚发力, 向秦北文暴射而去。 地面也被金色长头发青年踩出两个大坑来。 秦北文也是握住手中刀, 向金色长头发劈去。 第八章 绝境 当 秦北文用刀挡下了金色长发的青年攻过的拳头。 不过秦北文自身也后退十步, 双臂更是一阵发抖。 秦北文现在状态不太好受, 果然武者和武师天差地别。 金色长发的神灵教青年站在秦北文不远处上下打量一番, 没想到这小小武者能扛自己全力一击。 金色长发青年也不着急出手, 对着对面神情凝重的秦北文癫狂地说道, 加入我们神灵教吧, 神中将会降临, 到时神就会赐予你永生。 秦北文听到金色长头发青年的话, 吐了一口水, 我呸。 神就算降临又如何, 永生又如何, 要是一个人连基本人性都没有, 也不能算作人了。 另一边红色短发的青年也像秦之一发出激情, 和金色长发青年一样癫狂地喊道, 加入我们神灵教吧。 信神的永生, 神也会赐予你更强大的力量。 来吧, 加入我们我哈哈哈哈。 秦之一可不像秦北文这么温柔, 直接对着红色短发青年哈哈骂道, 你跪下来磕一百个响头, 然后叫一百升殿, 我再考虑加不加入。 红色短发青年脸色听到秦之一的话, 脸色更加癫狂, 双手扶着额头发出, 哦哈哈哈哈, 不加入, 那你就去死吧。 红色短发青年手中的刀量出笔之前, 更耀眼血色的光芒, 双脚也暴射出去。 地下也被红色短发青年踩得爆裂开来, 随后像一道血光向秦之一杀过去。 红色短发青年口中还大喊着, 血月斩。 秦之一面色一众双手的黄色光芒 也比之前强上二倍, 面对红色短发青年斩来的刀, 口中也大喝, 碎心拳。 秦之一拳头和红色短发青年的刀相碰。 轰隆隆。 秦之一所站的地面因为受到很大的压力, 直接塌陷出一个大坑。 就连空气也被双人的攻击停止一瞬间。 秦之一也被斩退二十步, 嘴角更是有血流出。 红色短发青年嘴角也流出点血, 不过状态比秦之一好太多了。 他妈的果然当守护司够危险的, 刚才要反应慢点就死在这了。 秦之一也在心中暗骂。 就在这时秦北文和金色长发的青年战斗也打响了。 秦北文知道面对武师他丝毫没抵抗, 所以先出手为强。 体内的气血暴发出极点, 手中的刀更是有着耀眼的蓝色的光芒。 比刚才秦之一和红色短发青年更加耀眼, 秦北文全神贯注。 暴射向金色长发青年, 手中的刀也向着金色长发青年的脑袋中间劈去。 空气中传来音爆声, 刀上好像也发一声龙银声。 啊呜。 金色长发青年脸上也浮现认真, 真没想到五者八段就能发挥出这样的实力。 这攻击起码也达到威力五十一段了。 不过, 金色长发青年可是货真价实的五十一段啊。 怎么可能会怕秦北文这一击? 金色长发青年双手有大量火焰冒充出, 然后不计压缩变成拳头大小。 压缩在一起的火焰连空间都被烧得有点扭曲。 金色长发青年也控制着拳头大小的火焰功效, 爆射面来的秦北文。 金色长发青年口中低吼, 火拳。 秦北文很快就和拳头大小火焰相碰。 秦北文的刀也一往无前地劈向拼拳头大小的火焰。 相碰时周围空间都发生扭曲, 而在两者相碰的地下方圆二百米地也都纷纷碎裂开来。 秦北文摇摇力中加大气血, 拳头大小的火焰也被秦北文劈灭。 然后, 秦北文继续向金色长发青年劈去, 不过因为在拳头大小的火焰消耗了一大部分有威力, 刀芒也不如刚刚这么亮了。 金色长发青年面对用刀劈来的秦北文面也只是有凝重倒是没有害怕。 金色长发青年一只手上也冒出大量火光, 随后向着劈来的刀杀去。 蓝色的刀与火色的拳头相碰, 地面又纷纷被两人震碎。 秦北文双牙紧摇口中大吼, 给我破。 金色长发青年也加大气血, 神情也一众。 最后,因为是金色长发青年匆匆抵挡, 被秦北文哄得后退几步, 手上也出现一条长长的伤口。 秦北文则是有点气喘吁吁, 连续地爆发气血, 害到现在的气血也所剩无几。 反观金色长发青年气血还很充够, 毕竟他已到达武师肯定比武者多出一大截气血。 秦北文已经考虑先撤退了, 毕竟他现在气血不多, 方圆石里的群众也都逃走了, 毕竟这里有神灵叫人, 能不快逃吗? 于是就趁着金色长发青年还没缓过神来, 快速来到秦之义这一边, 看着还在交战的两人, 秦北文更是快速一刀将红色短发青年逼退。 秦北文大吼道, 哥,我们先撒。 秦之义也大吼道, 走。 随后秦之义向后面报事而去, 秦北文也向后面报事而去。 这都是发生在一瞬间, 金色长发青年看着想逃走两人, 也立马道, 追。 红色短发青年也是点点头。 两人立马向秦北文和秦之义逃跑方向追去。 秦之义转头就望到不远处神灵叫的两人追来, 就着急地像还在逃跑的秦北文问道, 为什么这么久了, 守护司的人还没有, 再不来我们可就死在这里了。 秦北文也摇了摇头, 不知道, 他们可能被什么东西拖住了, 要不然怎么这么久都没来。 秦北文也向后看去, 金色长发青年离他们越来越近, 果然想在武士下逃跑还是有些难, 武士的速度肯定比两人的都快。 不行, 在这样迟再被追上, 到时也会因为逃跑消耗气血太多, 没有一站之力。 秦北文在心中焦急想到, 看来只能停下挡住两人, 起码能让哥逃掉。 秦北文眼神逐渐坚定, 看向还在奋力奔跑的秦之义大喊道, 哥, 你先跑, 我挡住他们。 秦之义当然不可能同意, 秦北文的决定立马道, 我是你哥, 我来挡住他们, 你先逃。 秦北文大吼道, 你就让我保护一次吧, 如果你留下, 肯定挡不住他们两人的, 所以我留下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行, 要死, 也一起死。 秦之义当然不可能让自己弟弟, 帮他挡下神灵教, 两人然后自己逃的。 秦北文见劝不动秦之义只好道, 好, 等一下你躲着点, 我来杀死两人, 放心我有守护私给的黎明丹, 吃了之后, 我的战力会增强十倍。 秦北文其实是骗了秦之义, 黎明丹吃下去后, 是能增强十倍战力, 但也会因燃烧生命从而死亡。 为什么叫黎明丹呢? 因为只要吃下后, 就像蜡烛从头燃到尾, 一生始终是光明的。 就像在全是黑暗中你点燃了, 最后的一盏灯, 让这黑暗世界不再黑暗, 有了光明也就是黎明的到来。 这就是黎明丹, 在生命最后一刻燃烧自己, 与其绝望死去, 不如燃烧最后的生命, 发出耀眼的光芒。 第九章, 燃烧生命照亮滑下大地。 秦之义还是担忧道, 吃下这丹不会有什么事吧。 秦北文则是骄傲着微笑道, 吃下这黎明丹我最多, 就是累到三天。 到十个, 你被我回去就行了。 其实吃下他的生命, 就会进入倒计时, 但又如何, 他守护了他一生最重要人的。 这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从小都是哥守护着他, 现在他也终于能守护回哥一次了。 秦之义听到吃下后, 只是累到三天也松了口气。 要是这丹吃下去, 有什么危险, 那就由他这个当哥的吃下。 毕竟哥哥保护弟弟不是天经天义吗? 好, 等一下你累到哥, 背你回家。 秦之义重重点头。 好, 哥。 秦北文已经有眼里, 已经有泪光闪过, 自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 为了不让秦之义, 看到自己眼中有泪光闪过, 秦北文果断停下, 随后转过身面对追来的两人。 大喊道, 哥, 你先躲远的。 秦之义也害怕自己, 在这么近拖累秦北文, 于是强忍担心, 向后跑了一千米。 此时, 秦之义也只是能看到秦北文微小的身影。 但好像又很高大, 自己的弟弟也终于不再是需要自己保护的小孩了。 秦之义默默地望着远处微小的身影, 也露出笑容。 秦北文见自己哥跑远才松口气, 从自己怀中拿离名单不再犹豫吞了下去。 秦北文的气血瞬间爆发出比刚才还强十倍的气血。 而在不远处的金色长发青年和红色短青年见秦北文, 竟然还敢停下心中大喜。 金色长发青年大笑道, 哈哈, 自己留下拖住我们, 让同伴逃跑吗? 秦北文没有在意金色长发青年说的话, 此时秦北文境界也来到五十五段。 秦北文感受到自己身体内强大的气血, 周身上下冒着耀眼的金光, 双眼更是也冒着金光。 此时秦北文就像黑夜中, 一盏灯照亮黑夜。 秦北文面对死亡不是害怕而是自豪, 自豪自己守护了哥哥, 小女孩, 还有之前守护许许多多的人, 自己更是守护了华夏大殿。 秦北文闭上眼睛, 再回想起来自己这些年在守护思旧的许许多多人。 金色长发青年和红色短头发青年也越靠越近。 一瞬间金色长发青年和红色短青年即将到秦北文眼前。 金色长发青年看着站在自己不远处的秦北文也高兴大吼, 火龙拳。 大量的火焰冒了出来, 比刚才弓向秦北文的火拳还要强几倍。 大量的火焰组成一条长四米的火红色小龙杀向秦北文。 红色短发青年也虽然只是舞者八段, 但也使出最强一招。 血跃斩。 二米长的血色刀芒向秦北文斩去。 秦北文似乎有感应般, 冒着金光的眼也突然睁开。 口中大吼道, 我是守护司第325小队的秦北文。 从加入守护司开始就背负着守护之势。 而我将以生命捍卫守护之势。 现在, 我以守护之名, 将你两人判处死刑。 今夜秦北文的声音传遍全城。 城内还在吵闹无比的夜市, 都听到秦北文的大吼纷纷安静了下来。 自己的安逸的生活, 原来是一直有人在负重前行。 本来吵闹的城市瞬间鸦雀无声。 在不远处的秦之翼顿时就感觉到不对劲。 秦之翼好像有预感, 再也看不到秦北文了。 秦之翼瞬间大吼, 北文! 秦北文此时单手拿着剑, 听到秦之翼大吼。 秦北文不敢回头, 一回头就怕自己再无死至。 为了掩盖自己的悲伤, 秦北文单手拿起剑, 用尽全身气血在剑中道, 哥, 你再陪我看一次日出吧。 秦北文剑上的金色光芒也越来越强, 直到把方圆一公里都照亮, 城坡内众人也只望着这一处耀眼金光。 虽然城市内灯火通明, 但众人好像觉得在这黑暗夜晚中, 那才是真正的在黑暗中的黎明。 秦北文手中的剑也达到极致, 秦北文双手用尽力把剑抬起来, 然后努力全力地向金色长发青年 和红色短头发青年挥去。 秦北文也大吼道, 我用最后的生命照亮华夏大地, 希望华夏大地永远是这黑夜中的黎明。 一道非常耀眼的金光 也射神灵教两人的攻击。 金光和神灵教两人的攻击一接触, 如同浩月与星辰相争, 一瞬间就被神灵教两人的攻击瞬间被击破。 而金光则还是如此耀眼展向神灵教两人。 神灵教两人都被秦北文的这一击吓傻了, 此时秦北文如同真正的神明。 华夏的守护神? 很快,金光就展向神灵教两人。 神灵教两人被金光接触, 也瞬间被金光埋没。 神灵教两人如同灰尘, 随风飘走, 什么也不剩下。 但金光并没有停下, 而是继续向城的上空飞去。 城内的众人都抬头望着那飞向天空的金光, 此时金光如同缓缓升起太阳, 照亮了城内的每个人。 最终金光爆炸开来, 照亮着周围白白如白昼一样。 秦北文用自己的生命, 化成一道光, 洒在华夏大地上。 这个漆黑的夜晚被秦北文照亮, 秦北文也望着亮如白昼的天空, 缓缓倒下。 秦之义瞬间冲到秦北文身前, 将他抱怀中用自己双手抚摸着秦北文的脸。 秦之义泪水也掉落下, 秦北文脸上。 哥! 秦北文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望着如同小孩般哭泣的秦之义叫道。 北文! 哥在这! 秦之义紧紧抱着秦北文泪水, 忍不住流下。 秦北文望着天空消散的金色, 怀念地说道。 哥!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俩人老是喜欢在日出前, 躺在屋顶上看日出。 那时我很幸福, 能和哥一起看日出。 今天我也能像小时候一样, 和哥看一回日出了。 还有在我死后不要自责, 我不希望你再自责下活下去。 哥你要真的走不出, 就也加入守护司吧, 带着我一起守护华夏。 还有这次终于轮到我, 保护你一次了。 秦北文躺在秦之义怀中, 缓缓露出微笑, 双眼也紧紧闭上。 秦之义紧紧抱着秦北文, 顿时声嘶力竭喊道。 北文! 哥还想保护你一辈子。 就在这时, 一位中年男人也亮亮呛呛地走过来, 看到这一幕顿时就泪如雨下, 口中也大喊道。 都怪我, 我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这就是守护司小队长的张居安, 也是秦北文口中的张队。 本来张居安一得到消息, 就带队赶过来, 但不知神灵教的人怎么知道他们路线的。 在路上埋伏着张居安带领的守护司小队, 害到无法及时赶到。 当秦北文的话传遍全城内, 张居安已知道秦北文用了黎明丹, 顿时如同疯了般, 像缠着他的神灵教人杀去。 第十章 战神灵教妖人 张居安看着倒在秦之一怀中的秦北文, 双眼泪水忍不往下流。 他恨神灵教, 也恨自己, 为什么不能及时赶到? 看着祖国的风华正茂的少年, 就这样死在神灵教下, 张居安恨不得用自己的生命来换秦北文的生命。 时间回到张居安带队前往大文街前。 张居安一得到消息后, 就立马召集人手, 向秦北文所在的街道赶。 可就在半路上, 不知从哪杀出一大众神灵教, 教徒。 神灵教众人也二话不说, 杀相守护似众人。 张居安也没想到, 半路竟然也杀出神灵教。 甚至对面, 还有和自己同级的大伍师三段。 张居安神色凝重地看着对面神灵教的白发老者, 他就是大伍师三段。 白发老者笑呵呵开口了。 你先在这待上一回吧。 等一下我自己会放你过去。 张居安没有多说直接道, 让开, 要不然连你们一起收拾。 神灵教的白发老者笑得更猖狂。 哦呵呵, 好大的口气。 张居安见神灵教的白发老者不打算让开, 也不多说气血运转全身。 原本正常的手更是变成发着红色光芒的拳。 张居安双脚更是踩着地上碎裂开来, 然然暴射向神灵教的白发老者, 散发着红色光芒拳头向着白发老者的脸打去, 口中大吼道, 给我让开。 随便张居安率先发动攻击, 守护司众人也都纷纷攻向神灵教众人。 一时这片区域爆炸声不断响起, 白发老者面对张居安打来的这一拳, 也是举起散发着暗红色的举头向暴射而来的张居安拳头对轰过去。 轰隆隆。 一声巨大的声响, 声如红中, 周围十公里内也都听到这巨大的无比的声响。 张居安散发着红色光芒拳头, 和白发老者散发着暗红色拳头相撞。 张居安和白发老者的周围地面都暴射开来, 双拳相交的方向更是空间都扭曲了。 守护司和神灵教众人也是不敢靠近这二人。 恐怕这两人战斗余波也能瞬间让人重伤。 就在双拳相交不下时, 张居安额头上的青筋也抱起, 口中更是抱贺, 丢滚开。 拳头上的气血又加重几分。 面对张居安的再次发力, 对面的白发老者也不好受, 额头也抱起了青筋更是有汗水从额头掉落。 最终白发老者先败下阵来, 被张居安轰得后退几十步。 虽然两人同为大武士三段, 但因白发老者已经气血开始溃败, 肯定比不过还在壮年的张居安。 白发老者每退一步都踩得地上暴裂开来。 白发老者退后十几步后, 和张居安对轰的手也颤抖了起来。 张居安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继续向白发老者轰去。 白发老者望着又向他冲来的张居民, 顿时不敢大意。 从背后拿出一柄闪着寒光的剑, 当白发老者握上剑时, 剑也瞬间覆盖上暗红色的气血。 白发老者单手握剑向张居安的轰来拳头劈去, 口中还大喊道, 降龙剑术。 覆盖剑上的气血变成暗红色的龙, 暗红色的龙如同龙腾云霄向冲来的张居安杀去。 张居安见白发老者用出了武技中的剑术, 也大吼道, 碎天拳。 拳头上红光更胜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 轰向杀来的暗红色龙。 暗红色龙所过之处地下都纷纷裂开来。 很快, 张居安的举和白发老者暗红色龙相碰。 地面直接裂开长20米, 深2米的长横。 周围的房屋墙壁也震碎, 比刚才两人的攻击还要强几倍。 最终还是张居安更胜一筹, 暗红色龙被张居安直接打穿。 暗红色龙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发老者更是嘴角一出血来, 没办法白发老者的剑术直接被张居安轰爆, 受到了反噬。 就在这时, 秦北文的声音突然传遍全城。 我是守护司第325小队的秦北文。 从加入守护司, 开始我就背负着守护之士。 而我也将以生命捍卫守护之士。 现在, 我以守护之名, 将你两人判处死刑。 张居安听到秦北文的声音, 张居安心里略微一颤。 北文? 张居安口中喃喃自语道。 白发老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身内的气血喷涌出覆盖在剑上。 连无形的空气都被这股力量震爆而去。 白发老者磅礴的剑气 如同潮涌一般, 一层一层像还在发愣的张居安杀去。 张居安也感觉到那股磅礴的剑气向他杀来, 身内的气血如同老者般喷涌出在拳头上。 一拳轰向白发老者杀来的剑气, 拳头所过之处周围的空气都发出爆响。 张居安的拳头很快和白发老者剑气相碰。 不过因为张居安只是仓促之间, 举起拳头轰向剑气。 结果被白发老者的剑气打得连连后退, 拳头上更是出现很大一个口子。 看到张居安里面的肉, 而鲜血也不停地往下冒, 连地下也被鲜血染红一片。 不过张居安来极多想, 因为听到秦北文的声, 张居安猜测可能出了什么事了。 如果秦北文真的出了什么事, 张居安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想到这张居安眼神透露着凶狠盯着白发老者, 口中更是再一次大喝。 你让还是不让。 白发老者则是不有回答, 继续用剑气向张居安攻去。 也用行动证明了, 他不让开。 张居安随手打抱剑气后, 双拳紧握, 双臂肌肉骨胀, 尤甲球龙缠身, 体内的气血再次爆发。 张居安调动全身的力量和气血汇聚在拳头上。 在这黑夜中, 张居安的拳头发出耀眼的红光。 张居安双脚一蹬地面, 腾空跃起, 煞石拔高树齿, 从半空中以上往下的轰向白发老者。 口中大吼, 允兴拳。 张居安的拳头所过之空气中都发出爆响, 如同打雷声响起。 拳头周围更是因为速度过快, 产生火星出来。 从下向上看如同陨石向地面砸来。 白发老者双眼瞪得大大的, 没想到张居安竟然能打出这么恐怖的攻击。 白发老者刚想动手防御, 但张居安的拳头眨眼间就到眼前。 白发老者也只能动起全身气血, 抵挡张居安的拳头。 一记响亮的拳响落在白发老者的胸膛上, 白发老者瞬间被打得暴尸而去, 撞向身后的一栋栋房子, 轰隆声不计响起, 惨叫连连。 直到撞穿气洞房子的墙才停下, 白发老者的胸膛更是直接被张居安拳头穿透。 白发老者双眼瞪得大大的, 躺在破烂废墟堆, 鲜血从胸膛的双边流出。 白发老者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 想用手把胸膛的堵住,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最后不甘的生命一点点消失。 张居安望着躺在远处的白发老者松了口气, 自己这一击用尽全身气血和力气, 才能一击秒杀白发老者。 张居安疲惫地看了眼睛, 还在和神灵教打斗的守护四众人。 用尽力气喊道, 你们还顶得住吗? 我先去支援秦北文了。 守护四众人边和神灵教战斗, 边说道, 张队, 你先去支援北文吧。 我们等, 解决神灵教邀人就去。 张居安重重点点头, 随后亮亮呛呛地往秦北文所在地而去。 第十一, 张 雷鸣拳 秦志义望着窗外眼睛已经被泪水填满, 双手更是紧紧握着自己衣服, 好像在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陆金安沉默地看着这一幕, 从远瞩记忆里, 秦志义确实消失了一月多个, 直到今天才看到秦志义。 这时秦志义调整情绪, 才转头对着陆金安继续缓缓道, 金安, 这本第击武器你放心, 拿去用吧。 秦说, 我还是留给你用吧, 毕竟你加入守护司多份保障也好。 陆金安还是推辞道, 秦志义一瞪眼道, 金安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给你就拿着, 我加入守护司, 自然能学守护司的武器了, 守护司武器别说D级了, C级都有。 陆金安摸摸鼻子, 好吧, 秦叔。 随后, 陆金安拿出那本D级武器, 上面写着几个大大的字, 雷鸣拳。 陆金安翻看了一遍, 就把D级、 5级雷鸣拳收起来, 反正自己有系统, 只要睡觉就能获得属性点。 秦志义刚才也在瞅着陆金安, 结果陆金安看了一遍, 就又把雷鸣拳放在怀里了, 还打来个哈欠。 秦志义? 别人获得的D级武器, 恨不得天天看, 这陆金安倒好, 只看一遍又放回怀里了, 还看困了。 秦叔, 你这么盯着我干嘛, 脸上有花吗? 陆金安收好武器, 就发现秦志义一直盯着他看。 金安, 你小子今天高三了吧, 还有不久就无考了。 你小子还不认真学武器, 秦志义一脸恨其不争模样。 陆金安, 冤枉啊, 自己这是有系统, 要没系统, 陆金安肯定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总结四个字, 卷死他们。 但我都有系统的人了, 还要卷, 那还让不让其他人活了? 陆金安当然不可能告诉秦志义 自己有系统不用学了, 一脸正经表情说道, 秦叔, 可能我昨晚通宵练武器太累了, 今早又四点多起来, 现在的精神不太好。 听得秦志义一脸震惊, 又四点多就起来了。 嗯,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呢? 也是在陆金安这年纪, 怎么可能睡得着? 想到这, 秦志义一脸是我错怪你的表情, 妄想陆金安。 小安, 修炼武器固然重要, 但自己身体健康更重要, 以后多休息, 别把身子熬坏了。 秦叔, 你刚才可不是这样的。 陆金安在心里暗暗想到, 嘴上却说, 在我这种年纪, 我怎么可能睡着? 我一睡着, 就会有人偷偷趁我睡着时赶超我。 所以我一想到, 我根本就睡不着。 怎么可能会睡不着? 一回家, 我倒头就是睡, 还睡得贼香。 秦志义也是果然如此的表情, 就说嘛, 陆金安这种年纪, 怎么可能睡得着? 金安, 你现在快回去睡觉, 只有养好精神, 才能更好地学会这雷鸣全。 真的吗? 陆金安假装疑惑地望向秦志义。 其实心里乐开花了, 别的不敢说, 睡觉陆金安最拿手了。 只要没有人叫陆金安能睡一天一夜, 都不带醒的。 当然, 只有养好精神, 才能更快学会雷鸣全。 秦志义说这话也对, 好的精神是更容易学会武技。 好, 那我现在就去养好精神。 陆金安神情郑重地点点头, 说完就转身走去打开门, 又关上门。 只留下还在发猛的秦志义, 这就迫不及待地回去睡觉了。 随后, 秦志义像是知道了什么, 满一点点头, 果然这是个努力的孩子, 为了早点学会雷鸣全, 争分夺秒地回去睡觉养好精神。 陆金安拿出挂着费洋洋的钥匙, 打开破旧房门。 陆金安整个过程都是小心翼翼的。 要是不小心翼翼, 陆金安害怕等下不用钥匙都能进了, 没办法这门太脆了, 又没钱换。 别担心有小贼破门而入, 这么破的门能偷到什么东西? 难不成偷我一个大男人内裤不成? 在陆金安小心翼翼下, 很快打开锁了。 陆金安租的这房子只有50平方, 房子内有一个小卫生间, 还有一个很小的房间。 就再没其他, 看到这环境, 陆金安摇了摇头, 怕是狗比陆金安住的还好。 不再管这些, 陆金安先去洗了个澡。 洗完澡, 就回到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 陆金安打开灯, 床上乱糟糟的, 那是园主都忙着去打没空收拾床上, 一回来也是倒头就睡。 陆金安打开手机, 查了一个银行卡, 还有多少钱? 2100块钱, 陆金安看着银行卡显示的余额。 这个房租每个月要500块钱, 还加上500生活费, 一个月1000块钱, 也就是说这钱两个月就能花完。 靠, 又是这种开局, 为什么不能给个富二代当当? 什么跑车, 什么女仆应有尽有。 陆金安设在床哀嚎着, 上一世也是天天打工。 难道来到高五世界也要打工吗? 突然陆金安跳起来, 哈哈大笑, 变脸速度怕是犹如菜一上席, 还没来得及家就没没了。 陆金安也是在园主记忆想起来, 成为武图可以去舞者联盟注册成为武图。 那样一个月, 国家就会补贴500块钱给武图一段。 修为越高, 钱就越多。 想到这, 陆金安决定明天去注册武图, 然后每个月就有500块。 只要陆金安税够一个月, 境界应该也能达到武者境界。 到时候就不差钱了, 不论注册武者, 还是出城外猎杀妖兽, 都能得到很多钱。 想到这陆金安顿时美滋滋地睡下睡觉了。 心情好时, 睡觉也很快, 不过一会, 陆金安就进入美美的梦乡了。 一日, 陆金安睡到自然醒来, 陆金安坐了起来, 舒服得伸伸懒腰。 就听到系统提示声, 叮, 宿主睡了13个小时, 奖励13点属性点, 宿主可自由分配。 没想到, 竟然睡了13个小时。 陆金安坐在床上, 喃喃自语道。 陆金安立即在脑海道, 系统我要加点。 好的, 宿主正在调出宿主属性面板。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石家, 五图一段, 二十分之十。 力量, 二十加。 速度, 十五加。 防御, 十三加。 精神, 六加。 功法, 神雷九霄, 熟练, 入门, 二十分之五。 五G, F级八级拳, 熟练入门, 二十分之五。 D级雷鸣拳, 未入门, 入门, 零, 五。 未分配属性点, 十四。 见着脑袋中的系统面板, 陆金安满一点点头。 昨天, 在秦叔那睡一小时, 就有一点属性点, 再加上, 今天的一共十四点。 D, 十二, 张, 扶老奶奶过马路。 陆金安看着属性面板, 陷入沉思, 自己有十四点, 未分配属性, 应该加拿好。 加在气血上, 那就达到五图二段, 那样就每个月, 就有一千块钱领了, 但还剩下的四点属性, 不足于, 将雷鸣入门。 嗯, 不对自己想这么多干嘛, 再睡一小时, 不就又有一点属性了吗? 陆金安拿出手机看看几点了。 刚好八点, 嗯, 再睡一小时, 把闹钟调好, 便又如死猪般睡着了。 这就是陆金安的强大, 无论睡了多久, 陆金安都能睡着。 一小时后, 你这小小年纪, 怎么睡得着的? 你睡着时别人在努力, 你怎么敢睡着的? 闹钟声响起, 陆金安揉揉眼睛, 起身把闹钟关了, 脑海也传来系统声。 叮, 宿主睡觉一小时加一点属性, 现在有十五点属性, 五点加在雷鸣拳上, 再十点加在气血上。 陆金安心里想到, 想好就干。 系统给我加十点属性, 在气血上, 再加五点到雷鸣拳上。 叮, 好的宿主。 随后陆金安就感觉体内突然出现大量的气血, 气血流向全身, 暖洋洋得很舒服。 过一阵后, 这种感觉才消失, 之后就是感觉一股练习雷鸣拳的记忆传到脑海里。 陆金安很快接收完, 雷鸣拳入门的标志就是能打出一击如打雷般声响。 陆金安忍不住摆开架势, 左拳向前打出。 轰隆隆。 沉闷的雷声响起, 拳头上更是有蓝色雷光闪过。 连空气都被冲出眼睛可见的音波。 陆金安感觉自己这一击能打死二十个五途二段。 果然这就是开挂的感觉, 一个字爽。 系统简看属性面板。 陆金安迫不及待地想查看属性面板, 想看看自己属性有什么变化。 姓名,陆金安。 年龄,十七。 气血,二十加, 五途二段,三十分之二十。 力量,四零加。 速度,三十加。 防御,二十九加。 精神,九加。 攻法,神雷九霄,熟练入门,二十分之五。 5G,F级八级拳,熟练入门,二十分之五。 D级雷鸣拳,熟练入门,二十分之五。 未分配属性点,零。 陆金安没想到属性都翻一倍, 除了精神,毕竟精神一般很难提升。 不过陆金安可以加点啊。 陆金安官看完属性面板, 就准备出去吃个早餐, 就去舞者联盟注册, 武图身份。 陆金安刷牙,洗面, 但看到镜中帅气的自己还是忍不住多看几眼。 镜中陆金安有着一头微微有些凌乱的碎发, 帅气的脸轮廓分明,让人一不开眼, 笑容是暖暖的,大而灿烂, 就像,就像是那轮暖阳的化身, 满满的,都是阳光的味道。 真该死,我怎么这么帅? 如果帅有罪, 那我应该是,直接拉去枪毙。 陆金安甩头发自恋的大声说道。 陆金安自恋一番后, 又小心翼翼地打开这破旧的房门, 生怕一不注意就被陆金安弄烂。 又小心翼翼关下,陆金安才松了口气, 随后便双手抱着后脑勺, 哼着歌向下走去。 自从觉醒系统后, 陆金安觉得一天比一天开心。 没有生活之忧, 总是让人心情愉悦。 陆金安走出小区, 马路对面则是停着卖早餐的三轮车。 陆金安还没吃早餐, 自然向马路对面走去。 大爷,你这有什么早餐? 头发发白的大爷见有客人来了, 呵呵道, 我这有肉包,菜包,豆浆, 油条这几样东西, 你要什么? 四个大肉包子和一杯豆浆。 陆金安也学着大爷,呵呵道。 好练。 大爷手脚麻利地从蒸笼上拿出四个肉包, 放在袋子里, 再拿杯豆浆装袋子。 一切弄好, 递给陆金安。 豆浆二块钱, 肉包也是二块钱一个, 刚刚好十块钱。 陆金安接过两个袋子, 之后, 从裤兜内拿出一张十元毛爷爷递给大爷。 大爷见到毛爷爷脸上都乐开花了。 陆金安则是吃着包子, 喝着豆浆, 向舞者联盟走去。 舞者联盟是华夏官方成立的。 为什么有守护司还要成立舞者联盟呢? 因为不是所有舞者都会加入守护司的, 那华夏就成立舞者联盟, 让只要是舞者注册就能每个月能拿钱。 这样, 只要成为舞者都会去舞者联盟注册。 那华夏官方不就清楚大家的境界, 实力了吗? 那要是有一族降临时, 可以更好组织人手。 每个月发钱, 更是保障舞者的生活。 只要是舞者就发钱, 那境界越高钱越多, 那舞者每月都有钱拿还会危害社会吗? 大家躺着都有钱, 这样大大的降低了犯罪概率。 所以说舞者联盟也是很重要的。 陆金安很快把手中的肉包吃完, 豆浆更是一口闷。 随后, 陆金安把剩下的垃圾丢在垃圾桶里。 舞者联盟在市中心, 也是最繁华的地方。 陆金安突然瞧见一位老奶奶, 颤颤巍巍的在等人行道的红绿灯, 看母子应该是要过马路。 陆金安作为大好青年, 当然要扶老奶奶过马路了。 于是, 陆金安大步上前, 扶着老奶奶说道,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老奶奶刚想说什么? 陆金安好像知道老奶奶要说什么, 摆摆手一脸正气道, 不用谢, 当为大好青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老奶奶继续道, 小伙子。 但还没说完就再被陆金安打断, 绿灯了, 绿灯了我扶你过去。 陆金安扶着老奶奶就向前走, 可老奶奶一动不动, 老奶奶又想说什么。 但陆金安又瞄懂, 这是腿脚不变。 当却走到老奶奶身前, 把老奶奶背起来道, 我背你过去。 老奶奶还没说不用, 陆金安就快步背着老奶奶走到马路对面。 陆金安把老奶奶放下, 心里顿时自豪地想到, 今天又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 老奶奶应该很感谢我吧。 老奶奶此时已经气得脸都黑了, 本来自己在那边好好等车的, 结果这小伙子二话不说 把他背到马路对面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老奶奶黑着脸对着, 还在一脸自豪路肩说道, 小伙子, 我本来在那边好等车的, 结果你二话不说就把我背到对面了。 陆金安脸上的自豪僵住, 貌似这位老奶奶不用过马路啊。 难怪刚才想说什么, 特么的自己这是干什么事啊。 陆金安顿时尴尬笑呵呵道, 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你要过马路, 等红灯过我这就背你回去。 老奶奶也无奈笑了笑, 知道这小伙子是好心, 也没有责怪陆金安。 只是说道, 想帮助人这是好事, 小伙子不要自责, 社会也需要你这热心肠小伙子。 第十三章 富豪老爹? 陆金安只能尴尬地摸摸鼻子, 没想到好心办坏事。 刚好行人道上的绿灯又亮了, 于是陆金安主动说道, 奶奶我背你回去吧。 老奶奶也瞧出陆金安的不安, 面容慈祥地道, 好, 麻烦小伙子了。 不麻烦, 不麻烦, 是我麻烦你了。 陆金安摆着手说道, 说完便主动来到老奶奶身前, 将老奶奶背起来, 向来的马路走去。 很快, 陆金安又把老奶奶背回原地, 陆金安将老奶奶放下。 老奶奶真不好意思啊, 陆金安向老奶奶弯腰道歉。 老奶奶也看出, 陆金安是个热心肠的好小伙子。 老奶奶也没因陆金安, 将自己背过马路对面而生气。 反倒拍拍陆金安的肩膀道, 行了, 行了, 没事。 好, 奶奶你怎么这么早就在这等车啊? 陆金安因为老奶奶没有责怪自己松了口气, 随后便好奇地问起来, 老奶奶为什么这么早就在这等车。 小伙子, 我叫李若华, 你叫我李奶奶就行了。 李若华对着陆金安呵呵笑道, 好的, 李奶奶我叫陆金安。 陆金安也介绍自己的名字出来。 就在这时, 马路上有一辆劳斯莱斯向着陆金安这边行驶过来。 最后缓缓停在路边, 陆金安更是能看到劳斯莱斯的车牌更是六个八。 陆金安忍不住幻想起来, 难道我是被一名顶级富豪丢失的儿子, 现在开着劳斯莱斯来认清了? 好家伙, 这不是小说中主角的待遇吗?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自己都觉醒系统又穿越, 不妥妥的是主角吗? 有个富豪老爹很正常。 陆金安见劳斯莱斯的停在自己面前, 心里闪过一万种想法。 劳斯莱斯的前排车门打开, 走下来一位身材高大健壮, 身穿西装, 眼戴墨镜的保镖。 陆金安内心激动, 来了, 来了, 等下保镖肯定会过来说道, 少爷, 你是家主在外失散多的孩子, 现在家主病危, 请你回去继承家产。 保镖一步步走来, 陆金安的心也风跳动, 自己终于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吗? 保镖走到陆金安眼前, 雄厚的嗓音说道, 不好意思, 请你别挡到。 陆金安原本微微上扬的嘴角, 变成直抽抽。 你嘛, 你上来就是跟我说这些。 幻想破灭, 果然小说都是骗人的。 马路是你家贱的呀? 让我让开就让开。 陆金安不服气地说道, 毕竟自己本来站这里, 保镖一来就叫自己让开, 自己真让开不是很没面子。 保镖扑斥一笑, 用着雄厚嗓音道, 这马路还真是我临时家族城的。 陆金安, 还真是他家贱的, 怎么办再现的。 陆金安身体很老实地让开路, 嘴上却小声嘀咕道, 狗障人士。 这是典型的全身上下就嘴巴醉饮。 保镖见陆金安让开, 也不再管陆金安。 继续走到劳斯莱斯后排, 拉开车门, 保镖还低头叫喊, 小姐, 劳斯莱斯后排走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美少女。 她长得白皙的脸淡, 淡淡的柳叶眉, 名眸好齿, 小鼻子小嘴巴也显得极为标致。 一尾到底的马尾便更增添了几分娇美。 玲珑的外形, 优雅的姿态。 她穿着一袭轻盈的连衣裙, 裙摆飘逸, 仿佛花瓣在风中翩翩起舞, 搭配着简约而精致的配饰, 展现出她独特的时尚品味。 这可把陆金安看呆了, 这比那些大明星好看太多了。 看脸上更是没化妆, 要化妆不得迷死人。 不过陆金安此时沉迷女色之人, 发呆一会后就反应过来, 嘴里更是嘀咕着。 君子尔不听银声, 目不是邪色, 口不出乌言。 沉迷女色, 罪该万死。 少女一出来就看到不远处自己的奶奶了, 的乖孙女了, 也是开心叫道, 围下。 名为围下的少女, 飞快地跑到李若华面前, 将她抱住。 奶奶, 你终于来看你孙女了。 李若华嘴角也是盖不住的笑意, 轻轻拍着少女的后背。 我这不是专门从燕金回来, 这看你吗? 哼, 害我等这么久, 才来。 少女不满哼道, 李若华也是将少女推开。 好了, 还想抱一辈子吗? 少女嘻嘻笑道, 我就要抱一辈子。 李若华也听到少女的话, 微微一笑, 有着宝贝孙女真好, 不像他儿子天天忙工作。 好了, 奶奶我们走吧。 少女抱着李若华胳膊道, 不过李若华倒也没急走, 反而向不远处的陆金安招了招手。 陆金安也见到李若华向他招手, 不敢置信指了指自己。 李若华见到也是笑着点点头。 陆金安才大步向前走出, 路过保镖时还哼了一声。 保镖也没想到, 这小子这么记仇, 奶奶他是谁啊? 少女抱着李若华胳膊, 悄悄问道。 李若华笑得更开心了, 是一位热心肠的小伙子。 陆金安大大咧咧走到一老一少面前。 李奶奶有什么事吗? 这可把少女弄好奇了, 从来没有哪个男人不看他。 不是他自信, 而是他一出街上, 凡是男的都会偷偷看他。 这是我孙女叫林维夏。 李若华慈祥地笑着, 介绍孙女给陆金安认识。 四月维夏, 六月粗鼠, 很好听的名字, 我叫陆金安。 陆金安向林维夏打招呼道, 林维夏小脸不知怎么变得红扑扑的, 小声道, 你名字也很好听。 真的吗? 我就说, 我这名字就是很好听。 陆金安双手插腰, 满一点点头。 林维夏顿时就觉得, 陆金安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别的男人都是在自己面前, 装一副很成熟, 很正经的模样, 哪有陆金安这般厚脸皮。 李若华笑而不语, 这小伙子还真是没看错人, 面对自己孙女都平淡对待。 真的。 林维夏如小鸡灼米般, 点点头。 果然, 自己名字很好听。 陆金安嘴角忍不住向上扬。 李若华看差, 不多了向陆金安问道, 我们要走了, 你要去了, 我们顺便送送你。 听到这陆金安眼睛瞬间一亮, 自己连走, 去市中心, 起码得一个小时。 哪有坐车舒服啊? 别问为什么不打车, 问就是陆金安没钱, 该省省, 该花花, 陆金安怎么可能把钱花在打车上? 第十四章, 舞者联盟。 这怎么好意思啊? 陆金安的话, 拉着长长的尾声。 李若华也瞧见陆金安的表情, 说到上车时, 陆金安眼睛一亮, 都把想要上车都表现在脸上了。 行了, 就这么定了。 李若华不容置疑道, 好吧好吧。 陆金安脸上假装很平静, 但微微颤抖的手, 出卖了他。 我去, 第一次坐劳斯莱斯啊。 特猫, 我也能坐在豪车里问道, 爸爸外面的是什么人啊? 儿子啊, 外面那些人都是牛马啊。 嗨嗨, 不能再幻想了。 就这么一回功夫陆金安都幻想成以后的生活。 走吧, 我们上车。 李若华拉着陆金安向劳斯莱斯走去, 而林维夏则是抱着李若华另一只手臂。 当陆金安坐进劳斯莱斯, 忍不住发出感慨。 这劳斯莱斯果然不一样, 连坐垫都是软的, 还有这星空顶。 而陆金安是坐在最左边, 林维夏则是坐中间, 李若华是坐最右边。 小洛啊, 你要去啦, 我叫司机送你。 李若华慈眉善目地问道, 去市中心的舞者联盟。 陆金安听到李若华的话, 也是回答道。 李若华对着司机说道, 先去市中心的舞者联盟吧。 驾驶劳斯莱斯的司机回应一声声, 随后劳斯莱斯就启动, 缓慢地开上马路。 没想到, 小鹿你这么快成为舞徒了。 李若华猜测道, 毕竟谁会没事去舞者联盟, 也只有成为舞徒才去舞者联盟注册。 以陆金安的年龄, 也应该是注册舞徒。 这可把陆金安吓一跳, 他怎么置我成为舞徒的? 李若华也见到陆金安的表情, 笑呵呵地解释道, 你去舞者联盟不是去注册舞徒还能干吗? 所以我就猜测, 以你的年纪最多就是舞徒敬见。 陆金安也只好干咳两声道, 对, 刚成为舞徒。 林维夏好奇地盯着他看, 能在这年纪成到舞徒的, 也是比较优秀了。 毕竟大多数这种年纪都没能达成舞徒。 陆金安, 你在哪个高五高中读啊? 林维夏好奇地向陆金安问道, 嗯, 我在高五一中, 今年刚好高三。 啊, 好巧, 我也是在高五一中读的, 今年也刚好高三, 没想到我们是同一届的。 林维夏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这要巧, 和他读同一所高五, 又同一届。 陆金安也表情诧异, 突然在原主的记忆想起来。 对了, 高五一中的校花也叫林维夏, 这可是学校里不少人的白月光。 林维夏不仅仅因为美而出名, 更重还是个天才, 听说高二时就达到五图六段, 很有可能高三时能达到五者。 这样清北, 眼睛, 这种顶尖舞到大学稳了。 陆金安没想, 这竟然是林维夏。 难怪刚才听名字这么熟悉。 是, 好巧啊。 陆金安也差也道, 对了, 我是高三一班的, 你是几班的? 林维夏自我介绍道, 我是, 高三, 六班的。 就在两人的闲聊中, 劳斯莱斯很快驶到市中心的五者联盟。 市中心的人也都好奇地看向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六个八车牌, 想看看里面坐的又是哪个大人物。 驾驶劳斯莱斯的司机也向后排在聊天的陆金安说道, 到五者联盟了。 陆金安点点, 随后对林维夏和李若华说道, 到了, 我先走了, 拜拜, 下次再见。 嗯, 好, 林维夏点点头, 小陆, 下次有空就叫, 维夏带你来家找我。 李若华也向陆金安告别道。 林维夏听到李若华这么说, 倒是没有出声反驳, 只是脸微微一红。 行,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 随后推开劳斯莱斯的车门走了出去。 一出来就见到有不少人停留在这里观看, 陆金安一下来, 众人也七嘴八舌讨论起来。 这么帅, 肯定又是哪家的富二代了? 我靠, 为什么这小子这么帅又这么有钱? 有的人生下来便是罗马, 而我生下来就是牛马。 陆金安听到周围的讨论声, 也是脸一红。 陆金安很想大声告诉他们, 其实我也和你们一样是牛马。 但众人肯定不会信, 毕竟自己都从价值几百万豪车下来。 陆金安也不管众人反应, 直接走去舞者联盟。 舞者联盟面积很大, 在这市中心舞者联盟就占了5000平方米的地。 这可是市中心一平方米地都价值三万块钱, 陆金安都不敢想象这要多少钱。 陆金安看着这巨大的牌匾, 龙飞凤舞地写着舞者联盟几个大字。 周围的进进出出有很多人, 周身都散发着浓厚的气血。 舞者联盟的大门也全是防弹玻璃做成。 陆金安深吸口气推开玻璃门向舞者联盟走去。 进到舞者联盟, 在陆金安面前的是一个宽敞的大厅。 大厅有不少一排排的铁制椅子, 椅子上更是坐满不少人。 还就是办公柜台, 非常常起码可以让30多人同时办公。 之后就是在柜台上面的巨大的屏幕, 屏幕上则是各种任务。 陆金安也不知怎么注册成舞图, 也来到长长的柜台前找了个空闲的办公人员。 这是一位相貌的清秀的小姑娘, 身穿着整体黑色的办公包裹裙。 陆金安上前询问, 你好,我想注册舞图怎么注册。 清秀的小姑娘也听到陆金安的话, 礼貌微笑道, 你好,注册舞图, 你去大厅那边的地方等待就行, 等下会有专门的舞者带你们去测试。 说完清秀的小姑娘, 害怕陆金安不知在哪, 还用手指指了指大厅角落旁边那一堆人方向。 陆金安也看过去, 顿时就知道是哪了。 好的,谢谢。 陆金安到了生谢, 就向大厅角落坐着那堆人走过去。 刚走到陆金安就望到大厅众人身后的墙上, 写着舞图测试等待区。 陆金安也随便找个座位, 坐下。 随后, 开始观察四周, 这里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叔, 甚至还有七八十岁大爷。 这里是整个舞图测试区,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舞图一段或十段都是在这测试。 陆金安正想在这里睡一会, 就感觉有人拍着他臂膀, 然后就听到学校保安处林大爷的声音。 小阿, 你怎么在这里啊? 陆金安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安静一会后才僵硬地转过头。 果然是只剩三颗大牙的林大爷。 第十五章, 交坏祖国的花朵。 陆金安看到真是林大爷僵硬的脸上更是扯出一抹微笑。 林大爷, 好巧啊。 林大爷没有回话, 只是和和冷笑两声, 一直盯着陆金安。 这可把陆金安吓坏了, 不就是把你当猴耍吗? 至于这么盯着我吗? 于是, 陆金安只好出绝招, 对面其他大爷, 陆金安可能没办法。 但是面对老色批林大爷, 还是手道擎来。 陆金安看林大爷一直盯着, 自己也不说话。 陆金安就自顾自地拿出手机, 把开斗手刷了起来。 林大爷见陆金安竟然还敢无视自己拿手机出来刷斗手。 好家伙, 这是大爷不发飙, 他把我当病猫。 林大爷正想教训陆金安时, 突然看到陆金安刷到的美女视频, 顿时就移不开陆金安的手机了。 宝宝, 我今天好伤心, 需要哥哥的安慰。 视频里, 一位可怜连巴巴的少女用可怜连巴巴眼神看着手机屏幕。 这就好像一位少女打视频向你撒娇一样。 这可把林大爷迷得口水都要流下来。 林大爷之前也只会看看直播美女。 哪里想到这视频比直播精彩多了。 陆金安也向后瞅一眼, 果然这种老色批面对这种视频毫无抵抗力。 不对, 可以林大爷说面对美女都是毫无抵抗力。 林大爷也不生陆金安的气了, 乐呵呵地坐在陆金安旁边说道, 小安, 看什么呢? 让大爷也看看。 陆金安这时就把手机锁平, 然后装作没什么也没看到。 林大爷, 我什么也没看。 看陆金安这小子装糊涂, 这可林大爷气的。 小安, 刚才你手机好像传了什么声啊。 陆金安瞧林大爷被气到了, 也不再逗林大爷。 林大爷, 我这只给你看哦, 不能告诉别人哦。 林大爷拍着胸膛啪啪坐享保证道, 放心我保证守口如瓶。 你不知道我年轻时有一个称号, 叫城市小郎君, 答应你保证不会说。 这可把陆金安给弄傻眼了, 连城市小郎君都出来了。 大爷, 你什么为人我能不知道吗? 不愧是大爷, 说起谎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更是脸不红心不跳。 不过陆金安还是装作敬佩道, 大爷, 我信你为人, 谁不知道你, 从不说谎。 钱难挣, 使难吃, 面对林大爷陆金安只能说出违背良心的话。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的夸奖, 脸上更无半点不好意思, 欣然接受。 小安不得不说, 你眼光真准, 连大爷从不说谎都瞧出来。 陆金安已经真的佩服林大爷的后脸皮了。 果然大爷吃过的屎, 比我挣的钱还多。 陆金安实在受不了, 自卖自夸林大爷, 连忙重新打开手机。 林大爷还想多说两句, 但下一秒就被陆金安手机里的东西吸引。 陆金安手指向下翻, 就出现一个大长腿, 还穿着黑丝的网红。 看得林大爷双眼都放光, 如果在黑夜里, 陆金安感觉林大爷的眼睛都能当电灯泡了。 陆金安继续向下翻出现, 一位裸厘装的少女, 穿着白丝。 这可是陆金安爱看的, 顿时也乐呵呵看起来。 林大爷也瞧见了, 顿时不满地向陆金安说道, 这白丝有什么好看, 我要看回刚才的黑丝。 陆金安也不甘地反驳道, 白丝才好看, 黑丝不如白丝。 于是, 一老一小就争吵起来。 而在武图等候区中, 众人都用怪异的眼睛看着陆金安和林大爷两人。 这一老一少, 不会大庭广众下看不能看的东西吧? 看就算了, 还争吵了起来, 当我们是龙的啊。 林大爷还想争辩几句, 但突然瞅见自己这里吸引所有人的眼光。 顿时不说话了, 老脸上更是一红。 陆金安瞧林大爷瞅了四周一眼, 竟然突然不说话, 脸上更是难得出现害羞。 陆金安再啥也知道, 什么情况啊? 陆金安一脸正气, 率先撇清关系, 大声喊道, 林大爷, 没想到你竟然拉着我看这种东西。 你这是再叫坏祖国的花朵。 林大爷, 差点就把三颗牙惊掉。 你听听这是人能说出的话。 特么, 你这小子还用我教, 我看他教我差不多。 还有分明是你小子拉着我啊。 其实我也不想看的, 周围的武徒也议论纷纷。 原来是这大爷在叫坏祖国的花朵, 太不识人了。 没想大爷这么不要面。 林大爷听这些议论用能杀死人的眼神盯着陆金安。 嘿嘿, 林大爷, 你听我解释啊。 我倒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 林大爷凶巴巴道, 你看大家都误会, 我们俩了。 那我让他们减少误会一个, 这样不是很好吗? 陆金安忽悠道,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你想忽悠我没门。 林大爷根本不相信陆金安的忽悠。 那等一下, 我请你吃一顿饭。 陆金安试探地问道, 林大爷摸摸肚子, 还别说真的饿了。 行吧, 可别还有下次了。 放心大爷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陆金安拍着胸膛保证道, 林大爷瞅陆金安这小子, 怎么看也不靠谱, 以后离这小子远点。 来了, 来了, 带领我们测试的人来了。 一位上了年纪的武徒出声道, 哪呀, 哪里? 那些新来测试武徒也不知道是哪个。 而在这里测试过的武徒也纷纷注意那强壮的身材和那浓厚的气血。 大家安静, 我是带你们去测试武徒的人。 一位身材强壮的中年大汉, 双手抱着手臂, 大声向武徒驱众人喊道。 那些第一次来测试的, 纷纷好奇地看向中年大汉。 中年大汉也见到不少声面孔, 自我介绍道, 我叫徐虎, 十里五者六段, 也是你们武徒测试和不合格的考官。 陆金安听到中年大汉的介绍, 也小声向林大爷询问着, 等一下我们要测试什么啊? 林大爷这才注意到陆金安竟然来测试武徒, 顿时惊讶道, 你怎么成为武徒了? 要知道陆金安的废物之名, 可是整个学校都知道。 用了两年才有两点气血, 和陆金安一起提升气血的人, 最差也有五点气血了。 陆金安则是一脸鄙视地看着林大爷。 我成为武徒不很正常吗? 你可不要骗,大爷我, 林大爷还是不敢相信。 难道我成为武徒不正常? 我干嘛用骗你? 第十六章, 武徒测试。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说的话, 眼睛瞪得大大。 你成为武徒正常? 你就比如, 你能成为武徒, 狗都改不吃屎了。 陆金安, 林大爷你这什么话? 难道我这祖国的大好青年, 成为武徒不正常? 林大爷撇撇嘴, 不是不正常。 还没等林大爷说完, 陆金安就满一点头。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不正常? 林大爷瞧陆金安满意的样子, 直接说道, 我还没说完呢, 不是不正常, 是很不正常。 陆金安, 等于等于。 气得陆金安都想掀翻桌子, 但当然, 没有真的掀翻桌子打个比喻。 大家都跟我去做武徒测试吧。 徐虎雄厚的嗓音传来, 徐虎说完便不管众人反应, 自顾自地走向大厅里面。 那些来过测试的老武徒也知道徐虎要去了, 一个个纷纷跟上。 那些第一次的武徒也跟着大部队,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向大厅里面走去。 穿过大厅就有一条走廊, 走廊两边都有一间间的房间。 陆金安也好奇地向四处打量, 这房间的墙壁上闪着阵阵蓝光。 陆金安心里一惊, 这靠这些房间竟然用的是蓝石铁做的, 武者联盟真有钱啊。 蓝石铁是这世界的一种铁, 这种蓝石铁可以抗住大武士的攻击, 非常坚硬。 蓝石铁也因为周身都是蓝色的, 于是就有蓝色石铁的称号, 但蓝石铁也非常贵, 因为蓝石铁太坚硬了, 需要武者境界的人用特殊工具才能采摘。 一直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其实心想, 果然和我第一次来, 看到蓝石铁做成的房间一样惊讶。 林大爷咱就是说, 能别跟着老小孩一样吗? 陆金安瞅林大爷这得一样说道, 你,你,小子。 林大爷被陆金安气得不轻, 不行,不行, 再跟这小子待在一起, 感觉命都短几年。 林大爷在心里暗暗想到, 随后不动声色地远离陆金安一点。 陆金安也瞅见林大爷的神色变化, 本来是生气了之后, 突然变得神色不定, 偷偷拉远,我们的距离。 林大爷, 你退后的动作是认真的吗? 你这小小的动作伤害我多大。 陆金安捂着胸口一脸痛心。 行了, 行了你这小子, 就别演了。 林大爷乔卓陆金安捂着胸口无奈地说道, 走在前面的许虎来到一间40号的房间。 这40号房间也是走廊最尽头的房间, 也是最后一间的房间。 是用来测试武徒的房间。 许虎从裤兜内拿出一张像卡的东西, 之后上前刷在蓝色大门的智能锁上。 第一, 蓝色大铁门自动打开, 许虎带头进入, 众人也都纷纷跟在许虎身后进入, 陆金安也跟着进到这房间来。 陆金安好奇地打量这房间的一切, 这个房间地板, 天花板都是用蓝石铁做成的。 房间大概有100多平方米大小, 房间里放了很多不同的设备, 甚至有蓝石铁做成的机器人。 许虎看人来的差不多了便大声开口。 你们测试第一关就是, 测试你们的气血是否达到五图境界。 如五图一段就十气血, 五图四段就四十气血。 说完许虎走到一个测气血仪器前, 这次气血仪器是简单灰蓝色圆球, 而圆球下连着几条线在一旁的屏幕上。 许虎亲自示范将手握住灰蓝圆球, 然后将体内气血传输到圆球里, 之后连接着圆球的屏幕显示出650气血。 这可把众人惊呼出声。 太牛了, 许教官的气血竟然达到650, 这整整多我十几倍啊。 果然舞者境界和五图境界差别就是大, 舞图都是十气血生一级, 而舞者都是一百气血生一级, 差了十倍。 我的娘啊, 还是第一次见有650气血的, 六百多气血都能一拳打死我了。 兄弟啊, 不是一拳打死你, 是一只手指碾死你。 听到众人的讨论, 许虎的嘴角也忍不住向上扬, 心中更是得意。 陆金安小声对着林大爷说道, 你看他们都快把许虎夸成撬嘴了。 林大爷也小声对着陆金安说道, 你懂什么把他夸高兴了, 等下测试他就睁之眼闭之眼, 要不然他们这么卖力夸干什么。 陆金安没想到这群人竟然这么有心机, 太不道德了。 陆金安也跟着人群喊道, 这特吗?放个屁都倒崩死我了。 人群的夸赞声顿时就安静下来, 此时大家都心想, 不好群众里面有坏人, 竟然在偷偷搞破坏。 本来还得意的许虎, 听到陆金安喊出这句话, 上扬的嘴角抽了抽。 他娘的, 不知夸我还是损我, 还是说我的放的屁为力很大, 一个屁就能崩死你。 在陆金安周围的人, 都神色怪异地看着陆金安。 哪来的傻子, 有谁这样夸人的? 陆金安更是偷偷和陆金安拉开距离, 一副我不认识傻子的模样。 陆金安见众人的模样, 有些摸不着头脑, 明明自己夸了许虎啊。 为什么一个个表情怪异地看着自己? 陆金安想找陆大爷问问怎么回事, 转头一看, 陆金安? 刚才还在这, 怎么瞬间就消失了? 难道陆大爷在岛国学习过忍术, 能瞬间隐身? 陆金安继续向人群瞅了瞅, 突然发现, 陆大爷躲在人群后面, 一副我不认识你的样子。 陆大爷, 你躲在干嘛呢? 陆金安对着陆大爷喊道, 大家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想看看到底谁是他同伙。 陆大爷也惊出一身冷汗, 这小子想找我下水啊。 于是陆大爷继续向后躲了躲, 但陆金安可看见陆大爷了, 于是又喊道, 那剩三颗牙的陆大爷, 你要去哪? 陆大爷心里一紧张就用双手捂着嘴巴, 这下傻子都知道这是陆金安口中的陆大爷了。 就说怎么感觉这么眼熟, 原来刚才就是这一老一哨在一起。 徐虎也望向陆大爷, 好家伙还有同伙, 看等一下我收拾不收拾, 你们俩就完了。 陆大爷欲哭无泪, 又被陆金安坑了呀。 再也不跟陆金安在一起了, 这傻小子害我, 其实我和他不熟, 陆大爷还想最后挣扎一下。 第十七章 陆大爷五图八段, 众人鄙夷地看着陆大爷, 你不熟任性啊。 陆大爷瞧众人一副我不信你的表情, 也知道, 众人把自己认为和陆金安一伙的了。 陆大爷在心里咆哮, 他娘的再也不信这小子了, 又拉我下水。 不行, 以后见到陆金安都得绕路走。 这时, 徐虎的雄厚嗓音传来。 好了, 大家都开始测试气血吧。 众人听到徐虎这么说, 也不管陆金安和陆大爷两人 纷纷去排着队测气血。 徐虎则在一旁双手暴毙, 看着众人测气血, 好像忘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样。 徐虎当然不会为这点小事, 真的去报复别人了。 徐虎启示那般小肚鸡肠的人, 很快排在第一位的中年大叔, 手握在测试气血圆球上。 圆球连接着屏幕, 显示出气血43, 屏幕更是发出, 钉, 气血43点。 众人纷纷好奇地看向屏幕, 怎么也没想到, 这屏幕竟然会发出声响。 徐虎也瞧见众人反应, 开口解释道, 这是系统更新了, 新加了个语音系统, 刚才我测试忘了开, 之后我才想起来开, 没事大家继续测试。 还有那名测试完的人, 来我这登记名字和身份证, 银行卡。 中年大叔听到43点气血也不意外, 自己之前也去测过气血了, 当然知道, 气血43点了。 于是, 中年大叔就来到, 徐虎面前。 徐教官? 徐虎也看似了老熟人了。 中年大叔之前的几次测气血, 都是徐虎带队的。 徐虎从这间房拿出一台黑色铁盒子, 打开黑色铁盒子竟然是一台电脑, 电脑的左边则是一台验证机, 而电脑和验证机连接着。 验证机只有一个屏幕, 再无其他。 验证机主要用来验证身份信息是否同一个人, 主要是为了防止神灵教, 假装其他人来验证武者身份, 还有就是防止那些通缉犯也来验证武者身份。 其实,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的是检测你是否被异族占领了身体。 这个世界很奇怪, 有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个黑洞, 而从这黑洞出来就是异族。 为什么叫异族? 因为每出现一个黑洞, 里面出来的种族都不同。 有的是妖兽族, 也有的是出现鬼族, 也有出现这个世界不知道的种族。 不同种族能力也不一样, 也有可能出现那些能占领人类身体的异族。 不过现在一般是妖兽出现的比较多, 可以说一大半世界都被妖兽占领了。 而且这些种族很喜欢吃武者, 特别是那些气血强盛之武者。 经几千年的研究, 科学家发现这些异族, 这么喜欢吃武者的原因就是, 吃武者后, 异族也会提升自己的境界。 当然就好比我们人类吃妖兽, 也可以提升气血一样。 那中年大叔也测过几次气血, 也知道怎么操作。 中年大叔先来到电脑前输入名字、 身份、银行卡号码。 输完后就走到铁盒的验证机前, 按开始验证身份。 之后, 验证机就会弹出一根针。 中年大叔将手指刺穿, 中年大叔的鲜血也被验证机采集。 验证机屏幕显示正在验证中。 过了十秒, 验证机才显示出身份正确。 之后, 验证机就把采集中年大叔的那根针, 换成新的针。 旧的针则是被处理到铁盒里, 只要定期来换针就行了。 虽然麻烦,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而许虎在中年大叔验证中, 则是一直在防备, 要是显示出异族, 许虎就会当场将他击毙。 这也是, 为什么会让一个舞者进阶带队的原因。 很快, 第二个也开始测试, 又想起钉, 三十二气血。 第二个测试完, 也去许虎那验证身份。 陆金安看着排自己前面的林大爷好奇问道, 林大爷, 你现在武徒几段啊?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问自己武徒几段时, 嘴角翘起来, 脸上更是浮现骄傲大声道, 在下不裁, 才区区达到武徒八段。 林大爷喊得很大声,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武徒八段。 陆金安则是无语地瞅着林大爷, 什么鬼? 自己都一大把岁数了, 才达到武徒八段。 特么的, 还这么傲娇, 看林大爷这傲娇的表情, 不知道的, 还以为达到武圣了呢。 周围人听到有人说自己达到武徒八段, 还以为是哪个天才, 纷纷侧目看着林大爷。 结果发现, 是一个大爷到达武徒八段, 那没事了。 这么大年纪成到武徒八段, 也很正常。 林大爷见周围只是看自己一眼, 就转回去了。 还以为周围人没听到自己达到武徒八段, 于是更大声喊道, 我也是前几天才突然到武徒八段打。 陆金安额头布满黑线, 偷偷拉开点距离, 陆金安真害怕, 等一下有人会揍林大爷, 喊得这么大声。 周围的人也都脸色不好地看着林大爷, 喊这么大声想干嘛呢? 果然下一秒就有一个肌肉鼓鼓的中年大汉, 从队伍走出来向林大爷而去。 林大爷也瞧见肌肉鼓鼓的大汉, 竟然向他走来, 顿感不好, 连忙想拉陆金安下水。 但一转头就发现, 陆金安竟然退后这么远。 很快肌肉鼓鼓的大汉走到林大爷面, 用着凶狠表情说道, 大爷, 你别再大声叫了。 林大爷露出他紧剩的三颗牙, 陪着笑脸道, 是, 是, 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哼, 你最好别再叫, 要不然, 我连你那三颗大黄牙也给打掉。 中年大汉冷哼道, 随后又走回自己队伍的位置。 这时陆金安才渐渐兮兮地走上来说道, 林大爷, 这人太可恶了, 竟然说要打掉你仅剩的三颗大黄牙, 这是不让你再有牙吃饭啊。 林大爷见陆金安又走回来, 顿时气道, 哼, 一有事你就溜得最快。 陆金安脸上浮观冤枉啊的表情, 林大爷, 他要真打你, 我肯定第一个冲上来, 打他打的他妈都不认识啊。 林大爷又恢复渐渐兮兮的表情, 哼, 我用你帮, 我一个武徒八段高手会怕他, 刚才只不过给这年轻人脸子而已。 陆金安只好附和道, 林大爷就是威武。 林大爷顿时就来自信, 双手背在身后, 大爷我年轻时打遍天下无敌手, 同境界无敌手, 年轻后无敌, 真是太寂寞了。 陆金安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随后憋着笑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忍住, 大爷你继续说。 第十八章, 钱加倍。 林大爷得意的脸上一僵, 随后冷哼一声道, 你小子真不懂尊老挨幼。 陆金安看看队伍前, 此时测试完十多人了, 还有一个就轮到林大爷了。 行了, 行了, 林大爷快到你了。 林大爷才发现快到他了, 但嘴里还不忘说着, 小子等下你就看到我的气血有多高。 嗯, 好好, 陆金安无奈回道。 终于林大爷前面一个也测完了, 现在轮到林大爷了。 林大爷用他颤颤巍巍的手放在圆球上, 一秒, 三秒, 屏幕的声音也响起, 叮, 八十点气血。 林大爷听到语音播报, 一脸得意, 两只鼻口都翘得高高的。 陆金安在后面催促林大爷道, 大爷, 你快点下来吧, 到我了。 你小子急什么急? 林大爷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身体很实声地下来了。 之后, 林大爷便去许虎那验证身份了。 陆金安一脸轻松地走上前握住圆球, 毕竟自己系统都显示, 二十点气血肯定不会错的。 定, 二十点气血。 果然是二十点, 之后陆金安就走下来, 据许虎那里验证身份。 和之前中年大叔一样的操作, 先是填写基本信息, 之后就是验证身份, 一切正常。 陆金安这才激动地走到林大爷前, 小声道, 测完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测试, 能拿到钱了? 林大爷瞥了一眼陆金安嘴里小声说道, 想什么呢? 还有测试完成。 陆金安听到竟然还有测试, 顿时激动的心情又恢复平静。 小声问道, 到底有什么呀? 林大爷也悄悄小声道, 当然测你力气和实战, 只要这些你都通过才能拿到钱。 不过你放心, 只有实战算难点, 其他都很好通过。 陆金安这才明白, 难怪进来就发现这房间有一台机器人呢, 原来还要实战。 林大爷, 我怕你的牙会被机器人打掉。 陆金安渐渐息息地对着林大爷说, 林大爷抬手用中指手敲了一下陆金安脑袋, 小声道, 放屁, 我单手就可以拿捏机器人。 随后在两人的斗嘴中度过。 现在, 全部人都测完气血, 也都没什么问题。 徐虎看众人都完成了, 继续走到一块正方形大铁石上, 用手敲了敲大铁石说道, 这就是测你们力量的装置, 别看它外表很坚硬, 但你们一旦用拳头打在这装置上, 它会变软。 就像打在海绵垫上, 也就是说你们的拳头打在这大铁石上, 根本就不会痛, 放心大胆地打。 说完还亲自演示一遍给众人看, 徐虎向后退一步, 左拳猛地轰向大铁石上, 空气都被徐虎打出阴暴声, 之后徐虎就站到一边, 大铁石上竟然显示出数字一万三千斤力量, 大家都看到没? 行了, 大家开始测试吧。 陆金安剑徐虎竟然能打出一万三千斤力量, 把陆金安静的木凳口呆, 上一世人类最高就只能打出八百斤力量, 这徐虎随手一拳竟然能打出一万三千斤的力量, 徐虎也只是舞者境界啊。 果然高五世界就是牛, 那些强大的舞者能开山断海应该也是真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到底是多少了, 毕竟系统也只是想显示四十力量, 就是不知道多少斤。 这次林大爷竟然先去第一个测试力量, 林大爷站在大铁石后面五六步距离, 林大爷双手背在身后, 对着还在发愣的陆金安说道, 看好了, 我这一拳会很帅。 陆金安这才从思考回过神来, 陆金安也想看看五图八段能打出什么力量。 林大爷摆开架势, 气沉丹田, 又全狠狠地挥出, 打在大铁石上。 之后林大爷便收回架势, 而大铁石则显示出了一千六百斤力量。 林大爷忍不住的一道, 才一千六百斤啊。 在林大爷身后的人催道, 行了吗? 道我了。 林大爷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到一边。 之后陆金安也观察其他五图的力量, 发现五图每提升一段都是增加二百斤力量。 如五图四段就是八百力量, 六段就是一千二百斤力量。 那就可以推算出陆金安现在的力量大约在四百斤左右。 陆金安总算搞清楚自己的力量了, 之后就等测试就行了。 大家测试都很快, 竟然只剩陆金安没测试了。 陆金安看着眼前的大铁石, 深吸口气向后退几步, 这样才有发力空间。 而在一旁的林大爷也对陆金安喊, 你小子,加油啊。 陆金安本来有点紧张的心情, 被林大爷这一喊顿时消失无影无踪。 陆金安摆开架势, 左拳猛地挥出击打在大铁石上。 陆金安的拳头和大铁石相撞, 果然软软绵绵的。 陆金安也收起架势, 但眼睛一直盯着大铁石。 陆金安也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有四百斤力量。 众人也都望向大铁石, 毕竟这是最后一个测试力量。 众人也想知道这年轻人能达到多少力量。 很快大铁石就显示出八百斤力量。 陆金安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 自己的力量竟然可比五徒四段的力量。 这怎么回事啊? 难道我系统显示四十力量代表八百斤力量? 也就是说系统的十力量就代表二百斤。 众人也纷纷目瞪口呆。 这是五徒二段能打出的力量。 为什么自己五徒二段时就只是四百斤力量啊? 这八百斤力量都比得上五徒四段了。 徐虎也是目瞪口呆。 这就是天才啊。 徐虎之前也听过有的天才力量会比其他人高尚不少。 没想到整整高两倍。 林大爷的眼睛都快瞪出来。 没想到这是学校人喊的废物。 如果陆金安是废物, 那自己不就是老废物? 陆金安从思考中反应过来, 这才发现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陆金安被这么多人注视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说道, 大家都这么看着我干嘛。 徐虎最先反应过来, 顿时哈哈大笑地走上前拍了拍陆金安的肩膀。 哈哈, 你小子竟然还是个天才啊。 好样的, 小子, 放心我会跟会长申请, 将你每月的钱加多一倍。 陆金安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钱竟然还翻倍,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第十九章 实战测试。 众人也纷纷反应过来, 这就是天才啊。 果然, 天才是普通人比不了的。 普通人五图二段只能打出四百斤力量, 但天才却可以打出八百斤的力量。 林大爷也听到, 徐虎竟然还将陆金安每个月钱翻一倍, 那叫一个羡慕啊。 要是自己的钱也能翻倍, 也不用每月吃土了。 别问为什么每个月要吃土, 因为林大爷心怀爱心, 每月都会捐赠点钱 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美女主播。 陆金安也眼睛发光地看着徐虎说道, 真的吗? 徐虎见陆金安这副模样不由哈哈大笑, 真的? 骗你小子干嘛呀? 听到是真的, 陆金安就差没跳起来了, 看来以后真的只有混吃等死了。 徐虎看众人都测完了, 于是对着陆金安说道, 接下来就是测实战了。 你小子先给众人做个榜样。 啊, 那怎么测实战? 徐虎直接走到蓝石铁做成的机器人面前, 用卡将机器人激活。 很快被激活的机器人传来, 钉, 蓝石拳击者启动成功。 本来普普通通的机器人, 竟然直接变成机甲。 变成身穿蓝色机甲, 头戴蓝色军帽, 面容冷峻, 阴气逼人, 漆黑如墨般的毛子, 散发出凛冽的气息。 双拳上更是闪着金属光泽, 好像拳头肩不可摧一样。 这可把陆金安看待了, 之前这机器人看起来普普通通, 这特么还会变身。 看这外表, 怕不是一拳头能将我打死吧。 这比奥特曼变身还离谱啊。 陆金安颤颤巍巍地向徐虎问道, 我这是要和他打吗? 徐虎点点头, 放心以你的天赋不是随便拿捏他吗? 徐虎说完还拍拍机甲, 顿时就发出框框的响声。 陆金安欲哭无泪, 这机甲就是奥特曼, 自己就是被奥特曼打的怪兽啊。 陆金安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林大爷眼中闪过金光, 好像懂陆金安什么意思了。 我能不打吗? 陆金安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说出这句话, 自己真怕被这大铁块打出屎来, 为这一两千块不值得。 徐虎也一脸猛逼看着陆金安, 这小子怎么这么怂, 别的天才可是很牛气哄哄的, 别说和机甲打了, 狠起来自己的爹都敢打。 而且, 别的天才对自己的实力也很自信, 众人也都很猛逼, 这天才怎么这么怂啊? 这时, 只剩三颗大黄牙的林大爷跳出来, 林大爷先走到陆金安身边拍拍陆金安的肩膀。 随后, 林大爷用一副我很懂你的模样说道, 小安, 我懂你意思了, 这可把陆金安都搞猛逼了, 这林大爷又唱哪出啊? 众人也都好奇地看向林大爷, 这大爷到底懂什么? 林大爷见人都看过来, 清了清嗓子, 对着众人大声说道, 我懂小安的意思了, 其实小安根本就不是怂, 而是怕打坏机甲没钱赔, 所以才说自己不打。 要是打坏机甲不用赔钱的话, 我相信小安肯定会和这大铁块打, 毕竟小安可是天才啊。 徐虎这才反应过来, 口中喃喃自语道,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天才怎么可能这么怂? 众人也被林大爷一番话搞懂了。 你看看这他娘才是天才, 竟然怕打坏蓝石铁做的机甲。 果然天才的脑回路, 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陆金安, Sigma, 自己什么时候说过, 难怪林大爷一副我很懂你的模样子, 这他娘林大爷是个懂王吧? 还有林大爷这话就是捧杀, 现在陆金安要出口反驳, 那不就等于自己很怂吗? 好啊, 难怪自己平时见林大爷时, 总感觉林大爷的模样, 阴尸狡诈, 果然够阴尸啊。 林大爷站在陆金安身旁, 不由一阵得意, 自己果然很懂陆金安, 竟然把陆金安心中所想说出来。 现在陆金安应该很感谢我吧? 林大爷转头就看到陆金安那想杀人的眼神, 恨不得把错骨扬灰。 林大爷也被陆金安的眼神吓一跳, 自己不会误会陆金安的意思了吧? 应该不会吧? 林大爷还是赶紧走到人群里, 生怕下一刻陆金安就揍一顿他。 好啊。 好, 我果然没看错人, 真是少年英雄, 竟然害怕打坏这铁疙瘩。 徐虎的雄厚的嗓音传遍整个房间。 放心地打, 打坏不但不要钱, 我还给你钱。 徐虎把胸膛拍着响亮保证到, 陆金安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事到如此, 也没退路了。 于是, 陆金安豁下去了, 双手背在身后大声道, 没错, 我就是怕打坏这大铁块, 既然许教官都保证了, 那我也不怕打坏这大铁块。 说实话, 这种铁块, 我能一个打十个? 陆金安说完还用力挥了挥拳头。 徐虎满一点点头, 就凭这副胆气担得起少年英雄的四个字。 少年就要有陆金安这副胆气, 打不打得过另说, 但你有没有胆心跟他打, 这是个问题。 所谓狭鹿相逢勇者胜。 好, 大家都后退留给这位少年战斗的空间。 徐虎对众人喊道, 众人也纷纷向陆金安投去敬佩的眼光, 之后众人纷纷退到房门口去, 给陆金安留下巨大的战斗空间。 徐虎也对蓝石拳击者下令, 境界调到武徒四段。 蓝石拳击者立马发出机械声音, 以调到武徒四段境界。 徐虎这才走到陆金安面前拍拍肩膀, 知道你小子是武徒二段, 但力量也达八百斤, 所以面对武徒四段你应该没问题。 虽然你小子肯定想挑更高, 但为了安全着想, 就只要你打败武徒四段的蓝石拳击者就行了。 陆金安这才松口气, 原来可以调境界的啊。 陆金安还以为这机器人不能调境界的, 所以才害怕。 陆金安也顿时来自信了, 这小卡拉咪不随便拿捏。 陆金安此时自信爆棚, 这种我能打十个? 放心啦。 徐虎见陆金安这么自信也不好说什么, 这蓝石拳击者可以说同镜无敌, 因为他能掌握自身境界的每一分发力。 之前的武徒测试也只是在这蓝石拳击者下, 撑过三分钟就算合格。 根本就没有武徒能同境界打败蓝石拳击者, 更别说打败高自身两个境界的蓝石拳击者。 不过陆金安是天才, 或许真能打败蓝石拳击者。 爹, 二十, 张, 这就是天才啊。 随后, 徐虎就对着蓝石拳击者下令道, 准备开始战斗模式。 给陆金安留出战斗空间。 蓝石拳击者也发出机械声, 正在启动中倒数十秒。 九, 八, 七, 六, 一, 启动成功。 这可把陆金安看得如灵大敌, 这时人群中的灵大爷大声喊道, 小安, 加油。 人中的人也纷纷向陆金安喊道, 小伙子, 加油, 给我狠狠揍那铁疙瘩。 对, 给我打爆他。 就连徐虎也喊道, 不要怕打坏他, 放心绝对不会让你配。 陆金安此时也是自信心爆棚, 这小小武徒四段自己随便拿捏。 就在这时, 一直站在原地的蓝石拳击者终于动了。 蓝石拳击者先是活动活动, 他那机械手臂, 之后那机械眼就锁定陆金安。 陆金安和蓝石拳击者相差不过二十米。 这么近的距离, 陆金安决定先下手围墙, 气血在脚下爆发, 一跃向蓝石拳击者头部打去。 那蓝石拳击者面对陆金安打来的拳头, 也挥舞着那金属拳头打向陆金安的拳头。 当一阵击打金属声音响起, 陆金安的拳头也和蓝石拳击者相撞。 蓝石拳击者也被陆金安打退几步。 陆金安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 抬脚向蓝石拳击者的腹部踢去。 但机器人反应比人类还快, 当陆金安踢来时, 就用他双手挡下陆金安的脚。 之后更是想抓住陆金安的脚, 陆金安一击不成就赶紧撤回来。 这大铁块就是难打, 双脚站在地面,之后暴射向陆金安而去, 更是挥动金属左拳向陆金安脸上打去。 陆金安的神色终于认真些, 周身的气血爆发开来, 双拳更是有雷电闪过。 面对蓝石拳击者, 这一拳陆金安也不去挥动自己的拳头和他对碰上。 当! 这一声比刚才还大几倍, 蓝石拳击者也把陆金安打退五六步。 陆金安也神色凝重望着这大铁块, 这大铁块实在太硬了, 自己的拳头像打在铁块上, 不能再硬碰硬了。 蓝石拳击者拳头继续向陆金安轰来, 威力之大连周围都有破空声。 陆金安再次面对蓝石拳击者拳头, 不再硬碰硬, 而是在拳头到来那一刻躲开来。 蓝石拳击者一击落空, 陆金安也抓住这空隙一拳挥向蓝石拳击者的腹部。 又是当的一声。 蓝石拳击者也被打退十多米, 但好像陆金安这拳也没能造成什么伤害。 这蓝石铁连大武士都难打坏, 别说陆金安一小小武徒了。 这可把陆金安的眼睛都快瞪出来, 自己打他一拳他没事, 自己的拳头倒是痛了。 这怎么打嘛, 拼死也打不坏啊。 徐虎也神情一众地看着陆金安和这铁疙瘩。 陆金安和这铁疙瘩打得不分上下, 但时间一尝陆金安肯定先败。 毕竟陆金安的体力和气血无时无刻在消耗, 更重要陆金安打不开蓝石拳击者的防御。 不过也不一定, 凡事都有缺点, 就看陆金安找不找得到了。 众人也看陆金安竟然和这铁疙瘩打得有来有回, 顿时就欢呼。 妞妞, 给我狠狠地打他。 叫他自己打我打这么惨。 好不愧是天才, 这都打五分钟了, 这还高他二个境界。 就是, 平时和这铁疙瘩打, 我都是躲开他攻击拖时间的。 这位小伙子竟然还和这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这东西是用蓝石铁做成的, 根本就打不坏啊。 这怎么赢啊? 这根本就不可能赢。 不过这小伙子能和这铁疙瘩打得有来有回, 已经算厉害了。 林大爷则是继续愤怒大声叫喊道。 你小子, 给我打烂他。 就是这东西之前把特么的把我牙打掉几颗。 小安你要给我报仇啊。 人群都神色诧异地瞧着林大爷。 原来这位大爷的牙竟然还真是被打掉的啊。 陆金安也听到林大爷叫喊声, 差点没笑出来。 怪不得, 还剩三颗牙。 那再来和这机器人打一次, 那不是连牙都不省。 正在陆金安分神时, 蓝石拳击者竟然一脚踹向陆金安的腹部。 陆金安还没反应过来, 被踹飞二十多米。 痛, 太痛了。 这林大爷, 这是要害我啊。 但陆金安没时间管腹部的痛, 蓝石拳击者又冲上来一拳轰向陆金安。 陆金安一个鲤鱼打挺站来起来, 来不及多想象又一躲, 躲开蓝石拳击者这一拳。 之后当然是陆金安的反击了, 此时陆金安和蓝石拳击者相差不到一米。 陆金安的双拳都闪着雷光, 之后挥拳而出, 猛然轰向蓝石拳击者, 拳头带风, 呼呼作响, 一拳比一拳狠力, 猛攻蓝石拳击者的要害之处。 当当当。 当当声不计响起, 如同在铁匠打铁般发出当当的响声。 蓝石拳击者也被打得不断后退。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众人也都看到因为林大爷这几句话, 让陆金安分神了, 害到陆金安被踹飞。 之后就是陆金安一个鲁鱼打铁起来, 躲过攻击, 再反击。 林大爷还在继续喊, 好, 打的, 好给我狠狠地打他, 叫他打落我的牙。 众人也都表情像吃了屎一样, 这大爷不会再捣蛋吧。 徐虎也看不下去, 瞪了一眼还在叫喊的林大爷, 然后恶狠狠道, 别再说话, 再说话我就把你另三颗牙也给打掉。 林大爷顿时表情就变得委屈巴巴了, 嘴肚得高高的, 自己只不过为陆金安加油而已。 为什么还要打掉我最后的三颗牙? 徐虎瞧着林大爷这副委屈巴巴的模样, 差点就针上去把林大爷那三颗牙给打掉。 哦真的太恶心了, 不行, 不能再看了。 徐虎强行把注意力都放在陆金安身上, 陆金安的双拳不断挥动, 把蓝石拳击者打得连连退后, 但并没有对蓝石拳击者造成什么伤害。 突然被打得连连后退的蓝石拳击者, 在后退的功夫挥拳打向陆金安的头部。 陆金安一惊连忙收回拳头, 抵挡蓝石拳击者的拳头。 蓝石拳击者的拳头虽然被挡下来, 但陆金安的攻击也打断了。 蓝石拳击者也赶着功夫, 拉开距离。 陆金安则是在观察蓝石拳击者的能源在哪。 第21章 儿子不是轻生的? 机器人有什么弱点呢? 陆金安的大脑在飞速运转。 机器人的弱点? 有了! 机器人的弱点就是能量。 只要将能量破坏, 那机器人就等于废了。 想好后, 陆金安就在蓝石拳击者上不停观察, 蓝石拳击者的能量在哪。 刚好蓝石拳击者侧过身子。 找到了! 陆金安在蓝石拳击者后背的一处中心里, 发现有一个东西不一样。 怎么说呢? 蓝石拳击者的整体都是由蓝石铁做成的, 所以整体都是蓝色。 但它的后背偏偏有一处地方, 发出蓝色的光泽。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背中心一样。 只有从这打烂它, 自己才能赢。 陆金安陷入蓝石拳击者调整, 继续向陆金安杀来。 金属大铁拳打向陆金安的腹部, 陆金安也从陈思中反应过来。 这个距离也来不及躲闪, 陆金安只好也用拳头轰向蓝石拳击者的金属拳头。 陆金安被轰得后退几步。 之后, 陆金安就率先发起攻击, 运用F-5G八级拳, 以柔克刚用最少力气打出最有用的攻击。 陆金安此时的双拳竟然像得太极一样, 向蓝石拳击者打去。 蓝石拳击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也向陆金安发动攻击。 当陆金安的拳头和蓝石拳击者的拳头相碰时, 蓝石拳击者的双拳竟然被蓝金安的双拳轻轻一碰就, 推开蓝石拳击者双拳。 之后, 因为蓝石拳击者双拳被推开, 导致蓝石拳击者中门大开。 陆金安的八级拳打在蓝石拳击者的胸膛上。 这看起来没多大威力的八级拳打在蓝石拳击者胸膛上, 竟然让他连连后退。 之后, 蓝石拳击者更是没站稳, 跌在地上。 陆金安也趁着时机, 爆射向蓝石拳击者的后背上。 拳头上竟然还有雷电在游走。 蓝石拳击者反应也很快刚想站起躲开陆金安的攻击。 轰隆隆。 如同打雷般响声在整个房间响起。 这可把房间的众人都吓一跳, 还以为外面打雷了。 不过众人也反应过来, 哪里是什么打雷分明是陆金安使用了武技啊。 有识货的口中叫喊, 这是地级武技雷鸣拳。 什么? 武图二段就会地级武技了。 众人的惊呼声响起, 这陆金安还真的是给人太多惊喜了。 事情也发生在一瞬间。 拳位出声先响, 随后陆金安的拳头如同闪电般打向蓝石拳击者的能量。 这拳很快, 人的肉眼甚至没看到陆金安出拳。 陆金安的拳头也狠狠地打进蓝石拳击者后背的能量。 咔嚓一声响起, 蓝石拳击者的能量完全被打爆开来。 陆金安拳头的雷电也传遍蓝石拳击者的全身。 蓝石拳击者原本想站起来的动作瞬间停止了。 那双散发着红光的瞳孔也暗淡下去。 陆金安打完立马向后退开。 谁知这铁疙瘩还会不会动? 陆金安还是谨慎些。 过了一秒, 两秒, 五秒, 蓝石拳击者都没动静。 陆金安这才松口气, 自己赢了。 众人也都瞧这一幕随后目瞪口呆, 竟然真的打败这蓝石拳击者了。 这, 太不可思议了。 林大爷哈哈大笑道, 好小子, 终于帮我报仇了。 叫他打掉我牙齿, 给我打烂他。 徐虎也露出高兴的笑容, 自己这出了个超级天才。 到时报告给会长, 肯定也少不了我的好处。 众人的尖叫声, 惊呼声都在这一刻响起。 简直小母牛生牛, 一个字牛? 为什么别人不到18岁就这么天才? 而我已经38还是这么废物。 就是人比人, 比死人, 不行回去一定要问问我儿子是不是亲生的。 一位中年大叔叹息道, 站在中年大叔身旁的一位青年怪看了眼中年大叔, 最终还是好奇地问道, 这关你儿子是不是亲生的有什么关系。 中年大叔听到青年的话顿时怒道, 要不然, 为什么我儿子这么废物, 一点也不遗传我良好的天赋, 我都怀疑这不是我亲生的儿子了。 青年也觉得中年大叔说的有道理, 一般武道天赋都会遗传, 只要自己的武道天赋好, 儿子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 青年向中年大叔点点头说道, 是要回去查查, 你儿子是不是亲生的了。 对了, 我多嘴问一句, 你现在什么境界了? 中年大叔这才傲娇地说道, 我只是刚达到武徒三段。 青年? 他听到了什么? 这位大叔都有四五十岁了吧, 这特么才达到武徒三段, 竟然还不知自己的天赋很差。 不用查了, 你儿子一定是亲生的, 要是天赋好, 那才不是亲生的。 青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只好道, 嗯, 你儿子确实要去医院查一查了, 查查是不是也和你一样, 置礼低下。 中年大叔也怒道, 早就怀疑这兔崽子不是亲生的了, 越想越气, 竟然帮别人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不行, 回去一定要用我七匹狼狠狠地抽一顿那兔崽子。 而在家中年大叔的儿子, 不知为什么又眼皮一直狂跳不止,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 青年则是为中年大叔的儿子感到悲哀, 自求多福吧。 这时, 林大爷冲上来, 抱住陆金安嘴里再喊, 呜呜多谢, 你帮我抱着掉牙之仇。 被林大爷抱住陆金安满头黑线, 这林大爷怎么跟小孩一样? 还有这掉牙之仇, 又是什么鬼啊? 行了, 行了, 别一直抱住我。 陆金安嫌弃地把林大爷推开, 徐虎也乐呵呵地走上前, 小兄弟, 你太牛了, 连这铁疙瘩也能打坏。 陆金安见到徐虎, 还是不放心地问一句, 不用我赔钱吧? 哈哈, 说不用就不用, 我徐虎说出的话, 请笔金奸。 徐虎还是一副豪气的模样, 林大爷悠悠道, 是一诺千金吧? 什么请笔金奸? 徐虎瞪眼林大爷这又来拆台, 随后继续说道, 我说出的话比感情还坚固, 感情又比金奸, 那不就是情比金奸? 徐虎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说错话了, 只能忽悠林大爷。 林大爷也是摸了摸胡子,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哦。 陆金安? 这鬼话你也信, 明眼人都知道徐虎是在忽悠你。 又学到新的知识, 果然自己的知识太浅。 林大爷为自己又学到一个知识而高兴。 第22章, 陆金安其实不用给面子的。 徐虎也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大爷竟然这么好忽悠。 看着林大爷为学到新知识而高兴, 徐虎更愧疚了。 陆金安这才向徐虎问道, 徐教官, 我这测试算完成了吧? 徐虎也从愧疚反应过来, 听到陆金安的话, 徐虎点点头, 没错, 你的考核全部都完成了, 你的钱也会翻倍, 放心吧。 林大爷听到徐虎的话, 就悠悠地问道, 那这铁疙瘩坏了, 那我们还用测试吗? 徐虎这才反应过来, 对啊, 这机器人坏了, 还怎么给其他人测试啊? 本来以为陆金安根本就不可能打坏的, 这才让陆金安第一个上。 要知道, 陆金安能打坏这铁疙瘩, 就让陆金安最后才上了。 现在好了, 机器人坏了, 别人也没办法测试了。 陆金安也不意思地摸摸鼻子, 自己打坏这机器人, 别人都没办法测试了。 徐虎干大笑了笑, 我先叫技术人员过来, 看看修好他要多久吧。 众人差不多也听到, 这两人对话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他们都没测试啊。 不过机器人都坏了, 也没办法, 只能看徐虎叫来的技术人员能多久修好。 徐虎在众人注视下, 拿出最新出的波罗手机, 找到技术人员的电话, 打过去。 为了让大家安心, 徐虎就点了免提。 儿子给你老爹打电话干什么啊? 一阵电话铃声在徐虎手机响起, 众人都神色怪异, 这技术人员怎么设置这铃声? 徐虎的神色也浮现尴尬, 这什么鬼铃声? 没过多久对面就接过电话了。 喂, 老徐打电话给我干嘛? 徐虎这才说道, 老张, 我这蓝石拳击者坏了。 对面电话的人也被吓一跳, 声音都大上不少, 坏了, 怎么可能这蓝石铁有谁打得烂? 其实不是蓝石铁被打坏, 而是能量被打坏了。 徐虎解释道, 对面电话人也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有哪个猛人将蓝石铁打坏呢? 嗯, 不对, 又是哪位猛人将蓝石拳击者的能量打坏啊? 这个说来话长, 你现在来修要多久才能修好? 徐虎也没空说这么多, 直接向技术人员问道, 嗯, 需要换上新的能量, 大概也要一天时间。 对面电话的人思考一回回到, 徐虎听到要一天时间也没什么办法, 自己又不是技术人员也修不好这机器人。 行, 你尽快40号房间修好。 嗯, 好, 等一下我就过去。 说完, 对方就挂掉电话了。 众人也听到要一天时间才修得好, 于是纷纷看向徐虎, 看他决定怎么样。 徐虎在众人的注视无奈地说道, 大家都听到要一天时间才能修好。 你们明天再来完成最后的测试就行了, 真的对不起大家了。 众人也没办法纷纷散去, 只好明天再来了。 不过今天算见识到天才了, 耐把这机器人打坏。 这让陆金安尴尬的, 自己打坏机器人让大家都没办法测试了。 徐虎也看见陆金安的尴尬, 走过来拍拍陆金安的肩膀。 放心, 都说打坏不用你负责, 别有心理负担。 陆金安点头道, 好许叫官, 我都明白。 林大爷也跳出来安慰道, 就是, 就是, 耐把这东西打坏, 我要能打坏这东西, 我都能吹一辈子了。 这铁疙瘩被打坏也是活该, 特么, 把我的牙给打掉, 不打烂他都好了。 本来安慰陆金安的林大爷越想越气, 直接来到那倒地的蓝石拳击者, 用脚狠狠地踹着铁疙瘩。 边踹边叫, 叫你打掉我牙, 踹死你。 陆金安和徐虎, 都无语你这是安慰人吗? 还是要别人安慰你啊。 林大爷越踹越用力, 叫你打掉我的牙。 结果下一秒林大爷就发出一声, 哎呦, 陆金安见到原本在踹蓝石拳击者的林大爷, 竟然摔倒了。 陆金安连忙上前扶起林大爷道, 林大爷, 你怎么摔倒了? 林大爷神色更加气怒, 这机器人偷袭我, 害到我脚抽筋了。 陆金安, 哦, 刚才没看到这机器人动过啊。 不会林大爷, 踹到脚抽筋了吧? 林大爷也太弱了吧, 踹机器人都能踹抽筋。 陆金安真怕继续踹下去, 不是机器人, 化而是林大爷坏了。 林大爷, 你消消气。 陆金安拉着还想上去踹的林大爷。 林大爷不满地叫道, 别拉着我, 我今天必须将他踹烂。 陆金安放开林大爷我的手道, Sigma。 不对啊, 这小安不应该拉着我吗? 这大铁块, 踹到脚断都踹不烂啊。 算了, 再踹下去, 自己的老腿也受不了。 行, 小安我给你面子, 我就先放过他。 林大爷一副给面子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 下滑线, 其实不用给我面子的, 你老, 想踹就踹吧。 林大爷一瞪眼这陆金安, 还真是不给抬踢下。 不行, 这面子我给定了, 林大爷坚定道。 行吧, 陆金安早就看穿林大爷了, 相处这么久, 林大爷撅起屁股, 放什么屁都知道了。 徐虎无语看着这两个活宝, 这一老一少, 怎么这么不像正常人。 行了, 小兄弟叫陆金安吧。 徐虎向陆金安问道, 陆金安的眼神像见了鬼的表情, 这许教官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徐虎也看出陆金安的表情了, 额头布满黑线道, 你刚才填写身份信息时, 我都看到了。 陆金安这才明白, 对啊, 自己的身份信息, 徐虎看过啊。 徐虎继续道, 那以后我叫你小安, 你也不用叫我许教官了, 叫我徐虎就行。 陆金安当然不可能直呼徐虎的名字, 只好道, 以后我就叫你徐虎哥吧。 徐虎也无所谓道, 你喜欢叫什么, 就叫什么。 对了, 小安是五图二段, 本来只有一千, 但我给你翻倍成两千, 经个月底前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 陆金安听到有两千块钱, 眼里都冒小星星了, 自己也可以吃泡面加条长了, 不只能加长还能加个蛋, 生活一下子就美滋滋起来。 那就多谢徐虎哥了。 徐虎无奈地笑了笑, 这小子怎么听到有两千块钱眼里就有光呢? 第23章 五道客 陆金安和徐虎闲聊几句, 之后就向徐虎告辞了。 随后, 陆金安还请林大爷吃了一顿饭, 毕竟陆金安答应请林大爷吃饭, 还是要做到的。 直到中午二点多陆金安才回到出租房, 陆金安还是小心翼翼地打开那破烂的房门。 每次一回家, 对待着房门比媳妇还要小心。 不对, 好像我也没媳妇。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陆金安吃饱喝足, 当然去睡觉了。 躺在小床上, 陆金安就秒睡着了。 就算房子着火, 陆金安可能都不知道。 一直睡到晚上七点钟, 陆金安才迷迷糊糊醒来。 不是睡够了, 而是陆金安被恶醒了, 要不是被恶醒, 陆金安都能睡到明天早上。 丁, 宿主睡觉五个小时二十分钟, 获得的五点三三点属性。 脑海响起, 陆金安打了个哈欠, 起身来到中午就打包好的快餐面前吃了起来。 陆金安也仅仅用五分钟就吃得一干二净了。 陆金安满意地打个宝格, 去厕所洗了个热水澡。 陆金安洗完澡又回到小床睡觉, 吃饱就睡, 这种生活美滋滋。 陆金安竟然用三秒才能入睡, 嗯, 肯定今天睡太多了。 一日清晨, 当阳光照在陆金安脸上, 陆金安正在做着奥特曼打小怪兽的梦。 陆金安是小怪兽被奥特曼打的。 陆金安口中一直在叫, 别打了, 再打我屎都打出来了。 奥特曼才不管陆金安的叫喊, 直接向陆金安发射出斯派休姆光线。 奥特曼右手储蓄附近能量, 左手储蓄正极能量, 双手接触组合在一起后产生了斯派休姆能量, 在一瞬间内转化为电火花能量流射线, 以近光速的速度发射向陆金安。 陆金安大喊道, 我好像看到光了。 随后, 陆金安就被阳光照醒了, 陆金安起来骂骂咧咧的, 这奥特曼真不是的东西, 竟然用出斯派休姆光线。 叮, 宿主睡12个小时, 获得的12点属性。 之后, 陆金安一样起床刷牙, 下楼卖早餐, 上去吃完刷一会抖手, 又继续睡觉了。 就这样, 陆金安除了起来吃午餐和晚餐加洗澡, 都是在睡觉度周末。 星期一, 鬼子进村了, 还睡快起来逃命了, 吧, 死啦死啦的。 陆金安的手机铃声又响起来, 陆金安被迷迷糊糊吵醒, 自己讨厌起床, 有种棺材板被掀开的感觉。 叮, 宿主睡12个小时, 获得的12点属性。 陆金安就这反应过来, 今天就是周一了, 刚好有五道客。 老魔头今天怕是连我的屎都打出来。 对了, 这两天这多少属性点了? 陆金安连忙联系, 系统。 系统, 给我打开属性面板。 好的, 宿主,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20加, 五图二段, 20分之20。 力量, 40加。 速度, 30加。 防御, 29加。 精神, 9加。 功法, 神雷九霄, 熟练, 入门, 20分之5。 5G, F级八级拳, 熟练入门, 20分之5。 D级雷鸣拳, 熟练, 入门, 20分之5。 未分配属性点, 39。 陆金安昨天从早上睡到 晚上一共9点多属性点。 再加上周六的属性点, 就刚好39点。 先把SSS及功法神雷九霄 加到20看到时会有什么变化。 之后就再加15点到雷鸣拳上, 最后都加到气血上。 那样, 实力肯定会有质的飞跃。 系统给我加15点属性 到神神九霄上, 15点属性给我加到雷鸣拳, 最后9点加到气血上。 好的, 宿主已加点完成。 随后, 陆金安就感觉到 自己体内冒出一股庞大的气血。 身上更是有雷光闪烁。 过了几分钟后, 陆金安身上的雷光才消失。 陆金安感受身内强大的力量, 忍不住握了握拳。 系统调出属性面板。 好的, 宿主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50加 五图五段 5060 力量 90加 约等于2000斤力量 速度 70加 防御 68加 精神 25加 功法 SSS及功法神雷九霄 熟练 小乘 20斜杠100 5G F及八级拳 熟练入门 5分 D及雷鸣拳 熟练 小乘 2060 未分配属性点 0 自己明明只加9点属性 怎么变成气血50了? 对了 功法自己将 SSS及功法神雷九霄 提升到小乘 自己的气血也增加了 本来自己家的9点气血 应该是29点气血 但现在 多了21点气血 不愧是 SSS及功法 还有自己的力量 比普通五图强 也是这 SSS及功法的作用吧 现在有2000斤力量 都能跟五图时段 碰一碰了 更重要的是 陆金安这气血 自带雷属性 跟小乘雷鸣拳配合 可以说 五图之下无敌手 武者进阶 陆金安 现在还可能打不过 刚刚晋升武者的力量 大概有4000斤力量 差一倍怎么打 用头打吗 不过陆金安相信 不用多久 他就可以暴打 武者境界的人 除此之外 陆金安还发现 SSS及神雷九霄的熟练度 竟然变多了 比D级武技雷鸣拳 多了40熟练度 多就多吧 毕竟这是 SSS及功法 怎么能和其他功法比呢 以陆金安现在的实力 虽然说 还是会被老魔头暴打 没办法 这老魔头的境界 在武者二段 现在的陆金安还打不他 所以 提升了个寂寞 陆金安高兴的表情 瞬间变成哭丧着脸 一 可恶 到头来 还是要被暴打一顿 陆金安坐在床上乱踹 但也没事要办法 希望老魔头 看在我英俊的脸上 手下留情吧 陆金安拿起手机 看眼时间 现在7点05分 现在要赶紧起来刷牙洗面 再去买个早餐 然后坐公交车去学校 这次绝对不能迟到啊 要不然会被老魔头收拾得更惨啊 连忙起床走去卫生间刷牙 洗面 不到一会 陆金安就全部弄完 但又看到自己英俊的脸 忍不住自恋起来 真他们帅 每次看到自己的帅脸 都被自己给帅到了 第24章 陆金安借灵为下的白丝 果然不能看镜子 一看镜子 陆金安又自恋了几分钟 随后 陆金安就匆匆地出门了 还是在马路对面 买了包子和豆浆 很快 陆金安就吃完早餐 随后搭上公交车去学校 高五义中大门口 陆金安躲在学校对面的墙角 瞧着门口站着两位大爷 犯起了难 现在有两位大爷都站在大门口 用四双眼睛 死死盯着进入学校的学生 陆金安甚至能听到周大爷正在说道 这陆金安小兔崽子 怎么还没出现啊 竟然把大爷当猴耍 必须给点颜色他瞧瞧 李大爷也在一旁附和道 就不信 陆金安今天不出现 特么的 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 只有林大爷 猥琐地抱着个手机 坐在学校门口处 时不时露出他三颗大黄牙 林大爷还好说 其他两位大爷见的 我肯定不会轻易放我进去 早就知道不逗大爷了 害到现在 门口都不敢进去 怎么办 才好呢 有了 找个头套戴上大爷们 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真聪明 哇哇哈哈 不对 现在去哪找头套啊 就在陆金安思索时 林维下也瞧见 躲在墙角落里的陆金安 陆金安现在躲在 学校门口对面的一面墙上 刚好被林维下路过看见 于是 林维下就好奇地上前 拍拍陆金安的肩膀说道 陆金安你在干嘛呢 正在思考的陆金安 也被林维下 突然拍拍肩膀吓一跳 转头就看见 清纯可爱的林维下 陆金安这才小声解释道 我把看门大爷全部得罪了 正想怎么进去呢 林维下惊呼出声 啊 不会吧 你做了什么 怎么把大爷们得罪了 陆金安撇了撇嘴说道 没什么呀 就只是讲讲故事而已啊 林维下担心道 那你现在要怎么才能进得去啊 我早就想好了 找个头套戴上 这样大爷就不知道是我了 陆金安傲娇地说道 林维下 这办法能行吗 这太不靠谱了 林维下还是弱弱地问道 相信我 陆金安把自己胸膛拍得啪啪响 陆金安突然看向林维下 林维下今天身穿一套JK制服 上半身是胸前戴有深蓝色领带的 白色短袖村衣 下半身是深蓝色格子短裙 配小白鞋和白色丝袜 将笔直白嫩的长腿 衬托得十分诱人 再加上林维下被陆金安盯着 竟然害羞 此时白皙无瑕的皮肤 透出淡淡红粉 薄薄的双唇如玫瑰花瓣 娇嫩欲滴 简直清纯可爱 让路过的学生都忍不住看上两眼 更有不少学生都认出 这不是他们的林大笑花吗 怎么会在这呢 林维下也被陆金安 一直盯着害羞了 哪有这么盯着女孩子看的 顿时就支支吾吾对陆金安说道 这么看着我干嘛 陆金安没有回答 只是直接拉着林维下白皙的手 向偏僻的角落走去 林维下此时也猛了 这陆金安怎么敢直接拉她手的 这也让林维下忘记反抗 这让路过的不少学生纷纷看到 顿时七嘴八舌讨论起来 那是谁竟敢拉 我心中女神的手 那好像是学校出了名的废物陆金安啊 林大笑花怎么被陆金安拉着手啊 今天看来要有大新闻闻了 林大笑花追求着这么多 陆金安那小子怕是要被揍 活该 竟敢拉林大笑花的手 此时 陆金安把林维下拉到偏僻的角落里 林维下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把陆金安的手甩开 这才气鼓鼓道 你怎么能随意拉女孩子的手 还有你把我拉到 这要干什么 陆金安刚才也是情急之下 才拉林维下的手 陆金安连忙道歉 不好意思 我才刚是想到我怎么找到头套了 林维下嘟着嘴道 那关我有什么关系 陆金安用眼望向林维下 短裙下穿的白丝 林维下也瞧见陆金安的眼神顿时说道 你不会想要我把袜子 给你当头套吧 陆金安确实是这么想的 现在快到八点了 再不进去 肯定又迟到了 到时 老魔头肯定不会放过他 可能上五道客奏的更狠 没错 陆金安诚实地点点头 不可能 你想都别想 哼 林维下才不会把他的袜子 给陆金安呢 陆金安连忙说道 我请你吃一顿饭可以吗 哼 想和我吃饭人多了 不行 林维下冷哼道 陆金安也没办法 只好哭丧着脸 双手摊开道 好吧 林维下见陆金安哭丧着脸 也不知怎么心软小声问道 你不怕臭吗 陆金安眼睛微微一亮有戏 放心 我不怕 臭不臭 取决于长得漂不漂亮 就以林维下的长相 一定是香的 林维下支支吾吾道 借给你可以 但你等一下要还回来哦 林维下也在网上看过 有很多变态男 会对女生的袜子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所以 这才叫陆金安还回来 陆金安拍着胸膛保证道 放心 只要我进去了 我就还给你 林维下这才脸通红的 把小白鞋脱掉 伸出穿着白丝的狱卒 再用手把白丝慢慢脱下 露出光滑白皙的大腿 最后露出小巧玲珑的小脚 白皙的小脚背上的肉色 便如透明一般 隐隐显出 下面那几根纤细的动脉静脉 此时 狱卓般精致的脚趾 因为害羞在微微卷缩着 这可把陆金安看得直咽口水 这要了他的老命啊 对于陆金安这种老色批来说 太诱人了 这狱卒食品级别 可实用 林维下脸也红扑扑 干脆也把别一边脱了 毕竟只穿一条白丝 会很奇怪的 随后 林维下把刚从脚上脱下来 还有余温的白丝 递给看愣的陆金安 陆金安还没从林维下 白皙的小脚回过神来 林维下就把刚脱下的白丝 递到陆金安眼前 陆金安这才反应过来 慌慌忙忙的接下 林维下见陆金安这副模样 嘴角也忍不住向上扬 果然 没有男人能抵抗得住 我的美貌 陆金安接过白丝 就闻一股枝子花香 很好闻 果然林维下的白丝 都是香的 林维下把另一条白丝收好 脸红彤彤的对着陆金安说道 你千万不能对我的袜子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 什么 我是这种人吗 陆金安不满说道 第25章 什么有劫匪闯学校大门 哼 谁知道你会不会对我的袜子 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林维下嘟着嘴哼道 你瞧不起谁呢 我才不会干这种事情吗 陆金安见自己竟然被质疑 顿时反驳道 才不跟你说呢 我看着你走进学校大门 然后把我的袜子还回给我 林维下还是害怕陆金安对他袜子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于是就想出这办法 行吧 陆金安当然也没意见 自己真的只是想进学校而已 走吧 林维下先从偏僻的角落走出 陆金安也跟在林维下后面 不少学生都看见 陆金安拉林维下进角落 随后过几分钟 林维下原本穿在腿上的白丝 竟然不见了 林大笑花 不会拿白丝奖励陆金安吧 这下 傻子都知道 陆金安和林维下有关系啊 陆金安在大家注视下 尴尬地把手里的白丝 收在裤兜内 众人 咦 众人都快羡慕死了 林大笑花穿过的白丝 竟然还真在陆金安手上 林维下也被众人的注视下 搞到脸红了 嘴里小声道 哼 都怪陆金安 让大家都看到了 看来林大笑花真被拿下了 我好酸啊 这陆金安给我等着 有机会 我把他屎都打出来 众人讨论纷纷 陆金安也不管令人怎么说 把林维下的白丝套在头上 随后 陆金安闻到更浓郁之紫花香味 随后 陆金安感觉自己呼吸不了 还只能看到白茫茫一片 不过还是能看清轮廓 特么的 忘了给自己鼻子 眼睛 留四个洞了 不管了 先冲进学校大门 众人 众人眼睛都瞪出来了 这陆金安到底要干嘛 陆金安距离学校大门只有二十米 于是双脚如风火轮般 快速向学校大门冲去 学校大门周围的不知情的学生 突然看见一个 套着白丝头套男子 冲向学校大门 纷纷尖叫起来 啊 有劫匪要劫学校了 保安大爷快制服他 对 保安大爷有三个 三打一优势在我 林维下在远处望着陆金安 如同劫匪般冲向学校大门 额头冒出黑线 刺激怎么听了 陆金安的鬼话啊 而看到陆金安戴上白色的学生 也惊呼道 好家伙 这是要办劫匪进学校啊 这一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陆金安竟然还真做了 放心 门口的保安大爷不是吃素的 陆金安怕是没进到门口 就被制服了 兄弟 你说什么胡话 这三个保安大爷夹起来 都错不出一副牙 还制服陆金安 学校门口的三位大爷 都听到众人的尖叫和惊呼 差点没下尿 林大爷更是手机都吓掉 而手机还传出夹子声 谢谢 林大爷送的爱心 林大爷此时也没空管手机了 三位大爷都看向冲向来的劫匪 劫匪头上还带着白丝 来势汹汹 三位大爷的腿都抖了起来 林大爷虽然很害怕 但还是对着冲过来的陆金安大声喝道 我是舞者八段 你现在 离开我饶你一面 陆金安当然不可能停下了 继续向大门冲去 李大爷见快到眼前的劫匪 双手捂着胸口 嘴上更是大喊道 我要晕了 随后便慢慢悠悠地躺在地上 双眼一闭 林大爷 周大爷 众人 有你这样晕倒的 傻子的都看出 这是装晕 还有装晕能不能装向点 你妈 还慢慢悠悠地躺在地上 周大爷也反应过来 为这几千块拼什么命啊 自己年纪也大了 还想多活几年呢 于是周大爷口中大喊 劫匪给我死 周大爷一个跨步冲向陆金安 结果还没冲几步就突然倒下了 周大爷口中更是大喊 竟然偷袭七八十岁大爷我 不讲武德 随后双眼一闭 又如同李大爷一样晕了过去 众人 林大爷 Sigma 一个个都晕得这么快吗 看来这把是巅峰赛 林大爷心中想到 看着冲来的陆金安 林大爷竟然也冲向陆金安 像是要将陆金安制服在这 突然林大爷脚下 像是不小心被地下的小狮子绊倒 哎呦 林大爷也被绊倒在地上 双眼一臂晕了过去 好伙家 三位保安大爷全军覆没 陆金安也看不清什么情况 只好继续向里冲 冲到林大爷倒地的地方时 陆金安感觉自己 好像踩到什么东西 还发哎呦声 但陆金安也管不算这么多 此时已经快进学校大门了 林大爷此时被陆金安 四十三码的大脚踩在脸上 本来晕迷的林大爷 竟然还能发出 哎呦 陆金安快速向学校大门冲去 只留下脸上 有着四十三码的大脚印的林大爷 林大爷此时心里骂道 这特码都踩中我 都说厚脸 厚的人能挡住大嘴巴子 但怎么挡不住四十三码大脚呢 陆金安也终于冲进学校大门口 随后就向没有人地方继续冲去 陆金安终于冲到没有人的角落里 这才将被汗水打湿的白丝拿下来 差点就闷死 陆金安大口大口喘着气道 休息一会后 陆金安这才注意 手上的白丝因为汗水倒湿了 完了 这怎么解释啊 另一边 在陆金安冲进去后 林大爷的脸顶着四十三码大脚印 最先起身大喊道 快报警 有劫匪杀进学校了 随后倒地的李大爷和周大爷 也起身附和道 没错 赶快报警 那些知道劫匪是陆金安的人 纷纷向三位大爷说道 大爷 刚才那是陆金安 没错 是陆金安那小子 三位大爷傻眼了 我都装晕完了 现在才跟我说是陆金安那小兔崽子 要知道 是陆金安肯定揍得连他妈都不认识 那些不知道劫匪 是陆金安的学生 进个学校大门搞这出 牛牛陆金安也是第一人了 哈哈 陆金安都不用动手 三位大爷就自己到了 指望三位大爷 还是洗洗睡吧 三位大爷听到众人的讨论 也是脸红得发慌 他奶奶的陆金安 给我等着 三位大爷在心里狂叫 林大爷李星更是怒吼 这陆金安竟然用四十三码的大脚 踩我英俊的面孔 此仇不报 势不为人 而陆金安还不知 现在陆金安为这条尸穿的白丝发愁 完了以林维夏的性格 肯定以为我做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这就是不是屎也是屎吗 第26章 完了陆金安要被打出屎来了 学校偏僻的地方 林维夏看着被汗水弄湿的丝袜 眼神厌恶地看着尴尬无比的陆金安道 没想到 竟然对我的袜子做奇奇怪怪的事 就不应该相信你 冤枉啊 我是这样的人吗 这是因为太门热 汗水打湿的 陆金安解释道 就说林维夏会误会自己 太冤了 自己什么也没干啊 哼 你觉得我会信吗 林维夏撇了撇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把丝袜弄脏 再用水洗干净 还说是汗水弄湿的 我才不信 陆金安 意 爱谁爱谁 毁灭吧 你爱信不信 陆金安无力说道 林维夏见陆金安竟然不解释 还说出自己爱信不信的话 顿时就生气了 哼 以后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变态丢袜子 做这种事情 我说没做过 就没做过 你要是不信我 我也没办法 陆金安无奈地说道 林维夏见陆金安 确实也不像在撒谎 自己也冷静下来 好好想想 陆金安进学校 没到五分钟 自己就找到他了 应该不可能 这么短时间做完吧 林维夏小声道 就算你没干 但也把我袜子弄脏了 陆金安也知自己理亏 只好道 那我拿回去洗干净 林维夏傲娇地 撇了撇嘴 我才不会让你 把我妹子带回去呢 那你想怎么办 陆金安双手摊开说道 你要再请我吃一次饭 一共要请我吃两次 林维夏也不畏为陆金安 只是叫陆金安请吃饭 行 没办法 我同意了 陆金安对此也没意见 叮铃铃 舞者们上课时间到了 赶快回去教室上课吧 陆金安听到铃响 顿感不妙 赶紧拿出手机一看 刚刚好八点钟 这可陆金安的眼睛 都瞪出来 自己辛苦辛苦 为了就是不迟到 结果还是要迟到了 林维夏也听到上课灵响了 倒霉觉得有什么 自己都五途七段 就算迟到老师 也不会说什么 陆金安可不同了 要是今天迟到 那老魔头 那不得打死我 陆金安来不及多说 把林维夏的白丝 塞回林维夏手里 然后快速说道 我先去上课 中午放学校 我再请你吃大餐 还没等林维夏说什么 陆金安 就一溜烟就跑了 林维夏白皙的手上 拿着陆金安赛过来的白丝 看着陆金安竟然跑得这么快 小嘴不满的小声道 跑这么快干什么 此时的陆金安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 向上武道客的教室跑 希望赶在老魔头之前 赶到 很快陆金安就来到武道客教室外面 武道客的教室和其他教室都不一样 武道客的教室一般都很大 大约在500平方米大小 可以说是一个小型广场 陆金安刚赶到 就听到林天海的声音传到教室外面 这陆金安今天又迟到 他奶奶的 等他来我飞把他打出屎来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的声音 心想完了 无奈陆金安只好推开教室门 站在教室广场的众人纷纷向门看去 瞧见是陆金安纷纷窃窃私语了起来 这陆金安要完了 谁叫他 今天都敢迟到 你们听说了吗 陆金安和林大笑花谈恋爱了 真的假呀 林天海瞪一眼众人大声道 都给我安静 众人见林天海出声 也不敢出声 林天海这才看向一旁 想偷溜进人群的陆金安 陆金安 你对我站着 陆金安这才尴尬地笑呵呵道 老林 你听我解释啊 解释 我倒要看看你 还有什么借口 之前迟到不是扶奶奶过马路 就是扶大爷过马路 你特么 还有什么借口 林天海脸不信陆金安道 老林 今天迟到 真的是有事啊 陆金安大声说道 哦 你倒是说说 林天海皮不笑若不笑 自己还不懂陆金安 每次都说迟到有事 但觉得我会信吗 老林啊 我迟到是因为 刚才有劫匪闯进学校 我英勇无畏地上前 制服劫匪 然后上课林就想了 你看看 我都满头汗的赶来 陆金安指着自己额头的汗 林天海眉头一皱 难道这是真的 看这小子 也不像说谎啊 有知道陆金安 是劫匪的人 顿时笑出声了 随后小声道 哈哈 劫匪不就是 陆金安自己吗 对 对我也听说了劫匪 就是陆金安 似我还听说 陆金安带的白丝 是林大笑花穿过的 这陆金安姐 直真该死啊 竟然带林大笑花 穿过的白丝 呜呜呜呜呜 这是刘洋 跳出来了 对着林天海说道 班主任 我要举报陆金安说假话 林天海 其实也听到众人的讨论 也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你说 刘洋 陆金安到底说什么假话了 林天海盯着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被林天海盯着心里一阵害怕 BBQ了 刘洋先是得意地看着陆金安 随后才向刘洋 向林天海说道 这个劫匪 根本就是陆金安 这时又一位长得比较帅男生 跳出来道 没错 陆金安扮成劫匪 闯学校大门 他名张沸 是班上气血最高之人 达到了武途二段 同时也是林大笑花的爱慕者 听到陆金安竟跟林大笑 花谈恋爱了 气得直接跳出来 同时也相信这是谣言 毕竟我心中的女神 怎么可能和陆金安这废物谈恋爱 不过还是要针对陆金安 给点颜色 给陆金安看看 张沸说完还眼睛凶狠地 盯着陆金安 陆金安 这怎么又跳出个人啊 记得自己跟张沸 一直没仇没怨 这眼神都能吃了我了 林天海也盯着陆金安 你小子竟然还打扮 劫匪进学校 你想干嘛 老林 你要听我解释啊 陆金安还想狡辩一下 结果林天海完全不给机会道 不用说了 今天我刚好直点指你武技 刘洋附和道 班主任让我先来指点指点陆金安 张沸也抢道 让先我来指点指陆金安的武技 林天海思索一阵后就说道 刘洋你先和陆金安对打 第二张沸 还有 不能下重手 我会在旁边看着 林天海想让陆金安知道自己 和别人实力的差距 也好让陆金安努力点修炼 毕竟今年高三 还有没到八九个月就无考了 第27章 末期少年穷 刘洋和张沸两人听到自己 能和陆金安切磋 瞬间就兴奋无比了 刘洋嘴角都住不住笑 对着陆金安说道 放心 我会用好好指导你的 刘洋说到好好两个字 加重了声音 张沸也不甘示弱 用眼神狠狠地盯着陆金安 陆同学等下拳脚无眼 要是打伤你了 可别怪我啊 众人都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这两人明显都是陆金安的仇人 虽然有林天海在 这两人最多 就只能揍一顿陆金安 但这可是一场好戏啊 陆金安也听到林天海的话 自己只要和刘洋和张沸切磋 比刘洋和张沸还要兴奋 至于两人的威胁话 现在放得多狠 等下就打得多惨 刘洋和张沸自然也看到 陆金安脸上的笑容 两人心中都想到 好啊 还笑得出来 等下就打得你哭着回去找妈妈 这场景让陆金安 想起小说中的主角和反派 反派总喜欢挑衅主角 随后又被主角拍拍打脸 现在自己就是主角 而那两个小卡拉咪就是反派 等下自己拍拍打两人的脸 随后更是被众人崇拜 半猪吃虎 果然爽 谁是谁知道 哇哈哈陆金安竟然忍不住笑出声来 林天海 这陆金安不会被吓傻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刘洋和张沸两人 也都一脸猛逼地看着陆金安 这是要装疯卖傻 躲过自己的一顿揍 班上的同学 哦 怎么也没想到陆金安竟然还笑出来 陆金安也察觉众人都看着自己 知道自己的小毛病又犯了 一旦想到高兴的事情 就忍不住笑出来 但陆金安面对众人的注视 丝毫不尴尬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就是他们 我的小脑袋挂 就是聪明 在大家的注视下 陆金安深吸口气 准备说出主角的名言 陆金安依附收到欺辱模样 大声喊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河西 末期少年穷 今日之耻 来日百倍奉还 说完双手背在身后 四十五度抬头望天 林天海Sigma 刘扬和张沸 零 零 众人 他妈 这陆金安又搞哪出啊 怎么好像受尽众人 欺辱的模样 他奶奶的 陆金安不去演戏 可惜了 刘扬和张沸心想 不至于 不至于 怎么搞得自己 像小说的反派一样 在欺辱主角 林天海也回过神来 脸上浮现几条黑线 看着 还在四十五度抬头的 陆金安怒吼道 你小子是不是小说看多了 还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那么的 之后是不是到中年 就末期中年穷 到老年是不是就 末期老年穷 到棺材 是不是末期死人穷 陆金安 Sigma 这剧情不对啊 怎么大家 不是一脸震惊 还有这老模头 说什么大实话 众人听到林天海的话 纷纷大笑 扑痴 这陆金安 是不是逗逼啊 哇 这陆金安 不会想让刘阳和张沸 两人笑到肚子疼吧 然后就轻易拿下两人 哇 不行了 笑到肚子疼了 一位男生 双手抱着肚子 还在大笑 刘阳和张沸 也都笑喷了 刘阳边捂着肚子 边对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 不得不你的计划很完美 想让我们笑到没战力 但是不可能 果然主角都是被嘲讽的 而后拍拍打他们脸 林天海也制止 还在笑的众人 好了 现在刘阳就和陆金安 赶快开始切磋吧 大家也可以自己找人相互切磋 这样在实战中 能更好的 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刘阳也停止大笑 随后 还是忍不住笑意 看着陆金安道 走吧 我们上擂台切磋 这个教室里 明竟然还修了 三座擂台 如果想和别人切磋 就必须上擂台 建这些擂台 主要是为了防止武者 在打斗中 破坏教室 这些擂台 也是用特殊材料建成的 武师境界以下都打不烂 陆金安也没意见 本以为是林天海亲自下场 没想到 竟然叫这两个小卡拉咪来 自己单手拿捏他 刘阳则是向最近的擂台走去 陆金安也跟在刘阳后面走去 众人也如吃瓜群众纷纷跟上 这么精彩的戏 可不能放过 刘阳走到擂台下 轻轻一跃就跳上一号擂台 吃瓜群众则是想看看 陆金安怎么上去 刘阳有气血九点 当然可以轻松上去 而陆金安气血两点 想学刘阳这样上去有点难 林天海也跟上来 只要刘阳一出重手 自己就可以随时救下陆金安 陆金安见刘阳这骚包 竟然这么上擂台 有台梯不走 非要跳上去 那岂不是自己走台梯会很没面子 不行 自己可是很在意脸面的人 陆金安也准备学刘阳一样跳上去 对于跳上擂台 陆金安只能说小KS 陆金安先双手背在 然后脚轻轻一跃上擂台 此时陆金安双手背在身后 跃上擂台 竟然比刘阳还要潇洒 众人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是和刘阳一样 跃上擂台 陆金安的小神眼 也瞥到众人震惊的表情 心中不由得意道 有面子 太有面子了 结果陆金安因为刚进生五图五段 对自己的力量不太熟悉 跃上擂台时 因为没站稳 直接摔了个狗吃时 哎呦 班上的同学们 不吃 确定了 这陆金安是一个逗逼 哇哈哈 请问陆金安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 刘阳更是捂着肚子 笑到口水花都喷出来 哇哈哈 陆金安看你把我都这么开心份上 等一下我轻点打你 摔倒在地的陆金安 神色尴尬地站起来 他娘的 把自己面子都丢光了 以后还怎么在学校混啊 自己也是 在学校有名有姓的人物好吧 如果众人知道陆金安的想法 肯定会说 确实 废物大名学校 谁人不知 陆金安干咳两下 这才开口道 请你拼尽全力 不要手下留情 刘阳听到陆金安的话 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但台下有一个男同学大声说道 我懂了 陆金安想和刘阳堂堂正正的战斗 所以不需要刘阳让 众人也点点头 没想到陆金安竟然还是这么有傲骨的 刘阳也有点佩服陆金安了 明知自己用权力会做很惨陆金安 但陆金安还是叫自己用权力 只为了和自己堂堂正正战斗一场 第28 张 陆金安竟然这样牛逼 刘阳佩服点点头 对着陆金安说道 好 有骨气 等一下我会手下留情的 陆金安 其实自己还有下半段话没说啊 陆金安用手指 对着刘阳摇了摇 口中还说道 不 你误会我意思了 我想说 如果你不拼尽全力 可能会被我打死 刘阳一脸不敢置信 他听到陆金安说什么 好啊 本来还想等下打轻点 陆金安竟然还说出这么嚣张的话 等下把陆金安打的 他妈都不认识 刘阳脸色阴沉说道 好啊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只能拼尽全力了 陆金安点点头 免得等下赢了刘阳 刘阳又说自己没尽全力 陆金安主打的就是心服口服 这时 林天海走到擂台下面 然后按了擂台下面的一个红红色按钮 随后 擂台竟然升起一道蓝色光照 将擂台包裹住 这可把陆金安看得暗自扎舌 这高五世界就是牛 连科技都这么先进 这个升起来的蓝色照 主要是为了防止攻击破坏外面 也一样是武师之下 打不破这蓝色光照 林天海站在上面看着两人 开口道 好了 你们可以开始了 陆金安一只手背在身后 对着刘阳说道 单手打你足矣 刘阳的脸色更凝沉 这陆金安还真是狂 刘阳没再多说 百开架势 等下自己用实力证明 陆金安和自己实力差距有多大 而陆金安则一只手背在身后 好像真的打算要用一只手对付刘阳 这影的台下的人议论纷纷起来 这陆金安 不会真用一只手跟刘阳打吧 另说一只手了 就算两只手陆金安都不可能打得过刘阳的 我懂了 陆金安用两只手也是输 用一只手也是输 于是陆金安干脆先装一搏 到时被打败 还可以说没尽全力 好因尸啊 这陆金安果然好手段 陆金安当然也听到台下众人的大声讨论 但也不在意 只要脸皮厚 针都扎不透 刘阳看到陆金安 竟然真的打算用一只手来和自己打 顿时就忍不住了 脚下爆发气血 左手挥拳向陆金安打去 但在陆金安眼里 刘阳做的一切都很慢 面对刘阳近在眼前的一拳 陆金安只是微微偏头 就躲过刘阳一拳 随后陆金安也单手握拳 哄向 因为打了空拳 满面错愕的刘阳 刘阳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陆金安一拳打飞到蓝色光照上 这一拳陆金安只用不到一半的力量 也就是一千斤力量 刘阳也从蓝色光照缓缓滑下 倒在擂台上 刘阳双手捂着腹部 发出惨叫 痛痛 真的痛 陆金安可不会放过他 继续一个闪身 来到刘阳面前 直接坐在刘阳身上 对着刘阳的脸啪啪 就是几个大嘴巴子 陆金安边打边说 请你吃你最爱吃的大嘴巴子 刘阳发出更凄惨的叫喊 陆金安 你不是人 竟然对我的英俊的脸下手 哎呦 不打了 不打了 众人一时也都看猛了 这刘阳冲上去送人头吗 陆金安只是轻轻一躲 就躲开刘阳的攻击 然后陆金安只用一拳 就把刘阳给打飞了 刘阳可是气血九点啊 陆金安气血二点 怎么一拳打得飞刘阳 而且陆金安还是单手和刘阳打 林天海也傻眼了 没想到这陆金安竟然这么厉害 这还是陆金安吗 怎么几天不见 就把气血九点的刘阳打飞了 众人也纷纷惊呼 这陆金安竟然这要牛逼 你看陆金安都要把刘阳打出屎来了 残忍 太残忍了 听刘阳的叫声 就像老母猪生猪仔一样 嗷嗷大叫 就 你 主任 别打了 林天海这才发现 刘阳被陆金安打成猪头了 害怕他老子 也认不出这是刘阳 嗯 不对 好像忘了 什么 这时刘阳再次惨叫道 嗚嗚子 妈 还没人 上来救我 我要回 家 找妈妈 林天海听到刘阳的救命声 这才一拍脑门 特吗 原来忘了 上去救刘阳啊 林天海赶紧地将蓝色泡罩降下 随后一跳跃到擂台上 把还骑在刘阳上左右开弓的陆金安拉了下来 行了 行了 你看看 你把刘同学打成什么样子了 林天海拉着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才撇了撇嘴 不好意思 打上瘾了 躺在地上脸不成人样的刘阳 听到陆金安的话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乌乌简 直 不 是 人 刘阳因为被陆金安打肿了脸 说话也口吐不清 林天海见刘阳像小孩子一样哭出来 顿时如同哄小孩子一样 乖别哭 刘同学你放心 我会狠狠地批评陆金安的 随后 林天海就对着陆金安一顿喷 你瞅瞅把刘同学打成什么样 刘同学 现在回去他妈都不认得了 还有刘同学本来就长得丑 你现在 把他脸打成这样 不是更丑了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的话 忍不住扑吃 一声笑了出来 刘阳哭得更大声了 呜呜呜 众人 哪有这么安慰人的呀 林天海也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对着自己脸 就拍一个大嘴巴子 陆金安 这是个狠人啊 林天海这才笑呵呵地来安慰刘阳 刘同学啊 别哭别哭 嗯 其实你长得很帅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听到林天海的话 刘阳哭更大声了 这是说自己长得很丑吗 嗯 陆金安此时已经完全黑着脸了 这老魔头是这么夸人的 众人也满头问号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这是说刘阳变异了吗 林天海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自己明明夸刘阳很帅啊 怎么还哭得更大声了 陆金安无奈出声道 刘阳你怎么像他小孩一样哭 刘阳听到陆金安竟然还嘲讽他 顿时就止住眼泪 强行站起来 用着被陆金安打成猪头的脸 对陆金安大声道 陆金安 你给 等着啊 林天海头发都掉几根 都没想明白 为什么自己安慰刘阳 反而哭得更大声 而陆金安只是嘲讽刘阳 刘阳就不哭了 第29章 这不优势在我 如果陆金安知道林天海的想法 肯定会质疑道 你这叫安慰 陆金安面对刘阳放得狠话 也是装起一波 我给你追赶的机会 直到你看不到我的身影 刘阳一阵咬牙切齿 眼中满是坚定 对着陆金安说 我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陆金安听到刘阳的话 只是笑了笑 没回 自己可是有系统的男人 用不了多久 自己可能都同龄人无敌了 要是刘阳能追上自己 绝对也是开挂了 众人都神色复杂地望着陆金安 记得前几天陆金安 还是顶着废物之名 结果今天就一招打败刘阳 还真是人生无常 大长包小长 张飞本来也没有 多重视陆金安 但直到 陆金安竟然单手 就将刘阳打败 而且还只用一招 虽然自己也可以轻松打败刘阳 但也做不到一招 而且还是单手 就刘阳打败 这陆金安的实力 应该在五图三到四段左右 也可能更高 但张飞现在 也无法准确地确定陆金安的实力 没想到 这陆金安隐藏得很深啊 要说陆金安只是用了 几天就有这实力 张飞打死都不行 只用几天 就能从气血两点 达到五图三到四段 或者更高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张飞认为 陆金安一定是之前隐藏了实力 林天海也是神色复杂地看着陆金安 原来陆金安一直在隐藏实力 自己还以为 陆金安真的只有两点气血 难怪 就说嘛 哪有这么废物的人 提炼气血 两年才打有两点气血 最差也是五点气血啊 这时陆金安才笑嘻嘻地向林天海问道 老林 我这是不是赢了 林天海这才从思考回过神来 点点头说道 没错 是你赢了 那我还用在打吗 陆金安一脸见嘻嘻地的 向林天海说道 就算再和张飞打 也是如刘洋一样 一招解决他 所以对陆金安来说 没有丝毫压力 还能装个逼 林天海瞧陆金安这么得意样 就忍不住想揍他一顿 也正好是陆金安真实的实力 林天海干咳了两下 看着一脸见嘻嘻的陆金安说道 看来你小子进步很大 这样 我来亲自指导指导你 陆金安一脸见嘻嘻的表情 瞬间僵住 我靠 这老魔头 竟然不讲武德 完了 被揍一顿肯定要的了 呜呜呜 我真的谢谢你哦 林天海也瞧见陆金安本来得意的脸 变成苦瓜脸 嘴角也忍不住上扬 叫你小子嚣张 陆金安还是争取一下 不跟林天海打 所以弱弱地开口道 我还是不用了吧 林天海笑得更开心了 我说用就用 放心我下手有分寸 陆金安看着林天海这魔鬼般笑容 心想来了 来了 老魔头的笑容出来了 在班里谁不知道 只要老魔头一露出笑容 就是要揍人的节奏 所以 班上的人都亲切地称林天海为老魔头 刘扬也是高兴地看着这一切 心里更是在大笑 哇哈 陆金安要完了 叫你打我打这么狠 众人也为陆金安默哀一分钟 这老魔头露出经典笑容 陆金安怕是完了 老魔头一笑 生死难料 张飞也是 兴奋了起来 自己打不过 不代表别人打不过呀 叫你和我的女神走得这么近 给我打死他 女神只能是我的 陆金安此时哭丧着脸道 我看没必要了吧 主要是怕你打死我 林天海听到陆金安竟然把他说得这么粗暴 便一下子黑着脸 你小子说什么呢 我是这样的人吗 难道老师在你心中 就是如此粗暴之人 我只是想指导指导你 陆金安很想点头说道 没错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但陆金安不敢啊 陆金安只好弱弱道 老林 下手轻点 陆金安也知道 林天海一定要跟自己打了 没办法只好希望林天海下手轻点 你小子放心 你现在什么境界 我压制同样境界跟你打 林天海也给陆金安点信心 虽然说压到同样境界跟陆金安打 但自己可是无止二段境界呀 肯定对力量的掌控远超武图 怎么说呢 有的武图并不能百分百运用自己身体的力量 但林天海可以 因为林天海本身就比武图高一个境界 肯定对力量的掌控远超只是武图境的人 还有就是武技了 林天海修炼这么多年的武技 肯定比刚修炼武技两年的菜鸟强吧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战斗意识 自己已成武者多年 战斗也经历大小 肯定比刚成武者两年的陆金安强 这就是为什么林天海敢和陆金安同境战斗的原因 陆金安听到这老魔头竟然敢和自己同境战斗 眼睛一亮 这不是纯纯找死吗 自己可以打不过五者二段的林天海 但自己绝对打得过同境界的林天海 自己可是和普通武图不一样 自己的力量是别的武图的两倍 怎么说 这波优势在我 打他娘的 陆金安掩盖住自己的兴奋 绝对不能让老魔头看出来自己的兴奋 要不然老魔头可能会生意 不跟自己打 最重要陆金安要打老魔头一个措手不及 也就是偷袭 陆金安还是脸路为难道 要不就算了 我肯定打不过你的 林天海见陆金安这副模样也来了底气 大手一摆道 就这么定了 刘扬下去 陆金安在心中暗笑 看我怎么偷袭你 老毕灯 林天海也在心中暗喜 要是以我五者境界 陆金安肯定不跟我打 但以同境界 陆金安肯定会跟自己打 我可真是聪明啊 看等会我怎么教训你小子 两人都个怀鬼胎 只有刘扬顶着猪头脸 亮亮呛呛地走下擂台 不过刘扬猪头脸上还是忍不住笑意 这陆金安也要成自己这样了 刘扬越想越开心 步伐都加快几分 下一秒就传来刘扬的惨叫声 哎呦 刘扬从台梯滚落下来 原来刘扬因为步伐太快 一个没站稳 就从台梯滚落去 本来就脸就受伤的刘扬 又重上加伤 众人也都瞅见 刘扬竟然一个不站稳 从台梯上滚下来 而且还是脸着地 众人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刘扬脸成猪头好笑度 刘扬没站稳 摔下去好笑度 百分之一百 刘扬竟然还发出 哀呦声好笑度 百分之一千 刘扬还是脸着地好笑度 百分之一万 第三十 张 被打猛了 刘扬顶着猪头脸 从地上爬起来 眼睛里强忍泪水 没办法实在从台梯摔下来 太痛了 本来脸就受伤 这一摔还是脸着地 把脸上的伤再来一次伤害 刘扬也听到众人的嘲笑 顿时感觉面子都丢光了 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林天海也没想到 刘扬下个台梯 都能摔成狗吃屎 随后林天海再看向陆金安说道 行了 开始吧 对了 台下的将光照升起 听到林天海的台下 最高兴的张沸 立马去将蓝色光照升起来 陆金安则是装出一副垂头丧气 不过心却在想 等一下就给这老碧灯一个惊喜 林天海则是笑呵呵地 对着陆金安说道 哎 陆金安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 说出来 也好让我压制到同境界啊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 问他现在境界时顿时像变了个人 脸上的垂头丧气 变成傲娇得意 陆金安更生怕别人听不见 很大声道 哎 不过区区武图武断罢了 自己真是没用啊 肯定比不过老林你 听到陆金安是武图武断 刘扬牙齿都咬碎了 这陆金安还真是个老六啊 他妈 明明武图武断 却扮成只有气血两点 真服了这老六了 张沸也被陆金安的境界吓一跳 幸好自己没有第一根陆金安打 要不然打成猪头饼 众人也是一脸震惊 说好的两点气血 结果你悄悄努力 这是要卷死我们啊 林天海心也一惊 这陆金安好生的心机 竟然隐藏这么久 陆金安对众人被震惊的表情也满意 果然都被我震惊了 嘿嘿 果然装逼是一个很爽的事情 林天海很快就反应过来 这陆金安是天才啊 本来班上最高的就只有武图二段 但现在陆金安竟然达到了武图五段 这可比学校里那些尖子班的天 才差不了多少 就陆金安武图五段 等五考时上个重点武道大学 还是没问题的 到时自己也有奖金啊 如果陆金安还能在这一年继续提升 那名牌武道大学也是随便上 陆金安未来的成就 最低也是武士境界 林天海想到这 顿时看着陆金安多了几分柔和 语气也温柔地说道 没想到 小安妮竟然达到武图五段了呀 不错是个天才 陆金安得意的表情 也被林天海突如其来的话僵住了 这是林天海吗 说话怎么变得这么温柔了 这让我很不习惯啊 这也不怪陆金安不习惯 平时林天海都是整天凶巴巴的 突然变得这么温柔 当然让陆金安不习惯 陆金安弱弱道 老林 你怎么说话变这么温柔了 林天海本来努力装出的笑脸 突然被陆金安这一问 瞬间变到黑脸 这小子是说 我之前很凶吗 看来得教训 教训这小子才行 陆金安顿时一惊 果然这都是装出来的 就说这老魔头 怎么可能会这么温柔 林天海语气悠悠道 陆金安 虽然你天赋不错 但让我看看 你实战怎么样吧 陆金安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不是和同境界战斗 林天海点点头道 没错 放心吧 林天海说完就摆开架势 将自身的气血 压到只有五十点气血 陆金安也不再嘻嘻哈哈 也神情凝重地摆开架势 虽然自己比一般的 武图武断强很多 但对面可是有着 武者境界的林天海 自己也应该 认真对待 真怕一个不小心就翻车了 林天海也是认真了起来 虽然自己肯定打得过陆金安 但对待战斗 就要全力以赴 陆金安见林天海久久不攻来 顿时就忍不住 先对林天海发起攻击 陆金安一个爆射 右手挥拳 杀向一脸防备的林天海 林天海面对陆金安攻来的一拳 当然也不拒 也是发力一拳 和陆金安的拳对轰 动 从两个拳头的碰撞处传出巨响 两边的空气 被挤压成一道旋风吹了出去 不过林天海也是低挡一阵 就被陆金安轰得倒飞出去 直到撞到光照才停下 这可差点把林天海这把牢骨给撞碎 还没等喘口气 陆金安又挥拳攻上来 不过战斗经验丰富的林天海 立马起身 向左微微躲开陆金安攻来的一拳 林天海的头发 和陆金安的拳擦肩而过 就差点陆金安就一拳 打到林天海的脸部了 不过好在林天海是舞者境界 反应比较快 才能勉强躲过这一拳 林天海也趁陆金安打空 迅速和陆金安拉开距离 这都发生在一瞬间 谁也没想到林天海 竟然被陆金安打飞 台下的人瞬间炸开锅了 这陆金安竟然将老魔头打飞了 我靠这妖妞 老魔头 就算同境界 也不可能被打败的呀 怎么回事 你们不怕他 听到你们叫他老魔头吗 我靠又不是我叫的 关我什么事 就是 谁叫了 随后林天海才松了口气 不过脸上的表情 也是一点错愕 这陆金安的力量 怎么这么大 自己也是压到五图五段啊 怎么陆金安的力量 比自己大这么多 陆金安的力量 林天海估算 都有1500多斤了 可能还会更高 要知道 五图五段的力量 都在1000斤左右 陆金安的力量 竟然比自己强这么多 林天海都怀疑 这陆金安是不是 谎到自己境界了 其实自己是五图七八段 然后说自己只是五图五段 陆金安这个老六啊 竟然还偷袭我四五十岁的老头 不讲武德 林天海越想越可能 于是林天海对着陆金安大声道 你小子 是不是谎报了力量 怎么你力量比我大很多 陆金安也尴尬摸摸鼻子道 我怎么可能谎报 我的力量 只是比其他人大一点点而已 林天海当然不信陆金安的鬼话道 你一武道发誓 我就信你 只要敢武道发誓 基本都不会撒谎 因为要是撒谎 武道就不得寸进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天道的束缚 所以甚本敢武道发誓 都不会骗人 陆金安当然也知道 这武道发誓 是怎么回事了 陆金安没有犹豫点点头 好 我以武道发誓 自己现在绝对是武图武断 林天海见陆金安毫不犹豫就发誓 顿时就相信陆金安了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第31章 陆金安竟然赢了 如果不是隐藏实力的话 那就是天才啊 竟然比普通武图武断的力量 高出这么多 现在林天海也有点难下台了 他妈 谁想到陆金安这小子 力量这么大 同境界打肯定打不过的 但当才 又说和他同境界打 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就在这时陆金安又挥一拳 轰向林天海的腹部 林天海面对陆金安来势汹汹的一拳 只能狼狈地躲开来 因为自己的力量 根本就不够陆金安打 所以 除了躲开来 也没什么办法啊 但陆金安打空一拳 似乎还不想放过林天海 又继续挥轰杀上来 这一拳比刚刚那拳速度和力量 都大了很多 拳过之处 都有破空声响起来 林天海面对陆金安这拳也没法躲 因为这拳实在太快了 林天海眼神也闪过凶狠 既然无法躲 那就打 林天海周身的气血爆发开来 把衣服吹得烈烈作响 双拳覆盖上气血 双拳闪着暗红色光泽 林天海全身气血 突然汇聚在一只拳头上 当气势达到巅峰时 猛着挥拳 轰向许长生打过的拳头 口中还大喊 抱拳 双拳相撞 把周围的空气都挤出去 双拳相撞的地方 也成为真空地带 紧接就是 陆金安竟然被轰后退几十步 才停下来 陆金安停下来 顿时感觉手臂一阵发麻 这怎么可能 自己可是用尽全力的一拳 竟然被老魔头 打得后退几十步 自己的拳力 可是有二千斤力量 要是林天海 真的只是压制到武途武断 他的力量 也应该在一千斤左右 竟然还能把我打得连连后退 台下有人认出来 林天海使用出的五技 顿时惊呼道 这是D级五技爆拳 将全身气血集中到拳头上 然后一股爆发出来 这五技 可以说是D级五技比较好的 众人也听到这人的惊呼 顿时也跟着惊呼起来 我靠 这老魔头真有钱啊 几百万的D级五技都有 我现在也只是有 华夏通用的F级五技八级拳 谁不是啊 几百万的五技 也只是敢想想 几百万的五技 谁有钱卖啊 张飞听到众人羡慕的声 顿时双手抱手臂 然后用炫耀的语气说道 不就是D级 我爸早就卖给我了 众人也听到张飞的话 纷纷羡慕道 果然有人出生就是罗马 而我出生就是牛马 我靠 我现在也是有F级五技 结果别人有D级五技了 我爸什么时候也给我卖D级五技啊 兄弟你是不是在做梦 你爸不用七匹狼抽你都好了 还想五技 我 昨晚刚被七匹狼抽完 俺也是 我 张飞听着众人羡慕的语气 嘴角都翘起来 陆金安这才知道 林天海这老六竟然动用了五技 正好 让我试试小城雷鸣拳的威力 林天海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 继续发动爆拳 轰向陆金安 陆金安面对轰来的一拳 口中大喝 让你也试试我的五技吧 拳头上覆盖上雷色的汽血 更有雷电在拳头游走 陆金安则猛的挥拳 轰向林天海的抱拳 口中大喝 雷鸣拳 像是雷电的拳头 向林天海的暗红拳头轰去 轰隆隆 轰隆隆 还有两声雷声炸响 几乎台下的人都听到这巨大的两声雷声 都把众人吓一惊 随后惊呼 这是D级五技雷鸣拳 这可是顶级的D级五技啊 还有两声响 雷鸣拳小城 这陆金安太太牛了 竟然把雷鸣拳练成小城 看来陆金安今后必定上顶尖的舞蹈大旋 林天海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也有D级五技 而且还是D级五技最顶尖的雷鸣拳 于是咬咬牙 拳上加大气血 一招定胜败 台下的众人好像看到 暗红色光焰和雷电即将相撞 双人的拳头相撞 发出一声咔嚓 双人拳头的空间 因为威力太大而扭曲 连脚下的擂台 也因为双人相碰出现一条小小的裂痕 哄 最终 林天海又被轰得倒飞 撞在蓝色光罩上 又掉下来 林天海此时感觉手臂都断了 口中更是吐出一口老血 而陆金安的拳头上也是红通通的 手臂也是一阵麻 明显这是陆金安赢了 林天海也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 感觉和陆金安对碰的手没知觉 还身内地撞伤 林天海赶紧从裤裆内 拿出一瓶很小瓶的药水 喝了下去 之后就感觉 手有一股热流在修复断掉的骨头 身内也是一股热流同样在修复内伤 台下的人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这 陆金安赢了 太不可意思了 陆金安竟然赢了 老魔头竟然被打败了 众人都怀疑这是不是梦 之前这老魔头 可以说是众人眼中无敌的存在 就这么被陆金安打败了 突然有人反应过来大喊道 陆金安 牛逼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兴奋大喊道 陆金安 牛逼 一时间台下到处是 欢呼声 林天海也眼神复杂地看着陆金安 自己竟然真的输了 而且打败自己的 还是陆金安 今天太魔幻了 陆金安打败刘阳 然后又展示出 五途五断的境界 最后将自己打败 之前还是两点气血的陆金安 今天倒成为天才 一切都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陆金安听到台下众人欢呼声 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 自己这是开挂了 当然牛腹啊 林天海神色复杂地 对着陆金安说道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厉害 怎么不早就表现出来 害到我被你打一顿 陆金安笑嘻嘻道 我这不是低调吗 林天海看着 又笑嘻嘻的陆金安 感觉自己复杂的心情 一下子就没了 这小子整天没个正形 但不知道怎么的自己 有时候也不生气 林天海又恢复笑呵呵的脸道 你小子 竟然隐藏这么深 是不是早就想打我一顿了 陆金安也被林天海的话 吓一跳 这老魔头怎么知道的 林天海也瞧见陆金安的表情 顿时脸就黑了 好伙家还真是 陆金安说话都不自然道 没 没有啊 我也没想到 老林你竟然这么弱 就这被我打飞两次 林天海本来就黑的脸更黑了 这小子真欠揍是吧 第32章 上午到课睡觉 你小子 看来我得继续指导下你才行 林天海黑着脸 对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很想说 来啊 看我打到你妈都不认识 但陆金安可不是傻子 真说 老魔头肯定会用武者境界和自己打 那倒是不是自己打他 而是老魔头打我了 陆金安笑呵呵地道 老林 开个玩笑 林天海还是黑着脸道 你小子 下手这么重 把我的手都打碎了 还有又我打出内伤 你这小子下死手啊 老林 我要不全力以赴 到时受伤就是我了 你看你这不是还活蹦弯跳吗 陆金安黑黑笑着 差点就被你小子打死 还好意思说 林天海走过去 敲了一下陆金安的脑袋 哎哟 你这是公报私仇 陆金安用手摸摸 被林天海打的脑袋 你小子 差点打死我 我敲一下你 脑袋又怎么了 林天海理直气壮地说道 自己都被陆金安差点打得半死 自己敲一下脑袋 又怎么了 陆金安用一脸委屈巴巴 这老魔头真不讲理 林天海见陆金安竟然露出这委屈巴巴的模样 顿时感觉心情好很多了 叫你小子把我打这么惨 好了 大家也各自开始找对手 来切磋一下吧 或者自己练一下武技 不懂的也可以来问我 林天海看向台下的众人大声开口道 台下的众人 这才兴奋地散去 有的找好朋友一起对练 也有的用教室的辅助器才训练 不过 众人都知道 这陆金安今天怕是要出名了 本来只有气血两点 现在变成五图五段 再加上打败老魔头 这不出名都难 林天海吩咐完众人 才轻声看向无所事事陆金安道 要不 我也和你对练一下 陆金安的头摇到波浪鼓式的 开什么玩笑 这老魔头绝对要趁机报复自己 自己才不跟他打 不了 不了 我自己去练一下五技就行了 林天海也不抢求陆金安 今天和陆金安打 一场差点骨头都散架了 而且 陆金安这水平 好像也不用教 只要五考前还是这水平 考上重点武道大学 不成问题 所以 陆金安也不需要多教什么 现在的任务是 多教那些没什么希望 上武道大学的学生 林天海点点头道 好 你自己去练五技 我也去教一下别的同学 陆金安也没什么问题 快去 快去吧 你小子 可别占然自己的境界高 就偷懒 比你天才的人多了多了 光高武艺中高三的天才 就有很多人 甚至的人比你境界高的也有很多 所以 你不要骄傲 这个世界很大 天才也很多 你能做的 只有比他们更努力 林天海害怕 陆金安因为打败自己 从而自大 所以忍不住提醒陆金安道 陆金安拍着胸膛保证道 放心 我平时晚上 都是不睡觉的苦练五技 一想到 还有人比我还厉害 我就睡不着 林天海听到陆金安 竟然晚上 都苦练五技不睡觉 顿时一惊 果然天才 只是比别人更努力 才成为天才 还有就是陆金安这小子 竟然偷偷努力 然后偷偷卷死所有人 果然是个老六 不过林天海 还是劝道 努力是好事 但也多注意休息啊 休息好再努力 这样效果 可能更好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的话 立马点头道 好 老李你说得不错 我现在去睡一觉 下课叫我哈 说完不管林天海的反应 用出吃奶速度 来到给众人休息的长椅上 躺下睡觉 林天海 哦 这是要干嘛 刚说完转头就睡 这速度 怎么这么快 还有大家都在努力地训练 结果你竟然在这睡觉 嗯 不过也可能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才这么快 去休息的 想到这林天海 这才点点头 然后去教那些舞蹈叉的同学 陆金安很快就入睡了 今天打了两场假 必须睡觉补一下才行 有一人突然注意到 陆金安竟然上舞蹈课睡觉 而且老魔头 竟然也不管 这人和人的差别 怎么这么大 自己苦哈哈的训练 陆金安就美滋滋的睡觉 我真羡慕啊 有一个看到 就等于有千千万万人看到 很快一传十 十传百 全班的人都知道陆金安上舞蹈课 竟然也能睡觉 这可把众人妒忌坏了 光明正大的睡觉 老魔头竟然还不管 还在对我们苦哈哈的训练 这还有人权吗 还有天理吗 这日子给狗都不过了 林天海对着在发呆的众人吼道 还不赶紧给我练起来 一个个干嘛呢 你们这年纪还敢发呆 别人都是拼命地练习 你们呢 给我练起来 众人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双镖狗 陆金安在呼呼大睡 我们则在苦哈哈训练 也不见老魔头叫陆金安起来 就这样上午的时间 都是在舞蹈课度过 叮铃铃 无什么下课时间到了 原本还无惊打的众人 立马变得神采奕奕 恨不得马上冲去出 不过 老魔头没发话 众人还真不敢下课 林天海也瞧见 众人期待的眼神 无奈道 行了 行了 大家都下课吧 不过 下午的文化课取消了 改成舞蹈课 大家都知道了吗 众人听到 能下课一个个 比一个个兴奋到 知道了 对 我们知道了 林天海这才满一点头道 下课吧 众人顿时 如同脱缰的野马 向教室门奔去 林天海见状摇了摇头 这群小子上 舞蹈课 这么激动就好了 就这么一回功夫 人都消失光了 林天海这才向外走去 走到教室门时 林天海突然想起来 嗯 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林天海挠了挠头 随后又走回教室 左右看了看 嗯 好像没忘什么啊 突然林天海 看到在长椅上 呼呼大睡的陆金安 顿时脸就黑了 我就说忘记什么 原来是陆金安这小子 这小子这么大声的铃声响 还能呼呼大睡 还真是 昨晚练习太深晚了 想到这林天海 这才好受险 走到陆金安身上 摇了摇几下 陆金安口中还说道 喂喂你小子醒醒 下课了 然后 还在呼呼大睡的陆金安 听到下课了 瞬间弹跳起来 这可把林天海吓一跳 这小子起得这么快吗 随后陆金安更是起身 向教室门口走去 口中还说着 终于下课了 回家咯 第33章 陆金安被揍 正在向教室门走去的陆金安 突然脑海中又响起系统声 叮 宿主睡觉两个半小时 获得2.5气血 林天海脸完全黑了 这小子没看到 自己这么大个人在这吗 你小子 没看到我在这吗 快走到门的陆金安 听到林天海的声音 才转头看向林天海 咦 老林你怎么在这 林天海呵呵冷笑道 刚才还是我叫你醒的呢 陆金安一拍脑门 刚才听到下课兴奋的 起身就走 忘记有人叫自己 陆金安瞧见 林天海此时 笑脸阴侧侧 完蛋了 陆金安连忙陪着笑脸道 老林 这一睡醒 就容易忘事 竟然没看到老林 你这高大的身影 林天海看着滑头的陆金安 无奈说道 行了 行了 走吧 陆金安这才点头道 好力 随后陆金安一溜烟就跑了 这速度 怕是吃奶的劲 都用出来了 林天海无奈地摇摇头道 这群小兔崽子 下课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陆金安直到跑到学校门口 处才停下 为什么停下 当然是被三位大爷挡下了 三位大爷 没必真的没必要 陆金安咽了口 口水对着 早已等待已久三位大爷笑呵呵地说道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的话 顿时忍不住站出来了 林大爷指着脸上的 四十三码大鞋印道 特娘 你瞅瞅我这英俊的脸 竟然被你踩成这样 陆金安也瞧见 林大爷脸上的四十三码鞋印 记得自己 好像也没踩过林大爷 林大爷 我什么时候踩过你了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竟然还不知道 是自己踩了他 顿时就气到 你小子 你把鞋脱下来 和我脸上对比对比鞋印 你看是不是你的 陆金安突然想起来 好像自己还真踩过什么东西 还发出哀忧一声 不会真的踩到林大爷了吧 陆金安也把小白鞋脱下来 拿着对比林大爷脸上的鞋印 嗯 林大爷脸上的鞋印 还真是一模一样 陆金安神色尴尬地把鞋穿上 林大爷 真的不好意思了 放心我请你吃顿饭 我靠 一顿饭就想我放过你 林大爷当然不同意 陆金安无奈道 那你说怎么办吧 林大爷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顿饭 我就原谅你了 行 没问题 陆金安也是一口答应下来 这一切都给在学校门口外面的林维夏看到 林维夏顿时就自言自语道 哼 叫你强闯学校大门 还有竟然让本姑娘等这么久 没错 林维夏下课 就在这里等陆金安带她去吃饭 但等了十多分钟 也不看陆金安 害得林维夏 都怀疑陆金安早就离开学校了 林大爷算是解决了 但其他两位大爷 可不是好解决的 这李大爷和周大爷 都策策地站出来道 这次看你小子怎么跑 陆金安 Sigma 两位大爷有事 好好说 可李大爷和周大爷 还在摩拳摩拳擦掌 这可把陆金安吓坏了 说话都结结巴巴道 好商量 别动手动脚的 李大爷和周大爷 才不听陆金安的废话 两位大爷冲上来 就是对着陆金安一顿输出 两位大爷的拳脚 落到陆金安身上 陆金安竟然感觉不到 多大的痛 陆金安都怀疑 是不是两位大爷假打的了 不过看这两位大爷的模样 也不像假打呀 这表情是恨不得打死我啊 李大爷边打边骂道 叫你小兔崽子 刷我打死你 周大爷也是对陆金安 拳打脚踢 口中还骂道 叫你小子 害到我丢近脸面 打死你 不知道为什么 被两位大爷的暴打 自己没有感觉到疼痛 就像被人按摩一样舒服 难道因为我的身防御的增加 才感觉不到痛 还有就是 两位大爷 只是用普通的拳脚打 不过陆金安还是装不停地惨叫 哎呦 别打我的脸啊 还有别打我的二弟啊 真不是人 两个死老头 真不是人 听到这两位大爷打得更凶了 而陆金安则是一点事也没有 陆金安可不愿意放过 这骂两位大爷的好机会 继续骂道 两位大爷 你们是没吃饭吗 打人这么没力气的 两位大爷这爆皮 当然忍不了 加大力度揍陆金安 李大爷边打边喊道 叫你小子嚣张 看看我的大铁拳 周大爷也差不多边打边道 哎呦 这我能忍 看我打死你 林围下则是快步跑来 真的是怕两位大爷打死陆金安 林大爷竟然看陆金安一脸享受的脸 这可把林大爷吓一跳 这陆金安被揍 还一脸享受 难道是 林大爷不敢想下去 没想到陆金安竟然是这种人 周围也有不少学生 看到陆金安被两位大爷打 纷纷叫好道 打好 叫他和我的女神走这么近 刘洋也看到陆金安被打了 更是开心的要跳起来 打死他 叫他把我打这么惨 两位大爷也打得气喘吁吁 这打人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就在这时 林围下也来到两位大爷身后 用他清脆声音大喊道 住手 别打了 两位大爷也听到小姑娘的叫声 回头一看 原来是这小姑娘 两位大爷也算知道 这小姑娘可是一中的笑话啊 怎么来帮这小子说话呢 林围下看两位大爷停下手 也松了口气 赶紧跑到陆金安前关心道 陆金安你没事吧 而陆金安当然没事了 身上更是一点伤也没有 这两位大爷 如同给陆金安按摩一样 陆金安也瞧见林围下 可爱清纯的脸上浮现关心 陆金安也是心理意爱 没想到这小妮子 还更关心我的 陆金安用手拍拍周身道 怎么可能有事 这两位大爷 这是给我按摩呢 两位大爷听到陆金安的话 陷入深深的怀疑 自己打了这么久 陆金安毛事也没有 难道真的老了 打人都没力气了 随后 陆金安又笑嘻嘻看着林围下说道 你这小妮子 这么关心我干嘛 林围下被陆金安的话 问得脸红通通的 刚想说才不是关心你呢 然后陆金安突然一拍脑门道 我知道了 这可把林围下吓得不轻 陆金安不会 想说我喜欢他吧 自己只是关心一下他而已啊 第三十四 张 口水大战 这要是跟我表白 怎么办 自己才和陆金安认识几天 他就向自己表白 自己又怎么拒绝才好呢 正在林围下胡思乱想时 陆金安也缓缓说道 原来你怕我被打死 然后没有请你吃大餐了 这才出来关心我对不对 林围下本来还以为陆金安 要向他表白的 没想到陆金安竟然说出这种话 林围下不满地撇撇嘴 冷哼道 哼 谁稀罕你请的饭啊 陆金安听到 不用自己请吃饭 眼睛一亮 又可省下一笔钱 陆金安难掩兴奋道 好吧 既然你不想我请 就算了 林围下听到陆金安 竟然还真不想请 气炸了 小脚重重地踩在陆金安的脚下 这可把陆金安痛得跳起来 这一脚 怎么比两位大爷打我还痛啊 你想耍赖 我才不会让你耍赖呢 两顿饭必须请 林围下不满地 对着抱着脚乱跳的陆金安说道 这可把周围人羡慕的 这分明就是打情骂靠 林大笑花 竟然和陆金安打情骂靠 呜呜 本来不相信谣言的 但现在 我相信了 一位脸上长满痘痘的青年 不满地开口说道 我靠 就陆金安 这种直男都能泡到笑花 我这种大暖男 还是单身狗 不公平 旁边一个长得像很显成熟的青年 忍不住嘲讽到的兄弟 你凭是不是不照镜子啊 你也不瞅瞅你 长得像癞蛤蟆似的 有谁会喜欢你 起码陆金安还长得挺帅的 长满痘痘的青年 也立马骂回到你妈 说我长得像癞蛤蟆 你长得更像的像被拖过 沙丘的干枯西瓜 又皱又老 长得很显成熟青年 不敢相信 这痘痘男竟敢骂他 他娘的 你竟敢骂我 痘痘男也不惯着他 骂你怎么了 你长得丑 还不让说了 长得成熟成的青年 立马挥拳打向痘痘男口中 还说道 忍食忍尿都不忍你 我打死你 痘痘男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打野还手打回去 口中还说道 你敢打我 也不打听打听 谁是你爹 周围有的同学劝道 你们别打了 这样打不死人的 陆金安也惊呆地 看着这一幕 这怎么打起来了 林维夏也没想到 两人就这样打起来了 突然痘痘男传出惨叫 你他妈的用猴子偷逃 卑鄙 然后痘痘男 也不甘示弱用手抓住 长得成熟的青年的奶子 成熟青年也发出惨叫 你也够卑鄙 竟然用出笼抓手 成熟青年也发狠 直接吐出口水 射在痘痘男脸上 痘痘男也闻到一股臭味 在自己脸上 顿时怒了 口中也吐出一大股口水 射向长得成熟青年 刚好成熟青年张口 想骂痘痘男 痘痘男的口水 也刚好飞向成熟青年嘴里 哦 成熟青年立马干呕了起来 特么竟然吃到这货的口水 而痘痘男一脸得意道 我的口水好不好吃啊 哇哈哈 成熟青年 也不管吃没吃别人口水了 立马也向痘痘男吐去一口 口水 痘痘男因为笑得太开心 嘴巴张的 大大的 结果也给成熟青年 吐到嘴里去 痘痘男立马干呕 哦 你特么找死 然后 两人更是开始激烈口水大战 口水到处飞 周围的吃瓜群众也给恶心 倒吐了 这特马的口水都飞到这边来了 吃瓜群纷纷逃离两人的战场 就连三位大爷也给吓跑了 虽然不会受伤 但他恶心啊 陆金安也没想到 竟然有两位卧龙凤厨 相比物理攻击 这精神攻击更厉害 这两个是个狠人啊 陆金安本来想跑的 但看到突然看到 灵威下这妮子还在发愣 这傻子不跑还在这干嘛 两人的口水已经飞得到处都是 更有口水竟然飞向发愣的灵威下 陆金安赶紧跑上前 把灵威下往自己怀一拉 口水才没机中灵威下 灵威下则是害羞在陆金安怀里 听着陆金安强有力的心跳声 陆金安突然又看到 又有口水飞来 顿时口中骂道 特么的 这口水是导弹吧 怎么老向这边废 说完也不管什么男女有别了 一把抱起灵威下 转头狂奔 灵威下也在猛圈中 陆金安竟然公主抱我了 灵威下的脸顿时红扑扑的 这坏蛋手竟然抱着我屁股 陆金安因为情急之下 也没空管手放在哪 直到陆金安狂奔到 几百米外才停下来 这时陆金安才注意到 自己的手 竟然是抱着灵威下的屁股 还别说 灵威下这小妮子 屁股竟然这么大和谈 陆金安忍不住用手 捏了捏灵威下的屁股 灵威下 也感觉到陆金安 竟然捏他屁股 顿时脸更红了 口中还说道 你个坏蛋 竟然捏我屁股 快放我下来 陆金安被灵威下说出来 也是神色尴尬 自己只是下意识地捏了一下 而且陆金安也感觉 自己某处地方 开始变硬了 这也不怪陆金安啊 每人在怀谁不硬 而且陆金安还是毅力体质 嗨嗨 陆金安干咳两下 赶紧将灵威下放下 灵威下腿都有点软了 在陆金安怀里实在太害羞了 而且陆金安身上 也有一股很好闻的气味 陆金安也瞧见 灵威下脸红彤彤的 此时灵威下实在的太纯郁了 再加上 灵威下的脸 软绵绵地让人 很想捏一下 看看什么感觉 陆金安又忍不住伸出手 捏了捏灵威下红彤彤的脸蛋 真的 软绵绵又有弹性 好想一直捏下去啊 陆金安心里想到 灵威下眼睛瞪得大大 陆金安还敢捏我的脸蛋 陆威下连忙将 陆金安的手打掉 然后揉揉脸蛋 冷哼道 哼 捏我屁股 还捏我脸蛋 真是个坏人 陆金安脚辩道 要不是我救你 你早就被两人口水吐到了 这救命之恩 我捏一下又怎么了 灵威下虽然知道 陆金安说得对 但还是耍小性子道 我不管反正 你捏了我 陆金安也知道 是自己理亏 只好道 那你想怎么办 都怪自己的手忍不住 嗯 都怪手 不关人事 灵威下这才哼道 你捏我两下 那就请我多吃两次饭吧 陆金安听到 只是请饭 顿时拍着胸膛道 没问题 突然陆金安反应过来 捏下一下 就请一次吃饭 那我是不是可以继续 捏灵威下的屁股蛋 捏一次 请吃一次饭是吧 陆金安坏坏地笑道 第35章 太炸裂了 灵威下听到 陆金安的话下意识 点点头道 对 没错呀 陆金安听到灵威下的话 走上前又捏住 灵威下的白白细细的脸蛋 好Q弹啊 灵威下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还敢捏自己脸蛋 顿时就气鼓鼓地 将陆金安的手打掉 你又捏我脸蛋 真的是个坏蛋 啊 不是说捏一次 就请你吃一次饭吗 那我捏摸你一次 就多请你吃一次饭了 陆金安装糊涂道 才不是 反正以后 你不能捏我的脸蛋 灵威下傲娇道 嗯 好吧以后不捏了 陆金安点点头道 突然灵威下指着痘痘男和成熟青年 对着陆金安叫道 陆金安 你看他们两人 陆金安也看过 差点被吓死 这两人是要干嘛啊 只见痘痘男和成熟的青年 双人相差不到一米 然后双人的嘴 一直向对方相互吐口水 两人的口水 也都基本相互吐到对方的嘴里 可以说 差不多是嘴清嘴了 几百米外 也有不少学生在看热闹 都纷纷看到 两人快嘴对嘴了 而且还在这么近的距离 相互吐口水 这特么的 实在太拉眼睛了 而且 这两人好像都吐上瘾了 一直在相互吐口水 我靠 这两人也是个狠人啊 这都还在吐 我怀疑这两人是个鸡 为什么感觉 两人都很都要亲上了 兄弟你别怀疑 这就是鸡 而且 他们也相当亲上了 口水都相互喂了 炸裂 太炸裂了 没到两人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懂的人 都已经用手机拍上了 不懂的人还在看 对拍上 发个朋友圈 众人 也都纷纷被这两人的控操给惊到了 纷纷拿出手机开拍 林维夏也吓得微微张大嘴巴道 这两人不觉得恶心吗 陆金安突然对林维夏黑黑笑道 嘿嘿 你懂不懂这两人是好机友啊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说的话 也是脸一红 自己也听过 有的男人喜欢男人这种 就叫好机友 林维夏看着陆金安坏坏的笑容 用手扭一下陆金安的手臂 死痛 你干嘛 陆金安摸了摸 被林维夏扭红的手臂 哼 谁叫你笑得这么坏 林维夏双手抱胸傲娇地哼道 陆金安瞧着林维夏的傲娇样 就忍不住逗逗他道 我和他们就不一样了 我喜欢亲的是女生的嘴巴 说完看向林维夏 此时一张樱桃式的小嘴微微掘 看起来很可爱 也很想让人亲他一口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竟然说想亲女生的嘴 说完还直直看着自己 乃不知陆金安这坏想法 哼 你真是个坏蛋 竟然想亲女生的嘴巴 林维夏也不知为什么 和陆金安在一起就忍不住傲娇 陆金安也被林维夏的话 逗笑了 那我不喜欢亲女生 难道我还喜欢亲男生 林维夏红着脸道 反就是不能亲女生 陆金安看着林维夏这副样 只觉得很可爱 随后陆金安坏坏笑道 我不亲女生 那我亲你吧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本来恢复正常的脸又变得红扑扑的 这坏蛋果然想亲自己 哼当本姑娘才不给他亲 林维夏嘟着嘴道 才不给你亲呢 陆金安小声嘀咕着 真小气 亲都不给亲 虽然陆金安说得很小声 但林维夏可是五途七段 自然听得亲陆金安的话 林维夏又气鼓鼓地 用力了踩陆金安脚一下 嘴里还说道 坏蛋 死痛死我了 陆金安也痛得到处乱窜 就在这时 学校大门处林天海刚走出来 就看到令人炸裂的一幕 这是干什么吗 他们在学校门口亲嘴 亲嘴就算了 竟然还是男和男的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林天海当然不允许 这种事发生在学校门口 顿时怒道 你们两个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在学校门口亲嘴 尼玛还是男和男的 你们俩叫什么名字 我要报给学校 让学校处分 你们两人 周围几百米的人 都听到林天海的话了 顿时幸灾乐祸地讨论起来 这两人怕是要完了 这一下全学校的人都知道 这两人亲嘴了 何止全校 有的人都拍视频发到斗手上 怕是全国都知道了 豆豆男和成熟青年 也听到林天海的大吼声 顿时明白完了 双人也停下相互吐口水 不过两人还在争吵 豆豆男道 你嘛 要不是你先吐我口水 我会这样 成熟青年道 分明是你先吐的 好意思吗 你 林天海见两人停下 黑着脸向两人走去 此时 两人的脸上都全是口水 连头发衣服也全是 当林天海走过去 看到两人的模样 还有空气中 发出的口水臭味 哦 林天海竟然被恶心道 当场吐了出来 豆豆男和成熟青年 两人见林天海过来 两人都在想 怎么让林天海 当这是没发生呢 突然林天海还没走近 就吐了起来 两人眼睛都是一亮 这不是好机会吗 只要关心一下林天海 说不定就把这事 给压下来了 于是 两人都纷纷用出 吃奶的速度 来到还在土的 林天海的身前 林天海本来是 低着头土的 但突然听到 一阵脚步声 一抬头 就看到这两个 让他恶心到土的人 此时 两人竟然用那 满是口水的手 拍着林天海的后背道 老师 有没有好点啊 说完豆豆男 竟然用那一张 满脸豆豆 但又有口水的脸 对着林天海笑了笑 林天海看着豆豆男 鼻子也闻到 更大一阵酸臭味 而且想到这两人的手 竟然还放在他后背 林天海再也忍不住 直接吐到豆豆男脸上 哦 豆豆男 意 这可把在林天海的 另一边的成熟青年 吓得直接蹦开 这特么 鼻吐口水 还要恶心 林天海反应过来 立马起身拉开距离 才看向被自己 吐一脸的豆豆男道 同学 没事吧 老师也不是故意的 豆豆男才反应过来来 顿时也吐了起来 哦 太恶心了 林天海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要不是这两人 走近自己 自己也不会吐到他身上 这可把众人 都恶心坏了 本以为相互吐口水 能够恶心 但也没想到 还有吐肚子里的东西出来 第36章 你猜 这可把陆金安和林为夏 看得一阵恶寒 还真的恶心啊 林天海拉开距离后 就立马对着两人大吼道 你们俩 先别靠近我 还有保安大爷呢 怎么不阻挡他们 而豆豆男和成熟青年 都用可怜巴巴的眼神 看着林天海 呜呜 竟然被嫌弃了 而三位远在白米的大爷 听到林天海叫自己 这才小心翼翼地走来 没办法啊 这口水到处都是 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到了 虽然说踩到也没什么 但他恶心啊 林天海终于看到 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的 三位保安大爷了 三位大爷 为什么他们 在学校门口 做这事情 你们不阻挡吗 林天海笑呵呵地 向三位大爷问道 林天海也没办法 这三位大爷加起来 都有二百五十多岁 一个平均八十多岁 这林天海 也不好凶大爷们啊 林大爷先买惨道 小林啊 这事情 有点冤枉我们了啊 本来我们是想上去阻挡的 但两个人的口水 飞得到处都是 方圆百米里 一个不小心 就容易中招 虽然没什么伤害 但太恶心了 大爷都这岁数了 难道还要顶着 口水上去抓人吗 要是其他的劫匪 我们拼了这条老命 都可以啊 但这同学之处的事 我们也不好插手啊 李大爷和周大爷附和道 没错 如果真有劫匪 我们拼了自己 老命都无所谓 林天海也点点头 也是口水 到处飞是很恶心 而且林大爷说的 也有道理 随后 林天海也像 站在不远处的两人道 你们两人叫什么名字 逗逗男仙 可怜巴巴道 老师 我呀 陈帅 成熟青年听到 扑痴地笑出来 哈哈 就你叫陈帅 笑死我了 名为陈帅的逗逗男 听到成熟青年 竟然敢嘲讽他 怒道 怎么我不能叫陈帅 你倒是说说你叫什么 成熟青年 这才傲娇地抬起头道 我叫李猜 名为陈帅 逗逗男怒喷道 你奶奶的 不说 就不说 还要我猜 名为李猜的成熟青年 也怒道 特吗 我叫李猜 懂了吗 傻心号 陈帅也继续怒喷道 我猜个屁 爱说不说 林天海 见两人要吵起来 赶紧阻诛道 你们别吵了 还有同学 别人都说出名来了 就剩你们说了 李猜也很委屈 自己都说出名字了呀 我叫李猜 林天海 林天海脸色也不好 干咳两下道 同学 我猜不到 还是你说出自己名字吧 李猜 自己都说出名字了 无奈只好再说多一次 我叫李猜啊 什么我猜不猜啊 同学我还真猜不到你的名字 林天海 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同学 为什么一直叫别人猜他的名字呢 这时 陆金安又见兮兮的 走到林天海面前道 老林 他的名字 是叫李猜 林天海听到 陆金安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叫李猜 林天海还以为 叫自己猜呢 难怪这同学 一直在叫李猜 原来是这样 好同学知道 你名字了 林天海点点头 也知道两人的名字了 我这件事 我会报告给学校 到时学校 可能会惩罚 你们一下 陈帅和李猜听到 要报告给学校 立马苦着脸道 能不能不报告给学校啊 林天海 当然摇头拒绝道 你们这是 影响太恶劣了 这事情 也必须上报 陆金安刚想看 多一会戏时 林维夏就从后背 拍拍陆金安的后背 嘻嘻笑道 陆金安别看了 快吃我吃大餐 陆金安不用看 就知道是林维夏这小妮子 转头就看见 林维夏笑嘻嘻地看着她 行了 走 走我带你吃大餐 陆金安对林维夏说道 林维夏 走到陆金安旁边 兴奋地 拉着陆金安道 好啊 走吃大餐 林天海也注意到 陆金安竟然和林维夏 关系这么好 林维夏这可是 大名鼎鼎天才 而且还是校花 父亲更是大武师 大武师啊 这个城里 也一共只四位大武师啊 陆金安这小子 竟然勾搭上林维夏了 好家伙 少走几十年弯路 而且林维夏 长得也很漂亮 陆金安也像看愣的 林天海告别道 走了 老林 林维夏则是兴奋地 拉着陆金安的手 向美食街跑去 林维夏因为太兴奋了 都没注意到 自己拉着陆金安的手 陆金安倒注意到了 但也没有提醒林维夏 反而握紧一招 谁不喜欢可爱 又漂亮的小妮子呢 这可把林天海 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陆金安真和林维夏 谈恋爱了 另一边林维夏 拉着陆金安的手 跑向学校后面的美食街 陆金安跟在后面跑道 你跑这么快干嘛 哼 当然想快点 吃到好吃的美食了 林维夏回道 陆金安可 不想跑出一身汗 本来今天就很热 再上跑着 肯定会满头大汗 于是陆金安站下来 用力一拉 把还想上前跑的林维夏 拉到怀里道 我可不想 跑到那出一身汗 林维夏也猛了 陆金安竟然把他拉到怀里 林维夏感觉到 陆金安身上的热气 腿感觉又要软了 而且自己竟然 一直拉着陆金安的手 陆金安又瞧见 林维夏的脸 又变得红通通的 心里忍不住笑道 这小妮子 还真容易害羞 现在轮到陆金安 拉着林维夏 慢慢地走 去美食街 一路上也有不少人 认出林维夏了 顿时惊呼道 这不是林大笑花吗 怎么被别的男人拉着 旁边一位学生解释道 拉着林大笑花的 是他男朋友陆金安 什么 我的女生有男朋友了 我不接受 看到林维夏 被陆金安拉着的男同学心 都碎一地了 而林维夏 也自然听到周围人的议论 只是红着脸 被陆金安拉着 陆金安拉着林维夏的小手 感觉软绵绵地又很滑 很快陆金安 就和林维夏来到美食街了 这里有很多好吃的 也有不少的男学生 带着女学生 在美食街闲逛 就像一对又一对的情侣一样 当然也有不少单身狗的 陆金安一拉着林维夏 到美食街 就吸引很多人的注意 没办法陆金安长得这么帅 林维夏又有得这么漂亮 这就是惊铜玉女啊 林维夏 被这么多人看 害羞的头 都快低到地下了 林维夏心里却在想 这陆金安竟然还不放手 这么多人看呢 第37章 狗东西 陆金安倒也注意到 众人的眼神了 但也不在意 反而回头问头 都快低到地下的林维夏道 我们去吃什么好呢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这才红着脸抬起头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吃 什么你怎么可能 第一次才来这吃 陆金安也被林维夏的话 惊道 这上高五都快三年了 林维夏竟然还是第一次来这吃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惊呼 有点不好意思道 因为我爸妈从小就说 不要吃学校的路边摊 因为学校的路边摊不干净 所以我也基本没来过 学校后面的美食街 陆金安也没想到 林维夏竟然没吃过路边摊 看来今天得让他体验一下 路边摊的美味 好 今天就带你吃遍体验路边摊的好吃 陆金安拉着林维夏 向烧烤的路边摊走去 烧烤的路边摊 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姨 此时烧烤的大姨 也看到一个帅小伙子 拉着漂亮的姑娘来这 小伙子来看看 我这烧羊肉串 大家吃了都说好 要不给你身后的小女朋友买点 大姨笑呵呵地 对着陆金安说道 林维夏听到烧烤的大姨 竟然说自己和陆金安是男女朋友 脸更红了 头也害羞地低下去 陆金安倒没注意到林维夏的异常 看着被烧得香气四溢的羊肉串 陆金安咽了口水问道 大姨 你这羊肉正不正宗啊 不会吃合成肉吧 小伙子你说的什么话 你去打听打听 谁不知我这的羊肉串最正宗 味道也最好 而且 要是不正宗我 还能在这开下去 烧烤的大姨边 稍找羊肉串边对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想想也是 要是不是真的羊肉串 学生怎么可能会来卖 没有人卖了 自然就开不下去了 那大姨多少钱一串 陆金安问道 一串就两块钱 很便宜了 大姨边烧着其他人的羊肉串边回道 那就来二十串吧 陆金安想一会说道 刚好一人十串 这些肯定吃不饱的 但陆金安还可以带着林维夏 去吃吃其他好吃的呀 大姨听到陆金安要二十串 笑得更开心了 连忙拿出新鲜的二十串羊肉 放上烤起来 而也有不少学生在卖烤串 有的人识出陆金安惊呼道 这不是陆金安吗 竟然拉着林大笑话 旁边一位男同学道 刚才早就看到他们拉在一起了 听到这名同学说 竟然刚才早就拉在一起了 周围的学生随后又是一阵鬼哭狼嚎 呜呜 我心中的白月光被别人拉着了 我的女神 怎么可能和别的男人拉手呢 呜呜 听得陆金安也是一阵尴尬 这么近的距离 是个聋的也能听清楚他们说什么 你小子 给我放开我一下的手 一声大吼传来 众人也想看看是谁吼得这么大声 只见不远处走来一位脸上长满胡子 但又长得尖嘴猴腮 看起来就像猥琐的中年大汉 但又身穿高五一中的校服 陆金安和低着脑袋的林维夏也看过去 当陆金安看到这人时心想 这个是同学还是同学他爸 林维夏看到这猥琐中年大汉时 也很好奇他是谁啊 那猥琐中年大汉 看陆金安还拉着林维夏的小手立马怒道 你给我放开我女神的手 小子 要不放开我怕我打死你 陆金安听到中年大汉的 小声询问道 这是不是你家的长辈啊 林维夏把头摇到波浪鼓似的 怎么可能 我都不认识他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也是一阵好奇 那就奇怪了 这中年大汉到底是谁 至于说 中年大汉是林维夏的追求者 陆金安打死都不信 这么大年纪 还敢追求林维夏 众人也有不少吃瓜群 纷纷说道 这中年大汉是谁啊 怎么管陆金安和林维夏拉手的事啊 就是啊 这中年大汉 不会是林维夏家里的长辈吧 都别吵了 我知道是谁了 兄弟快说是谁啊 这个人叫狗东西 是高五一中 高三 五班气血最高的人 气血达到了三十点 同时也是林维夏的狂热追求者之一 听说每次下课 都会在学校门口 等林大校花 只为多看眼林大校花 我靠 特么还有人叫狗东西 我去 第一次听到有人叫狗东西 你们没听到吗 每次下课 都在学校大门等林大校花 只为看一眼 多么深情 一位长得三百多金的女生 双眼羡慕道 周围人 哦 一位男生立马说道 你肯定这叫深情 怕不是变态吧 又有一男生附和道 确实很变态 我靠 就长这副母 还想和林大校花谈恋爱 就像猥琐中年大汉 和少女谈恋爱一样 太恶心了 又有一位男生说道 没错啊 这陆金安和林维夏 看起来骑马很配 但这中年大汉 要是和林大校花谈恋爱 我直接打死这中年大汉 又是一位林维夏的爱慕者说道 陆金安也听了七七八八周围的讨论了 他马的这东西 竟然偷窥林维夏 这是找死啊 林维夏也生气了 小脸气鼓鼓的 突然也想起来 这中年大汉是谁了 难怪每次放学都看到 这猥琐的中年大汉 一直看着自己 林维夏还以为是学生的家长 也没在意 现在想起来 真想打死他 陆金安也感觉到林维夏的愤怒 用手握紧一些林维夏的小手道 看我怎教训着偷窥狂 林维夏也感觉到 陆金安的大手传来的温暖 不过还是担心的小声道 这个人好像是武徒三段 你前天不是刚成为武徒吗 要不还是让我来 我武徒七段了 陆金安也贴着林维夏的耳边小声道 放心 我已经武徒武断了 让我来教训他 林维夏感觉耳边传来的热气 小脸又红彤彤了 听到陆金安 竟然是武徒武断也放心了 林维夏虽然很惊讶 但没有问陆金安为什么这么快 就达到武徒武断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狗东西看到陆金安竟然还不放手 并且还和林维夏贴着耳朵说话 顿时气炸了 自己的女神 竟然和别的男人这么亲密 为什么自己就不能 你小子找死是吧 第38章 猛男落泪 小子你找死是吧 还不放开我女神 狗东西看陆金安 竟然还拉着自女神的手 瞬间暴怒了起来 自己的女神 只能失职自己的 谁都不能碰 林维夏也被气到了 自己又跟她没关系 她管得这么宽干什么 而且 自己想跟谁拉手 又关她什么事呢 狗东西 人家林维夏也没反对我拉手的吗 你反对了 陆金安面对狗东西的暴怒 平静说道 你竟然还敢骂我狗东西 好你找死是不是死 狗东西听到 陆金安叫他狗东西 瞬间怒了 陆金安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难道他不是叫狗东西 你不是叫狗东西吗 我叫狗东西 不是狗东西 狗东西额头抱起几条青筋 每次自己说出名字 都会有人叫自己狗东西 实在太欺负人了 不一样吗 难道我叫的不是狗东西 陆金安也给这颗东西给干猛了 不是叫狗东西吗 自己也没叫错啊 简直欺我太甚 狗东西被陆金安欺诈了 陆金安 谁欺负他了 明明自己只是叫他名字 狗东西可不管这么多 此时陆金安和狗东西 相差不到十米距离 狗东西直接跨出几步 挥拳向陆金安打过去 陆金安面对狗东西的打来的这一拳 只觉得太慢了 陆金安现在比狗东西多两段境界 所以面对狗东西打来的一拳 只觉得太慢了 以陆金安的反应速度 可以轻轻松松抓住狗东西打来的这一拳 周围的同学立马惊呼道 这陆金安怕是要被惨了 狗东西可是五图三段 陆金安怎么挡 就是大家都知道 陆金安只有两点气血 陆金安怕是要被揍惨了 大家都不知道 陆金安已经五图五段了 毕竟消息也不可能传得这么快 陆金安也放下拉着林维下的手 然后陆金安面对狗东西打来的一拳 只伸出手掌就将 狗东西是大力尘的一拳包裹住 狗东西也没想到 自己这一拳这么轻易 就被陆金安抓到 自己可是五图三段 力量也有六百斤力量 陆金安竟然这么轻松 就抓到了 陆金安也不惯着他 直接挥拳打向狗东西的腹部 这一拳陆金安只用一半力量 也就是一千斤力量 要是用全力陆金安爬到时 可能真的打死狗东西 狗东西刚想挥动 另一只拳头打过去 结果陆金安的拳头 先打到狗东西的腹部 这可把狗东西的痛的眼睛 都要瞪出来了 舌头更是吐出来 痛 太痛了 特别是腹部的痛 让人很难忍受 陆金安也是打了一拳 就把狗东西的拳头放开了 毕竟在打陆金安 怕狗东西不死也会受伤 狗东西被陆金安放开拳 立马就双手抱着腹部 蹲在地下 周围的学生都张大了嘴巴 没想到陆金安 竟然能这么轻松挡下这一拳 而且还一拳 就把狗东西打趴下 陆金安什么时候 这么厉害了 我去 这是陆金安吗 怎一拳就打趴狗东西了 太牛了吧 难道陆金安开挂了 陆金安听到众人讨论纷纷 也不好意思起来 自己确实开挂了 要不然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而且自己的挂 只要睡觉就能开挂 也不用完成什么任务 狗东西痛一会儿 也缓解了一点疼痛 之后狗东西 就慢慢捂着腹部站起来 陆金安也看着狗东西 害怕狗东西又搞什么花样 而狗东西站起用惊恐的眼睛 看着陆金安 口中还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怎么可能会变得这么厉害 陆金安眉头一挑 然后说道 怎么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厉害 而且像你这种的 我能打十个 狗东西被陆金安的挑衅 气得脸都红了 刚想说什么时 突然又想到陆金安的那一拳 只好说道 明明自己很厉害 偏偏要装成气血两点 你这人真阴险狡诈啊 至于为什么感觉 陆金安是装成气血两点的 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时间突破 而且 就是能在这么短时间突破 也不可能打得过自己 这五图三段 陆金安 哦 自己什么时候阴险狡诈了 不过也是 狗东西肯定认为自己 很早就突破了 甚至为什么不认识 是前几天就突破 则是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有挂啊 陆金安面对狗东西的 只是笑了没回答 反而活动活动手腕 好像下一秒就揍人一样 这可狗东西下的向后退了退 自己可不想再受陆金安一拳 而陆金安为什么没解释 因为自己也无法解释 自己为什么提升气血这么快 就让他们认为是自己 隐藏了气血就好了 因为陆金安也不可能 把自己有系统的事情说出来 狗东西退后十几步才敢说道 被我说中 就想打人了 陆金安则笑笑说道 哦 我什么阴险狡诈了 又不是我主动出手的 是你自己先挑衅我 我在出手的 陆维夏也帮陆金安说话道 就是明明是你自己主动打人先的 还恶人先告状 狗东西听到陆维夏帮陆金安说话 顿时感觉心好痛 比陆金安打自己一拳还要痛 我的女神竟然帮陆金安说话 心好痛 狗东西挖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众人也没想到狗东西竟然会哭 而且狗东西还长得这么成熟 又这么撞墙 真的是猛男落泪 陆金安和陆维夏也是一脸猛逼 这怎么还哭出来了 说一两句不至于吧 不过很快就有人忍不住 噗哧一声笑出来了 因为狗东西一个猛男 然后竟然哭得像小孩子一样 对不起 虽然说不应该笑 但就是忍不住 兄弟也太不是人了 噗哧 对不起我也没忍住 既然你们都忍不住了 那我更忍不住了 狗东西 一 呜 你们都欺负我 随后狗东西竟然捂着脸呜呜的跑了 呃 好像我们不应该嘲笑他的 好像 是啊 众人也纷纷停下大笑 毕竟为了欢笑 而嘲笑别人是不道德行为 陆金安和陵维夏 也都无奈地看着狗东西远去的背影 随后众人见没戏 看了纷纷也散开了 小伙子 你的二十羊肉串好了 第三十九章 学校竟然要成立特训班 陆金安这才反应过来 对了 自己卖了羊肉串啊 刚才因为狗东西的事情 都快忘记了 陆金安兴奋地接过大娘递过来的羊肉串 心里也忍不住开心起来 其实陆金安也是一个吃货 只不因为前世没有太多钱买好吃的 才没吃 陆金安接过羊肉串 就闻到香气扑鼻而来 香太香了 陆金安的喉咙忍不住咽了口水 林维夏也被羊肉串的香气吸引了 小巧玲珑的鼻子也忍不住微微抖动着 而心里想到 就是为什么这么香啊 陆金安也瞧林维夏这副模样 也忍不住感到好笑 陆金安把手里的十串 递给眼睛都冒光的林维夏道 给你吃 等下再带你吃好吃的 林维夏立马接过陆金安递过来的羊肉串 然后点头如小鸡灼米 对陆金安说道 好啊 好啊 林维夏之前也吃过烧口 不过也是过了很久了 所以 林维夏现在也开心 陆金安是先把四十元给大姨 随后陆金安和林维夏两个吃货 站在就摊位前忍不住吃了起来 陆金安吃完两串羊肉串 就感觉口渴了 于是拉着还站在原地不停地吃羊肉串 林维夏向奶茶店走去 林维夏边吃羊肉串 边好奇地看着陆金安 想看看陆金安要把他带去 林维夏也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也不反感陆金安拉自己的手 陆金安也瞧见林维夏边走 还边吃羊肉串 而且大眼睛也在鼓溜溜地转 好像在想些什么一样 陆金安忍不住捏了捏林维夏的小手道 还真是个小吃货 林维夏顿时停下往嘴里送的羊肉串 不满地哼道 我猜不是小吃货呢 陆金安没管林维夏不管冷哼 直接把他拉到奶茶店 奶茶店的女店员看到一个很帅气的男生 拉着很漂亮的女生来着 顿时眼睛一亮还真的是般配啊 陆金安看着又重新吃上羊肉串的林维夏道 行了 你要喝什么奶茶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这才停止吃羊肉串的动作 然后眼神发光地看着奶茶店 林维夏还真没喝过奶茶 因为听说奶茶会胖 所以就没喝过 还有就是自己一放学 就是司机来接回家 所以也没机会去奶茶店喝茶 今天终于可以尝尝 奶茶是什么味道了 陆金安忍不住摸摸小吃货的头 实在是林维夏这副样子太可爱了 林维夏不满地拍掉陆金安的手 嘟着嘴道 都把我头发弄乱了 陆金安有一米八的身高 而林维夏只有一米六的身高 陆金安看着矮小的林维夏 拍拍林维夏的脑袋道 要喝什么奶茶 林维夏这才看向奶茶店的菜单 发现有很多类型的奶茶 顿时感觉头都大了 这么多怎么选择啊 陆金安见林维夏看着看着 就瞪大眼睛 陆金安还是笑了笑 拍拍林维夏的脑袋 你不知道 喝什么吗 林维夏如小鸡啄米般点道 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选什么 那我帮你吧 嗯 陆金安你帮我选吧 林维夏点点头道 陆金安也思索一阵后道 来两杯芋泥泥泼奶茶 这是网上更火的奶茶 还有一句名言叫 不要芋泥 只要啵啵 女店员也是回到 一共是20块钱 陆金安对这价格也没意见 毕竟一杯只要10块钱就行了 也不是很贵了 陆金安从口袋拿出一张20元 递给奶茶店的女店员 女店员接过20块 就放过收鸣台 然后去制作奶茶了 而林维夏则好奇地看着 女店员怎么制作奶茶 毕竟林维夏没喝过奶茶 当然也不知奶茶是怎样制作的 所以林维夏也很好奇 奶茶到底怎么做的 很快 女店员就把两杯奶茶制作好了 把奶茶打包好 递到陆金安道 你的奶茶做好了 陆金安接过奶茶道 好的 谢谢了 林维夏见陆金安接过奶茶 眼睛发光地看着陆金安手里的奶茶 陆金安也瞧见林维夏这个吃货模样 也不由觉得好笑 真是个小吃货 诺 你的奶茶 陆金安将奶茶递到眼里 都冒着小猩猩的林维夏面前 林维夏也迫不及待地接过奶茶 随后拿吸管插进奶茶杯里 然后林维夏就又喝了一小口 嗯 好甜啊 也很好喝呀 林维夏不禁半眯着眼睛 没办法 这奶茶好好喝呀 陆金安也喝上一口奶茶 还是和上市一样的味道 不知这高五世界 为什么也会有人发明奶茶的 林维夏左手羊肉串 右手奶茶 林维夏吃口羊肉串 再喝口奶茶 顿时就感觉很开心 陆金安也差不多 是和林维夏一模一样 陆金安边吃边道 走继续带你出去吃好吃的 林维夏开心地点点头 太好了 又可以吃吃其他好吃的 就这样 陆金安带着林维夏 吃到肚子饱为止 陆金安我回去了 记得你还差我三顿饭 林维夏看着来接自己的劳斯莱斯 随后林维夏向陆金安道别道 知道了 知道了 放心不会忘的 陆金安拍拍林维夏的脑袋道 林维夏又被陆金安拍拍脑袋 顿时不满意地哼了一声 哼 陆金安又拍我脑袋 到时拍傻了 怎么办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 不由感觉好笑 这小妮子 好像本来就有点傻 你这么聪明 怎么可能拍傻呢 陆金安反问道 林维夏也是点点头道 也是我这么聪明 怎么可能会拍傻呢 陆金安看林维夏还真信了 嘴角也忍不住上阳道 行了 快回家 下午还要上课呢 林维夏听到下午 还要上课顿时想起了什么 向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你知不知学校的高三 会成立一个特训班 而且学校会出一个高三比五大赛 只有前50名才能进特训班 只要进特训班 学校每个月都会向这50人 提供一枚气血单 还有只要进特训班 还可以学 学校提供的一本第级武技 而且还会让学校最厉害的人 来教导我们 所以说只要进特训班了 上重点五道大学更稳了 不过 以你的实力前50应该不难 听说一到前三 好像有更丰厚的奖励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的话 也是一惊 学校竟然要成立特训班了 而且每个月都提供一枚 黄极气血单 而且还提供第级武技 黄极的气血单 相当于一级药剂 而且黄极气血单 比一级药剂还牛 怎么说呢 一级药剂用一次药 三个月后才能用 而黄极气血单 则是可以连续服用 不过最后 也是一个月服用五六枚 服用过多也会产生单独 第四十章 哇哈哈 打我之仇 我必报之 不过这黄极气血单也有缺点 就是吃进一枚 黄极气血单 你能吸收这气血单的药效多少 取决于你的功法好坏 比如有的人吃进一枚 黄极气血单 能提升一点气血 而有的人 也是吃一枚黄极气血单 只有能提升0.5的气血 这就是差别 别人用黄极气血单 能提升一点气血 而同样用黄极气血单的人 只能提升0.5气血 这就是功法的差距了 但这时 就体现药剂的好处了 只要用F级药剂 一般都能提升一点气血 不过 F级药剂的缺点 也很明显 只能三个月用一次 所以只要有好的功法 基本每个月都可以提升5.6点气血 而每枚黄极气血单的价格 都和F级药剂一样 要2到3万块钱 而且学校竟然提供D级5G 来给大家免费学习 这可为那些没有钱买好的5G 但又有天才的同学 提供最重要的帮助 更别说 每个月都能领一枚黄极气血单了 所以说这次的五笔大赛的竞争 会非常激烈 行 我知道了 拜拜 陆金安向林维夏说道 林维夏也说道 好 拜拜陆金安 随后林维夏就拉开车门 坐上劳斯莱斯 下午2点半 陆金安和一众同学 看着站在高台上的林天海 就在刚刚大家都到齐了 然后林天海就走上高台说 有重要事情要和大家宣布 于是大家都纷纷看林天海 而陆金安12点回到家 然后又睡了两个小时 获得两点气血 随后就赶来上课了 站在高台上的林天海 看着台下众人 干咳败声准备发言 嗨嗨大家听我说 我这次是有重大事情宣布 这关乎着大家的未来 大家认真听我说 众人也都纷纷好奇地 看着台上的林天海 到底什么事 让林天海这么重视 陆金安可能猜到林天海 要说什么了 就是关于学校成立特训班的事情 林天海见众人 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自己 顿时满一点点头道 这件事情就是学校 要在高三成立一个特训班 而只要能进入这特训班的每个月 都会有一枚黄极气血单 林天海还没说完众人 纷纷惊呼起到 什么进入特训班 竟然每个月 奖励一枚黄极气血单 就是啊 这黄极气血单 可是和F级药剂一样贵啊 等于一个月 学校给两三万啊 我要进入特训班 我也要进入特训班 林天海看着吵闹无比的众人 大声吼道 都给我安静下来 大家听我说完 众人见林天海要发怒了 于是纷纷都安静下来 随后一个个又看着林天海 想看看林天海还有什么说的 林天海看众人终于安静下来 这才大声道 除了黄极气血单 学校还免费 让你们学习一门D级武技 还有会请学校最好的老师 来教特训班 众人顿时就忍不住惊呼道 什么免费学习D级武技 我去 我现在也只是有F级武技啊 我要加入特训班 就有D级武技 到十什么武道大学 不是随便上 D级武技啊 几百万的武技 竟然免费教 刘洋也听到 加入特训班有D级武技 也忍不住幻想起来 自己要是加入特训班 每月有黄极气血单 和免费D级武技 到十自己也能做回陆金安了 张飞也忍不住兴奋想到 到十加入特训班 自己就有两门D级武技 这样考上什么重点武道大学 都不成问题 林天海见众人这么兴奋 好像能很容易加入特训班一样 忍不住出声打击道 你们以为特训班会这么好进的 告诉你们 学校会举行五比大赛 只有前五十名 才能进特训班 也就是说 整个高三的前五十名 才能进特训班 所以说 你们机会也很小 但你们不要灰心 因为你们有机会 这次学校 是以抽签方式来决定对手的 也就是说 你们可能抽到比你差的同学 也可能抽到比你厉害的同学 要是运气好的话 很可能 能进前五十名 所以大家 还是有希望的 众人本来听到 要争强整个高三的前五十 纷纷感觉没希望 毕竟这么多 比他们厉害的人 但突然又听说 是以抽签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说 实力差的同学 也可能很有可能 进入前五十 众人纷纷讨论起来 虽然说没什么希望 但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我就知道 进特训班不简单 不过也还是有机会的 要是我能进特训班 到那时 黄级气血单 D级 5级这些都是我的了 兄弟你先别做梦 没听说机会很小吗 除非你实力强大 要不然很难 真的很难 以我的运气 一定能进入特训班的 刘洋也知道 自己实力在整个高三 也属于中等 所以刘洋的希望很小 但比其他更差的同学 更有机会 所以刘洋也忍不住 幻想起来 自己进入特训班后 然后自己抱打 没进特训班的陆金安 哇哈哈 打我之仇 我必报之 张飞 这个飞扬扬 也想到自己 进入特训班 然后自己的女神 开始自动追求自己 哇哈 只要进特训班 自己就走上人生巅峰了 众人的表情 大多数都幻想着 自己运气好进入特训班 纷纷脸上浮现开心的笑容 陆金安看着这一幕摇了摇头 所有人都以为自己 能比其他人运气更好 但后来才发现 自己可能是运气最差的一个 就像你一直以为 你命比天高 直到你碰到现实 你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命 是如此的平凡 渺小 这就是现实 接受自己平凡命运后 才觉得自己那 使命比天高 多么可笑 这就是普通人的一生 要不是陆金安有系统 他可能也会 平平凡凡度过这一生 或许自己会不甘 但你无法反抗命运的安排 陆金安摇了摇头 自己想这么多干嘛呢 这一世 自己一定要活得开心 行了 行了 大家先停下 距离五笔大赛 还有半个月 大家这段时间 努力提升气血 或者努力练习武技 一定要趁这段时间 努力提升自己实力 这样 大家就多一份机会 努力拼搏吧 少年 第41章 谁敢在上午到课睡觉 好大的狗胆 林天海的话 给众人说的斗志昂扬 是啊 自己未必没机会 一切都有可能 谁也无法预测到 下一分钟发生的事情 林天海也满意 看着众人的表情 很好很有斗志 随后林天海大吼道 大家现在开始训练 未来一定是你们的 众人也被林天海的话 激起热血 纷纷吼道 是 林天海站在台上 看着热血沸腾的众人 这就是少年的热血 随后众人纷纷兴奋地散开去训练 有的自己去练习武技 而有的和同学切磋 大家似乎都比之前更认真训练了 而只有陆金安 看着众人的练习 无聊打了的哈欠 自己根本就 不要像众人这样勤苦练习 自己只要睡觉说能加点 而且自己 就像众人这般勤苦练习 估计也提升也比睡觉少 所以陆金安 只要睡觉 就等于勤苦练习了 于是 陆金安趁众人练习时 又偷偷来到休息的长椅上 躺下睡觉 虽然说 躺在这长椅睡觉 不如睡在床上舒服 但对于陆金安来说 哪里睡觉都一样 只要躺下陆金安 就能三秒入睡 这就是陆金安的速度 很快 陆金安就开始呼呼大睡 甚至还打起呼噜 林天海站在高台上 满意地看着众人 努力训练的身影 嗯 刘阳比平时更努力了不错 张飞也是 还有李东这小子也很努力 大家都很不错 对了 为什么没看到陆金安这小子的身影啊 奇怪了 林天海在高台快速地挡过 一个个努力训练的学生 但就是没看到 有陆金安的身影 这小子 不会又逃课了吧 林天海自言自语道 嘟噜嘟噜突然很大一声 打呼噜传到整个舞蹈教室 众人也一时被这巨大的呼噜给搞猛了 谁在上舞蹈课还睡觉啊 而且还打这么大的呼噜声 生怕别人听不到吗 林天海本来还在寻找陆金安的身影 但也被突如其来的呼噜整猛了 谁敢再上舞蹈课睡觉 好大的狗胆 众人也纷纷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想要看看 到底是谁上舞蹈课睡觉 林天海也用能杀人的眼神四处扫视 竟然赶上我的舞蹈课睡觉 真的摸老虎屁股 蠢蠢找死 而陆金安在呼呼大睡 还不知道即将要发什么事 众人也看到林天海露出如狼似虎的眼睛 纷纷在心里想到 那个赶在老魔头的舞蹈课睡觉的人 要完了 终于林天海找到躺在休息的长椅上 呼呼大睡的陆金安 呼噜声也是想震天 生怕别人不知道 众人也跟着林天海的视线看去 果然在长椅上看到呼呼大睡的陆金安 刘阳心里暗爽 这陆金安肯定又少不了一顿揍了 还真是找死 张沸也和刘阳的心情差不多 这陆金安还真够胆的 竟然在老魔头课上睡觉 不会以为赢了老魔头 就以为能上课睡觉吧 林天海此时脸色黑如锅底 这陆金安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了 竟然上午到课不认真练习武技 而是在呼呼大睡 林天海顿时就从高台一跃而下 气势汹汹的像还在睡觉的陆金安走去 众人看有好戏看 纷纷跟在林天海的后面 很快 林天海就走到躺在长椅上 睡觉的陆金安面前 林天海顿时就忍不住 用手推了推陆金安的身体 还叫道 陆金安给我醒醒 别特要睡了 而陆金安面对林天海的叫喊 迷迷糊糊的说道 别闹 让我再睡一会 随后更是翻了个身 继续呼呼大睡 这可把林天海气炸了 这是要干嘛 这样都能睡得着 陆金安你是属猪的吗 而跟在林天海准备看戏的人 纷纷露出吃瓜笑容 这陆金安怕是要被林天海 来一顿五连鞭了 刘阳和张沸更是高兴 终于陆金安要被打一次了 林天海顿时对着 还在呼呼大睡的陆金安怒骂道 陆金安你 竟然上午到课还敢睡觉 你这年纪你怎么睡得着啊 大家都在努力拼搏 而你儿在睡觉 那别人就会趁着你睡觉赶超你 林天海气呼呼地说了一顿 然后发现陆金安好像睡得更香了 这也不怪陆金安啊 只要一听到林天海的牢牢叨叨 就会睡得更香 就如你数学不好一样 听着台上数学教老师的讲课 你又如听天书一样 那你困不困 一般这种情况都能秒入睡 我去 这陆金安怎么还睡得更香了 班上的一位男同学惊呼道 就是啊 之前陆金安也没这么能睡啊 另一个男同学附和道 陆金安怕是投猪转世吧 还在睡 刘扬当然不会放过 嘲讽陆金安的机会了 张飞也不甘示弱道 天上一头猪 地下也有一头猪 我去这是说 天上的猪是猪八剑 地下那不是陆金安了 刘扬把张飞想表达的意思说了出来 林天海间这样都叫不醒陆金安 也感觉陆金安太能睡了 突然林天海想到一句话 保证能让陆金安乖乖起来 陆金安下课了 林天海向陆金安吼道 果然不出所料 本来还在睡觉的陆金安 听到下课了 如同僵尸一样蹦起来 这可把林天海吓一跳 尼玛要不要这么快啊 这怕是一箭启动 也没陆金安起床的速度快 而陆金安立马迷迷糊糊地起身 向教室门口走去 口中还说道 下课了 回家咯 哇 这陆金安竟然听到下课 瞬间就醒了 一位长得平平无奇的同学嘲笑道 我也差不多 只要我上课睡觉 听到下课 我也是瞬间醒了 不过就是没陆金安这么快 这才知道 原来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海里有水 水里有鱼 另一个身强体壮的同学说道 林天海对于这样的事情 已经见怪不怪了 上午陆金安也是这种情况 行了 陆金安现在还没下课呢 本来还迷迷糊糊的陆金安 听到说 还没有下课瞬间 清醒了很多 哪个狗日的 竟然骗老子 看看收拾不收拾 你完了 转头就看见林天海站在前面 而身后则是一大帮同学 陆金安也有点反应不过来 这是要干嘛 陆金安 你上午到课竟然睡觉 你怎么睡得着的 林天海顿时质问道 刘阳和张飞两个仗势七人的狗腿子 也站出来道 就是 就是 上午到课 你都睡觉 第42章 那么你中午是吃了屎吧 陆金安面对两个仗势七人的狗腿子 回对道 你们两人中午是不是吃了大蒜 怎么一股屎味 刘阳瞬间被陆金安对得仗红了脸道 什么我吃屎 呸大蒜 我看你才吃大蒜 你说是不是啊张飞 而张飞此时脸色涨红 似乎被说中什么一样 听到刘阳的询问 这才回过神来道 就是 就是 你才吃大蒜 你全家才吃大蒜呢 陆金安神色古怪地看着激动的张飞 这张飞的反应 怎么这么大 不过真吃了大蒜了吧 陆金安想一回回道 张飞你有本事让刘阳闻 闻你口臭不臭 这才我就信你 张飞听到陆金安的话 脸色更慌张道 我才不能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陆金安见张飞的表情更加确定 这张飞一定吃了大蒜 张飞 你不敢肯定是吃了大蒜难怪 口气这么大 陆金安用出激将法 就不信张飞不上当 张飞可是很要面子的人 肯定会用陆金安提出的方法 证明自己没吃 果然张飞胀红着脸道 我才没吃 刘阳你来闻闻 张飞这么敢做 也是因为大蒜是中午吃的 现在都下午了 应该口不臭了吧 要是口臭相信刘阳也不会说出来 毕竟自己可是和刘阳 同一战线的人 刘阳听到张飞 竟然真叫自己去闻口臭不臭 顿时感觉有点恶心 特么的一个大男人叫闻 陆金安则是嘴角上扬地看着刘阳 这刘阳等下 怕不是要臭死 周围的同学们都露出吃瓜表情 更有的拿出瓜子吃了起来 林天海原来想教训陆金安的 但也当起吃瓜群众 先看戏 然后再教训陆金安也不迟 刘阳被这么多人看着 也只能硬着头皮道 好吧 随后刘阳走到张飞面前 此时两人面对面 距离也不到一米 众人神色紧张地看着这两人 想看看陆金安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张飞也神色紧张地吐出一口气 到刘阳的鼻子那里 刘阳 意 哦 特么你中午是吃了屎了吧 这么臭 此时刘阳感觉自己 好像闻到一股屎味 而且还是忍着几天不拉 但又拉出来 这种味道实在太难闻 大蒜的口臭绝对没有这么臭 这绝对是是张飞的这个 逼得口太臭了 但刘阳也只能强人恶心道 没有口臭啊 但刘阳的脸已经出卖他了 此时刘阳的面容扭曲 但嘴还说着 一点也不臭 这一切都被众人看在眼里 这刘阳分明就是睁眼说下话 但张飞却不知 真的以为自己的口 没有口臭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陆金安我都说我没有口臭 你不信 而刘阳和张飞 还是保持之前那个姿势 所以当张飞说话时 口气又打到刘阳面上 这次比张飞 刚才吐出一口气还多 刘阳 哦太特么臭了 刘阳被臭到反胃起来 这实在忍不住了 随后刘阳嘴里忍不住喷射出 中午还没消化的食物 因为张飞和刘阳两人面对面 所以刘阳也是 直接喷射到张飞的脸上 张飞Sigma 张飞此时 脸上布满刘阳中午 未消化的米饭 胃液 张飞此时已经完全傻眼了 刘阳喷了 随后张飞的脸上传来一阵恶臭 张飞也顿时反应过来 顿时大叫起来 啊 刘阳我日你祖宗 张飞这也不能怪我呀 是你的口太臭 没远珠就吐出来了 张飞你放心 如果再闻我也不会吐了 因为我卫星的东西都吐干净了 刘阳此时 走得远远的向张飞保证道 刘阳在吐完后 就拉开和张飞的距离 没办法张飞的脸上太恶心了 虽然说是自己吐的 但这也恶心啊 周围的同学 林天海和陆金安都脑袋都丢掉了 这太炸了 让众人没反应过来 本来上一秒还说着不臭的刘阳 但下一秒就吐了 好家伙 刘阳的嘴还挺硬的 但身体却很诚实 神特吗 再闻就不会吐了 不是不会吐 而是吐完了 这也让众人很好奇一件事 这张飞的口到底有多臭 没说两句 刘阳就吐了 这怕是屎都比张飞的口香 因为刘阳肯定也闻过屎味 刘阳肯定也不会因为闻到屎味而吐吧 那张飞的口肯定比屎臭 想到这众人连忙远离张飞 不单单因为张飞口臭 而是张飞的脸上和衣服 都散发出酸臭味 张飞也见众人用嫌弃的眼神看着自己 又齐齐拉开和自己的距离 张飞此时已经绝望了 这以后还怎么有脸见人啊 别人一看到她 肯定会说 这不是被刘阳吐到脸上的张飞吗 而且只有人知道 那就等于全校知道了 这特吗 有一种比死还难受的 那就是射死 呜呜 快杀了我吧 没脸见人了 张飞强人恶心 赶紧用手把脸上的米饭和青菜扒拉下来 哦 张飞也恶心肝呕了起来 刘阳则是尴尬地看着张飞 这也不怪我啊 本来自己已经强人恶心说不臭了 结果你竟然还特么说话 把口气都扑面来 这谁忍的 本来还想忍一下的 但实在太臭了 忍不住当场就喷射到张飞的脸上 张飞心里已经崩溃了 有的生着 但已经死了 这比死还难受 林天海这时站出干渴两下道 张飞 你先去厕所洗干净脸吧 刘阳你把你自己吐得到地上的东西 搞干净了 张飞这才慌慌张张的 向外面的厕所而去 刘阳则是苦瓜脸 这也不是自己错啊 实在张飞的口太臭了 自己没忍住 现在好了 还要自己搞干净地板 陆金安也没想到 会发展成这样 不是吧 真的有人能把人臭吐吗 众人看张飞离去 才敢讨论起来 炸裂 太炸裂了 本以为在学校门口 看到那一幕很炸裂 但没想到 竟然还有更炸裂的 张飞怕是要射死了 这么劲爆的事情 肯定明天传遍学校 简直比孙悟空定住七仙女 什么也不干 只为摘仙桃 还要离谱 今算是小牛子割皮包 开了眼 林天海听到众人的奇葩议论 也是嘴角抽了抽 而后看向在一旁看戏的陆金安 这陆金安怕不是忘记自己上课睡觉 竟然还敢看戏 还有这一切 好像都是陆金安惹出的事啊 好家伙真凶 竟然是陆金安 林天海才想起来好像都是陆金安弄出来的事情 第43章 恩哈两将 陆金安也注意到林天海凶恶的眼神 顿时吓一跳 这特么的又关我什么事啊 陆金安你上课睡觉 还搞事情 你看看我要怎么收拾 林天海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陆金安 陆金安面对林天海的威胁 脑袋360度的运转 到底怎么应对老魔头 有了 你以为我睡觉真的是睡觉吗 不不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但既然你问了 那今天我就告诉你吧 其实我睡觉时就会在梦中练习武技 陆金安一惊一乍地说道 林天海下滑线 这是要干嘛 自己像傻子吗 他娘的 陆金安竟然把我当傻子了吧 王我把你当做学生 你却把我当傻子 林天海似笑非笑道 好啊 你怎么不说你睡觉能提升气血呢 还睡觉就能练武技 这是把我当傻子 或者说 你是傻子竟然编这种谎话 给我 不是吧 这都不信 难道自己的画编的话太假了 不对 肯定是自己 把林天海当成傻子才编出这种话 嗯 没错 看来以后骗林天海更高明一点了 陆金安在心里想到 随后 陆金安如同狗腿子 对着林天海拍马屁道 怎么可能把你当傻子呢 就你这聪明的脑袋挂 谁敢把你当傻子 林天海本来想趁机好好教训陆金安这小子的 但突然被陆金安的一顿马屁拍得飘飘扬 不过林天海还在装严肃道 行了 别拍马屁 看我怎么教训你 陆金安也看到林天海那上扬的嘴角 心里忍不住吐槽道 这老林还真能装 嘴角都快翘上天了 没有啊 我陆金安是拍马屁之人吗 你聪明 是全班公认的事情 哪里是我拍你马屁啊 分明就是你很聪明啊 林天海听到陆金安的话 嘴角都快忍不住笑出来了 这陆金安竟说什么大实话 自己虽然是很聪明 但怎么能说出来呢 林天海用干咳两声 来掩盖上扬的嘴角道 你小子很有眼光啊 今天就承你下课打扫教室卫生吧 这可把一众同学惊呆了 这两人怎么都这么厚脸皮啊 这马屁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马屁啊 学到 学到 以后如果做错事 就拍拍林天海的马屁 这样瘦可能会轻一点 陆金安顿时黑黑道 老林你这惩罚 很怎么这么合理啊 果然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林天海面对陆金安的彩虹屁 毫无招架之力 被拍得飘飘然 这时 张飞也回到教室了 脸上的呕吐物 清理干净了 只有刘阳 还没清理掉地下的呕吐物 而刘阳也苦刮着脸 把地下的呕吐物搞干净 张飞一回来 就瞪着大大的眼睛 看着刘阳 都怪刘阳害到 现在一切面子也没有了 这刘阳 怎么连点口臭 都闻不住 真的太没用了 要是刘阳知道 张飞的心理想法 一定会破口大骂 你特么口有多臭 没点必输吗 这特么屎都比你口香 众人 都神色古怪地 看着张飞和刘阳 这两个哼哈两将 不会 又搞事情吧 果然张飞对着刘阳发愤道 刘阳你码的 竟然吐到我脸上 你什么意思 刘阳也委屈巴巴道 明明是你自己的口太臭 还在一直说话 把口气都打到我面上了 我实在忍不住 怪我了 张飞听到刘阳 说他口臭 气得脸一阵清一阵白 本来被刘阳吐到面上 已经很丢人了 这刘阳竟然还说 自己的口很臭 完了面子 已经丢到家了 刘阳你 张飞被气得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刘阳神色更委屈了 自己本来 都强忍张飞的口臭了 结果张飞 还在巴巴个不停 到头来还怪自己 这可把吃瓜群众看得津津有味 现在这处有点像霸道总裁 和受气的小媳妇 林天海也不想让同学之间伤了和气 站出来道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这样张飞先和刘阳道歉 之后刘阳也给张飞道歉 张飞本来还想骂上刘阳两句的 但老魔头都出来了 也不敢和老魔头作对 刘阳倒是没什么意见 自己也不想和张飞把关系搞僵 毕竟张飞可是班上第二气血高的人 本来张飞是第一的 但因为陆金安 所以变成第二了 张飞也只好不支支吾吾的向刘阳道 对不起 刘阳连连白白手道 没事 没事 张飞本来还有点不情愿的 但因为刘阳这几句话 顿时心中的不满 烟消云散 刘阳也向张飞道歉道 对不起 张飞也向刘阳道 没事 没事 林天海满意的看着这一幕 同学之间哪有这么多仇恨 只要相互道歉 一切事都会烟消云散 这就是少年 今天还在生别的同学的气 明天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好了 大家继续练习 多练一分钟进特训班 就多一份机会 给我练起来 林天海把两人的事解决了 然后向吃瓜群众喊道 吃瓜群众看戏也看完了 而且林天海也说得对 多练习一分钟 可能就多一份机会进入特训班 但机会对于武道不好的同学很小 小得可怜 但武道差的同学也没放弃 就算自己不行 起码自己也拼过 不留遗憾 众人又纷纷散去 开始努力训练起来 只有陆金安又想走回长椅睡觉 但刚想动 就看到林天海虎视眈眈 陆金安 下话线 有必要这么盯着自己吗 不就是睡个觉吗 老林 你怎么看着我啊 老林你要相信我 睡觉真的能 在梦中练习武技啊 陆金安解释道 林天海自己不信陆金安的话道 你小的还想骗我 还要骗我 找好一点借口不行吗 陆金安见林天海竟然不信 立马拍着胸膛保证道 老林 这一周 你让我上课睡觉 就知道 我的武技能不能熟练度 能不能长 如果不能 我也保证上你课不睡觉了 林天海见陆金安都这么保证了 半信半疑道 真的 陆金安立马道 老林 我骗你干嘛 一周后 你来测我武技的熟练度 一周后 要是没有提升我保证上课 绝不睡觉 林天海先是右左看了看陆金安 但发现陆金安神色认真 不像说谎 心里也忍不住想到 难道是真的 陆金安这小子 都敢这么保证了 第44章 趁陆金安睡觉 卷死陆金安 林天海沉四议会后 才开口说道 行 我就信你一次 一周后 我就会检查你的武技 有没有进步 要没有进步的话 那你小子上课就不能睡觉了 陆金安差点就兴奋跳起来 这以后上课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睡觉了 老林 你放心一周后 我要是武技熟练度没进步的话 我以后也不上课睡觉了 陆金安把胸膛拍得想当当保证道 别问这么自信谁给的 当然是系统给的呀 要没系统陆金安肯定不敢保证 但陆金安就是有系统 林天海瞧陆金安这么兴实淡淡 心里也放心几分 陆金安可是个好苗子 可不能真因为懒惰 且荒废着大好天赋 天赋有时也不能决定一切 比如 肖震天是鼎鼎有名的武皇的强者 外号更是叫刀皇 曾经以武皇境界杀死神灵教的两个同境界的武皇 这可是武皇啊 可以说 武皇强者基本很难被杀死 除非有武圣出手 才可能将武皇境界杀死 但武圣可是各国战力的天花板 基本不会轻易出手 所以说 武皇境界已经相当于各国的高端战力存在 每一个武皇都非常珍贵 要知道 有的小型国家也只是有一个武皇 根本没武圣 而武圣也只有大国才可能有 而肖震天竟然能在相同境界下 杀死两个同境界的武皇强者 可见这有多强 可以说武圣不出 肖震天不惧同境界的武皇 甚至还能将其斩杀 这可以说武圣不出 肖震天同境界无敌 不过比肖震天更出名的是 肖震天的武道天赋很差 很差 这个世界上 武道也是有天赋好和天赋差的 如天赋者的人 很难提升自己气血 和很难突破大武师 这就是天赋的分水岭了 武道天赋好的 突破大武师 比天赋差得更轻松 且天赋差的 终其一生可能也很难突破到大武师 所以这就是大武师这么少的原因 不单单提升气血就行了 还要有好的天赋 要不然 就算你气血够了 也很难突破到大武师 但肖震天明明天赋很差 但偏偏做到了 不但做到了 还突破到武皇境界 肖震天的天赋有多差呢 听说他提升气血的难度 是正常人的天赋十倍 十倍啊 整整十倍 这可以说 别人六天里提升一点气血 但肖震天只能提升0.1点气血 可想且知 肖震天的天赋有多差了 但偏偏肖震天突破了武皇 这可以说开挂的人生 有人问过肖震天 为什么自己天赋很差 但却成为武皇强者 是不是有什么机遇 才能成为武皇强者 而肖震天的回答是 这个世界是有天赋好坏之分 我自己也感受到 天赋差和天赋好的距离 但那又如何 人定胜天 我每天都比天赋好同学 多练三个钟 回去已经是晚上11点 洗完早睡觉也12点了 我每天都如此 连周六周日的时候 都是用来练习 终于我一点点地追上同班同学 随后超越他们 天赋真的能决定一切吗 不 只要你比别人努力100倍 总有超越别人的时候 自己的命运 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就是肖震天的故事 也是一代传奇 同样也是天赋差的人的指名灯 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但陆金安比肖震天的天赋更好 那不更应该努力吗 所以林天海先同意陆金安的请求 先看看陆金安一周后 实力到底有没有提升 如果没有陆金安那就要更努力练习了 那老林 我先去睡觉了 嗨嗨不是 是去练习武技了 陆金安边说边准备向长衣走去 林天海看陆金安这副模样也不知道 答应陆金安的请求是对还是错 不过既然答应下来了 一周后看结果吧 行 洗你去吧 可别打扰别的同学练习 林天海的嫌弃的向陆金安摆了白手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的话也是立马道 是 老林 说完便向长衣走去 躺下睡觉了 随后不到三秒 陆金安就发出打呼噜的声音 林天海 Sigma 也被陆金安惊呆了 三秒就入睡了 这也太快了吧 还有为什么 还有打呼噜声 本来还在努力练习的众人 又都听到熟练的呼噜 不用看 一定是陆金安了 林天海干咳两声道 大家继续吧 不用管陆金安 众人还想看林天海教训陆金安 结果就这 不过 众人也是不愿意把时间放在这上面 现在应该努力提升实力 随后 众人也都各自练习了起来 而刘阳边练习武技 边想到 卷死你陆金安 我就趁你睡觉 我练习武技 到时自己也能超过陆金安了 不行 今晚也要练 总有一天 自己一定要卷死陆金安的 而另一边张沸也是一边 暗暗地看着呼呼大睡的陆金安 心里忍不住想到 嘿嘿 陆金安啊 陆金安 趁你睡觉 我就超越你 卷死你 哼哼 到时陆金安一定会很后悔吧 没错陆金安 睡吧就睡吧 哇哈哈 张沸看着熟睡的陆金安 双手插腰 哈哈大笑出来 本来这教室除了陆金安的呼噜 和其他人练习武技的声音 所以说得上很安静 但突然有一阵哈哈大笑传来 众人都不用看 听声音就知道 是哼哈两将的张沸笑的 毕竟这么猥琐的笑声 也只有张沸能发出了 本来还在双手插腰大笑的张沸 突然也意识到 这特么在教室啊 忘记了 张沸立马收敛笑容 不过脸上的嘴角一直在上扬 好像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 而在不远处 刘扬看到这一幕 心里忍不住嘲讽道 真是个傻子 不知在笑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 如果众人知道刘扬的想法的话 肯定会说 你们两个都是傻子 傻子还嘲讽傻子了 随后 刘扬也笑呵呵地嘲笑起张沸起来 看着傻笑的两人 众人又被哼哈两将搞猛了 这又是在笑什么 他们在傻笑什么 果然傻子的行为 理解不了 林天海也注意到这边情况 立马大喝道 张沸和刘扬 你们在笑什么 还不赶快练习起来 张沸和刘扬 被林天海的大喝惊醒 这才反应过来 开始练习武技 两个人比平时更努力和认真 要是不会的 也更会去请教林天海 第45章 太卷了 而陆金安还不知道自己睡觉时 张沸和刘扬两人 竟然想偷偷卷死自己 要是知道 陆金安肯定会哈哈大笑道 俺可是有挂的男人 你拿什么卷 不单单张沸和刘扬卷 其的同学也都卷起来 一个比一个拼命练习 毕竟还有半个月 就会开始武道大赛 所以现在不卷何时卷 只有显眼的陆金安 在呼呼大睡 众人都心想趁 陆金安睡觉卷死他 就这样的气氛 度过了三节武道课 叮铃铃 舞者们下课时间到了 熟悉的铃声又响起 不过这次 大家也都没有像上午一样 听到下课铃声 恨不得马上冲出去 而是继续再卷 有一两个同学 听到下课铃响 本来想回家的 但是见众人 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实力 本来想走的步伐停下来 而是继续练习起来 没办法 大家都再卷 自己不卷 就会被卷死 本来 还在呼呼大睡的陆金安 听到下课铃声 立马弹跳起来 这次倒不用林天海叫醒了 陆金安起身 就向门口走去 但发现全班的同学都没走 而是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让陆金安一脸猛逼 这到底 下没下课啊 怎么一个人也没走 难道是我听错了 而林天海 则是满意地看着众人 没错就应该这样 大家都很努力 嗯 除了陆金安 随后 林天海也看到猛逼的陆金安 忍不住说道 陆金安你看看 大家多认真练习啊 下课都不回家 而是在继续练习 听到林天海这么说 陆金安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下课 不走继续练习啊 特么的 要不要这么卷 幸好自己有系统 要不然 还真卷不过他们 想到这陆金安也放心不守 不过陆金安还是决定 早点回去睡觉 多些属性点 这样才放心 于是 陆金安就快步向门口走去 这可把林天海看得满头黑线 这陆金安还是特别 听到别人不回家 而是继续在努力提升实力 陆金安竟然还走得这么果断 别人看到大家都在训练 都是留下来跟着大家的 结果陆金安倒好 走得这么快 不过这次陆天海 倒霉叫住陆金安 反正等一周后 陆金安的武技 熟练度的没提升 再教训也不迟 而陆金安刚走去学校大门 就看到林维夏了 这才记得 好像自己插林维夏四顿饭啊 中午吃了一顿 还有三顿 陆金安瞬间感觉 钱包的钱不够用 林维夏也注意到陆金安 随后眼睛一亮 快步走向陆金安道 快带我去干饭 陆金安摸摸自的口袋 顿时心痛起自己的小钱钱 好不容易才有这么多小钱钱啊 不过陆金安倒没拒绝林维夏 因为自己答应过 请吃四顿就请吃四顿 陆金安可是有原则的男人 行 行 带你吃 陆金安回道 那我们快走吧 林维夏跑过来 兴奋地 拉着陆金安的手说道 陆金安也感觉到 林维夏那软弱无骨的小手 心想这小妮子 这是习惯了呀 随后 陆金安的心情也大好说道 行 带你吃大餐 就这样 陆金安又带林维夏 去学校后面的美食街吃起来 很快 陆金安就带着林维夏 把好吃的美餐都吃一遍 时光飞逝 就这样 陆金安这几天都带着林维夏吃好吃的 而上课陆金安也是一直在睡觉 从此班上的人都叫陆金安为睡神 没办法 因为陆金安一上课就秒睡 太能睡了 所以大家都为陆金安起了个外号 林天海要不是答应过这一周 不打扰陆金安睡觉 怎么可能让陆金安在课堂上睡觉呢 叮铃铃 舞者们下课时间到了 站在正在上文化课的林天海 听到林响对着众人说道 好了 下课吧 今天周五 明天周六周日 你们在家一定要勤家练习 可不能放松 距离舞蹈大赛也只有一周了 所以大家现在可不能放松 说完 林天海看向刚刚睡醒的陆金安道 下周星期一 你小子要是没进步 以后上课别想睡觉了 陆金安这才精神道 放心吧老林 果然周一你检查我没进步 我随便你处置 林天海看陆金安敢这么保证 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道 好了 大家下课吧 众人这才兴奋地冲出教室 没办法这几天大家都在卷 这可把众人累坏了 终于到周五晚 肯定要放松一下 陆金安也慢慢悠悠地走去教室 向学校大门去 学校大门 因为是星期五大门处 也有不少人 而陆金安没走近 就又听到 林大爷手机美女主播传来的声音 哇 谢谢林大爷送的飞机 冰冰现在 给林大爷跳一个热舞吧 陆金安都不用看 这肯定又是林大爷给美女主播刷礼物了 前几天答应请林大爷 陆金安也请了 那次差点火把陆金安吃穷 没办法林大爷不知多久没吃饭 竟然把大排档的菜全点一遍 然后林大爷更是饿死鬼投胎一样 把所有的菜都吃完 更是吃了五碗大米饭 随后陆金安一结账 竟然要三百多 陆金安一个月也才领两千块 现在林大爷吃一顿就要三百 加上这几天也请林维下吃的 陆金安感觉又要变回穷光蛋了 这林大爷也不知怎么了 老喜欢刷礼物给美女主播 害到连饭都吃不起 果然男人至死都是少年 特么给美女主播刷礼物 连饭都吃不起了 果然不出所料 陆金安在学校门口处 看见林大爷坐在那抱着手机 开心露出三颗大黄牙 每次看到林大爷的三颗大黄牙 陆金安都忍不住敲掉 林大爷的三颗大黄牙 没办法陆金安看着不太顺眼 陆金安也只敢想想 要真这么做 林大爷肯定和自己拼命 林大爷仅剩的三颗大牙 被敲掉能不拼命吗 陆金安走到林大爷面前 干咳两下道 嗨嗨林大爷 林大爷这才从手机转移 注意到陆金安身上 你小子 又干嘛呢 林大爷请你笑时 不要露出三颗大黄牙 我怕别人 以为你这三颗是金牙 然后敲了你这三颗大黄牙 陆金安见嘻嘻地笑道 林大爷顿时被陆金安的话气到了 你小子又皮痒了是吧 陆金安看林大爷要生气 也是快快溜向门口 边溜边道 林大爷我先走了 第46章 门炸裂了 林大爷看着陆金安远去的背影 也陷入沉思 好像陆金安这小子 说得更有道理的 自己的三颗牙齿 不会真的被别人认为是大金牙吧 到那时真被别人敲掉 怕是哭都没地方哭 林大爷想到这连忙把嘴闭上 生怕有人看到自己的三颗大黄牙 而另一边陆金安放学回到家 又没看到秦之义的房屋内有灯光亮 这几天陆金安似乎都没看到过秦之义灯光亮过 突然陆金安想到 秦叔不会又被抓了吧 要不然怎么这几天都没回家 不过就算被抓 秦叔也会打电话 要自己担保出来啊 对了 秦叔前几天不是说加入守护司了吗 应该是秦叔有工作忙 这几天才没见到他吧 随后陆金安也不想这么多 回到出租房内吃完晚饭 洗完澡又倒头就睡 星期六早上八点 陆金安迷迷糊糊的起床 脑海中系统提示声又响起 丁宿主睡觉12小时 获得的12点属性 陆金安这才瞬间精神起来 对了自己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睡觉 一直没加点 都攒着属性点 现在陆金安可以加点了 陆金安连忙兴奋地对着系统道 系统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50加 五图五段 5060 力量 90加 约等于2000斤力量 速度 70加 防御 68加 精神 25加 功法 SSS及功法神雷九霄 熟练 小乘 20斜杠100 5G F及八级拳 熟练入门 5分之二 D及雷鸣拳 熟练 小乘 2060 未分配属性点 102 这六天 内陆金安平均每天睡17个小时 加上今天的 刚好有102点属性未分配 看到自己竟然有102点属性点未分配 陆金安差点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了这些属性点 自己都能突破到五者境界了 哇哈哈 这就是开挂的男人吗 从气血两点用了八九天就要达到五者境界 这速度怕是没有人比得上吧 相信很快不用多久自己就能成到五道之巅 想到这陆金安既然爱气起来 爱无敌多寂寞 随后陆金安不禁发愁起来 自己要加气血呢 还是先加功法 还要上流一点加五戒 突然陆金安觉得自己的属性点好像有点不够用了 自己想家太多了 果然属性点什么时候都不够用 陆金安沉入沉思一阵后 还是决定先把气血加到100 达到五者境界 然后再五级提升 功法则是留到下次再提升 现在加功法陆金安也不知道 能不能突破到五者境界 所以陆金安才决定先加气血 等多几天有属性点了 再加功法 想好后陆金安迫不及待地向系统道 系统给我气血加到100 D级5G雷鸣拳给我加到大成 好的 宿主 系统的声音在陆金安脑海中说道 很快 陆金安就感觉到 体内突然有一大股气血在自己体内游走 自己的境界也在不断突破 五图六段 五图十段 咔嚓 陆金安的气血也在这一瞬间达到顶点 气血也冲破五者的屏障 然后陆金安的周身气血再次狂涨 陆金安更是感觉自己体内暖洋洋 好像泡在温泉一样舒服 终于陆金安突破到五者境界了 身上的气血也平稳下来 暖洋洋的感觉也消失了 但这还没完 之后陆金安脑海中突然出现练习雷鸣拳的记忆 随后 陆金安在狭小的出租房忍不住练起雷鸣拳来 一遍 两遍 十遍 直到第十遍 陆金安再次练习雷鸣 双拳的雷霆不断在闪烁 然后陆金安的气势猛地达到顶点 双拳猛地挥出 突然响起三声雷响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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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金安双拳打向的地方 空间都产生扭曲了 连双拳周围的东西都被气势给吹飞 刚好陆金安打到门口方向 本来破烂不看的门口 竟然被陆金安的气势给轰破了 而住在小区的人也都听到三声雷响 纷纷抬头望看 以为要天上打雷要下雨了 结果发现 太阳是这么的大 天气是这么的晴朗 根本就没下雨迹象 住在小区的人都纷纷感到奇怪 怎么这大晴天的会有雷声 不过众人见没下雨 也没有再打雷 纷纷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所以也没再多想 而一边陆金安的雷鸣拳也达到大成 但陆金安并没有多高兴 而是欲哭无泪 看着被自己气势轰破的门 这么的 自己比对待老婆还要温柔的门 结果就这样被自己的气势轰破了 这么也太不结实了吧 嗯 不对 门好像本来就不结实 又要花小钱钱换门 而且还是给房东换新门 而不是给自己家换新门 这么一想 陆金安更难过了 早知道不对着门那边打了 害到现在要换门了 陆金安看着倒下破烂的门 突然脑中蹦出个主意 自己能不能用胶布粘一下呢 陆金安也被自己这想法吓一跳 嗯 好像还真能 于是陆金安就连忙找一卷大胶布 尝试着将四分五裂的门粘起来 在一顿猛如虎操作后 陆金安终于把四分五裂的门粘在一起 随后 陆金安更是把粘满胶布的门 小心翼翼地扶上门框 随后小心翼翼地装好 陆金安满意地看着自己 重新装好粘满胶布的大门 口中说道 虽然很难看 但好像比之前更结实了 还省少卖大门 我真是个天才 至于担不担心 这大门能不能防贼 那完全是多余的 特么的 这门都破到这样 还用胶布粘着 别说贼都不愿意偷了 连狗都不愿意进 就算有蠢贼 他进去能偷什么 陆金安家里也没钱 更没有贵重东西 四 陆金安突然感觉 也是没有可能 有的人就喜欢偷男人的内裤 嗯 看来我以后出门 要把我内裤藏好才行 别到时自己被偷到 没内裤穿了 还有要把饭碗藏好 别他妈到时饭碗 都被偷了 到时想干饭都成问题 陆金安不能失去干饭的碗 就像狗也不能失去饭碗一样 第47章 实力大提升 陆金安这才小心翼翼地 把门关上 不过关不关 好像都一样 但是陆金安为了防止 有人偷窥他的男色 还是关上好 毕竟自己长得这么帅 肯定会被别人偷窥自己的男色 唉 有时长得太帅 也是一个烦恼 陆金安在心里忍不住想到 随后便自恋地甩了甩头 陆金安重新坐回床上 这才想起来 自己忘了看自己属性面板了 这次实力 应该提升很大吧 毕竟武者镜和武图境界 天差地别 想到陆金安忍不住对系统道 给我调出属性面板 系统秒回道 好的 宿主 正在调出属性面板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100加 武者一段100斜杠200 力量 360加 约等于8000斤力量 速度 280加 防御 272加 精神 100加 攻法 SSS及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 小乘 20斜杠100 5G F及八级拳 熟练入门 5分 D及雷鸣拳 熟练 大乘 60 180 未分配属性点 12 陆金安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 差点就叫出来 这 这 全部属性 全翻四倍啊 而且自己的力量 竟然有8000斤了 别人舞者一段 也只是有4000斤的力量啊 自己8000斤力量 等于普通舞者三段的力量了 还有其他的属性 应该也等于普通舞者三段的实力 以后不是随便拿捏老魔头了 哇 想到能把老魔头暴揍一顿 陆金安就忍不住兴奋起来 看我真不真实你完了 正在陆金安想歪歪时 陆金安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叫爷爷 爸爸的妈妈叫什么 叫奶奶的 陆金安听到这首歌 从自己手机传出来 神色竟然没有半分尴尬 这手机每天都会自动换铃声 有时陆金安都不知道 会换成什么铃声 现在陆金安还没接电话 也在意着爸爸 爸爸的叫 陆金安拿起手机 一看来店写着小吃货三个大字 小吃货 当然是林维夏 早在前几天林维夏 就要到陆金安的电话号码了 所以陆金安对林维夏也感到好奇 这小妮子打电话给我干嘛 于是陆金安就接起电话 还没等陆金安先说话 手机里就传出林维夏的声音道 喂喂 陆金安吗 我不是陆金安 陆金安顿时想逗逗这小妮子了 下一秒 手机就传来林维夏好听的声音道 哼骗人 明明就是陆金安 还说不是 哟 这都知道是我 陆金安假装惊讶道 陆金安你是不是又把我当傻子 告诉你 我很聪明呢 陆金安手机里传出林维夏的不满冷哼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 差点就忍不住笑出来 这林维夏还真是傻得可爱 陆金安强忍笑一回道 好的 大聪明 手机别一边的林维夏 等于等于 差点气得把桌子都掀翻 这陆金安真的以为自己不知道 这大聪明是嘲讽别人傻的意思 陆金安你才是大聪明呢 林维夏嘟着嘴不满说道 每次和陆金安说话 都要被陆金安气到 不过也不知 为什么自己竟然不讨厌这种感觉 反而有点喜欢和陆金安这样说话 林维夏红着脸摇摇头 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呀 陆金安你快快出来 今天和你出去玩 陆金安听着手机传来林维夏的声音 忍不住想逗逗林维夏 于是 陆金安干可两下道 嗨嗨还有几天就舞蹈大赛了 像我这三好学生 更会趁着周六周日 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哪有空出去 啊 陆金安你都这么强了 还这么卷 你还让不让别人活了 手机里传来林维夏的惊讶声 陆金安拿着手机45度 抬头看天花板随后伤感的 就是要趁他们玩我才卷 初听不知其意 再听已是卷中人 唉 不过 你既然叫我出去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陪你一下吧 林维夏 这下再傻也知道 陆金安这是逗他呢 顿时冷哼道 哼 又骗我 好了 好了不逗你了 陆金安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逗这小蠢货还挺好玩的 我们在市中心的 遇见你真好的咖啡店门口相见 听到了没臭陆金安 林维夏在另一边不满地说道 知道了 知道了 我马上出发 陆金安回道 那好 本会见 林维夏高兴地回道 好 我先挂了 陆金安着急地说道 因为陆金安突然感觉到尿急了 刚才刚睡觉着急突破 竟然忘了 起床第一件是尿尿 现在放下来 就感觉尿一袭来 林维夏回道 好 等会见 然后林维夏 就挂掉电话了 陆金安 这才放好手机 冲入厕所 用出平时单身三十年的手速 解开裤带 随后 陆金安那着急的表情 顿时就变成陶醉的表情了 舒服 放完水 陆金安感觉一身松轻 之后 更是洗脸刷牙 又臭美一顿陆金安 这才出门 不过出门时 把自己的小奶奶藏好 更重要的藏好 自己吃饭用的家伙 别特么到时吃饭 连有碗都被偷了 那样陆金安估计会问候 偷他饭碗的人全假 陆金安把东西藏好后 这才小心翼翼地 关上门锁上 嗯 虽然说锁不锁上都一样 但起码得有一事感 陆金安这才放心地 向楼下走去 因为今天是周六 小区里 也有很多大爷 坐在小区的大树下 下象棋 当然陆金安走过时 不少大爷自动打起招呼 小安 早上好啊 小安又去工作啊 陆金安则依依笑着回道 陈大爷早上好啊 牛爷爷 我今天不工作 随后陆金安又跟几位大爷 闲聊几句 这才出小区 出到小区门口 陆金安就为如何去市场 心而发愁了 是其共享小黄黄去呢 还是搭公交车去 陆金安站在小区门口 思考一会后 决定还是搭公交车吧 其共享小黄黄 去要三块钱 而搭公交车 只用两块钱 而且还有空调吹又不累 这个有脑袋的人 都知道怎么选择了 陆金安想好后 就走去 最近的一个站点等公交车 陆金安站在公交车站前 阳光照在陆金安的面孔上 陆金安只 感觉暖洋洋的很舒服 因为是早上八点 阳光这时 也不觉得很晒 反而让人暖洋洋的 第48章 特么的 谁这么去得在公交车放屁 很快前往市中心的公交车 缓缓驶来 当到公交车站点时 公交车停下来打开门 而陆金安自然也走了上去 陆金安刚走上去 中年大叔就对着陆金安 乐呵呵地笑道 小伙子坐公交车 要交两块钱 陆金安听到司机大叔的话 立马从裤兜中 拿出两块钱 放到公交车的前箱内 而后陆金安这才向大叔道 大叔放心 我可是三好学生 司机大叔听到陆金安的话 忍不住多嘴问一句 三好学生 到底是哪三好 陆金安听到司机大叔 竟然问三好学生是哪三好 顿时表情骄傲地解释到 上课睡觉 打过老师 办过劫匪 司机大叔 Sigma 而公交车内的众人本来以为 还是那老三样的回答 学习好 品德好 身体好 但听陆金安这与众不同的回答 众人像是给陆金安用沉默大招 给全部沉默了 司机大叔此时微笑的表情也僵住了 特么叫三好学生 他怕 不是对三好学生的意思 理解错了吧 竟然上课睡觉 打老师 半劫匪 这妥妥的恐怖分子啊 还有 我就不该这么多嘴 现在好了知道这小伙子是恐怖分子了 怎么办 在线等 众人也心中不忍像司机大叔一样 担心起来 这小伙子不会劫持整车人吧 更有一个小女孩 被陆金安的话吓得哭出大喊来 呜呜妈妈有坏哥哥 而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 吓得立马捂着小女孩的嘴 口中还小声 对小女孩说道 贝贝不要说这么大声 到时坏哥哥就来抓走你 果然小女孩听到妈妈说 坏哥哥会把他抓走 立马强忍哭泣 小女孩的妈妈 这才放心地放下手 而小女孩 还在小声地喃喃自语道 不能说话大声到时 被坏哥哥听到 就会抓走我 而公交车的众人 也听到小女孩的大喊 纷纷神色古怪地 看着站在门口的陆金安 陆金安自然听到小女孩的大喊 更听到小女孩的小声说的话 顿时傲娇的表情 变到苦哈哈脸 嗯 自己好像还真不是三好学生啊 是有一点点坏学生的样子 但好学生与坏学生 又有谁说的亲 你认为的坏学生不一定坏 你认为的好学生也不一定好 就像太极八卦图一样 好就代表白 坏就代表黑 相生相克 陆金安突然大声尴尬笑了两下 哈哈 大爷我说 这笑话好笑吗 司机大叔和众人的表情 则是像是在说 你觉得我信吗 不过司机大叔倒是没有计较 可能真是陆金安开玩笑吧 行了 以后可不要开这样玩笑 自己找个座位坐吧 司机大叔对陆金安白白手道 陆金安这才恢复笑呵呵的道 好嘞 因为是早上八点还不算多人 所以座位到事还有很多 而陆金安随便找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而众人见陆金安也没什么异常 也纷纷放心下来 小女孩更是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陆金安 这坏哥哥会不会把自己抓走 陆金安也注意到小女孩看着自己 于是陆金安对着小女孩扮了一副鬼脸 这可把小女孩逗得忍不住 差点就笑出来 这坏哥哥好像也没这么坏嘛 陆金安这才满一点点头 果然自己对付小孩子有一手 公交车走一站停一下 很快车里已经坐满不少人 公交车又路过一个站点又停下来 陆陆续续也有不少人上来 其中更有一个满面胡子 但有些猥琐的中年大叔 满面胡子的中年大叔 左右站在公交车内左右看了看 发现都没空座了 心里忍不住道 我靠 难道要站一路到市中心吗 突然满脸胡子大叔 看到有一个空座 眼睛一亮 连忙不管这么多 走到那座位 就是一屁股坐下来 结果一转头 中年胡子大叔突然就发现 在呼呼大睡的陆金安口中 忍不住惊呼出 陆金安 陆金安也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迷迷糊糊的醒来 向旁边一看 也忍不住一跳 随后更是惊呼道 狗东西 没错 这位满脸胡子的中年大叔 就是狗东西 狗东西见到陆金安 就忍不住愤怒道 好啊 竟然跟踪我 陆金安 Sigma LL 谁他妈跟踪你一个大男人 要跟踪 也是跟踪女的呀 嗨嗨不小心把内心想说出来了 狗东西不要乱说话啊 什么叫我跟踪你 明明是我先在车上的 分明是你跟踪我 陆金安反驳道 狗东西听到陆金安 竟然还敢到打一耙 加上之前陆金安害到自己丢面子 害到去学校都要捂着脸 生怕别人认出来 陆金安 你给我等着 狗东西当然不敢动手 只能放下一句狠话 让自己有面子点 毕竟自己可是很在意面子的人 陆金安把狗东西的话 当成左耳进右耳出 我要睡觉了 你可别吵我 狗东西刚想说就要吵你 但看到陆金安这沙包这么大的拳头 把想说的话咽下去 这陆金安整天用武力来威胁自己 一点也不像文化人 狗东西偷偷看着又闭上眼睛的陆金安 心里忍不住想到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屎都打出来 就在狗东西幻想时 突然狗东西感觉到 自己竟然很想放屁 肯定是早上的鸡蛋和薯饼吃多了 但公交车这么多人 不会听到自己放屁的声音吧 自己可是要面子的人 绝对不能丢面子 狗东西先是左右看了看 发现众人的注意力都不在自己身上 顿时感觉要忍不住了 心中更是暗暗想到 自己慢慢的放应该不会响了吧 有了这想法 狗东西慢慢的控制屁股 慢慢的把屁放出来 这屁甚至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 一股绿色的毒气 也是无声无息的慢慢放出来 而狗东西则是努力控制着屁量 尽力不让屁放出声来 但这可苦了公交车的众人了 因为公交车是关着窗 开着空调的瞬间 公交车里弥漫着一股臭味 而狗东西自己好像闻不到一样 表情舒服的 慢慢把屁一点点放出来 哦 哦 哦 公交车内的众人瞬间干呕起来 真他妈臭 而且还越来越臭 司机大叔更惨一边干呕 又要一边认真开车 有一位青年实在忍不住大喊起来 谁特么在公交车放屁 还这么臭 哦 不行了 比小日子的毒气蛋还要毒 哦 第49章 我心爱的小摩托啊 司机特么快停车 我要下车 太特么臭了 一位黄头发青年实在忍受不了 车内的臭味撕心裂肺地对公交车司机吼叫着 小女孩更是双手捂着鼻子和嘴巴 呜呜地说道 要臭晕贝贝了 一个大妈更是拿出鲜红的袋子当场吐了起来 哦 一时间公交车的众人鸡飞狗跳 纷纷骂起来 而狗东西自然听到众人的骂喊 更看到众人臭得团团转 就差跳车了 但狗东西屁股已控制不住 放不放屁了 人在放屁的时候 很难控制得住 就像拉屎一样 很难加断 坐在狗东西的旁边 陆金安更不用说 本来敲锣打鼓的 都叫不醒的陆金安 竟然被狗东西的屁臭醒 可想而知 狗东西的屁 到底有多臭了 而狗东西听到众人的叫喊 脸轻紧张 生怕知道是自己放屁一样 虽然说很紧张 但狗东西的屁股 仍然控制不住偷偷放屁 陆金安刚醒来就肝呕几下 特么的怎么梦到自己 在厕所吃食 然后自己就被臭醒了 结果刚醒来 一股强烈的毒气袭来 怎么回事 呕怎么这么臭啊 陆金安此时觉得自己生不如死 谁能想到刚醒来 自己就被臭到肝呕 染黄色头发青年 更是大骂道 到底是谁 这么缺德 在公交车里那方这么臭的屁 染黄色头发青年 还想说什么 但下一秒位里 这可把众人恶心的 本来就要忍受臭味不吐 结果染黄色头发青年先吐了 车里更混合着吐出的酸臭味 众人已经生无可恋了 毁灭吧 司机大叔也被臭得一边干呕 一边开车 哪个狗东西泄得屁这么臭 而且这么持久 特么的还没散去 司机大叔也是人生第一次 遇到这么臭的屁 听着众人的鬼哭狼嚎 司机大叔连忙大喊道 大家赶紧开窗 结果因为张大嘴巴气味 顺着嘴巴 被司机大叔吸进口中 司机大叔 呈Omega成 司机大叔被臭的脸都变青色了 不过司机大叔边 干呕边开车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众人也听到公交车司机大叔的大喊 这才想起来要开窗啊 于是 坐在窗边的人 争先恐后地把窗打开 染着黄头发的青年刚好 也也是坐在窗边 于是染着黄色头发的青年 用出吃奶的力气 想把窗打开 但不知为什么 染着黄色头发 青年的 怎么用力也打不开窗 这可把染着黄色头发青年急的 就差用破窗锤了 染着黄色头发青年 正想用破窗锤时 窗突然就能打开了 染着黄色头发青年 来不及多想 连忙将头伸出窗外 狠狠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 染着黄色头发青年 也露出满足的笑容 从来没感觉到 新鲜的空气 有这么重要 可是还没呼吸一会 公交车内的臭气 竟然传到外面来 染着黄色头发的青年 还没呼吸多一会新鲜空气 瞬间又臭到那股 时就又继续把胃里没吐完的东西 继续吐出来 众人也和黄色头发青年一样 本以为能摆脱这臭气 结果又吞磨地来了 因为打开窗原因 公交车的臭气竟然也传出去 一个开着小电驴的青年 边骑小电驴 边开心地唱着歌 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 他永远不会堵车 刚好骑着小电驴的青年 慢悠悠地 开到公交车的旁边 本来还骑着小电驴 哼着歌的青年 瞬间吐到小电驴上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妈谁在公交车内拉屎啊 这么臭的 哦 本来慢悠悠的青年 瞬间把小电驴 加速到120码速度 瞬间和公交车拉开距离 和公交车拉开距离后 青年这才没再感觉到臭味 青年这才松口气 太太太臭了 可还没等歇着一会 公交车又开过青年的旁边 青年 乘Omega乘 此时内心亦有一个想法 自己到底是什么运气 才遇到这种事情 呜呜 哦 青年再一次吐到 自己心爱的小摩托上 不过很快 公交车就开过青年 继续慢慢行驶而去 青年边吐边看着自己 心爱的小摩托 呜呜 我心爱的小摩托啊 随后强忍泪水 吐在小摩托上 吐完青年 这才满脸愤恨地 看着远去公交车 但青年突然被自己 看到这一幕吓一跳 好家伙 青年好像看到公交车内 传出一阵绿色的毒物传出 而公交车开过的地方 花草树木都瞬间枯萎 而骑着小摩托的路人 也纷纷被抽吐 这他码的是 生化武器吧 而公交车更生不如死了 这吐磨得 刚刚还要臭 司机大叔我求求你停车 让我下车吧 哦 救命啊 一位大爷 大声对公交车司机喊道 好臭啊 救命啊 小女孩带着哭腔喊道 司机大叔边开车边敢吼道 不行 我开过的车 无论刮风下雨 从来没有半路停下过 我要将你们安全地送到地方 哦 众人Sigma LL 没必要 真的不必要啊 我们只是想下车 谁能救老头子我 大爷用手捂着鼻子绝望 我好像看到我的太奶 向我挥手了 一位大娘喃喃自语道 而陆金安被臭刑 也是边干吼边大吼道 谁TM的这么缺德 在公交车里拉屎 狗东西听到陆金安的大吼 连忙夹紧屁股 想让屁不要再出来 在狗东西的努力下 终于控制住不放屁了 不过狗东西一下子不放屁 也是被憋着脸一阵清一白 头上的汗水也不停滴落 你奶奶的 早知道今天早上 不吃这么多鸡蛋和薯饼了 呜呜 现在憋得很难受 好难受啊 要不然 自己继续放一点点屁 应该没事吧 想到这狗东西 实在憋不住了 赶紧地控制屁股 慢慢地放出屁来 狗东西脸上 更是浮现出舒畅的表脸 就像你憋很久屎一样 突然得到释放 很舒服 很奇妙 陆金安看着狗东西 这享受的表情 顿时震惊了 这么臭的屁 狗东西竟然会露出 这么享受的表情 死孔不好撕啊 难道就是狗东西的特殊癖 难怪叫做狗东西 果然狗改不了文史 嗯 当然也有吃屎了 陆金安在内心里震惊地想到 而狗东西一点也不知道 陆金安一直在看自己 没办法狗东西的全部注意 都在屁股上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放一个响屁 到时狗东西可以说 生不见人死不失 简称错骨扬灰 第五十章 尼玛竟然拉在公交车上了 舒服 太舒服了 狗东西忍不住在心里发出感慨 狗东西是舒服了 但本来散一点的气味 又变重了 众人此时的表情 一 太难了 特么到底是谁 陆金安也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他奶奶的到底是谁放的 看我不给他小屁股给缝上 就这时狗东西突然感觉一大阵屁一袭来 狗东西瞬间有一股响一次放出来的感觉 嗯 要不一股作气 把这屁放完 狗东西想到就干 于是狗东西不再控制屁股 让他一次放出来 扑扑扑 嗯舒畅 狗东西忍不住发出声音 陆金安坐在狗东西边上 当然听到这几声扑扑扑 还有狗东西的声音 陆金安再傻也知 这怕不是狗东西放的屁 好家伙难怪说我这里为什么这么臭 原来老六在我身边 好啊 这是打不过我 要用屁来臭死我了 好阴师啊 陆金安想明白了一撤 然后刚想对狗东西说什么 突然就看到狗东西白色的休闲裤上 竟然染上金黄的屎 陆金安 自己没看错吧 于是陆金安再看了看 嗯 好像还真是 还有一股屎未传来 哦 陆金安忍不住干呕起来 这他马的狗东西 这是拉在裤子上 狗东西也感觉 这次的屁怎么不一样 怎么好像还有东西出来 屁股也黏黏的 好难受啊 狗东西看一下自己的裤子 嗯 怎么屁股出地方变黄了 变黄了 狗东西突然反应过来 这他马的是拉西了 原来刚才袭来的 不是想放屁的感觉 而是拉屎的感觉 我竟然拉在裤子内 完了 自己这笔死还要难受啊 好啊 狗东西你竟然这么阴湿 竟然想拉屎臭死我 陆金安这才对狗东西大喊道 陆金安的声音很大 公交车内众人自然也听到了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难怪说 这一批 怎么这么臭死味 原来这不是放屁 而是真的有人拉屎了 众人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 在公交车上拉屎 于是 众人纷纷看向 声音传来的方向 果然就看到一个 中年大叔身上 穿的白色裤子处 有一大片黄色的地方 特么的 原来就是这 臂仔子拉的屎了 我就说 怎么会这么臭 染着黄色头发青年 忍不住说道 说完 还被臭得干呕一下 我老太太 这是上辈子受了什么罪啊 竟然要这样惩罚 哦 一位老奶奶 被臭得忍不住说道 妈妈这位叔叔这么大了 还拉在裤兜里 辈辈这么大 也没拉屎在裤里 小女孩对着她妈妈说道 狗东西听着众人的讨论 顿时感觉自己得了 社会性慢性死亡 没脸见人了 就在这时公交车司机大叔 终于把车开到市中心的下车点 立马司机大叔大喊道 大家快逃啊 不是 快下车啊 众人还在为有人在公交车上拉屎而震惊 一时没反应这么快 狗东西也听到 倒站了响 立马双手捂着脸 向公交车打开的门冲去 结果狗东西站起来 像水一样的屎 也从裤内流出来 随后 狗东西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立马双手捂脸的 向公交车打开的门冲去 随着狗东西的一阵奔跑 那些像水一样的屎 也流了一地 随后狗东西只留下 还在震惊的众人扬长而去 司机大叔也在发愣 都没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事况 直到狗东西逃远 司机大叔这才反应过来大吼道 我的车啊 众人也被司机大叔的大吼给惊醒 这 实在是太太特么炸裂了 竟然有人在公交车拉屎 这和当众拉屎 有什么区别 陆金安看着地上窜息的屎 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为什么每次都能遇到这么奇葩的事情 我的车啊 我心爱的车啊 司机大叔瞧着满地的窜息的屎 忍不住心痛自己的公交车大喊道 众人 乘欧梅盖成 本以为放屁已经够炸裂了 但还有拉屎的 拉完屎还掉的满地都是的 现在公交车内的众人感觉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 还能让他们震惊了 妈妈 刚刚叔叔的裤子里 竟然能掉屎曲 好厉害啊 小女孩拉着他妈妈手说道 小女孩他妈妈 贝贝 以后可不能学着叔叔拉在裤子内哦 小女孩听到妈妈的说的话 顿时投胎的高高的骄傲地回答道 贝贝才不会 学叔叔拉屎拉在裤子内呢 而众人见狗东西逃走了 公交车内又弥漫着屎位 于是众人也纷纷逃下公交车 生怕走迟一步都给臭死在这 陆金安看着旁边空的座椅 但座椅上又沾着黄色的东西 加上公交车弥漫着臭味 陆金安顿时也觉得自己待不住了 好啊 这狗东西 原来不是想放屁臭死我 而是想拉巴巴 来恶心我 陆金安瞬间感觉自己也待不住了 于是小心翼翼地走过狗东西 拉过屎的座位 然后又左躲右闪地躲开 狗东西在公交车内遗留的屎 正好碰上正想出去的黄毛青年 于是陆金安非常有礼貌地 向黄毛青年问好 兄弟你好啊 黄毛青年正小心翼翼地 躲开狗东西遗留的屎 结果被身后的陆金安 突然一句问好 吓了一跳 脚也正好不小心地踩上 狗东西遗留的屎 黄毛青年 听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尼玛的 自己本来就小心翼翼地躲开屎了 结果被后面的人吓一跳 害到自己踩到了屎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 黄毛青年回头一看 就看到满脸友善笑意的陆金安 好啊 竟然还敢笑正好拿你出气 你小子是不是想找死 害我踩到屎了 黄毛青年 立马指着陆金安的鼻子骂道 陆金安听到黄毛青年的怒骂 也注意黄毛青年脚下确实踩到屎了 于是陆金安安慰道 兄弟 你这是要走狗屎运啊 这是好兆头啊 黄毛青年 等于等于 神他妈走狗屎运 有你这么安慰人吗 看来今天不好好教训这小子 都不行了 小子你是不是想找死 黄毛青年装作凶狠道 陆金安也是被黄毛青年的话 搞得没头没脑的 什么找屎 黄毛青年点点头道 是不是想找死 陆金安听到黄毛青年的话 也是一阵摇头道 我不找屎啊 第五十一 张 找屎 黄毛青年 看着一脸猛逼的陆金安 也听陆金安说的是屎而不是死 看来老虎不发威 他把当小喀拉咪啊 黄毛青年当然不可能忍 于是把武图八段的气息释放出来 口中还大喊 小子看我不把你打出屎来 陆金安也是被黄毛青年搞猛了 自己不给这黄毛找屎 就要把我打出屎来 他脚下不是有屎吗 为什么还要自己找屎 而公交车内的小女孩 也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惊呼道 这位黄毛哥哥 要把另一个坏哥哥打出屎来 好可怕啊 小女孩喊得很大声 陆金安和黄毛青年自然也听到了 陆金安 成Omega成 自己什么时候成为坏哥哥了 黄毛青年 虽然知道自己很厉害 但不要说出来 而且还这么大声 陆金安从黄毛青年露出气息也明白了 原来黄毛青年说的是找死 而不是找屎啊 陆金安感受到黄毛武图八段的气息 心中不由一阵无奈 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黄毛青年见陆金安 好像一副很害怕 不由内心得意 肯定是被自己的武图八段给震惊到了 唉 没办法哥的境界就是这么高 陆金安也是无奈 一个武图八段就敢挑衅自己了 怎么感觉自己这么像主角 总有不长眼地跳出来挑衅自己 陆金安看着得意的黄毛青年身上 也释放出一股比黄毛强大数倍的气息 黄毛青年感觉到陆金安突然释放出来的气息 脸上得意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这特么根本就不是武图境界才能有的气息 而是武者境界 黄毛青年内心也是一阵哭泣 人家们谁懂啊 自己本以这少年比自己年纪小 境界肯定不比自己高 结果碰上大佬了 这么年轻就达到武者境界 这不是大佬是什么 黄毛青年内心闪过无数恋头 表面却立马变到陪笑道 兄弟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没想到兄弟你这么年轻 就达到武者境界了 还真是英雄少年 陆金安也没多计较 把自己武者境界的气息一收 然后对着黄毛青年道 行了 行了 我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 既然误会解决了 那我就先下车了 黄毛青年笑着脸道 好了 大佬先请 陆金安也没有不好意思 而是小心翼翼地躲过地上的屎 向公交车的门口走去 黄毛青年看着陆金安向前走的背影 也是不自觉松口气 幸好 这位大佬没有过多计较 要不然 自己怕是被揍一顿 是不可避免了 陆金安下公交车 这才深深地吸口气 新鲜的空气太好了 陆金安这才感觉自己 又活过来了 然后陆金安多吸几口新鲜空气 这才看向四周 因为公交车只是开到站点 所以陆金安要走一小段路 才能真正到达商业街 这对于是武者境界的陆金安来说 完全是小菜一碟 随后陆金安这才慢悠悠地 向商业街走去 陆金安看着人来人往的商业街 突然发现自己 好像不知道 遇见你真好的咖啡店在哪 不过陆金安作为21世纪的青年 当然不会迷路了 随后陆金安从裤兜内 掏出这高五世界前几年推出的波罗手机 把开地图导航 输入遇见你真好的咖啡店 很快手机就导出路线 叮 距离目标地还有500米 陆金安随后就跟着手机的导航走 没过多久陆金安就看到 闪着黄色灯光遇见你真好的几个大字 应该是这里了 陆金安喃喃自语道 就在这时陆金安突然感觉 有人在背后靠近 但又没有杀意 很快陆金安就闻到一股枝子花香味 陆金安不会转头看 就知道是谁了 而在陆金安背后的林维夏墙嘴角 忍不住上扬地慢慢靠近陆金安 哼 等下吓一下这坏蛋 叫他平时老欺负我 林维夏内心不由高兴地想到 而陆金安还当没有发现林维夏 一直静静地站着 我倒要看看这小吃货要搞什么 很快林维夏就走到陆金安的身后 随后林维夏就突然拍一下陆金安的肩膀 口中变着声音大声说道 打劫 陆金安差点就被林维夏的声音逗笑 这声音怎么这么像上一世的熊二的声音啊 而且这小吃货竟然只是想下的 好害饶命啊 如果要劫财的话 我裤兜里还有十块零五毛你要就拿走 如果要怯色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陆金安假装很害怕道 扑辞 哈哈哈哈没想到陆金安你这么胆小 林维夏捧腹大笑着说道 陆金安无奈地回头用手指敲了一下 还在捧腹大笑的林维夏的脑袋 哎呦 本来还在大笑林维夏的瞬间 委屈巴巴地嘟着嘴 双手捂着被陆金安敲的脑袋 你这吃货还想吓我 我早就知道你靠近了 陆金安得意洋洋地说道 好啊 陆金安你果然是个大坏蛋 林维夏本来还委屈巴巴地 瞬间变成气鼓鼓的 陆金安看着林维夏气鼓鼓的表情 小脸更得意地说道 就你还想吓我 林维夏看着陆金安还这么得意 忍不住用小脚狠狠地踩在陆金安的脚下 本来还得意的陆金安 瞬间跳起来抱着脚道 痛痛 哼 让你得意 林维夏看着陆金安这副样子 忍不住开心地说道 而陆金安的痛 当然是装的了 陆金安已经是舞者境界的人 怎么可能被一个气血都没运用的 五兔七段的人踩痛呢 陆金安跳了一会就停下来 随后这才对着林维夏说道 行了 行了 今天叫本大爷出来干嘛呀 林维夏这才不满 嘟着嘴道 哼 本来看你 请我吃这么多次饭上 想今天请你吃大餐的 但现在本姑娘心情不好 不想请你吃大餐了 陆金安本来还不在意的表情 瞬间变得眼里冒小星星 这小吃货 竟然要请自己吃大餐 嗨嗨维夏 我给你讲的笑话 或许你心情就好了呢 陆金安连忙干渴两声说道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棵树 树旁有 有个小狗 林维夏 哦 这陆金安管这叫笑话 是不是下一句就要说 然后小狗尿尿在树下 行了 别说了 我请你吃大餐行了吧 林维夏说道 陆金安这才松口气 再说下去 自己也不知边什么了 第52章 三条角的癞蛤蟆 现在才十点多 我们先去逛一回商场先吧 然后再去吃午饭 林维夏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随后对陆金安说道 行吧 行吧 先陪你逛一下商场吧 陆金安说道 好聚 我们走吧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回答 高兴地说道 商业街上 林维夏在卖烤鸡小吃摊上 流着口水 呆呆看着小摊上烤鸡 陆金安则是一脸无奈 这一路上 不知道吃了多少小吃 自己的肚子都吃饱了 都怪林维夏这小妮子 看到好吃的 就忍不住买 也只是吃两三口就不吃了 剩下的全丢给陆金安吃 陆金安现在已经怀疑 林维夏是想先让自己吃饱了 然后再带自己去吃大餐 哦 然后只要看吃都吃不下 就在这时 林维夏突然拉着陆金安的衣服 用可怜巴巴的眼睛看住陆金安 然后口中还说道 陆金安我要吃这个 陆金安疯狂摇了摇头道 要吃你吃 我实在吃不下了 陆金安哥哥 我自己一个人吃不下吗 你也帮我吃一点吗 林维夏立马拉着陆金安的衣服 撒起娇来 陆金安则是头摇得更疯狂了 自己之前被林维夏这一招给骗得 吃得肚子都饱了 这小妮子还想骗我 我才不会上当了 烤鸡推一位中年大叔 也帮林维夏说道 小伙子 你你看这小姑娘多好 买东西还要给你吃 我这烤鸡可是一绝 谁来这商业街敢说没吃过我的烤鸡 而且 我这鸡也是 家养了两年半的 绝对好吃 烤鸡摊的老板说着说着 开始推销起自家的烤鸡了 林维夏听到 还是家养两年半的烤鸡 那一定很好吃了 但这一路上 自己也吃了不少东西 现在肚子都饱饱的 自己一个人 真吃不完一整个烤鸡 难道吃两口就丢了 虽然林维夏不差这点钱 但这可是浪费粮食 林维夏自然干不出来 于是林维夏只能指望陆金安了 陆金安哥哥 人家想吃吗 林维夏加着声音 甜甜的对陆金安喊道 陆金安最终还是心软了 只好道 就只有这一次再吃 我也吃不下来 林维夏高兴地跳起来 抱着陆金安道 放心就吃最后一次 陆金安瞬间感受到一阵柔软 和浓郁的枝子花香扑面而来 嗯 没想到林维夏这小妮子 看起来平平无奇 竟然是帝 随后林维夏也发觉 这动作太亲密了 立马松开陆金安 随后红着脸 小声对陆金安道 那我买烤鸡了 还没等陆金安回话 林维夏就对着烤鸡老板道 老板给我来一只烤鸡 烤鸡摊老板立马笑呵呵的道 好 现在立马现烤 陆金安无奈地看着这一幕 果然小吃货没叫错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一道稚嫩的声音 坏哥哥 你怎么在这啊 陆金安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侧身一看 果然是公交车上的小女孩 坏哥哥也要卖烤鸡吗 正好贝贝也要卖 小女孩拉着他妈妈的手说道 而小女孩的妈妈 则是尴尬地对陆金安笑了笑 这孩子 怎么能叫别人做坏哥哥呢 林维夏自然也注意到 在陆金安身旁的小女孩 和他妈妈 于是 林维夏好奇地看向陆金安 想看看 为什么小女孩 叫陆金安做坏哥哥 陆金安则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随后对着小女孩说道 嗨嗨 我不是坏哥哥 我平时可乐于助人了 比如 我扶过老奶奶过马路 林维夏也点点头 听奶奶说 陆金安是扶过他过马路 而小女孩 则是嘟着嘴不相信道 我才不信呢 公交车上坏哥哥说过 上课睡觉 打过老师 还有办过劫匪 林维夏听到小女孩这么说 也是认同的点点头 因为这些陆金安 好像都是做过 关于陆金安打败自己的班主任 早就在这几天传遍全校了 虽然说陆金安的班主任 是以同境界和陆金安打的 但能打败 比自己多练几十年的舞者 这已经很厉害了 舞者交手 决定胜负 不单单比谁的气血多 还有5G的熟练度 和自己能不能百分百爆发出身内的气血 还有就是 功法的高低和熟练度了 和战斗的意识都很重要 所以 陆金安竟然能以同境界 打败比自己多练几十年的林天海 已经算很厉害了 嗯 还有半解匪的 好像陆金安也做过 更不用说上课睡觉了 早就在前几天就传出 陆金安上舞蹈课都睡觉 所以 好像一切都没错 陆金安看到林维夏这妮子 竟然也点点头 顿时就不能忍了 刚想解释什么 突然不远处的街道上传来尖叫 有妖兽啊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的惊恐的尖叫 怎么会有妖兽出现在城市内 守护司小队呢 快来救救我呀 快跑啊 这是二阶妖兽 只有舞者境界才能对付 哇 妈妈好可怕呀 守护司人呢 有妖兽出现在城市了 各种惊恐的声从不远处传来 更有不少人向陆金安这边跑 而众人听到这些尖叫声 也是被吓得到处乱跑 一时间街道上变得混乱无比 而陆金安 林维夏等人 也是看到不远处 那妖兽巨大的身影 林维夏也是被这巨大的妖兽吓到了 紧张地拉着陆金安衣服忍不住说道 陆金安 我们也跑吧 小女孩他妈妈 也是立马 把小女孩抱起来准备跑 而被抱起来的小女孩 也惊恐地对他妈妈说道 妈妈有妖兽 被被怕 小女孩他妈妈 则是抱着小女孩 向妖兽的反方向跑 口中还不停安慰小女孩 别怕 有妈妈呢 而陆金安 则是一脸惊呆地看着不远处的妖兽 这特么不是三条角的大癞蛤蟆吗 没错 不远处的妖兽 只有三条角 前面两条角 后面中间竟然只有一条角 更是长得和癞蛤蟆长得一模一样 但这癞蛤蟆 体型更是巨大 高就有六米多了 和两层楼房差不多高了 更不要说它巨大的体型 此时三条角癞蛤蟆 也有点猛逼 自己怎么突然从家来到这里了 可这没让他思考多久 三条角的癞蛤蟆 就被在地下跑的小人引起了注意 因为这些人身上都有少量的气血 在三条角的癞蛤蟆看来 这就是提升实力的大不要啊 于是 癞蛤蟆就周身浮现暗红色光芒 口中更是突然吐出长四五米的大舌头 随后向地下的小人卷去 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地下的人类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三条角的癞蛤蟆卷走两个人 而三条角的癞蛤蟆卷中后 立马把舌头收回到口中 第五十三章 都让开我要装逼了 而那被三条角的癞蛤蟆卷中的两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癞蛤蟆送到口中 直接吐到肚子里去 随后 三条角的癞蛤蟆 感觉自己的实力提升了一点 于是 三条角的癞蛤蟆 更兴奋地用舌头向地下的小人卷去 等众人反应过来 纷纷发出尖叫 随后更是四处乱跑 烤鸡小摊的老板 更是吓得 把养了两年半的烤鸡丢在这 这时 已经没人会在意这些了 毕竟和别的东西比起来 哪有生命重要 谁也没想到 城市内竟然会出现妖兽 虽然在电视内 看过很多城市内 出现过妖兽 但真正有妖兽出现时 众人也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毕竟安稳生活过久了 也没见过妖兽 所以 妖兽一出现 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不过随着妖兽攻击起人类 众人也是纷纷反应过来逃跑 而陆金安 则是被这妖兽给震惊到了 这世界 竟然还真有三条脚的癞蛤蟆 而且竟然还真的吃人了 自己虽然在课堂听过 妖兽一般会很凶残 只要遇到人类 就会攻击 但陆金安没穿越前 是生在和平世界的 21世纪青年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 陆金安发什么 我们快逃啊 林维夏着急地摇晃着 陆金安的衣服说道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喊叫 才反应过来 对啊 快跑啊 对 我们快跑 陆金安满脸着急到 随后更是主动拉起林维夏的手 向妖兽的反方向跑去 自己只是普通人 面对妖兽肯定也会害怕 更不要说 自己是从和平时代 穿越过来的人了 可陆金安拉着林维夏 还没跑两步 就听到那名为贝贝小女孩的哭喊声 呜 贝贝要和妈妈一起走 贝贝才不要丢下妈妈 陆金安顺着声音看去 发现小女孩不知为什么 从他妈妈背上 下来了 而小女孩妈妈 则是倒在地上 口中还向小女孩大喊道 贝贝 乖你先走 妈妈随后就来 小女孩当然不肯 而是在旁边哭泣道 贝贝才不要丢下妈妈 陆金安看着这一幕 猜测到应该是小女孩的妈妈 扭到脚了 而三条脚的癞蛤蟆 距离这里不足五六百米 这距离对于妖兽来说 只是一瞬间的时间 所以 小女孩和他妈妈现在的处境 都非常危险 林维夏在陆金安突然停下也愣住 但很快听到小女孩的哭喊声 而陆金安又看着那发呆 就知道陆金安想帮助小女孩了 林维夏快速地对陆金安说道 我去背小女孩的妈妈 你去背小女孩 我们快走 要不然等下妖兽就来了 本来说背小女孩的妈妈 应该交给陆金安的 因为男性的力量 肯定比女性强一点 但因为林维夏自认为 自己境界比陆金安高 所以才说他背小女孩的妈妈 就在这时 三条脚的癞蛤蟆 因为人们的四处乱跑 也不站在原地了 而是因为慢慢地向前移 路上来不及逃走的人 纷纷被三条脚的癞蛤蟆 卷进口中 这事情发生都不到两分钟 三条脚的癞蛤蟆 已经连吃十多人了 连地面和周围的商铺 都被三条脚的癞蛤蟆 破坏七七八八 惊恐的声 尖叫声 哭泣声和残破的街道 四处逃跑的人们 这一切就像世界的末日一样 陆金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突然发现 原来这世界 并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安全 陆金安一直以为 只要在城市内 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所以也一直没有危机感 而陆金安也发现 原来自己并不是主角 一般主角都会在这危机时刻 挺身而出 站在众人的最前面 但陆金安发现自己 遇到妖兽第一时间 却是想逃 自己也会恐惧和害怕 这或许是普通人 最正常的反应 陆金安一直都不是主角 上一世就如普通人一样 努力活着 而这一世 因为觉醒了系统 所以这才不平凡 要是没有系统陆金安这世界 可能也和上世一样 普普通通地过完这一生 上一世 自己普普通通地活着 到死好像也没有人会记得我 难道这一世 自己有系统 也要普普通通地活下去吗 其实陆金安 一直就想成为 人人崇拜的英雄 但或许是生活 让陆金安认清现实 让陆金安 不再有成为英雄的想法 因为上一世 自己活下去都难 又何谈成为 人人崇拜的大英雄 上一世最大的愿望 就是找到亲生父母 证明给他们看 没有他们自己一个 也能活得很好 但到死也没完成 但上天又好像 又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生 还给我觉醒系统 就像让我当一次 人生的主角 陆金安看着三条角的 癞蛤蟆 在随意地虐杀人类 挨了口气 喃喃自语道 罢了 罢了 让就自己当一次主角吧 陆金安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想这么干 或许是想完成上一世 成为大英雄的愿望 又或许看不下 妖兽随意虐杀人们 林维夏突然听到 陆金安小声喃喃自语 但又没听太轻 下意识问道 什么 面对林维夏的问话 陆金安并没回答 而是转头装作 严肃的表情道 林维夏 你先带小女孩 和他妈妈走 我去挡住妖兽 林维夏听到 陆金安这惊人的话 顿时惊呼出声 陆金安你疯了 你居然要去挡住 二阶的妖兽 陆金安并没着急 回答林维夏的话 转头看着 在随意虐杀人的 三条角癞蛤蟆 口中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就把我当疯了吧 但我不想再有 小孩子和我一样 成为孤儿 有些事情 总有人要做 不是吗 此时 太阳照在陆金安 那高大的背影上 让林维夏也看呆住了 这 还是他认识的 那个陆金安吗 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而且现在的陆金安 好帅啊 不单单是面容的帅 而是陆金安 要做的事情很帅 不过没过多久 林维夏就反应过来 鼓起勇气道 我去吧 毕竟我境界比你高 我去还有可能抵挡一会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 竟然主动要求自己去 也是被一惊 林维夏这小妮子 平时看起来 胆子也很小 但竟然主动说自己去 这让陆金安 不禁看向林维夏 此时林维夏 白皙的小脸蛋上 尽是认真 不过也带着恐慌表情 陆金安不禁笑了笑 明明很害怕 但竟然想自己去抵挡 比自己高一境界的妖兽 还真是可爱啊 第54章 大战一触即发 陆金安忍不住伸出手 摸了摸林维夏的脑袋道 行了 这三条脚的癞蛤蟆 还是我来抵挡吧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 坚持要自己去抵挡二阶妖兽 也没心情在乎 陆金安摸没摸自己的脑袋了 而是继续着急道 陆金安我比你境界高 我却比你更合适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 只是摸着林维夏小脑袋的手放下 然后笑了笑说道 谁说你境界比我高了 陆金安话落 还没等林维夏回话 就将属于舞者境界的气息释放出来 啊 林维夏发出一声惊呼 嘴巴更是张得大大的 都能塞下一枚鸡蛋了 陆金安身上散发出的强悍气息 林维夏自然感受过 这是属于舞者境界 才能散发出的气息 也就是说 陆金安达到舞者境界了 之前陆金安不是说过 自己是舞图舞端的境界吗 怎么现在就达到舞者境界了 这只是过去一周时间啊 难道陆金安是妖孽 能在短短一周达到舞者境界 就算是妖孽 也不可能用一周时间 就将舞图舞端的境界 提升到舞者境界啊 嗯 那只有一个可能 那说是陆金安又隐藏自己的境界了 这才是陆金安真正的实力 林维夏不禁想到 陆金安你 什么时候达到舞者境界了 林维夏还是忍不住 问出心中的疑问 陆金安并没有回答林维夏的话 而是身上有无数蓝红色雷霆电弧 在他身体表面闪烁跳跃 明灭不定 这也是陆金安第一次 以舞者境界爆发出气血的样子 陆金安好奇地看着身上 不停跳跃的蓝红色的雷霆电弧 陆金安也不知道 自己的气血 为什么会变到雷属性 而且 这还不是普通的雷 感觉自己的雷笔 真正的雷威力 还要大十几倍 可以说是神雷了 但很快陆金安就想起来 记得老魔头说过 每一个人的气血属性 都取决他所修的功法 如修炼火属性功法的舞者 那么他的气血 也会染上火属性 同样搭配上火属性的舞技 威力会大大增强 还有修炼谁属性功法的舞者 也同样气血会染上谁属性 除了五行属性 还有特殊的功法 如冰 雷 暗 光等 不同属性的功法 气血也会染上不同属性 所以说 一本好的功法非常重要 而陆金安修炼的这本功法是 SSS级 而且还是攻击最强的雷属性 这可把林维夏惊呆了 陆金安竟然修炼的是特殊功法 而且还是雷属性 这可是攻击和破坏最强的属性啊 一本普通雷属性F级功法 都要几百万 普通人根本就买不起 而且 陆金安这雷属性 还不是普通的雷 林维夏都不知道 今天被陆金安震惊了几次了 三条角的癞蛤蟆 看到陆金安那惊人的气血 三条角的癞蛤蟆 瞬间看向陆金安的方向 大大的眼睛里 更是透露出一股渴望 好浓的气血啊 吃了它 自己一定能提升四五个小境界 陆金安自然也注意到 三条角的癞蛤蟆 那种渴望的眼神 就像三十岁的单身汉 突然看到没穿衣服的女人 那种可渴望 本来陆金安很害怕妖兽的 但感觉自身那强大的力量 陆金安瞬间感觉自己 又行了 这三条角的癞蛤蟆 这不是小卡拉咪吗 小吃货别发愣 快把人带走 陆金安看着发愣的林维夏 忍不住说道 林维夏也反应过来 是啊 现在还不是发愣时 现在要快快把人带走 三条角的癞蛤蟆 还在虎视眈眈呢 林维夏也知道情况紧张 只能匆匆地向陆金安道 你自己要小心 话落林维夏 就匆匆地赶向 倒在地小女孩的妈妈 妈妈 我不走 小女孩在旁边哭泣着 倒在地上的小女孩的妈妈 看着哭泣的女儿 想站起来安慰小女孩 但刚动一下 就感觉脚一阵疼痛 贝贝听妈妈话 你先跑 妈妈随后跟上 小女孩的妈妈 感觉自己一动就痛 顿时感觉一阵绝望 于是只好 先叫自己的女儿先走 就在这时林维夏 跑到小女孩的妈妈面前 还没等小女孩的妈妈说什么 林维夏就主动地 把倒在地上 小女孩的妈妈背在背上 随后 林维夏还一把抱起小女孩 向远离妖兽方向狂奔 而在林维夏背上的 小女孩的妈妈和小女孩 也是一阵发愣 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什么 不过小女孩的 也很快反应过来 这位姐姐是在帮她们 于是被林维夏抱在怀里的小女孩 用奶声奶气的声音说道 谢谢 姐姐 而小女孩的妈妈 也是反应过来 也是向林维夏一阵道谢 陆金安看着林维夏 和小女孩的妈妈远去的背影 这才松了口气 随后 陆金安就用散发雷光的眼神 看着虎视眈眈的 三条角的癞蛤蟆 自己提升到舞者境界后 好像一直没有出过手 正好试试自己的实力 三条角的癞蛤蟆 感到陆金安那浓厚的气息 连四处乱跑的人都不管了 只是兴奋 对陆金安叫道 咕咕 随后三条角发力 用力一跃 巨大的体型的癞蛤蟆 竟然跳上百米高空 在癞蛤蟆的巨大的身影下 百米内的人 瞬间感觉遮天蔽日 而三条角的癞蛤蟆 竟然向地下的陆金安落下去 陆金安看着三条角的癞蛤蟆 如同陨石一样 向自己落下来 这一切都发生很快 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 双方本来距离就四五百米 对于三条角的癞蛤蟆 确实是一瞬间的事情 一旦三条角的癞蛤蟆落下来 可以说 百米内的东西都会被压扁 那躲在商铺的普通人 必死无疑 陆金安当然不可能 让这事情发生 于是 陆金安周身的雷电 在不停地流走 双拳更有蓝红雷电 在闪烁着 陆金安完全将自己的实力爆发出来 连周围的小摊位 都被陆金安的气势吹飞 三条角的癞蛤蟆看着下方 爆发出强大气息的陆金安 并没有感到恐惧 反而感觉到很兴奋 因为这证明 吃下这个小不点 自己的实力一定能大大提升 羞羞 三条角的癞蛤蟆 因为从上陨落下来 发出一阵阴暴声 身体周围 还因为速度过快 产生火星 从下向上看 三条角的癞蛤蟆 就如同巨大的陨石向下陨落而来 第五十五章 望复成龙 陆金安双脚重重用力一灯 本来是水泥路的地面 瞬间被陆金安登得出两个大坑 严臣更是四起 陆金安也瞬间抱起 随后猛地挥拳而出 猛然轰向 像陨石陨落一样的三条角的癞蛤蟆 拳头更有着蓝红色的雷霆 在不停流走 雷鸣拳 要是有人从不远处看 就像两条蓝红色雷霆 组合在一起 像如同巨大的陨石般的癞蛤蟆劈去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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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巨大的雷响 想起来 让所有在逃难的人都忍不住向天上看 而众人看到 陆金安宛如雷霆一样 即将和天空陨落下来的三条角的癞蛤蟆相撞 众人也都不自觉停止逃跑 纷纷张大嘴巴 看着这一幕 远在千米之外的灵微下 自然听到三声雷响 也知道这是陆金安用的雷鸣拳的5G 才发出这样的声音 而且三声雷响也证明 陆金安的雷鸣拳的熟练度达到大成 林微下也不自觉地停下来 抬头望着天 看到陆金安即将和三条角的癞蛤蟆相碰 这让林微下不禁担心起陆金安来 虽然说陆金安境界达到5者 5G也达到大成 但面对二阶妖兽一个不小心 也是随时可能会丧命 陆金安你一定要小心啊 林微下不自觉喃喃自语道 而在林微下怀中的小女孩 自然听到响亮的雷声 抬头一看 也看到陆金安即将和癞蛤蟆相撞 忍不住惊呼出声道 姐姐你快看 那是不是坏哥哥 在林微下背上的小女孩妈妈 也是听到小女孩的惊呼 自然也向上看去 小姑娘啊 还真是你男朋友啊 她竟然在攻击妖兽 这可很危险啊 小女孩的妈妈 在林微下的背上 忍不住惊呼道 小女孩妈妈 下意识地认为 陆金安是林微下的男朋友 因为刚才两个人都是一起的 而且还一男一女 小女孩的妈妈 就下意识认为 林微下和陆金安是男女朋友 林微下对于小女孩的妈妈 说陆金安是自己的男朋友 也没心情在意 因为现在林微下 无比担心陆金安 而很快 陆金安和三条角的癞蛤蟆相撞 陆金安拳头 就轰向三条角的癞蛤蟆 那巨大的腹部上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气浪更是以陆金安 和三条角的癞蛤蟆为中心 拓展开来 瞬间白米内伤铺的玻璃 全部被震碎 在附近的人 也瞬间被爆炸声 给震的耳朵一阵失聪 陆金安这一拳 直接把三条角的癞蛤蟆的腹部 给打穿 咕咕三条角的癞蛤蟆 在半空中 发出两声惨叫 而陆金安爆发后 也因为失去动力 又没有飞行能力 所以 陆金安就快速地 向下陨落而去 三条角的癞蛤蟆 也是没有飞行能力 刚才能飞起来 也主要靠跳 随后 三条角的癞蛤蟆 也紧跟其后地 快速地向下陨落而去 不过三条角的癞蛤蟆 因为腹部被陆金安打穿 在半空陨落时 三条角的癞蛤蟆鲜血 就像不要钱一样 在半空撒掉 这可把在观看 众人惊呆了 这个少年竟然用一拳 就把二阶妖兽的癞蛤蟆 腹部打穿了 要知道 妖兽一般都比同境界的武者强 一般同境界的妖兽 起码要两到三个同境界的武者 才可能击杀 或者比妖兽高两到三个境界的 也才可能将妖兽击杀 而要是和妖兽同境界 又是只有自己一人 那也只能抵挡一下妖兽 想以同境界击杀妖兽很难 但也有不少天才 能以同境界击杀妖兽 为什么妖兽同境 比人类还要强呢 世界各国顶尖的科学家 都研究过这个问题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 妖兽一般同境界 都比人类武者同境界的气血 要浓厚 简单的来说 就是 妖兽同境界 比人类武者同境界的气血要多 为什么妖兽会比人类的气血要多呢 科学家自然注意到这问题 于是一直在这方面展开研究 但一直没有多大进展 不过科学家倒是推论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 妖兽的体型比人类大 所以能容纳的气血比人类多 第二个就是 可能妖兽和人类身体结构不同 所容纳的气血自然不同 所以 能一个人击杀同境界的妖兽 可以说是天才了 除此之外 让众人更震惊的是 陆金安的年纪 没错就是年纪 因为陆金安看上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 竟然达到武者境界了 要知道 武者境界在这小城里 可以说是非常吃香了 要知道 武者高中的老师 也只是武者境界 更不要说和陆金安同样年纪的人了 能在这年纪达到武徒境界 可以说不错了 更不要说 陆金安达到武者境界了 这就像一个人骑单车 和一个人开跑车的差别 你苦哈哈骑半公里 结果别人开跑车都开了三十多公里 在众人眼里 陆金安就是那个开跑车的人 奶奶的 今天算开眼了 这小伙子 竟然把二阶妖兽的腹部打穿了 一位秃顶的中年男人 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说道 哇小哥哥好帅啊 还这么有实力 一位二十多岁 长得可爱的少女 双眼冒着小猩猩 饭花痴的说道 臭小子 你看看别人和你同年纪 就成为武者了 你连武徒都不是 生个鸡蛋都好过 生你这个臭蛋 哎 他要是我儿子多好啊 一位中年大叔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哎 自己的儿子 什么时候能达到 武者境界啊 那时 自己就不用苦哈哈地上班了 中年男人 也是一直望而成龙 这样自己 就不用每天苦哈哈上班了 站在中年大叔旁边的青年 也是被自己父亲一顿 骂给整猛了 青年很想说道 爸 我为什么现在不成为 武徒你心中没点避数吗 你自己四十多岁 才武徒四段 而我十七八岁 没成到武徒 不很正常吗 青年当然不可能真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 又少不了一顿气皮狼 唉 为什么自己老爸不是舞者呢 这样 自己就是武二代了 到时 小美肯定会同意自己的表白 青年也是忍不住 望父成龙的想道 另一边 林维夏看着陆金安没什么事 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在林维夏怀中的小女孩 也是兴奋地叫道 哇坏哥哥好厉害啊 竟然把那大坏蛋 给打流血了 小女孩的妈妈 也是非常震惊 没想到这小伙子 竟然这么厉害 第五十六章 咕咕呱 小姑娘 没想到你男朋友这么厉害啊 在林维夏背上的小女孩妈妈 忍不住震惊地说道 而放松下来的林维夏 听到小女孩的妈妈 竟然说陆金安是自己男朋友 顿时红了脸 随后 林维夏更是支支吾吾说道 他 才不是我 男朋友呢 在林维夏背上的小女孩的妈妈 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再说什么 看着小姑娘的表情和语气 就算那小伙子 不是这小姑娘的男朋友 应该也属于互生好感气 陆金安从半空陨落下来时 内心没有半分恐慌 因为成为舞者后 自身的防御大大提升了 这种高度 还不至于让陆金安受伤 轰隆隆 陆金安从半空落下时 把水泥做的道路 给砸出一个大坑来 一时间烟尘四起 嗨嗨 随后 陆金安没过一会 就从被砸出深三米的大坑里 跳出来 跳出来的陆金安 先是左右看看 身上有没有受什么伤险 嗯 除了衣服有点破和脏 身上一点势也没有 特么 就这是高五世界吗 从四五十米空中落下来 身上一点伤也没有 真牛 而且 这还只是舞者境界 之后的境界 岂不是更牛 就在陆金安暗想时 三条脚的癞蛤蟆 也紧跟其后的 从空高落下 轰隆隆 三条脚的癞蛤蟆落下时 动静比陆金安落下时 大了不少 三条脚的癞蛤蟆 陨落的烟尘 更让百米之内的人都看不清 看起来就像起了浓雾一样 三条脚的癞蛤蟆 和陆金安陨落的地方 相差不远 陆金安自然注意到 三条脚的癞蛤蟆了 此时 陆金安站在不远处的脸神 凝重地看着三条脚的癞蛤蟆 落下时 砸出来宽几十米的大坑 这让陆金安忍不住想到 自己落下时 也才砸出宽五六米的坑了 而这只癞蛤蟆 竟然砸出几十米宽的大坑 从这可以看出 癞蛤蟆体型的庞大了 幸好不是砸在商铺 而是砸在路中间 要是这癞蛤蟆砸在商铺的话 怕市里面的人都要给压扁了 咕咕 正在陆金安思索时 大坑内传来癞蛤蟆的愤怒的吼叫 癞蛤蟆的叫声 几乎一公里内的人都能听到 本来还在为陆金安能打伤妖兽的 而高兴的众人 但突然听到癞蛤蟆的怒叫 瞬间忍不住担心起陆金安来 这妖兽竟然还这么有力气叫 而且好像还很愤怒 唉 这少年怕是有危险了 众人担心地想到 林维夏自然听到癞蛤蟆的怒叫 本来放松下来的心 又一下子提了起来 陆金安你可不要有事啊 随后大坑内也传来一阵响动 大坑周围的碎石更是不断落下 好像有什么大恐怖 要从大坑内出来 站在不远处的陆金安 自然感受到三条角的 癞蛤蟆叫声中的愤怒 脸神也是凝重起来 自己虽然先打伤癞蛤蟆 占领上风 但这妖兽都是生命力强大 自己这一拳 虽然打穿癞蛤蟆的腹部 对生命力顽强的癞蛤蟆来说 几乎不值一提 而且 这癞蛤蟆实力还是二阶三段 比自己高了两段 就算陆金安能越阶而战 但妖兽可和人类不一样啊 妖兽比同境界的人类强大多了 一个妖兽能打四个同境界的人类 这等于让陆金安 对付四个舞者三段的舞者 更不要说 陆金安只是刚成为舞者了 看来是场应战啊 陆金安喃喃自语道 不过陆金安倒没有想退缩 一旦退缩自己身后的人 又该怎么办 难道让自己眼睁睁地 看着这癞蛤蟆 随意吃掉我们的人族吗 轰隆隆 一道巨大的响声响起来 三条角的癞蛤蟆 从大坑中跳了出来 咕咕呱 三条角的癞蛤蟆跳出来 就看到不远处的陆金安 顿时就红着双眼 愤怒地对陆金安叫喊着 陆金安看着巨大的癞蛤蟆 也是暗自警惕着 防止癞蛤蟆的随时攻击 陆金安的注意力 完全放在癞蛤蟆身上 突然陆金安就发现 三条角的癞蛤蟆腹部的伤口 竟然止住血了 不再往外冒血了 我的乖乖啊 这妖兽体魄这么强吗 那么大的一个伤口 才几分钟就止住血了 陆金安在心里 暗暗吐槽道 咕咕 三条角的癞蛤蟆 越看陆金安越生气 加上腹部的伤口 传来阵阵的痛 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三条角的癞蛤蟆口中 顿时射出他那长长的舌头 向陆金安攻去 三条角的癞蛤蟆的舌头 就如同子弹一样快 快到 甚至人的肉眼都看不清 同时还传来一阵阵破空声 面对三条角的癞蛤蟆 突然的攻击 陆金安并没有慌张 因为陆金安一直在防备着癞蛤蟆 所以 面对癞蛤蟆的攻击 陆金安只是左脚向前一踏 左拳覆盖上 气血随后猛的挥拳 向杀来的癞蛤蟆的舌头轰去 当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陆金安和三条角的癞蛤蟆相碰 陆金安一拳就感觉 打在一个大铁块上 这特么这舌头 是铁做的吧 这么硬 三条角的癞蛤蟆的舌头 立马被陆金安打收回去 随后三条角的癞蛤蟆 用前面的两只脚捂着嘴巴 然后仅剩的一条 脚支撑在地面 随后用仅剩的一条脚乱跳 痛 实在太痛了 这人类实在是太可恶了 陆金安在打回三条角的癞蛤蟆的攻击后 继续气势不减地向三条角的癞蛤蟆杀去 趁他病要他命 陆金安这道理还是明白的 双方相距不足200米 陆金安一瞬间就冲到癞蛤蟆前 随后陆金安还会拳击 向癞蛤蟆的腹部的伤口 本来还在捂着嘴的癞蛤蟆 见陆金安冲来 就刚想向后退去 可还默等癞蛤蟆向后退 陆金安的拳头 又击向自己受伤的腹部 当陆金安又打中癞蛤蟆 受伤的腹部时 癞蛤蟆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 咕咕剐 随后陆金安还想继续攻击癞蛤蟆受伤的腹部时 这时本来还在惨叫的癞蛤蟆也发狠了 前面的双手 向还想激攻自己腹部的陆金安拍去 陆金安在癞蛤蟆出手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无奈陆金安只能先放弃 攻向癞蛤蟆腹部的攻击 随后以每秒百米的速度向后退去 这让癞蛤蟆的攻击一空 差点还拍到自己受伤的腹部 滴打 滴打 癞蛤蟆的腹部又重新流出血来 一滴滴地滴在地上 虽然癞蛤蟆有很强的治愈能力 但本来就受伤的腹部 又被陆金安又重复攻击一次 就算再强的治愈能力也是白打 而且 癞蛤蟆的腹部伤口比上次大了许多 而且流出的血也更多 就这么一回攻服癞蛤蟆的血 就将地下的水泥染成血红色 第57章 将这么大的屁股对着我干嘛 陆金安先拉开距离后 看着再次受伤的癞蛤蟆 心中也忍不住想到 这癞蛤蟆生命力还真是强啊 腹部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又流了这么多血 但癞蛤蟆看上去还是这么生猛 想到这陆金安不禁眼睛发狠 两次都打不死 那就三次 三次还是打不死 那就四次 四次打不死俺就死了 因为 以陆金安的气血 最多能使出雷鸣拳攻击四次 如果陆金安消耗完气血了 那是不是癞蛤蟆死了 而是陆金安死了 不过 就不信用四次雷鸣拳 都打不死这三条脚的癞蛤蟆 想到这陆金安身上 再次爆发出惊人的气势 随后右脚向前一踏 脚下的水泥地面 也被陆金安的一踏踏下一个大坑 而陆金安爆射出去 随后左拳更是向癞蛤蟆的眼睛攻去 这次陆金安直接攻击妖兽 最脆弱的地方 为什么陆金安之前不攻击呢 因为癞蛤蟆一直在防备 着陆金安的动作 所以陆金安就算攻击也不好得手 但现在癞蛤蟆的注意力 全部都在自己的腹部上 也没注意陆金安 所以这才是最好攻击的机会 陆金安身上 有无数蓝红色雷霆 电弧在他身体表面 闪烁跳跃 明灭不定 左拳头上的 更是聚集惊人蓝红色雷霆电弧 散发出来的气息更是惊人 从远远看去 好像下一秒就能将人撕裂一样 雷鸣拳 这次陆金安的雷鸣 拳比第一次用出来的雷鸣 拳威力更大 因为这一拳几乎消耗了 陆金安大半气血 所以这一拳比第一次用出来的雷霆拳 强大数倍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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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熟悉的三声巨大声雷响 咕咕 癞蛤蟆也察觉到陆金安 突然爆发出惊人的气息 更是听到三声雷响 顿时就疑惑地呱呱叫了两声 咦 怎么打雷了 还有这个小小的人类 为什么能发出这惊人的气息 正在癞蛤蟆还在疑惑的时 陆金安的拳头 已经快到癞蛤蟆眼前 癞蛤蟆还在疑惑时 突然眼前就出现一个 沙包这么大的拳 咕咕 为什么俺的眼睛 突然有一个闪烁着蓝红色的拳头呢 呱 很快癞蛤蟆就发出一道 响彻天地的惨叫声 因为陆金安的拳头 直接打到癞蛤蟆的眼睛里 癞蛤蟆脆弱的眼睛 瞬间被陆金安打爆开来 甚至陆金安的拳头 还有余力轰向癞蛤蟆的脑袋内 瞬间就把癞蛤蟆 脑袋内的大脑和神经给轰碎 陆金安一记得手后 没有由于立马向后暴退而去 咕咕 随后陆金安就听到癞蛤蟆 那悲惨的叫声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等癞蛤蟆反应过来时 眼眶内却不断地喷射出血液来 甚至还癞蛤蟆脑袋中的脑浆 也随着血液流出来 三条角得癞蛤蟆此时 也因为脑袋受损和腹部 也在不断流出血液 顿时摇摇晃晃的 一时间竟然站不稳 好像随时能倒下来 也不知道是癞蛤蟆脑袋受损 还是血液流失过多 而陆金安在暴退后 看见癞蛤蟆的状态 竟然有放松 反而一直在警惕着 因为陆金安知道 生物总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爆发惊人的力量 癞蛤蟆自然也不例外 果然不出陆金安所料 癞蛤蟆摇摇晃晃后 竟然突然站稳住了 随后 癞蛤蟆用那谨慎的一只眼睛 看向陆金安 口中还发出一声 悲惨又加着愤怒的叫声 癞蛤蟆也知道自己的生命 已经要到最后时刻了 此时癞蛤蟆很恨那个 将他杀死的人类 所以 癞蛤蟆要在死前 也要把这可恶的人类给杀了 咕咕呱 可恶的人类的给我死 但癞蛤蟆并没有冲上去 跟陆金安拼命 反而转个身 用那两个圆圆的屁股 对准陆金安 陆金安 哦 陆金安看到 癞蛤蟆临死前 并没有上来拼命 反而是将这么大的屁股 对着自己 这是要干嘛 不会让我舔他屁股眼吧 嗨嗨 陆金安也被自己的神想法吓到 自己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还是要用他那么大的屁股压死我 想到这陆金安不禁摇了摇头道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 有这么奇葩的攻击呢 嗯 可能是这癞蛤蟆知道 杀不死我 所以放弃了 对 没错应该是这么样了 唉 我这聪明的小脑挂 还真是聪明 陆金安也为自己 踩到癞蛤蟆的想法 感到骄傲 在远处临危下 一直在注意陆金安的战斗 当陆金安的拳头 打进癞蛤蟆的脑袋时 林危下差点就高兴地跳起来 可还没高兴多久 林危下想起老师 在课堂上讲过妖兽 一般都会在临死前 爆发出惊人的战力 所以在给妖兽致命一击后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正在林危下 怕陆金安一击得手时 就掉以轻心时 就看到陆金安一击的手时 就立马向后 退去没有半分犹豫 林危下 本来还担心 陆金安会一击的守候掉以轻心 现在看到陆金安退去 林危下这才松了口气 但还没让他放松多少时间 就见癞蛤蟆并没上前拼命 反而是将两个大大的屁股 对着陆金安 坏了 林危下忍不住惊呼出声 林危下这才想起来 好像武道客有讲过 有一种特殊的妖兽 在临死前 会将一生鸡攒的屁放出来 而这妖兽临死前的屁 可不是一般的屁 可是这妖兽的屁 就如同毒气弹 只要放出来 就能瞬间 将方圆20公里内的人毒死 更别说这些屁 要是还飘到别的地方 会造成多少人死亡了 没错这妖兽 就是这三条脚的癞蛤蟆 所以林危下 这才忍不住惊呼出来 一旦癞蛤蟆将屁放出来 那方圆20公里内 可以说寸草不生 所有生命 都会被这癞蛤蟆的屁给堵死 更别说 这是在人口最聚集的市中心了 一旦放出不知 会堵死多少人 但肯定最少也有几万人 道士陆金安 是挺身而出救人的英雄 还是杀死几万人的帮凶 其实 在最繁华的市中心 会缺乏舞者境界的舞者吗 更不要说 这里这么靠近舞者联盟了 所以根本就不缺舞者境界的舞者 只不过他们不站出来罢了 但为什么他们不站出来呢 没错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种妖兽 会在临死前 放出巨大一股的 毒气到时死了人 算谁头上 第58章 又粗又大的东西 肯定是算在 杀死这妖兽的人头上来 到时别说做英雄 别被拉去砍头都好了 这是一个 是牺牲少数人让妖兽吃饱 还是将妖兽杀死 让更多人被毒死 所以 根本就不会有人傻傻地上去救人 也没有人想杀死妖兽 反正只管逃 一切都不关他们事 有人可能会说 这些人没良心 明明有实力可以救人 竟然不去救 反而第一时间逃跑 但换位思考一下 要是你有舞者境界的实力 你会不会上去救人 别开玩笑了 这世界本就是如此 他人的生死 跟自己何干 更不要说是陌生人了 而且 将妖兽杀死 可能会导致更多人死 所以 根本就没人原意上 林维夏想到这心中 也是一阵着急 不过也是立马大喊道 陆金安小心啊 别让他放出屁来 这癞蛤蟆的屁 能堵死方圆二十公里的人 此时 陆金安和林维夏相差五千米 林维夏的声音 也很难传到陆金安的耳中 在林维夏怀中和背上的小女孩 和小女孩妈妈 自然听到林维夏的大喊 也是 顿时被林维夏喊出的话吓住了 嘴更是因为过于震惊张得大大 这妖兽放个屁 竟然能堵死方圆二十公里的人 太让人震惊了 姐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怀里的小女孩 用着那双大大的眼睛 害怕地看着林维夏 更是小声问道 小女孩妈妈也是惊慌道 是啊 小姑娘 你说的是真的吗 小女孩和小女孩的妈妈 一直都是生活在城内 也很少关心和了解过妖兽 当林维夏说一个妖兽 能堵死方圆二十公里的人 自然很震惊 是真的 这种妖兽 一般在临死前 都会将身内的毒 以屁形式放出来 所以这癞蛤蟆一旦放出来 方圆二十里人都会被堵死 林维夏快速地说了一遍 随后 林维夏不等两人说什么 而是继续大喊道 陆金安 陆金安此时感觉脑袋 都不够用了 这癞蛤蟆屁股撅 对着自己要干嘛呢 不会是想让我 打他屁股吧 陆金安脑中不禁想到这画面 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没想到 没想到啊 特么竟然妖兽也好这一口 变态 实在是太变态了 而且竟然比我还要变态 正在陆金安胡思乱想时 突然耳朵听到远处 传来细小的叫声 好像再叫 不能让这癞蛤蟆放屁 陆金安立马仔细地多听一遍 陆金安 绝对不能让这癞蛤蟆放屁来啊 否则方圆二十公里的人都会被堵死 林维夏在远处撕心裂肺地喊道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喊叫 瞬间心中变得万马奔腾 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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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只三条脚的癞蛤蟆 撅着屁股对着自己 是想堵死我 自己还以为 嗨嗨 陆金安 陆金安 你什么时候思想变得这么肮脏 还有这三条脚的癞蛤蟆 竟然想放屁堵死我 看我扎不扎你 小屁股完了 想到这陆金安就到处看了看 哪里有又粗又大 又能刚好塞住癞蛤蟆的屁眼的东西 没错 陆金安说的渣 就是准备找东西 塞住癞蛤蟆的屁眼 那他还会放出屁来 陆金安也为自己这想法 给点个夸 嘿嘿 自己这都能想到办法 想到就跟陆金安左右瞅了瞅 想看看 有什么东西合适的 一条木棍 不行太小了 给癞蛤蟆当牙签都不够 鞋子 衣服 摊位 奶瓶 尿不湿 特么还有摇摇车 嗯 怎地下还有一条黑丝 此时 陆金安望着地下的 仅剩一条黑丝陷入沉思 怎么地下 还有一条黑丝 难道是逃跑掉下来的 不可能啊 再穿在腿上 怎么可能掉得下来 还有一种 可能就是从某个老色批的 裤兜内掉出来的 嗯 等等 特么的自己到底 在想什么鬼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一条 又粗又大的棍子 怎么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有啊 陆金安左右瞅了 瞅好像都没有自己能用上的东西 陆金安不又着急起来 等赖蛤蟆 放出屁就全完了 怎么办 谁能告诉我 正在陆金安着急时 突然余光一扫发现一个酒店门口前 有两根高四米 宽约两米 厚约一米的石柱 石柱雕刻着 栩栩如生一条龙 这条龙自下而上 依次覆盖了石柱的顶部 色泽鲜艳 栩栩如生 好似即将腾云架雾 从柱子上飞向天空 这特么不是最合适的工具吗 此时陆金安的眼睛里 像是能放出光来 太合适了 虽然说是大了点 但没关系啊 大的照样子 塞进去 反正色的是癞蛤蟆 又不是我 嘿嘿 想到这陆金安不禁发出黑黑的笑声 陆金安距离酒店相差不过三百米 对于陆金安来说 也就是两秒钟的事情 于是 陆金安把平时吃奶的速度都用出来 嗨嗨好像也没奶吃 陆金安用不到两秒时间 就来到酒店的石柱前 陆金安看着比自己高两米多的石柱 顿时向双手呸了两下 呸 呸 随后双手抱住石柱 猛地向外拉 石柱纹丝未动 陆金安头顶飞过一群乌鸦 我这抱脾气 我还不信了 还搭不出一条小小的石柱 陆金安身上气血爆发出来 口中大喊道 给我起 轰隆隆 因为陆金安将石柱往外拉 石柱上的天顶 也因为失去一根成重主 从而倒塌 这石柱真他妈重啊 陆金安双手抱着石柱额头上的青筋 都抱起来 陆金安现在的力量在八千斤左右 大约是在四吨的力量 而这石柱他妈都有三吨多了 陆金安没走一步 地上都微微颤抖 但走得不快 陆金安估计 自己这三百步都要走两三分钟 但陆金安根本就没这么多时间 不 石癞蛤蟆根本就不给这么多时间 于是陆金安咬咬牙 双手抱紧石柱 腿上的速度加快几分 三秒 陆金安抱着石柱 距离癞蛤蟆不足一百米 此时癞蛤蟆满脸愤怒地撅着屁股 还没知道危险的到来 既然本蛤蟆活不成 我也让你活不成 尝尝本蛤蟆的屁吧 而陆金安以每秒百米的速度 向撅着屁股的癞蛤蟆奔去 不到一瞬间就到癞蛤蟆的屁股后 正在愤怒的癞蛤蟆 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寒 好像有人要对自己的屁股做什么一样 第59章 贪生怕死 姑姑 是谁对本蛤蟆的屁股起了心思 竟然敢窥视本蛤蟆的屁股 对了 一定是那该死的人类 嗯 肯定没错了 这该死的人类 竟然还想窥视本蛤蟆的屁股 真该死 本癞蛤蟆都要死了 竟然连我的屁股都不放过 太没人性了 想到这本来就很生气的癞蛤蟆 就更生气 于是癞蛤蟆 想转头看看那人类 是不是想对自己的屁股做什么 奇奇怪怪的事情 癞蛤蟆一转头 顿时吓得菊花一紧 只见陆金安一脸杀气 扛着一根又大又粗的柱子 向他屁股奔跑来 口中还大喊着 杀呀 咕咕呱 这人类想对自己的屁股干什么 咕咕 妈妈说的没错 人类真是可怕 连矮一个男的蛤蟆的屁股 都不放过 这一切都发生在弹指尖 当癞蛤蟆发现 陆金安时 陆金安已经和癞蛤蟆 相差不过一米 癞蛤蟆想扭转屁股 已经来不及了 而陆金安看着 竟在直尺癞蛤蟆的两个圆润的屁股 不禁发出黑黑笑声 嘿嘿 让你尝尝我的大棒子 嗨嗨不是让你尝尝我手上的大棒子 嗯 手上也不是大棒子 是一条又粗又大的石柱 各位可别误会了 癞蛤蟆看到 陆金安这么猥琐的 表情顿时 表情变这样了 Sigma 咕咕 你别过来啊 别过来啊 呜呜求求你别过来 但陆金安肯定不会放过癞蛤蟆的 为了防止癞蛤蟆 将屁股扭到另出去 陆金安动作不由加快几分 双手扛着石柱 以120码速度 向癞蛤蟆的菊花色去 石柱甚至因为速度过快 发出巨大的破空声响 陆金安口中还大喊着 妖怪吃安老孙一棍 呱 一声惨绝人寰的响起 这声音之大连灵为下都听到了 陆金安更是感觉耳朵嗡嗡的 陆金安一棍得手后 就立马拉开距离 生怕癞蛤蟆会做出什么事来 而四米高的石柱 被陆金安塞进了三分之二 当陆金安塞进去 癞蛤蟆感觉菊花处 好像被人强行塞进的东西一样 没想到本蛤蟆竟然会这一天 姑姑 想到这癞蛤蟆脸上不由流下痛苦的泪水 而陆金安终于松了口气 当知道这癞蛤蟆放个屁 能堵死这么多人时 其实陆金安的压力也很大的 要不能将它堵住到时 自己可能也会被这屁堵死 姑姑 此时癞蛤蟆也渐渐没力气 慢慢地趴在地上 一直在惨叫不停 但没过多久癞蛤蟆就慢慢停止叫声 生命也是慢慢失去 陆金安看着癞蛤蟆变得一动不动 声音又渐渐消失 也猜到这癞蛤蟆应该是死了 不过陆金安并没有着急上去 而是在不远处继续观望着 毕竟谁知不知这癞蛤蟆是不是装死 而后给自己来一击 自己还是狗点好 这种老六行为陆金安可没少干 深知此道 所以陆金安决定先观察观察再说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陆金安一直在观察不上前 这可把癞蛤蟆挤坏了 于是悄悄地睁开大眼睛右左看了看 想想看看陆金安在哪 突然看到陆金安在远处看着自己 癞蛤蟆又立马闭上眼睛 这人类怎么还不过来啊 应该没发现我吧 陆金安在远处看着癞蛤蟆的行为满头黑线 零零 好啊 这癞蛤蟆还真是个老六 想炸死来偷袭我 还有这癞蛤蟆都睁开这么大的 眼睛了真当我看不到的 竟然又闭上装死 这特么真当我瞎啊 还是当我傻啊 不过 幸好自己看穿癞蛤蟆是装死 这才没上前 绝对不是什么狗 癞蛤蟆此时趴在地上 绝着屁股 屁股中间又插着石柱 怎么看怎么奇怪 不过此时 癞蛤蟆没空管这么多 心里在想 这人类为什么在远处还不过来 没错 癞蛤蟆是想装死 然后想等待人类来后 再偷袭它 没想到这人类竟然这么久 都不过来 而是在不远处观望着 这人类还真是狗啊 这次癞蛤蟆 真正感觉自己的生命 在不停地流失 力量也在渐渐失去 也渐渐感到困了 癞蛤蟆就怀着不甘的心情 这样死去了 而陆金安还不知道 还在远处观望着 不知过了多久 大家都见 癞蛤蟆趴在地下一动不动 都以为癞蛤蟆死了 于是 渐渐有人敢向陆金安靠近 但没有人敢 靠近癞蛤蟆的尸体 因为没看到陆金安都不敢靠近吗 陆金安不靠近 癞蛤蟆的尸体 他们当然也不敢了 陆金安此时 已经在观察癞蛤蟆十分钟了 癞蛤蟆倒是 一动不动像真的死了一样 大英雄 这妖兽是死了吗 一位靠近陆金安的 中年秃顶的男人 小心翼翼地问道 对啊 大英雄 这妖兽死没死 一位长得虎背熊腰的 大汉也是问道 陆金安听到别人叫他大英雄脸上 顿时就浮现骄傲的表情 不过口中还是谦虚道 哪里 哪里 只不过打死一个小卡拉咪算了 不过这妖兽竟然是个老六 刚才就想装死来偷袭我 幸好我看穿他的阴谋 才没上前查看 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死没死 三人 这小伙子竟然说 这妖兽是个小卡拉咪 怎么听着这么想揍他 陆金安说完后 见癞蛤蟆这么久都不动 也猜测癞蛤蟆可能已经死了 于是 陆金安决定去查看一下 你们夺远点 我要去查看这三条角的东西 是不是死了 陆金安此时表情认真的 对着三人说道 三人听到陆金安要去查看妖兽 中年秃顶的男人 也是点点头对着陆金安道 大英雄 你放心去不用担心我们的 你们说对吧 说到这中年秃顶的男人 一转头下的眼珠都要瞪出来 口中还道人呢 此时本来在中年秃顶的男人后的两人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连根毛都没留下 中年秃顶的男人疑惑的一阵后 突然一拍脑袋 特么的这两人是先跑了呀 这两人竟然先跑真 尼玛不是人 逃跑竟然不叫上我 大英雄 我先跑了 呸 不是先不给你添麻烦了 中年秃顶的男人说完 也吃奶的力气逃跑了 只留下目瞪口呆的陆金安 这三人 完全把贪生怕死眼的淋漓尽致 第六十章 自己可是个很稳妥的人 这奔跑速度比干饭的速度还要快几倍 就这么一会 陆金安就见不到人影了 你妈的 这群家伙听到有危险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最不能忍的 竟然还有人比自己还贪生怕死 陆金安被气跳起来 本来陆金安还提醒他们跑的 但是现在陆金安感觉自己的提醒完全都多余的 让陆金安最不能忍的 就是竟然有人比自己还要贪生怕死 这绝对不能忍 但现在他们都跑远了 陆金安也没什么办法 算了 现在最重要就是要查看这癞蛤蟆到底死没死 想到这陆金安才消点气 于是陆金安就想象趴在那癞蛤蟆的尸体走去 但没走两步陆金安又停下来思考起来 嗯 直接走过去 万一这老六又是在炸死呢 不过这个办法有点不稳妥 自己可是稳妥的人 当然又找稳妥的办法 绝对不是像那三人一样贪生怕死 大家可不要误会了 于是陆金安聪明的小脑袋又快速转起来 有什么又稳妥又能查看癞蛤蟆死没死呢 陆金安下意识的喃喃自语 就在这时 一阵哥突然想起 咕咕咕咕咕 他没有爸爸和妈妈呀 自己一个家 数着日子 每天咕咕咕咕咕咕呆呆呆的小青蛙 这可把陆金安吓一跳 下意识地转头要跑 但陆金安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哪个 闭仔子 这种时候放尔哥 想到这陆金安不禁愤怒地 用眼神四处扫尸 我倒要看看 哪个吃奶吃撑了 竟然这种时候放尔哥 真是看老虎拉屎 自找死路 嘿 找到了 陆金安本来还很愤怒的情绪 一下子给整沉没了 因为尔哥不知为什么 是从一台摇摇车发出的 而且摇摇车还在上下摇晃 还播放着鸽 突然陆金安眼睛微微一亮 对呀 自己可以把这摇摇车砸去 是茶是茶呀 想到这陆金安一阵兴奋地来到 在不停摇晃着的摇摇车 对不起小朋友们了 哥哥先借你们的摇摇车一用 嘿嘿 于是陆金安毫不费力地 将摇摇车举起来 而摇摇车还在不停地放着鸽 小兔子乖城 把门打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陆金安 陆金安毫不犹豫地用力砸向癞蛤蟆的双颗屁股 别问陆金安为什么要砸癞蛤蟆的屁股 因为癞蛤蟆的屁股又大又圆 适合当靶子 此时陆金安距离癞蛤蟆足足有1000米 而摇摇车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向癞蛤蟆的屁股 边飞还边放着耳哥 啪 摇摇车正中把心 但也因为陆金安用太大力了 摇摇车和癞蛤蟆的屁股相撞时 也瞬间破碎开来 而陆金安在全身贯注着癞蛤蟆 发现摇摇车和癞蛤蟆的屁股相撞时 一点反应和动作都没有 但陆金安并没掉以轻心 自己可是很谨慎的人 于是 陆金安把周围能丢的东西 都砸在癞蛤蟆的屁股上 啪 啪 辣 癞蛤蟆的屁股 都被陆金安砸出血来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下陆金安才彻底放心 如果癞蛤蟆是装死的 屁股都被砸出血来 还能一动不动 陆金安就算被偷袭 也没意见 毕竟屁股都砸出血来 还能一动不动的 肯定是一个狠蛤蟆 陆金安试探完后 就不再犹豫 向癞蛤蟆的尸体奔去 以每秒100米的速度 陆金安很快就到癞蛤蟆的尸体旁边 陆金安看着这巨大的尸体 又担心这癞蛤蟆是装死的 于是向癞蛤蟆的尸体踢了两脚 发现一动不动 嗯 没问题 于是 陆金安看着癞蛤蟆巨大的尸体 泛起难来 听说妖兽一般都可以吃 但这癞蛤蟆这么丑 它的肉陆金安感觉吃不下口啊 更重要的是 癞蛤蟆的肉谁知会不会带着毒的 不过妖兽一般都有妖兽盒 想来这癞蛤蟆肯定也有 妖兽盒是妖兽平时储存气血的地方 所以 妖兽盒内蕴含着大量的气血 人自然可以将妖兽盒内的气血吸收 吸收妖兽盒后 气血一般都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不过不同品阶的妖兽盒 蕴含的气血自然也不同 品阶越高的妖兽和蕴含的气血越多 但品阶高的妖兽盒很难得 因为没有人能单独一人杀高品阶的妖兽 而且 高品阶的妖兽也很难猎杀 高品阶的妖兽 一般都会诞生智慧 肾本和人类成年人的智慧相差不多 所以 高品阶的妖兽 要是打不过 就会逃走 不会和你硬碰硬 所以 有智慧的妖兽 一般很难猎杀 就在这时 从远处奔跑来一个 身穿守护丝衣服的中年大汉 这人就是秦之翼 此时秦之翼表情着急 身上更有几十处小伤 但秦之翼一刻都不敢停下 因为他知道 妖兽要是没有人阻止的话 肯定会死很多人 本来说 要是有妖兽出现 守护丝内都能检测到能量波动 只要一有波动守护丝的人 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但这次 因为神灵教的人 为了抱上次守护丝 杀死他这么多高境界的教徒 在城内展开了抱负 城内到处都有神灵教人 而且不知神灵教的人 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能从别的地方 突然召唤出妖兽在城内 害到城内一片慌乱 守护丝不但要对付神灵教众人 还要对付出现在城内的妖兽 所以 一时间没有这么多的人手 才导致这里出现 妖兽守护丝的人 没有第一时间赶来 秦之翼也是解决了 神灵教几人 才有空向陆金安这边赶来 秦之翼看着被破坏的 满目苍凉的街道 可以想到 为什么不能早就决宿战斗赶来 这样就不用死这么多人了 秦之翼一刻都不敢耽搁 立马继续向前接到跑去 现在还没看到妖兽说明 妖兽还在祸害人 自己要立马找到他 很快 秦之翼就看到 倒在地上巨大的妖兽身影 还看到站在妖兽屁股上的陆金安 秦之翼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只能尽快赶到陆金安身边 才能确认情况 而陆金安站在癞蛤蟆的屁股上 在左右到处找东西 没错 陆金安在找妖兽盒到底在哪个地方 陆金安 这到底什么情况 秦之翼和陆金安还有一小段距离 但秦之翼已经忍不住想问问陆金安什么情况了 现在秦之翼有一大堆问题 要问清楚陆金安 第61章 陆金安这小子竟然有这种癖好 陆金安本来站在癞蛤蟆的屁股上 认真寻找妖兽盒 但突然听到秦之翼大吼 突然被吓了一跳 差点就站不稳 从癞蛤蟆的屁股上摔下来 我靠 谁叫这么大声啊 陆金安突然被吓一跳 也没注意听声音 还以为是哪个人陌生人叫的这么大声 根本就没想到是秦之翼 不过很快 陆金安就惊呼出声 秦叔 没错 陆金安看到奔跑来的秦之翼了 秦叔怎么来这里啊 随后 陆金安也没再多想 准备从癞蛤蟆的屁股上跳下去 落地姿势一定要帅 毕竟耍帅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陆金安在心中暗暗想到 随后陆金安一跃 在空中来个180度的翻转 完美落地 结果因为跳下来 踩到摇摇车的破轮子 一个没站稳 摔了个狗吃屎 哎呦 谁他马放个轮子在这 陆金安的脸和地上 来了个亲密的接触 跑过来的秦之翼 下化线 秦之翼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了 这小子这一世 应该是猴子派来的逗逼的 陆金安灰头土脸的 骂骂咧咧的起来 谁这么没功德心乱扔垃圾 把哥的大帅脸给摔到了 不过幸好陆金安的防御有一点强 当脸和地面接触时 一点事也没有 不过脸上沾满灰尘 秦之翼看着陆金安 又骂骂咧咧几小时了 于是连忙阻止道 行了 行了 你小子快对我说说 到底这里怎么回事 这妖兽怎么躺在这 陆金安这才停下骂骂咧咧 脸上浮现得意道 秦叔你听我细细道来 话说今日我出来逛街 但突然出现 一头三条脚的癞蛤蟆凶兽 这癞蛤蟆一出现 就开始吃人 我看到这种情况 我能忍 身为华夏大好青年 我应当降妖除魔 于是我就立马冲上去 阻止这只巨大的癞蛤蟆 之后就发生一场 惊天动地的打斗 我和癞蛤蟆大战三百回合 可以说是惊天地气鬼神 打得让天地失色 大地破碎 满目苍凉 最后 我以一击大成的雷鸣拳 将它击杀 秦之翼下化线 秦之翼看着喋喋不休的陆金安 额头也是冒出几十条黑线 不过也有个好消息 就是这妖兽死了 想到这秦之翼也松口气 秦之翼这才有空注意到妖兽 嗯 这还真是三条脚的癞蛤蟆 体型也很大 可下一秒 秦之翼看到妖兽的屁股中间 插着又大又粗的石柱子 给吓了一跳 我靠 谁这么变态 给妖兽的屁股插这东西 太不是人了 陆金安听到秦之翼惊呼 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 嗨嗨我这干的 秦之翼听到陆金安的话 顿时被雷的外焦里嫩 陆金安这小子 竟然有这种变态的癖好 他该不会对男的 也有这种癖好吧 秦之翼想到这顿时 向后退了两小步 陆金安Sigma LLL 秦叔你退后的动作 是认真的吗 小小几步 对我伤害多大 还有你这看变态的眼神 什么意思啊 我像变态吗 金安 秦叔平时对你不错吧 秦之翼用 看变态的眼神 看着陆金安 陆金安也不知道 秦之翼要搞什么 突然问这种问题 于是只好点点头道 秦叔对我自然不错 秦之翼听到后 挤出和蔼可亲的笑容道 那你以后 可不要打秦叔的主意哦 陆金安Sigma 陆金安差点 被秦之翼的话给气死 特么的 秦叔在想什么呢 还有你用看变态的目光 看着我干嘛 真想一脚踹死秦叔 自己会打他一个大男人的主意 我要打 也是打铃卫下这小妮子的主意啊 嗨嗨 致意不小心 把心里话说来了 秦叔 你说什么话呢 我可不是杰哥 我喜欢女的 不喜欢男的 这癞蛤蟆屁股上 插的东西 你听我解释啊 陆金安一脸无奈道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 被秦叔认为是变态 哎 秦之翼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想听听陆金安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秦之翼点点头道 行 你小子 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 面对秦之翼的质问 陆金安这才悠悠道 秦叔 这是什么妖兽啊 秦之翼听到陆金安的反问 有点不明所以 但还是回答道 这妖兽叫三足金蝉 也叫三条脚的癞蛤蟆 陆金安听到秦之翼的回答 表情更生气了 那这妖兽临死前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秦之翼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思索了起来 这癞蛤蟆临死前 会做出什么事来 秦之翼在耗费大量脑细胞后 才这想起来 好像这癞蛤蟆临死前 都会将体内的毒以僻形式 放出来 放出来的毒能 瞬间杀死20公里内的人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不过这种妖兽太多洗手 所以人类才没多重视 而秦之翼也是很久前 在一本书看到过 因为死前放屁的妖兽 实在是太奇葩了 所以秦之翼这才没第一时间 想到这妖兽临死前会放屁 秦之翼想到这 没想到神灵教竟然将这种妖兽送进城内 一旦这癞蛤蟆放出屁来 怕是城内会失衡遍野 陆金安也是认真点点头继续道 没错 我就是因为这原因 才将石柱塞进他屁股 这样他就放不出体内的毒来 秦之翼一脸复杂地看着陆金安 要是没有陆金安 怕是不知今天要死多少人 毕竟没有谁能想出用东西 堵住妖兽屁股就行了 只有陆金安这脑洞才想得出来 想到这秦之翼不由上前 拍拍陆金安的臂膀道 金安 这次你做得很好 放心我会跟守护司跟你请功的 到时奖励少不了你的 陆金安听到 有奖励立马 眼睛放出光来 竟然还有奖励 那倒是不是奖励我很多小钱钱 秦之翼看着陆金安这模样 不由觉得好笑道 你这次立了这么大功 可不只有钱 还可能有五计 要计等奖 听到这陆金安 瞬间兴奋起来 竟然还有五计奖 到时不就发财了 自己也只是学会两个五计 一个是D级雷鸣拳 一个是F级八级拳 自己的五计实在太少了 自己又买不起 这次竟然有五计奖 这可帮陆金安一个大忙 秦之翼见陆金安那兴奋的模样 继续看着这大癞蛤蟆的尸体道 嗯 这癞蛤蟆 从体型上看应该是二阶妖兽 嗯 二阶妖兽 第62章 有哪个傻子 在屁股找妖兽盒呀 二阶妖兽 秦之翼这才注意到 这特么是二阶妖兽啊 那陆金安怎么杀死他的 此时秦之翼原本还在微笑的脸上 瞬间僵住 自己刚才一直没注意 这是二阶妖兽 以陆金安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杀死他 陆金安这小子 不被这二阶妖兽一掌拍死都好了 你小子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把这妖兽杀死的 秦之翼反应过来 就立马质问陆金安道 陆金安此时 还在幻想自己会被奖励多少小钱钱 但听到秦之翼突然的质问 也是一愣 竟然有人质疑哥的实力 哥不容质疑 因为哥的实力超乎想象 陆金安在心里想歪歪道 陆金安面对秦之翼的质疑 先是脚踩在破烂的摇摇车上 45度抬头 眼睛里充满忧伤 声音低沉道 这一切都要从那一天说起 那一天天空一声巨响 我闪亮登场 秦之翼呆呆地看着陆金安的表演 这怎么跟我之前的动作一样 可还莫等秦之翼多想陆金安继续道 天上的雷霆在不计闪烁 而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雨水不济打在我身上 我的心是就像雨水一样冰冷 手中的AK47是这么的热 秦之翼已经反应过来 这陆金安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于是黑着脸上 潜意敲陆金安的脑袋道 小子快说实话 哎哟 秦叔你怎么又敲我脑袋 陆金安捂着头道 你小子一天天没有正经的实话 秦之翼黑着脸对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健壮 也是不开玩笑双手一摊道 秦叔非要说 就是我达到舞者境界了 哈 你小子达到舞者境界了 秦之翼顿时被陆金安的话惊到 陆金安无奈点点头 自己成为舞者有什么好奇怪的 秦叔别大惊小怪的 我达到舞者境界不很正常吗 秦之翼瞬间感觉自己的脑袋 要扔掉了 有一个只有两点气血的 连舞徒都不是的人 突然说自己达到舞者境界了 你说 你能不感觉脑袋不能用吗 就像一个穷小子说 自己有几百亿一样 让人震惊连连 嗯 你很正常 我感觉我不正常了 应该去精神病院看看 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秦之翼自我怀疑道 陆金安 Sigma LL 秦叔啊 你不用怀疑自己 我就是舞者境界 我就是舞者境界 陆金安说完不等秦之翼说话 身上爆发出独鼠舞者的气息 陆金安也没办法 一说自己成为舞者 一个个就像见鬼的表情 好像自己成为舞者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 面对这种情况 陆金安已经少见多怪了 直接爆发出气息 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不是舞者就好了 秦之翼果然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没想到陆金安这小子 竟然背着自己 偷偷成为舞者 秦叔信了吧 陆金安把气息一收 对着秦之翼说道 秦之翼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一阵点头道 信了 信了 陆金安见秦之翼信了 这才想起来 这癞蛤蟆的妖兽和还没找到 可以问问秦叔 这癞蛤蟆的妖兽和到底在哪 毕竟秦叔肯定猎杀过妖兽 这方面知识也比自己多 秦叔这癞蛤蟆的妖兽和在哪啊 我在这癞蛤蟆的屁股 找一圈 陆金安的话脸上也是浮现几十条黑线 哪有人会在妖兽的屁股 找妖兽和的呀 也只有陆金安这种大傻子 才在屁股找妖兽和 哪有人在妖兽的屁股 找妖兽和的 妖兽和一般都是在头部内 你在屁股不是找妖兽和 是找妖兽时 秦之翼无奈解释道 啊 陆金安也不知道 妖兽和一般在什么地方 只是随便找找而已 现在惊情之翼一提醒陆金安也知道 妖兽和一般在妖兽的头部内 行 秦叔那我先去取妖兽和了 陆金安决定先把妖兽和取出来 秦之翼摆摆手道 去吧 陆金安这次没再多说 来到倒在地上癞蛤蟆面前一跳 跳上癞蛤蟆的头部 癞蛤蟆双眼瞪得大大的 眼中静视不甘 陆金安站在癞蛤蟆脑袋上 距离地面竟然有三米多 陆金安看着癞蛤蟆的脑袋 刚想动手 才发现自己 好像没动东西能割开脑部 秦之翼一直在下面观察着 发现陆金安突然愣住 手上更是无力气 隔开癞蛤蟆头部的皮肤 也知道陆金安缺什么了 秦之翼从背后刀鞘中 抽出一米的糖刀 对着陆金安喊道 小子接好了 陆金安也听到秦之翼的话 看过来时 发现秦之翼扔过来一把长一米 闪着寒光的糖刀 面对秦之翼扔过来的糖刀 陆金安自然能准确地接住 毕竟以糖刀扔过来的速度 在陆金安眼里 觉得太慢了 所以陆金安很轻松就接住了 陆金安接住糖刀 第一时间就打量起来 糖刀的刀身 不知经过什么材质打造的 表面呈现一层淡蓝色 尚有细小如发丝的开钩纹路 看起来像是被海水冲刷出来似的 刀身更是闪烁着寒光 让人一眼看去就觉无比锋利 这糖刀太尼马帅了 自己什么时候也有这样一把刀 陆金安在心里感慨道 随后陆金安不再多想 手起刀落 将癞蛤蟆的头部 割开一个大口子 而陆金安在割开大口子 就观察起来 很快就发现有一颗红色像水晶的东西 在癞蛤蟆脑袋内 陆金安也管不上恶心伸手 把脑袋内的红色水晶拿出来 这就是妖兽盒 陆金安看着手上那闪烁光芒的红色水晶 陆金安甚至能从红色水晶上 感受到里面的浓郁的气血 陆金安没观察一会后 就把妖兽盒收了起来 因为秦之义还在下面等着呢 随后向下面跳下去 哈哈 你小子找到妖兽盒了吧 哈哈大笑地问道 陆金安点点头道 找到了 是一个红色的水晶 秦之义听道 倒没觉得有什么意外 不过看着癞蛤蟆巨大的尸体说道 这妖兽肉和妖兽鞋你打算怎么处理 陆金安也没什么处理办法 只侧对着秦之义道 秦叔 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秦之义看着巨大的癞蛤蟆的尸体 不自觉摸起下巴来道 这妖兽肉和体内的妖兽 写道可以一起打包卖给武者联盟 第63章 不行这世界太危险了 也可以卖给守护司或者在城内售卖都可以 秦之义摸着自己的下巴说道 陆金安也是摸着下巴泛起难来 自己到底卖给谁好呢 消耗大量的脑细胞后 陆金安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想到 嗯 果然就不应该动脑 害到消耗大量脑细胞 结果没什么也没想到 于是陆金安决定把问题丢给秦之义让他帮我想好了 自己又不费脑 费的是秦之义的脑 秦叔你觉得我卖给谁好啊 秦之义听到陆金安的话到没急的开口 而是在思索着 嗯 如果你想要钱的话就卖给五者联盟好点 至于其他城内店铺的价格可能会不公道 如果你想要积分的话 可以卖给守护司 五者联盟和守护司两者价格都相差不大 积分 陆金安听着秦之义的话发出疑惑的一声 秦之义瞧陆金安这副模样就知道 陆金安不懂积分干什么的 于是开口解释道 没错卖给守护司他会给你积分 这些积分可以在守护司内换各种物品 如武剂 妖兽盒 妖兽肉 药剂 武器都可以 而且守护司内的东西质量比外面好很多 也就是因为你这次立大功 才给你在守护司内换算成积分 要是其他人可不行 听到秦之义的话 陆金安就陷入沉思 到底去五者联盟把他换成钱好呢 还是在守护司内换算成积分好呢 钱自己虽然很缺 但这也不急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先 守护司内可以兑换自己有需要的东西 而且听秦书说守护司内的东西 似乎比外面卖得好 陆金安想好后不再犹豫到 那秦书 你帮我把妖兽卖给守护司吧 秦之义对陆金安的决定也满意地点点头 虽然在外面卖掉妖兽会有很多钱 但卖给守护司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且守护司还有很多外面买不到的东西 行 没问题包在秦书身上 秦之义拍着胸膛道 陆金安见秦之义答应 也是转身看起妖兽来 不过很快他就泛起难来 因为这癞蛤蟆的体型太大了 很难人工搬运 秦之义见陆金安看着妖兽眉头紧皱 上来拍拍陆金安的肩膀问道 怎么了 你小子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陆金安这才将心中的疑惑说出来 而秦之义听到哈哈大笑道 哈哈 你小子放心 你看秦书怎么把他搬走 秦之义说完还不等陆金安回话 就大步上前 走到癞蛤蟆尸体旁 伸手到癞蛤蟆身上 随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体型巨大的癞蛤蟆的尸体 竟然突然消失不见了 陆金安吓得下意识揉揉眼 口中还道 咦 我眼花了 这么大的癞蛤蟆竟然不见了 秦之义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哈哈大笑解释道 哈 这是因为我手上有空间戒指 刚才癞蛤蟆就被我收到空间戒指内了 我去还有空间戒指 陆金安听到秦之义的解释 也是惊呼出声 陆金安一直以为 这高五世界没有空间戒指 毕竟不是修仙世界 结果这高五世界竟然有空间戒指 而且 这空间戒指 陆金安也是在小说听过 没想到 这里竟然有 想到这陆金安就 立马双眼冒亮光 看着 还在洋洋得意的秦之义道 秦叔 能不能让我看看 你的空间戒指长什么样 秦之义见陆金安这副表情更得意了 行给你看看 于是从左手上的无名纸上 脱下一枚银白色的戒指 丝毫不担心被陆金安抢走 陆金安立马如获珍宝地接过来 嗯 好像和普通的戒指 没什么区别啊 陆金安细细观察戒指后 得出这结论 行吧 秦叔还给你 陆金安在满足好奇心后 就还给秦之义了 空间戒指 好像和普通戒指 没什么不同吗 秦之义也是大大方方接回来 重新戴回手上 林维夏在陆金安 看到陆金安解决妖兽后 就立马向陆金安赶来 而小女孩和小女孩的妈妈 自然也跟来了 当林维夏看到灰头土脸的陆金安时 立马上前拉着陆金安左看右看 随后更是着急关心道 陆金安你有没有受伤啊 对啊 坏哥哥 你有没有受伤啊 小女孩也奶生奶气地问道 陆金安见林维夏和小女孩 都这么关心她 不由心里一暖 放心我没受伤 就这种小卡拉咪 我能打十个 一个就想让我受伤 不可能的 陆金安习惯性地拍拍 林维夏的脑袋道 林维夏听着陆金安 还有空吹的牛就知道 陆金安肯定没受伤了 见陆金安又拍她脑袋 顿时哼道 不许再拍我脑袋挂 陆金安又拍拍林维夏脑袋道 就拍 而秦之意在一旁 看着这两人的打情骂靠 顿时露出姨母的笑脸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女同学 关心她 哇 坏哥哥好厉害啊 这种大妖兽 竟然能打十个 小女孩眼里 闪着小星星崇拜道 面对小女孩的崇拜 陆金安脸不红心不跳道 还好 还好 陆金安在处理完妖兽后 就继续和林维夏 玩到晚上吃完饭才回来 而秦之意 则是回守护司处理事情 也顺便帮自己卖掉妖兽肉 随后 就是城内的警察 来处理后续问题 陆金安看着 用胶布粘起来的大门 小心翼翼地打开 回家的第一件事 陆金安就是先检查 自己的海绵宝宝的内裤 有没有被偷 来到床前 陆金安掀开枕头 嗯 一条不少 只见枕头下 摆放着整整齐齐的内裤 随后陆金安就 立马去洗了个澡 之后陆金安洗完澡出来 就立马累地躺在床上 今天和妖兽战斗一天 真的太累了 而且自己 竟然不懂居安思维 这些天一直以为 这世界 和自己的上一辈子 世界一样和平 以为根本就不会有危险 但直到妖兽的出现 自己才明白 这世界太危险了 随时一不小心 丢了狗命 打一个妖兽 都这么费劲了 更不要说 这世界城内 随时可能出现 那些神秘的洞穴 倒是洞穴 要走出一大群妖兽怕事 全城都得死 不行 这世界太危险了 只能先拼命 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 嗯 立马睡觉提升实力 想到这陆金安 就立马进入睡眠模式 不到5秒 陆金安就打出 震天响的呼噜ZZZ 第64章 学习C及5G的机会 陆金安一直睡到 早上9点才起床 而刚起床 就听到系统的声音 叮 宿主睡14小时 获得14点属性点 陆金安听着系统机械的声音 本来还有点迷迷糊糊 瞬间就打起精神 自己本来就还剩12点属性未分配 加上今早的14点属性 一共是26点 想到这陆金安不由地开心起来 再过多几天 自己又可以提高自己实力了 随后 陆金安开心地 去洗手间洗漱去了 每天都要看到自己的大帅脸 唉 每天都要给自己帅死 陆金安又像之前一样 臭美了起来 只呀 一阵打开门的声音响起 这让在洗手间臭美的陆金安 神情一将 自己根本就没锁门 到底是谁进来了 那问陆金安为什么不锁门 因为陆金安觉得 根本就不会有哪个蠢贼 会来这偷东西 就算老鼠都不会来 因为老鼠来都得饿死在这 陆金安就差脸上 刻着穷逼两个字了 想到这陆金安不禁心里大骂到 尼玛这大清早的 不会都有小偷 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而且我的门都用胶布粘起来 他们还来我这穷逼家里偷东西 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穷上加穷 就算做贼也要讲道德呀 想到这陆金安不禁有些愤怒 好啊 都偷到头上来 要是再不管 那迟点是不是开始偷自己老婆了 虽然说陆金安没老婆 但不妨碍陆金安生气啊 陆金安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怎么办 现在自己手上没武器 有点失亏呢 想到这陆金安的眼睛 在厕所寻找 想看看有什么武器 突然陆金安瞧着某件东西 眼睛瞬间一亮 陆金安拿在手上试试 大小刚好 尽可攻退 可守是一剑神兵力气 要是再沾上试的话 吕不再试都得试 没错 陆金安手上拿着 同时也是 刷厕所力气 大名鼎鼎的马桶刷 秦之义看着沾满胶部的大门 嘴角也是抽了抽 这怕是一脚门就给干碎了 别说防贼了 秦之义打开门都是小心翼翼的 因为怕自己一不小心就给干碎了 到时陆金安这小子肯定要自己赔一副新门了 现在秦之义知道陆金安为什么不换门了 原来在这等着我 而秦之义看着空无一人的大客厅 有些奇怪小声道 奇怪了 怎么不见人 随后秦之义想到陆金安可能在房间内 于是又走去房间寻找 还是不见陆金安人影 奇了怪了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陆金安要是听到自己进来的声音 应该都会出来啊 难道没人在家 秦之义差不多找遍整间屋子 还是没找到陆金安 现在只剩厕所没找了 唉 还是去看看吧 陆金安完全不知道是秦之义进来 因为这几天秦之义都没回来过 陆金安下意识就排除秦之义 陆金安在这也没很熟人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偷 陆金安手中拿着马桶刷 本来陆金安还想沾点屎上去的 但发现这里没有屎 因为每次拉完都冲走哪有屎 难不成让陆金安陷浪 步脚音越来越近 登登 陆金安躺在厕所门后面 步有有点紧张 要来了 很快 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进厕所内 陆金安眼睛一亮 就是现在 躲在厕所门后的陆金安 手中拿着马桶刷 向那高大身影头部打去 碰 秦之义脑袋一痛 这是由老六偷袭他 不过好在秦之义境界高 这种攻击还不能让他受伤 陆金安刚想敲第二下 秦之义就转头回来 而陆金安看到 是秦之义手上的动作 就像被按下暂停键一样 突然停止 秦之义 下化线 星号星号星号 你小子又搞什么飞机啊 秦之义立马大吼道 陆金安背着大吼 吼回了神力马 将手中的马桶刷一丢到 秦书这是一个误会 误会 秦之义抱着双膀冷笑道 陆金安立马解释道 刚才听到声音 以为进了贼 而且 秦书你进来 怎么不说话啊 叫一声我都行啊 那样 秦书就不用给我打一棍了 秦之义能说自己忘了吗 当然不能了 于是秦之义也不想深究 行了 你小子这次 我是有个大好消息告诉你的 我们先出去谈 毕竟这里是厕所 没谁愿意在这谈事 陆金安也没事提 也是很好奇 秦之义能给自己 带来什么好消息 秦之义和陆金安两人 坐在沙发上 秦之义脸上 有掩盖不住的兴奋道 秦义你知道 守护司这次奖励 你什么吗 陆金安翻了个白眼 自己哪只守护司 奖励自己什么呀 秦之义也知道 陆金安肯定不知道 刚才问这句 也是让陆金安做好心理准备 行 这次我也不卖关子了 因为你这次独自击杀二阶妖兽 又让城内免于危难中 守护司决定奖励你 学习一次C级5G的机会 还有奖励100万和100积分 这可是C级5G呀 起码值1000多万 加上100万 100积分也相当100万 我靠 奖励这么丰富 还有C级5G奖 哈哈哈哈 陆金安听到秦之义的话 高兴得手舞足蹈 陆金安也没想到 守护司竟然会奖励这么多 本以为奖励100万都算好的了 谁想到守护司 竟然给他学习一次C级5G的机会 这可是帮陆金安大忙啊 本来陆金安就想多学几门5G 但又因没钱 所以陆金安一直没行动 现在守护司 竟然要给陆金安学习C级5G的机会 能不高兴吗 秦之义见陆金安这么高兴 自己也是高兴起来 秦之义继续说道 还有你的妖兽等东西 我帮你卖了 一共有200积分 随后 秦之义从怀中拿出一个智能手表 递给陆金安道 这是守护司内专用手表 从里面可以查询自己的积分 也可以从里面购买东西 还可以揭取守护司发布的任务 手表上你的身份信息都登记好了 还有你的100万点的卡 我发给上司 让他打给你 陆金安掩盖不住兴奋的 接过手表 随后对秦之义道 行等一下我发给你 秦之义点点头道 行 还有一次免费学习C级5G的机会 你手表上也有权限 可以在手表连接手机学习C级5G 陆金安没想到在网上 也能学习5G 本来还以为要去守护司学习呢 第65章C级5G雷光展 秦之义见陆金安这么兴奋的模样 不由笑了笑 不过随后表情认真道 对了金安 你还可以将C级5G换成D级功法 这样你提升气血的速度 又会快很多 其实我建议你 还是将学习C级5G的机会 换成学习D级功法 陆金安听着秦之义的建议 不由摇了摇头 自己有系统奖励的 SSS级神雷九霄功法 完全不需要别的功法 毕竟SSS级功法都是最顶尖的 哪里还需要其他功法 现在自己最缺的是5G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5G 多谢秦书了 我还是想换5G 秦之义听到陆金安 也是没什么意见 既然陆金安都选择5G 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自己也不好 过多干涉 行 秦书你自己决定好就行 刚才秦书也不过给你个建议 陆金安点点头 也知道秦之义是在为自己考虑 随后陆金安和秦之义 继续闲聊几句 秦之义就也要去守护司到辞了 陆金安在秦之义走后 便好奇地打亮七手表来 手表整体黑色 连手带也是黑色的 而且手表就像别的智能手表一样 都有一个显示屏 陆金安好奇地用手表连接手机 之后在陆金安一顿操作后 才明白这手表的用处 首先这手表可以连接手机 也可以在手机上操作 也可以在手表上操作 不过陆金安显手表的屏幕太小了 就将手表连接到手机上 此时陆金安登陆守护司的官方软件 一进来就看到五花八门的东西 每个东西下面都标着多少积分 有5G 有药剂 有妖兽肉 妖兽和反正看得陆金安眼花缭乱 陆金安先不管这些 继续点开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显示着自己的姓名 还有300G和一次学习C级5G机会 看到这陆金安不免兴奋起来 随后陆金安就退出个人中心 出来就有几个分位 5G的 功法的 武器的 陆金安就立马点进5G 一进来就见各种各样的5G 有高有低 A级5G雷翔9天 售价10万积分 B级5G地裂绞杀 售价4500积分 C级5G地火惊天 售价1200积分 D级5G雷闪 售价200积分 E级5G火猎拳 售价100积分 F级5G水击斩 售价50积分 这把陆金安看得眼瞪狗呆 这特么一个个都这么贵 越高级5G就越贵 一个A级5G都要10个亿 没错10个亿 100积分等于100万小钱钱 那10万积分不就等于10个亿了 陆金安算明白了 F级 D级价格相差不太多 但C级 B级价格也还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 A级5G直接和B级5G价格相差几十倍 果然越高级5G价格越高 更不要说S级5G了 怕是要100亿才能买 不过陆金安在这里 没看到有S级5G 最高就是A级5G了 S级5G怕是有100亿也买不到 毕竟S级5G价值远远不止100亿 陆金安把脑袋摇了摇 现在还不是想太多时候 自己最重要的是 先找出一步 合适自己的5G 于是 陆金安按了筛选C级5G雷属性 很快就筛选完了 各种各样的雷属性5G出现 把陆金安看得口水直流 C级5G金雷掌 售价1400积分 C级5G雷怒 售价1300积分 C级5G雷光斩 售价2000积分 C级5G雷霆斩 售价1800积分 陆金安每看一本都很想要 但只有一次机会 这可把陆金安难住了 自己选哪本好 自己现在有D级雷鸣拳 所以不缺拳脚的 攻击5G 那只缺兵器攻击的5G了 还有身法的5G 这两样都很重要 不可能自己每次 和妖兽打架时 都用拳头吧 而且拳头 也很难穿透妖兽的防御 所以陆金安线 再需要一把兵器 有兵器就要有相应的5G 这样才能最大 发挥出兵器的优势 陆金安决定选择雷光斩 因为他是最贵的 刚好也是用兵器攻击 很快陆金安 就在手机按上购买雷光斩 系统就弹出提示 你的积分不足 是否用掉一次学习 C级5G的机会 陆金安没有犹豫力码点试 很快陆金安 就可以阅读这本5G了 而且还配了视频解说 但陆金安并没急着练 反而继续寻找5G 没错陆金安要找身法5G 自己虽然用掉 学习C级5G的机会 但陆金安还有积分啊 虽然卖不起C级5G 但D级5G还是卖得起的 陆金安早就看好身法5G了 就是刚才的雷闪 刚好200积分 还剩100可以用来购买兵器 陆金安找到雷闪这本5G 没有犹豫就买下来了 雷闪和刚才卖的 雷光斩5G一样 都有视频说解 之后陆金安就退去5G区 按兵器区 想为自己找一把合适的兵器 这里的兵器等级和5G 攻法等级都一样 一样是SSS SS S A B C B E F 以陆金安的100积分 肯定买不到太好的 但也没办法 只能先卖着用 B级兵器火云霸枪 售价2000积分 C级兵器智七杀月刃 售价1000积分 D级兵器雷龙堂刀 售价100积分 见到有合适的兵器 陆金安眼睛一亮 这把刚好合适啊 而且 这里的兵器比5G便宜很多啊 陆金安想到这立马购买下来 随后填写地址 支付积分 一直都搞定 就显示着 今日送到 请注意签收 陆金安就等货送上门就行了 今天之内应该就能送到 因为这种事情 一般都是从当地守护寺内发出的 而且还是守护寺内的专人护送 既安全又快 不过 要是太高级的兵器 可能要从其他地区送来 也不是渐渐都这么快 陆金安这种品级低的兵器 守护寺内自然备有 所以今天就能送到 想到这陆金安倒不是很着急了 而是开始学习 C级5G雷光斩 雷光斩配合兵器 能斩出一道像雷光的攻击 速度不但快威力还大 要是陆金安学会这雷光斩 陆金安都有把握一击将 二接一二段的妖兽斩杀 没错这雷光斩就是这么牛逼 陆金安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习起来 第66章 雷龙堂到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陆金安经过五小时的学习 终于学会C级5G雷光斩 陆金安也松口气 自己终于学会雷光斩了 虽然说连入门都没到 但只要系统面板 有显示自己 就可以加点了 就差D级5G雷闪了 雷闪是一本属于生法的5G 使用雷闪可以像雷电一样 闪出一段距离 这个距离取决于你的气血 如你用两成的气血 雷闪就可以闪出200米 三成就闪出300米 十成就1000米 这个要看你气血的浓厚来决定 虽然说很消耗气血 但这雷闪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你想想到 你和别人距离100米 你瞬间就闪到人脸上 那是什么场景 怕是那人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你杀掉了 所以这个雷闪陆金安 感觉非常适合自己 想到这陆金安就迫不及待地 想继续学习雷闪 但门外突然响起叫声 有人在家吗 我是来送兵器的 此时 陆金安门口外 站着一个身穿守护寺衣服的青年 看着用胶布粘起来 大门嘴角也抽了抽 哪个人才啊 门都破成这样 还用胶布粘起来 自己怕是一敲门 门都给自己干碎了 本来青年还想敲一下门的 但看到陆金安的门 青年默默地放下手 直接在外面大喊道 有人在家吗 我是来送兵器的 而陆金安 在听到青年的喊叫后 就立马兴奋地向门走去 吃嘎 陆金安打开门 就见到一个 剪着寸头面容坚毅的青年 青年一见有人出来就立马道 你是叫陆金安吗 陆金安点点头道 我是叫陆金安 青年听到陆金安 并没急着将东西交给陆金安 反而继续问道 你的身份证号报下 陆金安就把自己的身份号码念了一遍 而青年边听陆金安念边 拿出手机盒时 一切都没问题后 那青年才从空间戒指内 拿出一个长长的墓盒 墓盒周围 还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雷龙 墓盒上面 更是刻着四个大字雷龙糖刀 陆金安见到这墓盒时 眼睛都要挂在这上面 实在是太精美了 陆金安双手 都有些颤抖地接过墓盒 接过后 陆金安就迫不及待地打开 果然墓盒内 安安静静躺着一把 全长一米多的糖刀 漆黑如墨的刀鞘 更是刻着栩栩如生的雷龙 让人看着 都觉得这雷龙丝 下一秒能冲出来一样 陆金安已经按捺不住 想把糖刀抽出鞘 看看糖刀真正的模样 青年也看出陆金安所想 上前几步 主动帮陆金安拖着墓盒道 我先帮你拖着 你先验货 陆金安没有犹豫 将墓盒先交给青年 单手从墓盒内拿起糖刀 陆金安拿到糖刀那刻 才感觉这糖刀很重 大概有一百公斤重 没错 这把只有一米长的刀 竟然有一百公斤重 相当于两个成年男人的重量 有两个成男人拿在上手啊 幸好陆金安达到五者境界 这种重量对陆金安不算什么 甚至还感觉有点轻了 毕竟陆金安的力量 都达到八千斤 相当四千公斤了 陆金安一手拿刀 一手拿在刀柄上 枪 陆金安在拔出刀后 就细细观察起来 这把糖刀和秦之翼 那把不太一样 秦之翼的刀是淡蓝色的 而陆金安这把是雪白色的 相比秦之翼那把刀 明显陆金安这把刀寒光更胜 刀身还是刻一条雷笼 刀柄处则还是漆黑如墨 刀锋立似疾风 切开一切阻挡 雪白赠亮的刀身 弥漫出一阵阵森寒的气息 刀韧处风锐无比 仿佛看上一眼 就会让人心神失守 糖刀上的寒光 照映出陆金安那越显稚嫩的面容 陆金安喃喃自语道 好刀 青年则是笑了笑没有回话 这价值一百万的刀 如何不是好刀 陆金安在观看一会后 就将刀收回刀鞘中 把木盒还给陆金安道 不用谢 听说你自己一个 在城内将那两阶的癞蛤蟆斩杀 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陆金安没想到 青年竟然也知道这事 不过陆金安细细想后 也不觉得奇怪了 青年是守护司的人 知道自己杀死癞蛤蟆 也不奇怪 陆金安只好谦虚回道 侥幸而浅 青年见陆金安这么谦虚 也是笑呵呵道 这可不算侥幸 你自己一个人 面对这二阶的癞蛤蟆 本身就是一种实力 而且 你这年纪这么年轻的 能达到五者境界 可不是一般人啊 更不用说 自己一人就能杀死二阶妖兽了 连我们队长都称 你为天才 陆金安也是第一次 听到别人这么夸自己 不由感觉有些脸红 青年继续道 像你这样的天才 肯定能进华夏十大学府 青年又画风一转 不过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听说燕金出现一个高三 就成为武师的人 还有魔都也出现一个高三 就成为武师的人 更不要说其他地方了 他们能这么快成为武师 除开他们天赋很好外 那就是 他们都是一等一的大世家 他们背后世家 能给他们提供 无数的修行资源 甚至有武宗这样的强者 教导着他们 我们这些平民出身的人 很难比得过这样的人家 陆金安也有些惊讶 竟然有人能在 高三就成为武师 原本以为能在高三成为武者 已经算是遥遥领先了 没想到还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别人竟然都成为武师了 而且还有武宗的教导 起点比自己高太多了 不过陆金安也不灰心 因为自己有系统 超越他们迟早的事情 祝 武者境界分为 武徒 武者 武师 大武师 武宗 武王 武皇 武圣 每一境界都分一道时段 还害怕有人忘记境界了 特意发出来的 绝对不是在水啊 青年见陆金安没有被 自己打击到 也是直接说出正题道 所以陆兄弟 你要不要加入守护司啊 守护司可以为你提供 更好的修行资源哦 还有免费的武技学 药剂也有免费的 还有明师教导 修行资源更是一应俱全 虽然有时危险点 但平时一般都不会有什么事的 青年直接说出来这里的目的 没错就是想拉陆金安加入守护司 第67章 两门武技都入门 青年名马桶是守护司小队的一员 这次来给陆金安送兵器 队长张俊安刚好叫他 如果有可能尽力争取陆金安进守护司 因为陆金安能自己一人 就杀死二阶妖兽 这可比大多数守护司内的人强 更别说陆金安还这么年轻了 虽然进了守护司可能会有危险 但守护司内的福利自然也是很好的 如果一个平民又没人帮 又没修行资源 那进守护司就是最好的选择 世家子弟一出生 就可以站在父辈的肩膀上仰望世界 而普通人一出生 便注定要靠自己 想要资源世家子弟 可能求求家里就有 而普通人就得拿命拼财 可能得到一份资源 马桶静静地在心里想到 陆金安听到马桶的话 并没拒绝也没答应下来 而是开始思考起来 自己有系统说实话 自己也不需要什么资源 只要安安稳稳地过几年 自己的成就绝对不低 但有资源可以让陆金安 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加上系统 可以说直接起飞 只是加入守护司太过危险 等于拿命拼回的资源 对了 也不一定要加入守护司啊 自己就可以在学校获得的资源啊 只要自己展示出自己的天赋 到时自己的修行资源就不会有了 更不要说 进入学府还会有更多资源 自己干嘛去拼了命拿修行资源呢 陆金安这才发现自己陷入一个误区 除开守护司 学校也是一个很好提供资源的地方 想明白后陆金安就向马桶拒绝道 算了 我还是喜欢这种安安稳稳的生活 马桶面对陆金安的拒绝没有失落 因为这少年明明有大好前途 怎么可能加入随时掉脑袋的守护司呢 自己只不抱希望问问百了 行 没关系 如果货物没问题的话请你签收 马桶拿出货单和笔 递给陆金安 陆金安接过刷刷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马桶拿到签好的货单后 就向陆金安告辞了 而陆金安回到房间内 继续学习起雷闪来 一个多小时后 陆金安这才将雷闪学会 终于将两门5G都学会了 现在只剩下加点了 陆金安松了口气 喃喃自语道 系统给我加点 C级5G雷光斩 D级5G各加十点 陆金安立马对脑海的系统吩咐道 定 好的速着 系统的机械声很快响起 不到一会 陆金安脑海就出现很多 关于这两门5G的练习记忆 接收后 陆金安就感觉 这两门5G比刚才熟练多了 系统给我查看属性面板 陆金安继续对系统道 好的速着 系统立马调出属性面板 姓名陆金安 年龄17 气血101加 五者一段100-200 力量360加 约等于8000斤力量 速度280加 防御272加 精神100加 攻法SSS及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度小乘20-100 5G F及8级拳 熟练度入门5分20 D级雷鸣拳 熟练度大成 60-180 C级5G雷光斩 熟练度入门 20分之11 D级5G雷闪 熟练度入门 20分之11 未分配属性点 6 陆金安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大概对自己这刚学的两门5G熟练度 有了大概的了解了 两门都是刚刚入门的程度 只能日后有属性点 再将两门新学的5G继续加点了 随后 陆金安就不再多想看了天色健暗的窗外 自己学习完5G天色已经快黑了 随便煮了一碗面吃下 洗澡 之后就回床睡觉了 明天就周七一到时 林天海就会检测自己的5G有没有进步了 对此陆金安完全不担心 自己的5G直接从小成变大成这样的提升 林天海还能说什么 到明天再过一周就到高三无比了 高三无比只要进前50名 就可以进科学班了 第一到第三名 好像学校还会有东西讲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讲 应该不会差吧 陆金安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一如既往的起床 系统声响起 丁宿主睡12小时 获得的12点属性点 嘿嘿 又是12点属性点进账 陆金安揉着眼睛 嘿嘿笑道 随后就起床洗漱出门 吃早餐 又是等公交车去学校的一天 这次公交车内倒没有像狗东西这么恶心的人 平平静静 陆金安到学校已经是7点40多了 跟门口几位大爷打好招呼后 就直接来到五道市了 陆金安来到五道市时 五道市已经有不少人了 差不多都成齐了 这可和平时不一样啊 平时大家都是50多分才匆匆赶来 俗称卡点 但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在苦练了 看来高三无比的快到来 让大家都很刻苦练习 想象也是 要是能进特训班资源就更多 考上学府机会也更大 不是人人都像陆金安这般有挂的 直到8点 全班人都在这了 一个人也没少 林天海也是8点钟就过来了 林天海一过来就开了个会 说什么 还有一周就要到五比了 大家要努力的话 开完会后 林天海就向陆金安走过来 这让不少人暗暗看好戏 毕竟陆金安这一周上课 都是在睡觉 要是5G没进步 怕是要被老魔头骂死 其中最高兴的还属于刘阳和张沸两人 嘴都让两人给笑歪了 在他们两人看来 陆金安这一周都在睡觉 根本就没练习过5G 熟练度肯定没有提升 那被林天海骂这是肯定的事了 陆金安自然注意到 这两个嘴角都要笑歪的两人 嘴角也是抽了抽 果然自己一有什么事 笑得最开心就是这两人 林天海一脸严肃的来到陆金安前道 已经过了一周 向我用5G打一拳 让我看看你5G有没有进步吧 啊 陆金安没想到 林天海竟然要自己用5G打他一拳 自己已经是武者境界 还用5G打林天海一拳 怕是一拳就能将林天海打死啊 要是还是武徒境界 陆金安可能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毕竟知道自己打一拳打不上林天海 但现在是武者境界嘛 陆金安还真不敢用5G 向林天海打一拳 林天海见陆金安这副犹豫的模样 还以为陆金安5G的熟练度没进展呢 第68章 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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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陆金安这小子 不会是骗我的吧 我就说 哪有人能在睡觉练习5G呢 原来是骗我的 想到这林天海 不由有些生气说道 怎么陆金安你小子5G熟练度 一点也没提升 面对林天海的质问 陆金安摇了摇头 随后说出一句惊人的话语道 老林我是拍一拳 把打你死了 众人Sigma LLL 林天海 下话线 听听这说什么话 一个小小武徒 竟然说一拳 就将舞者境界的林天海打死 吹牛都不敢这么吹 大家从来没想到 陆金安能达到舞者境界 毕竟这才过去一周 林天海的脸变得漆黑如炭 陆金安这小子 还真是会说大话 竟然说一拳将自己打死 开什么玩笑 自己虽然说 同境界打不过他 但自己一个舞者境界 还戒不住一个小小武徒的一拳 要是戒不住 自己干脆拿砖头拍死自己算了 刘洋这次又跳出来 哈哈大笑对着陆金安道 陆金安你看天上有什么 天上有只牛在飞 吹牛都吹上天了 张飞这次也跳出来嘲讽道 你要是能一拳打死林老师 我就倒立拉屎 不 也不要你一拳打死林老师 你一拳将他打败 我都倒立拉屎 刘洋也脑子一热 开口复合道 就是 就是 你要是一拳将林老师打败 我直接吃张飞拉出来的屎 陆金安 哦 众人Sigma 张飞 众人没想到 刘洋竟然这么人才 张飞刚说完 道立拉屎 刘洋就说 吃张飞拉出来的屎 好家伙 内部循环啊 张飞也是嘴角抽了抽 这刘洋还真是恶心 竟然说 要吃自己屎 而陆金安也没想到 这两个二货 又自己跳出来了 一个现场拉的屎 一个现拉现吃 好家伙 没想到刘洋吃屎 还要吃热乎的呀 刘洋也脑袋一热 才说出这句话 一说出 就有点后悔了 自己怎么说这么快呢 要是陆金安又胜了 到时不就真要吃张飞 道立拉得屎了吗 自己可不是一个 喜欢吃屎的人 林天海也是无奈地 看着这两个活宝 每次这两人的事 就特别多 班上的其他人 就差手中拿着西瓜看戏了 陆金安要是赢了有戏看 陆金安要是败了 也有戏看 又是看戏的一天 行了 陆金安你用5G打我一拳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进步 放心你一拳还不至于打死我 就算我让你一只手 你也不可能打死我 林天海这才看向陆金安自傲地说道 在他看来 陆金安虽然是一个天才 但现在还只是一个武徒境界的人 怎么可能打伤自己呢 虽然说 上次陆金安是打败自己 但现在 自己一个堂堂武者境界的人 还接不下陆金安的一拳 林天海也有自己的骄傲 陆金安健壮也知道自己 这一拳非打不可 别问自己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 自己达到武者境界 因为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 才会信 毕竟自己达到武者境界 是一个很让人震惊的事情 至于会不会打死林天海 这个只要自己用一半力量 应该就不会了 行 老林就在这 陆金安想清楚 也是点点头说道 林天海见陆金安答应下来 也是高兴道 大家散开 让出空间 好让陆金安同学发挥 在林天海看来 陆金安既然有把握答应下来 那这一周五季肯定有点进步了 这才是 让他高兴的地方 众人听到林天海的话 纷纷让出一个大空间 连刘阳和张费两人 也是乖乖让出一个大空间 等众人让出空间时 林天海就在活动 活动深谷 发出一阵咔嚓咔嚓声 林天海活动完深谷 见陆金安没动 不由问道 你不活动 活动 陆金安有点无奈 他很想说活不活动的都没关系 因为自己一拳 就能结束战斗 所以 活不活动 问题都不大 但自己也不可能说出原因来 说出 怕是又被众人一顿嘲讽 唉 我这么诚实的人说的话 大家竟然不信 不知这事到怎么了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的话 决定 也活动活动吧 于是 来了一套全国第三套广播体操 七彩阳光 预备节 12345678 陆金安边说边跳 林天海见到这也是眼角抽了抽 陆金安从哪学这种东西的 众人也是边看边哈哈大笑 不知道为什么 见陆金安 这副认真跳的模样 很好笑 而陆金安在跳完一套全国中小学的广播体操后 也是感觉全身筋骨活动开来 陆金安动了动手腕 对林天海说道 行了吗 林天海也是一脸严肃 摆开架势道 尽管来 说完身上独鼠舞者的气息爆发开来 距离林天海较近的同学 都感觉身上好像被压着什么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 距离近的同学连忙拉开距离 不敢离林天海这么近 毕竟一个个都只有六七点气血 连五途都不是 林天海的气势 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有压迫感的 就算是成为五途 面对舞者境界的气息 也会感到压迫感 陆金安见林天海这模样 也是不由认真起来 同样摆开架势 身上的气血 也是在此刻爆发出来 顿时一股独鼠舞者的气息散露出来 这股气息 似乎比林天海的气息强几倍 离得近的同学 瞬间感到肩膀一重 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一样 不能动弹 比林天海的气息强大几倍 但此时 众人也不在意自己能不能动弹 因为被陆金安爆发出的气息给震惊了 这是独鼠舞者境界才能发出的气息 竟然在陆金安身上爆发出来了 而且还比林天海强几倍 众人感觉一切都是这么不真实 好像自己在做梦一样 陆金安竟然成为舞者了 自己连舞图都不是 别人都到舞者了 还真是人和人是不同的 众人瞬间都感觉自己是小说中的路人甲 看着主角装逼呢 毕竟陆金安都是舞者了 自己连舞图都不是 那不是小说中的路人甲吗 更震惊当属林天海 他没想到陆金安竟然成为舞者了 而且比自己的气息强几倍啊 等于陆金安的战力比自己强几倍啊 今天是不是没睡醒 林天海感觉自己的脑袋好像要烧了 一切都反应不过来 自己活了四十多年才达到舞者境界 而陆金安现在才十七八岁吧 竟然和自己一样成为舞者了 这如何让林天海不震惊呢 第六十九 仗 可恶啊 陆金安不就只比我强一点点吗 要知道学校的老师也大多才是舞者境界的人 真没想到陆金安竟然能打为舞者 让林天海一度感觉不真实 不过事实就摆在林天海面前不得不认清 自己与陆金安的差距 想到这林天海也有些紧张了 自己本以陆金安是舞图境界 才敢说接下陆金安一拳 但现在陆金安和自己同为舞者境界 这让林天海如何不紧张 陆金安刚才说能一拳打死 我不会是真的吧 以陆金安的境界 还真可能一拳就打死我 林天海在这一眨眼间就想了很多的想法 而陆金安完全不知道 只是拳头上闪烁着雷光 众人感觉陆金安拳头上那惊人的气息 瞬间感觉一拳能将人撕碎 恐怖如撕啊 老林我来了 陆金安画落脚一踏 闪着雷电的拳头向林天海轰去 陆金安的拳头因为速度过快 发出音爆音 砰砰 随后便是三声震耳欲聋的雷响声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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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力比上次舞图的大许多 这还只是陆金安控制用一半力量 要是用拳力可能威力更甚 林天海瞳孔一缩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陆金安这一拳 看上去威力这么大 林天海面对陆金安这一拳来不敢大意 连忙调动体内的气血 全部集中在拳头上 暗红拳头顿时也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林天海也是来不及多想 扬起手臂挥动暗红的拳头 向陆金安那闪烁雷电的拳头轰去 口中大喝道 抱拳 此时两人的拳头就像一红一蓝相撞 轰隆隆 双人的拳相撞顿时发出巨大的声响 双人拳头出空气也被排出去 形成一圈圈白圈 在远处观看的众人头发和衣服 都吹得烈烈作响 众人也因为刚才过于震惊嘴巴张大 没收回去 顿时风就吹进嘴里 舞到室内顿时响起一阵咳嗽声 嗨嗨 嗨嗨 嗨嗨早知道 把嘴巴合上了 嗨嗨这些风吹的 我喉咙痛 而场中的两人也在此刻愤出高低 林天海被陆金安轰退几十步 才停下来 而陆金安还是在原地 从这就可以看出两人谁胜了 林天海捂着发麻的手臂 心中更是震惊 没想到陆金安竟然真将自己打败了 而且他的第五级雷鸣拳变成三响 雷鸣拳一响等于刚入门 两响等于小成 三响就是大成 竟然能在一周内从小成变大成 这让林天海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而陆金安站在原地手臂上并没有感觉发麻 只是心里再想幸好只用了一半力量 要不然自己真用全力还真可能一拳打死老林 众人也是见到这样的场景 已经快被震惊到麻木了 实在陆金安太妖孽了 已经不知震惊多少次了 唉 爸问我为什么跪看着 因为我已经被震惊到跪了 真是 人比人比死人 呜呜 这是一个连武图境界都没达到的人能看的吗 真可恶啊 陆金安为什么老是比我帅一点 又比我强一点 除此之外 他还有什么能比过我的 撒尿有我远吗 打游戏有我厉害吗 呜呜 想开点每个人都是主角 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 别太难过 哦 众人都发出了各种各样反应 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被陆金安打击到了 张飞和刘洋两人也是脸上一白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林天海再过一阵后 手臂终于不发麻了 这才神情严肃地走向陆金安 陆金安看着黑着脸向自己走来的林天海 心中不禁想到 老林不会来找我报仇吧 自己在这么多人面前将他打败 虽然说自己上次也打败了他 但老林是压制着境界的 起码可以自我安慰一番 但自己这次真真实实地将老林打败了 老林肯定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丢人了 所以要来教训我了 陆金安正想着 林天海就一脸严肃地走到陆金安前 随后林天海一脸严肃的表情 顿时变成哈哈大笑 哇哈哈 你小子干得好 林天海笑着拍着陆金安的臂膀道 陆金安也被林天海这通动作给高猛了 这不是来揍我的 林天海当然不是来揍陆金安的 陆金安虽然将自己击退 但林天海并不生气 反而很开心这陆金安是何等的天才啊 竟然在这年纪达到舞者境界 还将同为舞者境界的我击退 随后林天海哈哈大笑继续道 好 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高三六班 也终于出一个超级天才了 到时我看老顾还怎么嘲笑我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说的名为老顾的人 顿时明白林天海在高兴什么了 名为老顾的人是高三一班的班主任 高三一班是学校里的尖子班 能在里面的基本都是达到舞图境界的人 而且人人境界还不低 林维夏也是在这一班 甚至还有全校最有名的第一校花冷力学 他不但是全校第一校花 还是全校境界最高一人 也同样是达到舞者境界的人 这个冷力学也是一年前从京城来的 当时冷力学时还轰动全校 因为冷力学实在是太漂亮了 男生每次下课纷纷假装路过走过一班 就是为了看看这冷力学 就连原生的陆金安 也是和别的男生一样做过这种事情 甚至还有不少人向冷力学告白 但冷力学非常高冷无一例外 全部拒绝 越高冷这些男生就越喜欢冷力学了 所以第一校花的名称就落到冷力学的头上 谁也不知为什么冷力学不在京城读 反而跑来这小小的四线城市读 但京城来的就是牛 来的时候冷力学的境界早就达到舞者境界了 那时才高二陆金安那时也才只有一点气血 而冷力学达到舞者境界需要一百点气血 可以从这看出差别了吧 现在又过一年了冷力学的境界 肯定又达到新的高度了 说回老顾 高三一班的班主任老顾 又名顾天是老林的一直死对头 每次期中测试时 高三六班都是垫底的存在 而顾天的尖子班每次都是第一名 顾天又和林天海是死对头 所以每次都会嘲讽林天海的能力不行 交出这么差的一班 所以林天海每次面对顾天的嘲讽都很憋屈 第七十章 想偷偷溜走的两人 但林天海带的班确实比不上顾天带的班 毕竟顾天带的是全校的尖子班 而林天海带着是全校最差的班 能和别人比吗 所以这次陆金安既然达到舞者境界 如何让林天海不高兴 一想到自己的学生比武大赛上 暴打顾天的学生 林天海就忍不住高兴 终于到自己扬眉吐气一回 陆金安想到 这也是无奈地笑了笑 没想到老林还有这一幕 林天海还在高兴地拍着陆金安臂绑道 你小子好样的 不但境界提升了 连舞技也进步了 以后上课我准许 你睡觉了 就算你把家的床搬过来这里睡都行 陆金安本来还没什么反应的 但听到林天海竟然说自己能在家里搬个床过来 眼睛瞬间一亮 自己要是能搬过来 就不用睡这硬硬的铁椅了 老林你说的是真的吗 陆金安用着期待的眼睛 看着林天海说道 林天海本来还在大笑的脸上 神色瞬间一僵 自己不过太高兴说说而且 没想到陆金安竟然还真想在家搬来床在学校睡 这可不行啊 但见陆金安这期待的眼神 林天海又说不出什么拒绝话 于是林天海说道 你小子还真想带床来睡啊 我虽然同意 但校长肯定不同意啊 不过 如果你能在高三无比中拿到第一名校长 肯定会同意你带床来睡 陆金安本来听到林天海说到前半段时 期待的眼神忽然暗淡下去 但听到林天海的后半段话 又燃起了光芒 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自己在高三的无比中 拿到第一名校长 肯定会同意我搬床来睡的 虽然说自己睡哪里都睡得着 但有软软的床睡更好啊 陆金安立马向林天海拍着胸膛保证道 放心吧 这次无比我定拿第一 拿不到第一名 我就提头来见你 林天海本来听到陆金安这么自信的话 也是很开心 但听到陆金安说 拿不到第一提头来见自己 陡然间大好的心情又被陆金安破坏了 你小子还提头来见我 你提谁的头啊 不会提着狗头来见我吧 林天海黑着脸问道 陆金安也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自己的刚才脑子一热就说出来了 在电视上看到别人 也是这样保证的啊 为什么到自己 就被臭骂一顿 张飞和刘洋两人 都感觉众人有意无意地看着自己 更有甚者 对着旁边的同伴小声道 张飞和刘洋两人 不是开始放下狠话吗 结果还真是陆金安赢了 等一下陆金安找两人兑现承诺 就好看了 旁边的同伴也是小声道 就是 就是等看好戏吧 没想到 这两个还是个狠人啊 竟然放下这种狠话 虽然两人说得很小声 但张飞和刘洋都听到了 张飞和刘洋 陡然间感觉自己 尴尬到 能抠出一室两厅 早就知道 就不放狠话了 还放这么狠的话 两人本来就没想过 陆金安武技能进步 所以就感到自己放狠一点 让陆金安脸上难看些 结果现在陆金安不但打退 林天海武技 还达到大成 直接跨一个小熟练度 特么的 自己干嘛多嘴放狠话 此时两人都恨不得 打自己两嘴巴子 但不可能真打的 现在还是想办法 如何逃避吧 刘洋脸色比张飞更难看 因为他放出的狠话 比张飞很多了 还是直接吃张飞 倒里拉出来的屎 特么的张飞的屎耐吃吗 这壁宰子上次口都这么臭了 那他的屎不更臭 不行我就算死也不吃张飞拉的屎 刘洋在心中暗暗想到 随后刘洋决定先偷偷溜走 到时 林天海要是问的话 就说自己拉肚子就行了 嘿嘿 自己这聪明的脑袋瓜 刘洋想好后 就趁众人的注意力 放在陆金安和林天海两人身上 就慢慢地门口处移动 这一切动作自然隐瞒 不过张飞 张飞一直在注意刘洋 毕竟他和自己可以说是难兄难弟 张飞注意到 刘洋的小动作并没声张 因为张飞也想学刘洋这样溜走先 道立拉屎是不可能的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的 谁道立还能拉得出屎啊 反正自己是没见过 于是张飞和刘洋两个难兄难弟 就向门口慢慢移动 此时 张飞和刘洋距离门口有五十多米 两人正在偷偷慢慢地移动 跟作贼一样 陆金安早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自然不会忘了 这哼哈而降 每次一有事 就跳出来搞事情 不给点颜色 给他们看看 都不行 而两人还不知 自己做的这一切 都被陆金安看在眼里 一步 两步 十步 十五步 此时 两人距离门口 还有不到五六步距离 刘洋和张飞的脸上 同时露出胜利的笑容 快了 快到了 胜利就在眼前 哈哈 陆金安还想找我麻烦下辈子吧 就在这时 陆金安突然大声向林天海喊道 老林我要举报 有人要逃课 这一声 瞬间就让张飞和刘洋的动作一将 林天海就在陆金安身边 突然听到陆金安说 有人要逃课 而陆金安的目光 还望着门口处的方向 林天海自然好奇地望去 瞬间就看到 像做贼的两人张飞和刘洋 林天海也是冒起几条黑线 这两人还真是想逃课 怎么班里的人 一个比一个要费心 陆金安也是这样 张飞和刘洋两人也是一样 你们要干什么啊 林天海几乎是大吼出来道 而陆金安则在一旁 黑黑笑着 看你们两人怎么办 周围的同学 也是听到陆金安说的话 林天海也是看向门口后大吼 于是一个一个 纷纷看向门口处 果然就到偷偷摸摸的两人 刘洋反应 很快就立马捂着肚子 向不远处的林天海道 林老师 我吃坏肚子了 想去上个厕所 张飞本来还不知怎么办的 但被刘洋的话 瞬间提醒了 但张飞 自然不敢可能和刘洋 同一个理由 要是同一个理由 林天海肯定看出来 于是 张飞这是捂着脑袋道 林老师 我脑袋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痛 随后 张飞怕林天海不幸 还加戏眼了起来 双手捂着脑袋 惨叫起来 哎呦 好痛啊 好痛 不过 张飞这演技 实在太差了 不是傻子 都看出来 张飞是装的 可以看出张飞演得多差了吧 刘洋 也是被张飞这演技 给整无语了 第 七十一章 明知不敌 却敢于挥拳 这演技 干脆拿板砖拍死自己好了 刘洋在心中 无奈地想到 林天海本来就不好看的脸 又给张飞这演技 给整黑几分 这张飞 还真把我当傻子啊 这种演技 还想骗谁呢 陆金安也是被张飞 这夸张的演技 给整无语了 这演技怕是三岁小孩 都比张飞演得好 而张飞 还不知道 自己的演技很差 还在心中暗息 我这演技演得很像吧 刘洋那个傻子 连装都不装 不像我装得这么像 我的小脑袋 还真是聪明 嘿嘿 想到这张飞 装得更卖力了 哎呦 我的脑袋 怎么这么痛 要痛死了 林老师 我现在要去医务室看看 不行 我的脑袋 实在太痛了 多么痛的灵悟 林天海瞧着 张飞那浮夸的演技 实在忍不住了 直接怒吼道 张飞你在装 你就给我去洗 一个月的厕所 还有刘洋你也是 啊 林老师 我是真的肚子痛啊 刘洋无辜地喊道 刘洋怎么也没想到 张飞这蠢货 又把自己连累了 张飞 本来听到林天海的怒吼 还是有点怕的 准备不装了 但又听到 刘洋的话 又像刘洋一样 继续装道 是啊 我也是真的脑袋痛啊 哎呦 太痛了 说完又装脑袋 痛双手无脑袋 林天海的怒气 已经要爆表了 这两个人 不收拾还不行了 行 张飞和刘洋 你们两人 都给我去洗 一个月的厕所 刘洋瞬间 想死的心都有了 本来林天海 都没多生气的 都怪张飞 这傻子装得这么夸张 害到自己 也被连累了 真的太难了 张飞 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自己 还是被罚了 难道自己装得不像吗 陆金安在一旁 差点就笑出来 不过林天海 在身旁又忍住了 自己是受过 专业训练的 一般都不会笑 除非真的憋不住 叫这两个二B 自装聪明 现在好了 直接被罚洗 一个月的厕所 林天海继续说道 现在你们都给我 去练习武技 等下课 给我去洗厕所 张飞和刘洋 面如死灰 完了今后一个月 都要和厕所度过了 林天海说完 也不管两人 什么表情 又转身对着 在吃瓜群众吼道 你们也是快去练习 在这看什么戏呢 还有一周 就无比你们 还不努力点 你们有陆金安 这么厉害吗 没有就快去刻苦练习 吃瓜群众也没想到 林天海转身 就是一顿输出 也是纷纷散开 各自去练习去了 张飞和刘洋剑众人 都去练习了 也只好心不在焉地去练习 林天海把事情搞好 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用和蔼可亲的笑容 看着陆金安道 金安啊 你怎么不去睡觉啊 陆金安给林天海的话搞猛了 这还是林天海吗 上午到课 竟然主动叫自己去睡觉 还真是太阳 从西边出来了 不过林天海既然叫了 那自己 就勉为其难地去睡上一觉吧 行 老林我这就去睡觉 陆金安说道 林天海则是笑呵呵地白白手道 去吧 去吧 多睡一会 林天海在心里已经相信 陆金安睡觉 就能练习武技了 所以才让他去睡觉 陆金安也没过多犹豫 来到熟悉的铁椅上 躺上就睡了 林天海见陆金安睡觉 这才满意点点头 随后转身 就去监督众人的练习 张飞你怎么练呢 脚用力点 没吃饭吗 刘洋你的拳 再向下一点 陆金安就这样每天 无论上什么课都睡觉 陆金安道 舒服了 但其他人给林天海这几天 狠狠地训练 就这样过到 星期五下午 本来这两节课 是上文化课的 但被林天海 临时争吊了 理由也很简单 就在下周要无比了 要争分夺秒地练习 此时林天海 还在站在那擂台上面 看着下面四五十人 神情严肃吼道 大家都知道下周 周一就开始无比了 无比一共五天 高三的都要参加 高三一共就有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要得到前五十名 听说实话你们的压力很大 而且我们班最垫底存在 比你们境界高的人很多 但没关系 面对比你境界 或者比你厉害的人 他们可能会很轻易打败你 但请不要懦弱 勇敢地面对 你就已经站上风了 因为你有一颗 敢向强者挑战的心 面对刀山火海 明知不可敌 但都敢于挥拳 那么恭喜你 已经真正领悟到 武道的精神 林天海的一番话 把台下的少年少女的热血 都激起来 面对明知不可敌的人 但你都敢于挥拳 这就是武道精神 陆金安听着林天海 这热血沸腾的话 恨不得现在 就上狗两巴掌 林天海也给自己说的 热血沸腾了 老夫的少年心 又开始热血起来了 想想自己当年 和台下各位一样年轻 也同样是个热血少年 但过了多年后 再无少年时的热血了 大家现在下课 周七六周七日 给我拼命地 提升自己的实力 林天海看着台下面色激动的众人 也是不自觉大声吼道 林天海话落 就发出阵阵欢呼 耶 大好了下课了 回去我一定要拼命了 提升自己实力 就算知道自己没机会 我也要拼一拼 我也是虽然知道 自己的实力很差 但我也还是想拼一拼 面对明知不可敌的人 都敢于挥拳 林老师这句话真帅 搞得我现在 热血沸腾得恨不得 现在就去 和强者单挑 随后众人 就在这样的欢呼中 解散回家 陆金安还是像以往 这样回家 先吃完晚饭再回去 回到家 已经五点多了 陆金安就刷了 一会视频 先消化消化 肚子里的食物鲜 这几天 陆金安一有空就睡觉 每天大概睡 十七八小时左右 现在星期五 应该有九十多点属性点 再加上 星期六星期日 大概一共有 一百二十多点属性点 倒是自己加什么好呢 加气血 倒能高一级 还是加五级上 功法上 陆金安感觉自己 想加太多了 哎 等到实在看吧 对了 周一五 比那我是不是要去 卖件战甲呀 要不然打着打着衣服 就烂了多尴尬啊 早在前几天陆金安 就收到守护司 转账的一百万 所以现在陆金安到 不用多担心 钱够不够买战甲 哎 可惜 不能在守护司内卖战甲 要不然战甲的质量 应该更好 别问为什么 不能在守护司卖 因为陆金安账号没积分 第七十二 张 万宝格 嗯 明天去哪里卖战甲呢 要不然 问林薇夏这小妮子吧 反正他应该知道 哪里的战甲质量好点 想到这陆金安就拿出手机 打开信微 找到明薇小吃货的备注 随后 陆金安就打字上去 在吗 你知不知哪里的 战甲质量比较好啊 我明天想去卖一套战甲 周一就是无比了 陆金安发完信息后 就静静等着林薇夏回复信息 而另一边林薇夏 趴在粉红色的床上玩着手机 白嫩的小脚在背后不计摇晃着 叮咚 林薇夏的手机 发出信微提示音 正在玩手机的林薇夏 眼睛顿时意亮 立马打开信微 找到明薇大坏蛋的名称点进去 林薇夏就看到陆金安发的那两句话了 林薇夏立马开心地回道 不在 陆金安收到林薇夏的信息 也是回道 嗯 不在 本还想 明天请你吃好吃的 竟然不在那只好算了 另一边收到陆金安消息的林薇夏 看到陆金安要请自己吃好吃的瞬间 就回道 在的 在的 你说的 明天请我吃好吃的哦 还有你准备明天卖战甲吗 我们可以去万宝阁那里卖啊 万宝阁是华夏官方开的机构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售卖 如5G兵器 战甲 妖兽肉 药剂等 里面都有 只要你有钱 里面什么也买得到 同时 你也可以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他们 而且 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万宝阁 而且 万宝阁的质量 也比普通店铺的要好很多 价格也公保 陆金安收到林薇夏的消息后 这才从记忆想起来 确实有这么一个万宝阁 而且还是 华夏官方开的 行 那明天 你去不去卖战甲呀 周一就是无比了 陆金安打字回道 林薇夏在收到陆金安的消息后 开心的白嫩的小脚摇晃不停 双手快速打字道 嗯 明天我也刚好要卖 就一起去吧 我们直接早上十点 在万宝阁集合 陆金安也是马上回道 行 明天我们就在万宝阁集合 随后 陆金安就和林薇夏闲聊一个多小时才停下 陆金安之后 就去洗澡睡觉了 清晨刺眼的太阳照在陆金安的脸上 把陆金安从睡梦中搞醒了 啊 陆金安起床就打了个哈欠 随后拿出手机一看 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随后 系统的机械声又在脑袋响起 叮咚 宿主睡觉14小时 获得的14点属性点 一觉睡醒 又有14点属性点进账了 嘿嘿 真好 想到这陆金安 才从自己的床上起来 还是和以往一样 洗好脸刷完牙出门 万宝阁也是在市中心 因为市中心是整个城市都繁华的地方 同时也是人多多的地方 陆金安还在公交车站等前去市场中心的公交车 很快 公交车就行驶到陆金安面前停下 陆金安还是照着上车 可陆金安一上车就有点傻眼了 公交车最显眼的地方 还放着一个大大的牌子 牌子上面贴着一个猥琐大叔 穿着白色裤子 白色裤子上还沾上了屎 下面还有一行字写着 这人与狗都不能搭公交车 这可把陆金安吓一跳 谁也没想到 一进来就看到一个猥琐中年大叔 而且裤子还粘着屎 这不是狗东西吗 司机大叔从哪里搞来的狗东西的照片啊 这怕是狗东西看到都当场射死了 好家伙怕是狗东西都不敢搭这班车了 陆金安上车后 还是那句熟悉的声音 搭去市场中心一共两块钱 司机大叔从陆金安一进来 就一边看着陆金安 一边看着狗东西的照片 生怕陆金安是狗东西 司机大叔 你怎么把这照片贴在这 陆金安看着狗东西照片 实在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 这可把司机大叔那痛苦的回忆勾起来了 一想到 那天他被臭得生不如死 还要忍受着臭气开始 想想都绝望 也不知道自己那一天是怎么过来的 还有那狗东西还逃走 只留留下满地的事 现在想想都想吐 小伙子 你也是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 你怎么还问我贴这照片在看着呢 没看到这个人和狗都不能进吗 司机大叔表情痛苦地说道 好像经历过什么大灾难一样 陆金安 哦 司机大叔 你做得很对 以后坚决不让他上车 陆金安肯定地点点头道 司机大叔被认同 就立马吐槽了起来 小伙子 你是不知道啊 那王八蛋走后 留下满地的事 给我清理 真不知道 那王八蛋吃了什么东西 拉的是这么臭的 他娘的 别给我遇到他 遇到他看我不把他屁股封上 就这样 陆金安听着司机大叔 吐槽了五六分钟 直到车里的其他乘客 叫司机大叔 才停下吐槽 而陆金安也是松了口气 早知道就不多嘴问了一下了 听着司机大叔 一直在骂狗东西王八蛋 甚至连狗东西祖宗十八代都骂完了 陆金安找到一个合适的座位就坐下 随后睡起觉来 陆金安正看着一栋高几十层 全部由玻璃做成的大厦 大厦还写着三个金色大字 万宝阁 陆金安感觉 这和自己上一世的办公楼差不多啊 万宝阁底下 人来人往的 进进出出 有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是学生 有的是中年大汉 还有的是老人 还散发出不同气息的人 有散发武徒境界的人 也有散发出武者境界的人 更有甚者散发出的气息 比武者境界强十多倍的人 那个人应该是武士境界的人了 不过大多数都是武徒境界的人多 陆金安看着人们进进出出万宝阁 心中不由想到 现在才早上十点 就已经这么热闹 这万宝阁一天能赚多少钱啊 陆金安虽然不知道 但万宝阁一天肯定赚很多钱 还有万宝阁门口处 站着四个身穿黑衣的保安 每个人身上 都散发出武者境界的气息 让进入只有武徒境界的人 都不由感到一股压迫感 连同为武者境界的人都不敢放肆 因为有四个武者境界的保安 他们站在一起 散发出远比其他武者境界强的气息 就算是武师不惧门口处的保安 但也能老老实实地进入 因为万宝阁的背后是华夏官方 别说武师不敢放肆了 连大武师都不敢放肆 第73章 绝对没什么坏心思 陆金安突然眼睛一亮 因为他在万宝阁底下 看到林维夏了 而林维夏 今天穿了一袭纯白色的漏肩长裙 漂亮的锁骨若隐若现 此时 林维夏秀美得峨眉淡淡地簇着 在他细致的脸蛋上 扫出浅浅的忧虑 让他原本美得出奇的容貌 更添了一份我见游怜的心动 让路过的男人 都忍不住多看几眼林维夏 更有的光顾着看 忘了看路 一头撞上电杆上 而林维夏此时嘴里 还在不满地小声道 陆金安你 坏蛋怎么还没来啊 不会不来了吧 谁说我不来了 陆金安的声音 突然在林维夏背后出现 林维夏听到声音一转声 果然是陆金安 心情忍不住喜悦 林维夏的嘴角上扬 眉眼弯弯 笑容灿烂的如同朝阳中盛开的樱花 清香扑鼻 美如梦幻 这陆金安看着一呆 自己什么时候变这么肤浅了 竟然被美色给迷住了 林维夏本来还想说什么的 但陆金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脸上 这让林维夏的内心 不由感觉有点害羞 哼 你看着我干嘛 还要我等这么久 林维夏实在忍不住陆金安的目光 连忙开口道 一直盯着一个女孩看确实不太好 只好有些尴尬地摸摸鼻子道 现在也才十点啊 我也没想到你来这么早 林维夏嘟着嘴不满道 竟然还要我一个女孩子在这等你 陆金安也自知理亏 连忙说道 那我只好再请你多吃一顿好吃的行了吧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 要请自己吃好吃的眼睛忽然一亮 连忙点点头说道 好啊 好啊 陆金安见林维夏这副吃货模样 也不由觉得好笑 行了 林维夏这才想起来自己也是爱卖战甲的呀 好啊 我们快走 快走 林维夏高兴地说道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向万宝阁门口走去 而林维夏则是蹦蹦跳跳地跟在陆金安后面 陆金安走到门口时 就能感觉到若有若无的目光在打量自己 想来应该是门口处的保安 而陆金安也不在意 这些目光静止地走进万宝阁 林维夏则是高兴地跟在陆金安身后 陆金安一进来就发现 这万宝阁就像商场一样 里面有各种各样铜的店铺 每个店铺售卖的东西都不一样 如卖妖兽肉的店铺 真的只有妖兽肉 卖没有其他 每个店铺卖的东西都不一样 什么兵器铺啊 什么药剂铺啊 而人们就像逛商场一样 走进一家又一家的看 林维夏见陆金安停止 也有些好奇怪的问道 怎么停下来 陆金安这才反应过来道 没什么 这里的店铺卖的东西都不一样吗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陈思议会道 没错 这里每个店铺卖的东西都不一样 而且 这里的八楼 还有专业的厨师烹饪妖兽肉 那里的妖兽肉 经过专业的厨师烹饪 不但好吃 还能增加气血 强身状体 不过就是价格太贵了 还有十二楼是专门收妖兽 5G等的地方 反正你要是有什么想卖 就去十二楼就行了 陆金安这才知道 原来这里还有妖兽肉吃 这里还真是一个百货商场啊 那我们要卖战甲在多少楼啊 陆金安看着这些店铺 好像都没有专门卖战甲的店铺 林维夏主动拉着陆金安 边走边解释道 这里没有战甲卖 上酒楼 那才是专门卖战甲的地方 我们快走吧 陆金安也有点发愣 怎么也没想到 林维夏竟然主动拉着自己走 此时 林维夏的脸也红通通 这还是第一次 主动拉起男生的手 于是 林维夏和陆金安两人 就来到电梯前等上电梯 此时电梯前站着很多 都是在等电梯的 而这里一共有四部电梯 但每部电梯前都站着不少人 有一家三口也有情侣 人们就像逛商场一样 有说有笑 林维夏自从拉起陆金安的手 就一直没放开过 小脸更是变得红红的 像极一个刚恋爱的小女孩 陆金安被林维夏拉着手 开始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但一会后 他就主动握住林维夏的手 而在等电梯的众人 时不时看向两人 没办法陆金安这么帅 林维夏这么漂亮 简直郎才女貌 就这样等了五分钟 陆金安和林维夏才进电梯 酒楼 酒楼和一楼的店铺不同 这里一整层都是售卖站甲的 而且还只有一间店铺 陆金安和林维夏一进来 就看到各种各样的站甲 还有很多穿着黑丝美女销售 陆金安和林维夏刚走去没多久 就有一个长得像林家大姐姐的 身穿工作服的女销售 走上去微笑道 两位请问有什么需要 陆金安第一眼就忍不住 看向那长长的脚套上黑丝 这可不是陆金安老色皮 而是黑丝这种东西 太吸引注意了 绝对没什么坏心思 陆金安也是瞧了一眼 就没再多看了 毕竟美丽的东西 都会让人忍不住看上两眼 不像其他这里的男人 一双眼睛恨不得贴在黑丝上 林维夏则没注意陆金安的动作 而是微笑地对女销售说道 我们是想来卖站甲的 这里有什么适合高中生的站甲吗 那长得像林家大姐姐的女销售 听到林维夏和陆金安 是来卖站甲的眼睛微微一亮 长得像林家大姐姐的女销售 本来还以为他们是来这里逛一逛 而且没想到两人竟然是来卖站甲的 毕竟这些看起来就像学生的一般 都只是来这里逛一逛 没有多少人会卖站甲 毕竟只是学生也没多少钱买站甲 但也有不少学生 就是富二代的来卖一件站甲 也很正常 长得像林家大姐姐的女销售 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上来问一问 果然这两人还真是来卖站甲的 长得像林家大姐姐 没有过多犹豫到 高中生的话购买 F至一级站甲就差不多了 如果想购买贵一点 就购买D级站甲 也差不多了 陆金安听到站甲的等级 也是从记忆中想起来 站甲也是从F E D C B A S 和兵器 5G等级都是一样的 陆金安听到女销售的话 也是思索起来 自己是购买D级站甲 还是一只F级站甲好呢 算了 先问问价格 看哪个合适就卖吧 第 74章 购买站甲 想到这陆金安便开口道 D级站甲大概在什么价钱 E至F的站甲又是什么价钱 而林维夏也是在一旁看着女销售 也想知道这些的各自价钱 长得像林家大姐姐的女销售 面对陆金安的询问 也是一脸微笑地回答道 F站甲一般都是在20万至50万之间 E站甲一般都是在60万至90万之间 D级站甲就100至300万之间 听到各自站甲的售价 陆金安心里不禁暗暗想到 这站甲的价格和兵器的价格差不多一样 F这一相对比较便宜 D级站甲就有点贵了 不过高品级的站甲肯定比低品级的站甲好 陆金安正在想思考时 旁边林维夏听到女销售的话 也是直接开口道 先带我们去看F制一级站甲吧 然后再去看D级站甲 看完再决定卖哪个 女销售听到林维夏的话也是一喜 看来今天这两人必定卖站甲了 要不然也说不出这样的话 想到这女销售不由开心道 行 两位请跟我来 我先带你们去看F级站甲 陆金安和林维夏也没一间跟在女销售的背后 来到一个写着F级站甲的区域 这个区域摆放着上百件F级站甲 没错 上百件F级站甲都摆放在外面 让人一眼看去就眼花缭乱 各种站甲颜色也不同 有黑有白蓝蓝白 反正各种各样都有 长得像林家大姐姐的女销售 先是来到一件黑色站甲面前介绍到 这件事F级站甲 是由铁牛皮做成的 可以挡住五图一至五段的攻击 甚至还可以全力挡下五图六段的攻击 而且防火防水战斗时也不一烂 是很多高中学生的首选 现在售价也只要20万1999 陆金安和林维夏听到女销售的介绍 不由摇了摇头 这件站甲明显不适合他们两人 林维夏自己已经是五图八段 所以对他来说这站甲可有可无 陆金安更不用说了达到五者境界 还需要这种连五图六段都挡不下的站甲吗 女销售看见两都没有看中 心里也是不由一喜 这证明他们需要更高价钱的站甲 那倒是自己的提成肯定多很多 没错女销售这么激动的原因就是 自己每卖出一件站甲 就会有百分之一的提成 也就是说卖出一件十万的站甲 有一千块的提成 卖出二十万就有二千块 这如何让女销售不高兴呢 女销售强压下内心激动的心情 继续微笑道 请继续跟我来 陆金安和林维夏继续跟着女销售 走到一件还是黑色站甲面前 不过这件站甲比上一件站甲好像更黑 女销售指着这件站甲满是笑容介绍道 这件也是由铁牛皮制成的 不过这件制成的铁牛皮比上一件高了 二个小金剑 这件是由一接六段铁牛皮制成的 刚才那件只是一接四段的铁牛皮制成的 这件站甲防御自然高 刚才那件许多 可以挡下一致七段五图的攻击 甚至可挡下两三级五图八段的攻击 这件售价自然比刚才的要贵要三十万二千三百多 不过你们要是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打个折 只要三十万一千就好了 说完 女销售就满眼期待地看着两人 陆金安听到 还是只能挡下五图境界的攻击 便失去兴趣了 便看向林维夏 看他需不需要 林维夏也听到女销售的话 还是有点不满意这件站甲 陆金安见林维夏没说话 也知道他瞧不上这件站甲 只好继续向女销售道 我们去看下一件吧 女销售面露喜色 继续带两人来到一件黑白站甲面前道 这件是由铁牛一阶九段做成的 可以当下五图十段的 甚至可以挡下五者一段的一击来 这件售价五十二万九千九百 如果两位要的话 可以给你们打个折五十二万就行 陆金安听到这站甲 还是只能挡下五图境界 不由有点失望 自己都是五者境界的人 还需要这种 只能挡下五图境界的站甲吗 看来这F级站甲 只能挡下五图境界的攻击 E级站甲 不知道能挡下什么境界的攻击 林维夏则是在思索起来 这件站甲倒合适 不过也不能挡下五者境界的攻击 他自己想卖那些 能挡下五者境界的站甲 因为自己早晚都是 要到五者境界的 现在卖只能挡下五图境界的站甲 好像有点吃亏 要到自己到五者境界 要不又要重新卖过站甲了 那不是要多花些钱 虽然自己不差这点钱 但也没必要白白浪费 林维夏知道 陆金安是五者境界 自然知道 陆金安看不上这站甲 没过多犹豫 对女销售道 我们去一级站甲区域看看吧 又将两人带到 售卖一级站甲的区域 这里明显比售卖 F级站甲的区域冷清多了 因为这里最便宜一件 就要60万多 人自然少了 女销售直接带着两人 来到一件全身是白色的站甲面前到 这件事由一接十段的 铁甲系的皮制成的站甲 可以抵挡五者一段的攻击 当然也可以挡下五者二段的一击 售价62万 是不少刚入五者境界的人首选 女销售说完 就满是期待地看着两人 陆金安看着这站甲 虽然说可以挡下五者一段的攻击 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陆金安先是向林维夏问道 怎么 看上了吗 林维夏自然不满他 只能挡下五者一段的攻击 摇了摇头道 我们看下一个 女销售听到更高兴 本以为这两学生能卖F级站甲 就很高兴了 现在连60万的E级站甲都看不上 那自己的提成又高了不少 既然两位不满意 请继续跟我来 女销售邀请两人道 陆金安和林维夏就继续跟着女销售来到 还是全体白色的站甲面前 女销售指着站甲介绍道 这件是由二阶三段的铁甲锡的皮制成 可以挡下五者四至五段的攻击 连五者六段都能挡下几十击 不过 这件售价要919900 如果两位都要90万就给你们了 女销售直接把两人带来售价一级 最贵的站甲钱说道 女销售也看出 两人肯定看不上那些 只能挡下五者一二段攻击的人 所以 直接把他们带到一级中最贵的站甲钱 第75章 不就是穷点吗 陆金安看着这站甲到心动了 这站甲刚好合适自己 虽然只能挡五者五段的攻击 但也够用了 主要是陆金安 只有一百万只买得起这件站甲 后面的地级站甲等 自己有钱再卖吧 唉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自己什么时候 能想卖什么就卖什么 陆金安想好后 就对女销售道行 就帮我拿这件吧 女销售听闻大喜 这件站甲要九十万 自己有百分之一的提成 就有九千块 比自己一个月工资还要多 她自己一个月工资 也只是八千块 就这么一会 就等于又多一个月工资 女销售不敢怠慢 连忙说道 好的 你要不要试穿一下 陆金安也是好奇道 还能试穿吗 女销售点点头道 能的 你现在就可以穿上 不用脱衣服 就这样穿上就行了 陆金安听到女销售的话 也是想试试 穿上战甲是什么感觉 于是 陆金安就把战甲 从架子拿下来 是穿进去 陆金安把战甲穿上 顿时就打量起来 这件战甲 好像大小刚合身 也不像陆金安想象这么硬 反而这件战甲很软 穿上也不觉得闷热 反而跟穿着短袖一样 而战甲也通体全白 不过就是头部没有防护 陆金安还是走两步 嗯 大小刚好 行 就卖这件了 陆金安满意地说道 女销售面露喜色道 行 先生 等我来登记好信息 之后付款就能拿走这件战甲了 陆金安听到女销售的话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林维夏 想看看他卖不卖 林维夏 其实也觉得这战甲 也挺合适自己的 所以也决定买下来 林维夏见陆金安看着自己 林维夏也笑了笑道 也帮我 拿着一件战甲吧 女销售听到大喜道 行 没问题 我现在帮你拿来 说完 女销售就匆匆忙忙去拿了一件这种战甲 女销售感觉 今天是她最开心的一天 哈哈 两个大单子 自己的提成就有一万八千了 等于两个多月的工资 很快 女销售就拿了一件战甲过来 递给林维夏道 先穿上拿不合身吧 林维夏接过 也没脱下身上衣服 直接穿上在身上 穿上后林维夏就活动活动 嗯 刚好合身 行 没问题 女销售开心道 那两位跟我来办手续吧 林维夏和陆金安都把穿在身上的战甲脱下来 随后跟着女销售去办手续 女销售就把两人带到柜台前 先帮两人登记好身份信息 之后拿出一份合同递给两人道 好了 只要签下这份合同战甲 就属于你们了 陆金安和林维夏 看过合同没问题后 就刷刷签下自己的名 女销售接过 看着没问题继续道 现在就差付款了 陆金安和林维夏 自然没问题 用银行卡刷下了九十万 陆金安在刷下九十万时一脸肉疼 不知道多久才能赚到这么多小钱钱 林维夏倒没什么反应 他家不缺这么一点钱 女销售在旁边笑着恭喜道 恭喜两位这两件一级战甲 是你们的了 陆金安和林维夏都是点点头 但现在陆金安有个问题 这个战甲怎么拿回家 难道穿着回家 于是陆金安就向女销售问道 没东西装着战甲吗 难道要拿着回家 女销售听到陆金安的话 笑呵呵道 先生放心 我们这里会给东西 你们放战甲的 随后女销售就拿来两个 不大不小的黑色的箱子 把两件战甲都摆进箱子内 好了 先生战甲都装好了女销售说道 陆金安看着两个手提箱 瞬间就感觉很方便 起码不用穿着战甲到处走 自己又不像老秦一样有空间戒指 要不然自己就可以收进去了 陆金安正对这两个箱子满意时 林维夏蹦蹦跳跳地 来到属于他的箱子面前 随后用手轻轻一碰 他那个箱子就不见了 这可把陆金安惊到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吃货都有空间戒指子 林维夏见陆金安这副模样 不由说道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有空间戒指很奇怪吗 陆金安顿时 感觉自己是如此之穷 连个空间戒指都没有 不行 自己也要卖一个 于是陆金安就向林维夏问道 你这空间戒指多少钱啊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努力想当时卖这空间戒指多少钱 林维夏在思索一会后 就指了指手上的空间戒指道 好像也就两千万吧 也不是我卖的 是我爸过生日给我买的 也没多少钱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 默默地转过身 打扰了 呃 低神啊 二千万啊 不是二千块 二万块 是二千万 可以卖多少棒棒糖 和小熊饼干 自己还想买一个 怕是连首付都不够 还有林维夏这小吃货 还真是个富婆呀 自己要不要考虑一下 吃一下软饭 最近胃口有点不好 想吃软饭 林维夏也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陆金安突然转身啊 而林维夏不知道 陆金安在转身后面上 就变化几十种表情 好像受什么刺激一样 不过很快 陆金安就调整好心态 穷点就穷点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陆金安调整好心态后 就转身对着林维夏道 走 我们去尝尝妖兽肉 我们去尝尝妖兽肉 林维夏听到要去吃妖兽 立马高兴地点点头道 好啊 我帮你收着战甲先 等回家就还给你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 确实拿着一个手提箱很不方便 倒不如让林维夏 放在空间戒指上 回家再还给我 行 你帮我收着 我们去八楼吃妖兽烤肉去 林维夏立马小跑过去 把箱子收好 然后又小跑到陆金安身边道 走吧 走吧 林维夏小跑来时 一股枝子花香味扑面来 这让陆金安不禁愣了愣神 听到林维夏的时候 过一阵就反应过来道 走 我们出发 第八楼 第八楼相比第九楼更要热闹 第八楼就像个酒楼一样 一进来就是大厅 大厅上摆满许多桌子 各种的吵闹声 让陆金安都以为这是一个酒楼了 陆金安和林维夏到来时 林维夏就轻车熟路地 来到柜台前 拿出金色的一张卡道 带我去六号房间 柜台的里面的人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姐姐 当见到林维夏这张卡时 立马恭恭敬敬地起身道 好的 尊贵的客人这边请 第七十六章 脸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而林维夏则向后面看待的陆金安道 呆着干什么 快走啊 陆金安这才回过神来 没想到林维夏竟然还有这里的 VIP卡呀 不过想到林维夏家这么有钱 又不感觉奇怪了 柜台的小姐姐 也从柜台的里面走出来道 尊贵的客人跟我来 林维夏和陆金安 便跟着柜台的小姐姐走 而陆金安还是好奇地问林维夏道 你怎么有这里的VIP卡呀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问题 不由洋洋小脑袋道 这还是我爸给我的 这里的VIP卡分四个等给 最低就是黑卡 第二就是银卡 第三就是金卡 第四是钻石卡 不过钻石卡 只有那些达到大武师才有的 很珍贵的 每张卡能去的房间也有规定 如黑卡只能去20-15号的房间 银卡就能去15-10号的房间 金卡就可以去10号-5号房间 只有钻石卡 才能去前4号的房间 越向前的房间 自然也越豪华 我这金卡 也是别人送给我爸的 我爸又送给我 反正他有一张钻石卡 陆金安顿时就惊了 刚才林维夏说 钻石卡只有大武师才能有 而林维夏的爸有一张 那不就等于林维夏的爸是大武师吗 我去 没想到林维夏的爸这么有实力啊 大武师啊 还有林维夏他爸 竟然是大武师 怪不得这么有钱 就这样 陆金安和林维夏 一直跟着柜台的小姐姐 来到全市房间的走廊上 周围的每个房间都写着一个数字 有20号 19 18号 一直排下来 一共应该有20个这样的房间 就在这时五六个青年 嘻嘻哈哈的从五号房间走出来 本来陆金安以为没什么的 但其中一个长得普普通通的青年 见到走来的林维夏 眼睛一亮道 维夏你 怎么也来这里吃饭 今天出来也不叫我的 跟在青年身后的几个人 也是起哄道 这就是你说的维夏 夜少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青梅竹马啊 而那青年 只是笑一笑说道 好了 你们别打拘我了 林维夏和陆金安两人 自然注意到这青年了 而陆金安也是好奇 看着这青年长得鼻子是鼻子 眼睛是眼睛的 总结平平凡凡 而林维夏在听到青年说的话 和他人后的人说的话 脸一下就不好看了 哼道 叫谁维夏呢 我跟你很熟吗 青年听到林维夏的话 一下子脸上有尴尬闪过 不过他很快就注意到 林维夏身后的陆金安 青年看到陆金安长得是 这么英俊潇洒 玉树林峰 仪表不凡 面如关玉 气宇喧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 幸好自己比他帅 随后青年才想到对了 这人怎么跟自己的维夏在一起 想到这青年 不禁一阵恼火 对着林维夏身后的陆金安 目中无人地说道 你小子长得像小白脸一样 想搭讪维夏是不是 告诉你快点走 要不然脚都给你打断 陆金安 明景昊 自己活了几十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嚣张的人 陆金安还没说话 站在陆金安身边的林维夏 就气得小脸都红说道 叶凡你别太过分 陆金安是我朋友 还有你以为 你爸是大武师 就可以无法无天吗 还有 我跟你不熟 不叫我维夏 我听到都感觉恶心 要不是看在你爸是大武师的份上 我都想打死你 名为叶凡的青年 本来想警告陆金安 别跟林维夏走这么近 结果陆金安还没说话 林维夏就帮他出头了 这让叶凡更气 都怪这小白脸 肯定是他欺骗林维夏 要不然 林维夏怎么会对自己这样 叶凡身后的朋友 听到两人的争吵后 纷纷对着叶凡嘲笑道 叶绍你的青梅竹马 好像跟你不熟啊 反倒跟身后那个小白脸很熟啊 哈哈 就是 就是叶绍 我就知道你是吹牛的 说和林家的小公主 有多好有多好 结果人家跟你不熟 叶凡听到身后朋友的嘲笑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就像被戴绿帽一样 叶凡更加生气地 对着放狠话陆金安道 小白脸 你看我打不打断你的脚 告诉你 我爸叶二和是大武师 就算我打断你脚 我什么事也不会有 陆金安也被青年的话给气到了 还真是第一次见这种人 仗着家里的势力欺人 陆金安顿时就开口道 脸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叶凡听到陆金安的嘲讽更气了 好啊 你小子还嘲讽我 找死是不是 陆金安面对叶凡的威胁继续道 毕竟 这也不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社会 你还是收敛一点的好 林维夏在一旁听着本来还不开心的小脸 一下子就笑出来 叶凡身后的朋友 也纷纷被陆金安给笑到了 哈哈 这小白脸这么会说话的 我去叶绍 你这都能忍 叶凡也是红着双眼看着陆金安 他从没这么想杀死一个 之前自己最多就想把人打残 现在就想把他杀了 陆金安见叶凡还红着眼 看着自己像要把自己吃了一样 仍旧继续说道 用你的二臂铅笔描绘你的人生 又傻又二臂 再次听到陆金安的嘲讽 叶凡突然哈哈大笑道 你小子就嘲讽吧 因为我不会跟死人计较 陆金安面对这傻臂行为 顿时给整笑了开口道 像你这种人在连续剧里 最多只能活两集 而且还是死尸 林维夏被陆金安的骚话 整得哈哈哈哈大笑道 陆金安以前怎么没看出 你这么有才 而叶凡身后的朋友 也是哈哈笑道 哈哈 这小子骂人还不带脏话的 哈哈 没想到叶绍竟然这都能忍 那以后我偷他老婆 他也都忍吗 叶凡听到这 再也忍不住向身后的人吼道 给我闭嘴 再说 我就打断你的脚 叶凡身后的人 这才停止嘲讽 虽然叶凡不敢打断他们脚 但谁不知 叶凡会不会气疯了 真做出来 叶凡这才看向陆金安嘴里 冷冷道 是你小子逼我的 到时候下去 可不要怪我 说完叶凡身上 突然就爆发出 五途八段的气息 然后拳头也覆盖上 青色的气血 然后扬起手臂 向陆金安的脑袋处挥拳去 拳头上散发出惊人的威势 拳头锁过之处 发出刷刷破空音 叶凡口中还大哈道 哈哈 小子给我死吧 破空拳 至于杀死陆金安 他会不会有事 叶凡根本就不害怕 反正自己的老爸 会帮他搞定一切 第77 张 我一定叫我爸弄死你 这个该死的小白脸 要怪就怪他自己吧 竟然敢这么嘲笑我 从小到大 要是有人敢嘲笑我 我都只是把他们打断脚 但这小白脸 我要把他打死 我还还给我死 此时众人也没想到 叶凡竟然突然发难 挥拳向陆金安的脑袋打去 而且还动用了武技 这是要把人打死啊 林维夏 在叶凡突然出手时 顿时吓得花容失色地喊道 叶凡你要干什么 叶凡身后的朋友 见叶凡竟然动用武技 向陆金安头部打去 心中都不由想到 叶凡还真是一个疯子 竟然敢在城内杀人 不过也怪这小白脸 招惹一个疯子 看来以后的离叶凡 这疯子原点才行 要不然他一发疯到时 自己也被他打死就不好了 那名柜台的小姐姐 完全傻了 本来带这两位客人 来这里找好房间的 结果半路出现这青年 而且好像还是那位 长得很漂亮的女的朋友 但通过他们的对话 柜台的小姐姐才知道 这两个男的是 为他争锋吃醋啊 之后就是陆金安和叶凡 对骂起来了 自己也不敢上前 插足两人的恩怨 但没想到这青年会突然出手 还是动用武技 向人脑袋上打 这不是想打死人吗 柜台的小姐姐 不由脸上一白 从来没见过这事情 而林维夏 距离陆金安有五米 现在林维夏 就算出手 也来不及了 因为早在刚才 叶凡就慢慢靠近陆金安 此时叶凡和陆金安 距离不到三米 这距离突然发难 谁也来不及阻止 叶凡听到林维夏的叫喊 反而加大气血 想一击 就把陆金安给杀死 陆金安面对叶凡的 突然偷袭脸上 并没有出现慌乱 因为他早就在暗房被叶凡了 所以当叶凡身上 爆发出气血时 他早就准备好出手了 陆金安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热风 头发也被叶凡拳头的气势 给吹起来 在别人看来叶凡的动作很快 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在陆金安眼里 看来叶凡的动作 就像慢放一样很慢 可能是因为陆金安是舞者境界 而叶凡只是舞图境界 陆金安嘴角露出微笑 面对快到眼前的一拳 也单单仰起手臂挥动拳头 直接和叶凡打来的一拳对轰 陆金安甚至没动用气血 因为陆金安单单身上的力量 就有八千斤 根本就不用动用气血 要是动用气血 可以爆发出的伤害更高 叶凡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能在这一瞬间反应过来 不过看到陆金安单纯挥动拳头 连气血都没动用 不由心里一写 这小子还真是找死啊 在他看来不动用气血的一拳 能有什么杀伤力 叶凡已经想到 陆金安被自己一拳打断手臂 之后再被自己轰爆脑袋 想到这叶凡不由加快速度 向陆金安的拳头打去 想一拳打断陆金安的手臂 再轰爆陆金安的脑袋 很快闪着青色的拳头 和普普通通的拳头相撞 并没有叶凡想的那样 催枯拉朽地打断陆金安的手臂 反而自己感到 手臂和拳头一麻 好像失去质感 随后疼痛赶袭来 之后就越来越痛 叶凡再也忍不住疼痛苦地喊叫出 我的手啊 好痛 只见叶凡的手臂 以惊人的弧度扭曲 拳头处更是里面的骨全部碎了 外面看起来整个拳头都不成人样了 拳头上更是紫了一大片 而陆金安在轰碎叶凡的拳头时 自己的拳头 还有余力轰向叶凡的脑袋轰去 叶凡本来还在痛哭流泪的 但看到 陆金安的轰来的拳头瞳孔 也是一缩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 不过 快到叶凡的面前时 陆金安就突然停住拳头 叶凡看着普普通通的拳头 就在自己眼前停住 此时叶凡双眼通红 顿时感觉一阵劫后余生 这时陆金安淡淡地说道 请不要拿你的小拳头 和我的大拳头笔 叶凡此时没空管陆金安说什么话 此时叶凡感觉整条手臂都很痛 加上刚才受到惊吓 一时忍不住尿裤子了 裤子和地下都是湿漉漉的 陆金安把拳头放下 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叶凡和地下的水 顿时就笑了 自己还没出力 就尿了 众人还以为陆金安要完了 结果突然就出现反转 陆金安也挥动普普通通的拳头 向叶凡的拳头轰去 之后叶凡的拳头顿时被打得不成人样 随后整条手臂更扭曲不成人样 而陆金安的拳头 还继续向叶凡的脑袋轰去 众人瞬间又感觉叶凡要完了 结果陆金安就突然停下拳头 这一瞬间反转太快了 也让众人都没反应过来 林维夏也是在一阵愣神后 就反应过来 瞬间就跑到陆金安身边抱着陆金安大哭道 差点以为看不到你了 其实林维夏刚才的担心完全多余的 以陆金安的舞者境界 怎么可能让一个只有舞图境界的人偷袭成功呢 只不过是林维夏太过担心忘了 陆金安是舞者境界了 陆金安感受到软欲入怀 顿时感觉不好的心情烟消云散 陆金安也主动用手轻轻 拍着林维夏的后背安慰道 好了 我一个舞者境界的人 怎么可能让一个舞图境界的人偷袭呢 你看我不是没事吗 别哭了 林维夏这才红着眼睛 抬头看着陆金安带着哭腔道 我不是担心你吗 陆金安看到林维夏哭得梨花带雨的 也是心痛地拍着林维夏的后背道 没事了 没事了 林维夏这才停下哭泣 随后林维夏才发觉自己 竟然一直抱着陆金安 顿时就还羞红着脸 立马松手道 没事就好 陆金安看林维夏 如同受惊的小兔一样松开手 不由暗暗觉得好笑 林维夏这小妮子还真容易害羞啊 而叶凡在一阵愣神后 疼痛感这才让他反应过来 立马痛哭流涕道 好痛啊 我的手啊 痛死老子了 该死的小白脸 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好痛啊 叶凡边捂着手臂边大喊道 在叶凡看来都是陆金安害他成这样的 从来没想过是自己想取别人命的 别人只是还手而已 叶凡还在大喊骂道 小白脸你死定了 我肯定要你生不死 我一定叫爸弄死你 陆金安本来想放过叶凡的了 但听到叶凡的话 顿时眼里闪过冷色 虽然说陆金安平时看起来傻傻的 但该狠的时候也不手软 第78章 我爸是大武师 林维夏见状也是被叶凡的话给气得不轻 明明是他自己偷袭别人先的 还有脸骂别人 林维夏想到这小脸也气得通红道 叶凡明明是你偷袭陆金安先的 幸好陆金安反应过来 要不然被打死的就是陆金安了 你怎么还有脸骂人啊 叶凡听到林维夏的话 根本就不管是不是自己先出手的 而是继续在大喊道 都是这小白脸竟然害我的手臂断了 都怪他 面对叶凡的无理取闹 林维夏被气得不轻 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啊 而陆金安只是一旁冷冷看着 还要再骂自己的叶凡 叶凡也感到陆金安想杀人的眼神 顿时骂得更大声了 小白脸你不是有本事吗 有本事你就来杀了我呀 我告诉你 如果不现在杀了我 以后我就杀了你 叶凡看来陆金安根本就不敢杀了他 因为杀了他 陆金安一样也逃不掉 他背后是一个大武士的父亲 怎么可能让陆金安逃掉 陆金安面对叶凡的挑衅没有说话 只是一步步的慢慢的走向叶凡 这可把叶凡吓得连连后退 这小子不会是真疯了吧 真的想杀自己 自己只是口嗨而已 这小子不会真被自己激怒了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杀了我 你一样也活不了 不单单你活不了 连你的家人也活不了 我的大武士父亲是不会放过你们一家的 陆金安面对叶凡的威胁还是没回话 只是冷冷地继续向叶凡走去 林维夏眼里也闪过担忧 确实如果陆金安在这杀了叶凡 陆金安的麻烦会很大 还有叶凡的霸氏城内四个大武士之一 到时陆金安可能就麻烦了 想到这林维夏不由地向前轻轻拉住 陆金安的手小声道 金安 别冲动 陆金安也感受到林维夏的担忧 只是笑了笑摸了摸林维夏白皙的小手道 放心我有分寸 随后把林维夏的手给拿下 继续冷着眼神向叶凡走去 这还是陆金安第一次这么愤怒 明明是他自己偷袭自己 要不是自己进阶高和一直在防备他 还真有可耐让他一拳打到脑袋上 还是用上5G的一拳 怕是脑袋都得炸开 这样的人心思怎么这么狠毒 而且在被自己识破后 反击把他手打断 他还在不停地辱骂 说实话 这是陆金安第一遇到这种人 所以陆金安现在火气很大 虽然说不敢杀了叶凡 但教训一顿总可以 陆金安不敢杀叶凡 不是畏惧叶凡的大武士父亲 而是因为当这么多人面前杀人 肯定会被华夏官方通缉 陆金安还不自大道 挑战华夏官方的法律 最重要的是 陆金安身后没背景 而叶凡的父亲 是城内唯一的四个大武士之一 这让陆金安深深感受到 在高武世界实力的重要性 如果自己境界很高的话 今天杀了叶凡 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叶凡见陆金安杀气腾腾地走来 吓得止不住往后退 口中还在大喊道 你小子你别过来 我爸是大武士 你要是伤我 一根毛发 他都不会饶了你的 陆金安不理叶凡的叫喊 直接来到叶问凡的面前 用双手提起叶凡的衣领 叶凡整个人被陆金安提起来 陆金安甚至能看到 叶凡恐慌的表情 而叶凡的双手双脚 都在不停地反抗 但陆金安的手 就像铁锁一样分毫未动 叶凡嘴里也在大喊道 放开我 快放开我 林维夏则担心 陆金安会不会冲动地把人杀了 其他的人早就愣住 不知干嘛好了 陆金安听到叶凡的叫喊 直接用一只手 普普通通的一拳头 打到叶凡嘴上 口中还说道 嘴这么臭 我帮你闭嘴一下 陆金安这一拳头 只是普通的一拳头 根本就没用什么力 叶凡看着陆金安的拳头 向自己面上打来 瞬间被吓傻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虽然陆金安这一拳头 看起来没什么威力 但叶凡可不这么认为 刚才说是普普通通的一拳 把自己整条手臂都打断 所以 叶凡感觉自己 要被陆金安一拳头给杀死了 随后 陆金安的拳头 很快打到叶凡的嘴上 叶凡嘴里发出咔嚓咔嚓几声 嘴里的牙齿 都被陆金安打断几颗 随后 陆金安就把惊吓过度的叶凡给放下了 而叶凡被放下 瞬间瘫软在地 被吓得一点力气都用不上 随后叶凡才反应过来 瞬间又感到 嘴里和手臂处的疼痛 顿时就发出一声惨叫 嘴里流出大量的口水和鲜血 甚至还有两三颗断掉的牙齿 叶凡只感觉自己 全身都很痛 比刚才苦一千倍 一万倍 但这次叶凡没再敢开口骂陆金安了 因为叶凡还真怕自己 把陆金安激怒 到时 他虽然不敢杀自己 但他可以打断自己的手脚啊 到时 怕是要生生被痛死 不过叶凡在心里狠狠地想着 自己一定要弄死陆金安 绝对要弄死陆金安 而林维夏见陆金安 只是打了叶清凡一拳 并没有将叶凡杀了 也是松了口气 不是他关心叶凡 而是关心陆金安 为了叶凡这个烂人 赔上一条命并不值 而陆金安看着叶凡的惨叫 并没有同情他 反而觉得应该如此 想对自己下杀手的人 陆金安从来不会手软 叶凡的惨叫 也把叶凡身后的朋友阵性 一个一个看着倒在地上惨叫的叶凡 没有人去扶起叶凡 反而一个一个绕过叶凡 自顾自地向外面走去 在他们看来 倒在地上的叶凡就像一个疯狗 现在谁也不敢靠近叶凡 生怕叶凡咬自己一口 而那名柜台的小姐姐 也是吓得脚都软了 这怎么办 而陆金安回到林维夏身边时 冰冷的眼色又换回满脸笑容道 我们走 去吃妖兽肉不用管他 至于叶凡会不会报警 陆金安完全不担心 因为是叶凡最先出手 自己不过是反击罢了 而且叶凡还私自动用武技 向人的脑袋轰去 要抓也是抓叶凡 这里又刚好有监控 所以叶凡肯定不敢报警的 但他的其他报复自己 陆金安可不敢保证 唉 可惜自己不够强大 要不然当场把叶凡杀了 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看来 自己也要尽快提升实力了 这让陆金安深深感受到 在高五世界实力的重要性 没实力别人杀你 也不过一句话的事情 爹 79章 没多少钱 也就一万块 想到这陆金安不再理会 还在地上惨叫不止的叶凡 只是像还在呆呆 站在那的林维夏说道 走了 还在这里干嘛 林维夏也反应过来道 好 我们走 随后两人就向六号房间走去 那名跪台的小姐姐 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于是也只好跟着林维夏和陆金安 去六号房间 只留下惨叫的叶凡 不过叶凡在陆金安离去后 就强忍疼痛站起来 心中更是在咆哮叨叨时 自己一定要弄死这小子 至于叶凡有没有想过报警 也从来没想过 因为他知道 就算报警也拿陆金安没办法 因为是自己先出手先 而且报警也弄不死陆金安 自己一定要把他弄死 叶凡想到这眼神发痕 像是下一秒就动手杀人 随后 叶凡就只能把脸上的血擦干 之后就捂着手臂向外走去 另一边陆金安和林维夏 坐在豪华的椅子上 而两人前面 就是一张豪华的大饭桌 房间里 均配有最豪华的布衣家具和设施 以浓重而不失活泼的色调奔放 且大气的布局近似 自然优美的线条 豪华舒适 至尊至贵的体验 陆金安 暗暗看着六号房间的布局 心中不由想到 不愧是VIP卡 才能吃饭的包厢 而那名柜台的小姐姐 眼神害怕地看着陆金 安颤巍巍的小声道 先生 吃什么 陆金安见柜台的小姐姐这模样 也是觉得有些好笑 自己有这么可怕吗 不过 陆金安也知道 陆金安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吃的 于是陆金安就看向林薇下道 你要点吧 林薇下也没问题地点点头道 行 随后林薇下就向柜台的小姐姐道 来一个爆炒铁牛肉 清蒸火龙虾 和红烧刺猬猪 还有四爪鲍鱼 蘑菇炖七彩鸡 先来这些吧 柜台的小姐姐早就边听边记下了 记完后就开口道 行 小姐已经完全记下了 我现在就去交给厨房 对了 请问还要什么喝的吗 林薇下听到柜台的小姐姐的话也是 思索一会说道 给我们俩来两杯御公罪吧 柜台的小姐姐也记下点点头道 行 两位客你请稍等 我就去将菜单交给你厨房 很快就能上菜了 柜台的小姐姐说完就推开房门 走了出去了 房间内只剩下陆金安和林薇下两人 而林薇下在柜台的小姐姐出去后 这才担忧地看向陆金安道 陆金安今天你把叶凡打了 以叶凡那牙子逼爆的性格 他以后肯定会报复你的 你自己要小心点 放心叶凡的父亲 我会叫我爸去说一番 让叶凡的父亲不用出手 但叶凡肯定会用其他手段来报复你 所以你也要小心一点 要是有危险就给我打电话 陆金安听到林薇下 这么关心自己 不由心里暖洋洋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又多一个关心自己的人 另一个就是秦之义 现在多了一个林薇下 放心 我会小心点的 陆金安也是笑着开口道 以叶凡的性格肯定会报复自己 但就不知道 以什么方式报复了 所以现在陆金安感觉 提升实力迫在眉睫 只要实力够大 还怕叶凡的阴谋诡计 林薇下也有些自责 要不是他 陆金安怎么会惹上叶凡那个人呢 其实林薇下也和叶凡不熟 倒是他父亲和叶凡父亲熟 所以两家也经常聚在一起 但林薇下每次都非常讨厌这个叶凡 因为叶凡老是仗着他父亲 是大武师到处欺负人 更重要的是 每次都用色眯眯的眼神 看着自己 简直是个又色又丑的臭男人 不像陆金安看 自己一点杂念也没有 而且还长得这么帅 想到这林薇下 不禁多看两眼陆金安 嗯 还是一样这么帅 林薇下内心 不由有些害羞地想到 陆金安 完全不知道林薇下的想法 要是知道的话 陆金安 可能又会说 从没在任何方面服过人 唯独帅 我服我自己 但现在 陆金安完全不知道 林薇下的想法 见林薇下看着自己 还以为是担心自己呢 于是 陆金安继续说道 放心吧 就叶凡那样 我能把他的屎都打出来 今天我就把叶凡的尿 给打出来了 林薇下听到说的话 不由扑痴的一声笑出来 陆金安要吃东西呢 怎么还说屎尿这些的 陆金安见林薇下 这模样也知道 林薇下已经忘了 刚才那事了 就在这时 咚咚两声门响响起 随后门外 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 客人我是来送水的 我现在进来了 林薇下听到 也是回道 进来吧 随后包厢的门就被打开 进来是一位 身穿工作服的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那名女孩子 一进来就拖着托盘 走到两人面前 各自放了一杯御工醉 随后道 客人请慢用 说完就退出去了 而陆金安看着 这油青铜器杯 装着白白色的东西 也是一阵好奇 而且还有一阵 扑面而来的香气 让陆金安闻多几下 都觉得气血增多几分 这可把陆金安震惊了 这东西 只是闻一下 都能增加几分气血 林维夏也看出 陆金安的惊讶解释道 这个是由 大力金刚元的精血在剑 配合药材制作而做 喝一杯 能使人增加0.5的气血 陆金安听到 林维夏的的话 也是暗自扎舌 没想到 小小一杯的东西 能增加0.5的气血 要知道前身的陆金安 苦苦练化气血 也不过是两点气血 而这一杯 就加0.5气血 还真是好东西 不过肯定价钱 也不便宜 想到这陆金安 不由是喝一口 舌尖顿时感觉一股清香传来 还伴随着一股甜味 还挺好喝的 陆金安又忍不住多喝一口 随后陆金安就多嘴问了巨道 这一杯多少钱啊 林维夏也拿起杯子喝一口道 没多少钱 也就一万块钱而已 陆金安听到人点 就把口中的御公醉喷出来 但想到 是一万一杯 又生生给咽回去 陆金安咽下去后 才破口大骂道 就这东西 要一万块 特么怎么不去抢 林维夏也是白了一眼 陆金安道 一级药剂一只二万块 一只能提升一点气血 而这一杯能提升零点五气血 一万块钱 确实不算贵了 第八十章 软饭硬吃 如真男人 听到林维夏这么说 陆金安差点跳起来 嗯 一杯就要一万 还不算贵 而且还只加零点五气血 还不如自己睡一小时睡家的多 不过 这倒挺好喝的 就在这时敲门声 又响起咚咚 随后又是刚才女服务员熟悉的话 客人菜来了 我们进咯 林维夏自然回道 进来吧 女服务员听到林维夏的话 才敢推开房门 随后除了女服务员 还有很多端着菜进来的服务员 一个一个的都把菜放在桌子上 顿时房间里各种各样香气散发开来 等把菜全部放好后 女服务员才说道 客人请慢用 我们先下去了 有事可以叫我们 女服务员说完就带着人下去了 而陆金安则是好奇 看着色泽鲜艳的各种各样的菜 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林维夏则是笑着 看着陆金安道 动快吧 看看这里的妖兽肉 好不好吃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也没推脱 而是加起一片爆炒铁牛肉 放到嘴里 顿时嘴里感觉这牛肉很鲜 很嫩 这还是陆金安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牛肉呢 随后 陆金安又 感觉自己身内的气血又增加几分 果然也是好东西 随后 陆金安就狂吃起来 而林维夏也和陆金安差不多 就这样 两人很快就把这一桌的妖兽肉给消灭 两人吃完这一桌子 肚子都很撑了 陆金安坐在椅子上 感受身内那多几分的气血 怕是自己的气血提升一点多了 吃饱喝足的陆金安 满意地看着林维夏道 我们走吧 林维夏也是坐在椅子上 摸摸自己的小肚子 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点点头道 行 我们走 随后两人就向外走去 而陆金安也发现 叶凡竟然不在这里了 不过也不觉得奇怪 叶凡不可能还有脸呆在这的 就这样 林维夏熟车熟路地 把陆金安带到柜台前 而柜台的里面 还是刚才带陆金安和林维夏 去房间的柜台的小姐姐 柜台的小姐姐 见两人都在这 不由站起来道 两位客人有什么吩咐吗 林维夏则是笑嘻嘻道 我们是来结六号房的账的 柜台的小姐姐 听到林维夏的话 也是立马从电脑查一下多少钱 很快 柜台的小姐姐就查好道 尊贵的客人 六号房间的单 一共是十万八千块 不过 你有金卡 只要十万五千块 听到要十万多 这可把陆金安都吓傻了 一顿饭十万块 这怕是金子做的吧 陆金安忍不住惊讶出来道 多少钱 柜台的小姐姐 还以为陆金安没听清 于是又说一遍道 客人是十万五千块 听到柜台的小姐姐再次说 这让陆金安暗自扎舌 一顿饭就是十万块 还真是贵 也可能是自己钱不够多 要不然也不会嫌贵了 而林维夏听到 这价格表情没有变化 直接拿出银行卡道 刷卡 柜台的小姐姐 也是连忙接过林维夏 递过来的银行卡 随后拿去刷卡 这可把陆金安看的眼皮 都跳了跳 还真是富婆呀 一顿饭十万多块 都不眨眼就让刷卡 不过让林维夏这小妮子 会不会让人看不起 自己是吃软饭的呀 陆金安想的还真没错 此刻柜台的小姐姐 还真认为陆金安是吃软饭的 毕竟哪有一个大男人 让女人给钱的 而且 这男人还长得这么像小白脸 我呸 这么一个大男人 还吃软饭 如果陆金安知道 柜台的小姐姐的话 一定会很生气 吃软饭饭法吗 我胃口不好 不能吃一些软饭吗 而且 软饭是想吃就吃的吗 得长得帅的人 才有资格吃软饭好吧 不过 也有些长得强壮的人 也能吃软饭 我不但要吃软饭 我还要软饭硬吃 但陆金安不知道 柜台的小姐姐的想法 而陆金安 还是硬气地向林维夏说道 怎么能让你卖单呢 这让别人很容易误会 我是吃软饭的人 我是吃软饭那种人吗 以后把你卡给我 让我卖单 不要让人误会我吃软饭了 柜台的小姐姐 听到陆金安也是手一抖 银行卡差点掉落下来 这不就是吃软饭的最高境界吗 软饭硬吃 好伙家吃个软饭 都吃出硬气来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还要小姑娘把银行卡给他 还真是想批吃 肯定不会有这么傻的人吧 而林维夏听到陆金安不但没生气 反而笑嘻嘻道 陆金安你这样好有男人味啊 以我把银行卡都给你 柜台的小姐姐 X 低神啊 这世界是怎么了 这小姑娘竟然同意了 还说吃软饭的人有男人味 完了 完了 这小姑娘怕是被骗傻了巴基了 其实柜台的小姐姐 不知道两个人都是演戏的 刚才陆金安只是开玩笑地说了句 但没想到林维夏竟然同意了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这么说 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怎么这小妮子这么配合啊 搞得现在自己真像吃软饭一样 不过 有一说一软饭 真是又香又甜 真好吃 行了 行了 刚才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陆金安向林维夏笑了笑说道 林维夏也是笑嘻嘻地回道 嘻嘻 我早就知道你是开玩笑的了 我不是配合你一下吗 柜台的小姐姐 这才松口气 就说嘛 哪里会有这样的人 原来只是开玩笑 柜台的小姐姐 把银行卡一刷 十万五千块就到账 柜台的小姐姐 这才把卡还给林维夏道 好了 小姐 林维夏接过卡点点头 随后陆金安两人就向外走了 陆金安和林维夏吃完饭 就准备分离各自回家了 因为周一就是无比 两人都要趁这段时间 努力提升自己实力 林维夏从空间戒指 拿出装战甲的箱子 递给陆金安道 你的战甲 陆金安也是接过箱子 点点头道 行了 我们就在这分离吧 你回去要努力提升实力啊 毕竟周一就是无比了 林维夏这才小鸡啄米道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倒是你也要好好努力啊 你虽然说是舞者境界 但我们班那个冷力学走 就是舞者境界了 你要想拿第一 怕是很难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关心自己的话 又忍不住摸了摸林维夏的脑袋道 放心吧 拿不了第一 拿第二也行 但这次林维夏并没有反对 陆金安摸他脑袋 反而乖乖让他摸 这让陆金安不禁感到有一种成就感 现在这小女子竟然不反抗了 第81章 叶凡的暴怒 随后陆金安和林维夏就分开 各自回家了 陆金安回到家时 已经是中午一点多 回到家的陆金安就 立马睡觉提升实力了 今天虽然将叶凡暴打 但肯定也得罪他了 他之后 肯定会想办法报复自己 所以现在陆金安 只能努力提升实力 另一边叶凡捂着扭曲的手臂 回到一座庄园面前 而庄园门口前 还站着两个身穿黑衣服的保镖 两个身穿黑衣服的保镖 看到自己大少爷这模样 也是吓一跳 因为现在叶凡整条手臂扭曲的 而且叶凡的嘴上还流着血 一位黑衣标连忙问道 少爷你怎么了 而叶凡听到保镖的问话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大吼道 没眼看啊 我受伤了 你们还不给我快快开门 两个蠢货 两名保镖也是被骂得劈头盖脸 但两名保镖也不敢对叶凡说什么 只是赶快把庄园的大门打开 庄园大门打开后 叶凡就不管两名保镖 捂着用紧剩的一只手 捂着受伤的手臂 叶凡的边小跑边大喊大叫道 人呢 人呢 本少爷受伤了 都给我出来 庄园内的保镖 也是听到叶凡的大喊大叫 于是纷纷走出来查看 就看到他们大少爷的手臂 扭曲不成人样 还有嘴也受伤 但叶凡不管这些保镖 静止走去庄园内的别墅 来到别墅前 叶凡又大喊大叫道 快俩人滚过来 给我开门 站在身后的保镖们 一个一个都面露尴尬 因为叶凡的话太侮辱人了 叫人滚去给他开门 叶凡见身后的保镖们 一动不动更起了大吼道 你们这些狗快给本少爷开门 要不然我就打断你们的脚 叶凡的身后的五六个保镖 都被叶凡的给气到了 今天这大少爷 不知怎么这么喜欢侮辱人 而且还骂他们是狗 但他们又不敢说什么 一位保镖健壮也没办法 如果没人去给叶凡开门 叶凡肯定又要骂他们了 于是这位保镖小跑上前 把别墅的门给打开 叶凡这才消气点 不过嘴里还是在不满道 真是废物 开个门都要我叫这么久 身后保镖又给叶凡一顿骂 众人都是面露怒涩 但想叶凡的父亲 是大武师都不敢发声 而叶凡在把新的气发泄出来后 顿时就不管身后的保镖 继续向别墅内走去 边走还大喊大叫道 人呢 人呢 都给本少爷下来 帮本少爷之伤 痛死本少爷了 很快叶凡的大喊大叫 别墅的二楼几个女仆 也快速地走下来 几个女仆一下来 看到叶凡的这副模样 也是惊呼道 少爷你怎么受伤了 叶凡听到几位女仆的话更气了 都怪那小白脸 害到自己受这么重的伤 我一定要弄死他 你们真是眼瞎呀 没看到我受伤了吗 你们还待着干嘛 还不给我请医生 真是一群蠢货 突然楼上又响一道女人声道 反而你怎么回事 怎么受伤了 随后一名三四十岁的美妇人 连忙从别墅的二楼的楼梯下来 这名美妇人 就是叶凡的母亲燕凡 叶凡见到母亲突然大喊道 妈你可要为我报仇啊 那小子把我打成这样 你一定要把我报仇啊 燕凡听到儿子的哭喊 也是急忙问道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那个人叫什么 竟然敢把我宝贝儿子打成这样 叶凡也是恨恨地说道 我不知道那小子的名字 但知道他和林维夏在一起的 林维夏应该知道 那小子叫什么 都怪这小子竟然敢打我 妈你一定要弄死他 或者叫我爸给我弄死那个小子 燕凡也满脸心疼地 看着叶凡手上的伤道 好 妈一定帮你弄死他 告诉你爸去 还有林家的小妮子 知道那人的名字 叶凡点点头道 他就是和林维夏走在一起的 燕凡也是恨恨地 那小子 应该是和林维夏同笑的了 一中是吧 叶凡也是一脸愤恨道 这小子我打他 他竟然敢还手 而且还侮辱我 一定要搞死他 燕凡也是点点头道 等你爸回来 就告诉你爸去 让你爸去林家 问出那人叫什么名 叶凡这才点点头 心中却在想 这小白脸死定了 随后燕凡看着 还站在那里的女仆道 还不快去给我儿子请医生 还站在这干嘛 那些女仆连忙英事 随后匆匆去打电话叫医生了 半个小时后 医生才匆匆赶来 叶凡看到医生 到了立马道 快来救我 痛死我了 那三名男医生 也不敢耽搁 因为他们 也知道这青年的霸食大午市 经过三位医生 一阵检查后 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医生 向燕凡道 叶夫人 你儿子的手臂骨头 全部碎裂 嘴上也掉了四颗牙齿 想要恢复 怕是要一段时间 燕凡听到后 忍不住惊呼出声道 什么一条手臂 骨头都碎了 你们快点 给我治好它 叶凡也知道 自己的手臂全废了 想到这叶凡的 更恨陆金安了 其中一个五十岁的医生道 想短时间治疗 怕是得用上 由再生地火稀的 精血做成的药剂 不过这药剂太过稀少 也太多珍贵了 我们这里也没有 叶凡听到医生的话后 立马向燕凡道 妈你快去给我买这药剂啊 你儿子要痛死了 燕凡也是毫不犹豫地 点点头道 好 妈就叫人去卖 燕凡说完就转身 对着几个女仆道 你们也听到了 快去五者联盟给我卖 五者联盟 没有就去万宝哥 反正你们要给我买回来 多少钱都无所谓 快给我去 女仆们也连忙硬士 随后又匆匆忙忙 出去卖东西了 而叶凡一直在喊痛不停 三位医生 只好给他打上镇痛针 又给他处理嘴上的伤口 一小时后 叶凡在不停地叫骂道 那些废物 卖个药剂都这么久 干什么吃的 燕凡也是道 就是 都是吃白饭的 卖个东西都这么久 就在两人骂人时 终于有一位 满头大汉的女仆 匆匆忙忙赶回来 手中拿着一个 黑色手提箱子 叶凡看得眼睛一亮到 买到了 女仆气喘吁吁的点点 把手提箱打开 果然里面有一支 用玻璃瓶装的鲜红的药剂 三位医生 也是拿出来看一看到 没错就是这个 第82章 调查陆金安 随后带眼镜的医生 拿起药剂递给叶凡的道 叶绍喝下就差不多好了 叶凡接过鲜红的药剂连忙喝下 顿时叶凡就感觉自己手臂处 暖洋洋的不再痛了 嘴巴也是伤口 好像在慢慢愈合 叶凡又感觉自己 又活过来了 一阵时间后 叶凡的手臂竟然恢复以前的样子 连嘴的伤口也愈合了 就是牙齿没长出来 叶凡伤好后就一跳哈哈道 哈哈 我伤终于好了 随后三位医生就告辞了 晚上六点钟 叶凡坐在饭桌上 而饭桌对面 则是一个中年大叔 长得平平凡凡 但身上却有一股上位者的气息 这个人说是叶凡的父亲叶二合 此时叶凡横恨恨地说道 爸有人将我的整条手臂都打断了 还有嘴里的牙齿也掉四颗 他竟然把我打成这样 爸你一定要弄死他 叶二合听到叶凡的话 只是脸无表情道 这次你又惹出什么事来吧 叶二合太清楚 他儿子了 每天都是出去做事回来 每次看人不顺眼 就打断别人的脚 每次都要自己去处理 叶凡这才恨恨道 本来和我朋友吃完饭出来碰到林维夏的 随后我看到林维夏 竟然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只不过出警告几句他 然后他竟然还骂回我 我就气不过 想出手教训一下他 谁知那小子竟然是舞者境界 随后那小子还狠毒地将我手打断 爸你要帮我报仇啊 叶凡把过程掐头去尾地说道 没有说是自己先骂陆金安 和是自己想取陆金安性命先 叶二合听到叶凡的话 也是露出愤怒色道 这小子竟然下手这么狠 就这点小事就下手这么狠 你告诉我那小子叫什么 叶凡回道 爸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但林维夏应该知道 叶二合这才点点头 随后拿起电话 找到林顶天拨打过去 很快电话就接过了 叶二合就先说道 喂 老林吗 今天我家小子被一个人打了 听说你家林维夏知道 那小子叫什么名字 我就是想问问 过了二三秒 电话中的人才笑呵呵回道 老叶啊 这是年轻一辈子的事情 你管这么多干嘛啊 而且我听说是你家的小子 先对人下死守 那个人只不过是还手罢了 有必要这么心事动众吗 叶二合听到林顶天的话 也有些愤怒 这叶鼎天竟然帮一个外人 叶二合用平静的语气道 反正他把我儿子打伤了 只要你告诉我 名字就行 林顶天也是继续笑呵呵道 告诉你又怎么样 难道你亲自去把那小子打死 你也知道 舞者联盟有个规矩 老一辈的舞者不能对新一辈的舞者出手 要是被发现的话 最轻也是废除修为 叶二合听到林顶天的话 也是眼神闪烁一下 舞者联盟确实规定过 因为这样可以防止那些境界高的一辈 对青年一辈出手 如果老一辈的舞者 能随意对青年一辈出手的话 那华夏很快就没有新生血脉了 所以 华夏才这条规定 或者 除非你和他同境界才能出手 要不然 老一辈不能出手 叶二合想到 这也是继续道 老林只要你把名字给我 我自己保证不出手 让青年一辈自己打去 行了吧 另一边 林维夏的父亲也在思索 要不要把名字交给叶二合 林顶天也有些无奈 今天宝贝女儿一会回 就跟她说 要她保一个人 随后把事情经过都说一遍 林顶天本来想不帮的 因为叶二合跟自己是多年的朋友 也是一个大舞师 自己也不好帮 但在女儿的苦苦哀求下 林顶天也没办法 所以才发生这一幕 现在叶二合也保证不出手了 只说是青年一辈出手 而且 只要自己给个名字就行 自己给不给呢 如果不给 以叶二合的本事肯定查得到的 不过是多一天少一天吧 小伙子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了 希望你自己有实力应给他们吧 行 老叶我就告诉你 他叫陆金安 其他的 你自己查吧 说完 林顶天就挂掉电话了 而另一边叶二合听到名字 也是喃喃自语道 陆金安 叶凡自然也听到了 顿时就向叶二合问道 爸你不能出手 那这小子 怎么弄死他 叶二合听到叶凡的话 也是被自己儿子喘笑了 白痴 我不能出手 那其他人就不能出手吗 你只要悄悄找个地方 让人去干掉他就行了 而且 就那小子 还不配我出手 对了 你说那小子是武者敬见 叶凡点点头道 没错 那小子确实是武者敬见 要不然 为什么连气血都没用 就把我一个用了 武技的武图八段 给打断手 叶二合听到叶凡的话 也是说道 在这个年纪 成为武者倒是个天才 不知道他 有没有背景了 要是有背景 就不好办了 叶凡也是冷静下来 是啊 那小子这个年纪 就达到武者敬见 很可能背后有背景了 叶二合响一阵后 就从门外叫道 阿七 很快 一个身穿黑衣服的保镖进来道 家主有什么事 叶二合对着名为阿七的保镖 吩咐道 去一下警局 找下刘队 让他查查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 名为陆金安 很有可能 是在一中毒的 看看他背后 有没有背景 查好后回来跟我说 阿七恭敬地点点头道 好的 家主我就去 随后阿七就推门出去了 叶二合则是对着叶凡道 先看看这小子 有没有背景吧 要没有到时 就找人弄死他吧 行了吧 叶凡这才开心道 好的 爸 小白脸啊 小白脸啊 最好你就没背景 倒是自己 就弄死他 让他看看 得罪自己什么下场 而陆金安 还呼呼大睡 还不知道 叶凡两父子 已经在想弄死自己了 现在陆金安 为了周一无比 和防备叶凡的阴谋 再努力睡觉提升实力 就这样陆金安睡到周七 周七日陆金安没再出去 饿了就煮面吃 吃完就争分夺秒地睡觉 而另一边 叶凡和叶二合 已经手中拿着陆金安的资料 叶二合边看边说道 陆金安 男至17岁 父母双亡 在高五一中就读 家住东安小区五楼 叶凡听着 叶二合的话 不由内心狂喜 这小子 还是个孤儿 又没背景 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第83章 天地异象 叶二合边读 边看完陆金安的资料 嘴角也闪过冷笑 这小子 既然没背景 那可别怪我弄死你了 不过这小子天赋 倒挺好的 背后梅家族的支持 竟然能在这年纪达到五者 还真是一个天才 叶凡听完陆金安的资料 也是兴奋道 爸 这小子没背景 我们就弄死他吧 叶二合听到自己儿子的话 摇摇头道 现在弄死他不合适 因为周一 就是高五一中的无比了 我们不适合动手 再等几天叫上 阿七 阿爸 阿九 三人去杀掉这小子 他们三人 都是五者境界 足够杀掉一个 刚刚入五者境界的人了 叶凡听到叶二合的话大喜道 谢谢 爸 星期一清晨 陆金安从床上迷迷糊糊地醒来 脑海中又响起系统的提示声 丁宿主睡觉17小时 获得的17点属性点 陆金安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一瞬间感觉清醒了 自己这七天的属性点有多少 周六和周日 自己一直在睡觉 怕是这两天加起来 都有40点属性点 陆金安不再多想直接对系统到 给我打开系统的属性面板 丁 以为宿主调出属性面板 系统的机械声回到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102加 五者一段 100斜杠200 力量 370加 约等于8000斤力量 速度 290加 防御 282加 精神 102加 攻法 SSS级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度小乘 20斜杠100 5G F级八级拳 熟练度入门 5分之5 D级雷鸣拳 熟练度大乘 60 180 C级5G雷光斩 熟练度入门 1分之20 D级5G雷闪 熟练度入门 1分之20 未分配属性点 135 陆金安看着自己 135点属性难免有点激动 自己辛辛苦苦地睡觉 终于攒下这么多属性点了 周一到周五 每天平均睡18小时 加上周六 和周日 每天睡20小时 这才有这么多属性点 想想这些天 这么辛苦地睡觉 陆金安就感觉这些 属性点来之不易 别以为睡觉 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其实陆金安 每天睡这么多觉 也很辛苦 每天就是吃饱就睡 陆金安都感觉自己的肚子 都要胖一圈了 不过 幸好自己的八块腹肌还在 要不然陆金安真要哭死 不再多想其他 陆金安开始想 这些属性点 加到那里上好 五计 气血 功法 陆金安感觉都想加点啊 自己的刚学的 两门五计也需要加点 气血也要加点 还有功法也想加点 一时间陆金安都不知道 加哪个好了 要不然先把功法加到大城 然后剩的加上五计上 这是陆金安想出的方案 加功法 不但可以提升五计的威力 还可增加气血一举两得 自己的功法越强势 放出雷属性五计的威力越大 到时就化身为雷电法王 嘿嘿 陆金安想到自己 在五笔大赛中 化为雷电法王大杀四方 想想就兴奋 系统给我加点 陆金安对脑海的系统道 好的 宿主要加哪些 系统依旧是那机械声 给我把SSS功法 加八十属性点 然后5GC及雷光 展给加到小城 5GD及雷闪也加到小城 陆金安对着脑海的系统 吩咐道 定 正在为宿主加点 脑海中传来系统的机械声 煞时间陆金安体内 就突然出现一股 狂暴的蓝红雷电 此时体内的蓝红色雷电 就像脱缰野马 在体内到处奔腾 体外更是在不停地 流走着蓝红色的雷电 陆金安的衣服 也瞬间被狂暴的雷电之力 瞬间垫为飞灰 甚至连陆金安坐的床 也一瞬间消失 也化为飞灰 连陆金安十米里的东西 都被陆金安体外 流走的雷电给电煤 而此时 陆金安完全没有空管这些 因为体内 如同脱缰野马的雷电 在不停地奔腾 这可把陆金安痛得满头大汗 嘴中更是紧咬牙齿 这 特么怎么 回事 怎么这么 痛 陆金安嘴巴 在不断打颤的自言自语道 而陆金安还不知道 此时原本外面的大惊天 在忽然间变成乌云密布 暗无天日 好像随时就下大雨一样 一刹那 天边闪过一道蓝红色的雷电 巨大的闪光撕裂了黑暗 吃力地抖动了几下 又恼怒地 把不肯辅救的龙龙吼叫 从茫茫的空间深处 从八级之外 推涌过来 四剑刀相击 四山崩地裂 这是雷电 原本还是大惊天 瞬间就变成乌云密布 这让还在街道上的人 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看着这一幕 这个景象 就像有什么大恐怖 要降临一样 而且这雷电 竟然是蓝红双色的 城内守护司小队队长张居安 也是惊疑不定地 看着遍暗的天空 难道有什么大妖兽 要降临在江城内吗 如果是那就完了 此时张居安的心情 瞬间乱成一团 叶家 叶二合本来还在睡觉 就听到巨大的雷响 瞬间就把叶二合 从睡梦中吵醒 叶二合起来 看到这蓝红色的雷电 也脸色大变 这 不会是有大妖兽 要降临吧 不会吧 要是大妖兽 降临要赶紧跑路才行 自己可不想死在这 林家 本来还在吃早餐的林鼎天也是 脸色一重看着 这突然由大惊天 瞬间变暗的天空 心里的也是上跳下跳 而林为夏 则是惊呼道 怎么大惊天 突然变成乌云密布 而且雷电 还是蓝红色 这到底怎么了 其实 众人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陆金安功法 升级搞出来的动静 而陆金安此时也不知道 外面天气大变 只是死死紧咬牙关 等着体内 狂暴的雷电之力 慢慢停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金安体内的雷电之力 果然慢慢平复下来 体外流走的雷电 也消失了 只剩下一无寸缕的陆金安 此时陆金安 虚脱地倒在地下 本来红润的嘴唇变得惨白 额头更是大汗淋漓 莫人知道 陆金安经历过什么痛苦 刚才那奔腾的雷电 在体内四处流走 就像用高强度的雷电 在不停地电击你的五脏六腑 这根本就 是不是人能忍受的痛 别说陆金安了 就连那些壮汉来 恐怕也会鬼哭狼嚎 要不是自己达到 五者境界防御增加 要不然还真可能 给这流走的雷电 搞伤五脏六腑 第八十四 张 给我狠狠地打 而天外的异象 也随着陆金安 接收完功法后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一切没来过一样 又变回了大惊天 这让在城内的众人 都觉得很奇怪 刚才天明明乌漆嘛 黑的一副 要下雨的模样 怎么突然又变回大惊天 就像刚才这黑漆漆的天空 是幻境一样 或自己的事情 守护寺内张居安 看着集合起来的守护寺众人 本来张居安 看着这一项 准备集合起守护寺众人 随时应对危险 但没想到这一项 又突然消失了 张居安看着这天空 喃喃自语道 刚才到底发什么了 叶家 本来叶二合 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了 但看到天气又恢复平静 也打消 收拾东西走人的想法 谁也不知这一项 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要是叶二合知道 是陆金安引起的话 这一瞬间陆金安就感觉 自己的两门武技 应该都到小城了 感受身上比之前强两倍的力量 陆金安忍不住对系统道 给我打开属性面板 系统回道 好的 宿主正在调出属性面板 姓名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205加 武者二段200斜杠300 力量 620加 约等于12000斤力量 速度 480加 防御 490加 精神 120加 攻法 SSS及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度大成 100斜杠1000 5G F及八级拳 熟练度入门 5分 D及雷鸣拳 熟练度大成 60 180 C及5G雷光展 熟练度小成 270 D及5G雷闪 熟练度小成 260 未分配 属性点 37 陆金安 看着自己忽然间眼睛一亮 自己竟然来到五指二段了 这可对于陆金安来说是一个惊喜啊 没想到加攻法竟然还真能提升这么多气血 哇哈哈 又省少100属性点 不过 当陆金安看到将SSS及攻法提升到后面需要的属性点后 瞬间兴奋就烟消云散了 这 竟然要1000点属性点 这都可以让陆金安从5者提升成50了 不过陆金安感受自己体里又更强三倍的雷电威力 也顿时感觉很值了 也就是说 自己释放的5G威力也将会提升三倍 还有C级5G雷光展和D级雷闪都达到小成 还剩下37点属性点 先胜着 反正这次还不能让陆金安的5G升个级 等到足够了 陆金安再加上也不迟 现在 自己有12000斤的力量 等于5者6段的力量 加上自己的体内雷电的威力又增大三倍 陆金安感觉 就算自己面对5者8段也不成问题 在5比大赛 拿下第一名陆金安感觉轻轻松松了 想到这陆金安 这才心情满意地从地板上站起来 突然陆金安发现自己的小弟怎么凉嗖嗖的 陆金安向下一看 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身上的衣服呢 连内裤都没了 咋回事啊 难道有人趁我睡觉 偷我衣服 陆金安突然又发现一个问题 自己好像是坐在床上吧 怎么现在到地上去了 陆金安连忙向陪伴自己20年的床望去 顿时就发出一声大叫 我的床呢 除开床不看外周围的地方的东西也不见了 甚至还有一条内裤烧烂了一半 连墙壁上也黑漆漆的 就像被大火烧过一样 陆金安此时的心情是这样的 陆金安也算明白了 是自己体外的雷电太强 把周围的东西全给电成灰了 自己心爱的床 还有内裤都没了 自己还真是蠢啊 怎么每次都在家里加点 害到床都没了 看来 下次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加点才行了 不然又把屋子破坏了 陪伴自己20年的床就这样没了 太难了 一不对 自己都没有20岁啊 那就是陪伴自己十多年的床就这么走了 陆金安在难过一阵小钱前后 这才想起 今天是无比第一天可不能迟到啊 连忙找衣服穿上 随后不再管这些东西 只能等回来再收拾了 就匆匆忙忙的出门去了 先是买早餐吃 吃完再搭公交车 陆金安赶到学校时还有五分钟 就快到八点了 陆金安也是一阵小跑 跑到平时上课的武道士 此时武道士里全班的人都在这里 集合了 就只差陆金安一人没来 但陆天海面上并没有愤怒的表情 反而心情很不错 毕竟陆金安达到五者境界 可以说拿个第二第三都没问题 最重要 自己也可以狠狠地嘲讽一番老顾了 等下让陆金安见到一般的 就给我狠狠地打 陆金安此时终于赶到武道士了 而陆天海见到陆金安脸上 瞬间浮现笑容道 金安啊 你终于来了 陆金安也有些不适应地 瞧着满是笑容的林天海 刚才自己还担心 迟到会不会被老魔头臭骂一顿呢 现在看来完全多余了 之前也没见老魔头 对自己这么好啊 林天海笑呵呵道 金安啊 等一下你要是遇到一般的人 不要给我手下留情 给我狠狠地揍他们 让他们班看看 什么才叫天才 陆金安也知道 林天海打什么鬼主意了 原来想让我狠狠地 将一般的人打扮 林天海他自己好趣 跟一般班主任顾天炫耀 行 没问题老林 我一定会狠狠地揍他们的 陆金安也是回道 反正这也只是小事 要是一般有人和自己打 自己肯定也要打败他的 所以答应下来 对陆金安影响不大 林天海也满一点点头道 行 你小子 回到班里的队伍去 陆金安自然没意见 看着班里的队伍 陆金安随便走到第一排站好 林天海这才看着众人道 等一下我们要去体育场 之后会有校长说话 说话后 就正式开始抽签了 你们抽到 谁就看你们运气了 第85 账 你哪里都不硬 但就嘴最硬 随后林天海继续说道 好了 我就不多了 希望大家能拿到好的名次吧 八点钟 本来是想起上课铃铛 但现在突然广播 响起一个声音 很好听的女声道 请各位同学到体育场集合 请各位同学到体育场集合 而林天海在听到广播后 大手一挥道 我们出发 说完就带头走去舞蹈市 而身后的众人 就像小弟跟大哥去干架一样 紧紧跟在林天海身后 此时林天海也走出气势汹汹的气势 这次 我一定要让老顾看看 我班也是有天才的 而体育场有两万平方米 能同时坐下五千个人 虽然说是体育场 但也完全不同 体育场中间有五十座擂台 每座擂台占地一百平方米 可以让每个舞者放开手脚打 此时林天海带着陆金安众人 来到体育场上的空地上 而这空地上也集中了二十个班 没错是二十个班 每班都有五十人 这里大概有一千名高三学生 就这只是一个高三的人 其他高二 高一的人都没算上 因为高二和高一的人 此时都在体育场观众席上观战 每个班都按顺序排列好 陆金安则是站在六班的最后面 各个班的班主任则站在前面 而体育场中心的前面观众席上 有几个显眼的座位 是用来给领导们坐的 而领导身后 也有几十个座位 是给各班的班主任坐的 台下的众人见到领导还没上台 于是各自聊起天来 站在陆金安左处七班的一个小胖子 对着旁边的长满豆豆男小声说道 兄弟你听说学校热门争惯的十大人选了吗 豆豆男也是小声回道 谁没听啊 这个事人都知道了好吧 第一肯定是我的女神冷力血啊 一身实力达到五者四段 这谁能比他境界高啊 不愧是我女神 实力又厉害 又漂亮 真的多看几眼 我都觉得活得值了 要是还能跟女神在一起让我吃屎 我都愿意啊 豆豆男犯着花痴的 想道 一旁的小胖子也小声道 也是第一名肯定是冷力血的 但第二名 我可听说很有可能是二班的楚飞扬 他也在这几天达到五者境界了 而且还掌握着一门第级武技 还达到小城 所以第二名很可能是他 豆豆男听到小胖子的话 也是点点头道 我也听到他们班的人说了 第二名还真可能是他 还有好像一般的雷武境界 也达到武图十段 也掌握着一门第级武技 第三很可能是他 不过九班的李东也是达到武图十段的实力 也有一门第级武技 这两人谁拿第三还不一定 小胖子也是点点头道 还有我们学校第二大校花灵为侠 听说也在这几天达到武图九段 同时掌握两门第级武技 甚至还有一本C级武技 我感觉他很可能夺得第三 豆豆男点点头道 林大校花的实力也不差 而且还这么漂亮 不过听说林大校花 和六班一个叫陆金安的男生谈恋爱呢 可惜啊 好白菜被猪拱了那个名陆金安的男人 何德何能和林大校花谈恋爱啊 就算要谈也和我谈啊 那陆金安有我帅吗 有我有实力啊 小胖子听到豆豆男扑 吃一声就笑了 随后又强忍笑一道 兄弟你别逗我了 我可是听说陆金安长的事 那叫一个帅 简直是玉树临风 英俊潇洒 仪表不凡 而且你没听说他 已经达到武图五段境界了吗 孩童境界 把他们班的班主任打败了 就你这武图二段境界 还真比不上人家 豆豆男听到也是不满冷横道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比我帅一点 有实力点吗 做人要看内在 不要看外面像我这种心底 善良又老实的男人 才是最好的 小胖子也笑呵呵道 我心服口服 外带佩服你了 你哪里都不硬 但就嘴最硬 豆豆男也被小胖子的话气道 谁说的 明明是我二弟 才是最硬的好吧 小胖子也是嘿嘿笑道 他硬不硬 我哪知道啊 要不然我们试试 豆豆男见小胖子这模样 也是懂了 也是加着声音道 不要啊 杰哥 陆金安偷听着两人的谈话 也是无语了 自己听到什么了 这两人也玩得够变态的 还有自己 不就只是长得帅点 还有实力点吗 有必要这么嫉妒自己吗 不过 小胖子眼光倒不错 还知道我长这么帅 不过这次陆金安 倒是偷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如冷力血的境界 竟然达到五者四段境界 不过对于现在 自己的来说问题不大 还有二班名处飞扬 竟然也达到五者境界了 但对陆金安来说 还是毫无威胁 随手可灭 至于那两个武徒 十段陆金安更不放在心上 反倒是林维夏这小妮子 竟然成为武徒九段了 提升还挺快的嘛 就在这十个班的班主任 都对身后的学生大喊道 安静 安静 因为校长来了 此时一位长的大肚子 头顶中地海的中年男人 从台梯慢慢走上去 身后更是跟着五六个人 有副校长 教导处主任 总务处主任 每个人都差不多到中年的岁数 走在最前面 应该就是校长 别看校长一样 中年男人模样 但从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竟然达到五十 这可比武者境界 强十倍多啊 所以说能当上午高的校长境界 肯定不会低 大肚子校长上 到高台自然地坐在中间 其他人也各自坐下自己的位子 大肚子校长 看着台下一千多名学生 也是满一点点头 他们除开是学生外 同时还是一个舞者 想到这大肚子的校长 拿着麦克风道 大家早上好 台下个班主任 主动带头鼓起掌来 众人看班主任都鼓了 自然也跟着鼓起掌来 顿时体育场内 响起一阵响亮的掌声 这可把陆金安看得嘴角抽了抽 不就是说了一个 大家早上好吗 有必要这么热烈吗 大肚子校长也是 满一点点头 抬手向下压了压道 好了 好了 同学们都很热情啊 但可能还有很多同学 不认识我是谁啊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国强 是这座是这座 武高一中的校长 我在这里 已经做了快十年的校长了 目送着一个一个学生 同时又是舞者考进各大学府 说实话我很荣幸 第八十六章 第一名的奖励 李国强继续道 今天看着神采奕奕的你们 我感到很欣慰 就如同三十年前 我和在台下的各位同学一样 年轻朝气蓬勃 陆金安听到李国强说到这 以为又要鼓掌了 于是也鼓起掌道 说得好 周围的人见陆金安带头鼓掌 以为又要鼓掌了 于是纷纷鼓起掌来 跟着陆金安大喊道 说得好 不远处的人见有人鼓起掌 于是纷纷跟起鼓掌 也同时说道 说得好 李国强也是满脸笑容 抬手向下压了压道 好 同学们的热情 我感受到了 这众人才停下鼓掌 安静地看着李国强 李国强也是继续说道 这次无比 取得前五十名 我教我把他们编进特训班 特训班他有着全校最好的资源 有着全校最好的老师 教训着 说到这李国强停顿一下 像在思考怎么说 而陆金安看校长停顿下来 以为校长又想他们鼓掌了 于是又鼓起掌道 好 周围的同学见陆金安鼓起掌 也是不自觉地跟鼓起掌来道 好 一旦有人鼓掌 他们都会不自觉地跟他们鼓起掌来 于是 下面的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此时李国强的额头 也是冒出几条黑线 这是那个王八蛋 又带头鼓掌啊 不过李国强最终 还是和上次一样 笑着抬手向下压了压道 行了 同学的热情似火呀 大家先停下来吧 随着李国强的发话 众人又停下来 眼巴巴地看着李国强 李国强也是调整一下喉咙继续说道 这次无比的第一名 将会获得到我校奖励的一本 C级5G或D级功法 还有奖励十颗黄级气血单 一枚十立方米的空间戒指 众人听到第一名 有着奖励瞬间吵闹起来 我去 第一名有C级5G或D级功法 还有黄级气血单十颗 还有空间戒指 这么豪华的吗 对啊 这第一名的奖励我看着就眼红 但可惜自己没拿十里拿第一名 这次学校还真大方 连C级5G和空间戒指都拿出来了 听着我都想拿第一了 兄弟你就想想吧 第一名肯定是冷力血的 毕竟人家都到武者四段 拿什么跟他打 嘿嘿 我可以拿又大又粗的东西跟他打呀 兄弟 你还想得挺美的呀 唉 可惜这第一名奖励 我们也只能听听 陆金安听到第一名 竟然又有本C级5G和空间戒指 眼睛瞬间一亮 那不都是我的吗 说实陆金安现在的实力感觉 暴打冷力血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 在陆金安眼里 第一名的奖励就等于他的 没想到学校这么大气 连空间戒指都拿出来 还有C级5G 李国强剑下面听到奖励 瞬间吵闹起来 也是暗自点点头 这证明奖励够豪华 李国强剑差不多了 拿着麦克风道 好了 大家先安静下来 众人这才渐渐安静下来 李国强继续道 除开第一名的奖励 第二名的奖励一门D级5G或E级功法 黄级气血丹五颗 一套E级战甲 第三名一本D级5G或E级功法 黄级气血丹两颗 一套F级战甲 众人听到第二第三名的奖励 也是纷纷议论起来 第二第三名的奖励 也有D级5G啊 还可以换成E级功法也不错呀 听着我口水直流了 我不求第一名 让我拿个第二第三名就行了 我去理财大白日 做什么梦啊 有没有兄弟有尿的 给我尿醒他 有糖尿病的就别来了 以免让他尝到甜头 嘿嘿兄弟 我这刚好有尿 不过最近有点上火 没关系吧 嘿嘿没关系 没关系 上火的最好 给他去去火 杨江和宁远 我操你大爷的 李国强看着下面 吵闹成一团的众人 也是继续道 先安静听我说完 这次我们无比 是采取抽签的方式的 如假同学抽到一号签 乙同学抽到二号签 那就是假对义 懂了吗 众人也是在下面大喊道 懂了 李国强 这才点点头继续巴巴拉拉 说了一大堆 都是一些鼓励众人的话 此时众人的状态 80% 随后李国强到 下面有请副校长 听到还要副校长 讲话众人的状态 70% 副校长也是和李国强一样 头顶地中海 身材比李国强瘦一点 副校长接过话简 又巴巴拉拉的 说了一大堆 听完副校长 讲话众人的状态 60% 随后副校长 又将话简地 给教导处主任道 现在请教导处主任讲话 此时 众人听到 又要给教导处主任 讲话状态40% 教导处主任 又跟副校长 一样巴拉拉说一大堆 众人在台下 听着都差点睡着了 而陆金安 因为排在最后面 刚好这里 又有草丛 于是干脆趁着时间 躺在草丛上睡觉了 以陆金安对 这些领导的惯性 他们不讲两三个小时 都不会开始 所以陆金安打算 先睡两三个小时先 毕竟自己要 争分夺秒地提升实力 在这听他们说废话 还不如睡一觉 于是 陆金安就一屁股坐下来 躺在草丛里睡觉 幸好这天气是大阴天 没有太阳晒 要不然陆金安还真睡不着 除开陆金安外 队伍后面的人 也有些偷偷坐下 就这样陆金安睡了半个小时 七班队伍的痘痘男 也发现陆金安躺 在草丛一动不动 顿时就对小胖子说道 那个人是不是晕倒了 怎么躺了半个小时 都一动不动的 小胖子也看向陆金安 也发现 好像是哦 这个人好像还真是晕倒了 要不要报告给他们班主任啊 至于他们 为什么不认为陆金安是睡觉的 是因为在他们认知里 在这种环境 怎么可能有人睡得着 他们刚开始 还以陆金安是累了 想躺一下 但没想到 躺了半个小时都没动 所以都以为陆金安晕到了 痘痘难道 要不我们去看看叫得醒他吗 要叫不醒 再去告诉他班主任吧 小胖子也点点头道 行 我们去看看先 随后两人脱离自己班的队伍 向陆金安方向走来 小胖子来到陆金安面前 蹲了下去 小声说道 兄弟醒醒 而陆金安毫无反应 小胖子不由叫大点声道 兄弟醒醒 第87章 什么风浪越大 鱼越贵 见陆金安还是躺着一动不动 一点反应也没有 痘痘难在旁边 小声建议道 要不你用手摇一下他试试 看他醒不醒 小胖子也是点点头 随后便用手摇晃 着陆金安道 兄弟醒醒啊 而此时的陆金安在睡梦中 梦见自己在一条渔船上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不停地摇晃 而自己则是坐在渔船勾鱼 口中还说着 风浪越大 鱼越贵 此时小胖子 在拼命地摇晃陆金安 见陆金安这样都没醒 甚至口中还说着 奇怪的话 什么风浪越大 鱼越贵 小胖子见这样 都弄不醒陆金安 于是他看向痘痘难道 他是真的晕倒了 叫都叫不醒 口中还说着奇怪的话 我们怎么办啊 痘痘难也是着急道 我们去叫他们班的班主任吧 小胖子也没办法 点点头道 我们快去 随后两人便向前挤去 前面的人见有人竟然挤过来 不由骂道 你们挤什么挤啊 就是别挤我了 小胖子和痘痘难 两人连忙道歉 各位同学不好意思啊 后面有人晕倒了 我们现在急着找他班的班主任 听到小胖子的话 众人不由向后看 果然在草丛上 躺着一个一动不动的人 后面的同班同学 见到是陆金安 顿时惊呼道 是陆金安晕倒了 还真是陆金安 怎么就晕倒了 这两人都叫得很大声 连前面的人都听到了 一个一个 好奇想象下面看 而其他班也有人听到 一个名为陆金安的人晕倒了 于上一个一个 左看右看 想看看那个人晕倒了 随后就找到 躺在草丛的陆金安了 于是纷纷议论到 这个不是六班的陆金安吗 怎么会晕倒呢 谁说不是呢 他好像度五图五段 没这么容易会晕倒啊 我知道了 会不会打多了 就晕倒了 我靠 兄弟你是人才啊 你是不是自己试过呀 打多还能晕倒 放屁 我看视频的 自己没试过 我去 更变态了 你竟然看男人打 你这么变态的吗 你大爷的 小胖子和逗逗男 连忙跑到林天海面前 着急说道 老师后面有人晕倒了 林天海本来还很好奇 这两个其他班的同学找自己干嘛呢 原来后面有人晕倒了 林天海也是着急道 是谁晕倒啊 林天海边说边向后着急地走去 小胖子和逗逗男紧跟齐后 众人也是纷纷给这三人让路 小胖子听到林天海的话 也是沉思一下道 好像是你们班的陆金安 林天海听到 是陆金安脚步一顿 这小子 不会又睡着了吧 就陆金安这小子 达到五者境界 怎么可能轻易晕倒呢 不过 先去看看再说 林天海继续向后面走去 小胖子和逗逗男连忙跟上 果然林天海一来到后面 就见陆金安向得大字地躺着 紧闭眼睛 一动不动 林天海看到 陆金安这副模样 可以肯定陆金安这小子 又睡着了 别问林天海怎么知道 是一种直觉 林天海走到陆金安身前 对身后两人道 你们有叫过他吗 逗逗男立马回应道 哟 我们有叫过他 怎么叫都不行 而且摇晃他也不行 他好像口中还说 什么风浪越大 鱼越贵的话 林天海听到逗逗男的解释 也立马明白 陆金安这小子 是睡着了 想到这林天海额头 不由出现几条黑线 陆金安还真是什么地方 都睡得着啊 而且睡着 又叫不醒的那种 陆金安这小子 上一辈是投猪吗 这么能睡 林天海黑着脸 对陆金安大声喊道 下课了 小胖子和逗逗男 周围人都不懂林天海 为什么这么喊 本来还躺在地上的陆金安 瞬间如弹簧一点弹起来 小胖子 你 逗逗男 哦 周围人 林天海 林天海虽然知道 陆金安会起床很快 但没想到陆金安变得更快了 陆金安起来就见到众人 都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 也是不由也有些猛逼 虽然我知道 哥很帅 但也不要用这么震惊的眼神 看着我啊 林天海感觉自己教了一辈子的舞 都没见过 有人比陆金安脸皮 还要厚的 众人也没想到 陆金安起床的第一件事 竟然觉得自己很帅 虽然说是很帅 但没想到陆金安 这么厚脸皮地说出来 逗逗男也小声 喃喃自语道 脸皮比长长的砖 陆金安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自己刚才睡觉怎么了 而且我睡个觉有必要 这么多人围观吗 都把我整害羞了 是在睡觉啊 怎么了 陆金安点点头承认 不过也有点好奇 林天海问这个干嘛 林天海冒出几条黑线道 别人都以为你晕倒了 叫都叫不醒你 陆金安也明白 怎么回事了 顿时保证道 老林 放心我这次一定不睡了 林天海也无奈道 行吧 我上去了 陆金安点点头道 上去吧 上去吧 绝对不睡了 林天海这才上去 只留下大眼瞪小眼的小胖子和痘痘男 不过 小胖子和痘痘男 也是连忙跑回自己班的队伍去 太干大了 原来人家在睡觉 自己还以为他晕倒了呢 周围人见没戏看 便不再看陆金安了 班上的人对陆金安这种行为 已经见怪不怪了 要是不睡觉他们 还以为这不是陆金安呢 陆金安站起身 活动活动身体 这次只睡了半个小时 只有零点无数性点 陆金安看着台上 还在不停巴拉拉的人 瞬间也无奈了 果然不管高五世界 还是前世 学校领导 都喜欢讲两三个小时才行 就在这时 坐在台上的李国强的手机突然响起 李国强拿起一看 脸色大变 手机上面显示着来电视冷市长 李国强 不管这么多 连忙接下道 冷市长有什么事吗 手机就传来威严的声音 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想过来看看 你们笑的无比 听说搞得可是很大 李国强听到冷市长 要来看他们学校的无比 也猜到些什么了 冷市长又名冷男生 是城内四大武士之一 而冷力学 则是冷男生的女儿 所以 冷男生说来看他们学校的无比 可能是想现场看他女儿 第88 张 冷力学 谁都知道 这冷男生是个女儿奴 所以这次冷男生 要来这里观看他女儿的比赛 也情有可原 李国强不敢怠慢地回道 没问题 热烈欢迎冷市长 来我笑指导 手机也传出冷男生的哈哈大笑道 行 我这就去 先这样再说 随后 冷男生就挂断电话了 李国强还没松口气 就见手机突然又响起来 李国强也是不敢耽搁 连忙拿起手机一看 手机上 显示着灵顶天 李国强眼睛也是一瞪 今天什么日子 两个大武士轮流给自己打电话 难道这灵顶天 也是来看他女儿比赛的 李国强不再多想 先接下电话先 很快电话就传出灵顶天的哈哈大笑声道 老李啊 我女儿说你们笑办了的什么舞比啊 我也正好去看看 李国强心想 果然也是来看自己女儿比赛的 李国强连忙道 行 老李你过来就行 哈哈好 我现在过去了 手机里传来灵顶天开心的声音 随后灵顶天就挂断了 李国强在灵顶天挂断后 也是摇摇头 看来这两个人都是女儿奴啊 随后 李国强就等总务处主任发完言 接过话筒道 好了 现在也不多说了 第一轮海选赛正式开始 众人听到终于结束了 这才欢呼出声 太好了 终于讲完话了 陆金安也听到结束了 也差点跳起来 在这听着陆金安都想睡觉了 李国强继续说道 好了 同学们你们前面都放着五个大箱子 现在每班一个一个的 各自去从这五个大箱内摸纸条 摸到多少号 大箱旁边就有工作人员帮你们登记 之后等度过海选赛 我们再抽一轮签 现在大家各自去吧 为什么要在大箱子旁边 设置人专门登记呢 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他们摸到号数后 然后各自交换 所以 每个人来到箱子前摸到号数 就立马登记下来信息 这样才能保证比武的公平性 众人听完李国强的话 前面的人先跑到五个大箱子面前 伸手进去 摸出一张纸出来 随后打开读出号数 班级 姓名 这样就完成登记了 不过 登记也需要点的时间 所以 那些来得晚点的人 只能一个一个在后面排起队来 而陆金安刚想去排队 但林天海突然找到他说 有事情跟他说 陆金安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林天海找自己干什么 随后 林天海拍着的陆金安肩膀缓缓地说道 你小子有没有战甲 兵器 要没有我现在可以先借给你用 我的兵器是一柄地级的剑 然后战甲也是一级战甲 我先借给你用吧 林天海也知道 陆金安家里没有父母双亲 是一个孤儿 所以林天海就认为 陆金安没有多余的钱 用来购买战甲 兵器等 林天海就想 先把自己的战甲和兵器 借给陆金安用 好让陆金安夺得一个好名字 而且林天海也听说 其他班又有一个达到武者境界的人 所以 陆金安想拿第二名 也不是这么好拿的 至于第一名林天海 想都不敢想 冷力学已经是武者四段的境界 陆金安一个刚成为武者境界 怎么打得过 能拿到第二名 就可以让自己嘲讽老顾多几天 想到这林天海 不禁一阵兴奋 陆金安听到林天海的话 也是一愣 自己的战甲和兵器 好像今天出门 太急忘在家里了 陆金安 自己现在还真没有战甲 兵器啊 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忘记了呢 自己真是他们是一个傻区 不过对付这些小喀拉咪 自己不用战甲和兵器 也能轻轻松松爆打他们 只要不对上冷力学 自己一拳一个 而且林天海还要借兵器和战甲给自己 但林天海的兵器是一柄剑 好像用着不是很顺手 不过也能用 陆金安思索一阵后才开口道 行 老林 我今天忘了戴战甲和兵器来了 先借着你的用先 林天海听到陆金安的话点点头 不过心里却很清楚 陆金安肯定是没有钱 买这些东西才没有的 至于说 忘记戴战甲和兵器 那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傻的人 上战场会忘记戴枪呢 但林天海不知道的是 陆金安还真是忘记戴战甲 兵器了 这笔青青草原的狼 竟然能抓住洋海离谱 林天海笑着说道 行 你先去抽签线 我的战甲和兵器等下 就去办公室拿给你 陆金安点点道 好 随后 陆金安这才向抽签的箱子走去 等陆金安走到时 几乎每个抽签箱子的 都排着长长一条队伍 而陆金安随便找一条队伍排好 因为陆金安来得迟的原因 所以陆金安现在只能 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不过排在陆金安的前面 是刘洋和张沸这两个二货 刘洋和张沸见陆金安排在他们后面 也是一阵咬牙切齿 都怪陆金安害到他们要洗一个月的厕所 前几天洗厕所时 竟然有人将屎拉到外面 简直太可恶了 害到他们两人一边洗厕所一边干呕 陆金安完全没理会两人 对这两个二货已经见怪不怪了 就在这时陆金安突然听到 队伍前的众人的惊呼声 快看 那是不是我女神冷笑花 我去 真是冷笑花呀 还是一副很高冷的样子 我喜欢 如果让我和冷大笑花在一起 我愿意让兄弟的鸡鸡短十厘米 我真妈真看走眼了 竟然和你做兄弟 还有 你怎么知道 我鸡鸡只有十厘米的 妈妈呀 吃出一个大瓜来了 不行冷笑花 实在太漂亮了 为什么自己这么丑 要是和冷笑花做情侣 会不会配不上 我靠这位丑兄弟 你是喝什么了 何成这样 还想跟冷笑花做情侣 我看你想屁吃 做人要有梦想吗 要不然 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来了 来了 冷笑花缓缓向我走来了 陆金安听到众人的惊呼 也是好奇地向队伍前面看去 可爱太多人挡着自己 看不到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了 刘阳和张沸两人 听到是冷笑花 也立马伸长脖子 想看看冷笑花在哪 整个现场就像个追星队伍一样 顿时乱哄哄的 而陆金安在众人挡住 看不到冷笑花后 也是耸耸肩 不在身头去看 第八十九 张 好家伙 谁跟你做兄弟 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不过 很快惊呼声越来越近 就连刘阳和张沸两人 也惊呼出声 刘阳激动道 冷笑花向我走来眼 张沸顿时也激动道 放屁 明明向我走来 而陆金安也好奇地抬头望去 只见冷立雪身穿一条黑色长裙 黑色的长裙 衬托着雪白的肌肤 他双目游四一红清水 顾盼之际 自有一番清雅高华的气质 让人为之所舍 自残行贿不感谢 白皙的皮肤 看上去如同鸡蛋膜一样 吹弹可破 如樱花般怒放的双唇 勾出半月形的弧度 冰冷孤傲的眼睛 仿佛没有焦距 雪白的长发 散披一泻而下 陆金安也是看一眼就不再多看 虽然很漂亮 但也和林维夏差不多吗 自己差不多天天和林维夏 这小妮子在一起 早就对这种美色 有了抵抗力了 冷立雪表情冷淡 面对众人的惊呼 和各种各样的话 都不能让她冰冷的表情上 出现一丝一毫的变化 就像一个不识人 煎烟火的仙女一般 冷立雪早就习惯 面对众人的围观和惊呼 因为从小到大 所有的男生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例外 每个男生都想尽 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接近她 有的甚至装高冷 像不喜欢自己一样 想吸引起自己的注意 就像刚那个 只看自己一眼的男生一样 想用这种方法 吸引起自己的注意 自己早就看透了 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子 虽然说刚才那只 看他一眼的男生很帅 但想就这样吸引自己的注意可笑 随后 冷立雪则是一步步 向陆金安的身后走去 而刘洋和张飞两人 瞬间就激动起来 两人都认为 冷立雪是向他们两人走来 刘洋在心里激动想到 果然自己一直在承受 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帅气 连冷大笑花都来找我了 不会要跟我表白吧 自己是答应呢 还是答应呢 张飞此时 内心也在暗暗想到 看来我的帅气的外表 连冷大笑花看到都过来跟我表白了 果然人就是不能长太帅 万一走到街上 被坏女人抓走就不好了 两人在内心都是自恋地想到 而冷立雪看都没看 两人一眼静止向前走去 只是路过陆金安时 偷偷看两眼陆金安 想看看这家伙 想用什么方式引起自己的注意 结果陆金安也是像刚才 冷立雪对刘洋两人一样 一眼也没看他 冷立雪在心里暗暗笑着想到 就想用这种方法 吸引起本小姐的注意 太可笑了 而刘洋和张沸两人见冷大笑花 连他们两人一眼都不看 瞬间被打击到了 就插在地上画圈圈了 冷立雪不再多想 静止走到路金安后面排好队来 此时已经有不人关注冷立雪要去了 但看到冷立雪 竟然只是去路金安身后排队 一个一个妒忌起来 冷大笑花前面的男人是谁啊 怎么这么幸福啊 冷大笑花竟然排在他后面 早说嘛 我就让冷大笑花排我前面好了 自己就可以闻到冷大笑花身上的香气了 就是 就是啊 让我闻一下冷大笑花的香气 让我兄弟少活几十年都没问题 好家伙 谁跟你做兄弟 都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刚才冷大笑花在自己面前 走过我闻到他身上的香气 好香啊 让我少活十年也值了 而路金安站在这也隐约能闻到一股淡雅的奶香 这让路金安不禁想起 林维夏身上也有一股枝子花香味 怎么漂亮的女人多有香味的 还是喷香水了 正在路金安暗暗响时 冷力学也在后面暗暗想到 怎么我一走近就感觉到 这人对自己有一种压迫感 就像低境界的人遇到高境界的人 冷力学心里也有些震惊 能让自己感觉有压迫感的 起码要比自己高四五个小境界才行啊 或者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人 但自己竟然从前面那故意装高冷的男生 感受到了 难道这人的境界还要比自己高 但这人和自己的年纪差不多大 怎么会比自己境界高 难道是京城那边的人 不可能京城的人 怎么会跑到江城这四线小城市呢 京城那边有着更好的教育资源 也有着更好的武道老师 而自己从京城来到这里 是因为父亲要来江城当市长 自己才跟着父亲来的 此时李国强等领导都在校门口处 等着冷男生和林顶天的到来 很快不远处就驶来一辆劳斯莱斯 车牌更是写着8888886个8 李国强见到这车牌后 就知道是谁的了 李国强等领导立马恭恭敬敬地站好 劳斯莱斯来到校门口前就停下 最先走出的一个十七八岁的青春 可爱的美少女 之后就是一位长得很帅的中年大叔 这两人就是林威夏和林顶天了 李国强等人连忙上来道 老林 我可是在这里等着你好久啊 就等你大驾光临了 林顶天则是哈哈大笑 拍了拍李国强肩膀道 老林你什么时候会拍马屁了 李国强也是哈哈笑道 你可是大武师啊 我当然要拍一下大武师的马屁啊 林顶天和李国强也算多年的好友 所以 两人一见面 不由各自打趣起来 而林威夏看到两人聊得起劲 也是对着林顶天道 爸我去体育场去了 说完不等林顶天回话 就匆匆向体育场跑去 林威夏边跑边在心里想到 不知陆金安有没有想我 哎呀 自己想什么呢 林威夏想到这不由有点脸红 林顶天则是黑着脸看林威夏跑远 宝贝女儿怎么跑这么紧 难道有猪脱了我的白菜 想到这林顶天心情更不好了 李国强也是在一旁呵呵笑着 老林 脸这么黑干什么 林顶天也反应过道 没什么 我们快进去吧 李国强则是摇摇头道 我叫副校长带你进去吧 我还要等冷市长呢 林顶天听到李国强 竟然要等冷男生也是好奇道 哦 他也来看女儿的无比 李国强点点头道 是啊 和你一样是女儿奴了 林顶天听到李国强的话 神色傲娇道 谁叫我宝贝女儿这么可爱呢 李国强见林顶天这副模样 也是呵呵笑着 林顶天随后恢复政策道 那我就陪你等下冷市长吧 李国强顿时摇摇手道 不用 你堂堂大武师 跟我在校门口等有失身份 第九十章 你就是全校最废物的人 正在林顶天和李国强两人聊天时 校门口也行驶了一辆国产车红国 车牌竟然是也黑白色的 两人看到这辆车就知道冷男生到了 因为这黑白色车牌 可不是一般人能挂的 这只有那些政府高官的人才能挂 很明显 这就是冷男生的车 很快车上的司机就主动走下来 帮冷男生拉开车门 随后 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走下车 那中年男人长得温文儒雅 让人第一眼看到 就会认为 这人必定饱读诗书 这就是冷男生 江城的第一把手 同样也是一个大武师强者 林顶天见到冷男生率先开口道 冷市长 可算把你判来了 李国强也紧跟其后道 就是啊 冷市长快快里面请 冷男生见到林顶天 也在这也有些疑惑 林顶天也是城内的四大武师之一 冷男生自然认识 林大武师怎么你也在这 冷男生好奇地开口道 林顶天听到冷男生的话笑呵呵道 叫我老林就行了 别叫什么林大武师听着别扭 我在这里 是因为我女儿也是在这读的 所以我就专门来看看 我女儿 冷男生听到林顶天的话 也是明白了 原来林顶天也和自己一样 来看女儿的无比的啊 而且 林顶天的女儿 还和自己女儿同一间学校 可真巧 至于为什么冷男生这才知道 林顶天的女儿 是在这间学校 也是因为 他跟林顶天不是很熟 他自己更不可能让人去调查 林顶天的女儿在哪部了 嗯 林大武师 冷男生刚想说什么 就突然被林顶天打断道 叫老林就行 听你叫我林大武师 还真不适应 冷男生见状也只好道 行 老林我们进去吧 别在这站着了 冷男生说完这才看向 李国强继续道 李校长我们进去吧 林顶天和李国强 两人自然没意见 于是三人边走边说笑走进去 其他的领导 也只好老老实实跟在后面 冷力学感受着陆金安身上 那淡淡的压迫感 也是忍不住好奇 向陆金安冷冷问道 喂 你叫什么名 冷力学向陆金安问名字 也是想知道 自己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如果听过他名字 自然知道他是谁了 应该对自己能产生压迫感的人 一定不是无名小卒 而陆金安完全没理会冷力学 因为陆金安还以为冷力学 是在跟别人说话呢 根本就不是叫自己 毕竟自己又不跟冷力学熟 所以陆金安则是认为 冷力学不知跟谁说话呢 冷力学间自己叫陆金安不应 顿时就气了 这还是第一次自己主动叫人 那人竟然不应的 嗯 这人是故意装高冷 想吸引起自己注意 真讨厌这种人 装模作样 要不是为知道他是谁自己 才不会问他名字呢 冷力学见陆金安连头都没回 也是继续加大声音冷冷道 你叫什么名字 陆金安听到冷力学再说一次 也是不由好奇地回头看了看 嗯 没人啊 难道是在问我 陆金安也是指了指自己道 是在问我 冷力学仍旧表情冰冷道 没错 陆金安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高冷笑花竟然主动问自己名字 难道自己真长太帅了 连高冷笑花都想追我 不过陆金安还是不动声色回道 陆金安 本来还想听听前面那人叫什么 但听到陆金安时 不由在心里震惊地想到 这就是学校最废物的人 冷力学早就听说 陆金安是全校最废物的人 到高三也只有两点气血 但这为什么 现在他能给自己带来淡淡的压迫感呢 不对 他绝对不只是 只有两点气血的人 冷力学在心中想到 不过外表还是没变化 冷冷对陆金安道 你就是全校最废物的人 本来还在微笑的陆金安 瞬间表情变到这样 明警号 这人会不会说话 谁是全校最废物的人 不要再侮辱我好吗 自己现在可是全校最强的男人 冷力学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不过仍旧表情冷冷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侮辱你 陆金安也爱口气道 没关系 陆金安还真不能怪冷力学 因为冷力学早就在三个月前 回家修炼去了 而冷力学回家的原因 是因为学校的老师 根本就没什么能教冷力学了 所以 冷力学只能回家修炼去了 三个月前 园主还真的只有两点气血 所以 被全校的人称为 全校最废物的人 就在这一个月 自己就穿越过来了 而且靠系统 将实力提升到舞者二段 虽然自己在学校 用五图五段的境界 将同境界的林天海 击败传遍全校 但冷力学在家 自然不知道 至于自己不久前 爆发出舞者气息 被全班的人知道 但林天海为了让别人不知道 自己是舞者境界 就让全班的人都不能说出去 要是谁说出去 就要洗四个月的厕所 所以现在除了班上的人 没人知道自己是舞者境界 到现在 冷力学肯定还认为 自己是个只有两点气血的废物 所以 陆金安还真不能怪人家 冷力学也是在心里暗暗想到 这陆金安 竟然能给自己带来压迫感 肯定不只有两点气血 应该也是达到舞者境界 才能让自己感到压迫感 而且还要比自己厉害才行 你 不是废物 我感受到你很强 比我还要强 冷力学还是语气冰冷到 陆金安看着冰冷的冷力学 也是暗自想到 这冷力学 还真是高冷啊 从开始到现在 这副冰冷的表情没有变化过 就像一个高冷的女王 要是自己把冷力学逗笑会怎样 想到这陆金安 也是立马45度 抬头语气傲娇到 竟然被你看出来了 我一直在这年纪 承受着不该有的帅气和实力 冷力学看着陆金安 这副自恋的样子 嘴角也是忍不住微微上扬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自己面前这么自恋的人 别的男人都是在自己面前 假装正经 陆金安低头就看到 冷力学的笑也是一呆 冷力学的笑 就像一朵万年雪莲突然绽放 让人感觉 世界最美的景色便是如此 冷力学也察觉 自己竟然笑了 而且还被陆金安看到了 顿时脸上又恢复冰冷 好像从前 一切没发生过一样 第九十一章 人家只是心疼陆金安哥哥 冷力学见陆金安 还在紧紧盯着自己 不由内心有些害羞 随后冷力学还是冷冷说道 你盯着我看干什么 陆金安听到冷力学的话 才从愣神中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一直盯着别的女孩 看似不太好 陆金安连忙说道 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冷力学听闻 也是脸有一点红 自己还是第一次 被别的男生说 自己笑起来很好看的 陆金安看到冷力学 本来像冰山上的脸庞 竟然染上点点红韵 看着陆金安不由一笑 还以为冷力学脸上 永远都是这副表情呢 结果冷力学 竟然也会像小女生一样害羞 林维夏小跑到体育场内 就看到观众席上 有许多高一高二的学生 而体育场中 肩放着五个大箱子 高三的人 都在五个大箱子下排队 林维夏的眼神 快速扫过人群 想看看陆金安在哪条队伍里 而在排队的高三众人 似乎看到林维夏来了 纷纷惊呼道 你们看林大笑花终于来了 还真是林大笑花 怎么现在才来 就是了 不过有一说意 林大笑花的容貌 和冷大笑花不相上下 比起冷大笑花 我更喜欢林大笑花 冷大笑花太高冷了 而林大笑花又清纯可爱 这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跟你不一样 就喜欢冷大笑花的高冷的模样 嘿嘿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我两个都喜欢 林维夏也不管众人的惊呼 只是用小眼神扫视着众人 想在人群中找到陆金安 突然林维夏看到什么眼睛一亮 随后又突然变得气鼓鼓的 因为他看到陆金安了 但他看到陆金安 竟然跟那冷丽雪在聊天 而且 冷丽雪竟然脸有些了红 一副害羞的样子 陆金安 林维夏气冲冲地向陆金安小跑去 而陆金安还不知道林维夏来了 冷丽雪此时就像小女孩一样 有些红着脸 小声说了一声 谢谢 陆金安也摸了摸脑袋道 以后你要多笑笑 我感觉你笑的时候 就像不识人煎烟火的仙女下凡了 冷丽雪听到陆金安这几句话 更害羞了 害羞不但是陆金安说自己笑起来像仙女下凡 还有看着陆金安那副模样很帅 说实话 这是第一次冷丽雪看到这么帅的人 而陆金安只是看到冷丽雪的脸更红了 也是不由心里感觉好笑 一个冰山女神竟然被自己逗到脸红了 就在这时林维夏小跑到陆金安身边 随后一把扑进陆金安的怀里道 陆金安哥哥我好想你啊 陆金安也是没反应过来 但听到林维夏软绵绵的声音 叫自己哥哥感觉自己心都要融化了 还有林维夏怎么来了 而且还主动扑到我怀里 还叫我做哥哥 难道哥的帅气征服他了 而林维夏在陆金安怀里暗自想到 这冷丽雪平时看起来挺高冷的人 结果还不是想勾引陆金安哥哥 果然是一个坏女人 想跟狐狸精一样勾引陆金安哥哥 哼 我宣誓主权 让你以为我和陆金安哥哥是男女朋友 我看你还怎么勾引 嘿嘿 自己的小脑袋瓜真聪明 冷丽雪见到同为学校的笑话之一 竟然就这么扑进陆金安怀里 而且林维夏还叫得这么亲密 脸上也不由一寒 虽然自己跟陆金安没关系 但这种感觉 怎么像狐狸精勾引他男朋友一样 还故意宣誓主权 搞得自己像小三一样 没想到啊 林维夏平时看起来人畜无害 现在竟然会弄心机了 陆金安感受着 自己胸前有两颗软软的东西 顿时就感觉直了 随后 陆金安也主动用手抱着林维夏道 有多想我啊 有便宜 不占就是王八蛋 自己占点便宜不过分吧 而且还是林维夏 那小妮子主动扑在自己怀里的 可别怪他 林维夏突然感受到 陆金安在背后抚摸的手 顿时小脸一红 而且还问自己有多想他 还真是羞人的话题 林维夏在陆金安小声软绵绵道 很想 冷力学冷着脸看着这两人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 就像被抛家弃子的女人 自己的男人 竟然跟狐狸精勾引在一起了 陆金安用手慢慢抚摸着 林维夏软玉的后背 也是心里黑黑直笑 今天怎么了 平时这小妮子 还给我摸个头都不行 现在竟然主动抱着我 冷力学实在看不下去了 冷着脸开口道 这位同学要排队 请去后面排 请别在这里插队 林维夏这才从陆金安怀里 抬起红红的小脸 看向冷力学装可怜道 姐姐能不能让我 排在你前一位啊 我要跟我男朋友排在一起 好姐姐求求你了 冷力学听到林维夏的话 脸上更冷了 这个小绿茶 不知道为什么 更不想林维夏 排在自己前面了 冷力学还是语气冰冷道 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 反正你不能插队 如果你非要插队我 非要教训你一下不可 林维夏看到冷力学 这冰冷的模样 也是把小脸埋 陆金安怀里道 可是我不想离开 陆金安哥哥啊 此时林维夏在心里冷哼 我这招你看怎么解 只要陆金安同意 就算你不让我目的 都达到了 让陆金安哥哥讨厌你 陆金安看到 林维夏这副模样也是 猜出点什么 这小妮子 不会以为 我跟冷力学有什么关系 来争风吃醋吧 而且 小妮子怎么看起来 这么像小绿茶啊 竟然学会用心机 对付女人了 果然这点女人都无视自通 冷力学此时眼神更冰冷 看着林维夏了 那眼神就像恨不得 立马杀了林维夏 陆金安想清楚后 也是无奈地摸了摸 林维夏的小脑袋道 行了 你不能插别人的队哦 乖乖快去后面 排好队吧 林维夏也知道 自己不好太过分 也只是点点小脑袋道 哎对了 陆金安看到林维夏 这副乖乖的模样 忍不住又摸摸 林维夏的小脑袋道 去吧 去吧 林维夏这才乖乖 走到冷力学后面 不过路过冷力学 冷哼了一声 冷力学则是脸上 没表情变化 不过在心里 已经为林维夏 打上小绿茶的标签了 这一切都让旁边的人看到 此时旁边的人 已经震惊不成人样了 这 两位笑话 为陆金安争风吃醋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第九十二章 抽签 周围的人瞬间就发出 各种羡慕嫉妒的声音出来 我去 这陆金安到底有什么本事 竟然能让两个神女 争风吃醋 我酸了 凭什么 凭什么陆金安就能让 两个女神争风吃醋 凭什么我不能 兄弟你也不看看 你长得什么弊样 还想两大笑话 为你争风吃醋 你特么 你也长得跟癞蛤蟆似的 还有脸说我 呜呜呜我的高冷女神呢 为什么会为别的男人 争风吃醋 陆金安太不是人了 竟然脚踏两只船 真是渣男 陆金安也听到众人的议论 也是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 其实他自己跟冷力血一点关系 也没有 但说出来 众人也不会信啊 另一边李国强和林鼎天 冷男生三人 走上前排的观战席上 林鼎天和冷男生 当然坐C位了 而李国强 只能坐在林鼎天的左侧 林鼎天看着场地下的一千多人 也是忍不住说道 还真是热闹啊 冷男生也在旁边点点头道 一千多人的伍比确实热闹 而且其他的五高二中 三中 可不举办这种伍比 毕竟举办这种 伍比花费太大了 也只有你们五高一中 才有这实力举行 李国强也在一旁笑呵呵道 其实啊 我们举办这种伍比 也是想让高三的学生 通过实战 好让他们五考前 认清一下自己的实战的不足 不是只要整天在学校里学习 和练习就行了 更重要的是 将自身的知识 融入实战中 这样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舞者 你说那些整日和妖兽拼杀的人和 整日只会在学校里练习的人 能同吗 那些整日和妖兽拼杀的人 怕是实战经验 比这群矛头小子强得多 而学校这群小子 就像明明有力量 却不知怎么动用 将来怕是和妖兽拼杀 那可是吃大亏的 所以我才举办这次舞比 当然更重要的是 将这次舞比的前五十名好好培养 到时在五考上发光发亮 也好让我们五高一中 和江城争争争光啊 毕竟我们江城每年 能考上高等学府的人 李国强的话也是点点道 这事件你确实干得不错 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者 可不只是在学校里 学习和练习就行了 是需要通过拼杀 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者的 你们学校成立的 那个特训班是吧 我回头就跟教育局说说 让他多给你们一点教育经费 李国强听闻大喜 自己学校成立的特训班 虽然也是用教育局的经费 但冷男生能去帮他说说 多增加点经费 那也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李国强也是开心道 那就谢谢 冷市长了 冷男生则笑道 不用谢 我也是觉得 你教这个方法好 先是举办一场舞比 好让高三中的学生 经过实战 认知自己的不足 还有就是从舞比的前五十 成立特训班 将资源更其中在这五十人身上 那样 他们交上高等学府几率就高许多 我们江城 也是一年只有三十多人 才考的上高等学府 而其他城市 足足有五十多 这也让上面的教育资源 给其他城市倾斜 我们江城 就比别人少一倍多教育资源 长期以往的下去 怕是其他的城婆 得到教育资源越来越多 我们江城的教育资源 自然越来越少 所以 你这想法很不错 也可以让其他学校 跟你校学习 这样 江城就能出更多的人才 李国强和林鼎天两人 也是点点头 江城确实是和其他四线城市 比是差了点 另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就轮到陆金安了 陆金安把手伸进一个 外表式红色的箱子 随便拿出一张纸条 然后打开上面 写着508号 而旁边登记的工作人员 看陆金安打开纸条也是问道 多少号 陆金安听到工作人员的话 把纸条递给他看 工作人员看到后 就在本子上写下508 随后问道 什么名字 班级 陆金安也老是回道 陆金安 高三六班 工作人员登记好后 就立马道 行了下一个 而陆金安则 是走去旁边等事 冷力血神色冰冷的 将手伸进箱里 摸出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是690 随后 递给工作人员道 690号 冷力血 一般 工作人员看到没问题后 就立马记下诱导 下一个 而冷力血 则是向陆金安那边走去 林维夏眼睛瞪得大大 这女人又去勾引陆金安 气死我了 林维夏想到这连忙 从箱子摸出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是452号 随后 连忙递给工作人员道 452 林维夏 一般 而冷力血向陆金安走来 陆金安也有些奇怪 他要找我吗 果然冷力血 来到陆金安面前神情 不自然冰冷地说道 你多少号 陆金安也是笑了笑说道 508你呢 冷力血 也是拿出纸条 递给陆金安看 690 陆金安接过纸条 果然写着690 随后陆金安 就将纸条 还给冷力血道 还真是 不过 你也不用怕我不信 特意拿给我看吧 冷力血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会怕陆金安不信自己 所以就将纸条 递给陆金安看 而且他这次 来是想知道 陆金安是多少号 林维夏 快速抽完签 说完名字和斑别 快速跑到两人面前 林维夏跑到这些 是用眼神 上下打量一番冷力血 见冷力血 仍旧是冰冷的表情 林维夏不由松口气 看来 自己来得还不迟 随后林维夏 就开口向冷力血道 冷姐姐 你抽中 多少号啊 要是我的对手 是你就完了 冷力血看 林维夏先是跑来 上下打量自己 然后才问自己问题 也是不有感的好笑 这林维夏 还怕自己抢他男人 跟防贼似的 冷力血也是开口道 690 我的对手 是689 放心 林维夏这才松口气 还好冷力血的对手 是抽到689的倒霉蛋 自己452 那对手 就是451了 林维夏这才看向陆金安道 陆金安哥哥你呢 陆金安把纸条 拿出来打开给林维夏看 508 对手是507 你的呢 林维夏也把纸条 给陆金安看到 452 对手451 第93章 各显神通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道 看来我们各自都不是对手 林维夏也是点点头道 幸好 没有抽到507号 要不然我可打不过你 那抽中507的号 要倒霉了 也不知道 谁抽中507 就这样等高三全部的人都抽完签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李国强正在和冷男生 林顶天说话 就有人匆匆 走到李国强身边道 李校长 现在全部高三学生都抽完签了 请你发话 李国强也是点点道 好 知道了 你去忙吧 随后 李国强这才对着冷男生两人道 哼 不好意思了 我要先主持开幕式了 冷男生率先说道 没事 你先忙你的 林顶天也开口道 就是老李你忙就行 李国强听到两人的话点点头 随后拿起话筒 对着台下的众人说道 大家都抽完签了吧 那我们无比的第一梯段正式开始了 而台下众人此时都心情激动地看着李国强 终于开始了 大家在这段时间的苦练 检验成果的时候来了 李国强继续说道 现在一到一百号 依次登上擂台 还有个擂台的裁判都各自上擂台 准备开始 这体育场内有五十座擂台 每两人一座 所以是一到一百号的可以上场了 而这些裁判自然 由各班的班主任和各班的老师组成 这些老师和班主任 每个都有舞者境界 作为一个裁判还是可以的 毕竟学生中大多数 只是舞图境界的人 随着李国强的话落下 台下和观众席上 都响起热闹的欢呼声 但好了 终于开始了 我都在这等几个小时了 我等到花度谢了 终于开始了 我睡一觉醒来才开始 太难了 而台下的高三学生们 纷纷摩拳擦掌 他们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 李国强也满意地 看着下面摩拳擦掌的众人 很好很有热血 随后李国强就将话筒 交给播报员 播报员拿过话筒后 也是拿出刚才得到的名单 清了清喉咙道 请大家安静 我是本次无比的播报员 李明 下面我念到名单的各自上擂台 1号曹伟 2号节牛 请上1号擂台 3号牛马 4号陈平 请上2号擂台 5号叶仲 6号王子涵 请上3号擂台 7号唐烟 8号甘肃 请上4号擂台 众人听着台上不抱员李明的喊话声 那些1到100号的人 也是各自上擂台 50座擂台上 也有50个老师担任裁判 而那些 没念到名字的也是 各自上观众席上 观看着100人的无比 此时 陆金安左边坐着林维夏 右边坐着冷力雪 陆金安表情不自然地 坐在两人中间 本来陆金安想 自己随便找个地方坐的 反正现在还没轮到他 顺便看看擂台上众人的打斗 是什么样的 但林维夏这小妮 也跟过来坐 林维夏跟过来陆金安自然理解 但不知为何冷力雪也跟来 所以就导致这种尴尬的情况 现在两人不知怎么了 两个 只是静静坐着 也不说话 这让陆金安魂深不自在 而周围座位的男人 都用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看着陆金安 这小子不知走什么狗屎运了 两个笑话 都坐他旁边 让他们简直极度死了 随着各类台的人都上场 播报员李宁也是说道 各位选手 挤就位 这次高武艺中的无比大赛正式开始 李宁说完还响起三声钟声 当 当 当 随着钟的响起 擂台上的裁判也是开口道 一至二至三 开始 随后各类台上的人都各自攻击起来 一时间轰隆隆不断 各种各样的武技 兵器 骚操作都在上演 如偷袭的 猴子偷逃 龙抓手 插眼睛 反正各种骚操作 把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怎么想象的 无比不一样 不是硬碰硬 或者用武技 互相攻击吗 但这怎么像小孩子打架一样 李国强和冷男生 林鼎天两人看得 也是眼皮跳了跳 这群兔崽子 还真是缺乏实战经验啊 有武技不用 竟然用这些小孩子打架 才用的东西 李国强 也是尴尬笑了笑道 这群兔崽子 怎么打得跟小孩子锅架一样 林鼎天 也是无奈道 这些连生死战 都没经历过的人 自然也只有这水平 冷男生 也是认同点点头道 确实这些学生平时 只是在学校练习 又没经历过实战 更别说生死战了 看来 我们江城 以后一定要重视 这问题才行啊 李国强 也是脸色有点不好看 真丢人啊 冷男生边 看边继续说道 不过也有不少同学 表现得不错 你看那个同学 就知道 在什么时候该攻击 什么时候该躲闪 林鼎天 也是点点头道 确实虽然有一些 打得跟小孩子玩似的 但也有一些打得不错 而另一边 陆金安正 看着30毫擎台 两人的打架也是 让陆金安嘴角抽了抽 因为这两人 从无比开始到现在 都是各自手持兵器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只是在那里 大眼瞪小眼 只见30毫擎台上 一人身穿黑色战甲 但长得贼眉鼠眼 手持一条 一米长的黑漆漆的棍子 而另一人 也是身穿黑色战甲 长得更是歪刮裂枣 手持一个大锤子 两人到现在 只是互相警惕 看着对手 谁也没先动手 长得歪刮裂枣 但身材高大的青年的警惕 暗自想到 没想到今天遇到高手了 本来想让他 先去守攻击的 自己好在 他攻击中找到破绽 然后自己一锤子下去 把他锤死 但现在 这长得丑不拉击的人 竟然和自己一样不先打手 所谓敌不动 我不动 那长得丑不拉击的人 肯定是想趁我动手偷袭我 我偏偏不上当 而长得贼眉鼠眼的青年 也是警惕地 看着长得歪刮裂枣的青年 也是在心里 暗暗想到 这长得像一坨大便一样的人 竟然忍耐这么久 都不出手 他肯定是有什么阴谋了 他一定是想 等我出手 然后用阴谋暗算我 死 此人好歹多 幸好自己看穿他的图谋了 不行自己 要先等他动手 才一棍子 捅他屁股眼 让他尝尝我少年 第一次杀手棍法 而本次裁判 是石器班的班主任 他看着两人 在那在大眼瞪小眼 也是额头冒出黑线 第94章 你看我捶不捶你就完了 这两二货从 开打到现在都只是 站在原地谁也没动 怕是等到晚上 两人都不会动手 石器的班主任 再也看不下去了 直接开口道 你们两人再不开打 你们两个就取消 无比大赛的资格 长得歪瓜裂枣 和贼眉鼠眼的两人 听到裁判要取消他两资格 顿时就急了 两人连忙说道 裁判 我们就开打 别取消我们两资格啊 裁判也是黑着脸道 你们俩快快开始 长得歪瓜裂枣 和贼眉鼠眼的青年点点头 随后两人都警惕地看着对方 都想等对面的先出手 而一秒 三秒 四秒 两人都没动手 长得歪瓜裂枣 看眼裁判 见裁判又要发怒了 无奈只能咬咬牙 拿着大锤子就向前冲 挥动手间巨型的锤子 向贼眉鼠眼的青年砸去 贼眉鼠眼的青年 见对面的长得像一坨大便的人 先动手眼睛一亮 先是向后 暴退几十步 躲开长得歪瓜裂枣 青年的攻击 随后手中的棍子 找好时机 棍子就如一条蛇一样 向长得歪瓜裂枣的青年的二弟刺去 长得歪瓜裂枣的青年也没想到 这贼眉鼠眼的东西 竟然攻击他的二弟 特么的 真阴毒啊 歪瓜裂枣的青年 当然不可能让贼眉鼠眼的青年 攻击到他的二弟了 当即挥大锤子 向贼眉鼠眼的青年的棍子砸去 当 贼眉鼠眼的青年的棍子 差点就被一锤子锤飞 更是震得手臂发麻 贼眉鼠眼的青年 瞬间感觉他面的人比自己强上不少啊 歪瓜裂枣的青年 在挡下攻击后 又继续拎着大铁锤 一步步快速向贼眉鼠眼的脑袋砸去 贼眉鼠眼的青年 吓得直后退 被砸中怕事 脑袋都要炸开 但歪瓜裂枣的青年 可不会放过他 继续向贼眉鼠眼的青年追去 没办法 贼眉鼠眼只能咬咬牙 浑身的气血覆盖在棍子上 棍子顿时发出淡青色的光芒 贼眉鼠眼的青年 挥动棍子 向歪瓜裂枣的青年锤子砸去 口中还大喊 碎山 当当 歪瓜裂枣的青年 被贼眉鼠眼的青年 突然用武器打得连连后退 手中的锤子都被打飞出去 贼眉鼠眼的青年 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继续挥动棍子 向歪瓜裂枣青年攻去 歪瓜裂枣青年手中 没兵器 当然也不敢硬碰硬了 只能左闪右闪 躲开贼眉鼠眼的青年棍子 但贼眉鼠眼的棍子老是出其不意 不是攻眼睛 就是攻二弟 或者等你转身时 更是想插歪瓜裂枣的屁股眼 歪瓜裂枣青年 一时间被贼眉鼠眼的青年 打得上跳下跳 又躲左闪 心里在破口大骂道 这老鹰壁 专攻下三路 他妈还老瞅着 我屁股眼 想用棍子插我 妈的 要不是我大锤子不在手 我早就捶爆他脑袋了 突然歪瓜裂枣青年眼睛一亮 他竟然跑到大锤子旁边了 还是歪瓜裂枣青年 第一次感觉 手中没有大锤子不行啊 贼眉鼠眼的青年 见歪瓜裂枣的青年 又拿回锤子 也有些慌了 刚才只顾着追了 忘了不能让他拿到锤子了 完了 要完蛋了 果然歪瓜裂枣青年 拿到锤子就嘿嘿直笑 嘿嘿 你看我锤不锤你就完了 贼眉鼠眼的青年 咽了咽口水 这歪瓜裂枣笑得太阴了 歪瓜裂枣青年 拿到自己心爱的大锤子 直接向贼眉鼠眼杀去 手中的大铁锤更是灰得烈烈生风 向贼眉鼠眼的青年杂去 贼眉鼠眼的青年 连忙向后退躲过一击 但歪瓜裂枣一击打空后 浑身的气血覆盖在锤子上 被覆盖上气血的锤子 顿时发出土黄色的光芒 歪瓜裂枣青年 也趁贼眉鼠眼向后退的功夫 直接向挥动大锤子 向贼眉鼠眼的青年右侧杂去 贼眉鼠眼的青年 本来用全力躲开一击 但没想到歪瓜裂枣的青年 竟然不在攻脑袋等地方 而是攻向自己身体的侧边 现在贼眉鼠眼的青年 想躲也躲不开了 只能口中快速大喊道 我投降 歪瓜裂枣的青年 在听到贼眉鼠眼青年 喊出投降时候 手中的动作想停也停不下了 歪瓜裂枣的青年 眼睛也是瞪得大大嘶吼道 我停不下来了 贼眉鼠眼的青年 也是一阵绝望 完了 要是被砸中不死 下半生也要坐轮椅了 就在歪瓜裂枣的青年大锤子 快到贼眉鼠眼的青年身右侧时 擂台上的裁判也是动了 直接暴躲而出 来到贼眉鼠眼的青年身后 用力把他向后拉开 随后更是普普通通出一拳 打向攻的大锤子 当 大锤子也被瞬间打飞 而歪瓜裂枣青年 也被打得连连后退 不过歪瓜裂枣的青年倒没怨言 反而松口气 刚才自己 要是真一锤打中的话 那长得丑不拉几青年 不死也一身惨 幸好有这位老师把他们拉开了 贼眉鼠眼的青年也是劫后余生 太险了 刚才自己差点就废了 这时 擂台上的老师也说道 行了 牛大锤获胜 牛大锤 自然就是长得歪瓜裂枣 拿着大锤子的青年 这时 牛大锤才反应过来 兴奋地跳了起来道 哈哈 暗赢了 反观贼眉鼠眼青年 锤头丧气的样子 陆金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也是不由地摇摇头 要不是贼眉鼠眼的青年的疏忽 怎么可能让牛大锤拿到兵器呢 要是牛大锤拿不到兵器 那就很有可能是 贼眉鼠眼青年赢了 毕竟两人的境界都差不多 都是五图三段 不过牛大锤 应该快要突破五图四段了 还有 明明牛大锤实力 比贼眉鼠眼青年强 但为什么会被贼眉鼠眼的青年 打飞兵器呢 还不是因为粗心大意了 要是贼眉鼠眼青年使用5G的话 牛大锤也完全可以用5G来硬抗一波 随后再反击贼眉鼠眼的青年必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类台上的战斗 基本都奋出胜负了 也就是说 100人中已经淘汰50人了 那么1000人中 第一轮就会淘汰500人 也就是说一半 广播员李宁 也是看到各类台上胜负已分 也是拿着话筒道 现在一到100号的无比已经结束 胜利的人能进入第二轮的无比 而失败的人不要灰心 希望你们通过这次失败 能明白自身的不足 第95章 林维下上场 广播员李宁继续说道 好了 我这就不多说了 下面101号到200号 第101号 张小平 第102号何东志 上1号擂台 第103号 乐天 第104号 徐凯 上2号擂台 第105 泰安 第106 强子牛 上3号擂台 陆金安听着广播员的叫喊 也有些无奈 自己是508号 还要等几轮才到自己 每一轮大概要用半小时才行 也就是说 一个半小时就到自己了 就这样新一轮的无比又开始了 这次擂台上的众人倒没有这么辣眼睛了 毕竟大家刚才都在擂台上观看中吸取经验 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合适的运用武器 就这样时间流逝 还是熟悉的声音广播员李宁继续拿着名单边看边念叨 现在到401到500号 第401号 骑兵 第402号 沈秋 上1号擂台 第403号 断静 第404号 善明 上2号擂台 第405号 中尾 第406号 将为上3号擂台 第451号 钱多多 第452号林维夏 上26号擂台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名字 也是转头看向林维夏道 维夏道你上场了 林维夏自然也听到了 点点头道 好 那我先下去了 陆金安也是说道 加油 林维夏站起来道 好的 等我回来吧 林维夏说完还不放心看了两眼冷力学 而冷力学也见到林维夏 竟然不放心看自己两眼 心里也是气鼓鼓的 好像自己会趁机勾引陆金安一样 随后林维夏就走下观众席了 静止走向26号擂台上 陆金安则好奇地看着26号擂台 想看看他的对手到底是谁 说实话只要不遇到舞者境界的 林维夏应该都能赢 现在就听说只有两个是舞者境界的 一个是冷力学 还有一个叫什么楚飞扬 也是达到舞者境界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老六像他一样 是舞者境界但不说出来的人 要是有那人还是一个老六啊 冷力学见陆金安看着26号擂台 也是开口道 放心 那前多多是18班的 他只是五图六段的境界 对于林维夏来说随手可收拾 陆金安也转身点点头道 确实 如果只有五图六段对林维夏威胁不大 林维夏走上26号擂台 就看到擂台上早就站着一个肥肥胖胖的青年 肥肥胖胖的青年身上穿着一件黑蓝色战甲 手持一柄很漂亮的剑 这人就是钱多多了 林维夏此时也穿上之前和陆金安买的战甲 一级战甲 全整白色 手上也拿着一柄蓝白色的剑锹 剑锹上更是刻着精美的图案 让人看着就觉得这件价值不菲 这件也确实价值不菲 这是一把地级兵器 价值也有一百多万 从这就可以看出林维夏是个小富婆了 不是小富婆 是大富婆 钱多多看到林维夏也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因为现在林维夏穿上这件白色战甲时 就像一位女战士不失英气 也不失清纯可爱 让人更想保护她了 不过随后钱多多就不再多想 面对林维夏她自己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林维夏不但美 实力也强 钱多多早就听闻林维夏的境界 已经来到武图九段了 比自己高出三段 说实话钱多多自己也是压力很大 她根本就没胜算 但她又不甘心认输 钱多多也怪自己运气不好 竟然抽到451号 刚好和林维夏做对手 要不然抽到其他人 她肯定能赢 以她实力进前50名不难 但谁让她倒霉呢 第一场就抽中林维夏了 还真是倒霉到家了 此时林维夏神色认真的站在钱多多对面 也在打量着钱多多 林维夏的第一印象是胖 第二印象是有点像伤人 哼 果然还是陆金安哥哥最帅了 而裁判是一名四五十的女老师 她的实力也是舞者一段 但面对这种武图境界的打斗 完全够了 此时裁判站在两人中间开口道 两位选手都准备好了吗 林维夏充满斗志点点头道 准备好了 反观前多多有点紧张地道 准备好了 那名女老师看两人的状态 也知道谁败谁胜了 不过这也不怪她 因为林维夏可以说是一个天才 竟然这种年纪 就达到武图九段了 自己当年这种年纪时 也就武图三段 不过这钱多多 其实也算的天才 可爱 遇到林维夏 要不然金钱五十没问题的 而此时 许多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二十六毫擂台上 因为擂台上 可是有着全校第二校花之称的林维夏 男生看着漂亮的林维夏 也纷纷议论起来 你看林大校花 穿上战甲 青春可爱的脸上 竟然带着一股阴气 爱了爱了 林大校花对手是谁啊 好像是一个胖胖的男的 那胖胖男的 我认识是我们十八班的人 叫钱多多 不过他实力也不弱 有武图六段的实力 那叫什么钱多多的男的真幸福 竟然能和林大校花 在同一擂台上 我也想 兄弟 你也想被提前淘汰出场啊 林大校花 可是武图九段的实力 你怕是不到一秒 就出场了 我早就被淘汰出场了 而且还是 一个长得歪瓜裂枣的人 将我淘汰出场 我宁愿是林大校花 将我淘汰出场 而女生看到 林维夏这漂亮的小脸蛋 和男生的义论声 也是纷纷极度义论起来 可恶啊 为什么林维夏 就是比我漂亮啊 就是 就是 这林维夏还真是狐狸精 你看那些男的眼睛 都要掉出来了 还是全校第二校花 都不够我好看 别看他清纯可爱 听说他早就跟六班 那个废物的 陆金安勾搭在一起了 不过有一说一 陆金安确实是帅 姐妹你说的对陆金安 是真的帅 每次看到他 我都要走不着路了 嘿嘿 你还真是个小浪蹄子啊 不过 陆金安这种帅哥 被林维夏勾搭上了 太气了 就是林维夏有什么好的 他够我烧吗 够我会得多吗 够我懂吗 第九十六 张 这就结束了 你还是拿着打火机烧杯子 这种话都往外说 众女都对林维夏羡慕度极恨 没办法林维夏长得 又漂亮又有实力 家又有钱 男生又都喜欢她 作为女生 谁能不羡慕她 而林顶天 自然也听到 林维夏要上台的消息 瞬间就兴奋地 看向二十六号擂台 想看看自己的宝贝女儿 如何揍别人 林顶天 甚至还口中骄傲地 向旁边两人道 来 来 看我宝贝女儿战斗经验如何 此时林顶天 就想好好炫耀一下 她宝贝女儿 也让她两人 看看自己的宝贝女儿 有多厉害 冷男生 见林顶天 这副骄傲的样子 也是不由觉得好笑 一个堂堂大武师 竟然像小孩子一样 跟他俩人炫耀他女儿 冷男生也是笑着开口道 那就看看 林千金有多厉害了 李国强也在旁边附和道 老林啊 你女儿的厉害 你还不知道吗 对面只是一个 武途六段的小子 你女儿都武途九段了 这一场 完全可以碾压 对面小子了 林顶天听到 李国强的话 也是骄傲地点点头道 也说宝贝女儿 是很厉害 能在这年纪 就达到武途九段 不愧是我女儿 冷男生和李国强 两人见林顶天 这副炫耀的模样 两人也是对视了眼 随后两人都摇了摇头 笑呵呵起来 还真没想到 林顶天一个大武师 竟然会这样子 裁判见两人都准备好了 先是向后退去 然后再对两人道 那么 一至二至三开始 随着裁判的话声刚落 钱多多就先发制人 脚踩在由石头做的擂台上 向林维夏抱射而去 手中的剑 也覆盖上蓝色的光芒 向林维夏劈去 此时钱多多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趁林维夏没反应过来 就给他致命一击 这样自己才有点希望获胜 林维夏面对钱多多 这突然发难 没有丝毫惊慌 冷静地把剑拔出剑翘 嗖嗖 当剑出翘时 寒光闪烁 令人心惊胆战 林维夏还在剑上覆盖上气血 顿时寒光闪烁的剑外表 就覆盖上土黄色的光芒 林维夏不再做多余的动作 直接将剑向钱多多多劈来的剑劈去 刹那间 一道蓝色光芒和一道土黄色光芒相撞 当 不过很快 蓝色光芒就被土黄色光芒击退 而钱多多也被击退七八步 手臂上更是一阵发震 剑身同样在不停地抖动 林维夏在击开钱多多的剑后 没有过多犹豫 提剑就向钱多多刺去 钱多多看到林维夏的剑刺来 也是吓得亡魂大冒 没想到林维夏的攻击来得这么快 连闯口气功夫都没有 要是有人知道钱多多多的想法 一定会笑 如果他跟敌人打斗时 敌人会给他传口气功夫吗 肯定趁他病要他命 反正只要能杀死敌人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行 钱多多来不及多想 咬咬牙向后退去 同时手中的剑也向林维夏的剑挡去 当 刹那间钱多多的剑就被林维夏打飞开 但钱多多也趁着功夫向后退几十步 现在林维夏的剑再也辞不到他了 不过他自己的剑也被打飞开 钱多多脸上露出苦笑 自己还真是凶多吉少啊 连手中的剑都被一下打开 自己还能打得过林维夏吗 不过钱多多虽然是这么想 但抬起手臂握紧双拳 拳上覆盖上气血 自己可不是轻易放弃的人 起码也让自己拼一拼 让自己看看和林维夏的差距 林维夏也没想到钱多多竟然还不放弃 还摆出架势 像是随时向自己进攻一样 林维夏也不由暗自点点头 这人虽然长得很丑 但有一颗敢于面对危险 都能战斗下去 永不放弃的心 林维夏心想到 那自己就拿出真正实力给他看吧 随后林维夏的身上 再次爆发出浓厚的气血 比刚才还要强三倍 手中的剑也是闪烁着土黄色光芒 似乎比刚才亮了几倍 林维夏脚下一塌暴射 向钱多多而去 抬起手臂挥动手中的剑 向钱多多直劈去 林维夏突然发难 这让钱多多不由瞪打双眼 此时钱多多很想象后 退去或者躲开 但一切都晚了 林维夏的剑已经快来到眼前了 钱多多连忙大喊 认输 我认输 林维夏的听到钱多多的话 剑也是停在钱多多面前 一寸的地方 钱多多此时 被吓得眼睛瞪大大的 眼睛更是不敢眨一下 额头更是有冷汗出来 钱多多那一刻 是真真正正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手脚更是冰凉 林维夏也把手中的剑放下 随便收回剑桥中 裁判这也才反应过来到 第452号选手林维夏胜 裁判也是在心里暗自震惊到 太快了 战斗结束太快了 从刚开始交手到现在 怕是不到一分钟吧 战斗就结束了 虽然裁判知道林维夏必胜 但没想到胜得这么快 其实林维夏一开始 就用真正实力 就可以一招击败钱多多 但林维夏并没有 毕竟人家上场 不跟人过两招就把人打败 这可不好 而且林维夏 也不想出风头 钱多多终于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也是松了口气 刚才还真以为自己要死了呢 而观战席上众人也是张大嘴巴 这就赢了 好快呀 一分钟都没到 这就没了 这钱多多太不行了吧 是快难吧 一分钟就被秒了 陆金安看着台下的林维夏也是 嘴角微微上扬 不错呀 这小逆子很强 而林顶天更是笑得嘴都裂开了 别用手拍大腿边 哈哈大笑道 好 太好了 不愧是我宝贝女儿 打得好 冷男生健壮也是笑道 你家的丫头果然很厉害 这不到一分钟 就把五图六段的小子秒了 虽然说 你家的丫头是五图九段 但普通五图九段 可不行一分钟将五图六段秒 起码要两三分钟 而且还是动用武技才行 你家丫头连武技都没动用 就把那小子一分钟秒了 还真是天才 而且战斗时 实际要把握不错 没有因为钱多多突然攻击慌乱 还能反击 而且好像你家丫头前 两招都没尽全力 第三招才尽全力 要是开始就全力以赴的话 怕是那小子一招就败了 林顶天听到冷男生的话 笑得更大声了 哈 老冷你说得不错 分析得头头是道 第97章 白菜被猪拱了 李国强也在一旁附和道 你家丫头确实打得很好 林顶天听闻笑得更开心了 自己的宝贝女儿 真是自己的骄傲 另一边林维夏结束战斗 就向陆金安所在的观众席走去 陆金安看着走来的林维夏道 打得很不错 看来 平时你还是挺认真练习的 林维夏 走过一屁股坐下刚才的座位 督着嘴部满道 当然 我平时上课 可认真了 陆金安见林维夏这副模样 也是笑了笑 随后林维夏就继续说道 下一轮就到你了 你准备好了吗 不对 反正也没人打得过你 除了 林维夏说到这 看了一眼 神情冷淡 坐在那里的冷力学 林维夏认为 陆金安 虽然自己一人 可以将二阶的癞蛤蟆杀了 但还是不够 冷力学打 因为 冷力学可是武者四段 而且还是个天才 战力肯定比普通武者四段高 而陆金安指 是一个刚刚晋级武者境界的人 怎么可能打得过冷力学 陆金安也看到 林维夏说道 这看言冷力学 也是好笑地摸摸 林维夏的小脑带瓜 自己虽然是武者二段 但说实话打败 毕竟陆金安都觉得自己 现在都敢和武者八段碰一碰 冷力学才武者四段 所以将他打败 陆金安还是很有信心的 林维夏感受着陆金安的大手 摸着自己的脑袋 也是不由半眯起眼来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感觉 陆金安摸自己的头好舒服啊 冷力学自然也看到这一幕 神情有些复杂 这个陆金安 竟然敢在自己面前 和林维夏 付亲密的动作 就不怕我看见吗 虽然自己跟陆金安没有什么关系 但陆金安敢 在自己面前摸林维夏的脑袋 林维夏了 难道林维夏比自己漂亮 陆金安竟然不怕我印象不好 林维夏也瞧看 冷力学神情复杂 也是不由心理 黑黑直笑 看到没陆金安哥哥 还是喜欢我多一点 这一切都被女儿奴的林顶天看在眼里 看到自己女儿竟然 和别的男生坐在一起 而且那男生还摸自己女儿的脑袋 自己女儿竟然不反对 还表现很舒服 本来林顶天 因为自己女儿 能这么快结束战斗而兴奋 结果看到这瞬间脸就黑下来 双眼更是死死盯着陆金安 这个混蛋小子 竟然敢摸自己宝贝女儿的头 找死 还有自己女儿竟然让这小子摸头 而且看起来还很亲密的样子 太气人了 自己养的几十年的白菜 就要被猪拱了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个小子到底是谁 对了自己女儿不是之前 叫自己帮一个名为陆金安的男同学求情吗 不会就是这个小子吧 自己女儿明明只是说是普通朋友 怎么会这样 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学会骗我了 都怪那叫什么 什么陆金安的小子 竟然害到自己宝贝女儿 学会骗他 那陆金安小子 还把我宝贝女儿拐走 我一定要这小子好看 想到这林鼎天的手 不自觉握紧 更是用杀人的眼神 看着陆金安 冷男生和李国强 自然注意到林鼎天的异样了 两人都顺着林鼎天的目光看去 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能让林鼎天 看着这么生气 看到林维夏 竟然被一个男生 亲密摸脑袋时 两人就瞬间明白 什么了 好家伙 原来是家里的白菜 难怪这么生气 要换自己也很生气 嗯 突然冷男生发现有点不对劲 自己的宝贝女儿 什么时候会跟男生坐在一起了 冷男生自然看到 坐在陆金安旁边的冷力雪 自家女儿 从来都不跟男生坐在一起的呀 还有怎么那男生 竟然跟自己女儿说话 而且自己女儿竟然也回他 自己女儿他 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平时一般对别的男生 都是冷冰冰的 更别说跟男生说话了 现在那男生 跟自己女儿说话 女儿竟然也回他 冷男生 瞬间感受到 林鼎天的心情了 自己家白菜 也要被拱了 这小子到底是谁 不对 冷静下来 刚才那男生 摸着林鼎天闺蜜的头 这动作 一看就很亲密 自家女儿 应该也看到了 所以他们应该不是 自己想的那种关系 应该是刚刚认识 属于好朋友 嗯 没错 自己都想了 冷男生 也冷静下来 不过看到 陆金安跟自己女儿说话 多少有点不爽 而陆金安还不知道 他已经被两位大武士盯上了 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 林天海拿着战甲 和一柄 剑向走陆金安走来 林天海看着陆金安 左边灵围下 右边冷力血 也是不由暗暗想到 陆金安这小子泡妞 倒是挺可以的 竟然让学校 两大校花坐在身边 而且听说 这两大校花背景 也不错 怕是陆金安这小子 以后要吃软饭了 毕竟陆金安 是长得很帅 要不然连软饭都没得吃 不再多想 林天海抱着战甲 腰间 绑着剑 向陆金安走去 陆金安自然 也看到林天海了 看到林天海手上 拿着战甲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陆金安也快不起身 向林天海走去道 老林你终于来了 林天海看到 陆金安也是笑道 行了 你小子快穿上战甲吧 要不然等一下 就到你上场了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 看向林天海的战甲 林天海的战甲 整体蓝白色 战甲上 还刻着好看的纹路 陆金安接过战甲 大概有两百斤重 这重量 对陆金安来说 完全小菜一叠 自己穿上 也不会影响自身 陆金安快速 把战甲穿上 然后又拿过林天海的剑 林天海的剑 剑翘全体全白上面 还刻着精美的异兽 陆金安也看不出来 这是什么妖兽 林天海笑呵呵在旁边道 怎么样兵器 还可以吧 这件我花一百多万 买下来的剑 陆金安点点头道 还行 不过老林你 一个月有这么多钱吗 林天海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骄傲道 我一个月工资就三万多 这是我去猎杀妖兽 获得钱卖的 陆金安也点点头 没想到老林 竟然杀过妖兽 随后两人闲聊几句 林天海就有事先走了 而林威夏刚才 自然听到林天海 和陆金安的对话了 心中顿时 有无数的问题 想问陆金安 但林天海 还在这林威夏 就只能压下好奇 等林天海走后 林威夏就向陆金安问道 你不是之前 卖了战甲了吗 怎么还找你班主任剑 第98章 向上攀爬的那条路 总让人热血澎湃 陆金安听到林威夏的话 心里暗道不好 林威夏这小妮子 怎么问我这问题啊 自己要是说 忘记带肯定会被他笑死的 所以陆金安决定换个说法 陆金安先是挠挠头憨憨道 我本来想带来的 但想了一下 我都无者境界了 还穿战甲会让我感觉 有种欺负人的感觉 所以我就不带来了 然后我班的班主任 见我没战甲 非要给我 我也没办法 只好收下了 早知道这样 我就从家带战甲来了 就不用麻烦 我们班主任了 林威夏和冷力雪 听到陆金安的话 都是一脸不信陆金安的鬼话 但两人又看看陆金安这憨憨样子 也不像说谎 林威夏先说道 真的 你要是骗我 就一周不跟完了 陆金安心想 嘿嘿 林威夏这小妮子 还真舍不得我了 既然说骗她就 一周不跟自己玩 这对自己完全没杀伤力啊 不过陆金安还是认真的点点头道 真的 不骗你 骗你我也不跟你玩一周了 陆金安说完在心里暗暗想到 都说男人的话嘴骗人的鬼 所以说 一两句谎话 很正常吧 林威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点点头 不过有感觉有什么不对 冷力雪把一切看在眼里 也是心里不由 林威夏果然是恋爱呢 陆金安这么明显的慌都看不出来 而且 没发现陆金安说的话 有什么不对吗 陆金安说 骗林威夏 自己也一周不跟林威夏玩 而林威夏也说 骗她也一周不跟陆金安玩 所以 陆金安的话说等于没说 这林威夏 竟然还不知道 不过 有一说一陆金安说谎 脸不红心不跳的 肯定骗了不少女孩子 之后 陆金安就作回 作为上等广播员通知上场了 终于400到500号的无比都结束了 还是和之前一样 只有50个能获胜 那些失败的人 无意不是垂头丧气 而胜的人笑到嘴都要裂开 广播员李宁 看着下面擂台的人都结束战斗 这才拿起501号到600号的名单 同时拿着话筒道 失败的同学不要气馁 因为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顶峰 人生当中 成功只是一时的失败 却是主旋律 但是如何面对失败 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 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 继续向前 我想真正的成熟 应该并不是追求自己的完美 而是直面自己的缺憾 这才是生活的本质 武圣刀霸天说过的 这个世上 只有一种真正的舞者道路 那就是直面自己的失败 并且还能真正热爱他 难道向上攀爬的那条路 不是比站在顶峰 更让人热血澎湃吗 广播员李宁一番话 也把失败的同学热血激起来 是啊 向上攀爬的那条路 不是比站在顶峰 更让人热血澎湃吗 自己这次虽然是失败了 但下一次呢 下一次再失败 那还有再下一次的 人生的失败有很多次 但我们要直面他 直到战胜他 这样的成功 才让人感到热血澎湃 广播员李宁继续说道 好了 多的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有请 500到600号的选手准备上场 李宁说完场中 响起欢呼声 不知道是被李宁的话激起热血 还是因为即将上场的人而欢呼 李宁也是 不由加大点声音喊道 第501号 李东 502号合兵 上1号擂台 第507 宋帅 508号陆金安 上4号擂台 陆金安听到自己名字 这才站起来活动 活动手脚道 这个骚包名字叫宋帅的 你们俩知道是什么实力吗 林维夏听到摇摇头 他自己平时又不关注 男生那边的事情 还真不知道 宋帅是什么实力 陆金安见林维夏摇头 也知道问不出什么了 于是又转头看着冷力血 希望他知道些什么 虽然自己肯定能赢 但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自己可不是鲁莽的人 冷力血见陆金安 看着自己也是冰冷着脸 开口解释道 这个叫宋帅的 好像是十二班的人 同样是十二班的第一名 境界是五图七段 而且掌握着两门一级五级 同样两门一级五级 也都达到小城 可以说 以他实力近前三十不成问题 不过就是长得年纪 看着有一点点大 也不知道这名字 是他自己取的 还是他父亲取的 简直可以说 跟帅毫无关系 陆金安听到冷力血 冰冰冷冷 说出后面一句话时 也是不由感觉好笑 冷着脸 说出这么违和的话 有种反差的感觉 让陆金安感觉挺可爱的 冷力血也瞧见 陆金安笑盈盈的眼神 也是不由脸蛋有点红 这个混蛋盯着自己 看看什么 而且还是笑盈盈的盯着自己 还真是个混蛋 冷力血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被 陆金安盯着害羞 自己之前被别的男盯着 也没半点反应 甚至都不想看那些男的 但被陆金安盯着看 反倒害羞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陆金安很帅 陆金安笑着开口道 高冷的笑话 你怎么知道宋帅的消息的 还有怎么感觉 你谁的消息都知道 冷力血听到陆金安 竟然叫他高冷的笑话 不由有些羞耻 这个混蛋竟然敢这么叫我 谁是高冷笑话啊 你个混蛋 不准这么叫我 还有你们 无比都不关注一下 这次很可能夺争 前五十名的选手吗 陆金安听到冷力血的话 也是挠挠头 自己平时都要努力睡觉 哪有时间关注这些啊 那个高冷笑话 我平时都要刻苦练舞 哪有时间关注这些啊 陆金安一脸 你不了解情况的样子 冷力血再次听到陆金安 这个混蛋 又叫自己做高冷笑话 顿时更羞耻了道 你混蛋 不能这么叫我 陆金安看着被自己 说几句话 就羞耻到脸红的冷力血 也是不由觉得可爱 陆金安也不斗冷力血 便说道 好了 好了 以后不叫了 而这一切 都被林维夏看在眼里 顿时被气得 脸蛋气鼓鼓的 就像个小松鼠一样 陆金安刚转身 就见林维夏这副模样 也是不由觉得好笑 生气都这么可爱 就像一只被抢了吃的小松鼠 第99 张 简直就是脱裤子上吊 死不要脸 陆金安不由走过去 用大手捏了 捏林维夏婴儿肥的小脸蛋 嗯 果然很软 又很Q弹 林维夏本来气鼓鼓的 见陆金安 竟然还拿他脸蛋 顿时嘟着嘴冷哼道 哼 还捏我脸蛋 说完便用小手 把陆金安的手给打开 陆金安也不生气 只是觉得林维夏现在很可爱 陆金安呵呵笑道 就捏你脸蛋 说完又捏了一下 林维夏又被陆金安捏一下脸蛋 顿时变得张牙舞爪 向陆金安扑来 樱桃小嘴 更是想向陆金安的手咬去 陆金安见林维夏 竟然张牙舞爪的扑也是 不由觉得好笑 很快 林维夏就扑到陆金安怀里 小嘴更是想咬陆金安的手 而陆金安一把抱住林维夏的小腰 让他不再乱动道 你干嘛 还想咬我 不听话 我可要打屁屁哦 林维夏本来还想挣扎的 但听到陆金安的话 又瞬间变得脸红了 这坏蛋陆金安又欺负我 横谁叫你捏我脸蛋 林维夏被陆金安抱着不满道 此时陆金安抱着林维夏的小腰 顿时感觉就林维夏的小腰 就像软玉一样 软绵绵的 而且不胖不大 很细小 行了不跟你闹了 我要上场了 陆金安说完还用手 捏了两下林维夏的小腰 然后就放开林维夏了 林维夏自然感觉到陆金安 竟然捏自己的腰 而且刚才陆金安竟然还一直抱着自己 顿时小脸变得红扑扑的 陆金安不再多理会两人 直接向场下走去 但这一切都被冷力血看在眼里 此时冷力血的心情很复杂 还有心里竟然有点难受 按道理来说 自己跟陆金安又没什么关系 而且也不是很熟 为什么心里会有这种感觉 四号擂台 上陆金安百无聊赖地站在擂台中间 他的对手宋帅 到现在还没上场 也不知干什么去了 这擂台的裁判 是一个中年大汉 浑身都是显眼的肌肉 境界也是属于舞者四段 也可以说在一众老师中排的上名了 陆金安记得他好像是三班的班主任 叫熊虎 没错就是叫熊虎 名字倒是和他的体格挺像的 和熊一样高大强壮 而且双眼也像虎一样很瘆人 此时熊虎抱着双肩 在等最后一个选手上场 也是在心里暗暗想到 那个小子怎么这么久都没上场 就在这时观众席上 瞬间响起一阵阵叫喊声 宋帅 宋帅 你最帅 宋帅 宋帅你最强 简直又强又帅 陆金安和熊虎双人都是一阵发猛 这是怎么回事 随后陆金安和熊虎 就听到一首DJ歌曲响起来 就像奥特曼的主题曲一样 就像太阳穿过黑夜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 未来的路就在脚下 不要悲伤不要害怕 之后就见一个长得像中年大叔 胡子更是满脸都是 但身材也异常强壮 B绑处更是扛着一个大音箱 慢慢地向擂台上走来 而且观众席上还在不停地叫喊声 宋帅真帅 宋帅真强 宋帅又帅又强 陆金安和熊虎 都是被震得嘴巴张得大的 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竟然还自带BGM 当宋帅走上擂台时 熊虎被宋帅一套骚操坐镇的结结巴巴道 宋 帅 此时宋帅看到两人震惊的表情 也是内心是非常得意的 不枉费自己花钱找这么多人给自己加油 没错这些人的叫喊 都是宋帅使用超能力让他们叫喊的 除开陆金安和熊虎的震惊 连观众席的其他人也很震惊 这个宋帅是谁 宋帅只是找了两百人叫喊 但两百人一起叫喊 也很有气势了 所以在观众席上的几千人 瞬间都好奇到底哪个是宋帅 竟然有这么多人为他加油 而且还说是又帅又强 这让人更想知道 谁是宋帅了 有知道宋帅是谁的 也连忙喊道 宋帅在四号擂台上 于是众人纷纷看过来 想看看是哪个人 能让这么多人加油 结果就看到扛着大音箱 放着BGM的宋帅 慢慢走上四号擂台 这让不少人都张大嘴巴 操作太骚了 不过听着这BGM 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这次的动静 自然也吸引台上的李国强他们 李国强看到这一幕 也是感觉自己的脑袋 都要炸开了 这 到底 是哪个学生 冷男生也没想到 这无比 竟然还有这么骚包的操作 林鼎天 则哈哈大笑道 老李 你们学校的学生 还自带BGM吗 李国强听到 林鼎天的话 回过神来 也是不由脸上一红 太丢人了 感觉自己 一辈子都没有这么丢人 这到底是哪个班的学生 竟然这么奇葩 扛着音箱去打架 冷男生 也是第一次见 有这么骚的操作 本以为插眼睛 抓裤当够离谱了 没想到 还有更离谱的 另一边陆金安 已经被宋帅的一套 操作给搞猛了 这么骚包的人 竟然是自己对手 而且 竟然比自己还要骚包 这是陆金安不能忍的 不行装逼的机会 可不能让这个 叫宋帅的抢了 而宋帅面对 熊虎的询问也是大声说道 没错我就是宋帅 江城第一帅 就是在下 熊虎 陆金安 没想到啊 不但骚包脸脸皮 也这么厚 脸皮 甚至比公共厕所的马桶还厚 简直就是脱裤子上吊 死不要脸 这要是叫帅 陆金安都敢把屎吃了 这特帽 比大叔还要成熟 而且也不帅 简直就是电信诈骗 熊虎从震惊反应过来 瞬间脸 就比黑炭还要黑 这位同学 怎么自己看着 这么想揍他 同学 请你把你音箱给关了 别在这里影响其他选手 熊虎黑着脸 对宋帅说道 宋帅见到裁判脸都黑了 也是连忙去关掉 要是因为这样 被裁判取消之资格 就完大了 不过观众席的叫喊声 也还是在不停地叫喊 宋帅把音箱关了 这才向熊虎道 好了 裁判 熊虎这才点点头道 行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熊虎又继续说道 两位选手都准备好了吗 宋帅连忙点点头道 我准备好了 陆金安这才从猛逼中反应过来 不行自己 一定要好好揍一下他才行 想着陆金安也说道 准备好了 第一摆 张 武道巅峰谁为峰 我宋帅就是峰 熊虎听到 两人都准备好了 于是退到擂台边缘道 那好 准备开始 一至二至三 开始 而宋帅则是神色轻松地看着陆金安道 你小子叫陆金安吧 别说我欺负你 我让你一只手 宋帅早就调查过陆金安了 陆金安本来之前还是全校最废物的人 只有两点气血 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传出陆金安 达到武图武断了 而且还是打败压制到同境界的班主任 可以说也算个天才 但宋帅对自己更有信心 感觉自己一只手 就可以打败陆金安 根本就不用双手 自己可是武图七段啊 而且还掌握着一级两门武技 更重要是有一门一级武技 他达到大成了 所以宋帅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感觉自己一只手就打得过陆金安 更重要是听说陆金安这小子 竟然和林笑花谈恋爱 这是他最不忍的 林笑花可是自己梦中女神啊 就这小子 能和林大笑花谈恋爱 自己绝对不信 肯定是别人乱说的 自己的女神 怎么可能跟别的男人谈恋爱呢 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的 还有那小子竟然长得比自己帅一点 自己根本就不能忍 绝对不允许有比自己帅的人 自己单手打他 顺便好让自己装一个逼 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女神看看 自己有多厉害 这个小子有多废物 陆金安挖了我耳朵 怀疑自己没听清楚 自己听到什么了 竟然还让我一只手 这怕是大算吃多了吧 口气这么大 看着宋帅那一脸嚣张样子 让陆金安看着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揍他 只见陆金安双手插进裤兜道 你让我一只手 我让你两只手 那年我双手插斗 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宋帅也眼皮跳跳 没想到这陆金安比自己还会装啊 不行 绝不能被他抢风头 随后宋帅45度抬头 双手也学陆金安一样 插进裤兜里道 小子你 成功击挠我了 做好等死的准备吧 陆金安 X 这一股重二病 是怎么回事 雄狐 现在已经开始快三分钟了 结果两人只是各自再放狠话 而且一个比一个会装 众人 也在四号擂台的投影仪上 看到里面的情况 陆金安和宋帅的对话 自然也听到 男生这边一个一个惊呼道 好家伙 这两个人 竟然比我们还会装 有一旁的一个女生 好奇地问旁边的男生道 为什么他们都说这么中二的话 还没开胆啊 而且 明明可以趁说话的功法 去偷袭对方 这样不就简简单单拿下了 竟然一直在说中二的话 真搞不懂你们男生啊 旁边男生 听到女生 就这样的话 只是神秘笑了笑道 你不懂 至于这场比无比的输赢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算是一辈子的事情 女生听到旁边男生的话 根本就不懂什么意思 陆金安也双手插揍中二的喊道 天不给我陆总 我自己找陆总 地不给我陆平 我自己踏平 敌人跟我作对 那我就将他鼓烟给扬了 宋帅听到陆金安的话 按道不好 给陆金安装到了 不信自己 一定要装过他 宋帅也继续说道 武道巅峰 谁为风 我宋帅便是疯 陆金安眼皮跳了跳 看来这宋帅 有点棘手啊 熊虎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接开口道 你们俩再不打 都给我下台去 本来还想装一下的陆金安 瞬间就变脸了 对着宋帅道 来吧 我让你两只手看看你的实力 宋帅还想说自己也让他两只手 但想陆金安肯定也会说 让自己两只手 一直在争论下去 怕是要给熊虎赶下台去 只好伸出一根手指道 我只用一招 随后宋帅就拿着一根狼牙棒 随时准备攻击 既然这小子 这么能装也好 让这小子 看看什么叫不知天高地厚 看自己一招 就把他打下场去 而陆金安 还是双手插在兜里 百无聊赖地 等着宋帅的竞机 说实就算自己 让了两只手 宋帅一样 不是自己的对手 也好让陆金安体验体验 什么叫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宋帅神色也是 认真起来 不再犹豫身上 爆发出气血 气血也覆盖在狼牙棒上 狼牙棒外表顿时 就流淌着青色的光芒 宋帅 更是双手握住狼牙棒 随后 脚步一踏向陆金安抱射而去 双手更是挥动狼牙棒 向陆金安的脑袋 砸去 口中还大喊着 爆怒一棒 狼牙棒威力之大 更是发出破空声 而且速度也很快 人们只能看到残影 陆金安甚至能感觉 一阵风吹来 这是狼牙棒 因为速太快所带动的风 可以说 宋帅这一棒很强 只要被砸中陆金 安怕是当场就原地去世 观众席上众人 看着四号擂台的投影仪 都不由发出惊呼声 这好像是宋帅的一级武技 好像叫暴怒一棒 而且看威力 好像达到大成的熟练度了 好像是吧 这就是宋帅最强一级吧 这一棒下去 陆金安怕 生命都没了 我去陆金安还不快躲开 难道想硬扛这一棒啊 陆金安只是五图五段 而宋帅是五图七段 陆金安怕是反应不过了呀 你们放心好了 没看到有老师在吗 要是陆金安挡不下来老师 肯定会就下陆金安的 陆金安还真是一招 就被宋帅打败呀 此时众人面对宋帅的攻击 惊呼一团食 而当事人陆金安内心毫无波澜 因为宋帅的动作 就像小孩子拿着玩具 向他打来一样 太慢也太弱了 就算自己要被他打到 最多就是肿而浅 其他一点事也没有 不过 陆金安可不想被白白打一棒 在众人眼里宋帅 一眨眼就到陆金安面前了 狼牙棒此时 距离陆金安的面不足二寸距离 差一点就可以砸到陆金安脸上了 而旁边的熊虎 已经打算出手了 但陆金安突然动了 只是轻轻一抬脚 一脚踹在宋帅的肚子上 宋帅就拿着狼牙棒倒飞了出去 甚至宋帅的脸上还有笑容 似乎为即将赢下这场比赛而高兴 陆金安甚至连半步都没移动过 众人也都以为陆金安要输了 宋帅倒飞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怎么飞到这边了 到底怎么回事 宋帅此时虽然身上很痛 但更多是疑惑 第101章 这才叫舞者的决斗 怎么回事 自己怎么飞这么远 自己明明刚才 要打到陆金安那小子了 怎么一瞬间就飞这么远 宋帅实在没想明白自己 为什么飞这么远 按道理来说 自己应该一棒子打倒陆金安 到底发生什么了 只有担任裁判的熊虎瞳孔一缩 刚才熊虎站在旁边时 看到陆金安出脚了 那一脚简直又快又狠 一脚就把宋帅给踢飞了 而且熊虎甚至没看到 陆金安动用气血 熊虎也是舞者四段 才能看到陆金安身脚一踢 其他的人估计都没看到 陆金安出脚 此时众人也是 在观众席上一阵迷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明明快要打倒 陆金安的宋帅突然飞出去 而且也没看到 陆金安动手 宋帅就飞出去了 这让众人一阵迷茫 本来还以为宋帅要赢了 结果就这 台上李国强 则是一脸震惊 因为他看到陆金安出脚了 而且这速度只怕 只有五折五六段的境界 才能办到 也就是说下面这小伙子 是五折五六段了 自己一中什么时候 有这么厉害的学生 自己竟然不知道 要是这学生 真有五折五六的段境界 他就发了 有五折五六段的境界 在努努力等五考时 一定能考个好成绩 怕是进华夏的排名前 十座高等的学府 都不成问题 倒是自己五高一中 就可以获得教育局 倾斜更多资源了 想到这李国强不自觉 露出开心的笑容 林鼎天和冷男生 两个大舞师 自然也看到了 他们都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这么厉害 而且从速度和反应来看 应该是五折六段实力左右 林鼎天看着陆金安 在心里暗暗想到 自己宝贝女儿 看上的人竟然是个天才 不愧是自己宝贝女儿 有眼光 这小子 要是真是五折六段境界 倒是配得上自己的女儿 能在这年纪成为 五折六段的人 未来起码成为 五宗不成问题 甚至努努力 也不是不可能五王 五王强者呀 五王强者可是说 一拳打爆一座小山 不成问题 而且五王强者 甚至可以当二三线城市的 镇守者都不成问题 镇守者是城市的守护神 他们一般境界 高实力强大 几乎能成为镇守者的 都是五宗 五王等级别 从这可以看出 镇守者的含金量了吧 同时镇守者的权力 比市长还要大 要是在战时镇守者 甚至可以命令市长 同时城内的守护司 也归镇守者管 所以一般能成为 镇守者都是实力强大的人 冷男生 也是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 碰到这样一个天才 这小子 甚至比自己女儿 高两个境界 还真是不简单 这小子背后 肯定有人 要不然他怎么可能 在这种年纪 就达到五者六端的境界 没有势力的支持 一般都是很难 达到五者境界的 不是很难 是很难很难 背后没有势力的支持 武技 功法 资源 这些都要自己搞定 可想而知 这些要多少钱了 要是没有势力的支持 真的再好的天赋 都白费 看来都回去查查 这到底是 哪家的小子了 另一边被打飞的宋帅 也慢慢爬起来 但身上 也受了不轻的伤 甚至腹部还很痛 宋帅爬起来 捂着腹部 向远处的陆金 安开口道 你到底怎么把我弄飞的 在宋帅看来 肯定是陆金安搞了什么鬼 要不然以他 武图武断的实力 怎么可能 将自己击飞 陆金安面对宋帅的质问 也是怂怂肩道 我是用脚 将你踹飞的 宋帅听到陆金安 撞摇摇头道 你爱信不信 你还打吗 要打就快来吧 宋帅绝对不肯接受 陆金安说他一脚 就将他踹飞的说法 自己根本就没看到 陆金安出脚 如果陆金安说的是真的话 那证明陆金安境界 绝对比自己高了不少 起码得是武者境界 要不然 怎么可能在自己一个 武图七段的境界面前 能在自己看不到的情况下 将他踹飞呢 所以宋帅 绝对不相信陆金安说的话 其实宋帅很清楚 这个是最合理的解释 但宋帅 就是不想相信 陆金安比自己厉害 这就是 所谓的自欺欺人吧 宋帅强忍疼痛 又把狼牙棒 拿在手里低沉着声音说道 我是不会认输的 我可是要成为 武者之巅的人 怎么可能在这 小小的无比中输呢 绝不能输在这 宋帅说完身上 再次爆发出浓厚的气血 甚至比刚才还强几分 而且气势 也比刚才强 宋帅手中的狼牙棒 又重新覆盖上气血 这次宋帅 把全身的十分之九的气血 都覆盖在狼牙棒上 狼牙棒顿时就发出 比刚才还要亮的光芒 散发出的威势 也更强 陆金安也是再次认真的 打量一次宋帅 没想到宋帅 竟然有这种魄力 陆金安还以为宋帅 一定是一个爱吹牛 爱弄帅的人 但现在看来 还是个有傲骨的人 果然人很复杂 你永远都不知人 会有什么变化 如本来 他还在跟你嘻嘻哈哈的人 但要是有人触及到 他的逆龄时 瞬间就会变认真起来 陆金安看着一副 要拼命的宋帅 也是神色开始认真 虽然自己可以 很随意 就能将宋帅打败 完全不用认真 但一个 怀着拼死一搏的决心的人 跟自己打 自己不由 还是有些敬拜 这才是真正舞者的决战 熊虎对宋帅的印象 也大有改观 没想到这小子 看着不是很正经 而且还爱耍帅的人 竟然会这样的破裂 熊虎都能感觉到 宋帅拼死一搏的决心 很好 向死而生 这才叫舞者 宋帅此时 也怀着必定要赢下 这场无比的决心 向陆金安暴射而去 手中的狼牙棒 更以雷霆万军之势 挥动向陆金安咋去 狼牙棒速度之快 甚至在空气中 摩擦出火星来 要是有人从不远处 看狼牙棒 就像冒着青色的光芒 夹夹着火焰 炫耀又危险 这一击鸣 显比上一击强两三倍 陆金安战 在那也都能感觉到 扑面而来的气势 陆金安也是不由热血沸腾起来 这样才有意思 陆金安决定 给宋帅一点尊重 一只手 从裤兜里拿出来 握成拳 身上也是 毫无保留地 将独暑舞者境界的气势 爆发出来 气血 也是覆盖在拳头上 随后只用一半力量 挥动拳头 向宋帅攻来的狼牙棒打去 第102章 自己可是有外挂的男人 陆金安的拳头 以势不可挡的气势 向宋帅的狼牙棒轰去 在陆金安爆发出 舞者气势时 宋帅也感觉到 陆金安身上 那独属于舞者才能有的气息 这 陆金安果然是舞者境界 不过宋帅并没有感到害怕 只是眼里闪着亮光 就算他是舞者境界 又如何 我一样能将他打扮 想到这宋帅的狼牙棒 再次爆发出惊人的气势 以雷霆万军的气势 向陆金安砸去 很快 陆金安闪烁着雷电的拳头 和宋帅的淡青色狼牙棒相撞 轰隆隆 咔嚓 顿时宋帅的狼牙棒 被陆金安轰断开来 而拿着狼牙棒的宋帅 也被轰飞去泪台外 而陆金安拳头上 只是有一点红了 其他什么也没有 宋帅倒在地上 嘴里更是喷出一口鲜血 但此时宋帅的内心不是痛 而是因为被打败的浓浓挫败胆 自己竟然真被打败了 怎么可能 宋帅有点不想相信这事实 但事实 在眼前宋帅也知道 自己是真的被打败了 自己把十分之九的气血 都汇聚到这一击上 把自己这一击轻松轰爆 唉 这说是舞者境界吗 果然 舞者境界和舞图境界 是天差地别 熊虎见到陆金安又一击 将宋帅轰下擂台时 也是瞳孔一缩 因为陆金安真真正正的 将自身实力展露出来了 果然是舞者境界了 没想到 这小子也是一个舞者境界的人 但为什么自己没听过他名字 难道是刚突破 不过 熊虎也能从陆金安刚才的那一击中 感到惊人的威势 连自己都被陆金安打出一击 都感到心惊肉跳的 这熊虎不由内心震撼了起来 这证明陆金安的攻击 对自己来说也很有危险 自己可是舞者四段啊 这小子能让我也感到心惊肉跳 起码和自己同境界 或者比自己高境界 还真是天才啊 不 不是天才是妖孽啊 自己努力大半辈子 才达到这境界 而陆金安这小子 现在才十七八岁 就达到这境界了 还真是人比人比死人 或比货比死货 不过熊虎很快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先是跑去宋帅身边问道 同学你有没有事 要不要我帮你叫医生过来 熊虎看着嘴角一出鲜血的宋帅 也是担心地看着宋帅 而躺在地上的宋帅 听到熊虎的话 也是擦了擦嘴角 强忍疼痛坐起来道 我没事 不用叫医生 我休息几天就好了 熊虎听到宋帅的回答后 也是松口气 没事就好 熊虎继续说道 行 同学你要有事 就去找场中的医生 别自己硬撑着 宋帅听到熊虎的话 也是点点头道 好 随后熊虎重新走上擂台 拿着话筒道 四号擂台 陆金安射 而观战四号擂台的人 已经被陆金安展示出的境界震惊到了 又一个武者境界的 难怪宋帅打不过 很快众人就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这个陆金安之前 不是说只有五图五端的境界吗 怎么又变成武者境界了 谁知道啊 陆金安竟然是武者境界了 牛啊 牛啊 之前我听说 陆金安是全校最废物的人 只有两点气血 之后又听说陆金安竟然达到武图五段 现在亲眼看到陆金安是武者境界 陆金安怕是开挂了吧 要不然 怎么会从气血两点 连武图都不是的人 到现在的武者境界 兄弟你小说看多了吧 怎么可能真有外挂 那些只不过是小说虚幻而已 我看陆金安之前 就是隐藏实力了 现在才展示出来 要不然 怎么可能修炼了两年三年 才只有两点气血呢 我早就看出陆金安是装的了 所以陆金安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实力 现在才展现出来 那陆金安隐藏境界干什么 为什么要隐藏呢 我知道了 一定是陆金安想扮猪吃老虎 想装壁 你看现在不给他装到了 台上李国强听到周围的讨论声 也是很震惊 陆金安之前 竟然只有两点气血 现在竟然是五折五六段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了 之前自己也听说是有一个同学 提炼两年气血 只有两点 这人不会就是陆金安吧 应该是不可能的 肯定是陆金安之前 隐藏了自己的气血 要不然 怎么可能在高三时 就能达到五折五六段呢 林鼎天和冷男生 两人听到这些讨论 都是内心平静 在他看来 陆金安根本就不可能 只有两点气血 应该是陆金安之前隐藏了 所以 两人都不是很震惊 反而是在想陆金安的背后 到底是谁 是什么势力 能培养出陆金安这种天才出来 林天海见到陆金安 终于展示出五者境界 而且还两招就将人给击败 也是差点兴奋地跳起来 哈哈 我看 还有谁敢嘲讽我 自己教出来的学生 都达到五者境界了 我就看你们 还有什么话说 还有等下陆金安打败一般的人 自己一定要好好去 嘲讽嘲讽老过 叫他平时这么嚣张 而陆金安在胜的胜利后 内心也是平静无比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本来就可以轻松赢下这场无比 那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要是有一个 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 自己将他打败 才能让他骄傲 宋帅看着站在擂台上的陆金安 强忍疼痛地站起来 对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 陆金安也是听到宋帅的声音 也是好奇地看向他 想看看他叫自己干什么 不会又是要放狠话吧 宋帅见陆金安看向自己 也是神情认真的说道 我以后 一定会重新将你打败的 陆金安听到宋帅的话 笑了笑说道 我给你追赶我的机会 直到你遥不可及 不过 心里却是在想 自己终于可以 装逼地说出这一句话了 哇哈哈 我这话是不是很帅啊 宋帅听到陆金安 也是沉默一会道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 说完便转身 亮亮呛呛 向观众洗走去 陆金安看着宋帅的背影 也是在心里 暗暗想到 自己可是有外挂的男人 你这一辈子 可能都追不上我了 随后陆金安也下擂台了 因为陆金安这边的战斗 结束太早了 其他擂台的战斗 还没结束 陆金安只能走回到自己的座位 等其他人结束 第103章 可怜巴巴的楚飞扬 陆维夏见陆金安走来小嘴 就立马叽叽喳喳说道 陆金安你好厉害啊 竟然能这么两招 就将宋帅打扮 而且我总感觉 你比之前强很多了呀 还有你刚才那句话 我给你追赶我的时间 直到你看不到 我的身影真的好帅啊 陆金安听着陆维夏的叽叽喳喳 也是不由笑了笑 这小逆子小嘴 怎么这么能说呢 说这样过20多分钟 500号到600号的无比 也结束了 而冷力雪是690的号码 也就是说下一就敞到他了 李宁拿着名单边看边念 下面就是600号到700号的人了 601号杰克 602时旧梦 689号燕红亭 690号冷力雪 就这样新的一轮 无比又开始了 而冷力雪的对手 是一个五图三的女生 这都不用冷力雪动手 那小女生就自己投降了 所以 冷力雪从开始战斗到结束 只用了30秒 不是冷力雪有多快 而是对面投降太快了 不过也对一个只有五图三段的人 怎么打得过有五者 四段的冷力雪 不投降 是准备挨揍吗 就这样冷力雪 又做回座位观战众人 而陆金安此时 在观看一个名楚飞扬的小子 没错 他就是刚晋级成为 五者境界的楚飞扬 而楚飞扬的对手 是一个娇小可爱的小女生 看起来就像萝莉 而他的境界 更是五图六段的境界 但这境界 虽然在一众学生中 算可以的 但面对楚飞扬 还是不够看 此时45号擂台上 楚飞扬身穿白色的战甲 手中更是拿着一把 雪白色的大刀 楚飞扬更是长得 一副硬汉模样 身高也是有一米九 而强壮的身材 也被战甲紧紧包裹着 不过从战甲外面 吐起来的肌肉来看 身材应该很强壮 这让人看到第一眼 就感觉不好招惹 而楚飞扬对面 则是一位身高一米五 长得娇小可人 双只眼睛 更是水汪汪的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可爱的小萝莉 此时两人一个 身材高大 更是一脸硬汉 一个身材娇小 更是一脸可爱 这种组合形成一种反差感 同时也让不少人注意到 这擂台上 而有不少男生 看到一个娇小可爱的萝莉时 立马兴奋地讨论起来 那个小萝莉是谁啊 好可爱啊 我就是最喜欢这种类型的 兄弟这都不知道 这是二班的胡小玉啊 这胡小玉简直就是 我心目中的萝莉形象 我最喜欢这种 娇小可爱萝莉了 我这该死的萝莉控 嘿嘿我也喜欢 妈妈呀 这里有很多变态 我要报警抓他们 嘿嘿我也是变态 去你的 喜欢萝莉还犯法吗 行了 行了你们别吵了 这萝莉对手 是楚飞羊 怕是要被楚飞羊打得哭哭唧唧的 兄弟你说的这个 被打得哭哭唧唧的是正常的吗 好家伙 车轮都从我脸上撵过了 不行 我要下车 这让陆金安听着 不由暗自发笑 果然是一群斗逼 林维夏自好奇地看着陆金安 见陆金安看着45类台的胡小玉 也是不由在心中暗暗想到 难道陆金安喜欢这种萝莉类型的 其实林维夏还真猜对了 陆金安只要是漂亮的都喜欢 楚飞羊扛着大刀 看着比自己矮半个身子的胡小玉 装作胸巴巴开口道 像你这种小朋友 我一刀一个 说完还挥舞两下大刀 想吓唬吓唬胡小玉 而胡小玉似乎真被吓到了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像是要流出眼泪 脸上更是楚楚可怜 就像一个被坏人欺负小女孩一样 这让观众席上的一群男生 看着都激起保护欲 纷纷破口大骂道 这楚飞羊真不是个人 竟然欺负这么可爱的小女生 我的大刀呢 快把我四十米长的大刀拿来 我要砍人了 竟然欺负这么可爱的女生 不行 看到他脸上楚楚可怜的模样 我更心痛了 呜呜楚飞羊 这个混蛋竟然欺负他 顿时场中一片骂声 连楚飞羊都听到不少 骂自己的 楚飞羊听到骂声更不服气了 看着这小萝莉道 装什么可怜 看等下我不一刀劈了你 楚飞羊最讨厌这种 瘦不拉击的小萝莉了 还哭哭啼啼地看着就烦 还是那些长得胖胖的 身材又高大的 性格更是强硬的女人才好看 这种瘦不拉击的摸起来都没肉 还是那些三四百斤的摸起来手感好 胡小玉似乎听到楚飞羊的怒骂 大锤子配胡萝莉 还真是又可爱又猛 准备 开始 一至二至三 开始 女老师的话音落下 胡小玉也便认真起来 警惕地看着楚飞羊 毕竟胡小玉也只是五图六段 和楚飞羊这舞者境界相差太大了 而楚飞羊在女老师的话音落下 一脸玩味地看着胡小玉 这个瘦不拉击的东西 竟然害到这么多人骂自己 不给点教训她都不行 想到这楚飞羊身上 就爆发出独鼠舞者的气息 体内的气血也是在不断流走 手中的大刀覆盖上暗红色的气血 只见楚飞羊哈哈笑道 小不点 接我一刀吧 话落不给胡小玉反应的机会 直接一踏步向胡小玉劈去 胡小玉看着楚飞羊的大刀 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 向自己劈来 也是瞳孔缩了缩 好快 随后胡小玉不再多想 立马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一把大锤子 没错是一把大锤子 锤子整身白金色 长一米多 重更是有二百斤 谁也没想到 胡小玉这个可爱的小萝莉 竟然是拿大锤子做兵器的 而且这大锤子的长度 差不多和胡小玉身高一样了 这个组合怎么看怎么怪 观众席上的男生看到 胡小玉的兵器 竟然是这么大的锤子 纷纷都陷入沉默 这么可爱的小萝莉 竟然能拿得这么大的锤子 还真是大锤子配萌萝莉 又可爱又猛 果然不要看有些女人 外表揉揉弱弱 其实她能打死一只老虎 随后 胡小玉手中拿着差不多 比自己还要高的大锤子 将身上的十分之二的气血 覆盖上去 顿时大锤子 就变得金光闪闪的 胡小玉看着快到眼前的大刀 也是使去吃奶的力气 挥动大锤子 向楚飞扬的大刀砸去 当 一道金属相碰的声音响起 随后金属相碰的声音 连绵不绝 当 当 胡小玉也被楚飞扬这几刀 给震得不停后退 但楚飞扬的大刀 还在不停地攻向胡小玉 胡小玉只能用大锤子抵挡 胡小玉边 抵挡边不由苦笑 自己刚才那一击 用了两成的气血 竟然还是挡不住楚飞扬一刀 果然 武者和武徒境界 相差太大了 而楚飞扬一刀比一刀迅猛 威力也越来越大 而众人在投影医官看到的景象是这样的 一个娇小可爱的罗莉 拿着和他身高差不多的大锤子 在不停地挥舞 挡下楚飞扬的每一刀 但自己也被砍得不断后退 而且很明显 楚飞扬还没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现在楚飞扬只是在戏耍胡小玉而已 胡小玉也感觉到 楚飞扬一刀比一刀强 顿时被气到了 好啊 这楚飞扬竟然敢耍本姑娘 哼 我要跟他拼过 胡小玉也知道自己是打不过楚飞扬的了 所以决定 把身上的气血都集中到大锤子上 胡小玉先是其中一部分的气血 在锤子和手上 将楚飞扬的大刀给打开 随后就趁着功夫和楚飞扬拉开距离 而楚飞扬被震开也不恼怒 只是用一种猫戏老鼠的眼神 看着胡小玉 在他看来 只有五图六段的胡小玉 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败自己 毕竟他可比胡小玉高一个大境界啊 胡小玉怎么打 所以就想看看 胡小玉又准备干什么 胡小玉拉开距离后 这才松口气 太危险了 这楚飞扬一刀比一刀强再挡下去 怕是自己必败了 胡小玉再次看到楚飞扬戏血的眼神 不由怒火中烧 这楚飞扬还真是瞧不起本姑娘 哼 让你看看我这一招 随后 胡小玉就把全身的气血 集中到大锤子上 大锤子也是散发出 比刚才亮十倍的光芒 更有一股威势散发出来 而楚飞扬看到这一幕 一点也不害怕 也不阻止 只是在那静静看着胡小玉 这让胡小玉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挑衅 这人真的好讨厌啊 想到这胡小玉 就跨出几个大不拉近 和楚飞扬的距离 然后距离楚飞扬不足时不时 胡小玉的小脚 才狠狠一塌地面 向楚飞扬抱射而去 手中向右挥动 散发出耀眼的大锤子 向楚飞扬的右处 头部砸去 口中还软绵绵带着杀气大喊着 流心锤 一眨眼的功夫 胡小玉的大锤子 就要接触到楚飞扬的右处头部 而那名女老师 也在准备着随时出手 这时楚飞扬笑了笑道 哈哈 瘦不拉击的小东西 玩够了吗 话落楚飞扬突然向前挥动手中的大刀 身上更是使出全力 向就在身前的胡小玉砍去 楚飞扬的向前走一步 让胡小玉的大锤子 也偏离方向 本来是砸去楚飞扬的右处头部的 现在因为楚飞扬向前一步 胡小玉的大锤子 怕是要砸了个空 而楚飞扬的刀椅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胡小玉的腹部砍去 而胡小玉根本就来不及躲闪 因为她刚才用全力向楚飞扬报射而来 根本就没留余力 现在想向后退 或者用锤子挡都来不及了 只怕这一刀 会将自己整个人斩到两半 女老师一直在注意两人的情况 看到胡小玉的表情就知道 她已经躲不开楚飞扬的攻击了 女老师也是没有丝毫犹豫 一个踏步就闪身到胡小玉身后 将她向后拉 直到拉着胡小玉 退出一段很远的距离后 女老师这才将胡小玉放下 而楚飞扬的一刀自然落空了 不过她倒没多在意 毕竟这场无比她已经赢了 胡小玉也从惊吓中反应过来 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 边哭边哼哼唧唧到呜呜楚 飞扬 你欺负人 这又让观众席的男生一阵心痛 这么楚楚可怜的女生竟然被楚飞扬打哭了 楚飞扬太不是东西了 甚至有的男生还骂道 楚飞扬我与你势不两立 竟然把这么可爱的女生弄哭 而陆金安听到也是还有点点头 果然可怜巴巴的女生会激起男生的保护欲 没看到现场的男生恨不得将楚飞扬吃了一样吗 就在这时林维夏盯着陆金安冷不丁吐出一句 好看吗 陆金安下意识地点点头道 好看 林维夏已经黑着脸继续道 可爱吗 陆金安又是下意识地点点头道 可爱 林维夏此时双拳紧握死死盯着陆金安 陆金安感受到旁边的杀气也反应过来 坏了 不行 要是有女生在为你看别的女生生气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转话题了 第105章 无比第一轮结束 因为如果女生在问你别的女生好不好看 其实这是一种吃醋的表现 主要觉得自己是不是没别的女生好看 这种时候一定要换转话题 要不然她会一直在这问题纠缠下去 陆金安脑袋快速地转动 随后便转身认真地看着 还在生气用眼睛瞪着自己的林维夏 陆金安表情认真严肃地说道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眨眨眼 下意识开口问道 什么 陆金安看着林维夏的眼睛缓缓说道 我最喜欢三月的风 四月的雨 不落的太阳和最美的你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这么深情款款的话 小脸蛋也是瞬间变得满脸通红 这 这陆金安是跟我表白吗 还有自己真的在陆金安眼里是最美的吗 好害羞啊 陆金安怎么突然跟我说这种话 林维夏此时眼神躲闪 不敢跟陆金安的眼睛对视 只把小脑袋埋在怀里 就像一只鸵鸟 此时林维夏已经完全忘了 陆金安看别的女生的事情 现在林维夏只感觉脑袋空白白的 陆金安看到林维夏这副害羞的模样 也是用大手摸了摸林为夏有些发烫的脑袋 陆金安在心里也不由暗自高兴 果然在看小说时 学到的撩妹技术果然有用 看来以后看到小说有关于撩妹的 都要拿小本本记录下来 以免遇到突发情况 不知道该怎么办 陆金安一转头 就看到冷力雪表情冰冷地看着自己 随后 冷力雪更是冷冷吐出两个字 渣男 之后 冷力雪不看陆金安什么反应 直接把头扭了回去 陆金安本来还得意洋洋的心情 瞬间就掉到谷底 我去 冷力雪是怎么看出来的 自己是渣男的 呸呸呸 自己才不是渣男 自己又没女朋友 算什么渣男 渣男不就是有女朋友 还和别的女生暧昧吗 自己可不是渣男哦 自己又没女朋友 怎么算渣男呢 此时 冷力雪在心里疯狂地骂陆金安 这个大坏蛋 这个大渣男 天天说谎话来骗女孩 真是个渣男 之前明明说我最美 现在又说林为夏最美 果然是个大渣男啊 陆金安看着冷冰冰的 冷力雪也是说道 冷大笑话 我怎么说是渣男了 我渣谁了 冷力雪听到陆金安的话 眼睛一瞪陆金安刚想说什么 突然发现自己好像真没什么可说的 陆金安的女朋友是林为夏 而且她好像只是 夸林为夏漂亮 林为夏又是她女朋友 好像没什么毛病啊 冷力雪一直认为 陆金安就是林为夏的男朋友 因为之前排队时 林为夏就说过 陆金安是她男朋友 而陆金安也没反对 陆金安看着半天 都说不出半句话的冷力雪 也是底气十足道 请你不要诬陷我 我怎么可能是渣男 冷力雪兼陆金安底气十足地说道 自己也是底气不足 对啊 陆金安好像还真不是渣男啊 而且陆金安是渣男 又关她什么事啊 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自己不会看到 陆金安和林为夏勾搭在一起 就生气了吧 难道自己也喜欢上陆金安了 呸呸呸 不可能的 自己怎么可能喜欢上她呢 陆金安看着冰冰冷冷的冷力雪 表情冰冷的坐在那里 也没回自己的话 难道真认为自己是渣男了 不过陆金安也没多想 他认为就认为吧 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 今天的一千多人 胜出的只有五百多人 也就是说 有五百人被淘汰出局了 此时 众人又看着高台上李国强 李国强手拿着话筒道 今天第一轮无比正式结束 一千多号人 也就只有五百多号人能胜出 也就是说 第一轮淘汰一半的学生 第二轮也是淘汰一半 那就还只剩下二百五十人了 第三轮也是淘汰一大半人 那只剩下一百二十五人 第四轮也是淘汰一大半人 那只剩下六十二人 还有一人会轮空 第五轮只是淘汰掉十三人 剩下的六十人就能进前五十 之后第六轮就淘汰出二十五人 那只剩下二十五人了 第七则中 继续淘汰出十五人 剩下十人 第八轮决赛 从这十人中 决出第一 第二名 第三名 明天星期二将会进行第二第三轮 后天星期三 进行第四第五轮 大后天星期四会进行第六第七轮 第八轮决赛 就是星期五进行 同学们都知道了吗 台下那些剩得无比的人都兴奋地喊道 知道了 而那些淘汰出去的人都是垂头丧气的 说话也有利无利的 没办法他们都被淘汰出无比了 之后的无比也不关他们什么事了 李国强自然也看到那些淘汰出赛的人垂头丧气了 李国强继续说道 那些淘汰出赛的人不要灰心 等前五十名进特训班一个月后 你们可以挑战特训班的人 只要你赢了 特训班那个输的人将会被赶出特训班 而赢的人将会进入特训班 不过特训班每个人每月只能被挑战两次 也就是说 特训班的人每个人最多就是一个月只能挑战两次 要有两人都挑战过了 那个被挑战过两次特训班的人就不能再挑战 要等下个月才行 大家听懂了吗 台下本来那些垂头丧气的人瞬间就欢呼起来 他们还有机会 他们只要打败特训班的人 自己就可以进特训班了 实在太好了 那些被淘汰掉的人此时充满希望 而那些胜出的人也很高兴 因为这里五百人 只有五十人能进特训班 那就是说四百五十人会被淘汰 到时也跟今天被淘汰出局的人一样 所以李国强说的话 同于给多了他们一个机会 只要打败特训班的人 就可以进入特训班 李国强则笑呵呵看着高兴的众人 李国强提出这个方法 也是经过校领导众人的深思熟虑的 能进特训班的人都是实力不错的 而且还给他们在特训班训练一个月 又有一个月的资源 要是打不过来挑战他的人 只能说明人家比他厉害 那比他厉害的人 当然有资格加入特训班了 但特训班只有五十个名额 所以 那个被打败特训班的同学只能退出 只有强者才能留在特训班 这不是残忍 这个世界是以实力为尊 你比我强你就能留在特训班 你比我弱那不好意思 你哪来滚回哪 第106章 没倒下一次 你就会多强几分 而且 有很多实力强大的选手 遇到比他实力更强大的 如宋帅和钱多多 与胡小玉 以他们的实力 是绝对能进前五十名的 但他们运气不好 抽到比他们强的对手 所以他们 就在第一轮 就被淘汰了 但有句话说的好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要是他们没抽中这么强的对手 他们就可能进五十名了 而且让学校的人 能挑战特训班 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同样也是给特训班一种压力 一种你不努力 就能被替代的压力 同时也可以让特训班人 经历实战 让特训班的人 能在实战中吸取经验 而众人为了能进特训班 一定会比平常更努力的练习 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同时 特训班也会是全校 最精英的人才能留下 如果不是精英下一秒你 就能被挑战 你的座位将会给其他人做 这可真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呀 台下宋帅和钱多多 胡小玉都是眼前一亮 自己还有机会 他们自己 不过是遇到比他们强的人罢了 不过他们自身的实力 本来就不差的 李国强看着台下的众人 也都不再垂头丧气 又被激起热情 也是内心不由开怀大笑 果然这种年轻人 就是有不服输的精神 这点很好 舞者也都要必备这种精神 一次次的倒下 一次次的战起 一次次的强大 你没倒下和站起来一次 你都会再不断地变强 所以如果你倒下了 请你再站起来 因为你的倒下和起来 你自身也会再不断变强 就这样 第一天的无比正式结束了 众人都满怀期待地回家去 有的为了明天的无比 有的是为了一个月后 能挑战特训班 他们一样都怀着期待 陆金安也想回家 可是还没走几步 林维夏那个小尾巴 又跟上来了 陆金安哥哥你去哪啊 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我请客 林维夏跑到陆金安身边 兴奋地看着陆金安说道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请客 也没有丝毫犹豫答应下来 自己犹豫一丝一秒 都是对富婆的不敬 行 我们去吃好吃的 我们去哪里吃啊 林维夏见陆金安答应下来 也是不由兴奋道 我们去吃烤妖兽肉吧 陆金安听到 又吃妖兽肉 眼睛也是一亮 连忙点头道 好啊 好啊 妖兽肉实在太好吃了 陆金安上次吃完 一直嘴馋到现在 别问自己 为什么不去吃 因为没钱 要有钱陆金安早就安排上了 嘿嘿 看来以后得跟着林维夏这小富婆 吃饭才行 自己就顿顿 吃妖兽肉 想想都好吃 林维夏见到陆金安这么高兴 也是不由心理 也高兴 看来陆金安哥哥 很喜欢跟自己吃饭 陆金安已经迫不及待地 去吃好吃的妖兽肉了 主动把林维夏软弱乌骨的小手拉起来 兴奋地向前走道 我们快出发吧 而林维夏对面陆金安拉着自己的小手 丝毫没反应 好像陆金安就应该拉着自己 就在这时冷力学也从旁边经过 林维夏看到冷力学眼睛一亮 立马开口道 冷姐姐 我要和陆金安哥哥 去吃饭 你也一起去吧 陆金安也没想到 林维夏竟然会主动邀请冷力学吃饭 不过他也没多想 反正是林维夏请客他想 邀请谁都行 更重要是 自己有妖兽肉吃了 想到这陆金安不禁想快点 去吃到烧烤妖兽肉 林维夏说完 不由在心中得意的想到 哼 让你看看 陆金安哥哥 要和自己去吃饭 羡慕死你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惦记陆金安哥哥 同样也是 在宣示自己的主权 自己的小脑瓜真聪明 甚至冷力学会不会去林维夏都不担心 因为自己跟冷力学说 自己和陆金安是男女朋友关系 冷力学好意思 去当电灯泡吗 冷力学本来还没什么的 但听到林维夏这女人竟然主动叫自己去 而且脸上还很得意的样子 冷力学当确就明白 什么了 这林维夏还真是个醋塔 这样都要宣示主权 而且还故意邀请自己 这是想说陆金安是他的吗 哼 你不想 我去偏偏要去 就在打扰你们两人 冷力学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这么想去 可能是因为林维夏的挑衅 也可能是因为不想陆金安和林维夏过两人世界 其实冷力学也对陆金安挺有好感的 她也是第一次觉得这男生挺有趣的 而且右帅实力也很强 天赋更不用说了 也很妖念 试问 这种男生谁没好感 冷力学立马冷冰冰回应道 好啊 林维夏本来还有微笑的表情一僵 这女人也太不要脸了吧 竟然还真答应下来了 呜呜呜 自己就不应该多嘴一问 害到自己失去和陆金安哥哥单楚的机会 虽然林维夏可以反舞 但林维夏真的做不到 自己竟然邀请别人 别人也同意了 这时候反舞不就是在耍人家吗 自己虽然很不想这个坏女人去 但她是主动邀请的 自己又反舞不太好 冷力学看到林维夏本来开心的小脸 一下就僵住 内心也是不由开心 叫你挑衅我 冷力学内心有点小开心道 我们走吧 去哪吃 陆金安也疯狂点点头 她自己早就想出发了 可惜富婆还没动 自己去吃没人买单啊 陆金安也是大手一挥道 出发 林维夏的小脸顿时变苦瓜脸了 还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钻心的痛 就这样一个苦瓜脸 一个冰冷脸 一个兴奋脸 三个人表情各异 这样的组合走到一起 很吸引人眼球 更重要的是 林维夏和冷力学 是学校的两大校花 而陆金安也是一个超级帅的大帅哥 但还没走到学校门口 就见前面走来两个中年大叔身后 又跟着李国强 李国强身后又是一群领导 领头两人自然是灵顶天和冷男生了 他们一结束 就来找他们宝贝女儿了 结果 就看到他们两个宝贝女儿 竟然跟陆金安在一起 两人顿时就气势汹汹地走来了 而李国强看到这一幕 也是在心里暗自想到 只求陆金安自求多福吧 两个人都是女儿奴 肯定不会让陆金安 把白菜拱走的 陆金安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校长怎么跟在那两个大叔后面 而且 好像还以这两人为尊 到底怎么回事啊 第107章 隐刃 校长可是堂堂武师啊 竟然也只是恭恭敬敬地 跟在这两人身后 难道这两人比校长还要厉害 此时 陆金安脑海中冒出很多疑问 而且 这两个中年大叔 还向他们走来 当中年大叔 两人快走到这时 林维夏便开心地跑去 灵顶天身旁道 爸 冷丽雪也是走去冷男生身旁说道 爸 这让陆金安都看猛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两人都是林维夏和冷丽雪的父亲 不过 有一说一这两人确实长得很帅 虽然两人都是中年大叔 但是怕是能把那些少妇迷的 不要不要的 也对 要是长得不帅 怎么可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呢 而林顶天看到林维夏就开心笑道 宝贝女儿啊 你今天表现很棒 两三招就叫人打扮很不错 林维夏听到林顶天的话 也是骄傲道 那是 你宝贝女儿 一直都是这么厉害的好吗 林顶天听到林维夏的话 也是哈哈大笑道 对 对 你一直都是这么厉害的 冷男生也是看着冷丽雪道 雪儿今天你表现也很不错哦 冷丽雪听到自己父亲说的话 也是脸一红 他自己哪里有表现啊 他自己一上场 对面的人就投降了 根本没出手机会 但现在他父亲竟然还夸奖自己 这让冷丽雪感觉有点脸红 冷丽雪支支吾吾道 哪有 而陆金安则是羡慕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都有父母亲的关怀 而自己上一世和这一世 都是没父母亲的关怀 其实 陆金安上一世小时候 也会常常想自己有父母亲 那样 他就可以得到父母亲的关怀 那样 自己就可以撒娇 可以哭泣 但陆金安没有 所以 这就造成陆金安坚强 独立的性格 现在陆金安也不再想这么多 现在他 起码有情书和林卫夏 林天海等人 起码让陆金安感觉到温暖 有句话怎么来说的呢 好像是死亡并不可怕 只怕在人间没温暖 林鼎天和林卫夏说了一大堆话后 林卫夏这才向林鼎天介绍陆金安道 爸 这是我的好朋友 陆金安 他可厉害了 他达到五者境界了 而且他还独自击杀过妖兽 林鼎天自然知道陆金安是五者境界 而且还认为陆金安是五者五六段 但他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自己独自击杀过妖兽 这可太了不起了 敢跟妖兽拼杀说明 这小子是一个有血性的年轻人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安乐了 都忘记城外那些成群结队的妖兽 还有时不时会出现的黑洞 不过也不怪他们 因为他们 整整有二十年 没有妖兽攻过城 也没有黑洞出现过在城内 他们也只能从手机上 看到别的城池被妖兽攻破 或者别的城池内出现黑洞 造成多少多少死伤 但他们虽然知道 但江城内一直都很安稳 所以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 更不用说和妖兽拼命了 他们有安稳的日子 不过去和妖兽拼什么命 而且 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允许的 在他们父母看来 江城一直很安稳 不用出去和妖兽拼命 只要考上 一座好的武道学府就好了 这一切都被林鼎天看在眼里 他真的很害怕 要是有妖兽群攻击城内时 这些年轻人会怎么办 或者黑洞出现在城内时会怎么办 不知道林鼎天为什么总会有种感觉 当妖兽攻城时 便是城破之石 所以 林鼎天这十年都是在准备 他早就成立一队隐刃 隐创是他从十年前 从一个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 挑出来进隐刃 现在隐刃最低都是武者境界 而最高的甚至达到武师 而且 他们都是经过和妖兽厮杀的精英 隐刃一共有三十人 其中武师三个 三个武师也是三个队的小队长 其他成员都是武者境界的人 不过 为了养他们林家 可谓是耗尽家财 把祖上的积累都用完了 现在隐刃已经可以自己自足了 因为他们可以出城 猎杀妖兽回来 所以现在林家也不用多少钱了 虽然把祖上的积累都用完了 但林鼎天一点也不后悔 他相信 总有一天 他的隐刃会派得上用场 要是有人知道 林鼎天手中 竟然有这一股力量 恐怕都会惊恐 三个武师 其余都是武者境界的人 这股力量多强大 可以说 林鼎天这股力量 除了守护司 没有比得过他 守护司内的人也是精英 而江城守护司的人 大约有一百人 他们都是精英 最低同样是武者境界 林鼎天看着陆金安满意地笑了笑 走上向拍拍陆金安肩膀道 小伙子叫陆金安是吧 陆金安看到林鼎天连忙说道 叔叔好 对我是叫陆金安 而林为夏在一旁满意地看着自己父亲 看来自己的父亲 还挺喜欢陆金安的嘛 不错 不错 林鼎天哈哈大笑 拍着陆金安的肩膀道 陆金安是吧 以后我就叫你小陆吧 陆金安也是嘴角抽了抽 怎么感觉自己 有种像女婿看老丈人的感觉 陆金安连忙道 好 叔叔叫我小陆就行 这时 冷男生也走过来道 小伙子 我也能叫你小陆吗 林鼎天看着冷男生也走过来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冷男生 也找陆金安这小子干什么 难道是觉得 陆金安天赋不错 上来认识一番 林鼎天猜得不错 冷男生也是 看着陆金安天赋不错特意 上来认识一下 而且也想认识一下 这小子 怎么能和自己女儿说上话的 他自己女儿 可是不会跟陌生人说话的 陆金安看到 冷男生又看到冷力血 站在身后 就知道 这是冷力血的父亲了 也是有些好奇 冷力血的父亲 找自己干什么吗 不过 陆金安也没想得出来的 所以然来 只好回答 好 叔叔叫我小陆就好 虽然不知道他找自己什么事 但能让校长 跟在身后 肯定不简单 陆金安此时 还不知道 这是江城的市长 还以为冷男生 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冷男生 也是笑呵呵回答 小陆你小小年纪 就能成为武者很不错呀 而冷力血 一直在父亲后面 看着陆金安 他也没想到 他父亲也注意到陆金安了 而且这怎么这么像 自己男朋友 见自己老爸的感觉 好害羞啊 自己在想什么呢 陆金安也连忙谦虚道 还好 还好 第108章 气血旺盛 冷男生则是笑呵呵道 小陆 你这可不是还好这么简单啊 能在这年纪 就有这境界 肯定不少努力吧 你父母亲 肯定也花费不少功夫教导你吧 其实冷男生过来 也是想试探试探 陆金安背后有没有人 也想知道 陆金安背后 到底是哪个势力支持 而林背下在一旁看得撇了撇嘴 看到冷力血那一脸害羞的样子 林背下就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笨蛋老爸 没看到陆金安哥哥 都要被别人抢走了吗 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吗 快给我去和陆金安哥哥说话啊 绝对不能让陆金安哥哥 对冷力血的父亲有好感 也绝对不能让冷力血的父亲 抢走陆金安哥哥 随后 林背下瞪了林顶天 然后又用手指 偷偷指了指陆金安 意思就是 快去和陆金安说话 别让这个坏女人得到先机 林顶天也被林背下的动作 搞得摸不着头脑 不过也明白自己宝贝女儿的意思 就是去和陆金安说话 林顶天看了眼气鼓鼓的女儿 也明白 这是怕别人抢走陆金安啊 而且 冷力血这丫头 确实和自己女儿有的一样漂亮 加上他爸又去帮忙 还真有可能被抢走 林顶天虽然很不想去 但在林背下的威胁目光下 林顶天无奈上前道 老冷在聊什么 冷男生看到林顶天 也是摆了摆手道 没什么 随便聊聊 而陆金安看着两人互相打招呼 又看看林背下开心的小脸 陆金安又感觉林背下又要搞什么鬼了 冷力血也看着得意洋洋的林背下 顿时就觉得好笑 有必要这么防着自己吗 自己又不喜欢陆金安 嗯 不对是有一点不喜欢 其他的也不算喜欢吧 此时 陆金安在林顶天和冷男生 两人身上都感觉到 一股惊人的气场 他们虽然没散发出来 但陆金安还是感觉得到 这种气场又比武师强上十倍 这就是大武师的实力吗 只是没散发出来的气场 都让陆金安感觉很强大了 要是散发出灭 怕是自己也会被压制 也就是说 冷力血的父亲也是大武师 我就说 能让校长走在两人后面的实力 肯定不同凡响 果然冷力血的父亲 也是大武师 而林顶天陆金安 早在之前 就知道是大武师了 所以对于林背下的父亲 是大武师 也没感到诧异 好家伙 现在一看两位大武师 就在我身边 这时 林背下就走上来 向林顶天道 爸 我和陆金安先去吃饭了 你们慢慢聊 林顶天先是看了眼陆金安 这才向林背下道 正好我们一起去 林背下本来还开心的小脸 又一下子他下来 自己只是想和陆金安哥哥 过两人世界啊 才不想老爸 去搞乱呢 林顶天要是知道 林背下内心的想法 肯定会被气死 自己的小白菜 竟然不要自己了 还嫌弃自己 呜呜呜 但林顶天也完全不知道 林背下的想法 只是看到 本来林背下很开心的小脸 一下子便踏了下来 林顶天也是额头冒出几条黑线 自己宝贝女儿 跟自己去吃饭 竟然不开心 太气人了 都怪这小子 随后 林顶天就用能杀人的眼光 看着陆金安 而陆金安自然感受得到 林顶天的杀人的眼光 顿时瑟瑟发抖 自己怎么惹这种大武师了 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 不过 一会就传来冷男生的话 老林你们是去吃饭吗 正好我们也一起去 有件 也要跟你说一下 林顶天听到冷男生的话 自然不可能拒绝 毕竟冷男生还是江城的市长 这面子多多少少要给点 林顶天哈哈大笑点点头道 哈 老冷你去 正好跟你喝两杯 冷男生看着豪爽的林顶天 也是笑道 行 我们喝两杯 都说从一个陌生人到熟人 只需要喝一顿酒 因为酒后才会吐真心 能跟你说出真心话 那你自然就是朋友了 而陆金安很想表示 你们这些大佬去喝酒 能不能别拉上我 陆金安就想简单吃一顿饭 而且啊 毕竟在这两位大佬面前 他感受到的压力很大 而林维夏则不管这些 直接兴奋地跑过去 抱着陆金安手臂道 走我们去吃妖兽肉 由我家的林老板买单 你可要多吃点 他不差这些钱 陆金安感觉到手臂处那两颗大白兔 顿时感觉有点压不住枪了 这林维夏发育这么好吗 还有别用你的大杀气乱蹭啊 自己很难受啊 他自己还是一个一夜九次的热血小伙 最受不了这些了 陆金安不动声色地 将手臂从两颗柔软的东西抽出来 不是不想继续 而是老弟气血太旺盛了 快压不住了 到时自己可就尴尬了 你能想象一条20厘米长的东西 顶起来什么感觉吗 肯定非常显眼啊 所以陆金安这才将手臂抽出来 林维夏看陆金安 竟然抽出手臂顿时就不满了 陆金安哥哥是不喜欢我抱着他 而林维夏还不知道 自己抱着陆金安让他有多难受 冷力血自然也看在眼里 冷力血的眼睛也是一亮 难道陆金安其实并不喜欢林维夏 而是被林维夏威胁才当他男朋友的 肯定是这样了 以林维夏这性子肯定做得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此时冷力血竟然有点开心 林维夏不满 还想继续上去抱着陆金安 但被林顶天的话给打动走了 林顶天自然看到了 立马开口说到林维夏你 怎么可以随便抱别人呢 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自感染给猪拱 呜呜 真难受啊 林维夏听到林顶天的话 撇了撇小嘴 小声不满道 哼陆金安哥哥才不是别人呢 以林顶天的大武士境界 自然听得见 顿时心更塞了 呜呜呜 自己女儿就这样被猪拱了 想到这林顶天 不由多瞪几眼陆金安 都怪这小子 陆金安感受到林顶天的目光 也很无奈 自己什么也没干啊 而冷男生则是笑呵呵看着这一幕 这林顶天的白菜 被拱走了呀 幸好自己女儿没有 果然还是自己女儿怪 同样冷丽雪也听到林顶天的话了 听到林顶天 竟然不知道 陆金安是林维夏的男朋友 而且 林维夏也没说 陆金安是他的男朋友 难道他们不是侵略 太好了 冷丽雪不由觉得有些高兴 至于他高兴什么 我也不知道了 第109章 雷光斩大成 就这样 一群人就去万宝格纳 吃了一顿妖兽肉 而陆金安吃了一大堆妖兽肉 也提升三点气血了 而且 陆金安还和林顶天 冷男生等人 算是熟悉了 这顿饭吃到晚上7点多 陆金安回到家都8点多 洗了个澡陆金安就埋头睡了 直到睡到大早上 陆金安的闹钟响起 才把他吵醒 陆金安打着哈欠起床 脑海中就传来系统声 叮 宿主睡觉11个小时 获得11点属性点 陆金安听到系统声 这才微微清醒想到 自己本来就有37点未加属性点 加上昨天又睡了两个小时 又有2点属性点 现在又有11点属性点 加起来刚好就是50点属性点 自己可以加C级雷光斩 让他提升到大城了 想到这陆金安心情不由高兴几分 又可以提升实力了 系统给我加点 把雷光斩加到大城 很快 系统的机械声就回到 好的 宿主 而坐在床上的陆金安 突然就感到自己脑海中 出现许多练习雷光斩的记忆 这就像自己苦练几十年一样 直到过了几分钟 陆金安才接收回记忆 此时陆金安脸色有些苍白 毕竟一次接收这么多记忆也不好受 不过陆金安休息一会后 就兴奋起来了 因为雷光斩练到大城 便可以斩去两道雷光 而这两道雷光可以合二为一 也可以两道分别攻击 反正看自己心意 而且 雷光斩达到大城 威力也提升了两倍 要是在两道雷光合一的话 那威力就提升到四倍 没错就是四倍 怕是一刀一个小二阶妖兽 都不成问题了 到时自己一刀雷光斩斩过去 随后头也不回 转身将刀入鞘 想想就算 陆金安在心中兴奋地想到 不过现在要看看 将雷光斩提升到下一个熟练度 要多少属性点 而且 陆金安好像所有5G最高都是大城 不是陆金安不想提升 而是都需要很多属性点 陆金安都恨不得一天睡24小时了 随后 陆金安对着脑海中系统道 系统给我调出属性面板 叮 好的宿主 正在为宿主调出 系统秒回到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213加 武者二段 213300 力量 640加 约等于12500斤力量 速度 430加 防御 500加 精神 121加 攻法 SSS级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度大乘 100斜杠1000 每天能加5.7血 5G F级八级拳 熟练度入门 5分20 D级雷鸣拳 熟练度大乘 60180 C级5G雷光斩 熟练度大乘 70210 D级5G雷闪 熟练度小乘 2060 为分配属性点 0 陆金安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也是不由难自语道 想要加到下一个熟练度 竟然要140点属性点 又翻两倍了 不过陆金安感觉 要是能提升到大乘之上的境界 自己的实力肯定又会强几倍 或者不止 还有自己的气血 竟然增加了这么多 昨天自己吃妖兽肉 加三点气血 应该是208点气血啊 为什么现在213点气血 多了5点气血 到底是为什么呢 突然陆金安看到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功法自动加的 就说 怎么会多气血呢 原来是功法 一天竟然能加5点气血 一天5点气血 一个月就是150点气血 我去 这等于一个月 可以提升一段境界啊 还有多出的50气血 再加上下个月的 直接等于两个月 能提升三段境界 哇哈哈 这就是SSS 及功法的牛逼之处吗 不但施展出5G威力 比别人强10倍 现在连气血 每天都有5点 这还是陆金安 不运转功法修行 要是运转功法修行的话 陆金安感觉 一天10点 气血不成问题 但陆金安这辈子 都不可能运转的 因为有运转功法时间 不如多睡点觉 修行这么苦哈哈的事情 不是自己能做的 还是多睡点觉好 又不累 又有属性点 主打一个当咸鱼 我躺着就变强 嘿嘿 随后陆金安不再多想 起床刷牙洗脸 拿上战甲 和自己那把帅气逼人的 堂刀出门去 8点 学校体育场 此时来了不少人 大家也是各自 找一个座位坐下来 等候着第二轮的开始 而陆金安本来也想 随便找个座位坐下来的 但就看见林维夏这小妮子 在不远处站起来 招手大喊道 陆金安哥哥在这里 陆金安看到林维夏叫自己 当然就走去了 但这可把周围的男生妒忌死了 林大笑花竟然喊陆金安叫哥哥 不行 太气人了 陆金安凭什么 张飞看着这一幕 落下痛苦的眼泪 自己从上高一开始 就遇到温柔又可爱的林维夏 她第一眼就认定 自己这辈子 再不可能爱上别人了 每次下课 张飞都会假装去上厕所 走过一班 就是为了多看几次林维夏 现在看到林维夏 竟然喊陆金安做哥哥 她的心是这么的痛 好痛 好痛 这就是相思之痛吗 呜呜呜 我的林大笑花啊 真的被陆金安拿下了 呜呜呜 希望陆金安以后对林维夏好点 而且 要是做那些事情要轻点 毕竟林维夏看起来这么柔弱 更重要的是要做好防护啊 别到时带着肚子来学校 自己要不要给陆金安买套套呢 此时张飞已经想了很多眼角痛苦的泪水 不再留下 而在张飞另一旁的刘阳 看到也明白张飞的感受 拍了拍张飞肩膀安慰道 别哭 就算没陆金安 以你这丑不拉近的样子 怕是也追不到她 张飞听到刘阳的话 张飞瞬间就不哭了 更是大声对刘阳喊道 你才丑不拉近 你全家都丑不拉近 刘阳 刘阳没想到 自己好心安慰张飞 结果被她破口大骂 于是 刘阳再愣一会后 也对张飞狂喷 张飞你个费洋洋 我好心安慰你 你竟然骂我 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 这长得跟我拉出来的屎一样 又丑又臭 周围都听到两人的对骂 纷纷看过来 准备吃瓜 更有人看着张飞脸上 时不时点点头 还有发出声音还真是啊 第110章 你千万不要在街上乱跑 我怕你会被射杀 张飞也察觉到 有许多人看着自己 更有人还说着 刚才那人说得不错呀 这人长得还真像屎 张飞立马被这些人的话 气得脸都红了 但张飞又不可能骂一群人 只能将矛头对准刘扬 都怪刘扬竟然说 自己长得像他拉的屎 侮辱谁呢 张飞也立马回击道 你个高三六班的刘扬 张飞说这句话时 几乎用吼出来 刘扬也搞不懂 这张飞又要搞什么 竟然将自己名字 和班别说出来 张飞继续大声说道 你尝得就像狗拉的屎 每次看到你时 我都会不自觉地闭上双眼 不敢正视你的面容 因为我怕一看 就会吐信号信号 而且 我也不想打击你 你还是去动物园看看 有没有合适你的工作吧 要不然 你在街上乱跑 很容易被射杀的 刘扬听到张飞的化脸 都气通红 鼻子更是喷出烟来 就像一头发疯的野牛 随时可能撞死人 刘扬脸色通红开喊道 张飞我干 信号信号信号 信号码信号 随后刘扬不管在场的众人 直接冲上去 一记右勾拳 打到张飞的脸上 哎呦 你特马打我 我干死你 张飞摸着被打肿的脸 也发疯上去 一击直拳 打到刘扬的眼眶上 这次轮到刘扬发出 哎呦 众人只见刘扬的眼眶 黑了一大圈 刘扬见张飞 竟然还敢还手 也立马跟张飞打起来 陆金安来到林维夏旁边坐下 突然发现 冷力学也在这 而陆金安的座位 刚好又是两人中间 陆金安虽然有些奇怪 冷力学怎么也在 不过也没过多好奇 直接坐下了 陆金安看着观众席别一边 突然乱哄哄的 更有人还在喊你们别打了 哎呦 牙齿都打掉了 更是听到张飞的大吼 刘扬 你把我牙齿打掉了 我操心号你心号 大心号也心号的 今天不把你打服 以后我就叫废洋洋 我跟你拼了 而周围众人在一旁 看着口中还喊道 别打了 你们俩别打了 对 就是要用这招 不对 你们别打了 陆金安听着远处的叫喊 也是额头冒出黑线 张飞和刘扬又搞事情了 而且好像又打起来了 林维夏自然也听到 林维夏好奇地对着陆金安说道 那边有人在打架吗 陆金安点点头道 应该是了 林维夏用一根手指 放在自己嘴角下 思索开口道 那他们为什么打呀 陆金安看着林维夏 这副呆萌呆萌样子 又忍不住捏了 捏林维夏婴儿肥的小脸蛋 还是这么软 林维夏这次没打开陆金安的手 只是用呆萌 呆萌的目光看着陆金安 意思你干嘛 陆金安看着林维夏这副模样 更加觉得可爱了 直接用大手 将他整个脸蛋都捏在手里 林维夏的脸蛋 顿时被捏着变形了 林维夏这才打掉陆金安的大手道 又捏我干嘛 随后用自己的小手 揉揉自己的脸蛋 陆金安面不改色地说道 看到软的东西 我都喜欢捏一捏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 刷一下脸就红了 那以后 陆金安会不会捏我的 不会的 不会的 自己想什么呢 可又听说有男人 很喜欢捏那脸 不行 我才不给陆金安捏 随后 林维夏就像发呆一样 呆在那里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过从他通红的脸蛋 就知道 是在想不好的事情 陆金安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自己不就是说 喜欢捏软软的脸蛋 有必要这么害羞吗 看来林维夏还真容易害羞 而且 陆金安还不知道 林维夏误解他的意思了 就这样 陆金安时不时逗逗林维夏 时不时又逗逗冷力血 过了半个小时 参赛的人又要去抽签了 不过这次比上次快很多 毕竟少了一半人 当然快很多 这次陆金安抽到132号 也是很快就能轮到陆金安了 果然不到半小时 陆金安就能上场了 而陆金安的对手 是一位女生 不是漂亮的女生 也不是可爱的女生 而是有着300斤重的女生 陆金安看着他那体格真怕 他一压下来 把自己压死 而且他拿着 还是两个巨大圆形的锤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 凶猛母老虎吧 怕是一锤 给我锤去试 嗨嗨开下玩笑 自己毕竟 都敢打五者八段 会怕对面 这个五途四段吗 当然不会了 于是陆金安用一拳 把那女生给打下台了 你能想象 一个300斤重的人 叫喊着飞下台时 是什么感觉吗 嘿嘿 反正自己不知 不过那女生 刚好就压到楚飞扬 而陆金安还不知道的是 因为他这一拳 楚飞扬美好的爱情就开始了 本来陆金安还想试试刀的 但又想一下决定 先不用刀 用拳刀打先 别问为什么 因为陆金安想别人 看到自己带着刀 但又不用刀 随后别人就会问你 为什么不用刀 然后陆金安可以装逼地告诉他们 你们还不配我拔刀 想想就兴奋 就这样 第二轮无比也结束了 这次淘汰掉250人 林维夏和冷力雪 自然都是清风击败对手 第三轮是下午开始 现在大家可以去吃午餐 或者休息 陆金安当然和林维夏 冷力雪去吃了 不知道为什么 冷力雪一直跟他们俩 但陆金安可不管这么多 有这么一个漂亮的美女跟着 难道不好吗 而林维夏此时也不管冷力雪了 因为冷力雪 她跟自己是好朋友了 就像闺蜜一样 没错 林维夏和冷力雪 变成好闺蜜了 他们俩人不知道为什么 逗着逗着嘴 就变好朋友了 或许俩人都没有好朋友吧 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好朋友 就这样简简单单吃了顿烤羊肉 就又返回学校了 而众人也是各自返回学校 甚至有人还买了爆米花 乐可在这里准备边吃边喝 林维夏看到别人竟然有爆米花 于是又叫陆金安去买爆米花和乐可回来 本来陆金安不想动的 但被林维夏一套撒娇下来 就顶不住去买了 就这样 一人一杯爆米花和乐可 边吃边喝 等着第三轮无比开始 观众席上 甚至有不少人发现商机 他们从外面买来爆米花和乐可 在体育场内买 差不多高了一大段的钱 不过 有些人不想再出去也会买 但更多是男生卖给女生吃 而那些单身狗 哪里会再吃的 第111章 自己一身实力 可是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 随后又开始抽签了 这次只剩下250人 也是比之前抽签还要快 陆金安这次又抽中206号 林维夏和冷力雪 则是100号内 所以他们俩早早就上台无比了 当然 他们的对手也不是很强大 用不了几分钟就将人击败了 这也在陆金安意料之中 毕竟林维夏和冷力雪 都可以说是学校数一数二的强者 能这么快结束战斗 也很正常 就这样 陆金安和林维夏 冷力雪俩人说说笑笑 等到自己上场 而陆金安对手 只是一个只有五途二段的男生 陆金安也是随手一击 就将他击败了 说起来 这五途二段 也是运气不好 明明他都撑到第三轮了 结果他对手竟然是陆金安 要不是他怕事 还可以撑多一轮 但也不能说运气不好 因为他前两轮 都是抽到比自己弱的人 就这样 今天的第二轮第三轮都结束了 经过第三轮的淘汰 现在只剩下125人 明天就继续开始第四第五轮 而陆金安在结束后 就又和林维夏 冷力雪俩人吃了顿饭才回去 回到家已经是六点多 刚回到家陆金安 竟然看见秦志义房门 竟然打开了 这可是难得啊 陆金安自从秦志义 加入守护司后 就没看过他回家多少次 现在竟然回来了 秦志义自然从房间内 看到陆金安了 立马哈哈大笑道 你小子快来 快来跟我吃饭 多少天没跟你吃了 陆金安见到这副豪迈的样子 也是不由觉得好笑 秦叔还是老样子 一点也没变 随后 陆金安就主动走向 秦志义房子内 一屁股坐在柔软的沙发上道 秦志义 你吃就行 我吃饱回来了 秦志义先是把房门关上 随后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道 你小子又跟哪个女同学去吃了 话说你们学校五高一中 好像举办了什么舞比 听说第一名有C级五级奖呢 前五十还可以进你们学校成的特训班 你小子有没有通过呀 对了 自己好像问了个白痴问题 以你可以单杀二阶妖兽的实力 肯定能进的 秦志义说道 这也是一拍脑袋 而陆金安则笑嘻嘻道 秦叔你消息挺灵通的吗 这样都知道我们学校的事情 你说的不错 以我的实力 肯定轻轻松松进特训班 而且还拿个第一名 也不是问题 秦志义见陆金安这么自信 也是笑呵呵 拍了拍陆金安的肩膀道 你小子这么自信 我可是听说 冷市长的女儿也在你学校 同样也是一名舞者 而且还是舞者四段 你小子打得过 陆金安听到秦志义的话 顿时骄傲道 别说我打不打得过冷力血了 现在秦叔 你可能也不是我对手 秦志义听到陆金安的话 本来还笑呵呵的脸上也是一惊 因为他知道 陆金安这小子 不会在这种时候 跟自己开玩笑的 也就是陆金安这小子 真能打得过我了 那还是了不得 自己可是舞者八段 陆金安竟然敢说打得过自己 陆金安见到秦志义震惊的样子 也是不由心里骄傲 自己厉害吧 不知道为什么 陆金安在秦志义面前 就想炫耀一下 想看看秦志义的震惊样子 这或许就像小孩子 向父母炫耀 考了99分的成绩单一样吧 秦志义也是很快反应过来 立马问道 你小子现在什么境界了 竟然敢说打得过我 我可是舞者八段啊 我现在舞者二段 但是现在我感觉 我能打得过你 陆金安回答道 秦志义听到陆金安说 自己是舞者二段 还以为自己被耍了 但又听到陆金安这小子 自己感觉打得过他 你小子怕是没感受过 舞者八段的实力吧 以你舞者二段 还打得过我舞者八段 陆金安见秦志义 竟然不信自己 也是不犹豫 直接将全身的气势爆发出来 顿时沙发周围轻一点的东西 都被软倒 而陆金安此时虽然是作者 但气势依然很惊人 要是有舞图境界的人在 怕是也会被这气势 压着不得动弹 秦志义感受到陆金安那惊人的气势 竟然也只是比自己弱一点点 一个人的气势强弱 同样也证明 一个人实力的强弱 陆金安果然没说谎 秦志义想到这无奈笑了笑 自己修行有大半辈子 也就达到舞者八段 而陆金安现在竟然不比他弱 而且只是舞者二段就这么强了 怕是真是舞者八段 连武士都敢打了 行了 行了 知道你厉害了 快把你气势收收吧 陆金安这才把自身的气势收起来 又恢复看着平平无奇的陆金安 信了吧 秦叔 信你小子了 话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现在连我都能打过了 这当然是我每天都刻苦修行和练习武技了 没有人的实力是白得来的 是用汗水和辛苦换来的 陆金安脸不红星不跳地说道 自己也不算说谎啊 他自己虽然是有系统 但这是他自己辛苦辛苦睡觉 才得到属性点的 也不算白得来吧 秦志义听着陆金安说 已经能想象到 陆金安每个日日夜夜 辛苦地修行和练习武技 是啊 陆金安这一身实力 也是通过他努力和汗水换来的呀 这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苦练 才能有这样实力啊 秦志义拍了拍陆金安肩绑道 辛苦了 陆金安也是配合摇摇头道 不辛苦 秦志义知道 陆金安这么努力 也是满一点点头 随后继续说道 对了 我听说你们学校 准备请我们江城的守护寺里的许牛武师 去你们特训班当教练啊 陆金安听到许牛的名字 也是感到好奇 这许牛是谁啊 学校竟然请他当特训班教练 不过陆金安也听到 秦志义说许牛是一位武师 于是陆金安还是好奇问道 这许牛是谁啊 秦志义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为陆金安解释起来道 许牛是一位武师 更是达到武师六段 一身实力也强得可怕 可以说 江城除了大武师 许牛的实力 都能在江城排的上号 而且 许牛还是守护寺一员 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斗 实力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也精通各样兵器 所以你们学校 才来守护寺请许牛 来教你们特训班两个月 不过确实许牛是挺适合教你们的 第112章 抽到轮空 陆金安也点点头 要是许牛有秦志义 说得这么厉害的话 确实很适合教一些高三的学生 而且 许牛的实力也不差 竟然是五十六段 更重要的是 经历过许多实战 难怪学校会请许牛 来教特训班 随后 陆金安就继续跟秦志义闲聊着 直到八点多陆金安 才回到自己的家 而陆金安洗了个澡 又早早睡下来 早上七点 陆金安又被闹钟吵醒 陆金安起身把闹钟关掉 随后系统声又响起 叮 宿主睡觉十小时 获得十点属性点 陆金安听着系统的声音 自己又获得十点属性点 不过随着境界越来越高 需要的属性点也是越来越多 要是成为五十每提升一段 就需要一千点气血 也就是相当五十每提升一段境界 等于五者一段 提升到十段所需的气血 要是到五十 就算自己每天睡觉 也很难提升一段 自己一个月 最多就获得六百属性点 不算加五计 功法的 也不能提升五十一段 也就是两个月才能提升一段 算了 自己想这么远干嘛 先提升到五十境界再说吧 要是有人知道陆金安的想法 肯定会破口大骂 两个月提升五十一段 还不满足 他们这些达到五十的 都是二三年才能提升五十一段 还不要说那些天赋差的了 要是天赋差的人 怕是要四五年才能提升一段 所以 陆金安的速度算快了 竟然还嫌弃慢 陆金安洗完脸刷完出门 从路边随便买了几个包子 便上公交车搭去学校了 今天是第四第五轮的无比 现在通过前三轮的淘汰 现在也只剩下一百二十五人 而今天会有一个会抽到轮空 意思就是说 他不需要进线第四轮无比 直接能进第五轮 因为现在有一百二十五人 两人一组的话 肯定是有多出一人 所以 学校也是 直接让多出一人轮空 陆金安到达学校时 就看到林薇下了 他站在校门口 不知道再等谁 不过陆金安也猜到 他在等自己 果然林薇下看到陆金安 就拼命地招手 生怕陆金安看不到 陆金安看着林薇下 向他招手 不由觉得好笑 这妮子 怎么在这等我 陆金安也是直接走过去道 你在这等我干嘛呢 林薇下看见陆金安脸上 也是不由开心道 等你和我一起 去找座位啊 陆金安这才明白 林薇下在等自己干嘛 随后陆金安摸了摸 林薇下的脑袋道 走吧 冷立雪还没来吗 林薇下见陆金安摸 自己脑袋也不生气 只是开心回道 冷姐姐他还没来 我们去帮他找好座位吧 陆金安点点头道 行 我们走 还是和前两日一样 陆金安左边坐着林薇下 右边坐着冷立雪 陆金安则还是坐中间 陆金安闻着左边的枝子花香味 又闻着右边那淡雅的奶香 顿时感觉人生不过如此了 果然越漂亮的女生越香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样 陆金安一直等到抽签 陆金安还是和以往一样 上前随后 从箱子摸出一张纸条 然后一打开 竟然是125号 刚好这个号码属于轮空 也就是说 陆金安不用打第四轮 可以直接到第五轮 陆金安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抽到轮空 这运气有点好啊 不过对自己多少有点无用 因为他自己 就算没抽到轮空 也能很轻松打进下一轮 比起那些实力差的人 这轮空更适合他们 没看见到那些实力差的人 口中一直在念念有词 一定要给我抽到轮空啊 陆金安虽然不是很需要 但都抽中 就当休息一下吧 陆金安把纸条递给工作人员到 125号 工作人员也是一愣 没想到这人竟然能抽到轮空啊 运气还真是好啊 而在陆金安身后 众人听到 陆金安竟然抽到轮空 纷纷哀嚎一大片 我去抽轮空 竟然让人抽了 完了我这武图三段 还想抽个轮空混一下 结果被别人抽了 兄弟我更惨啊 我才武图一段啊 本来还想抽个轮空挺一下 结果被人抽了 完了要被淘汰了 还有马呀 兄弟你武图一段 怎么混到第四轮的 你不会有挂吧 唉 我只是遇到比我弱的对手而已 低神啊 比你弱的 怕是连武图都不是啊 工作人员将陆金安的信息登记下来道 你抽中是轮空的号码 所以这一轮你不用上场 明白了吗 陆金安自然知道 点点头道 知道了 随后 陆金安这才拿着号码回座位 而林维夏和冷力学 早就抽完了 见到陆金安回来 冷力学也是好奇问道 你抽到多少号 陆金安把125号亮出来道 125号轮空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竟然抽到轮空 瞬间就跳起 拿过陆金安的纸条道 还真是125号轮空啊 陆金安哥哥 你运气太好了吧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耸耸肩道 你知道的 我就算不需要轮空 一样能轻松赢下 冷力学此时听到陆金安的话 冷冷吐出三个字 凡尔赛 哎 陆金安也没想到 冷力学竟然会这么说 这还是冷力学吗 林维夏听到冷力学的话 也是扑斥一笑道 就是陆金安哥哥 你真凡尔赛 陆金安也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脑袋 自己有吗 冷力学你这37度的嘴 怎么能吐出这么冰冷的话 我这是凡尔赛吗 以我实力 还真不需要轮空 陆金安也是坐下来 对着冷力学道 冷力学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脸一红 陆金安说的话 怎么好像尝过我的嘴一样 还知道我嘴里的温度 林维夏看到这一幕 顿时又用手摇晃着陆金安道 好啊 陆金安你又欺负冷姐姐 陆金安感觉林维夏的小手 在不断摇晃自己的身体 也是笑道 好了 好了 我哪里欺负他啊 林维夏听到摇晃更用力了 还说没的 陆金安被林维夏摇晃着身体 也是有些无奈道 再闹 就打你小屁屁了 林维夏果然听到陆金安这句话 就立马红着脸 停下摇晃小声道 坏蛋 陆金安看了眼脸红的冷力学 又看了眼脸红的林维夏 顿时满意点了点头 至于陆金安满意什么就不知道了 第113章 你这小脑瓜 还是这么笨 就这样 第四轮很快就结束了 而第四轮也淘汰掉一半人 现在只剩下63人 而第五轮同样是上午才开始 陆金安和林维夏冷力学等人 便去吃了午饭 等待着第五轮的开始 不过 第五轮有些不同 第五轮只淘汰掉13人 至于怎么淘汰掉13人 陆金安也不知 就这样很快就到第五轮了 不过这第五轮好像没有抽签了 陆金安也不知道 这次会以什么方式淘汰掉13人 可以说 这第五轮也算决赛了 因为只要通过这一轮 就可以进前50名了 所以 那些通过第四轮的人都是很紧张的 只要过第五轮 他们就等于胜利了 他们就可以进特训班了 此时有不少人都在讨论起来 你说这第五轮到底以什么方式 淘汰掉13人啊 这个谁知道呢 反正有13人会被淘汰掉 剩下50人就可以进特训班了 太羡慕了 是啊 只要通过这一轮 他们就可以进特训班了 不像我第一轮 就淘汰出局了 唉 我更惨我明明通过第三轮 结果第四轮出局了 我距离成功 也只是一步之遥啊 差点我就可以通过第四轮了呀 要是我通过第四轮 我再通过一轮 我就可以进特训班了呀 好不甘心啊 就在这时广播员李宁的声音 又响起 同学们你们好 请通过第四轮的选手 注意听广播 请通过第四轮的选手 注意听广播 下面 第五轮即将开始 我来为大家说说第五轮的规矩 第五轮不再采用抽签的方式进行 而是改为站擂台 现场刚好有50台擂台 你们一人站一座 刚好有50人 而这50人 便可以通过第五轮 说到这你们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能占领擂台到第五轮结束的 才算进入前50名 而且 每座擂台 只允许一个人占领 要么你把占领擂台的人打下去 要么你就被淘汰 现在有63人 而擂台 只有50座 那就是说 有13人 将会站不到擂台 但这13人 可以在第五轮结束前 向占领擂台的人 发起挑战 胜得自然占领这座擂台 说的只能去挑战 别的擂台的人 而且最先占领擂台的人 只能被挑战两次 而且要是有占领擂台的人 前几分钟 被挑战过 那么占领擂台的人 只能在半个小时后 别人才能继续 发起挑战 每个人占领到擂台 只允许被挑战两次 要被挑战 两次他都没输 那么他就不用 再接受挑战了 可以说 他已经算通过第五轮 还有这次第五轮 你们有一个半小时 要是一个半小时 那些还没站到擂台的人 将会被淘汰 记住了 只有一个半小时 大家记住了 现在通过第四轮的人 可以去抢占擂台了 随着李宁的解释众人 也渐渐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了 擂台只有五十座 人却有六十三人 所以必定要淘汰掉十三人 那些通过第四轮的人 听到李宁的解释 也是明白 怎么回事了 现在他们要立马去场中 占领擂台 要不然等一下 就被别人占领去了 于是 那些通过第四轮的人 纷纷争先恐后的 向场中那五十座擂台走去 不到一会就有一半擂台 被占领 还有一半 但肯定不够分的 而陆金安座 在观众席上 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这可把林维夏急的 陆金安 我们不去占领擂台等一下 就被他们占领完了 陆金安看着林维夏 这着急的模样 不由觉得林维夏 这还真是小笨蛋 陆金安一脸无所谓地 说到占领完就占领了 林维夏听到 陆金安的话 更着急了 占领完 我们就被淘汰了 陆金安听到 林维夏这句话 扑斥一声 笑出来道 你怕失望了 这轮有一个半小时 才会结束 我们随时可以向 占领擂台上的人 发起挑战 现在去占领擂台的人 怕是最先被人挑战的 虽然说挑战两次 别人就不能继续挑战了 等于通过第五轮了 但你也要这两次挑战 都赢才行啊 而且肯定 被挑战两次 会消耗很多气血 你想想 要是有人开始 就挑战你 你虽然打败他了 但自身气血 也消耗气气巴巴了 虽然说 可以给你休息半小时 但半小时后 又有人挑战呢 你要是胜还好 能通过第五轮 你要是输的话 怕是真的完了 因为你被挑战两次 气血都消耗完了 哪还有气血 去挑战别的 占领擂台的人 而且经过这两次 挑战你时间也不多了 根本没时间 恢复气血 去挑战别的擂台的人 所以 最先占领擂台的人 将会被最先挑战 消耗气血肯定很多 我们在这等一个小时 剩下半个小时 再次去挑战 占领擂台上的人 而占领擂台的人 肯定气血 也被消耗得七七八八了吧 还有那些 没有擂台的人 肯定气血 也消耗特别大 因为他们在不停挑战擂台上的人 或者本身是 占领到擂台的人 输了被赶下来的人 所以我们先让他们 慢慢消耗 我们再出击 也不吃 你这小脑瓜 还是这么笨 陆金安说完 摸了林维夏的小脑袋 有种撸猫的感觉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解释 也明白了 是先让他们打伤打死 消耗气血 然后他们再出场 收拾掉他们 这叫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不对 陆金安竟然说我笨 刚才只是太着急 才没想到而且 才不是笨呢 林维夏顿石气鼓鼓地 把陆金安的手给打开道 我才不笨呢 我只不过 刚才太着急了 陆金安见林维夏这副模样 不由觉得好笑 继续伸手摸摸林维夏的脑袋道 对 对 你不笨 你很聪明 哈哈 林维夏见陆金安这副模样 也是小嘴不满道 臭陆金安竟然说我笨 而冷力血 则看着这一切 也是不由笑了笑 确实陆金安说得不错 现在去占领擂台 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还可能会消耗大些气血 虽然他们都能轻松通过第五轮 但先换种更轻松方式 通过第五轮不好吗 而此时场中 50座擂台上 已经有两三座被挑战了 甚至有两人被打下台去 而那些还没发起抢擂台的人 是在观察哪台擂台上的人好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抢擂台了 有的人能抢到 而有的人则是抢不到 不过仍旧还有10人没擂台 第114章 你长得一看就不是好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场中就有不少人都发现 冷力雪和林维夏这两人竟然不在 至于陆金安再不在场中 众人倒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谁有空关心一个大男人 要关心也是关心大美女啊 众人却都纷纷疑惑 林维夏和冷力雪两人去哪了 怎么不见到他们俩 这么重要的无比不可能不在啊 而陆金安看了眼手机 刚好时间过了一个小时 于是陆金安就站起来道 走吧 还有半小时是时候上场了 林维夏听到 终于能上场也跳起来 林维夏看着下面打得火热 早就想上场了 现在陆金安说能上场 林维夏就迫不及待想下去了 而冷力雪则还是冰冷冷的模样 只是起身默默跟着陆金安走下去 场中的人终于看到陆金安和林维夏 冷力雪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多少高兴 因为这三人现在才出来 怕是又要有三人会被打下擂台去 陆金安回头看着一脸冷冰冰的冷力雪 和一脸开心的林维夏道 你们各自挑选一个对手吧 随后陆金安就向早就瞄准好的目标走去 陆金安的目标是楚飞扬 没错是达到舞者境界的楚飞扬 至于为什么挑选楚飞扬做对手 那是因为自己也想看看 同为舞者境界的楚飞扬有多强 正好自己也可以活动活动筋骨 如果楚飞扬要知道 陆金安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实力 才来挑战自己 楚飞扬肯定会破口大骂 特么的 就是为想知道自己的实力就来挑战他 他招谁惹谁了 而林维夏和冷力雪 则好奇地想看看陆金安要挑战谁 结果就看到陆金安向楚飞扬占领的擂台走去 顿时也是有些无奈陆金安这伙家头这么铁吗 直接找同为舞者境界的楚飞扬打 所有擂台中陆金安偏偏找所有擂台最强的楚飞扬打 陆金安的脑回落还真不同寻常人啊 直接干擂台中最强的人 楚飞扬见陆金安向自己走来也是眉头一皱 他自己也知道陆金安和他一样也是一个舞者境界的人 他竟然要挑战自己 不过楚飞扬也不是很确定陆金安是不是要挑战自己 或者只是路过 不对 这叫陆金安的肯定不会挑战自己 自己也是舞者境界 陆金安怎么会来挑战自己 虽然说陆金安也是舞者境界 但要是陆金安来挑战自己肯定会斗得两败俱伤 而且陆金安有软柿子不去捏 竟然偏偏要捏最硬的西瓜 意思就是说陆金安不去挑战舞图境界的人 竟然来挑战自己一个舞者境界 但楚飞扬一切都想错了 陆金安还真慢慢走上他擂台的台阶 楚飞扬也是被陆金安的操作搞猛啊 这陆金安还真想和自己硬碰硬啊 有病吧 有软柿子不去捏 来捏他这最硬的西瓜 还是自己看起来很好欺负 竟然真敢来挑战自己 很快陆金安就走上来了 陆金安走上来先是上下打量 一下楚飞扬 楚飞扬高有一米八 身材也是很强壮 头上留着一个寸头 更是长得有点凶狠 但又有些坚毅 陆金安看到楚飞扬忍不住说道 你长得一看就不是好人 出门都要被问身份证 楚飞扬听到陆金安的话 本来凶狠的脸变得更凶狠了 好小子 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说我 你怕不是找死 我这叫硬汉长相 楚飞扬看着陆金安咬着牙说道 在他看来 陆金安肯定在挑衅自己 不过很好他 成功激怒他了 竟然说他长得不像好人 而且这小子还知道自己出去 就会被盘问身份证 自己不过长得硬汉一点 而且有必要吗 陆金安听到楚飞扬的话 也是惊呼道 额泪娘爱 你这叫硬汉长相 怕不是汉匪在世吧 只谋财害命的汉匪 楚飞扬额头冒出黑线来 好小子竟然还真是在挑衅我 当真以为自己怕他 同为舞者境界 自己可比他厉害多了 自己早就将一级身法修成小城 地级武技更是达到大成 这可以说是比同镜的舞者境界 要强上一点 看来老虎不发威 他拿我当小喀拉咪了 竟敢欺负到头上来 不给点 他教训以后怕是都敢在他头上拉屎了 小子你找死我成全你 让你看看 同为舞者之间的差距 楚飞扬黑着脸 对陆金安道 陆金安听到楚飞扬的威胁 也是毫不在意道 行 那我要挑战你 楚飞扬脸色凶狠地看着陆金安道 行 没问题 正无聊 没人挑战我呢 让我试试 你实力到底如何吧 楚飞扬决定 让陆金安好好看看 自己可不是软柿子 竟然敢来挑战自己 一定要他好看 就在这时 擂台上也出现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挺着一个大肚子 眼上戴着黑色的眼镜 头上更是一个中年男人标准的地中海 这时 这位老师向陆金安开口道 你是否要挑战楚飞扬同学 这位老师自然是校长派来的 他知道陆金安这小子 可是五者五六段实力 而且楚飞扬也是五者境界 要是那些只有五者三四段的老师 当裁判 怕是很难保障学生的安全 所以 李国强就派了 这位老师来 他是一般的班主任 叫顾天 同时也是五者八段境界的人 有顾天 在这看着李国强 也安心许多 毕竟顾天是五者 八段都比两人高境界 陆金安自然认出 这就是林天海 心心念念的顾天了 同样也是一般的班主任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回道 没错 顾天见陆金安 肯定也是推到一边 既然陆金安确认了 那么挑战便能开始了 而他自己 只需要在他们 其中一人有危险时 出手就行了 顾天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校长 叫他一个五者八段的人 来这里当两人的裁判 就算两人 是五者境界 最多就是一二段 只需要五者四五段 来当裁判就行了 哪里需要他一个 五者八段的当裁判 有点大才小用了 楚飞扬见陆金安 确定要挑战自己 也是不由冷笑道 天堂有路你不走 第 什么 什么没路 楚飞扬说道 这竟然忘记 怎么说了 陆金安也是扑斥一声笑出来 哇哈哈不好意思 我不是嘲笑你啊 哈哈 楚飞扬感觉自己 又被侮辱了 自己一个猛夫拽什么词 第115章 自己怎么费天了 楚飞扬冷笑道 你现在就笑吧 等一下你就笑不出来了 楚飞扬说完身上 也是爆发出独属于 武者境界的气息 手中拿着大刀 双眼凶狠地盯着陆金安 像是下一秒 就能一刀斩来 陆金安见楚飞扬 认真起来 自己也是认真起来 虽然陆金安可以很轻松 就将楚飞扬击败 但也不会因此而轻敌 楚飞扬 没让陆金安等多久 直接就是一个大胯部手中 拿着大刀 向陆金安身上斩去 而陆金安面 对楚飞扬的突然发难 只是瞬间 就向后暴退五六步 就轻轻松松地躲过 楚飞扬这一刀了 而楚飞扬 也因没斩到陆金安一刀落了空 就在楚飞扬 还想继续攻击时 陆金安也发出进攻了 陆金安脚下一踏 直接暴射而去 更是挥舞着雷电 在不断流走的拳头 向楚飞扬的脑袋打去 楚飞扬瞳孔一缩心中 更是一惊 好快的速度 从刚刚开始发生 这一切都 只不过是一眨眼尖的事情 陆金安就能躲避掉自己的攻击 还能趁着自己一刀 落空时间反击 这证明了 陆金安的反应速度 比自己要快多了 要不然怎么可能 面对自己突然发难的一刀 这么轻松躲过去呢 还能从自己一刀落 就发起反击 其实楚飞扬还真没想错 在陆金安眼 李楚飞扬的动作 是这么的慢 陆金安完全反应得过来 楚飞扬也是来不及多想 想立马挥刀挡下陆金安的拳头 但楚飞扬的速度太慢了 等他想挡住陆金安的拳头时 陆金安的拳头 已经到楚飞扬眼前了 楚飞扬看着流淌雷电的拳头 在自己眼前 也是心跳个不停 眼睛更是瞪得大大 像即将面对死亡一样 就在这时楚飞扬集中生智 整个人快速地向下蹲 才看看躲过陆金安的拳头 但陆金安的反应 比楚飞扬快多了 见楚飞扬蹲下 也是气血覆盖到脚上 一脚就踢向楚飞扬的腹部 楚飞扬刚蹲下 还为躲过陆金安一击 暗自窃喜 结果下一秒陆金安的脚 闪烁着雷光向他踢来 动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 陆金安的一脚 把楚飞扬踢飞十多米远 此时楚飞扬 就像那足球一样 快速飞向远处 而楚飞扬 好像也忘记惨叫 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正当楚飞扬 为自己躲过陆金安的拳头高兴时 结果一眨眼他自己 就像那足球一样 飞了出去 楚飞扬 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自己怎么飞天 平 一道巨大的撞击 声音响起 楚飞扬整个人和擂台的大石块 相撞在一起 此时 楚飞扬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好痛 好痛 就像小时候割鸡皮一样痛 不 比那几十倍了 而且自己感觉全身 都要散架了 甚别是腹部 都痛得没感觉了 而陆金安正 踢飞楚飞扬后 也早在想到自己 收住一半力气 楚飞扬应该没什么事吧 不过 好像有点飞太远了 而在一旁的顾天 也是瞳孔猛缩 陆金安这反应 也太快了吧 在躲开楚飞扬的攻击后 然后反击 而楚飞扬在陆金安的拳头 将要到脸上时 也是快速一蹲 但没想到 陆金安的脚已经踢去 也就是说楚飞扬 在蹲下时 陆金安就已经反应过来 直接一脚踢去 这反应速度 绝对不是五折 一二段能做到的 只有五折五六段才行 而且陆金安只是 普普通通的一击 就将一个有200斤重的楚飞扬 给踢飞十米多远 这力量也是很强啊 就算是他自己想在 这一瞬间救下楚飞扬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陆金安的速度太快了 怪不得校长 特意安排他来这擂台上当裁判 要是普通舞者 三四段 怕是都看不清陆金安的动作啊 不过 顾天没多想 连忙闪身到楚飞扬身前 顾天看着双手 捂着腹部满地打滚的楚飞扬 也是着急到 同学你有没有事啊 随后顾天问完 也是一拍脑门 自己怎么问这 五脑的问题呢 这一看就是有事啊 顾天来不及多 想从怀中拿出一个瓶子 拔开瓶口 连忙倒出一颗绿色药丸 递到楚飞扬口中到 这是疗伤完快吃下去 楚飞扬听到顾天的话 也是连忙张大口 直接吐了下去 没办法 因为现在楚飞扬腹部太痛了 他自己都感觉腹部内 已经都受伤了 一颗药丸下肚处 飞扬顿时感觉腹部处 开始暖洋洋 也不再这么疼痛了 顾天健壮也是 再拿一颗给楚飞扬吃 不过他心里也有些心痛 这一颗价值十万块呀 不过 幸好是学校提供的 这也是防止有人 在无比中 受到重伤才给配备的 一瓶也只有三颗 而且不是 每个老师都配有 只有少部分老师 才配有的 陆金安看着这一幕 也是有些傻眼 这也太弱了吧 连自己没动用 五肌一脚都受不住 其实陆金安那知道 不是楚飞扬太弱了 而是他自己太强了 而且楚飞扬 也是在这几天才 晋级为舞者的 所以还比一般的舞者 要弱许多 楚飞扬又吃一颗疗伤完后 腹部处终于不痛了 而其他地方也不痛了 楚飞扬 这才有力气站起来 不过楚飞扬虽然站起来 但脸色依旧苍白 额头处也有很多汗水 明显就是因为 刚才太痛才导致的 而楚飞扬站起来 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陆金安 这陆金安实在是太强了 只是普通的一脚 就差点踢死我 而且楚飞扬 还能感觉得得 这还是陆金安收着力了 自己虽然说 刚进即为舞者境界 但也是一个舞者啊 竟然就这样 被陆金安一脚给踢飞 陆金安怕是 已经舞者七八段了吧 要不然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一个十七八的人 就能达到舞者七八段 楚飞扬都不敢想象 陆金安到底是有多天才啊 陆金安要是能知道 楚飞扬的想法 一定会笑 因为他只有舞者二段 没想到 被楚飞扬想到七八段了 陆金安看着楚飞扬 这害怕的眼神也是 不好意思地问道 嗯 你没事吧 楚飞扬听到陆金安的话 像是儿子听到爸爸的话一样 连忙摇头道 没事 没事 楚飞扬生怕说 慢陆金安又将自己踢飞 而顾天见楚飞扬没事 也是松口气道 楚飞扬同学 没事就好 不过这场 算陆金安获胜了 你的擂台 将会被陆金安占领了 第116章 陆金安恐怖如斯啊 楚飞扬听到顾天的话 一点意见也不敢有 立马点点头道 好 生怕自己有什么之见 陆金安又暴打他一顿 陆金安真是太可怕了 楚飞扬不等顾天再多说什么 就像遇到什么大恐怖一样 赶忙逃下擂台 陆金安见楚飞扬这害怕的模样 也是不由觉得好笑 不过也不怪他 毕竟陆金安这个怪物太可怕了 这种年纪就已五折五六段了 自己努力大半辈子 才达到五折八段 哎 此时顾天的心情也很复杂 有妒忌有羡慕 也有仰望 陆金安摸了摸脑袋 怎么感觉这两人都用怪物的眼神看着自己的 自己有这么可怕吗 自己又没干什么 而此时观众席上的众人 此时都张大嘴巴 都被惊掉下巴了 这 陆金安恐怖如斯啊 一脚 就把楚飞扬这个舞者境界的人 踢了个半死 而且 这一切从陆金安躲开楚飞扬的攻击 和陆金安还击时 将楚飞扬踢飞 都只不过是过了两秒而已 观众席上有的人不注意看 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也有不少人看到这一切 此时他们都被陆金安震惊到了 呃 低神啊 这 陆金安 太牛逼了 更有五六个人惊呼道 卧槽牛逼 我的乖乖 今天算是脱裤 当街拉屎开了眼了 此时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众人的震惊 陆金安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脚 会引发出这么大的动静 另一边林维夏 则是挑选一个只有五途四段的女生进行挑战 结果自然不用说 林维夏轻轻松松拿下 冷力雪则是挑了个五途五段的 冷力雪一上台 对面的人就立马投降了 因为这可是冷力雪啊 一身实力达到五者四段 自己一个小小武徒五段怎么打 拿头打吗 那叫投铁 所以干脆投降行了 自己的气血也不会被消耗 也不用受伤 而且自己积攒好 气血好 直接去打别人的 而另一边陆金安 有些百无聊赖的站在擂台上 自从他打败楚飞 杨就没有人敢来挑战他了 倒是楚飞杨被陆金安轰下台后 休息一会 就立马去挑战一个只有五途四段的人 然后自然那五途四段 也被轰下来 此时那五途四段的人 在疯狂马卖屁 他招谁惹谁了 陆金安把楚飞杨打下台来 而楚飞杨就拿他出气一顿暴打后 就把他轰下台了 他娘的 把自己当出气筒了 不过那五途四段 也没什么办法 只好乖乖恢复好 准备去抢别人的 现在因为陆金安和林为夏 冷力雪三人的加入 本来平静的局面又激荡出来 时不时就有人被打下擂台 而那些被打下擂台的人 在休息好后 又继续上去抢擂台了 这一轮只能靠自己真正的实力了 因为如果你实力不行 下一秒肯定会被别人挑战 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 此时五十座擂台下 还有十三名没有擂台的 而这十三人虽然很不甘 但他们此时都无力再争取了 因为他们的气血 早就在抢擂台上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但也有些是刚抢到擂台气血消耗完 半个小时后 就有人向他们发起挑战 然后他们就被打下来了 也没有气血 再去争夺多一次擂台了 所以现在还在五十座擂台下面的人 已经算是却将淘汰出局的了 果然很快就响起几声铃响 当 当 当 随后李宁拿着话筒说道 第五轮无比已经结束了 还没有擂台的十三人 被淘汰掉出局 随着李宁的话音落下 站在擂台上的人 瞬间就发起欢呼 他们这是近前五十了 他们可以进特训班了 虽然说进特训班还可能被挑战 但起码前一个月是不能挑战的 那样有一个月时间给他们准备 而且特训班有着全校最好的修行资源 和最好的老师 他们有信心在这一个月 将自己的实力大提升 而擂台下的十三人都是一脸苦刮脸 他们差一点就能进特训班了 差一点啊 这个感觉太难受了 距离成功只有一步 结果关键时候斜掉了 无法再向前走路了 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机会 只要等到下个月 他们就可以挑战特训班的人了 而陆金安倒是没多大感觉 毕竟对于他来说 进特训班是一件随手可得的事情 就这样 李宁又巴巴拉拉鼓励一下 那些没通过第五轮的人 然后又巴巴拉拉说 一大堆明天将进第几轮 随后又轮到李国强讲话了 李国强又宣布一个好消息了 就是因为教育局 又给他们学校成立特训班的事情 多拨了点资金 所以学校决定 前25名也都有奖励 前10名除开第一到第三名 奖励两颗汽写单 而后面的11到25的 奖励一颗汽写单 听到这消息 无意不让通过第五轮的人高兴 只要进前25名又有汽写单奖励 汽写单啊 一颗也要两到三万啊 要是学校奖励品质好的汽写单 就等于一颗要三万块啊 这如何不让他们高兴呢 要是进前10 还有两颗汽写单 等于六万块 可能这些对有钱的人家不算什么 但对于普通人家的人 就非常值得高兴了 更别说进前3 前2和第1了 这些都有更珍贵的武技 功法奖 所以 这次进特训班 其实也算一个跨越梯层的机会 只要进特训班 普通人家的孩子 也会得到更好的资源 和更好的老师教训 等五考时 更容易考上高等学府 那就将实现梯层跨越 因为能进高等学府的人 最低未来都是一个武师 武师啊 要是在江城这四线城市 当个校长 甚至当个副市长 也不成什么问题 这个从普通家庭的人 直接摇身一变 就变成副市长了 所以这如何让众人不兴奋呢 陆金安回到家内 也是洗个澡就躺下了 明天是第六第七轮 后天决赛 但陆金安心中没半分波澜 因为他知道 以自己的实力 肯定能拿到第一名的 现在最重要 就是多睡觉 攒多点属性点将 武技继续提升 或者用来提升境界 陆金安希望自己能在 武考时到达武师境界 这样拿个省状元 不成问题 而且 这世界的危险随时可能出现 这让陆金安 有种想快些提升实力 只要自己强大 什么危险都不再存在 第117章 争夺战 星期四早上 陆金安还是和以往一样 静静地坐在观众席等商场 今天也就是第六第七轮无比了 第六轮将会从50个人中 淘汰出25个人 也就是通过第六轮 就进前25名 那通过第六轮的人 到时候就有奖励领了 而七轮将会淘汰掉15人 剩下10人 则是进前10 就这样 第六轮便早早就开始了 而六轮 还是采取抽签的模式来进行 而陆金安抽到一个15号 那他对手就是16号了 这第六轮倒不用陆金安再等了 因为在场的只有50人 也就是两人一擂台 只用25座擂台 还空出25座擂台 所以 陆金安就不用等了 也是直接上对应的擂台 而陆金安的对手 是二班的一个五图七段的男生 随后两人便开始交战 结果那位二班的男生 直接被陆金安一招打下台去 这自然 陆金安就获胜了 就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第六轮也结束了 现在只剩下25人 因为第六轮结束太快了 所以 学校决定 第六第七一起办了 本来之前是结束一轮都到中午了 于是学校决定 先让他们吃完午饭 再举办下一轮 但现在结束第六轮 只用半个小时 所以学校决定 让通过第六轮的选手们 休息一小时 之后再开始第七轮 然后第七轮结束了 再给大家放半天假期 同时也让通过第七轮的人 好好休息 因为明天就是决赛了 到决赛时 到时就会有教育局 舞者联盟 市长等重要人物 要来观看决赛 所以 校长才决定 今天六七轮一起办了 放半天假 让他们上午能休息一下 这样明天 他们将会以最好的状态 进行决赛 也好让各界的领导 看看他们五高一中的学生 于是 陆金安他们就休息一个小时 又开始第七轮了 第七轮又变回抢擂台了 而这次只有十座擂台 是从一到十号的擂台 只有占领一到十号的擂台 才算数 而如果占其他号擂台 就不算数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一到十号的才算数 也就等于 只有十个人才能通过第七轮 不过这次大家都学经了 大家都没有早早上擂台去 因为最早上擂台 也会最早被挑战 到底气血肯定消耗的大 所以大家 谁也没再抢着先上擂台 不过楚飞扬这些自认为 有实力的人 倒不在意这些 他们直接就是上擂台 而此时的众人 开始占领着擂台的十人 一个一个都在擂下 安安静静地站着 谁也没先出手 谁也不想当出头鸟 最先上去抢占擂台的人 肯定最先消耗气血 就算他抢到擂台 下面还有十五人 虎视单单在那里 所以 此时竟然难得地安静下来 谁也不出声 只是大家都在相互打量 看谁时最先出头 而陆金安 也是百无聊赖地 站在擂台下 他并没有直接占领擂台 而是也在打量 抢哪个擂台好 林维夏和冷力学两人 自然也跟着陆金安了 所以 最先占领擂台的十人 压力也很大 只要陆金安三人随便挑战三人 那么 将会有三人被赶下擂台 更重要的是 和他们三人打 要是一不小心 受伤和气血消耗过大 到时 再想抢别人的擂台就不行了 此时占领着擂台的人 有些后悔 他们抢占领这么早的擂台干什么 就知道 就不当出头鸟了 现在好了 有十五个人在下面虎视单单 一不小心 都会下面的十五人撕碎 就这样又过了半个小时 而这第七轮的时间 还只剩下一个小时 这时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最先站出来的是一位 看起来贫贫烦烦的年轻人 同样也是高三十五班的人 实力更是达到五图七段 这实力 也是属于这二十五人的排名 比较靠前的了 但同样也是一个心急之人 要不然 他也不会忍不住第一个跳出来 准备去当出头鸟啊 而十五班的人 他最先跳出 选择一个只有五图六段的人当对手 十五班的那人相信他 自己一个五图七段 一定打得过五图六段的 结果上去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两人的气血则在不断消耗 而台下的十四人 都高兴地看着这两人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两人拼个你死我活 不管哪个人胜了 两人都会消耗大量的气血 而消耗大量气血后 等于直接淘汰掉两人 毕竟他们都气血充足 还打不过两个 消耗大量气血的人 擂台上正在打斗两人也知道 他们打斗越久 消耗的气血越多 到时 台下的人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十五班的青年也发狠了 挥舞着大刀 动作也越来越快 他现在只想快点将这人打下 由他来占领这座擂台 如果再继续打斗下去 他的气血必定剩下不多 到时 又有挑他们就完了 最终在十五班的青年发狠下 终于将这五图六段的人 打下台了 不过十五班的青年 也消耗大量的气血 幸好他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要不然 早就有人趁机上来挑战了 只要他再撑过一轮别人的挑战 就可以通过第七轮了 就这样又过半小时 时间还剩下最后半小时 而刚最先出头的人 也能再次挑战 于是有人当时就忍不住 向十五班的人发起挑战 而向十五班的人 发起挑战的那个人 也是一个五图七段的人 就这样 十五班人因为气血 还没恢复回来 直接被发起挑战的人打下来 而这擂台再次换主 而五图七段的成功 就像一个信号 现场立马热闹起来了 有不少人都发起挑战 而陆金安自然不会落后 也是找了个五图八段的发起挑战 陆金安非常容易地 将五图八段的人击败 灵维下和冷力血 都是选了些实力不是很强的对手 也是轻松打败 自从陆金安三人占领擂台后 就会有人时不时向他们发起挑战 但无一例外 都被三人轻松打下去 但还在台下的十五人急了 立马像疯狗一样 到处发起挑战 时不时就有人被打下台去 就这样 直到第七轮结束 无论是擂台上的人 还是擂台下的人 气血都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但站在擂台上的人证明 他们已经进前十名了 会有两颗气血单奖 还可以继续争取第一第二第三名 随后 李国强又讲几句鼓励的话 就开始解散了 第118章 强人所难 就这样到星期五早上 陆金安迷迷糊糊地起床 系统的机械声又响起 叮 宿主睡觉14小时 获胜14点属性点 陆金安从昨天中午回来就睡觉 直到睡到晚上才去吃顿饭 然后又继续睡觉了 这两天陆金安睡觉 一共获得25点属性点 但这还不够陆金安加5G的 学校体育场上 站着一排排学生 学生们身上 都穿着一件红色的 五高一中的校服 学校的全部学生 都集中到操场上 连高一高二的也在 因为今天除了决赛之外 还有很多领导要来 学校自然要对这些领导 表示隆重 所以早早就叫学生们 穿好校服 站好队列 再等领导们的到来 而陆金安 还是以往一样站在后排 不是陆金安不想站前排 而是因为他太高了 站前排把矮的人挡住了 所以他只能排在后面 而陆金安的右边 依旧是小胖子和痘痘男 右边则是宋帅 此时宋帅 一直用能吃人的眼神 看着陆金安 像是恨不得将陆金安生吃一样 陆金安也察觉到宋帅的眼神 顿时屁股一阵恶寒 这宋帅的小眼神 怎么这么像自己 看到美女的眼神 啊呸呸呸 不对 不对 不是自己可不看美女的 是别人看美女的眼神 一不小心 就把心里话说出了 不过这宋帅 不会是一个强人所难的人吧 想到这陆金安偷偷回头看一眼宋帅 发现宋帅此时在一直盯着自己 甚至还边看边 嘴角扬起 太他妈猥琐了 简直是和自己 不对和老色P看到美女一样 你看还在吟笑 陆金安只感觉头皮发麻 自己这是遇到变态了 自己狠狠地做了宋帅一顿 结果宋帅 就因为这就喜欢上我 死 死 恐怖如斯啊 陆金安倒吸了几口冷气 被一个男的盯上是怎么感觉 而且自己 还特么是一个男的 另一边宋帅看着陆金安 在心里暗暗想到 自己一定要打败陆金安 陆金安这个可恶的家伙 本来必胜的一局 竟然遇到一个半猪吃老虎的人 而且 陆金安竟然还向他装逼 说给我追赶的身影 直到遥不可及 哼 到时候 自己追上 他就暴打一顿塔 让他装逼 宋帅似乎已经想到 陆金安被自己暴打的美丽画面了 想到这宋帅的嘴角 忍不住痒起来 所以 这一切都让陆金安误会了 以为宋帅是一个强人所难的人 而另一边李国强和一众领导 又站在校门 在等待着各界领导的到来 而三位大爷 此时衣冠整齐地穿着保安服 标准地站在学校大门口处 就像一个真正兢兢业业守卫学校的保安 不过要是有人路过一看 肯定会笑掉大牙 因为这三个保安 虽然站得笔直 但一看 就是七八十岁的大爷 因为三位大爷平时穿保安服 都是歪歪扭扭的 帽子更是歪着戴的 现在三位大爷 竟然把保安服穿得这么整整 就在这时 一辆奔驰车向学校开来 车牌更是江A08888 这车牌一看就知道 是江城的大人物开的车 奔驰车后面 还跟着几辆车 李国强从不远处 就一眼认出 这是教育局的专用车啊 李国强立马就向后面的副校长 他们说道 教育局的人来了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众人听到李国强的话 一个一个都打起精神 毕竟教育局等于是他们的上级 而学校的经费的多少 也是教育局说的算 很快 那辆奖A08888的奔驰 就来到学校门口处停下来 开车的司机也立马走下来 拉开车门 而此时 李国强等学校领导 立马迎了走去 车内走出一个 和李国强一副中年模样的人 身穿着黑色的行政夹克 手中更是拿着一个水杯 头顶头中海 肚子更是发福 这是一副标准的领导模样 李国强见到他 立马就笑容灿烂道 韩局长 你终于来了 没错 这位就是江城的教育局长 韩国忠 韩国忠也是立马向李国强握手道 不好意思了 来迟了 久等了吧 在韩国忠下车时 身后的车上的人也各自下车 同样也都是教育局的人 副校长等人 也是不敢怠慢 连忙迎上去 李国强也说道 韩局长我叫副校长带你进去坐着 我在这等冷市长的到来呢 韩国忠也是笑呵呵点点头道 行 我先进去坐着 就这样 李国强揭示了一阵一阵的领导 甚至还有五高二中 三中 四中的校长等人 因为这次五高一中的想法太过新颖了 他们也想来观摩一下 他们之前各中都是一直以教学为主 根本就不会有实战的 期末期中考试 也最多是和自己班主任对练一下 让班主任好评分 所以 五高一中这次无比 对他们来说 想法太过新颖了 不过这次想法也非常好 值得学习 举办无比 不但能增加学生的实战能力 还能看看 哪个学生最有潜力 如果各中都实行这种无比的话 相信用不了多久 江城肯定能超过别的城市 除此之外 还有冷男生和林鼎天也来了 更有舞者联盟的青铜牌舞者到来 可别小看 这青铜牌舞者那可是大武士强者 而且他比教育局局长更有权威 和市长差不多 但又比市长厉害一点 因为他可以调动江城的舞者联盟的人员 从这可以看出 有多厉害了吧 直接等于可以调动一支 由舞者组成的军队 而舞者联盟他分 黑铁牌 青铜牌 银牌 金牌 永恒牌 每个牌想获得的难度 都是成倍成倍地提升的 如要是想在舞者联盟 获得黑铁牌 最低要求 你必须要是武师 还有 你是武师的话 还需要足够的贡献点 才能获得黑铁牌 而青铜牌对应着大武师 白银牌对应着武宗 金牌对应着武王 永恒牌对应着武皇 如果你要能获得 舞者联盟的牌 不但可以调动 舞者联盟的力量 还可以获得 各种各样的情报 资源等等 除开这些最重要的是 你只要获舞者联盟的牌 等于是真正舞者联盟的人了 如果你得罪什么势力 你得罪的势力 要是知道你获得 舞者联盟的牌 立马就会上门 道歉赔罪 因为舞者联盟 可以说开遍整个华夏 每一个城 都会有个舞者联盟 第119章 以武为权 大家可以看出 舞者联盟的强大了 李国强自然不敢怠慢 舞者联盟拥有青铜的人 也是亲自揭示他进去 而一边体育场的观众席上 已经差不多坐满人了 他们都几乎是各界的大佬 教育局 市长 舞者联盟 当然 C位肯定是由冷男生 和林顶天 和舞者联盟拥有青铜牌的 大舞师座 而李国强 也只能笑着 陪着在众人身旁 李国强见所有领导 都到齐了 也是笑呵呵地 拿过话筒说道 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你们很荣幸 因为今天各界的领导 都来看我们舞高一中的无比 这可让我们舞高一中长脸了 但同时 你们可不能让我丢脸 台下的学生 听到校长调侃 也是纷纷发出笑声 李国强继续说道 好我就不多说了 相信大家也听验 那我就让江城的冷市长 和江城舞者联盟的孔会长 和江城首富林顶天发言 随着李国强的话声落下 台下的众人 都是发出惊呼声 什么 市长 舞者联盟会长 首富都来了 我去江城的顶级权贵 都在这来啊 这次学校竟然搞这么大 这些大人物都来了 唉 可惜我没进钱时 要不然今天也好 在这些大人物面前表现一番 李国强看着有些乱哄哄的众人 也是立马说道 给我安静下来 随着李国强的发话台下的众人 也是老老实实地安静下来 李国强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先将话筒递给冷男生道 冷市长请你发表一下讲话 冷男生也是接过话筒道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江城的市长 今天我来到你们学校 来观看你们学校无比的决赛 但我也听说 有很多的同学就刷下 能在决赛的 可以说是 你们学校的精英了 但被刷下去的同学不要气馁 无论你们处于顺境还是逆境 但都请记住 你们是一个舞者 面对顺境 要不骄不躁 不要被一时的成功而得意 因为总有人比你们成功的许多 同时面对逆境 我们也不要气馁 因为我们是一个舞者 面对逆境 就应该用自己的双拳给打破 我们舞者一直流传这一句 天不给我路走 我自己找路走 地不给我路平 我自己踏平 舞者为什么叫舞者 以舞为权 以心为目 挥动便是破镜之时 台下的众人 听到冷男生的话 都是纷纷激动地鼓起掌来 顿时场上掌声响 震耳欲聋 说得太好了 以舞为权 以心为目 挥动便是破镜之时 此时台下的众人 都被冷男生的话 弄得热血沸腾 恨不得立马打上狗两巴掌 冷男生见到这情景 也是满意地点点头 台下的学生这么热情 说明自己的演讲很成功吗 随后 冷男生就笑呵呵地 递给江城舞者联盟的孔会长道 孔会长道你了 江城的孔会长 是一个头发白的老头 面上更是一副笑呵呵的表情 让人看到 还以为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 但认识他的人都不敢小觑 因为他是一个大舞师 孔德接过冷男生的话筒 也是随着说几句鼓励众人的话 随后又递给林鼎天了 林鼎天接过话筒 先是自己吹了个牛 说自己像他们 这么年轻时 早就和城外的城妖兽拼杀了 而且更是达到舞者境界了 随后又鼓励众人几句 这场演讲算完了 李国强接过林鼎天的话筒说道 好 现在五高一中的高三无比 正式开始决赛 现在选手们都去抽签 如果俩人都抽到一的 那么这两人就是对手 要是有俩有抽到二的 那么他们一样也是各自的对手 好 决赛正式开始 不是选手的同学 请有秩序回到观众席上 随着李国强的话落 那些站了一个小时的同学 瞬间欢呼起来 更是一个一个向观众席奔去 想抢个好座位 而陆金安等人便向场中走去 因为场中那里放着一个大箱子 这应该就是抽签的地方了 果然去到那一问 果然是抽签的地方 因为这次只有十人 很快就抽完签 并且都登记完了 而陆金安刚好是抽到一号 他也不知道 是谁和他一样抽到一号 林为夏抽完千里马跑过来 问陆金安道 陆金安哥哥 你抽到多少号啊 千万我们不要是对手啊 陆金安见林为夏这副害怕的模样 也是不由感觉到好笑 自己有这么可怕吗 默 我是一号 林为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这才松口气 拍拍自己的胸膛道 幸好我和你不是对手 我是三号 陆金安看着被林为夏 拍着乱动的小兔子 眼睛都直了 这个兔子还是这么大 但不等陆金安多看 冷力学冷冰冰走来道 你们都是多少号 林为夏立马回答道 我是三号 冷姐姐你不会也是三号吧 冷力学听到林为夏的话 摇摇头道 不是刚好是二号 冷力学说完 林为夏就兴奋地跳起来道 太好了 我们都不是对手 陆金安哥哥是一号 冷力学也点点头道 嗯 他们都不是对手最好 毕竟开头先淘汰出五人 然后再从剩下五人中 决出第一第二第三名 不过很快就听到陆金安大叫道 谁抽中一号的 冷力学和林为夏转身一看 就见陆金安举着纸条 在大喊大叫地说道 有没有人抽到一号的 很快就一个人 走到陆金安面对 举起纸条道 我就是一号 陆金安低头一看 便看见一个身高一米七 长得玉树林峰的青年 陆金安很好奇 这青年是谁 竟然也是一号 而且长得也这么帅 不过还是不够自己帅 不过很快站在陆金安 对面的青年开了口道 你就是陆金安吧 陆金安点点头道 怎么了 随后那青年继续说道 我叫李东 九班的 哦 原来你就是叫李东啊 陆金安这才恍然大悟地说道 李东之前陆金安也听说了 好像达到武徒时段 也掌握着一门地级武技 李东见陆金安认识自己 也难免有些骄傲 毕竟他李东的名字 还是想亮亮的 李东继续说道 虽然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你对手 但是我还是会说 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陆金安听到李东 也是点点头道 好 我相信你能打败我 第120章 顺苗 李听着陆金安的话 怎么感觉陆金安有些敷衍自己 这是看不起他吗 想到这李东出声质问道 陆金安虽然我不如你厉害 但你也不能敷衍我啊 你这是看不起我吗 陆金安也被李东的话给搞猛了 自己什么时候敷衍过他啊 自己明明就说 相信他能打败自己啊 这叫敷衍他 不会李东这个人多想了吧 李东见陆金安还不说话 也是懂了 陆金安这是看不起他 连敷衍都不敷衍了 行 陆金安我虽然不如你厉害 但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 陆金安听到李东的话 完全搞不懂李东在干什么吗 自己什么也没做啊 难道李东是玻璃心 就这样认为我看不起他 不过没等陆金安多说 李东就气愤的回头就走 陆金安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 决赛的一场却将开始 而陆金安和李东两人都是第一个上场的 这次无比和之前的不同 这次不是一起上擂台打 而是一场一场进行 如陆金安和李东是第一场 那么等他们结束 才会抽中二号的人上场 所以说 现场全部目光都落在陆金安和李东 所在的擂台上 他们有的是大领导 有的是学生此时都是用好奇的目光 看着擂台上的两人 陆金安则是在上下打量着李东 李东今天穿上一件红蓝色的战甲 手持的兵器也是一杆长枪 长枪的枪间散发出点点寒芒 长枪的枪身是由铁制成的 整体漆黑 此时李东手持长枪也在打量着陆金安 陆金安自然一身白色战甲 手中没有兵器 不过腰间倒挂着一把堂刀 刀鞘身上更是刻着栩栩如生的雷龙 让人看去就感觉 这刀鞘包裹住的刀 一定不是反品 李东也是神情前所未有的一众的丁卓陆金安 就在这时 本次无比的裁判终于上场了 这是一个头顶中海 身体发福的中年男人 不过 在这中年男人上擂台的时候 陆金安和李东都认出了 这是学校的副校长萧景眼 同时也是一个武士镜的人 这时 萧景眼来到两人的中间笑呵呵道 两位同学 我就是本次无比的裁判了 陆金安和李东 听到萧景眼竟然说是这次无比的裁判 也是有些震惊 没想到 竟然是副校长来当裁判 其实萧景眼也没办法 因为这次的决赛 有三个同学是舞者境界的 更有两个舞图时段的 所以校长为了确保这次无比的安全 也是让副校长亲自主持这次无比 因为萧景眼是舞师境界 刚好高舞者一个境界 这样才能确保有同学有危险时 能及时出手阻挡 萧景眼继续说道 两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说完看向两人 陆金安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他完全不需要准备 而李东则是有些紧张的点点头 手中的长枪更是握紧几分 眼神更是时刻防备着陆金安 毕竟李东看见过陆金安 如何报答楚飞扬的 一个同为舞者境界的人 陆金安都能报答 如何让李东不紧张呢 萧景眼见两人都没反对 只是点点头也是退开让 给他们让出战斗空间到 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 一至二至三 这场无比正式开始 李东听到萧景眼的话声落下 也是向前一夸双手握紧长枪 身内的气血也快速覆盖上枪尖 顿时枪尖就散发出雪白的寒芒 随后脚下猛的一踏 双手也猛的向推进 顿时闪烁着雪白的枪尖 向陆金安的身体刺去 长枪就像天上落下的流星石 狠狠地向陆金安刺去 空气中更是有白烟散发出来 那是因为长枪的速度过快 才产生的白烟 从这可以看出 李东这一枪的速度之快 威力之大 当然 李东做完这动作时 李东早就在宵警也没开始之前 暗暗准备好动作了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 观众席看到一开始 李东的长枪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 向陆金安刺去 顿时惊呼 好快啊 我去裁判刚说开始 李东的攻击就已经发动了 这李东早有所准备啊 我去 这是我一个小小武图一段能看的吗 我虽然看不清李东的动作 另一边领导处 冷男生早就看见 李东没开始就准备好小动作了 也是点点头 懂得提前做好准备 其他境界高的领导 自然都能在李东再无比没开始前 就已经做好这一击的准备了 也是纷纷点头 懂得提前准备 然后快速出击 如果同境界 或者也很难挡下这一击 就算挡下也会受伤 陆金安也早注意到李东的小动作了 作为一个资深的老六 他明白 老六会如何偷袭人 所以 面对即将到来的长枪 陆金安只是在心中默喊 雷闪 随后 陆金安的身体 顿时化为雷光向右闪去 而李东的长枪 也瞬间刺了个空 李东脸上 还在位却将刺中陆金安而高兴 但下一秒 李东的眼睛都瞪得大大 因为他发现 他眼前有一道蓝色闪光闪过 随后他发现 他竟然刺空了 陆金安去哪了 人怎么突然消失了 而此时 陆金安就在李东的右处 看到李东 还保持着长枪向前刺的姿势 陆金安心中继续莫喊 雷闪 随后 陆金安一眨眼 就从几十步的距离 闪到李东的身前 然后陆金安只是用手刀 放在李东的喉咙处道 李东你输了 李东还在为陆金安 为什么消失而疑惑时 就发现 一道像雷光的东西向他闪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听到陆金安的声音了 此时李东的眼睛 已经是瞪得大大 嘴巴更是张大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陆金安怎么出现在自己身前呢 他到底怎么躲过我的攻击 然后又出现在我的身前呢 不但李东震惊 连在一旁的宵警眼也震惊 这陆金安使用的是 D级身法5G的雷闪 而且 好像这速度 这距离也达到小成了 不过这身法5G 好像只有守护司内才能拥有吧 这可以说是 这是一门很优秀 D级身法5G 也只有守护司才有 根本就买不到的 就连他自己 虽然都看不清陆金安的动作 太快了 而且 陆金安这只有舞者境界的人 就算有D级身法5G雷闪 也不能这么快啊 第121章 耍赖 除了萧景眼的震惊外 连台上的领导们也震惊不已 这速度是舞者境界能用出来的 这速度 怕是能比武士境界的人 全力奔驰的速度 而且 陆金安是以完全碾压的方式结束战斗 从开始到现在 只怕用了不到三秒吧 这么快就结束陆金安 而且 陆金安好像只是 用出身法5G 根本就没认真 没看到在陆金安腰间的刀都没拔吗 冷男生和林鼎天也很震惊 没想到这陆金安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厉害 而且 陆金安甚至连刀都没拔 不过相比冷男生和林鼎天的震惊 明显那些不知道情况的领导更震惊 孔德更是被震惊的眼瞳猛缩 这 这是普通的舞者境界能做到的 这速度 虽然没看过他出过其他5G 但孔德可以肯定 这年轻人绝对很强 甚至比武士一段也弱不了多少 但这才是 让孔德更震惊的地方 这种年纪 就已经和武士一段差不多了 只怕最少也是个舞者90段吧 我的痘痘啊 这也太牛了吧 而身后的领导 自然都有些眼力净 他们都看出 陆金安的不平凡 都被震惊到了 孔德先是愣神议会 才反应过来向李国强道 你们擂台上那个 使出雷闪的年轻人是谁 竟然如此妖念 李国强见孔德 竟然一脸失态地问着自己 也是心中忍不住得意 这就是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啊 李国强强忍嘴角上扬道 这是我们六班的陆金安 他的境界 好像应该是五折五六段吧 孔德听到李国强的话 也是神情认真的摇摇头道 他的境界 虽然是五折五六段 但他的实力 绝对不只是五折五六段 起码等于五折十段 或者等于武师 李国强听到孔德的话 也是眼睛瞪得大 口中更是惊呼道 武师 李国强自然相信孔德的判断 因为孔德可是一个大武师 更别说 他还是江城舞者联盟的会长了 这点眼光 自然比他一个校长准确 这才是让李国强震惊的原因 没想到陆金安 竟然实力不弱于武师啊 这怕是绝世妖孽啊 孔德继续喃喃自语道 我也只是在京城那边听说过 有的妖孽虽然境界低 但他们都是可以跃踢而战 甚至还有武者境界打败武师的 但没想到 我们这小小江城也有这种妖孽 本来自己 我还不太相信 但今天一见 果然对于妖孽来说 跃踢而战都不是问题 李国强听到孔德的话更震惊了 这证明 陆金安比他自己想象中还要厉害啊 而观众席上的其他学生 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李东的攻击 明明快攻到陆金安 然后一道雷光闪过陆金安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之后就是陆金安就到李东的身前了 这对于只有武徒境界的学生 实在有些让他们难以理解 就像陆金安会瞬闪一样 瞬间就闪到人身前 擂台上李东也咽了咽口水 这才反应过来声音颤微微道 你 你 什么做到的 陆金安听到李东颤抖的话语 也是说道 我只是用身法武技而已 李东听到陆金安的话 这才镇定下来道 身法武技有这么快吗 陆金安听到李东的话 也是摇摇头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的雷闪这么快 可能是因为他的攻法 又或者 他的速度 其实已经相当五者六段了 加上身法武技才这么快 不过陆金安相信 这两者都有可能 但现在陆金安自然不会回答 陆金安表情平静道 你输了 李东听到陆金安再次提起自己输了 也是咽了咽口水说道 你好像还没击败我 李东虽然知道 是陆金安放自己一马 但他不甘心啊 他不想就这么简单输掉 他想夺的第二第三名 那样他就能获得武技 功法等东西了 李东相信 有了这些奖励 加上又进特训班 他的未来肯定会大放光芒 他也可以让人敬仰的大武师 也可以成为大英雄 但就这么轻松 被陆金安打败 他不甘啊 三秒被别人打败 说出去也丢人啊 陆金安听到李东的话 也是眉头一皱 与其生冷道 你确定 陆金安本以为李东会认输的 但没想到 李东竟然以自己 没打败他的理由不认输 刚才自己的一击手刀说实话 如果是真在战场上 李东必死无疑 绝无生还可能 但陆金安也知道 不是真正的战场 所以留守了 没想到 李东竟然还想弄无赖不认输 就算李东不认输 对陆金安来说 只是多用一二招 而且吃苦的也是李东 因为他这次会给李东一点教训 萧锦衍听到李东的话 也是眉头紧锁 这李东还想继续 这李东同学 还看不清形式吗 就算想弄无赖不想认输 最多让陆金安多费点力气 就能收拾他 李东根本就不可能赢 而且还可能被陆金安教训一顿 而陆金安再次确认 也是想多给李东一次机会 要是李东不识去 陆金安就教训教训他 李东听到陆金安冷冰冰的话 还有陆金安冰冷的眼睛 也是有些害怕 毕竟陆金安实在太强大了 他的胜算不多 但他又不甘心 现在李东的脑袋疯狂运转 自己是认输还是继续呢 陆金安也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李东 要不是在学校 以李东的实力早就被自己杀了 哪有这么多事 城外的妖兽可不会 像自己一样再给机会给李东 李东支支吾吾 半天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因为他实在害怕陆金安 但又想奖励 所以他现在也非常矛盾 陆金安也不耐烦道 你再不确认自己输了 那我就出手了 李东听到陆金安要出手 也是被陆金安的话吓到了 以陆金安的实力 自己肯定赢不了 而且还是自己输了 所以李东决定认输 绝对不是害怕陆金安 李东连忙道 我认输 陆金安这才放下握紧的拳头 李东还真当吴比是过家家了 要是李东真是敌人的话 以刚才他那手刀早就死了 哪有他认不认输的事情 陆金安也不再多说 李东认输就好 要不然他还真要教训他一顿 此时李东脸色也不好看 自己怎么就认输了 陆金安有什么可怕的 自己为什么认输 反正又不会死 第122章 雷武 就这样陆金安赢下了吴比 不过就是观众席上的同学们都很震惊 不明白为什么陆金安能这么快赢下 而且陆金安到底怎么做到 顺闪到李东面前的 这一切 对于只有武图境界的学生来说 太过匪夷所思了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 陆金安为什么可以这么快 不过他们都知道 陆金安很强 就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陆金安平静地走回 林维夏给自己留的座位 林维夏一见到陆金安 就立马兴奋说道 陆金安哥哥 你真厉害啊 还有刚才你用的是什么啊 为什么能顺闪到李东的面前 陆金安一过来 林维夏的小嘴就巴巴拉拉不停 无奈地摸了摸林维夏的狗头道 我刚才只是用了一种 雷闪的身法武技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解释 也是满意崇拜地看着陆金安道 陆金安哥哥 还真是厉害呢 冷力雪突然也出声说道 金安你很厉害呢 陆金安听到冷力雪的话 也有些诧异 没想到冷力雪竟然主动夸奖自己 看着冷力雪 因为说这句话时 也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小脸也有淡淡的红韵 陆金安就忍不住走过去 摸摸冷力雪的小脑袋道 你也很厉害 冷力雪感觉陆金安的大手 摸着自己的脑袋 顿时脸上浮现明显的红韵了 要是被人看到 还以为是一个刚恋爱的小女生了 谁能想到 这是大名鼎鼎的高冷笑话呢 林维夏看到 虽然有些不高兴 但又考虑到 冷力雪是自己的好朋友 顿时头都大了 这陆金安哥哥 怎么这么滑心啊 有我还不够吗 还想找冷力雪姐姐 林维夏摇了摇脑袋不再多想 连忙拉着陆金安道 你快坐下吧 陆金安自然也坐下来了 随后三人便聊起 陆金安这次的战斗 就这样轮到冷力雪上场了 冷力雪这次的对手 是一名达到五途八段的对手 但对于冷力雪来说 不是舞者境界的 随手就可以打败 不到几分钟冷力雪 就将对面的人打败了 这让观众席上的男生 瞬间欢呼 纷纷在大喊冷力雪的名字 连陆金安都没这待遇 果然女生就是比男生受欢迎 而在台上的冷男生 也是嘴角上扬 她的宝贝女儿这么厉害 不愧是自己生的 而那些知道冷力雪 就是冷男生的女儿时 纷纷上前拍马屁 搞得冷男生的嘴都合不上 而冷力雪听着观众席上的 欢呼表情没什么变化 好像又重新变回 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只有在陆金安面前 她才像的小女生 林维夏站在擂台上 表情有些疑众地看着对面的青年 青年身穿着黑色战甲手上 带着散发着金属光芒的拳套 身材更是高大 除此之外 也非常强壮 特么是手臂一块一块鼓起的肌肉 让人看着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强壮的人 而这就是林维夏此次的对手雷舞 境界更是比林维夏高上一段 达到武途时段 所以 这才林维夏露出一众的表情 林维夏把手中的剑握紧几分 身上的气血 也在不停地运转向 随时能爆发出来一样 同样对面的雷舞 也不敢轻视林维夏 虽然他比林维夏高一小段境界 林维夏有钱啊 所以 林维夏的舞技肯定不守 他自己也不好说 这局他能稳赢 另一边陆金安 也是看着林维夏 也是有些担心 这次不知林维夏会不会受伤呢 台上的林顶天 此时也是有些担心自家女儿 生怕雷舞打伤自己的女儿 擂台上萧景眼 见俩人都在相互警惕着 也是问道 两位都准备好了吗 两人都分别点点头道 准备好了 于是 萧景眼便给俩人让出战斗空间 随后说道 那好这次 无比现在开始 随着萧景眼花落林维夏 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使用地级身法五级风飘 顿时林维夏整个人 就以惊人的速度 向雷舞飘去 手中的剑 更是早就覆盖上土黄色光芒 同时运用地级五级刺穿 顿时剑尖 就会聚剑身覆盖上的气血之力 剑尖更是随着林维夏的身法五级 以惊人的速度 向雷舞的胸膛刺去 这一套连招下来 林维夏也是 消耗了十分之二的气血 不过他这一套连招 可是很强的 雷舞瞳孔猛缩 没想到林维夏一开始 就用两门地级五级了 而且有身法五级 还有攻击五级 他自己也只是有 简单一门的地级五级啊 看着林维夏刺过来的 剑尖锁过之处 都产生阴暴声 空气更是被刺去白烟 这可把雷舞看得一惊 这速度好快啊 同时 威力也很大 看着林维夏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十步 九步 雷舞来不及多想 现在主要就是将 林维夏的攻击挡下来 顿时周身的气血 覆盖双拳的拳套上 顿时蓝色光芒闪起 随后 雷舞右脚重重向前一踏 顿时擂抬的石头 也踩出一条小小裂痕 可不要小看 只踩出小小裂痕啊 这擂抬的石头 可是用金刚石做成的 一个武徒 竟然能踩出裂痕 也是了不起了 雷舞随后猛地挥动 右拳口中 还大喝 抱拳 顿时拳头锁过之处 纷纷发出音爆声 眨眼就和林维夏的 剑尖对碰 顿时一声刺耳的爆炸声响起 轰隆隆 随后 雷舞顿时倒过几十步 才将反阵的力量卸下来 雷舞每后退一步 都发出响亮的响声 反观林维夏 只是退后两步 明显这次交战中 林维夏获胜了 而雷舞在后退十几步 才停下来 随后的感觉右手一痛 低头一看 发现是他的拳套 竟然破开一道小口了 鲜血也在不停流出 不过雷舞感受到 自己竟然没有伤到拳骨 只是外层受伤了 雷舞的拳套破开 这让雷舞感到很意外 他这可是一级拳套啊 这么容易烂的吗 林维夏也看到 雷舞的拳套流出了鲜血 也知道这是他拳套 被他刺穿了 所以 里面也受伤了 对此 林维夏并没感到意外 因为他早就看出 雷舞的拳套只是一级 而他的剑是地级兵器 加上自己用了 两门武技刺出的一击 肯定也不弱 所以 雷舞拳套承受不住烂也有可能 林维夏并没给雷舞多少时间休息 立马提剑又杀上去 因为他知道 绝对不能给雷舞缓过来的机会 雷舞也只匆匆忙忙地 用拳套挡下林维夏攻来的剑 第123章 杀妖受得积分 雷舞每一次挥动拳套 挡下林维夏的攻击 但他的右拳的伤 也因为他每挥动一次 流下的血越来越多 现在擂台 已经到底有雷舞的鲜血了 而雷舞自然状态也不是很好 他流了这么多血患普通人 早就晕倒了 幸好他是武徒 十段气血也比较充足 但随着林维夏的一次一次攻击 雷舞就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 再这样下去 怕是自己就要输了 林维夏也知道 只要他拉住雷舞 让他无法止血 随着时间的退役雷舞必败无疑 雷舞再次挡下林维夏攻来的剑招 也是在心里暗想 这样下去不行 他迟早会输 而且他也能感到身体虚弱 不行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招定胜负吧 雷舞决定集中气血到最后一招上 准备和林维夏来 一招定胜负 因为雷舞不能再耗下去了 雷舞先是用尽全力 一拳头打开林维夏攻过来的剑 然后向后退 直接后退几十多步 林维夏自然不想放过雷舞提剑 就准备冲走来 但他突然看到 雷舞的动作停住了 因为雷舞明显把周身的气血 集中在左拳套上 虽然林维夏可以冲过去 但怕是没冲到雷舞蓄力一拳就打来了 所以 林维夏这才停下向前冲的动作 不过林维夏也是立马反应过来 雷舞这是要和他一招定胜负 这拼尽全力一击 自己怕是也得拼尽全力啊 想到这林维夏不再有过多犹豫 身上的气血也加大输入剑中 剑承受着大量的气血的冲刷 也是发出刷刷刷的剑响声 此时 俩人的拳力一击都蓄力完成 俩同时向对方杀去 雷舞脚步一踏 挥动着散发出危险的信息的拳头 向林维夏轰去 而林维夏也不甘示弱 手中的剑也是散发出震惊的威势 两人剑和拳头所过之处都发出音爆声 俩人的剑和拳也因速度过快 都在剑和拳头处产生火花 而萧景眼也是神情 认真的看着这一幕 他的气血已经在运转 他随时就可以出手救下一人 林维夏口中更是大喝道 轻风浪 这是林维夏的C级武技 同样也是林维夏的底牌 而雷舞自然也不甘示弱大喊道 爆拳 就这么一眨眼 功夫剑和拳头相撞 顿时发出刺耳的金属声 这一声很响 鸡四每个人都能听到 顿时感到一阵刺耳 而林维夏被雷舞的爆拳的冲击打退几步 雷舞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感觉到拳头处传来一浪又一浪的波动 突然就把雷舞的手臂震得发麻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然后拳头处传来的一浪比一浪还要强 雷舞有种感觉他自己就像用拳头对抗海浪 那种冲击也越来越强 最终雷舞的手臂一痛 随后雷舞更是倒飞出去 雷舞倒飞出时不远 才狠狠地摔在地面上 哄 雷舞倒在地上 瞬间感觉自己周身一身痛 拳头处更是火辣辣的痛 此时 林维夏除了手臂发麻外一点事也没有 刚才雷舞虽然开头地冲击 把他冲退几步 但等雷舞的冲击过后 他的轻风浪武技也发挥特点了 就是开始攻击不是很强 但越到后面就越强 就像海浪一样 一浪比一浪高 雷舞痛得忍不住发出几声闷哼 但雷舞并没有大喊大叫 只是等休息一会后 平复一下气血 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此时雷舞才注意他的左拳 左拳的拳套 此时已经完全碎裂 左拳的拳头上 更是有一道可见骨的伤痕 自己已经用抱拳 挡下大量的冲击 没想到还会伤到这样 萧景眼这才手中拿着小药瓶走过来道 来雷舞同学吃一颗疗伤丸吧 说完便将药瓶递给雷舞 雷舞也是忍强疼痛 用右手接过 然后从瓶子倒出一颗疗伤丸 一口咽了下去 不到一会雷舞 就感觉双手不再这么痛 变得暖洋洋 而且还有些痒 雷舞一查看 发现他的拳头处的伤口 都在慢慢愈合 萧景眼继续说道 这场舞比你输了雷舞同学 雷舞也是丝毫没意见到 好的 裁判 萧景眼这才转头看向林维夏道 这场是林维夏同学胜 林维夏同学 你有没有受伤 林维夏站在那轻轻摇摇头道 没有 裁判 台上林顶天 看到自己女儿能打赢 比他高一段的雷舞 也是很高兴 普通人也很难打败比他高段的人 但他女儿不但打败了 连一点伤都没受 这如何不能让他高兴呢 这时 又有其他小领导跳出来拍马屁了 这让林顶天更加高兴了 而林维夏赢下无比也是 回到座位 继续和陆金安 冷力学俩人等候着 就这样 第四场无比也开始了 这第四场 是楚飞扬对战13班的一个武途9段的男生 楚飞扬也是和男生过了十多招 才将他打败 而第五场 就是三班的一个武途8段的女生 对战10班的一个武途7段的男生 大家本以为一定会是武途8段的女生赢 结果倒是被武途7段的男生拿下了 就这样 无比已经淘汰出5人了 还剩下5人 却将上演决赛了 但这次的决赛 不再是对打了 而是击杀妖兽 没错是击杀妖兽 学校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妖兽 他们一共有30只 他们有20头是一阶四五段妖兽 还有10头是二阶妖兽 二阶妖兽每一头的等级都不一样 如最高的达到二阶五段 最低也是二阶一段 而这次决赛的规则 是在二个小时内 看谁获得的积分多 如每杀一头一阶四段妖兽 能获得四积分 还有杀六段的 能获得六积分 越高段积分越多 而二阶一段的妖兽 每杀死一只 就能得到20积分 要是能杀死最高级别的 二阶五段的妖兽 可以获得100积分 在这二小时内 谁获得的积分 高就是第一名 其他第二第三 也看积分的高低 而且获得这些积分 可以在学校里兑换修行资源 越多积分兑换的修行资源 也能越多 谁也没想 学校的最后的决赛 竟然是杀妖兽 而且还有 30头妖兽在等猎杀 这让不少观众席上的 同学脸上好奇 想看看真正的妖兽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听说杀妖兽的积分 还可以换学校的修行资源 这让无少学生都暗自羡慕 这要是杀得越多 资源不就越多吗 第124章 百年寿潮 要是他们 也能杀妖兽换积分就好了 观众席上的众人 都在羡慕地想到 而冷男生和林鼎天之前 也听说过 最后的决赛 是以杀妖兽换积分为主题 但其他的领导都不知道 一个一个纷纷惊呼道 什么 杀妖兽 李校长让学生杀妖兽 很危险的 就是啊 李校长 你也不是没见过妖兽 就算一个一阶五段的妖兽 可能连武图90段 才能独自猎杀 更别说你这些学生 又没有猎杀过妖兽 怕是看到妖兽 都给吓坏了吧 而且 这五人是你们学校最强的五人啊 你忍心让他出事 就是啊 李校长猎杀妖兽 很危险的 他们现在主要任务 就是考上好的武道学府 而不是去猎杀妖兽 就连教育局长韩国忠 也眉头一皱出来劝道 李校长啊 现在让这些学生猎杀妖兽 是不是太早了吧 而孔德听到李国强 竟然要学生去猎杀妖兽 眼里也是闪过金光 像是在思索什么事情一样 冷男生和林鼎天俩人 表情倒没什么变化 因为李国强已经跟他们商量过了 他们俩人都认为 让这些学生见识见识妖兽的凶残 好让众人面对妖兽时 不会被吓破胆 李国强听到众人的劝阻 也是叹了口气缓缓说道 我也知道 这些妖兽很凶残 但我就是想让他们看一看 妖兽是如何凶残 大家都在和平的城里待久了 也都忘记妖兽的模样了吧 要是有一天 妖兽朝来袭 大家又如何 别忘了 我们城外就是一个一个 能吃人的妖兽 他们随时都可能要了我们的命 而且我们江城平静太久 也让人忘记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遇到危险 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 这些又有谁知道呢 我们能做的 就是让学生们认识一下妖兽的凶残 在灾难来临时可以自保一下 而且我们江城 为什么就比其他的四线城市 少了这么多上高等学府的人 那就是因为我们江城只注重教学 而不重视实战 就像你教会一个学生 如何运用武技 但没教会 他在战场上如何杀人一样 而且我收到消息 可能百年难得一遇的兽朝 却将开始了 到时 整个人类的地方 可能都会让兽朝袭击 更别说伴随兽朝出现的黑洞 到时 要是从黑洞内出现什么强大的种族 我们又怎么办 所以 我现在才让学生们 早些认识妖兽的凶残 在未来的灾难中活下去 李国强说完 也是愁眉苦脸的 拿出一条烟点着火 熄了起来 领导们听到李国强的话 被吓得眼睛瞪得大 嘴巴更是张大大的 此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李国强的话是真的假的 连冷男生和林鼎天都被惊到了 他们俩也不知道 百年寿朝却将到来的消息 而且 李国强竟然知道 李国强见众人的震惊中 又有怀疑的表情 也是苦笑道 我十年前的一个学生 名为王刀 早在一天前 就是他将消息告诉我的 所以我才决定 这次最后的无比用 猎杀妖兽的方式 来决定 谁第一第二第三名 也可让学生们知道 见识一下妖兽 到时不至于兜下的不敢还手 众人听到王刀的名字 也都是很震惊 因为王刀他是一个武王 而且听说还在总部 守护司单领要职 如果是他告诉的消息 应该不假了 冷男生也表情一重地问道 为什么 我们都没收到消息的 李国强也同样愁眉苦脸道 你们下个月才能收到消息 因为他们在确认 是否是百年难遇的寿朝 如果是上面的人才告诉我们 因为这件事关系太大了 上面的人也不想没确认消息 就告诉你们 引起恐慌 所以 等他们检查清楚 才会告诉我们 众位领导表情都不好看 谁也没想到 竟然会遇到百年难遇的寿朝 他们也只是在史书上看过 说妖兽每一百年 都会突然变得狂暴无比 而变狂暴的妖兽 自然会袭击人类的城市 所以 每次到百年的寿朝人类 都会损失惨重 成被妖兽攻破的不在少数 众领导都面面相对 上一次百年寿朝 他们都没出生了 不过也有不少人 从老一辈的人 听说过妖兽的凶残 如果成被攻破的话 怕是城内的人 都会被妖兽吃掉 李国强继续道 今天的事情 可不能说出去 因为上面的人 还没确认 是不是百年寿朝呢 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 众位领导听到李国强的话 也都是松口气 是啊 还没确认 是不是百年寿朝呢 不过他们心情 都是有些疑众 也不在乎刚才轻松的模样 林鼎天也在心里暗暗想着 幸好他十年前组建了隐刃 保护自家安全 应该不成问题 而观众席上的学生 却不知即将发生的大事 此时 他们都在好奇或兴奋地 等着妖兽的上场 毕竟他们从来没见过妖兽 所以都很好奇 而陆金安五人 听说要猎杀妖兽 楚飞阳和那五徒七段的男生 都有些害怕 毕竟是妖兽不是人啊 他们这些妖兽 可不会手下留情 一不小心 可能性命不保啊 而陆金安自然猎杀过妖兽 所以倒觉得没什么可怕的 甚至还有些兴奋 因为他终于可以用出全部实力 来试试他现在到底有多厉害了 更别说妖兽杀得越多 积分就越多 到时还能换取修行资源 林维夏虽然也有些害怕 但起码看起来很镇定 毕竟他之前也遇到过妖兽 所以也不怎么害怕 冷力学更不用说了 他此时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好像根本就不害怕妖兽 李国强不再多想对着身后的肖景眼说道 把之前抓的妖兽带进来吧 记住叫全校老师都在擂台下面 防止有妖兽逃出来 肖景眼点点头道 好 随后转头就去叫各班的老师 拿上兵器穿上战甲 在一到三十的擂台下面站着 防止放出妖兽时 妖兽突然跑出来 学校一共有七十名老师 他们的实力都是在舞者境界 此时都穿着战甲手持兵器 站在一到三十号擂台处 而这种大场面也让观众席上的学生惊呼 放个妖兽有必要这么多人吗 这全校的老师都在了吧 兄弟你懂什么 要是在放出妖兽时 妖兽突然跑出来到时 直接杀到观众席来 我们这些武徒境界的人怎么办 到时怕是得死多少人啊 所以学校的老师才在擂台下面 防止妖兽跑出伤人 第125章 怎么可能你才舞者二段 萧景眼带着教导处主任 和总务处主任来到一号擂台上 随后萧景眼对总务处主任道 先把光照开起来 然后再放出妖兽 总务处主任点点头 随后便走到擂台下面 找到一个凹进去的坑 从怀中拿出一枚蓝色的水晶按上去 随后刷的一声一号擂台 就突然出现一个蓝色光照 将整个擂台都覆盖住 萧景眼看放出光照 也是一众的 从妖中拿出一个袋子 随后对着教导处主任说道 等一下我放出妖兽 记住千万要警惕 教导处主任也是点点道 好 萧景眼不再多言 直接打开袋子 之后就有一道巨大的妖兽身影出现 萧景眼来不及多想 立马又把袋子收住 而那妖兽 则是用暴怒的眼睛看着俩人 这只妖兽 长得有五米高 有着金色的毛发 身上的肌肉 也是一块一块的 看起来就很强壮 而且更是像人类一样双脚着地 没错就是 金刚元有着二阶五段的实力 而此时的金刚元一放出来 就立马用他那巨大的无比的拳头 打向两人 教导处主任 也是一个武师 面对金刚元的拳头 也是不客气地打回一拳 碰 一个巨大的拳头和小拳头相撞 金刚元直接被打得连连后退 毕竟就算他是二阶五段的实力 但和武师境界相差大了 就算妖兽再强大 也不能跨越一个大境界 跟别人打呀 金刚元完全被教导处主任碾压 直到教导处主任将金刚元暴打一顿后 才下去擂台 而此时 金刚元也被打瑟瑟发抖 但教导处主任走下擂台后 这才愤怒地站起来 看着这光照 随后用一掌拍在光照上 而光照纹丝未动 而金刚元 自从教导处主任不在后 就立马重新变得暴怒起来 一拳一脚地 在不停攻击光照 观众席上的人 看着有些心惊胆战 生怕金刚元打开光照冲出来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妖兽如此暴躁呢 而且 金刚元的眼神 就像看食物一样看着他们 边看还边攻击光照 像是想冲出来将他们吃了 而萧景眼 继续带着两个教导处主任 总务处主任放出妖兽 每放出一只妖兽 妖兽都会攻击擂台里的人 但每次都被教导处主任一顿锤 就这样 直到三十个擂台上都放满妖兽 萧景眼才停止放妖兽 而放出的妖兽 品种也很多 有能发出火焰的蛇 还有强壮的野牛 六亿双弓 水箭龟等 放出的妖兽 无一例外都很狂暴 一直都在用渴望的眼神 盯着观众席上的人 甚至还不停击找光照 在妖兽他们看来 外面的人都是美味的补物 将外面的人 吃后他们的境界 肯定能大大提升 而观众席上 有不少胆小的同学 都被这三十个妖兽 那恐怖的外表给吓到 有些都害怕到 闭上眼睛不敢多看 另一边处飞扬和那武图七段的男生 见到这些妖兽的模样 也是脸色一白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妖兽那巨大的体型 和凶残的外表 让楚飞扬和武图七段的男生 感到后背发冷的 让他们和这些怪物打啊 这什么可能打得过呀 这时 放完妖兽的肖景眼 也向五人走来 那只有武图七段的男生 见副校长走来 连忙向肖景眼说道 校长我能不参加吗 肖景眼看着那被吓得 脸色苍白的面容 顿时内心就爱口气 还没上场 就被妖兽吓了半死 而且 这还是全校最精英的五人之一 如果真发生寿潮这人 怕是很难存活下去啊 肖景眼挨了口气道 这个比赛看你是否自愿的 没有人能强迫你 去和妖兽拼杀 如果你想多赚些资源 我建议你 最好就是上去 找一头实力比你低的妖兽 尝试一下 而且 你们去猎杀妖兽 我们当然会派老师 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那名武图七段的男生 听到有老师保护 不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还有猎杀一头妖兽 就可以换修行资源 也是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上呢 思考一阵后 那名武图七段的男人决定上 反正有老师保护他生命安全 然后他再找境界 比自己低的妖兽 猎杀就行了 那名武图七段的男生也是说道 行 老师我还是继续参加 楚飞杨本来也有些害怕的 但听到 有老师保护 顿时就大变样了 他现在看到 自压咧嘴的妖兽 瞬间就不害怕了 反正他有老师保护性命安全 还会怕这小小的妖兽 肖井眼看着武图七段的男生不退出 也是看向另外四人道 你们有人不想参加的吗 四人都回答道 没有 肖井眼点点头继续说道 你如果要挑战妖兽的话 请跟保护你的老师说一下 他会根据你的实力 挑一头合适的妖兽 让你猎杀 而肖井眼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着四个人 有刚才的总务处主任 教导处主任 和其他两个不认识的人 这两人是从守护司界来的 都是武士境界的人 随后就开始分配保护的老师了 陆金安刚好分到肖井眼 而冷力雪和林维夏 两人则是分到守护司 借来那两人 此时的肖井眼对陆金安说道 陆同学 你现在什么境界了 说出来 好让我为你 找实力相同的妖兽 啊 我现在五指二断了 但是 我已经想好 猎杀哪头妖兽了 陆金安挠挠头说道 肖井眼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瞳孔猛缩 什么 陆金安才五指二断 这怎么可能 骗谁呢 以陆金安的实力 怎么可能只有五指二断呢 起码都是五指五六断 陆金安没看到肖井眼 震惊的表情 只是看着金刚原的方向 抬起脚就要走过去 但肖井眼突然问道 陆同学 你真的只有五指二断 陆金安听到肖井眼的话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肖副校长 怎么这么问呢 自己就是五指二断 陆金安也是点头道 我真是五指二断 肖校长怎么了 肖井眼听到陆金安再次确认 也是心中一惊 这陆金安还真是只有五指二断的境界 那他怎么比普通的五指五六断 还要厉害啊 不过肖井眼发一阵愣后 就反应过来道 那我帮你 找一阶的妖兽练练首先吧 你看那天火鸟 只有一阶六断怎么样 还是鬼面猪啊 它只有一阶五断的实力 肖井眼先是指着一个 浑身活色羽毛的鸟 对陆金安说道 然后又指了一只长的六只眼的蜘蛛说道 第126章 都说不是大猩猩 是金刚猿 陆金安听到肖井眼说的 妖兽都摇摇头 这些妖兽 自己随手就可以打败 陆金安想找一个实力相当的妖兽来试试 它到底是什么实力了 明显那金刚猿就很合适自己 这些都太弱了 陆金安摇摇头 指着那只巨大的金刚猿道 我看那只就不错 肖井眼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随着陆金安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被陆金安的指的妖兽惊了一跳道 什么 陆金安还以为肖井眼没看到 又指了指金刚猿说道 我要和这只大猩猩打 肖井眼再次听到陆金安说的话 也是连忙说道 这只是金刚猿有些二接五段的实力 你打不过他的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校长要放一只这么高境界的妖兽 给你们猎杀 以你们的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杀死金刚猿的 还有 那不是大猩猩是金刚猿懂了吗 陆金安听到肖井眼的话 不但没放弃 反而更兴奋地说道 就选这条大猩猩了 二接五段 不知自己可不可一刀斩了他呢 说完 陆金安便向金刚猿所在的擂台走去 把肖井眼搞得一愣一愣的 随后反应过来的肖井眼 立马追上陆金安劝道 这只金刚猿已经达到二接五段了 是所有妖兽最强的 而且 金刚猿这种妖兽 可比一般二接五段的妖兽 要强上很多 看到他那大肌肉没 还有他那大拳头 怕是一拳头下来人都被砸成肉饼 还有那肌肉 你知道他有多硬吗 你怕是 都破不了他的防 陆金安听到肖井眼不但不害怕 反而有些兴奋 自己终于可以试试刀了 陆金安听到肖井眼的话突然停下来 而肖井眼见陆金安停下来 还以为陆金安被自己劝退了呢 但还没等他多想 陆金安就缓缓说道 肖校长看到我这把刀没 肖井眼看着陆金安挂在腰间的刀 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陆金安为什么问自己 看没看他的刀 怎么了 陆金安听到肖井眼的话 并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45度抬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从买这刀到现在都没有对手 能让我拔出刀来 这让我感受到一些高手的寂寞了 啊 原来高手都是这么寂寞空虚的 肖井眼 我是谁 我在哪 还有 我要举报有人装逼 陆金安说完又转头看着肖井眼 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拍了拍肩膀道 不用惊讶 因为哥就是这么强 肖井眼 下花线 他算知道陆金安的为人了 有一点点自恋 同样脸皮也有一点点厚 陆金安继续说道 所以我要挑战那个 能让我拔刀的人不对 是大猩猩 肖井眼爱了口气道 都说不是大猩猩 是金刚元 陆金安拍了拍肖井眼的肩膀道 金刚元不就是大猩猩吗 大猩猩不就是金刚元吗 不用区分这么多 肖井眼已经对陆金安的话免疫了 面无表情地拍掉陆金安的手道 我是校长 你是学生 不能拍我肩膀 陆金安收回手也是惊讶道 你什么时候变校长了 你不是副校长吗 是不是说少一个字了 肖井眼 等于等于 都他马别吃了 肖井眼无奈道 你确定要挑战大猩猩 不对 是金刚元 陆金安点点头道 我想他唯一能让我拔刀的大猩猩 行 我们走吧 肖井眼 已经看开了 反正陆金安非要挑战 到时候 要是有危险救下来就是了 而且也让陆金安知道 妖兽可不是这么好杀的 也好挫挫陆金安的锐气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 继续向金刚元所在的擂台走去 另一边淋为夏 挑选了一只一阶七段的九头蛇来猎杀 而冷力血 则是挑选一只二阶一段的铁皮豪猪来猎杀 那个武徒七段的男生 则是选择一只一阶四段的鬼面猪来猎杀 楚飞扬则是挑选一只一阶三段的水剑龟来猎杀 此时的水剑龟 要是能说话的话 一定会破口大骂 按一个一阶三段的水龟 用得着你一个武者境界来猎杀吗 这么的 白掌这么壮了 竟然来欺负我一个只有一阶三的小水龟 有本事去欺负其他药兽啊 就会捏软柿子 怎么不去捏苹果呢 陆金安来到金刚元的擂台下 就看见金刚元边在怒吼边在不停击打光照 而且没打出一拳 几乎都发出阴暴声 还有那高大的体型 看着就不好惹 萧景眼见陆金安停下 还以为陆金安见到金刚元怕了呢 于是开口说道 你要是怕了 我们就换个妖兽去 这个金刚元你真打不过 谁说我打不过的 我才不害怕呢 我只是兴奋终于能试试了 陆金安大喊道 行吧 萧景眼也只好让陆金安吃吃苦头 让他知道这不是游戏 这是真正的妖兽会吃人的 陆金安不再过多犹豫 直接踏入光照之中 萧景眼见状也连忙跟上 而本来还在不停击打光照的金刚元 见到有人进来 也是停下击打的动作了 只是用一双暴虐的眼神看着两人 金刚元可以感觉到 这两人的气血都非常旺盛 只要将他们吃了 一定能晋级 到时候 他就能打破光照出去 将外面的食物吃掉 没错在金刚元眼里 外面的人都是食物 包括擂台内这两人 而观众席上有不少人看到 竟然有人敢走进金刚元 所在的擂台上 这金刚元高都有五米 体格又强壮 又一身金色毛发 在一众妖兽中 也是很显眼的存在 而且有不少人认出 这是金刚元 金刚元可以说是 妖兽中的六边形战士 不但速度快 防御高 攻击强 甚至还有智慧 更有不少人同学 从金刚元的身高判断 这是一只二阶的金刚元 所以 当有人敢去猎杀金刚元时 大家都感到很惊奇 而陆金安 也是看着这巨大的金刚元 好家伙不愧叫金刚元 一身金毛 看起来就像大猩猩中的贵族 萧景眼在一旁提醒道 金刚元注意到我们了 小心点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道 好 陆金安话刚落 本来还站在那的金刚元 突然脚上一塌地面 随后高高跳起 在空中挥动那巨大的拳头 由下向下轰去 金刚元这一切动作很快 几乎可以 等于一个五者七八段的速度了 谁也没想到 金刚元这么大的体型 都能这么快 第127章 什么陆金安竟然这么强 萧景眼就注意到金刚元的动作了 在金刚元出手时 他也已经准备好 出手救下陆金安了 而陆金安自然不会真傻到忘记 金刚元是一只妖兽 他从进来的那刻起 就浑身紧绷着 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 果然金刚元就这一眨眼的功夫 就发动了攻击 陆金安抬头看着 从半空向下挥拳打过来的金刚元 此时金刚元巨大的拳头 就像从空中落下的陨石一样 不但发出破空声 更是拳头周围有火焰围绕着 金刚元甚至还发出幕后 子子 陆金安面对金刚元这一拳 脸上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兴奋起来大喊道 来得好 让你也尝尝我一拳 画落陆金安身上就爆发出惊人的气势 身上的气血也在全力运转 拳头处更是雷闪闪烁 陆金安的右脚 也是重重一踏在擂台上 顿时擂台上出现几条裂缝 随后陆金安也用力跳起 挥动右拳 静止轰向金刚元打来的拳头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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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三声雷响 好像憋足了力量 发出了山崩地裂的轰鸣 这让观众席的众人 也被突如其来的雷响吓到 而伴随着三声雷响的是 陆金安的拳头和手臂处 变为雷电 此时 陆金安的右手整条手臂 就像两道蓝色雷电 和红色雷电缠绕在一起 同时发出耀眼的光芒 顿时观众席上的人 纷纷看向陆金安这里 连台上的领导们也不例外 而金刚元看着小小人类 还敢向自己挥拳 顿时也是 加大几分力量 想让这小小人类 看看自己我他的差距 金刚元的整个拳头 就像化为火焰组成的拳头 而陆金安的拳头 就像两种雷电组成的拳头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两者相撞 顿时就像火星撞地球一样 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两者拳头相撞出的空气 也瞬间被蒸发 拳头相撞的周围地方 也就像火与雷的较量 甚至火与雷都蔓延到周围 十米处的范围 不过两种雷电 在不停地消灭火焰 不到一会 火焰就全部消失了 而陆金安的雷电 瞬间就落到金刚元的手臂上 金刚元瞬间就被电得 整条手臂都变焦黑 手臂处的肌肉也都被电熟 随后 金刚元还没来得及惨叫 就被冲击给击得 从半空中倒飞回去 而陆金安 也因为半空中没有发力地点 就快速向下落去 随后 陆金安双脚稳稳当当地站在地面 不过因为从半空掉落的冲击 传到擂台处 又出现几条裂缝 虽然对于擂台来说 而陆金安的双腿竟然能承受住这冲击力 而且还没半点事情 金刚元从半空飞出20米后 才向下陨落 金刚元来不及调整好姿态落地 直接整个身体和擂台的大石砖 来了个亲密的接触 轰隆隆 又发出一道巨大的声响 连擂台都轻微抖动了一下 金刚元立马痛得惨叫出声 呼吱呼吱 此时的金刚元不但手臂触痛 连周身都痛 毕竟他从半空中陨落下来 和地面来了个亲密的接触 而陆金安此时也感觉到 右手整条手臂都抹了 而且拳头处好像也刺了一大片 陆金安顿时就在心中暗骂 特么的 这金刚元的拳头是什么做的 这么硬啊 怕是笔铁还要硬啊 害到他拳头处也刺了一大片 早知道就不装逼了 直接拔刀砍了 随后 陆金安可不会给金刚元喘息的机会 立马强忍右手处传来的疼痛 一手握住刀鞘 一手握住刀柄 枪的拔刀声响起来 陆金安终于拔出刀来了 萧锦眼间陆金安和金刚元硬碰硬 都能将金刚元击飞 顿时被惊到了 陆金安才五者二段啊 金刚元都二段五段了 相当五者五段的境界啊 更别说金刚元还是妖兽中的佼佼者 起码相当于五者九 十段的实力 陆金安竟然能打飞他 这已经让他被震惊的外焦里嫩了 这特么还是人吗 更别说陆金安现在拔出刀来了 怕是更加厉害了 观众席处众人完全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一个都愣住了 谁也没想到 两者的对撞 竟然会爆发出这么大的爆炸 要是他们这些五徒境界 在旁边怕是都被余波给震死 连台上的领导处 都是一阵瞪的大双眼 好像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站在擂台下的林天海 怎么也没想到 陆金安这小子竟然这么强了 也是吓得嘴巴张大 陆金安可不知道众人的反应 此时陆金安拔出刀来 要趁金刚元没反应过来 给他致命一击 陆金安手中拿着雷电堂刀 顿时感觉一股熟悉的感觉 涌上心头 就像已经练刀多年一样 陆金安知道 这是自己加点雷光斩到大成的结果 他此时就像练刀多年的人一样 萧金言也是咽了口水 看着陆金安这把寒气逼人的刀 这刀真是把好刀啊 陆金安不再多想 立马将周身的气血 集中在刀身中 随后全力挥出两道 像雷电一样的刀斩 向金刚元的头处斩去 雷光斩 两道向雷电的斩机 顿时以惊人的速度 向金刚元杀去 就像两道真正的雷光一样快 几乎一眨眼 就要到金刚元前 随后两道斩机 更是突然合二为一 之后 速度变得更快了 威力也更大了 斩机所过之处的空气 都消失两三秒才恢复 要是有人在擂台上 都能感受到 陆金安这一刀的惊人的威力 金刚元本来还在惨叫 突然间 就感到一股浓浓的危险感 如果他躲不过 真的会死 但金刚元时间已经没了 向雷电的刀斩眨眼 就来到他的头前 金刚元刚想动弹 头瞬间就被斩掉下来 金刚元的脖子处 鲜血也像喷泉一样 不要钱的瞬间喷出来 而金刚元的眼睛 还瞪得大大 他没想到他就这样死 陆金安见到金刚元死了 这才帅气地 将一滴血都没染上的刀 收回刀鞘中 此时 陆金安的除了额头微微出汗 和拳头处受伤 其他一点事也没有 而且 刚才和金刚元对轰的雷鸣拳 他用上十分之一的气血 而刚才释放的C级5G雷光斩 也用上十分之二气血 陆金安只用了十分之三的气血 就将金刚元击杀了 主要是金刚元的反应太慢了 要是他快点躲开陆金安的攻击 陆金安可能还要多费点功夫拿下他 第128章 不要再瘦屁股了 看着这令人惊讶的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像木头一样惊呆了 本来还吵闹无比的现场 竟然变得安安静静 没人发出半声声响 萧锦衍此时 已经快被陆金安震惊到麻木了 陆金安竟然就这么轻松杀掉金刚元了 这可是能对抗五折九十段的金刚元啊 就这么戏剧性死掉了 萧锦衍都怀疑 这是幻境了 不过看着还不计在喷出血的金刚元 萧锦衍就摇摇头不再多想 陆金安真的是将金刚元给杀了 之前还以为他 只能打过五折五六段 现在 他竟然这么轻松 将金刚元给杀了 唉 真是英雄少年啊 观众席上众人愣神一阵后 纷纷反应过来惊呼道 我去 陆金安这一刀也太帅了吧 喵了个咪了 陆金安竟然这么厉害 零二级的金刚元都杀得掉 卧槽 牛逼 你们知道 刚才陆金安用的是什么五级吗 谁知道啊 美女你知道就说出来吗 那好吧 我告诉你们 那早C级五级雷光斩 而且 陆金安还能发出两道雷光 说明已经达到大成了 好家伙 我的乖乖啊 C级五级啊 还达到了大成 牛逼 卧槽 牛逼 卧槽 牛逼 卧槽 牛逼 此时 观众席上的人 发出一阵一阵卧槽 牛逼的声音 就连陆金安也听到了 台上领导处 本来已经被陆金安震惊到的领导 再次被震惊到了 他们一个一个都是表情夸张 脸上也有不可置信的表情 像是见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他们这些人更知道陆金安的厉害 金刚员可是二阶五段啊 相当舞者十段境界的人啊 陆金安竟然能凭借一拳一刀 就将金刚员给斩杀 如何让人不震惊呢 就像你赤手空拳 去干翻一个拿着自动步枪的士兵 孔德当然就忍不住向李国强开口道 这位同学到底叫什么名字 教育局的局长韩国忠也开口道 对啊 李校长这位同学到底叫什么名字 竟然如此的妖念 李国强听到两人的询问 也是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笑呵呵道 他叫陆金安高三六班的学生 我也是举办了无比才知道 这人这么厉害 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 这小子有这么厉害啊 孔德听到李国强的话也是说道 也就是说 他这次无比才真正展示出 自己真正的实力 李国强回道 是啊 我也是在这次无比才注意到他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学校竟然有这么妖念的人 而陆金安完全不知道 自己竟然有相当五者十段的实力 他还以为自己的实力 只是能相当五者七八段的实力呢 而这金刚元只有二阶五段 陆金安直接将他等于五者七八段的实力 从来没想过 金刚元的实力相当五者十段的实力 或者许是因为陆金安的功法的提升 才让陆金安变得这么厉害 陆金安看着在不停冒出血来的金刚元 也是心中有个想法 这金刚元的妖兽和和血肉 是属于自己的 还是学校的 要是属于自己的 就发财了呀 卖掉起码有三四百万吧 为了小钱钱 陆金安就厚着脸皮 问了一下旁边的肖金眼 肖校长啊 你看这妖兽和和妖兽肉 陆金安没继续说下去 因为他相信肖金眼会懂他意思的 肖金眼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沉思了一会道 本来这妖兽和和妖兽肉 是属于学校的 但你既然能将三十头妖兽最强的杀掉 就奖励给你吧 还有 你杀掉最强的金刚元 奖励一百积分 陆金安听到 瞬间就高兴起来 就这么轻松拿到妖兽和和妖肉了 还有一百积分 对了 还有其他妖兽可以杀 只要杀得越多 自己的积分越多 修行资源也越多 想到这陆金安立马不犹豫 向二号擂台走去 至于金刚元的妖兽和和妖肉等 自己获得空间戒指再来收 肖金眼看着气势汹汹的陆金安 又走去二号擂台 顿时连忙跟上 陆金安这是杀上瘾了呀 刚杀掉金刚元 又去猎杀其他妖兽 都不休息一下吗 肖金眼哪里知道 陆金安是怕别人跟他抢妖兽啊 毕竟这可能换修行资源的 谁不想杀多点 但陆金安完全想错了 此时的楚飞扬 正被一阶三段的水剑龟追着打 而武图七段的人更不用说 被追得到处跑 灵围下和冷力雪 则是有些吃力的 各自和妖兽对战 只有陆金安这个奇葩 觉得有人会找他妖兽 此时楚飞扬一个武者境界的人 竟然被一只一击三段的水剑龟追着打 楚飞扬被打得爆头鼠窜 口中还大喊道 别打了 别打了 不要再瘦屁股了 这可把一旁的教导处主任 看得脸皮狂抽 你娘的 一个武者境界 还打不过一只水剑龟了 又有一枚水剑射向楚飞扬的屁股 楚飞扬此时的战甲屁股处 已经被水剑龟的水剑射烂开来了 本来楚飞扬还很自信 打得过这小小水剑龟的 结果一进来 看到水剑龟凶猛的模样 就被吓到了 那种想吃人的眼神 是楚飞扬从来没见过的 还有那残暴的模样子 太可怕了 于是 楚飞扬就被吓到了 就有水剑龟追着楚飞扬打的一幕 而且 水剑龟的水剑 还专门射楚飞扬的屁股处 其他地方他就不射 害到楚飞扬的F级战甲都被射穿了 不是F级战甲脆 而是水剑龟 已经射了几十枚水剑 到楚飞扬的屁股上了 结果楚飞扬的战甲才破开 但水剑龟已经气喘吁吁了 水剑龟消耗太多妖兽力了 体内真的要被掏空了 终于水剑龟摇摇晃晃的 再次从口中射出一枚水剑 击中楚飞扬的屁股 再也没力气支撑他 直挺挺倒下了 而楚飞扬的屁股 没战甲保护 直接被射出血了 幸好没射中屁股中间 要不然 楚飞扬都想死了 不过射中屁股处 也让楚飞扬 发出惊心动魄的惨叫 就像有人墙上了他一样 教导处主任实在看不下去了 立马吼道 水剑龟已经消耗完妖兽力了 已经累倒了 你现在还不去解决他 楚飞扬听到教导处主任说的话 立马回头一看 就看见那 面目猙獰的水剑龟 果然倒下来了 不过 仍旧还睁着大大的眼睛 用渴望的眼神 看着楚飞扬 第129章 天魔线 楚飞扬见着水剑龟 没有妖兽力还敢海洋 看着自己 顿时就怒了 这个王八龟 竟然射了我的屁股几十剑 真到我没脾气啊 自己一个堂堂舞者会怕他 真是叔叔不能忍了 楚飞扬强忍屁股处 传来的疼痛 大胯步来到水剑龟身前 水剑龟见这个胆小的人类 竟然还赶到自己的面前 顿时就想使出浑身力气站起来 但因为 刚才消耗太过妖兽力了 导致了 他有一点点虚脱了 还想站起来也是吓了一跳 差点就又转头跑了 但见水剑龟 想站都站不起来 于是楚飞扬顿时 就夸张笑了起来 哈 你个王八龟 叫你射我屁股 叫你射我屁股 边说边拿着大刀 对着水剑龟的屁股 一刀一刀砍下去 水剑龟瞬间 就被痛得哇哇乱叫 甚至还不停地 摆动自己的屁股 但因为 没力气站起来 只能轻微地躲闪开来 但楚飞扬 可不会放过他 一边哈哈大笑 一边刀不停地砍在水剑龟的屁股上 像急了一个大坏蛋 而楚飞扬 这猥琐的笑声 立马吸引过来不少观众席 但观众席见到这一幕 都是心中一阵发寒 这楚飞扬真真太太 便便太太了 你能想象到一个 标形大汉 拿着刀对着一个 妖兽的屁股不停砍吗 而且边砍 还边笑得这么猥琐 像急了那些强人所难的人 此时不少人在心中 已经确定楚飞扬 是一个变态 竟然喜欢笑着 砍妖兽的屁股 但没人知道楚飞扬的苦 他特么整整被这绿皮王 扒射了几十剑在屁股上 虽然只有一剑 真正伤到他屁股 但连续几十剑都射在屁股上 让楚飞扬感觉自己 被妖兽侮辱了 终于轮到他自己反击了 于是他就把心中那口气发泄出来 随着楚飞扬一刀又一刀 水剑龟也渐渐不再挣扎 血液也越流越多 最终死掉了 不过 临死前眼惊动得大大 像是有什么死不瞑目的事情一样 而楚飞扬把水剑龟砍死 突然发现妖兽也没这么可怕的 这妖兽还不是一样四条角 两个眼睛 一个脑袋 自己啪他干嘛 另一边陆金安走到二号擂台 而二号擂台上的妖兽 是天魔蟹 天魔蟹此时不但不攻击光照 反而静静地趴在那里 像在等待着什么一样 天魔蟹整体漆黑 脸上更是长出了六只眼睛 嘴巴更是有牙齿长出 一共有十几颗 而每一颗牙齿都像尖刺一样 看着人不寒而栗 而且尾巴处 那长长的尾巴带着尖尖的毒刺 怕是一刺下去人身上 就会出现一个西瓜大小的洞 还有那八条高高大大的脚 那两只大大的钳子 钳子里面更是有着锋利的尖刺 一钳子下去 怕是整个人都能被拦腰砍断 而天魔蟹更是高达三米多 身长更是有着六米多 这完全就是一辆小型的货车呀 虽然不比金刚原高 但它比金刚原长啊 萧景眼在陆金安身边解释道 这是一头天魔蟹 实力在二阶三段 擅长发射毒 只有五者七段的五者 才可能将这天魔蟹 你自己小心点 陆金安听到萧景眼的解释 也是点点头道 好 随后陆金安这才走过二号擂台内 萧景眼紧跟其后 天魔蟹见到陆金安一进来 就用那六只大眼睛盯着陆金安看 眼神更是理 流露出渴望 天魔蟹也没过多犹豫 那八条脚以飞快的速度 在地面行走 静止向陆金安杀去 双手两只大钳子 更是张得大大的 像是响意钳子 加死陆金安一样 而陆金安面对这一幕 也是枪一下把刀拔出来 别问为什么不用拳头了 因为这次陆金安学聪明了 和这些妖兽硬碰硬 虽然能赢 但受伤可是自己 所以 这次陆金安直 接拔出刀来 身体内的气血 眨眼间就覆盖上刀 顿时那把雕刻着雷龙的糖刀 缠绕着雷电 而那条刀身上的雷龙 更是发出蓝色光芒 然后 陆金安手中握刀 心中念叨 雷闪 陆金安的身影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道雷光 此时的陆金安 已经来到天魔蝎的大钳子前 手中的刀用力一挥 天魔蝎还没反应过来 顿时的一只大钳子 轰然落地 天魔蝎钳子处 更是飙射出绿色的血液 天魔蝎杀 那痛出嘶吼声 嘶 八条脚也停止向前冲 口中更是要张大嘴 八响一口咬掉 突然出现的这个人类 但陆金安可不会给天魔蝎机会 斩下一只大钳子 就向后退去 手中的糖刀 一滴一滴着绿色的血液 不过随着绿色的血液掉下 陆金安手中的糖刀 就像不沾锅一样 一点血液也没沾到 还是雪白锋利 天魔蝎一击咬空 但他可不会放过陆金安 口中突然射出一口黑绿的毒液 向陆金安射去 陆金安面对天魔蝎毒液 只是微微一闪躲开来 但天魔蝎就像自动步枪一样 口中不停射出黑绿色的毒液 陆金安边躲边心中大骂 这鬼东西这么多口水吗 能连续不停地射出 一口一口的毒液落在擂台上 发出滋滋的响声 甚至留在擂台处的毒液 还散发出烟雾 从这可以看出 这天魔蝎的毒液有多毒了 陆金安看的心中也是一跳 这怕不是生化武器吧 这么毒 感觉被涂上一口就完蛋了 陆金安连忙躲闪几口毒液 心中暗想再继续下去 可不行 自己虽然躲得开 但万一终一次自己就完了 自己必须要反击才行了 陆金安连忙挥动手中的糖刀 斩出两道雷光向天魔蝎的脸上杀剧 雷光斩的速度很快 眨眼的尖就到天魔蝎前 天魔蝎那六只大眼睛瞪得大大 不过天魔蝎反应也不慢 联盟用另一只大钳子挡在面前 刷 两道雷光斩轻松斩掉天魔蝎 仅剩的一只大钳子 甚至钳子还斩到两半 不过两道雷光也被削弱不少威力 随后静止斩向天魔蝎的嘴巴处 刷 轰隆隆 天魔蝎的嘴巴瞬间就被斩下来掉到地上 绿色的鲜血也喷得到处都是 此时的天魔蝎只剩下眼睛和鼻孔 就像剩下半张脸一样 让人看起来更恐怖 而天魔蝎想发出叫声 但又没嘴巴 只能从喉咙处呜呜地叫喊 听起来更加阴森恐怖 再加上天魔蝎仅有半张脸 吓得观众席的人都脸色惨白 第130章 贴身站 更有不少同学看着这恶心的一幕 当场吐出来 没办法 此时的擂台上 不但有天魔蝎断掉的两只大钳子 还有天魔蝎的下半边脸 而且绿色的血液撒得到处都是 他们那些人哪里看过这种场景啊 更有不少女生都吓得闭上双眼 不敢再看 而陆金安面色如常地看着天魔蝎 可能杀过妖兽了 所以看着并没感觉有什么 天魔蝎喉咙处不停发出低沉的叫声 不知是痛的还是怒的 天魔蝎六只眼睛死死盯着陆金安 恨不得立马将这人类吃掉 陆金安可不惯着他 手中拿着刀 使用雷闪再次接近天魔蝎 一刀就向天魔蝎的脑袋砍去 天魔蝎见到雷光闪起 也知道这是人类又用出那招了 也是八条脚疯狂地后退 害到陆金安一刀斩空 不过陆金安并没有放过天魔蝎 又提刀杀上去 天魔蝎挥动尾巴挡下一刀又一刀 一时间碰撞声不断响起 当 当 当 而陆金安的刀也挥动得越来越快 天魔蝎的尾巴也是 一时间只能看到刀和尾巴的残影 和火花四射 终于天魔蝎最先跟不上陆金安挥刀的速度 直接又被陆金安一刀砍在身体上 而陆金安一击得手 攻击也越来越快 不到一会天魔蝎浑身是刀伤 就连陆金安的战甲也沾上绿色的血液 陆金安再次挥动手中的唐刀 直接斩出二合一的雷光 杀向天魔蝎庞大的身躯 天魔蝎根本无力抵挡 刷的一下就被陆金安一刀分成两半了 不过天魔蝎还没死去 还在不停挥动尾巴 甚至脚还在动 这可把陆金安看得嘖嘖称奇 这东西生命力这么顽强 这都能动 直到过了三分钟 这天魔蝎才不动弹 陆金安健壮也是挥了一下刀 将刀上的血液都甩飞出去 此时陆金安身上的战甲 都沾上绿色的血液 就连脸上也沾上一点血液 不过陆金安并不在意 这次又消耗十分之二的气血 再上猎杀金刚元消耗掉的气血 一共有十分之五的气血了 得休息一下了 于是陆金安就走出擂台 坐在地上休息一下 恢复气血 准备恢复完气血 又继续去猎杀妖兽 观众席上的人 见到这精彩的一场 都纷纷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陆金安 虽然陆金安刚才解释掉金刚元 但陆金安并没有过多战斗 只用一拳一刀就解决了 而这绝陆金安 就是直接和妖兽贴身战了 那打斗场面太精彩了 每次挥动兵器的撞击声 让人感觉到无比悦耳 这才是男人真正的战斗吗 至于为什么陆金安能快速解释金刚元 那是因为他使用了5G 这次陆金安想和妖兽贴身战 来锻炼自己的贴身战 而且这次气血只消耗十分之二 金刚元消耗了十分之三的气血 萧锦眼神色复杂地来到陆金安身旁道 你击杀二阶三段的天魔蝎 又获得六十击分 没想陆金安竟然实战经验也这么丰富 当才面对天魔蝎的毒液时 陆金安并没有慌万 而是使用5G 直接将天魔蝎释放毒液处斩掉 直接让天魔蝎战力大减 要不然天魔蝎能继续放毒液 确实是个大麻烦 陆金安听到又有六十击分 也是高兴地笑了笑 自己现在有160击分 恢复一下继续开赶 而陆金安已经吸引许多领导和同学的目光 因为就属于陆金安战斗最精彩 和对手最强 另一边灵威下 也是解决了一阶七段的九头蛇 不过气血也消耗得七七八八 同时也获得七点击分 冷力血也是将二阶一段的铁皮豪猪给解决 获得了二十的击分 气血自然也消耗许多 至于那五图七段的男生 直接被四段的鬼面猪打出局 幸好保护他的老师出手快 要不然这男生还真可能让鬼面猪吃掉 而楚飞羊则继续挑战一头一阶六段的火焰鸟 楚飞羊此时战况很激烈 楚飞羊的头发和眉毛都给火焰鸟烧掉了 幸好穿着战甲要不然 连身上的毛都给烧掉 就这样时间已经过了一小时 陆金安已经恢复完气血了 继续向三号擂台走去 三号擂台是一头九头蛇 不过实力却达到二阶二段 一个蛇身长着九个脑袋 不过这九头蛇高达五米 身长更是有着七米 同时这九头蛇还能释放出水弹 那条比天魔戏还要大的尾巴 在不停地摇动着 怕是一尾巴下去 房屋都能轻松拍烂 陆金安手中拿着刀就这么走进去 没给九头蛇过多反应 直接一个雷闪 挥动刀就将一个蛇的脑袋斩下来 现在便八头蛇了 仅剩的八个蛇头 看到这木也是嘶吼起来 同时八个蛇头 齐齐向陆金安咬去 但陆金安一个闪身就躲开了 然后又闪到别一个蛇头 趁他不注意就又一刀斩下一个蛇头 还剩下七个蛇头 随后就拉开距离 避免被七个蛇头围攻 剩下的七个蛇头 立马向陆金安发射水弹 七个蛇头都张大嘴巴 口中立马凝聚一颗圆圆的水球 七条蛇没有犹豫 立马向陆金安发射过去 顿时七个水球 像炮弹一样向陆金安飞去 陆金安则是不断地躲闪开水球的攻击 轰隆隆 这些水球看起来威力不大 但落在擂台的地上竟然发出爆炸声 陆金安可不会再给他们再攻击一次 立马用雷光斩向蛇头斩去 又有两个蛇头被斩落下来 顿时鲜血喷射一地都是 而且还有四个蛇头瞪大眼睛和张着大嘴巴 一时间擂台上又变血腥无比 而陆金安就像死神一样 在不停地收割蛇头的脑袋 剩下的五个蛇头暴怒无比 甩动那巨大的尾巴向陆金安处打去 巨大的尾巴甩动的速度很快 如果是普通的舞者四段的人必定被击中 但陆金安一个躲闪 就躲开五头蛇甩过来的尾巴了 随后更是趁着机会一刀砍向五头蛇的尾巴 刷一下五头蛇的尾巴差点就被砍断 不过也砍断一半了 五头蛇自然不会再让陆金安继续攻击他们的尾巴 立马张着大嘴就咬来 陆金安就闪身躲开 然后又一刀斩下一个蛇头 变成了四个蛇头 之后陆金安一有机会 就上前一刀斩下蛇头 所以本来的九头蛇变成只有一个头了 第131章 夺得第一 此时的九头蛇变成了一头蛇 而且那巨大的尾巴竟然也被斩断了一半 就差点整条都掉了 而那仅剩下的一个蛇头 此时不但不暴怒 反而害怕起陆金安来 看到陆金安时 仅剩下的那个蛇头 竟然第一慢慢地向后去 口中还发出嘶嘶的警告 但谁都看得出这九头蛇是害怕了 而陆金安可不会放过 他又一个闪身就来到九头蛇前 手中的刀一辉巨大的蛇头 顿时落下来 而那条蛇头都没有的蛇身 此时竟然还能无意识地摆动 但没过几十秒 那蛇身就轰然倒下了 变得一动不动 而陆金安在观察几秒后 确认九头蛇已经死透 才将刀收回 观众席上的人 见陆金安又杀掉二阶的九头蛇 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连金刚元和天魔蟹都能杀 自然也不差这一条九头蛇了 这次陆金安又获得40积分 加上之前的160积分 刚好200积分 随后陆金安就继续向下 一个妖兽走去 毕竟每杀多一个妖兽 获得的积分也更多 到时修行资源也更多 就这样 陆金安一直杀到无比的结束钟声响起 当当当 李宁的声也响起 现在决赛已经结束 请各位选手停下手来 来到场中心 正式宣布第一 第二 第三名的获奖者 随后四人都浑身是妖兽写的 来到场中心 而台上的领导们都向下走下来 带头的自然是冷男生和林顶天 孔德 毕竟他们是场中境界最高的三人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以实力为尊 所以 实力强大的 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冷男生看着战甲满是妖兽写的冷力血 眼里闪过心痛 但更多是骄傲 本来女孩子应该都是干干净净的 但这个世界 是个痴人的世界 如果不提早适应猎杀妖兽 到时妖兽来了 又该怎么办 虽然她可以保护她女儿 但总有保护不到时 那时只能靠她自己了 林顶天的心情也和冷男生的心情差不多 没有人原意自己的宝贝女儿 去跟一群凶残的妖兽拼杀 但活在这种世界 就必须学会与妖兽的拼杀 而四人过经一场对妖兽的拼杀 气质也有很大的变化 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少年少女 而是变成一名战士 身上的时不时散发杀气 陆金安身上的杀气更恐怖 因为他杀了六头二阶妖兽 二阶五段的金刚元 二阶三段的天魔蝎 二阶二段的九头蛇 其他三头都是二阶一段的妖兽 而且一共得到二百六十积分 这还是陆金安第一次杀这么多妖兽呢 所以身上的杀气自然操控不住 同时陆金安也在猎杀妖兽时 实战的经验也在疯狂地增长 起码陆金安感觉他比之前强了一倍多 这时李宁的广播声音又响起来 现在我来宣布 这次第一到第三名的人选手 此时观众席上的众人都紧张地平住呼吸 他们也很奇 到底谁是第一第二第三名 不过有不少人都觉得是陆金安 毕竟他杀了这么多二阶妖兽 第一名陆金安 二百六十积分 第二名冷力血 一百积分 第三名林维夏 六十积分 第四名楚飞扬 三十积分 第五名陈阿兵 零积分 陆金安听到广播 果然不出意外第一是自己 第二名冷力血 不过第三名竟然不是楚飞扬 一个舞者境界的人 还不够一个舞图九段的林维夏杀得多妖兽 林维夏能得到第三名 让陆金安有些意外 而林维夏听到自己是第三名 差点高兴地跳起来 没想到他自己竟然可以得到第三名 他还以为第三名会给楚飞扬得到呢 毕竟楚飞扬是一个舞者境界的人 虽然林维夏不在乎第三名的奖励 但他开心啊 而楚飞扬则是苦瓜脸 他自己要不是开始有点怕妖兽 不敢和他们打 要不然 现在的第三名 就是他的了 现在楚飞扬也杀多妖兽 倒霉觉得 妖兽有什么可怕的 早知道杀多点了 要是杀多点不但能得第三名 还能多点积分 积分之后 是可以在学校换取修行资源的东西啊 自己竟然不杀多点 李宁继续说道 现在有请我们的江城冷男生市长 为前三名发放奖励 至于为什么不是校长发放 那是因为 今天这么多大佬 还轮不到他发放 所以决定 让冷男生来发放 毕竟是江城的市长 无论林鼎天和孔德 都会多多少少给点面子 随着李宁的话落 场中也响起如雷惯耳的掌声 更有人大喊着 陆金安牛逼 有不少人男同学 看到陆金安用刀这么帅气的 将二阶妖兽斩杀 自然有不少人男同学 成为陆金安的小迷弟了 实力强大 永远都让人尊敬 崇拜你 陆金安也是兴奋起来 我终于有空间戒指了吗 还有C级5级吗 冷男生也没想到 李国强竟然让他来发放 不过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这里这么多大领导 确实他一个校长 不适合风投 李国强也是连忙走到冷男生边 偷偷递过戒指道 这是第一名的 第二 第三的奖励 随后 李国强又说 第一到第三名奖励哪些东西 冷男生接过点点头 随后第一个就是向陆金安走去 毕竟陆金安是第一名 自然从他开始 冷男生走到陆金安身前 先是拍了拍陆金安的肩膀道 好样的 少年英雄 你竟然连金刚元都能斩杀 随后 将一枚戒指子递给陆金安道 里面有十颗气血丹 至于武技 你等下去学校的校长是挑选 陆金安兴奋地接过空间戒指 他自己也有个空间戒指了 他好了 他也是有空间戒指的人了 到时战甲和兵器一些东西 就可以放进去了 随后 冷男生继续给冷力血和林维夏发放 同样武技都要去校长室那挑选 然发放完奖励李国强又讲了几句 又给一众领导讲几句 这次无比才正式结束 而陆金安和林维夏 冷力血三人都在校长室 三人都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而校长则还没来 就这样等了一会 校长才推门进 陆金安三人也是赶紧起身 而李国强一进来就哈哈大笑道 坐下都坐下 不用站起来 第132章 雷霆断铁 而李国强进来也随着找把椅子坐了下来 随后笑呵呵地对陆金安道 学校这里有五门C级武技 和有三门D级功法 陆金安同学 你要武技还是功法 陆金安听到李国强的话 自然犹豫到 我要C级武技 反正D级功法对陆金安来说太过鸡肋了 都有SSS级功法干嘛还要D级功法呀 李国强见陆金安没有犹豫 也是点点头 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五本C级武技 摆放在桌面上道 看看你选什么吧 陆金安立马拿出第一本看起来 血龙掌 以自身气血 凝聚出一个血龙掌 真有人用血龙掌 单杀武王强者 而且消耗气血也较少 陆金安看到摇摇头 自己已经有雷鸣拳了 再要这血龙掌没多大用处 于是陆金安放下血龙掌 又拿起下一本 流水拳 以流水柔韧性为模仿 拳头连绵不绝 如同江河流水般滔滔不绝 祝 最好有水属性 功法修炼 陆金安见到这也是 没有丝毫犹豫放下 明显这笔血龙掌 更不适合自己 下一本 猎火枪 以气血凝聚出一把长枪 可远攻 可进防 威力强大 不过 缺点依旧是 凝聚烈火枪要大量的气血 武图境界的人不适合这五技 主 拥有火属性 功法修炼最好 陆金安虽然看着这烈火枪不错 但自己的功法 是属于雷属性的 明显这本也不适合自己 右方烈火枪 继续看向下一本 血剑 以自身气血凝聚出剑形状 拥有比较强的穿透力 威力同样大 气血消耗也较小 陆金安看到眼睛一亮 这五技 好像也很合适自己的 以自身的气血凝聚出剑来 完全是一种远攻的手段 而且 这本五技 还适合自身的雷属性 只要只自己学会 立马就能凝聚出雷剑来 肯定比别人凝聚出来的强十几倍 毕竟他的雷跟普通的雷不一样 他的雷 可比普通的雷强上十几 而且 雷还是攻击最强的属性 这门五技 确实很适合自己 不过先不着急 再看下一本的五技是什么先 看完再做决定 于是 陆金安放下血剑 又拿向下一 一本五技 雷霆断体 以天雷刺激身体中的细胞 从而锻炼身体 增强体魄 和加强肉身力量 同时达到圆满石 可让雷电外放流走全身 从而增加防御 注 拥有雷属性 功法修炼最好 陆金安看到这本五技时 眼睛都发亮了 这本雷霆断体 直接等于断体五技 而且还是属于雷属性的五技 太适合自己了 不过就是要用天雷才能修炼 这更不是问题了 只要自己进门就可以加点了 哪里还用什么天雷啊 陆金安感觉 这门五技实在对自己太有用了 不但可增强体魄 还能增加肉身力量 而且达到圆满就可以外放 又等于加强防护 这本五技陆金安实在太喜欢了 这次陆金安都不用考虑 立马向李国强道 李校长我选这本 李国强本来笑呵呵的脸 看到陆金安选择到的五技 也是脸上一僵 陆金安怎么会选择这本五技 陆金安见李国强半天不回话 而且本来还笑呵呵的脸 更是凝固住 也是心中一锦这是怎么了 不过李国强也是反应过来 爱了口气说道 这本C级五技雷霆断体 陆金安同学 你还是不要选他才好 你再想想 选择哪本C级五技 陆金安不解道 为什么不能选这本雷霆断体 李国强见陆金安追问 也是爱了口气继续说道 因为这本雷霆断体 实在太难修炼了 而且修炼这本雷霆断体 还需要有天雷才能进行修炼 我之前获得这本雷霆断体的五技时 想修炼入门 于是我打雷时就跑去山顶 用引雷针进行修炼 结果天雷一落下 我直接就被电得半死 而且五脏六腑都很痛 根本不是人能忍受的 那次我直接被天雷电成重伤 而且这本雷霆断体的五技上面 也写着要被天雷电十次才能入门 我被电一次就重伤了 哪敢再继续啊 而且这雷霆断体五技的修炼方式 就是被天雷 就算入门还是要被天雷 你说说 哪里有这么多雷与天气 没有天雷根本就修炼不了 所以这本五技很难修炼 不过 这本雷霆断体五技 倒属于C级五技的顶级 甚至还能对比到上B级五技 但它的修炼方法太苛刻了 你说 有谁能天天被天雷劈 而且 天雷也不是天天有 所以 基本没有人会修炼这种五技 陆金安同学 我劝你再看看其他的吧 也不是没有人没修炼过这本雷霆断体五技 但被电一次后 纷纷都不敢修炼了 陆金安听到李国强的话 不但没有放弃 反而内心更兴奋起来 这本C级五技雷霆断体 竟然能比得上B级五技 这可对陆金安来说是个好消息 至于要被天雷劈十次 这完全也不是事 只要自己找个雷宇天 让他劈个十次就行了 反正自己有 SSS级功法吸收一些天雷 根本就不是事 只要入门 自己就可以加点 完全不用天天找天雷劈 陆金安语气坚定地说道 李校长 我就这本了 李国强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再问多一次道 你不再想想 陆金安立马没有犹豫回道 不用想了 李校长我就要这本 李国强听闻也是爱口气道 行吧 既然你选择这本五技 你就拿去吧 陆金安也是立马兴奋地 将五技收入空间戒指中 随后 李国强又拿出D级五技 让林维夏和冷力学两人挑选 林维夏和冷力学两人 都选了自身合适的五技 随后 李国强又拿出几张卡道 这是你们的积分卡 你们用积分卡 可以去学校的资源库内 换取修行资源 记得千万不要弄丢了 要不然就补办不了 陆金安接过写着自己名字的卡 林维夏和冷力学两人 也是各自接过自己的卡 这张卡很简单 上面印着五高一中的门口处的风景 然后又有高级和班别语姓名 就像一张校园卡 陆金安随便看两眼 就放回裤兜里了 陆金安坐在床上 拿出今天获得第一名奖励的 十颗气血单 放在床上 没错 陆金安和李国强说完事情 又和林维夏 冷力学吃顿饭就赶回家了 第133章 自己竟然百分百吸引气血单 陆金安好奇地将一颗气血单 拿起来细细观看 这颗圆圆的气血单 整体暗红色 而且散发着清香 让人忍不住一口就吃下去 陆金安忍不住将手中的气血单 放进口中 顿时口中一股清香 又加加血腥味传来 随着喉咙滑下去 随后陆金安就能感觉腹部 传来一股火热 陆金安来不及细细品味 连忙运转神雷九霄 开始练化这颗气血单 运转了两个周圈 才将气血单练化 陆金安明显能感觉到 自己增加了五点气血 陆金安顿时也被自己增加的五点气血 给震惊到了 不是说 气血单只能加一点气血吗 怎么自己增加了五点气血 对了 是功法的原因 自己的功法是 SSS急功自然能完全练化这气血单 其他人的功法 只能练化百分之五六十 而且功法等级越低练化效果也越低 也就是说 自己能百分百地修化气血单 其他人的功法则不能 因为其他人没有SSS急功法 而且自己感觉完全吸收气血单 一点单独都没产生 说明他可以无限吃啊 要知道 气血单一个月只能吃五六克 吃多了很可能产生单独 而气血单刚好一个月吃五六克 不会产生单独 因为人体的一个月内 刚好能练化五六克气血单 所产生的单独 但你一个月吃几十颗 自然练化不了 而且还会让单独累积起来 让你的五脏六腑 都受到不小的损伤 所以 气血单大家一个最多就敢吃五六克 但如果你的功法能练化多些单独 自然也能多吃 所以说 功法一个月能练化多少单独 就可以多吃多少颗气血单 陆金安想明白后 又拿出一颗气血单吃下去 还是熟悉的感觉 连忙运转功法 又过二分钟后 陆金安又感觉又增加多五点气血了 而且还感受不到一丝的单独 陆金安不由兴奋地大笑起来 要是真没限制的话 只要给他足够多的气血单 他就可以一直吸收了 陆金安笑了一阵后 又继续拿过一颗气血单吃下去 直到陆金安 把十颗气血单都吃完了才停下 不过陆金安也增加了五十点气血 而且没有半分单独 这说明 自己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气血单 想到这陆金安还是忍不住兴奋 连忙对系统道 系统给我调出属性面板 陆金安还是想看看 自己是不是真的增加了五十点气血 好的 速着 系统回到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280加 武者 二段 280300 力量 690加 约等于13500斤力量 速度 450加 防御 520加 精神 123加 攻法 SSS及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度大乘 100斜杠1000 每天能加5.7血 5G F及八级拳 熟练度入门 5分20 D及雷鸣拳 熟练度大乘 60180 C及5G雷光斩 熟练度大乘 70210 D及5G雷闪 熟练度小乘 2060 C及5G雷霆断体 未学习 未分配属性点 72 陆金安看到果然增加了50点气血 加上他这几天 攻法又加的又有了280点气血 很快他就可以达到 五者三段了 而且这几天又攒下了72点属性点 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 陆金安不打算加气血 因为他每天都可以获得5点气血 再加上他现在可以通过气血 单来增加气血 那他就不必要浪费属性点来增加气血了 只需要攒着加工法和5G就行了 现在陆金安的想法是如何能有多点气血单 只要有足够的气血单他就可以晋级50了 陆金安想来想去 好像只有用钱买才行 不过陆金安现在也只有8万多块 也买不了两三克啊 对了 自己不是有学校积分吗 自己可以去学校换啊 自己可是有260积分 就是不知道能换多少颗气血单了 不过 光靠学校给的气血单肯定晋级不到50 自己还要去买才行 而且学校给的金刚元的妖兽和妖兽肉 自己还没卖呢 明天就去万宝阁卖掉它 我再用这钱去买气血单 想好一切后 陆金安就早早睡下了 毕竟他还要属性点 加武技和功法呢 一日 陆金安洗完脸刷完牙 吃完早餐 就像往市中心的万宝阁了 陆金安来到万宝阁12楼 这里是卖掉妖兽肉和妖兽盒的地方 揭示陆金安的是一位 长的有着性感的女销兽 而陆金安看着那一米长的黑丝大白角 还有那大大的小白兔 挺翘的臀部 顿时有点一不开目光了 更有不少上12楼 来卖掉东西的人都直勾勾地盯着 像看到什么妖精一样 甚至有人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而那明信感的女销兽 似乎看多这种目光了 脸色没半分变化 还是一脸笑呵呵地揭示陆金安 先生请问 你来这卖掉什么东西呢 我们万宝阁都可以回收的 女销兽那玉姐的声音响起 陆金安听到女销兽的玉姐 也回过神来 还真是一个妖精啊 连说话的声音都这么好听 听着都有点直了 陆金安也是连忙说道 我是来卖掉妖兽和和妖兽肉的 女销兽听闻陆金安的话 继续妩媚地笑着道 哦 那先生 你的妖兽等级 和是什么妖兽能说给我听吗 陆金安点点头 这些自然没问题 我的是二阶五段的金刚员 性感的女销兽 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心中暗自震惊 二阶五段的金刚员 起码得舞者 十段才可能杀死啊 这位看起来像高中生的小弟弟 竟然有二阶五段的金刚员 不过 女销兽也想明白了 很可能是这小弟弟的长辈 给他拿来卖掉的吧 性感的女销兽立马说道 先生请你跟我来会客室戏谈 陆金安点点头 没感觉没问题 确实在这大厅 不适合谈这些事情 于是 性感的女销兽 就在前面引路 而陆金安跟在后面 陆金安的眼光 有些不自觉地 丑向性感女销兽的臀部 因为他却在太吸引人了 而且还又大又圆 这谁不多看两眼啊 周围的男人 更是比自己还要恐怖 那眼神是 恨不得吃了女销兽啊 第134章 我的地板啊 很快 性感女销兽 女销兽就带陆金安 来到一间空的会客室 会客室里面 有一张长长的沙发 女销兽对着陆金安 做了个请坐的手势道 先生请坐 陆金安自然不客气 一屁股就坐下来 而女销兽 也是坐在陆金安不远处 陆金安甚至能从不远处 闻到玫瑰花香 让陆金安忍不住 下意识多吸几下 性感女销兽 并没有注意到陆金安的动作 只是微笑地自我介绍道 先生你好 我叫陶曼清 你可以叫我小陶就行 先生 我再确认一番 你是真的有 二阶五段金刚元的 妖兽肉和妖兽盒吗 陆金安点点头道 我这里室友 陆曼清听到陆金安 确定也是继续说道 二阶五段的金刚元 金刚元妖兽和市场的价格 是200万 而这里卖出的 金刚元妖兽盒 最高能给你230万 而金刚元的妖兽肉 大概是220万 先生你看这价格行吗 陆金安听到女销兽的话 也是沉思一下 其实陆金安根本就不知道 这种金刚元能卖多少钱 但陆金安起码知道 四五百万不难 而这一共加起来 就有450万 也差不多了 不过陆金安还是继续说道 500万 我就全整卖给你 陶曼清见陆金安伸出五个手指 也是微笑地说道 先生 这已经是我们万宝阁给的 最高价格了 要是你去其他店铺卖掉 最多也就400万而已 真的给不到500万 陆金安也是试探一下 还能卖不卖得出更高价格 但既然没办法 陆金安也只好道 行吧 450万 就450万吧 陶曼清本来还要和陆金安 多争论几下价格才行 结果陆金安竟然这么爽快地 答应下来了 顿时也是妩媚一笑道 那先生 先给我奄奄货吧 陆金安也说道 就在这 陶曼清自然明白陆金安的意思 因为金刚元的身躯庞大 加上杀死妖兽 肯定会有些血液 会弄脏会可污的 想到这陶曼清开口道 不是 先生跟我来 随后两人去了一个类似 专门宴妖兽的身躯的地方 然后陆金安就把金刚元 从空间戒指取出 陶曼清见一切没问题后 也是很爽快地 叫陆金安给他卡号 然后450万就到账了 随后俩人都是 简单打个招呼就告别了 并没有过多交涉 毕竟陆金安虽然很欣赏这种美女 但只是欣赏 陆金安并没有什么心思 就这样 陆金安又在万宝阁 买了150颗气血丹 每一颗陆金安都要最好的 所以 一颗要3万块 而150颗刚好花掉450万 不过陆金安并不在乎这些钱 只要将这150颗的气血丹都修化 他就刚刚好能突破成大50 这是一个让陆金安高兴的事 随后 陆金安就随便吃了炖 又打包些快餐 准备回去当晚饭吃 陆金安盘坐在新买的床上 手中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气血丹开始修化 一颗 50颗 100颗 直到修化100颗气血丹 陆金安才停下来 因为他身内竟已经产生单独了 让陆金安不得不停下来 完全在陆金安意料之外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也会产生单独 他之前还以为他有 SSS急功法修化不会呢 但现在看来还是会 不过也是陆金安一时间 吸收太多气血丹了 都没到一小时 陆金安就已经吸收了 100颗气血丹了 所以产生单独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陆金安感受一下单独 起码半个月内 不能再吃气血丹了 本来陆金安还想一鼓作气 突破50的 但现在看来还得等等 就算陆金安可以用属性点突破 但陆金安现在突破太快了 也没完全掌握突破的力量 所以这半个月 刚好让陆金安掌握好 这次突破所带来的力量 而陆金安这次吃了100颗气血丹 等于多了500的气血点 现在陆金安感觉自己 比之前强几十倍了 他甚至可以说 他能一个打20个之前 没突破的陆金安 陆金安甚至感觉他 已经可以和武士境界碰一碰了 现在看看自己的属性变化 陆金安在心中想到 系统打开属性面板 陆金安对脑海的系统下令道 正在为宿主调出属性面板 系统回到姓名陆金安 年龄17 气血785加 武者七段785800 力量1000加 约等于32500斤力量 约等于三牛之力 速度800加 防御900加 精神200加 攻法SSS及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度大成100斜杠1000 每天能加5点气血 为分配属性点83 陆金安见到自己的属性面板 差点兴奋地跳起来 太好了 自己竟然有3万多斤的力量 他已经相当武士一段了 因为武士一段也才有4万斤力量 而自己有3万多斤 直接可以暴打武士一段了 加上5G攻法等 武士二段也能打一下 可不要小看这一段境界 因为武士每进一段 都会加2万斤的力量 自己的3万多斤的力量 等于三牛之力了 一牛之力等于1万斤力量 而且陆金安还能感觉 他能听到100米内的声音 楼下的俩口子打架声 楼上的孩童笑声 自己都能听到了 除此之外 他甚至已经能观察到 蚊子的赤的震动多少下 这就是精神达到200的好处吗 自己顿时就变身一个无形的雷达 100米内的风吹草动 陆金安都能知道 陆金安连忙关闭自己体内的雷达 因为楼下小俩口 打架叫得太大声了 如何让陆金安一个血气方刚的 小伙听得下去 陆金安心满意足地站起身 准备去吃个午饭 结果一下床 因为脚下用力过大 直接把铺在地面上的板 给踩爆了 连里面水泥做的地面都踩进个坑 陆金安 X 我的地板啊 陆金安因为实力提升太快 导致控制不住身内的力量了 所以一不小心用力就踩爆的板了 第135章 许鸟 之后的两天 李陆金安都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力量 但每次都不小心用大力量弄碎东西 直到星期日晚上 陆金安才能控制自己的力量不破坏东西 但身内的力量还没掌握住 起码得半个月 陆金安才能完全掌握住这股力量 另一边叶家 叶二和坐在沙发上 听着手下阿八的回报 也是脸情不定 因为他已经知道 陆金安竟然在五高一中的无比中 夺得第一名 而且还独自单杀掉二阶五段的金刚元 当叶二和听到这消息时 也是心里震惊不已 他自然知道 能独自单杀掉二阶五段的金刚元 肯定已经有着 可以媲美舞者 十段的实力 就这个矛头小子 竟然有这种实力 实在是让人太震撼了 而且自己的儿子 又得罪于他 要是陆金安 这个矛头小子成长起来 不会来灭掉他们家吧 还真有可能啊 毕竟谁也不清楚 陆金安到底既没既仇 不行 不能让陆金安继续成长下去了 不管陆金安 到底既没既仇自己 都要将这隐患给处理掉 而此时叶凡的 也在客厅里 同样也听到阿八的回报 叶凡立马沉不住气道 爸 陆金安那小子 竟然能独自单杀 二阶五段的金刚元 他竟然这么天才 现在不杀他 再给时间他成长 怕是杀不掉他了 此时的叶凡最在乎的是 能杀掉陆金安 一个没背景的穷小子 就算再天才又如何 只要他没成长起来 他叶家的公子 想杀他也是随手的事情 而且这小子 还跟自己看上的女人 走这么近 必须要弄死他才行 叶二和听到自家儿子的话 并没回答 反而闭眼思考起来 自家儿子跟那小子有仇 就算自己不杀那小子 他儿子确定 也会想办法 杀掉那小子 倒是不管陆金安继不计仇 但面对自家儿子的行为 肯定也会记恨上他们家 而且 自家的儿子派去的人 不一定杀得死陆金安 反而会让陆金安记恨上 不如他直接派出一位高手 将陆金安杀掉 免得陆金安 这小子记恨上他们家 想好后叶二和才睁开双眼 对一旁恭恭敬敬 站着的阿八吩咐道 去叫二丢过来 陆金安此时 还不知道叶家二父子 都对自己动杀心了 还在呼呼大睡 一日 阳光明媚 太阳高照 而高三无比的前五十名的人 都在一个庞大的舞蹈式集合 在等待着新的老师的到来 这五十人一个一个都脸露喜色 他们拼死拼活 终于进到特训班了 如何不让他们高兴呢 而陆金安 临为下 冷力雪三人也在这五十人中 此时陆金安也百无聊赖地 站着等特训班的老师的到来 终于等了十多分钟 一个巨大的身影推门入 而推门声 吸引五十名特训班同学 奇奇观过去 只见来人身穿一身菌墨色的背心 和一条简单的迷彩服的裤子 脚踏黑色的军靴 而露出外面的手臂 更是肌肉鼓鼓 而鼓起的肌肉 更是有着青筋突出 头上也是一个寸头 更是长的凶悍 看起来就不好惹 不过 配上菌墨色背心 加上这副凶悍的外表 倒有种像魔鬼叫官 此时壮汉的军靴 一步一步向五十人走来发 军靴 踏在地面上出咚咚的声响 而众人看着走过来的壮汉 都是不知道 为什么冒出一种紧张的感 就像死神 正在一步一步走过来 有的胆小的同学 更是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 因为壮汉的压迫感太强了 很快壮汉 就走到众人的面前 先是扫射一下人群 被壮汉扫射过的学生 一个一个 纷纷低下头 却不敢看壮汉的眼神 而且都脸色紧张眼神 更是有畏惧闪过 好像面对什么大敌一样 不过许牛扫射到一个 很帅的青年时 发现他竟然不害怕 不但没低着脑 不敢看自己 而且眼神也没畏惧 甚至还用好奇的目光 看着自己 有种像在盯着猴子看的感觉 这人就是陆金安了 而此时 陆金安正在用好奇的眼神 看着许牛 心里也暗暗想到 这就是秦叔说的 守护寺内的许牛 许牛不再多管陆金安 继续扫尸一遍人群 又发现有两个女生 也不畏惧自己的目光 还有一个长得很壮的男生 许牛将众人的反应 都收在眼里 他现在已经可以判断 哪几个学生 真正杀过妖兽 或者经过生死战了 就是刚才那几个 面对自己的眼神 并没躲闪的四人 只有经过妖兽厮杀 或者生死战时 才不会畏惧 他身上散发出的一点杀气 没错 其他人之所以害怕 就是因为 许牛释放出一点杀气了 所以其他人才这么害怕 毕竟连妖兽都没杀过 自然会害怕杀气了 许牛笔直地站在众人前方 用虎视眈眈的眼神 盯着下面的众人大声道 我是你们课训班请来的老师叫许牛 同时也是守护司内的一员 而且我 还是一个五十六段的人 我本来是军人退役回来的 后来才加入守护司 我不认识在军中还是 守护司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生死战 甚至有好几次 差点就死了 你们学校请我来的目的 就是教你们这些 但是我认为想真正地让你们 在实战中积攒经验 那就是和妖兽拼杀一场 但你们现在太弱了 还没资格和妖兽拼杀 所以现在你们一个一个上 来和我对练一下 让我教导教导你们的实战 众人听到许牛的目的也是一片惊呼 他们没想到 这个叫许牛的老师 竟然不是学校的 而且还是守护司的人 更重要是以后 竟然要和妖兽拼杀 还有现在就要上去 和这许牛老师打 开什么玩笑 刚才这许牛老师也说了 他自己是五十六段的境界 他们这些武徒和武者 怎么打得过 上去怕是会挨揍吧 谁想上去啊 许牛不知道众人的想法继续说道 有谁想先上来和我打一场的 说完许牛便向下扫尸一圈众人 看看谁第一站出来的 此时 陆金安也低着头不敢看许牛 虽然他不怕许牛 但谁想白白被揍一顿 就算自己打得过五十一段 也不敢上啊 许牛可是五十六段 完全和五十一段不是个级别的 自己上去怕是 也要挨一顿揍啊 此时的陆金安在心中默念 别叫我 别叫我 第136章 小伙子你很勇敢啊 陆金安站在原地低着头疯狂地默念道 别叫我 别叫我 自己可不想被许牛揍一顿 许牛看着站出来的陆金安 也是走到陆金安身拍了拍肩膀道 行 小伙子很有勇气 敢第一个站出来 勇气可嘉 放心等一下 我会轻点揍你的 陆金安 陆金安本来还低着头的脑袋 瞬间就抬起来 眼中净是猛逼 为什么说是我第一个站出来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陆金安向右左右看了看 发现已经没有其他的同学站在这里了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难道这周围的同学会消失数 就这么一会就不见人了 灵围下呢 冷立血呢 人呢 陆金安顿时下意识说道 许牛老是其他人呢 许牛拍了拍陆金安的肩膀 向他后面指了指 陆金安明白了 回头一看 果然其他的同学都在陆金安后面 而且一个一个低着头 生怕别人注意到他们 还有灵围下和冷立血也在后面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时间回到一分钟前 当许牛说要找个人来对练一下时 除了陆金安之外的人 都很有默契地向后退几步 只有陆金安家的呆子 还低着头站在原地 所以 陆金安就像站出来一样 灵围下本来想叫陆金安的 但又想到陆金安这么厉害 被揍一顿 应该没事吧 于是他就很不讲义气地 出卖陆金安了 冷立血本来也想叫 但见灵围下了没叫 于是他也不叫了 此时陆金安的表情瞬间僵硬 这群家伙竟然出卖自己 还有灵围下和冷立血俩人 竟然不叫他 看来自己等下 要给他们俩人一点教训了 必须打他们俩人的屁评 这时许牛继续拍拍陆金安的肩膀道 行了 我们去那擂台上来对练一下 陆金安听到许牛的话 转回头将着脸露出苦笑道 我 不去吗 许牛本来还笑呵呵的脸 也瞬间阴沉下来道 你说呢 最后个泥子加大了声音 陆金安 陆金安笑容僵硬地 颤微微地开口道 其实我早就想和徐老师 你对练两下了 不过等一下徐老师 你下手要轻点 此时陆金安的内心 下化线 说多都是泪 灵围下和冷立血 也是一脸可怜地看着陆金安 其他的同学 也都是一脸可怜地看着陆金安 只有楚飞扬和李东内心开心 许牛也是重新恢复 笑呵呵道 行 我们走吧 说完便向武道士 中间的擂台走去 而陆金安苦哈哈地跟着许牛 其他人也赶紧跟上 陆金安看着跟在后面的 林微夏和冷立血 嘴巴微微动了动 意思就是说 你们俩竟然不叫我 等一下看我打不打 你们俩人的屁股 林微夏和冷立血 从陆金安的嘴型 也能猜出陆金安说什么了 瞬间俩人耳朵都红了 陆金安竟然说 要打他们的屁股 太羞人了 许牛和陆金安俩人站在擂台上 而其他人则是在下面摇旗呐喊着 陆金安加油 陆金安加油 给我们奏扁徐老师 楚飞扬更是幸灾乐祸道 陆金安加油 一定要徐老师打出屎来 而站在擂台上的陆金安 听到众人的加油 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果然对面的许牛 听到众人对陆金安的加油声 还有说 要把他的屎都揍出来 也是冷笑两下道 陆金安同学很多人支持啊 陆金安 此时陆金安的心里 疯狂马埋匹 特么的 下面这群人还火上浇油 还有楚飞扬 别以为我没听到 给我等着 陆金安僵硬笑了笑 摆了摆手道 哪有 哪有 许牛可不管他 此时已经在活动筋骨了 那大手扭的咔嚓响 陆金安都怕许牛把手扭断了 对了 我们不用动用武技 让我考考你拳脚功夫怎么样 许牛边活动筋骨边说道 陆金安也是指点点头 反正用不用武技 都难打得过许牛 所以用不用也没什么区别 而陆金安现在也没办法 只好跟着许牛 也活动一下筋骨 于是就在擂台上 跳起广播体操 台下的众人 许牛 就这样 俩人都活动完筋骨了 于是许牛就说道 那我就开始了 话刚落 气血就覆盖到手上 手顿时握成拳头 一个踏步 就杀向陆金安 许牛的攻击 没有多余的动作 一切都不拖泥带水 只是这普普通通的一拳 所过之处 并没有半分异象 好像真是普普通通的一拳 不过却速度极快 只有陆金安知道 许牛这一拳 绝对不简单 陆金安深吸两口气 用气血覆盖上拳头 右脚一踏 挥动着拳头就对轰上去 刹那间 俩人的拳头就相撞 低沉的闷响 更是响起东 陆金安顿时拳头发麻 但没来地级多想 许牛拳头又继续挥动攻来 陆金安只好也挥动 发麻的拳头轰向 拳拳倒肉的声音响起 每次碰撞 都会发出沉闷的响亮 而陆金安的拳头 根本就无力抵抗 每次陆金安想挡住 许牛的拳头时 他另一只拳头右攻来 防不胜防 加上又没许牛的拳头 硬核力量大 陆金安也被打得鸡飞斗跳 众人都是一脸可怜的 看着跳来跳去的陆金安 陆金安双手交X 又挡下许牛一拳时 也是立马拉开距离 他感觉和许牛近身 简直找死啊 一个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一个只杀过 几头妖兽的学生 还敢打近战 而陆金安的双只拳头碰撞 都发红了 刚才挡下那一击的手臂处 更是有点痛 许牛可不会放过他 口中还说道 泽泽明知我实力经验丰富 还敢开始就跟我打进深战 怕是没死过 而且 你一旦想拉开距离 记住要快些 要不然又给追上 敌人可不会放过你 边说边挥动拳头 杀向陆金安 好像对许牛没什么压力一样 而陆金安 面对许牛狂风暴雨般的拳头 只能不停地抵挡 不是不想反击 而是陆金安做不到啊 陆金安每次和许牛的拳头对碰时 都感觉许牛的拳头太硬了 自己和许牛对碰 许牛的拳头一点是也没有 反倒他自己的拳头都红了 但是这样也挡不住许牛啊 陆金安刚挡下一拳头 许牛下面的脚突然攻来 陆金安的脚都来不及抬起来抵挡 他就感觉自己腹部瘦了一脚 第137章 一天被揍两顿 顿时陆金安就腹部一痛 连身体都被这一脚的 冲击给向后退几步 还没等陆金安站稳 许牛的拳头这时也过来了 陆金安只好躲闪开来 但许牛另一条拳头 也趁这时偷偷又打过陆金安的腹部 陆金安的腹部本来就受伤了 现在伤上加伤了 此时陆金安的内心已经骂上许牛祖宗十八代了 这特么叫下手轻 怕是再揍下去 自己都要被打出屎来 就这样陆金安被许牛边叫倒边挨揍 直到陆金安挨了十几拳 被打的鼻青脸肿许牛才着停下来 此时陆金安已经浑身都是伤了 连英俊的脸上也被揍了几拳 陆金安都怀疑 许牛是妒忌自己英俊 才做自己面上的挤拳的 许牛见着鼻青脸肿的陆金安 也是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枚疗伤丸丢给陆金安道 拿着吧 陆金安见许牛丢东西过来 也毫不客气地接着 然后一见 陆金安就认出是疗伤丸了 也是没有鱿鱼一口吃下去 顿时受伤的地方 变得暖洋洋的不再疼痛 陆金安知道这是疗伤丸起作用了 许牛见陆金安吃下疗伤丸 这才转头看向台下众人道 下一个 众人 X 现在谁都瑟瑟发抖 生怕被许牛叫上擂台上 而许牛锐利的目光扫视着众人 台下众人被许牛的目光扫视过一个 一个头都低下来 谁也不敢看许牛的目光 许牛扫视过一圈 见都没有人主动提出上来的 顿时呵呵冷笑道 呵呵这一群耸包 你们看看陆金安同学 就很勇敢地走来上 你们竟然耸成这样 陆金安听到许牛的夸奖 也是挺了挺胸膛 心中想到 要不是这一群老六向后退几步 把我凸显出来 自己才不来挨揍呢 许牛继续说道 既然没有人上来 那我只能点一个人上来了 台下的众人听到许牛的话 也是一个一个在心中默念 别选我 别选我 许牛瞧着台下众人 一个一个低着头也是 范琴南来 选哪个呢 嗯就他了 许牛确认目标后 也是指着一个一米八低着头的壮汉道 就你上来 台下众人听到许牛的话 也是纷纷抬头 想看看许牛叫谁 许牛见那壮汉一脸好奇的模样 也是大声说道 就你呢 大个子 那壮汉不敢置信地指了指自己 意思是你说的是我 许牛点点头道 长这么大个 怕什么 不就对练一下吗 此时台下的壮汉见许牛确认 瞬间欲哭无泪 他真的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怎么这都能叫他 而台下的其他人 也是悄悄地松口气 纷纷庆幸没叫到自己 而陆金安见着那壮汉 也是嘴角上扬 楚飞扬 现在到你了吧 刚才叫的最欢就是这小子 现在就等他了 嘿嘿 自己等一下 也给他加加油才行了 许牛见楚飞扬哭丧着脸 也是立马黑着脸道 还没上来 楚飞扬明白 今天这一顿 做是逃不掉的了 于是像是却将上战场一样 一脸悲壮地 慢慢地走向擂台上 而陆金安早就跑下 擂台为楚飞扬摇旗呐喊道 楚飞扬加油 楚飞扬最强 楚飞扬把徐老师给打八下 楚飞扬加油加油你最强 楚飞扬加油加油 你最厉害 给我狠狠揍许牛老师 而走到擂台上的楚飞扬 听到陆金安的摇旗呐喊 瞬间脸就黑了 同时心里也在问候陆金安 许牛看着陆金安手舞足蹈的呐喊 也是无奈地摇摇头 看来这又是一个刺头 随后 许牛又开始他的揍人模式了 不到两分钟 楚飞扬已经被揍得不成人样了 而且 许牛还在边揍边说 你妈教你这样出拳呢 一点实战经验也没有 你还不够陆金安同学厉害呢 于是 许牛又对楚飞扬加大教导 现场 只剩下楚飞扬的惨叫声 和许牛的叫导声 还有台下倒吸冷气声 把台下的人看得头皮发麻 而陆金安 则是偷偷来到林薇夏 和冷力学俩人旁边 好啊 你们俩人竟然当时不提醒我一下 害得我被胖揍一段 说完 陆金安也不等俩人解释 一人一掌打在屁股上 啪 啪 陆金安打完立马闪身 他可不傻等下这两个女人 肯定又发飙了 所以 先闪身线 此时林薇夏和冷力学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真敢打他们俩人的屁股 而且打完就跑 顿时又羞又怒 俩人脸更是有点点红欲 随后俩人相互对视一下 齐齐向陆金安逃跑的方向走去 陆金安已经逃跑到台下众人最靠前的座位 就不幸这俩人能在众目睽睽下 把自己怎么样 可是陆金安想错了 林薇夏和冷力学俩人来到陆金安一右一左站着 同时还偷偷用手扭拙陆金安的腰 这可把陆金安痛得差点叫出声 但太多人看到的情况下 他也只能忍着 不过陆金安在心中暗暗想到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一定要把你们屁股打红 要不然 你们还不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终于楚飞羊的惨叫也停下来 许牛的叫导声也停下来 只还剩下台下人的倒吸冷气声 因为楚飞羊已经被打成猪头饼了 许牛还是给楚飞羊一颗疗伤完 然后又向台下看去 明显在想又叫哪个 就这样 特训班的50名同学都上去过被许牛胖揍 但许牛对女生比较温柔点从不打脸 而且也不会让他们受多大伤 对男生则是绿打成楚飞羊这种猪头饼 男生都疯狂在心中怒骂 许牛这搞区别对待 就这经特训班的第一天过去 特训班人无呼都和许牛对练过 而且整个一天除了中午吃饭时间 许牛都在不停叫人上去对练 而这一天陆金安已经被许牛揍了两次了 不过陆金安收获也很大 起码实战经验大大增加了 而且对突破时力量和速度的掌控也更熟悉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彻底掌握自己的力量了 不过陆金安下课时并没着急回家 而是和林维夏冷力雪去学校的资源库 想把所有积分都换成气血单 去往学校资源库时 陆金安双手抱着后脑勺哼着哥走在前面 林维夏和冷力雪则走在后面 而此时林维夏拉着冷力雪的手臂悄悄说道 陆金安这人太坏了 刚才竟然敢打我们屁股 真是坏死了 第138章 换取资源 学校资源库 此时陆金安和林维夏 冷力雪都来到学校的资源库 就看到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头 躺在摇摇椅上 闭着眼睛哼着哥 看起来心情不错 而在陆金安的感知下 这老头起码有五折九十段的实力 应该是看守资源库的老师了 当陆金安三人走来时 那躺在摇摇椅上的老头 像是知道他们来了 突然睁开双眼 头也不抬得开口 向三人道 你们三个小娃娃来这里干什么 林维夏先开口道 老爷爷 我们是来换取修行资源的 哦 换取修行资源吗 那老头听到林维夏等人 是来换取修行资源的 这才坐起来说道 随后老头便站起来 给三人一人 拿去去一张修行资源单 里面有写着 学校的资源库能换的资源 和换取的资源 要多少积分 上面都有写着 你们决定再告诉我 陆金安三人拿过资源单也是 向老头到了升线 老头摆摆手 又重新回到摇摇一躺下 陆金安也是好奇地 看起手中的资源单 F级药剂一积分 E级药剂三积分 D级药剂十五积分 黄级夏品气血单三积分 黄级中品气血单十五积分 黄级上品气血单三十五积分 黄级夏品疗伤丸十积分 黄级中品疗伤丸三十积分 F级疗伤药剂四积分 E级疗伤药剂十积分 D级疗伤药剂二十五积分 陆金安见到有气血单眼睛一亮 而且还有高品质的气血单 就是不知道高品质的气血单 自己炼化有多少气血点了 而且还是疗伤丸和疗伤药剂这两种 看名字就知道 是用来疗伤的 之前自己也吃过许牛给的疗伤丸 只吃一颗身上的轻伤都好了 所以这个疗伤丸和疗伤药剂应该都是好东西 自己有二百六十积分 先买高品质气血单试下 看气血增加的多不多 要是不多 自己就全部买黄级夏品的气血单就行了 要是增加的多气血 就买高品质的气血单 然后他再买几颗疗伤丸吧 而林维夏和冷力学 两人看到资源单的东西 都没多大兴趣 他们的家也不缺这些东西 于是林维夏建议会后 就向陆金安开口道 陆金安哥哥 好像这里没有我需要的 要不然你用我积分买吧 我这有六十积分 都给陆金安哥哥你用吧 冷力学也是看到这些东西 也开口道 陆金安我也没有需要的东西 我的积分都给你用吧 我这也有一百积分 啊这陆金安也很猛 怎么俩人都没需要的东西 而且还要把积分给我用 怎么有种被俩个富婆 往嘴里塞饭的感觉 躺在摇摇椅上的老头 也听到林维夏和冷力学 对陆金安说的话了 也是一脸羡慕地看着陆金安 和俩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在一起就算了 还白送积分 还真是这年头长得帅 可以当饭吃 陆金安支支吾吾道 大好 林维夏也是拍了拍 自己的胸膛说道 没事 我家里有很多资源 我真不需要这些 我的六十积分 就给你用就行了 冷力学更是把积分卡 拿出递给陆金安道 你拿去用 我不需要 林维夏见到 也不甘示弱地 把自己的积分卡 递给陆金安道 你也拿我的去用 这 怎么好意思 陆金安还是推辞道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二话不说 立马走到陆金安身前 强硬地把积分卡 塞到陆金安右手里道 给你就拿着就行 我不差这点资源 陆金安还想说什么 冷力学也学林维夏一样 走到陆金安身前 也强硬地 塞到左手里道 你拿着 我不缺 陆金安先是看了看右手 又看了看左手 心中暗想 这俩个该死的富婆 非要把饭塞到我嘴里 唉 好吧 既然这样我就收下了 陆金安碍了口气道 要是有人在 肯定会破口大骂 竟然还在凡尔赛 躺在摇摇椅的老头 也是嘴角抽了抽 这小子 竟然还一副 勉强同意的样子 还真是欠走啊 想当年 自己也没有种待遇啊 被俩个这么漂亮的女生 送积分 这小伙子何得何能啊 林维夏见陆金安收下 这才开心道 这才对吗 冷力学也说道 以后我给你的东西 你就收着就行了 此时陆金安哭死 这就是被俩个富婆 包养的感觉吗 真好啊 而且 俩个富婆又这么漂亮 有了林维夏 和冷力学给的积分 陆金安底气十足地 对老头喊道 给我换三颗 黄极中品气血丹 和两颗黄极上品的气血丹 还有黄极下品的 疗伤药来三颗 黄极中品疗伤药来两颗 就给我换这些就行了 老头听完羡慕地 看了一眼陆金安道 三颗黄极中品气血丹 三十五积分 两颗上品气血丹 七十积分 三颗黄极下品 疗伤完三十积分 两颗黄极中品 疗伤完六十积分 一共也就一百九十五积分 陆金安先递出 林维夏和冷力学给的卡道 先卡这两张 不够再刷我的 老头点点头 先去柜台上 拿出陆金安所需要的东西 随后才接过陆金安 两张卡刷了两下 刚好刷了一百六十积分 还差三十五积分 陆金安就把自己的卡 递给老头 然后老头又刷了三十五积分 老头这才把东西给陆金安 而陆金安确认无误后 就收进空间戒指里 随后 为了感谢林维夏和冷力学俩人 陆金安就请他们去吃大餐 就这样 陆金安晚上七点钟才回到家 而此时 陆金安盘坐在床上 把今天的买的黄极中品的气血丹 拿出 仔细观察一下 这气血丹和黄极下品的气血丹 有什么不同 然后陆金安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明显能感觉到 黄极中品的气血丹药香更香 第二黄极中品的气血丹 明显比黄极下品的气血丹 颜色更深 看了一会后 陆金安就将气血丹收起来了 不是他不想服用 而且自己的力量 还没完全掌控好 和体内的单独也没消化完 还需要等一两周时间 才能服用气血丹吧 晚上十一点 一个身穿黑衣服 头上又戴着黑色的鸭舌帽的中年男子 静悄悄地来到陆金安的小区里 此时整个小区都很安静 可能是因为这里是老人居住得多 老人们早早就睡觉了 所以小区就很安静悄悄的 而这时 刚好有一个刚跳广场舞回来的 头发苍白的老太太 见到如此怪异的人 就警惕问道 你是什么人 第139章 偷袭 面对老太太的询问 那名中年男人低着头 笑呵呵地用嘶哑的声音回道 哼 我是五楼陆金安家的亲戚 我是来看一下她的 头发苍白的老太太 听到中年男人的话 也是瞳孔一缩 因为她知道 陆金安已经在这住了十几年了 根本就没见有什么亲戚 来过探望她 现在大晚上穿着黑衣 戴着鸭舌帽说事 来探望陆金安 这怎么看 怎么怪异 不过头发苍白的老太太 没有表现出异常 只是勉强地笑了笑道 原来是去探望小鹿 那行没问题了 老太太决定 先稳住中年男人再说 然后她就去报警 这时 中年男人这才抬起头道 要怪就怪你太多事了 苍白老太太只来得及 看见中年男人脸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 从眼睛一直到嘴角 然后就是那细血的眼神 随后 只感觉喉咙一痛 想发出声也发不出 意识也渐渐消失 身体也没力气 缓缓倒在地上 老太太根本就没看到中年男人出手 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死 中年男人 也把代血的刀收回 随后 也不再多看老太太 倒在地上的尸体 静止走向小区的楼道处 老太太甚至来不及 发出惨叫就死了 只能眼睛瞪得大大 眼里静视不甘 这里的一切 也没发出一点意想 小区好像 又重新变回静悄悄的模样 而中年男人 静止走到陆金安所住的五楼 走进五的楼道 中年男人就刻意放轻脚步 连一点声响都没发出 无声无息 整个五楼也只有两间屋 中年男人很快就找到此时的目标 顿时就悄悄地接近 但中年男人看到屋的门时 也是嘴角抽了抽 因为这是一个用胶布粘起来的门 而且 整个门已经很烂了 只要轻轻一碰 可能门就碎开来 此时本来还在呼呼大睡的陆金安 也瞬间睁开双眼 因为他已经听到动静了 虽然中年男人刻意压着脚步声 但陆金安还是听到了 而且 这脚步声不是情书 因为情书他不可能有意压着自己的脚步声的 而有意压着脚步声的人 肯定是其他人 你说说 大晚上的有人刻意压着脚步声 不是贼还能是什么 陆金安已经从床上偷偷下床站了起来 从空间戒指中拿出唐刀 就是房间里的门一手握着刀鞘 一刀手握着刀柄 连呼吸也下意识放缓 双眼紧钉房门 手中的肌肉更是紧绷 随时能拔出刀来 只要小偷敢推开房门 陆金安就能一刀斩了 因为这个世界 只要有陌生人敢偷偷进别人家里 是可以将他杀死的 也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陆金安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屋门 发出轻微的响声 而脚步声也听到 他明白 那人已经进来 陆金安也可以确定 这是个小偷 中年男人 已经轻松地把屋门打开 虽然整个客厅内 没有开灯都很黑暗 但在中年男人的眼里 一切都很清楚 见客厅都没有发现人 中年男人就看向紧闭的房门 此时中年男人的眼睛里 带着杀气 那人应该就是在房间内了 随后中年男人 小心翼翼地 步发出一点声响 一步一步地走向房门 而陆金安的刀 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能拔出来 中年男人来到房门前 手也放在房门的把手处 轻轻扭动房门的把手 房门把手也一点一点转动 最后房门终于打开 中年男人刚推开 就听到枪的一声拔刀声 还有黑暗的房间内 亮出一道雪白的亮光 中年男人听到这声音 心中暗道不好 刚想象退后时 没让中年男人 多等眨眼间的功夫 中年男人就看到 一把散发的寒光的刀 砍向自己的脑袋 这时情况他根本来不及退后 也来不及躲避 中年男人来不及多想 只能用一只手臂 挡在头的前面 随后扑的一声响起 陆金安的刀 非常流畅地 斩下中年男人的手臂 甚至还有余力 斩出中年男人的脑袋处 而中年男人的手臂 被斩断一大半 而中年男人 已经痛得双眼瞪得大 眼中更有血丝 虽然很痛 但中年男人并没有叫出声 只是闷哼一声 随后中年男人 更是趁着机会拉开距离 让陆金安一刀落空 陆金安一刀落空后 身上的气血 这才运转起来 刚因为怕被发现 陆金安也一直没运转气血 但现在已经可以运转起来了 气血刹那就覆盖上刀上 顿时黑暗的房间 瞬间被照亮 手中的唐刀 也缠绕着雷电 陆金安没有多的犹豫 提刀就继续杀向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在躲开陆金安一击后 身上也得爆发出恐怖的气势 顿时一股独暑武士的气息 爆发开来 而中年男人的 另一只没受伤的手 竟然突然出现一把大刀 中年男人身上的气血 瞬间就覆盖在大刀上 这时 陆金安的攻击 已经到中年男人眼前了 陆金安刀上流走的雷电 让中年男人看得心惊肉跳 他能感受到 这一刀的威力 不比一个武士一段差 中年男人连忙挥动 手中的刀抵挡 当 中年男人 竟然被击退几步 握刀的手臂 也是在不停地发抖 中年男人顿时心中 掀起滔天大浪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自己一个武士二段的人 竟然交手中落入下风 不是说陆金安最多 还有和武士差不多的力量 可是差了一个大境界啊 武者十段 有最高就有二万斤力量 而武士一段 最低也就四万斤力量 武者和武士的力量 差了一倍多啊 还不用说 他武士二段 有着六万斤的力量 那就是 差了四万多斤力量啊 这小子 竟然还能和我交手中 让我落入下风 这么大 暗网竟然谎报情况说 陆金安只有武者十段 现在竟然能跟我一个武士二段 打得不相上下 而且还让我废了一条手臂 他妈的 这暗网 早知道就不接这活了 只为一千万每条手臂 太亏了 而陆金安同样手臂处也不好受 一样被震得发麻 而陆金安 也从中年男人散发出的气势来看 也知道这中年男人 是一个武士境界的人 这让陆金安很震惊 本以为是一个小偷 但谁家小偷有武士境界啊 这可以说明 他不是来偷东西的 很有可能是来杀自己的 第140章 激战 陆金安这时候 第一时间就想到叶凡了 因为只有他说过要弄死自己 而且自己也和他有仇 更重要的是 也只有叶凡家才有这么大本事 请动武士来杀自己 想到这陆金安的身上的气势更强几分 甚至还有浓浓的杀气散发出来 竟然敢来杀自己 就要做好赌上性命的准备 手中的堂刀 也是连续朝中年男人挥动两下 顿时两道雷光 闪电般 向中年男人的身体和头部杀去 雷光斩 两道雷光 在这黑暗的房间内 是如此的耀眼 中年男人面对陆金安的雷光斩 虽然有点惊慌 但中年男人 毕竟是52段 反应远比陆金安快些 同时 手中的刀也是挥动出一道 由火焰组成的刀斩向陆金安的 一道雷光斩杀去 然后又继续挥动出一道 由火焰组成的刀斩向另一道 雷光斩杀去 这一切都发生在眨眼间 不到一秒 两人的攻击就碰撞在一起 瞬间两人的攻击就爆开来 周围十米内的东西 都被火与雷一刹那给烧成烟灰 此时 两人的就像火与雷之间的较量 一时间就像火海和雷海一样 两者都僵持住 不过 两者周围的东西 都在飞速地消失 甚至连地面都裂开来 一秒至二秒至三秒 最终还是雷属性的攻击性强点 火焰慢慢被雷给吞噬 刹那雷就把火焰给吞噬完 然后雷就以势不可挡的气势 向中年男人笼罩过去 像是要把中年男人给吞噬一样 但中年男人面对这种情况可不慌 又挥动手中的刀斩出一道火焰 本来还势不可挡的雷又给挡住了 雷因为刚才消耗掉两道火焰 现在又来一道火焰 两者都相互抵消了 而整个房间都像遭遇什么大火一样 周围被烧得黑漆漆 房间内的温度也达到八十度 不过此时陆金安已经没空在一只忙 面对一个五十二段境界的人 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幸好自己偷袭 把中年男人的一条手臂给斩掉 要不然 以中年男人的五十二段境界还真不好对付 现在两人都打得难舍难分 不过越脱下对陆金安越有利 因为陆金安不相信这么大的动静会没人注意到 到时肯定会有人报警 警察一来中年男人只能逃走 但陆金安可不用 也在两人的攻击都消失时 陆金安就已经再次发去攻击 直接用雷闪闪到中年男人的身前 手中的刀也向头部斩去 丝毫没留守 中年男人此时一条手臂只剩下半截 断臂处还在不停地滴下血液 同时鲜血也把地面染红 但中年男人流了这么多血 好像一点事也没有 面对陆金安斩来的一刀 也是挥动手中的刀挡去 当 当 当 兵器碰撞声不断响起 两人的刀也不断相交 而且 两人的刀挥动的速度都很快 在这没有灯黑暗的房间里 只能看到一把有雷电缠绕着的刀 和一把有火焰缠绕着的刀在不停碰撞 每一次的碰撞都发出巨大的音爆声 而且 碰撞的冲击波也在不停地破坏房间 陆金安手中飞快挥舞着堂刀 有石弓有石手 中年男人也是有石弓有石手 两人都打得不分上下 而另一边早在陆金安和中年男人交手时 整座小区的人都能听到爆炸声 还有在这黑暗的夜里 雷光和火光不断闪耀 更是爆炸声不断 小区里的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但明显这种情况就应该报警 很快 江城的警察局就接到报警 听到有雷光和火光不断闪烁 还有爆炸声 江城的警察局也明白 这是有舞者打起来了 而且这两个舞者境界还不低 要不然怎么会有不断的爆炸声呢 应该是打斗中产生的阴暴 而接线的警员也是立马上报 很快这件事就上报到江城的警察局长面前 随后越来越多的报警电话 都是说有爆炸声和火光和雷光闪烁向有人打斗 而江城的警察局长也明白 事情不简单 很有可能有舞者境界或舞势境界的人在打斗 立马先是打电话给守护司 叫他支援三个舞者境界的人 然后又从警察局抽掉两个舞者境界的人 江城的警察局长更是亲自带队去 而他的境界是舞势三段 也就是说 这次有五名舞者境界和一名舞势境界的人 带队赶往报案地点 此时 陆金安还在和中年男人不断对撞 手中的刀挥舞不停 不过陆金安现在已经落入下风了 身上也有五六处刀伤 不过都不太严重 而中年男人除了断臂 身上同样有二三处刀伤 陆金安落入下风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实战经验远远不如中年男人充足 而且力量也不够中年男人的大 境界也不够中年男人高 幸好他之前斩断中年男人的手臂 要不然陆金安更难挡住中年男人 当 又是一次刀与刀的碰撞 鹰爆声也随即响起 两人的头发也是被冲击吹乱 而此时两人并没在意 两人只有用杀气的眼神 各自看着对方 中年男人嘶哑的声音说道 没想到你 竟然敢跟我一个五十二段 打得不相上下 还斩了我半条手臂 我还是第一次失手了 呵呵 不过你小子今晚还是得死 话落又加大力量和气血 把陆金安的刀给压回去 陆金安此时也是轻轻抱起 加大力量和气血死死顶住 口中也是嘶哑的说道 是叶凡派你来的吧 中年男人没有回答陆金安的话 只是手中又加大力量和气血 想趁着机会一刀斩在陆金安身上 陆金安见他没回答 也不用猜 很明显就是叶凡了 陆金安也渐渐感觉 自己顶不住他的力量了 也是刹那 使用雷闪向后退去 这才让中年男人的刀落了个空 但中年男人 怎么可能放过陆金安呢 顿时就挥动手中的刀斩出一道 由火焰组成的海 中年男人甚至还大声说道 火海 顿时由火焰组成的海洋 就像浪潮一样 一浪一浪的火焰向陆金安杀去 陆金安面对这情况 也是深吸口气 也是手中加大气血到刀上 然后连续挥动出 两道三米长的雷光斩 随后两道雷光更是合二为一 顿时一道长六米的雷光 斩向中年男人的火海斩去 刷的一声雷光斩 就把火海斩开两半 但也消耗一部分的威能 只剩下三米长的雷光 向中年男人斩去 第141章 危机 中年男人也没想到 他自己的火海 竟然就这么轻松地 让这小子给斩开来 而且 这一切都发生太快了 雷光斩也很快杀到他近前 中年男人连忙想躲开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用刀先挡在前面 而雷光斩 也是一击 斩到中年男人的刀上 瞬间中年男人 被这股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被撞飞 飞出五米远 随后又撞到墙上 直接把房间的墙撞倒一大片 直到飞倒在客厅内 中年男人连忙用刀插入地面 让他不再倒飞出去 刀插入地面中 刹那停止倒飞出去 弹刀也将地面 划出一条长长的划痕 而中年男人 此时虽然站着 但感觉喉咙一甜 顿时忍不住口中 吐出一口老血来 而陆金安 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双脚猛地用力一蹬 身体便如拖弦力剑射 而地面上 也被陆金安 蹬出两个大坑来 而陆金安 也凭借着股力量腾空而起 随后身形几个闪烁 迅速逼近中年男人 陆金安同时挥动着手中的 刀向中年男人杀去 因为速度太快 身体与空气摩擦 激起一阵狂风 而陆金安挥动手中的刀 斩向中年男人的身躯 似乎想一刀 就将中年男人劈到两半 刀的速度很快 威力也很大 瞬间就打破空气 甚至于空气产生出火星出来 此时陆金安手中的刀 就像真正的雷电 向中年男人劈去 中年男人吐出一口血后 刚想喘几口气 但就见陆金安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来 顿时心中大惊失色 也是来不及多想 连忙将手中的刀斩出一道火焰 向腾空杀来的陆金安攻去 眨眼的间 中年男人刀挥出的火焰 就到腾空而起的陆金安面前 而陆金安面对中年男人的火焰斩 只是全力挥动手中的刀向火焰斩斩 刷的一声火焰斩 就轻松被陆金安躲开 而陆金安还是身形如鬼魅般 向中年男人杀去 不过中年男人 也趁陆金安斩掉自己的火焰斩时 已经做好你对陆金安杀来的准备 中年男人也双脚踏腾空而起 同时也向陆金安暴射而去 手中的刀也因为覆盖上气血 看起来就像真正由火焰组成的刀一样 而陆金安这边也差不多 雷电缠绕着在刀身处 让整把刀就像雷电所化 俩人的速度都很快 刹那间俩人的刀就碰撞在一起 轰隆隆 仿佛像是发生巨大的爆炸一样 巨大的爆炸声响彻整个小区 与此同时 两人的身影都各自倒飞出去 而倒飞出去的陆金安 又把房间的墙给撞碎 这才把冲击力给卸下来 而中年男人也把客厅的墙给撞碎 倒飞出陆金安的屋子外 这才停下 而两人此时都不太好受 特么是陆金安他现在已经感觉 自己气血消耗十分之七了 还剩下十分之三的气血 毕竟已经和中年男人打斗这么久了 而且 5G也是不停地释放 就算不释放5G 陆金安的每次攻击都要全力以赴 所以 陆金安的气血才消耗这么大 而中年男人是52段 气血肯定比自己多 所以再打下去 自己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气血 从而给中年男人找到机会 将自己击杀 自己现在怎么办 而且 警察局那边的人怎么还没来啊 这时 中年男人可不会让陆金安多休息 又挥刀杀过来 毕竟他现在要赶快将陆金安解决掉 再拖下去他 同样也走不了 陆金安也只能撑起来 和中年男人又拼杀起来 当 轰隆隆 兵器碰撞和爆炸声连续不断地响起来 此时 陆金安整个屋子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 甚至连地面都打穿了 连陆金安楼下的也被破坏 就连对面的秦之义的房子都被打烂 现在整个五楼都被俩人的打斗给 打得破破烂烂 楼下的住户 早就在俩人打斗时跑出小区了 其他小区居住的人也同样如此 这么大的动静 不跑 那真是傻子了 明显有舞者在这里打斗 而且 这俩人的境界还不低 轰隆隆 陆金安被中年男人的一击给 打得倒飞出去 而且还把地面撞碎 倒飞到楼下来 嗨嗨 陆金安也来不及多想 又连忙站起来 同时口中也吐出一大口鲜血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金安现在已经只剩下不到十分一的气血了 而中年男人 明显就比自己还要多些气血 要不然 刚才那一击 怎么会威力这么大 直接将自己打穿到楼下 幸好自己的身体的防御也足够强 要不然就粉身碎骨了 而中年男人又杀过了 现在自己应该怎么办 感受到身内不足十分之一的气血 陆金安就一阵憋屈 要不是气血不够 也不会被打成这样 气血 气血 突然陆金安想起来 自己已经快舞者八段了 而且自己现在也有很多属性点 怎么不能加上去呢 那这样 自己的气血 会不会又重新恢复呢 已经来不及多想 陆金安连忙对脑海中的系统道 系统 把我的属性点 全部加到气血上 陆金安化落中年男人的挥舞者刀 又杀来了 陆金安只能勉强躲闪开来 而又被躲开一刀的中年男人 也是眉头一皱 他现在再不解决掉陆金安警察人 应该就要来了 想到这中年男人 不再追击陆金安 反而站在原地 深呼吸几次 像要动用什么大招一样 而陆金安此时也感觉到浓浓的威胁 他按道不好 就在这时 中年男人双手握紧刀柄 然后气血加大 覆盖上刀去 然后周身气血猛的一次又爆发开来 此时中年男人身外 竟然浮现火焰 同时整个身躯都突然被火焰包裹着 手中的刀也变成由火焰组成的 而中年男人 现在就像火神在世 就连眼睛里 好像也有火焰 这是武士境界 才能释放出来的气血 覆盖住全身 不过同样气血消耗也很惊人 要不然 中年男人早就气血将全身覆盖住了 而这气血将全身覆盖住不但 攻击会增强十倍 连防御也会增强十倍 就像开启短暂的无敌形态 陆金安这时 身体内突然出现一股庞大的气血 在不停地洗刷身体内的经脉 与此同时 陆金安的境界再次突破到五者八段 还有气血再度回恢复顶峰 而且 陆金安感觉自己现在又强了一倍多 第142章 黑夜里火光冲天 雷电闪烁 但现在陆金安来不及开心 因为他已经看到 中年男人浑身都热成火焰了 准备向他杀来 陆金安看到中年男人这种形态 眼睛也是微微一亮 对啊 他怎么没想到自身内的气血 以铠甲的形式覆盖到身上呢 这样 陆金安不但感觉攻击力会变强 连防御力肯定也增强 想到这陆金安 此时也将周身的气血覆盖到全身上 顿时陆金安全身都被蓝红色的雷电缠绕 手中的刀也变成雷电组成 中年男人本来想一击杀了陆金安的 但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也能将气血覆盖到全身 怎么可能 一个只有五者境界的人的气血 根本就支撑不起气血覆盖住全身 不单单是因为五者境界的气血远不如五师多 更重要的一点是 五者境界的人的气血 与五师境界的人的气血质量不同 五师境界的人的气血质量 远远比五者境界的人的气血强十倍 因为这样 五师境界的人才能将周身的气血覆盖在体外而不散 因为五师境界的人的气血质量浓厚 远远高于五者境界的人 而五者境界的人的气血 虽然可以覆盖到周身外 但不到一秒身外的气血就会消散 根本没办法长时间维持 而且五者境界的气血也无法向五师境界的人覆盖住全身 五者境界的人的气血只能支持覆盖住半身 而且还是一秒就散的那种 所以只有五师境界的人才能将气血覆盖住全身还能不散 不过就是无法长时间维持 因为将气血覆盖住全身多费气血啊 以现在的中年男人的气血最多开始二分钟 但现在因为和陆金安战斗 气血消耗太多 体内的气血也只能够维持一分钟的时间 现在他看到陆金安竟然也能将气血覆盖上全身 而且还不散也是梦了 这是五者境界 这怕是五师境界吧 竟然也能将气血覆盖住全身而不散 这不是五师能做到的 陆金安完全不知道这种将气血覆盖到全身的方法 只有五师境界的人才能做到 他还以为人人都可以做到呢 而陆金安之所以能做到的原因 是他修炼了SSS级功法 气血的质量远比其他的五者境界好 甚至堪比五师境界气血的质量 再加上陆金安的气血恢复顶峰 所以陆金安才能将气血覆盖到身上 不过陆金安感觉 他最多就支撑两分钟 气血可能就消耗完了 于是陆金安将周身气血覆盖住全身后 也是不敢拖延 立马用雷电缠绕着的脚一踏 瞬间整个身躯腾空而起 整个人更是像化为雷电 攻向中年男人 陆金安能感受到那远比之前强十倍的力量 这让陆金安信心大增 主动向中年男人杀去 中年男人感受到自己体内的气血再飞速消耗 也不再多想 也是同样双脚猛地用力一蹬 身体便如拖弦利剑射向陆金安杀去 瞬间两人就碰撞在一起 刹那两人身上的雷电与火焰都爆发开来 直接将整个屋子都吞噬进来 更有火焰与雷电从窗户冒出十米远 屋子的墙也瞬间被冲塌下来 这让在远处的小区居民惊叫连连 这实在让人看得太震撼了 更有一个中年男人尖叫道 这特么是我家啊 我家怎么爆炸了 而处于火焰与雷电的俩人都相安无事 此时俩人都僵持不下 周深的火海与雷海同样如此 俩人的气血也拼命地消耗着 最终俩人都分别各自到飞出去 又是两声轰隆隆声传来 俩人又将四楼的屋子给破坏了 然而俩人一停下来后 俩人立马各自站起身 又重新向对方杀过去 一时间爆炸声不断 整栋楼到处都被俩人的打斗给破坏 要不是幸好没打到整栋楼的重受住 要不然早就他了 在这黑暗的晚夜里 不少人都能看到小区内火光冲天 雷电闪烁 更有不少人拿手机拍下视频 小区门口处 更是有不少人看到这边的情景 连忙走过来观看 甚至还有的人现场直播 其中就有一个家 就在附近的主女波 拿着手机支架 对着火焰冲天 雷电闪烁的小区内拍摄 他正愁直播间不火呢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 他肯定不会放过啊 漂亮的女主播 更是边拍边喊道 家人们 今晚不知道这小区内 怎么就火焰冲天 雷电闪烁 更有巨大的爆炸声 听说小区的人说 可能是有高阶舞者 在小区内打斗 女主播正说着 小区内又响起爆炸声来 轰隆隆 这巨大的爆炸声 差点把女主播吓一大跳 不过女主播 很快就镇定下来 继续拿着手机直播说道 看来里面的打斗很激烈啊 又是一声爆炸声响起来 而直播间里的几十个 谁友们纷纷打字道 我去这是哪里啊 怎么这么大动静啊 这打斗动静这么大 起码是武士境界的人 才能发出的 卧槽 本来想看没女主播的 结果竟然发出 这么大的爆炸声 给我小兄弟 吓了一大跳 我去 火光冲天 雷电闪烁 这怕是神仙打架吧 女主播走近点拍啊 我这都见不到人打斗 泽泽怕是女主播没走近 就被余波给秒了 话说女主播啊 你还真大胆 竟然敢在小区门口处看些 不怕到时被抢着波及啊 随着女主播直播小区内的打斗 直播间的人数也在不断飙升 越来越多在直播间发言 就在这时小区楼里面内 突然倒飞出一个 浑身上下冒着火焰的男人 以惊人的速度 砸在小区里的那种大树下 瞬间直接就把五米高的大树 给砸断开来 而那五米高的大树 也直挺挺地倒下 发出巨大的声响 这让还在小区门口 看戏的众人大惊 怎么打到外边来了 现在那人距离小区门口 不过三百米距离 众人感觉他们现在在这里 看戏有点危险啊 可能一不小心 就打到他们这边来了 随小区门口处的众人 又见一个浑身缠绕着雷电的男人 从小区四楼一跃而下 像是闪电般得像 浑着火焰的男人杀去 小区看戏的众人暗道不好 连忙向后退去 免得他们俩人打到这里 但有一个女主播 她竟然不退走 而是蹲在草丛里 用手机拍摄着打斗的俩人直播 第143章 解决战斗 而女主播这一举动 让周围看起一个 想逃走的男生劝道 美女 你还是快走吧 等下他们俩打斗 这就完了 要不是男生看得 女主播长得漂亮 才不会劝她呢 要是换一个三百斤的肥婆 那男生绝对不会多管闲事 女主播看了眼男 升到了声线 但并没有走 反而继续蹲草丛里 拍着里面俩人拍摄 那男生看女主播 不走想留下来陪一下她 但又看了看 里面俩人 顿时投的也不回 转身就跑了 她可不会为了一个 不认识的女人搭上性命 虽然这女主播长得很好看 此时女主播 也是双脚发抖地蹲在草丛 但她看了看直播间的 一千多人的人数 咬牙继续待在这里 从刚刚开始到现在 竟然有一千多人看了 这让女主播很惊喜 因为她之前最多的时候 也就五十人观看 但现在她有一千人观看 而且还有大哥 时不时地刷出礼物 女主播为了自己能火 也是咬咬牙 找个草丛 蹲着继续拍摄 而且她直播间的人数 也在不断地上涨 虽然女主播很害怕 但还是继续拍摄 女主播的直播间 我瞧着女主播 还真大胆啊 这样都不逃走 还在这里拍 这女主播 怕不是想活想疯了吧 这样都不走 等一下打到她这就完了 不过 我终于看到打斗的俩人了 一个浑身冒着火焰 一个浑身冒着雷电 等等 那冒着雷电的人 怎么还加加着红色的雷电啊 这好像不是普通的雷啊 兄弟你不说我都没注意看 这还真是啊 这怕不是一雷吧 还真是 我之前也看过一个人 是用紫色的雷的 主播走近点拍啊 拍的都不太清楚 另一边陆金安把 中年男人打飞出去 自己又紧跟下来 追杀过去 而中年男人 再端大树后 本来想借机逃离 因为他知道 已经不可能杀掉陆金安了 还有就是 他的气血 已经不足十分二了 而且气血 还覆盖上全身 气血消耗更快了 还有警察局的人 也快来了 不过他 可是S级通缉犯 要是警察局的人感到 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 所以 中年男人想逃离了 但明显陆金安 不放过 他又追杀下去 中年男人站起身 看着杀来的 陆金安咬咬牙 身上外放的气血收回 然后全覆盖上刀上 随后 全力挥动手中的刀 斩出一片火海 攻向陆金安 释放完武技后 没有犹豫头 也不回地转身 向小区门口逃去 腾空而起的陆金安 见中年男人 释放完武技后 转身就讨眼睛 也是微微眯起 想杀自己 还想逃走 以为自己会放过他 想到这陆金安手中的刀 挥出两道雷光 随后两道雷光 便合二为一 向中年男人的火海杀去 刹那火焰 与雷光斩相撞 不到一瞬间 那是因为 中年男人 根本就没用多少气血 来释放火海 他只是想用火海 来拖延一下陆金安的时间后 让他逃走 陆金安斩火海后 整个人像雷电一样 暴视而去 想追上 逃跑的中年男人 而中年男人 已经来到小区门口 刚想逃出 身后追的陆金安 连续使用 雷闪快速接近 此时陆金安 距离中年男人 只差50米的距离 陆金安就挥动手中的刀 挥出两道雷光 斩杀向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感受到 身后的危险 想连忙躲避开来 但因为气血消耗太多 加上身上又受伤 体力也渐渐消失 所以当两道雷光斩来时候 中年男人竟然无力躲开 陆金安的攻击 两道雷光斩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将中年男人的头部 和腹部直接展开来 顿时中年男人 感觉到自己的腹部 和喉咙一痛 随后他的脑袋 竟然和身体分离了 还有腹部以下的部位 也分离了 而且 鲜血和内脏不断流出 中年男人意识到 他已经要死了 果然不到两秒的时间 中年男人 渐渐失去意识 而中年男人眼睛 还是不可置信的目光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就这么死了 本来还以和以往一样 轻松杀死目标 完成任务 结果今天倒是碰到 硬茬子了 开始丢了一条手臂不说 那人还能 和他打得不相上下 现在更是完全将他杀死 而陆金安见 中年男人的脑袋 和身体分开 和腹部以下的部位 也和上半身分开 也是松了口气 他终于杀死中年男人了 而陆金安也连忙 解除气血 覆盖全身的状态 刚一解除气血 覆盖住全身的状态 陆金安就脚下 一软倒在地上 他现在气血 也消耗了十分八 体内还剩下 十分之二的气血 加上他身上 还受了大大小小的伤 内脏可能也受伤了 血液也不停地向外流 所以陆金安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 他感觉身体 像被掏空一样 而这一切 都被蹲在草丛的女主播拍到了 当看俩人向他鞭跑来时 他都吓傻了 想跑 但又不能跑 因为如果他站起来 不是更明显吗 还是蹲在草丛里 才可能躲开俩人 结果那中年男人刚 跑到门口 就斩斩成三半了 而后面追杀中年男人的 竟然是这么年轻的帅哥 不过此时的帅哥 也不知道 为什么也倒在地上了 而直播间 更是有着一万多名观众 不过现在 整个直播间炸开了 这么的 主播 你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对啊 对啊 我虽然不在现场 但我都被吓到了 那俩人 差点就杀出来了 幸好 最后那逃到门口的人先死了 要不然俩人 肯定又拼杀出来 太刺激了 给主播刷煤火箭 对啊 主播冒着生命危险 给我们拍的 我们必须刷点礼物 给主播 你们没注意到 那追杀了中年男人身后的人吗 他竟然这年轻 而且这么帅 我也注意到了 以刚才的战斗来看 两人都应该是 武士境界的实力 要不然能打出这么大的动静 那不就是说 那年轻人 是武士境界了 我才这么年轻 就是武士了 我这种年纪 还只是武徒啊 看你们这一说 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只能说牛逼 这种年纪 就是武士了 怕不是以后 是成为武圣的存在 你们只注意到他的境界 而我注意到 他是一名很帅的小哥哥 第144章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 夜黑风高的晚上说起 泪倒在地的陆金安 意念一动 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今天刚兑换的 皇级中品疗伤丸 然后一口咽下去 顿时 口中就有浓郁的药香 散开在口中 有点微微的苦涩 不过陆金安也没管 这些小问题 反正能治身上的伤就好 很快 身上几十处受伤的地方 也都慢慢止住血 同时 有些轻微伤的伤口也愈合 内脏也变暖洋洋的 这一刻 陆金安感觉到舒服极了 就像一个浑身发痒的人 突然止住痒 陆金安又拿出一颗 皇级下品的疗伤丸吃下 身上的伤势又继续愈合 同时 周身也暖洋洋的 过一阵后 这种暖洋洋的感觉才消失 而陆金安身上 也没什么事了 只剩下一些微小的伤痕 这些只需要过两三天就能好了 所以 陆金安感的 没必要再用多一颗疗伤丸了 毕竟这一颗小小的东西 要十万块啊 谁经过得起这样用啊 现在陆金安也感觉到 疗伤丸的重要性了 所以 陆金安决定 自己要多换几颗才行 而这时 女主播也颤巍巍地 从草丛走出来 虽然不知道 陆金安会不会是个坏人 但女主播感到这么年轻 又这么帅的男生 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就在这时 警察车的声音也响起 同时还有闪烁着的警灯 警察这才姗姗来迟 很快就有一辆警车 和一辆守护司专用的车 就开到小区门口停下来 因为他们都看到 地上躺着一个 被分成三段的尸体 而在尸体不远处 三名穿着警察专用的战甲的 而且各个都拿着兵器的警察 守护司的专用的车 也下来三人 他们同样穿着守护司所属的战甲 三人手中也都拿着兵器 但其中一人脸上不满担忧 他就是秦志义了 当他在守护司 接到警察局求员电话 和知道是自己所住的小区 发生强者打斗时 秦志义的内心 就担忧不以陆金安这小子 生怕陆金安被强者打斗给波及到 于是秦志义就主动请鹰来查看情况 来的中途 秦志义还向陆金安打了四五个电话 都没人接 于是秦志义非常担心陆金安的安危 但秦志义哪知道 陆金安的手机 早就在俩人的战斗中 给波及到变成烟灰了 所以陆金安才没有接电话 看到门口处被斩到三段的尸体时 秦志义吓了一跳 生怕是陆金安的尸体 但看清是一个中年男人时 秦志义又松口气 但秦志义突然又见到远处那躺着身影 有些像陆金安时 秦志义的心顿时狂跳不住 同时眼睛也是猛的一缩 秦志义更没顾得上什么警惕 顿时大喊道陆金安 同时也快速向那躺在地上的身影奔去 这让同来的守护司俩人也是一猛 连警察局那边的人也是没想到 守护司里的人竟然就这么冲过去 不过很快 守护司的俩人都提醒道 老秦小心啊 而他们俩人在说话的同时 还扫视四周看看有没有危险人物 警察局那边拿着弓箭的警察 也搭上弓箭 身上的气血也在运转 随时可以发射出去弓箭来 躺在地上的陆金安 听到熟悉的声音 不用看就知道是秦志义来了 顿时一个驴打滚翻了起身来 而在奔来的秦志义 见到是陆金安也是心里一惊 而且陆金安还周身是血 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更加担心了 不过见陆金安还能站起来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秦志义也不顾身上气血的消耗 快速来到陆金安前 而秦志义来到陆金安前 先是右看左看 看看陆金安身上有没有什么事 之后就慌张问道 金安 你有没有事啊 还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陆金安见秦志义这么担心自己 也是心中一暖 他原来也有人这么关心啊 想到这陆金安不由开心地 拍了拍自己胸膛道 没事 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我这么强有事应该也是 别人才对啊 秦志义见陆金安这小子 竟然还能跟自己开玩笑 也知道这小子 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顿时瞬间就转为一张黑脸道 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在秦志义和陆金安聊天时 守护司俩人和警察局三人 见到没有什么危险 也慢慢靠近秦志义 守护司俩人其中一个 同样是中年年纪 长得肥肥胖胖的人来到 秦志义身前拍了拍肩膀道 老秦怎么回事啊 守护司另一个三十多岁 高高瘦瘦的人也开口道 是啊 怎么回事啊 警察局三人虽然没有问 但三人都看着秦志义 等他一个解释 而秦志义面对五人的目光 也是看向陆金安道 是啊 陆金安 不过陆金安很快就带着哭腔说道 秦书啊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我差点就被杀死了 要是我死了 再也不能见到秦书了 说完还强行想流出几滴眼泪来 但他怎么也没眼泪出来 于是他就狠狠地掐一下大腿 顿时陆金安就眼泪汪汪了 此时陆金安楚楚可怜的模样 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欺负的小奶狗 看着让女人都心痛 这一切自然是陆金安装的 别问为什么要装 那是因为整个小区被打烂一半 而且他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杀死一个人 要不装一下 怕是有自己好受的 秦之义见陆金安的模样 也是嘴角抽了抽 要不是看到陆金安掐大腿那几下 秦之义差点就信了 这小子还挺会装的 差点就被骗了 不过秦之义自然不会拆穿 毕竟他也不想陆金安出事 其中警察局里三人中 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 见陆金安这副可怜模样 也是有些心疼说道 没事 小弟弟你尽管说发生什么了 姐姐帮你做主 秦之义 警察局另外俩人 守护司俩人 哦 我去长得帅 就这么着女人喜欢吗 女人都主动要倒贴上来了 那么他们 还是一个单身狗 要是他们也能被女人 这么贴上来就好了 他们都愿意少十年寿命 陆金安自然继续装 又挤出两滴眼泪道 这一切都要从 这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说起 这一夜 小区内很安静 静悄悄的 小区的人们早早就睡下 我也是早早就睡下了 我睡很很香甜 甚至我还梦到自己成为武圣了 第145章S级通缉犯张大标 秦之义听到陆金安的话 瞬间黑了脸 还特么做梦成为武圣 我看你 就是想屁吃 守护司俩人和警察局三人 也是干大笑了笑 这小伙子 还挺会开玩笑的呀 而陆金安好像没有注意 其他人的异常继续说道 之后我突然听到有脚步声 而且那人 还刻意压着脚步声 我就猜到底是谁呢 我第一 就排除秦叔 因为秦叔这几天都不回来住 而且秦叔你也不会刻意压着脚步声 于是我就怀疑是一个小偷 想来偷东西的 果然我门口处给传来打来门的声音 随后那人就惊 直来摸进我房间 然后被我一刀斩掉一条手臂 之后那人就突然爆发出武士境界的实力 我就意识到 他不是来偷东西的 而是来杀我的 毕竟哪有武士会来偷东西呢 于是我们就展开一场 惊天地气鬼神的大战 我好几次差点就被他杀了 幸好我自己厉害一点 要不然 我真见不到你的秦叔 都给破坏 破坏完了又想逃离 你说我一个社会上 充满正义的大好青年会放过他吗 杀不成我和破坏完小区就想走 自己能放过他 于是我呀 就追出来将他击杀了 秦叔你一定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差点就被这杀手给杀死了 而且他还把我的屋子打坏了 陆金安一脸愤恨地说道 他自己本来睡得好好的 结果有人上门来杀他 而且还特么地把自己屋子给打烂了 他自己要损失多少小钱钱啊 更别说小区一大半都被打烂 到时要算到自己头上就完了 至于陆金安虽然怀疑是叶家做的 但也没证据啊 就算有证据 叶家可能也不会受到什么处罚 毕竟叶家有个大武师嘛 更别说自己连证据都没有了 不过陆金安也不会这么放过叶家 总有一天他也会报复回去 相信只要再给他五个月时间 他必定能达到大武师 到时就是上门要说法的时候 秦之义听完陆金安说完整件的经过 也是陷入沉思 有人要杀陆金安 而陆金安将杀手给反杀了 警察局长听完陆金安说完整件事的经过 也是眉头深深地皱起来 开口道 小伙子 你说的可是真的 他自然不会这么轻信陆金安的话 万一俩人本身就有矛盾 于是他们就大大打出手呢 陆金安点点头回答道 是真的 不信你可查查那人身份 而且我和他根本就不认识 更别说有什么仇 有什么怨了 警察局长对身旁的那个年轻的男警员道 去看看死者身上 有没有什么证明身份的东西 还有可以采集血液拿去化验 DNA确认死者的身份 跟在警察局长的那个年纪的男警员点点 走去中年男人的尸体 看有什么发现 而警察局长又看向陆金安道 现在一切事情都没搞清楚 所以你要跟我们去警察去一趟 而且 你所说的事件 也要录一下口供 陆金安听到警察局长的话也是有无奈 他今天还真是倒霉啊 不但被杀手刺杀 屋子也烂 现在还要去警察局 要是警察局不相信自己的话 那到底就更糟糕了 秦之一这时也从思索中反应过来道 金安你 确实要去录一下口供 如果你说的没错 应该神没什么事情的 就在这时 女主播见到警察局和守护司的人来了 就立马恢复勇气 拿着手机边拍边走进小区 当然 当拍到尸体时 直播间就自动打满了 各位哥哥姐姐 现在我们就走进去看看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动静的战斗 直播间的人数已经来到两万多人了 因为女主播的直播太新奇了 这还是她们第一这么近距离观看别人的打斗 直播间的人 听到女主播要进去探索真相 也是纷纷刷频道 主播快进去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对啊 就是啊 我想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动静的打斗 主播是在哪呀 怎么会有这么大动静的打斗 什么情况 兄弟们 我刚来直播间有人跟我说说怎么了吗 随后 直播间有好几十个水友发弹幕 解释给刚进直播间的人 刚进直播间的人看到解释也明白了 原来是有强者在小区里战斗啊 女主播刚要走到小区门口 就听到那名年轻的警员 冲身后的警察局长 他们有些兴奋的大喊道 局长 这是我们局里通缉已久的S级通缉犯 张大彪 在不远处的警察局长 听到是A级通缉犯 而且还是张大彪 顿时下意识地惊呼出声道 什么S级通缉犯 还是张大彪 秦之义和守护另外俩人 听到是S级通缉犯张大彪 也是一惊 这张大彪 可是个狠人啊 而且他的通缉令也介绍说 是一个达到52段的极度危险分子 这张大彪 原本是魔度一名猎杀妖兽的军人 也就是 都是和城外的妖兽作战 可以说是一个很擅长战斗的人 远比其他52段厉害多了 但是有一天放假休息的张大彪 喝酒喝到晚上回家时 在一条偏僻的小巷子 突然见到一名路过的漂亮的女人 不知道是不是张大彪单身太久 或者喝了太多酒 竟然直接把那女人打晕 带回家给抢了 抢完后 张大彪又怕事情败露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那女人给杀了 然后又装作没事地返回军营 而那个女人就是魔度的一个 拥有五王强者的大家族的情人 之后的那五王强者 见他那情人这么久也没见到他 而且打电话又不接 于是跑去魔度的警察局 下令叫他找出他那情人 然后警察局的人士 自然不敢怠慢 连忙去寻找 然后刚好那条小巷子 有人看到那晚发生的事情 于是就很快找到女人的尸体 然后也顺藤摸瓜 找到证据是张大彪干的 于是五王强者非常愤怒 直接找到魔度军部 想他们给个说法 而魔度军部的人自然要严肃处理 张大彪很可能会被处死 而张大彪不知道从哪里受到风声 竟然杀了他们队里的几同伴 趁机逃走 于是警察局和军部 连忙发出通缉令 那五王强者更是放出话来 谁能杀了这张大彪 会在他能力范围内 帮他做一件事情 而那些消息灵通的人知道 这消息都瞬间沸腾起来了 第146章 不是他经不起考验 而是这考验实在大乡了 这可是一个五王强者的承诺啊 在五王的能力范围内提起一个事情 可以说含金量非常非常高 只要你没有用这些承诺 那些大武师和武宗 根本就不会得罪你 因为谁也不知道 你会不会用这个承诺 叫五王强者杀掉他们 毕竟杀掉一个武师或者武宗 都应该在五王强者的能力范围内 除开五王强者的承诺 魔独军方也发话 只要谁能抓到 或者杀张大彪他们 魔独军方就奖励一剂B级药剂 B级药剂啊 只要喝下B级药剂 就可以增加200点气血值 也就是说 你只要是武图境界的人 喝下B级药剂 就能达为武者的存在 而且 要是你是武者九段喝下药剂 还能突破武师的瓶颈 其实从武者突破到武师 也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 就算你的气血达到1000了 也很有可能会被卡在这境界 因为天赋如果不行的话 气血也无法继续提高品质 而气血如果提不高品质 那就无法突破武师 不过有了B级药剂 只要达到武者九段 喝下B级药剂 去就能B级药剂 就能帮你身内的气血 转换成更高品质的气血 也就能轻松突破到武师了 所以 B级药剂重要的用处 就是在这里 能将一个武者境界的人 突破到武师境界去 而且 B级药剂的最低 也要5000万至一个亿才能买 而且更重要的是 市面上根本就没有B级药剂流通 也只有官方或者大势力才有 谁也没想到 魔都的军方 竟然奖励一支B级药剂 不过也有可能是张大彪 把魔都军方的几名军人给杀死了 所以 魔都军方就开出高价的奖励 来向社会证明 他魔都军方的人 不管谁杀死 都会遭到他们疯狂的报复 而且 魔都军方还派出精英的小队 去追杀叛徒张大彪 不过一直没查找到综艺 而他们省内 也都下令各式的警察局 守护司 如果发现张大彪直接抓捕 或者击杀 所以他们听到是张大彪时 这才这么震惊 其实张大彪本来逃到江城 再转到继承 乘坐飞机到国外的 但他来到江城 发现 暗网上有一个悬赏令 他看到 只要杀死相当舞者时段境界的人 就能得到一千万 所以他顿时 就心动不已 以他52段的实力 杀死一个相当舞者时段境界的人 很简单 而且还有一千万块 这让身上没多少钱的张大彪 立马就接下了这任务 谁想到 竟然遇到陆金安这个变态 只有舞者八段的实力 就将自己给杀死了 要是张大彪能重来一次 他肯定死都不会接着任务了 陆金安见众人都很震惊地 看着自己也是挠了挠头道 怎么了 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秦之义见陆金安 还不知道张大彪是谁的模样 顿时就兴奋地拍了拍 陆金安的肩膀道 哈哈 你小子这次走运了 竟然将S级通缉犯杀死 而且 这人还是张大彪 陆金安听到秦之义的话 也是眼睛一亮他清楚听到 S级通缉犯这三个字 那不就是杀死他有钱讲了 想到这陆金安 就立马也是兴奋地开口道 嘿嘿秦叔啊 我杀死这S级通缉犯 有多少钱奖励啊 秦之义听到陆金安的话 顿时笑得更大声道 你不但有钱讲 还有一个武王的人情 而且魔都军方也会奖励你 B级要计 陆金安听闻顿时惊呼出声道 杀死一个S级通缉犯 竟然有这么东西的奖励 还有武王强者的人情 和魔都军方的B级要计 于是 秦之义就将张大彪做的事情 跟陆金安说了一遍 随后 陆金安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不过陆金安有个疑惑 为什么这张大彪 要帮叶家来杀自己呢 他应该跟叶家 没有什么关系才是啊 陆金安想一会后 想不明白 干脆也不想了 反正他得到天大的好处就是了 而且到时自己 可以叫这武王强者 帮自己把叶家给灭了 既然他现在有能力灭叶家 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而另一边警察局长 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张大彪的尸体 立马跑去查看 发现果然跟通缉令的照片一模一样 还有这脸上的疤痕 警察局长可以肯定 这就是张大彪 要不是他立马去吃十吨屎 守护司另外俩人 也匆匆地走过来查看 果然不错 还真他娘是张大彪这小子 而女主播 见有几个警察和守护司的人 在查看尸体 也是拿着手机 对着他们拍摄开口道 现在的警察和守护司的人 开始检查尸体 让我们过去看看 是怎么回事吧 说完竟然向张大彪的尸体走去 而那年轻的警察 早就注意到这女人了 本以为她只是来看热闹的 但见她 拿着手机拍摄着什么 年轻警察 还是立马上前挡住女主播说道 这里不能进来 而且还不允许拍摄 女主播看到警察 立马用手机拍摄着年轻警察道 小哥哥 你知道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能跟我讲讲吗 小哥哥 女主播用楚楚可怜的眼神 看着年轻警察 希望用自己的美色 打动着年轻的警察 年轻警察见着女主播 尝得这么好看 而且还这么楚楚可怜 也是有些心软道 这里的事情不能说 女主播见年轻警察 语气软下几分 也是继续撒娇道 小哥哥 你就告诉我一下吗 我保证不说出去 而且 你告诉我 我可以 就请你去吃饭看电影哦 而直播间 见女主播这么诱惑年轻警察 弹幕瞬间再不停动 我靠 主播就这么诱惑年轻警察 真不是人 请给我使用 主播为了让谁有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也是拼了 不行 我给主播刷刷火箭 兄弟你们还不懂吗 主播说可以请那年轻的警察去吃饭 然后看电影 之后肯定是去开房啊 我去 还真是我和之前 我的女朋友也是这流程 看完电影 直接炮火连天 主播为了我们 也是拼了 不要啊 这是我最喜欢一个女主播 不许她和别人在一起 信号信号去 已经确定 楼上这兄弟 是一条小天狗 年轻警察听到女主播的话 也是一愣 然后看了女主播那漂亮的脸 和完美的身材 顿时心动不已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告诉她吧 不是她经不起考验 而是这考验太香了 第147章 一千万奖励 警察局长在不远处看见这一幕 也黑了脸了 这年轻人真经不起考验啊 太不问重了 如果以后有女犯人 对她用美人剂 那她是不是还把女犯人放了 警察局长向女警察 使了的眼色 意思 你快挡住那小子 女警察也明白局长的意思 立马向女主播走去刀 美女这里案发现场 不能拍照和询问案件的经过 年轻警察见女警察来了 这才想起 确实不能告诉外人的案件过程 也是清醒过来道 对啊 美女我真不能告诉你 话若年轻警察在心里暗暗想到 这女人 差点就让她犯错误了 女主播本以为能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但现在有女警察来阻止 她也没办法了 而女警察继续说道 美女请不要在这里留步 这里是案发现场 也不能拍摄 女主播撇了撇嘴想说什么 但看到女警察严肃的眼神 也只能退出小区 口中还对直播间说道 不是主播不想进去 大家都看到警察不让进 听到女主播的话 直播间弹幕也再跳不停 主播确实警察不可能让你进去的 警察都有规定 一律不能告诉外人案件的经过 就是 就是 我表哥也是警察 但他一般都不能告诉我案件的经过 特别是严重的案发 更不可能告诉你了 唉 还以为主播能进去多拍拍刚才那很帅的小哥哥呢 就是 就是 我也想再多看两眼刚才那很帅的小哥哥 女主播看到弹幕也爱口气 而且直播间的人数也因为他没能进去 再不停地流失 他现在只能想办法挽留住人数了 另一边警察局长确认是张大彪后 内心有震惊有开心 震惊的是 陆金安这年纪竟然杀死52段的张大彪 这证明陆金安已经相当有52段的实力啊 不 不只是52段的实力 能杀死张大彪 起码得是54段的实力 因为张大彪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妖兽厮杀 肯定不比53段的差 所以 这才只有54段才能杀死张大彪 这种年纪实力竟然比他还要强 他现在也只是52段 和张大彪境界差不多 不过实战经验 肯定不如张大彪丰富 所以现在 这小小少年竟然能轻松杀死他 如何不让他震惊 开心的原因 是因为张大彪在他地盘给杀死的 功劳肯定少不了他的 这才让他有些开心 秦之义和守护司另外俩人看到真是张大彪后 真是非常震惊 要知道 张大彪通缉令上写着 有52段的实力啊 就这样被陆金安杀死了 那不就是说陆金安已经有杀死52段的实力了 其实秦之义源源比俩人更震惊 因为他知道 陆金安一个月前也只有气血两点 之后 陆金安就一直气血飙升 气血两点到五者境界 现在又杀掉52段的张大彪 这一切让张大彪感觉太过玄幻了 做梦都不敢这样做 而陆金安只觉得 杀死一个张大彪 他不但不亏 还有很多小钱钱奖 警察局 陆金安坐在审问室里 被三个警察审问整个事件的经过 一个年纪大点警察 第一个向陆金安问道 姓名 陆金安坐在三个警察对面 也是百无聊赖道 陆金安 性别 陆金安听到年纪大的警察问到性别时 也是眼睛瞪得大大 然后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着年纪大的警察道 我这么明显是一个男的 你们看不出来 这种问题还要问 少废话 问你就回答就行 说这么多干嘛 要是你个人妖呢 所以我们这才问下 三位警察的最年轻的警察 听到陆金安的话 最先开口道 陆金安听到年轻的警察的话 撇了撇嘴 心里想到 你才是人妖 你全家都是人妖 性别 年纪大的警察继续提问 男 年龄 十七 随后三位警察又问起事情的经过 而陆金安就如实回答他们 在审问了一个小时后 陆金安才被放审问室 而那三位警 则拿着记录去给局长看 警察局长 看发现没什么问题后 就上报到省里 随后警察局长 便开心地找到陆金安道 小伙子 你杀死S级通缉犯张大彪的事情 我已经上报省里了 相信奖励很快就能到了 陆金安也是连忙感谢道 谢谢警察叔说 而一旁的秦之义 看着哈哈大笑道 行啊 你小子要发达了 那通缉令好像说 杀死张大彪有一千万奖励吧 陆金安听到秦之义有一千万奖 瞬间眼睛 亮着小星星的看着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 见俩人都看着自己 也是笑呵呵的点点头道 是有一千万奖励 但要等省里的人来确认 是不是张大彪才行 陆金安听到有一千万奖踩点 就笑出声来 一夜暴富啊 随后警察局长又继续说道 这次张大彪杀死一人 然后你们俩打斗 也造成三人轻伤 不过 你放心这些不关你事 都是因为张大彪在小区内打斗 才造成三人轻伤 所以省里会免费帮三人治疗 还有就是 你们俩人把小区打烂一大半 省里也会给钱给小区的人重新建 所以 你们俩人要先找个地方住了先 陆金安听到不关他的事 也是松了口气 不过他的衣服和手机这些东西都没了呀 又得重新卖了 还要找个地方住 秦之义听到警察局长的话也是 摸着下巴道 反正我一天到晚都在守护司 找不找住处都无所谓 到时陆金安你要找个住处 陆金安点点头道 放心我到时 找到住处告诉秦叔你 随后 陆金安又和秦之义去吃顿夜宵 再去买个手机和衣服 随便找个酒店就睡下了 一日陆金安睡到早上十一点才醒来 拿起手机一看 已经十一点多 这可把陆金安瞬间惊醒 完了 今天还要上课 他竟然睡到十一点多 不过他昨晚两点多才找到酒店睡 而且他和张大彪厮杀一晚上 也很疲惫了 所以他这才睡到十一点 忘记今天要上课了 随后 陆金安打开手机发现 林维夏和冷力雪都发了很多消息 大概都是为什么 你还没来上课这些关心的话语 不过 他们也在行为说了 许牛看到你没来上课很生气 许牛老师说 准备等你来学校就收拾你 第148章 什么住别墅 陆金安看完信息 顿时便苦刮脸了 完蛋了 他怕去学校 还会给许牛揍一顿吧 陆金安想到这瞬间 把头发挠挠乱 算了 干脆今天请一天假吧 现在已经十一点再去学校 绝对要被许牛揍一顿 加上他今天要找地方住所 一请一天假就好了 于是 陆金安就在信微上 跟林天海说了一话 叫他告诉许牛老师知道 这样应该 他就不会做自己了吧 不过现在 他要去哪里找房子住呢 而且 他身上也没多少钱了 他的钱本来还有一万多的 但因为手机坏了 又重新买过手机了 花掉五千块 然后又买几件换洗衣服 又花几百块 就只剩下四千多了 就在陆金安思索时 林维夏的信微的电话 竟然打了过来 陆金安见林维夏打电话过来 也是立马接下 陆金安一接下 就到林维夏软绵绵的声音道 陆金安你 怎么今天不来啊 而且也没请假 我还以为你出了神妖室了呢 还有 你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陆金安听着林维夏 关心自己的话语 也是微微一笑道 没事 没事 只不过昨晚杀了的S级通缉犯摆了 而且 昨晚手机也在和S级通缉犯的 打斗中坏掉了 所以 我换了新的电话卡和手机 幸好我还记得 信微的账号和密码 要不然 你还真联系不到我了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立马在电话嘟着嘴道 哼 又骗我 还杀S级通缉犯 我才不信 肯定是你昨晚玩游戏玩通宵了 怎么说 我玩游戏玩通宵了呢 我都在是网上看到 你们男人很喜欢通宵玩游戏啊 所以我就知道 你也是玩游戏玩通宵了 冤枉啊 我昨晚被刺杀了 而且还是一个S级通缉犯 幸好我自己够强 要不然真被他杀了 我才没玩游戏通宵呢 啊 你说的是真的 林维夏本以为陆金安是开玩笑的 但现在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好像真被刺杀过一样 陆金安当然重重地点下头继续道 真的不骗你 昨晚和那刺客打得惊天动地 就连小区都被我打烂一大半了 而且 我的房子 也被那刺客打烂了 真是太可恶了 害到我现在没有房子住了 所以我现在要找一间房子住才行 啊 连你房子都打烂 那不是没地方住了 对啊 所以 今天我请一天假去找个地方住才行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要找地方住 刚好想起来 他好像有一栋别墅 没有人住 要不叫他 搬去自己那别墅住一天 到时候 他自己好像也可以搬去一起住 那不就是同居了 想到这林维夏脸 顿时变得滚烫无比 脸颊通红 陆金安见林维夏没有回话 也是不明所以地说道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林维夏听到手机传来的电话 顿时惊醒 哎呦 自己怎么想到 以后生多少个孩子的事情 真是羞死人了 不过林维夏还是装作语气平常道 你要找房子住吗 刚好我只有一栋别墅没人住 要不然陆金安哥哥你搬去住 我不用你给钱我 你帮我住别墅就行了 打扫卫生也不用你 因为定期会有阿姨打扫 你只要帮我住别墅就好 不过语气还是难免有些激动 就像一个女色狼 引诱小绵羊一样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道 啊这 不太好吧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反正我别墅也没人住 你去帮我住也不会浪费我的别墅 所以你去住就行了 我的别墅就在龙虎小区 第32号别墅 你现在啊 等晚上放学时 你来学校门口 跟我一起去别墅呢 顺便把别墅钥匙给你 林维夏有些兴奋地说道 陆金安此时只想说 不是我想吃软饭啊 是富婆自动喂软饭给我吃啊 不过有一说一 确实挺好吃的 有大别墅免费住 真的太好了 行 那我等你晚上放学 在学校门口等你 嗯好 陆金安哥哥要上课了 拜拜 嗯好 拜拜 林维夏挂断电话后 陆金安就翻身起床 但这时 手机又响起来 陆金安拿起手机 一看是秦叔的 就立马又接了起来道 唯秦叔有什么事吗 随后电话就传来秦之意开心 和有些激动的声音道 秦安啊 你快来玉香楼 今天从魔都来的五王强者 特地邀请你 过来吃顿饭 而且 魔都军方的奖励也带来了 所以你快来 陆金安听到五王强者竟然来了 也是内心一惊 然后转为开心道 好 我现在就去 行 你赶紧来吧 秦之意说道 随后便挂断电话了 而陆金安也是快速地洗漱一遍 就下去退房 然后挡一辆出租车 叫他搭去玉香楼 玉香楼是江城最好的酒楼之一 同时 玉香楼的酒楼 也开遍全华夏 而玉香楼的特色是 同样是以妖兽肉为食材烹饪 但价格同时也最贵 听说玉香楼的价格 比万宝格的价格贵多了 但还是有不少的有钱人 喜欢来玉香楼 而陆金安搭的出租车 很快就开到玉香楼的外面了 陆金安给了前出租车司机 随后下车向往玉香楼 玉香楼的外表 就像一座古色古香的楼 宫殿金顶 鸿门 这古色古香的格调 使人油然而生 陆金安看了两眼后 这才走进玉香楼 静走去能看到园内 那玲珑精致的亭台楼阁 清幽秀丽的池管水廊 还有大甲山 古戏台 玉玲珑等古代园林的杰作 陆金安走进去 更觉得玉香楼很美 难怪有钱都喜欢来这里吃饭 看到美丽的事物想来 胃口也会好些 陆金安刚进来 就有一位身穿古风的裙子的美女 走过来道 先生请问你有预约吗 如果没有的话 只能预约再来哦 陆金安想起来 秦之义好像确实没告诉自己 几号房在哪里啊 就在这时秦之义从不远处走来 看到陆金安哈哈大笑道 快来等一下 让你见识一下玉香楼的特色 我们先去武王强者呢 秦之义说完就拉陆金安走 而陆金安只好对服务员道 我已经有预约了 随后俩人便走上到楼上的一间房子内 推开门 房内全部人的目光都看向来 而陆金安发现 里面已经有不少人了 冷男生 林炳天 孔德 警察局长 然后就是一个中年男人 那中年男人坐在主位上 而且陆金安能感觉一进来 就感受到无形的威压 想来便是武王强者了 第149章 毫无人性啊 陆金安忍不住好奇地 打量起来中年男人 长得也硬汗 头发更是一副寸头 身穿一套黑色西装 给人一种西装暴徒的感觉 果然练武的人 大多数都是这种寸头的头型 而陆金安在打量着中年男人的同时 中年男人也在打量陆金安 看到陆金安的第一反应是帅 第二反应是很帅 而且中年男人甚至还没看到 陆金安对武王强者 有的畏惧的眼神 很平常就像见到陌生人一样的眼神好奇 而其他比自己境界低的人眼里 多多少少有些畏惧 但只有陆金安不是 而且陆金安还是杀死张大彪的英雄少年 张大彪52段 陆金安都能杀死想来 他也不比京城那些妖孽差多少 未来甚至有可能超越他这个武王强者呢 这时中年男人哈哈大笑开口道 哈哈 小伙子站在门口处干嘛 快来我旁边坐下来 陆金安面对中年男人的邀请 也是大大方方地坐下来 而秦之义随便找个座位坐下来 中年男人见到坐下来的陆金安 也拍了拍陆金安的肩膀道 我这年纪时 我也还是舞者经见的 没想到小伙子 你这小小年纪 都能将张大彪一个52段杀了 杀得好 我恨不得将张大彪那王八蛋抽筋八皮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了 不过 幸好你将他杀死了 也算解了一下气 放心以后 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帮你完成 还有这次从魔都军方带来的B级药剂也给你 话落就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银白色的小箱子 递给陆金安 陆金安也不客气收下道 谢谢 中年男人顿时哈哈大笑道 谢什么呀 小伙子 你叫陆金安是吧 那我就叫你 小阿的好不好啊 陆金安对于称呼没有多少的问题 便点点头道 你喜欢叫什么都可以 中年男人也是继续说道 我叫白石周 你以后叫我白叔就行了 有神事我都罩着你 白石周本来谁能杀了张大彪 就帮他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没想到陆金安这么年轻 就杀了张大彪 于是便起了结交的心思 陆金安也是明白白石周的意思 但这对于陆金安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起码认下白石周这个书 就等于有武王强者罩着 对陆金安的好处也是有很多的 行 以后我叫你白说 陆金安大大方方地叫道 白石周见陆金安这么爽快 也是内心欢喜到 不错 够爽快 我很喜欢 随后俩人便谈论起 击杀张大彪的事情来了 而林鼎天和冷男生 孔德三人都是一脸复杂地看着 和武王强者谈笑风声的陆金安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能击杀掉52段的张大彪 又一次击破 他们心中的认知 原来真有人能妖孽到这种程度 而秦之一更加复杂了 他可以说 看着陆金安长大的 现在他却发现 陆金安变了 变帅了 也变强了 白石周和陆金安聊了一会天 这才想起来 还没点东西吃呢 也是一拍脑袋 哈哈大笑地说道 看我这记性 忘记点吃的了 快叫服务员去把招牌菜 都给我上一遍 还有那白玉酒 也给我上来 秦之一自然去叫服务员了 因为这里 就他境界最低 他不去谁去啊 随后 白石周又和众人聊起天来 冷市长 你收到百年寿朝 确将来袭的消息了吗 冷男生听说 有关百年寿朝也是 神色认真的点点头道 我已经听说了 但是不是说 还没确定吗 林鼎天也是在一旁 神情一众开口道 是啊 不是说没确定吗 而陆金安听到 百年寿朝来袭 也是一阵猛逼 在原生的记忆里 好像在历史书学过 百年寿朝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妖兽每一百年都会发动寿朝 去攻击人类的城市 而每次百年寿朝 就会让世界各地的人类 损失惨重 所以 百年寿朝就相当一次大灾难 同时意味着 会有很多人类将会死去 白石周见俩人神情这么一众 也是笑呵呵地说道 放轻松 就算百年寿朝来袭 也没什么可怕的 你们只要守住城 然后等京城那边的力量空出来 就会清理妖兽朝 而且我得到消息 京城因为之前的百年寿朝 损失惨重 于是早就在前百年前 成立了魏武族的特种部队 他们每一个最低 都是武者境界的存在 同时也是各个军中的精英 而且还配备一人一剑B级战甲 兵器同样也达到B级 同时 他们还练习了合击阵 只要十人一队 就可以启用合击阵 那威力将会大大提升 而且听说魏武族 最少也有一万人 到时随便派几百人来 加你们城中的力量 受朝部族为巨 更别说 华夏还有许多 准备没有亮出来呢 所以你们只要江城守住 等京城腾出手来 到时不就随便杀妖兽了吗 还会怕他受朝 众人听到白石洲透露出的消息 也是咽了咽口水 这魏武族还真是豪横啊 一人一剑B级战甲 和一人一剑B级兵器 而且还有合击阵 要是有一百位魏武族守在江城 别说他们会不会怕妖兽了 他们甚至都想出去和妖兽拼杀了 陆金安听着也暗自扎舌 一人一剑B级战甲 兵器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要是自己能加入魏武族 是不是也会有B级战甲和兵器啊 想到陆金安都忍不住要流下口水来 冷男生率先拍桌子道 太好了 只要我们支撑住 妖兽就会被这魏武族给消灭掉他们 林鼎天也不甘示弱拍着桌子道 他们要是给我一百魏武族 我直接等妖兽朝来时杀出去 白石洲见俩人都拍桌子干咳两声 还还拍坏桌子要赔钱的 冷男生和林鼎天俩人 这才停下拍桌子 刚才他们太高兴了 听到百年兽朝可能会发生 内心就一直担忧无比 但听到白石洲的透露的消息 就知道 华夏已经做足了准备 来面对百年兽朝了 这如何不能让他们不兴奋呢 就连孔德刚才都想拍桌子了 可惜白石洲叫住了 白石洲继续说道 而且过两三天 就会有人来给你们安坐星星的守护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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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惊呼声响起来 他们分别是冷男生 林鼎天和孔德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有人会来安装新型守护照 第150章 制度 他们这江城 这个守护照 还是一百年前安坐的 虽然还可以用 但毕竟过了一百年 守护照肯定有很多漏洞 所以 当他们听到 竟然有人过二三天来安装守护照 也是震惊加加着高兴 有了新的守护照 意味着 在寿朝存活的几率更大了 就这样 几人又开始聊起 关于百年寿朝的事情来 而陆金安在一旁暗暗听着 不过心中 却在想看来他得拿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这半个月 自己一定要晋级成为武师 要不然 在这百年寿朝之下 可能都没有自保的能力 就这样 秦之义也回到座位 但听到他们谈论 有百年寿朝 也是心里一惊 不过他倒没说什么 反正他只是一个舞者八段 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顶着 随后就这样聊到菜上桌 几人也是边吃边聊 什么在妖兽朝来了该怎么办 要是妖兽朝突破成 又应该怎么办 就这样 这中饭吃了两个小时才结束 而这时 白石周对陆金安说道 张大彪的悬赏金省里 已经批下来了 小安妮把银行卡号发给我等下 就叫省里的人转进去 好 多谢白叔了 陆金安也回答道 白石周也是拍了拍陆金安肩膀道 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 陆金安见白石周这么说了 脸上也浮现犹豫之色 他到底 说不就要白石周帮忙灭掉叶家呢 白石周见陆金安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也是明白 陆金安是有什么跟自己说啊 白石周就这么看着陆金安 等待陆金安的开口 最终陆金安还是想说出来 想试试看 能不能借白石周之手 灭掉叶家 白叔我确实有一件事 要麻烦你了 陆金安开口道 哦 什么事 白石周也面露疑惑道 我想请你帮忙灭掉江城的叶家 因为我怀疑 这个刺杀是他们搞的鬼 陆金安说完 平静地看着白石周 如果白石周能帮他灭掉叶家最好 要是不能等自己实力强大 自己去灭掉叶家 白石周听到陆金安的话陷入沉思 他应该帮不帮陆金安灭掉叶家呢 虽然对自己是一箭随手就能做的事情 但他这么做 好像没有利益 不过倒能让陆金安承受一次他的人情 将来陆金安要是飞黄腾达了 自己肯定也能跟着沾沾光 而冷男生三人 听到陆金安的话也是一惊 没想到陆金安竟然这么直接叫白石周 去灭掉叶家 叶家可以说 也算了上江城的顶级家族了 因为叶二和是一个大武士 可以说是叶二和以一举之力 而又因为江城只有五位大武士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人会得罪于他 而陆鼎天也知道 陆金安和叶家叶凡的冲突 但没想到 这叶家竟然还真派出人刺杀陆金安 不过 叶家怎么跟张大彪联系上的 有这疑惑的不止陆鼎天一个 冷男生和孔德 白石周都要有这疑惑 这张大彪怎么看 也不能和叶家联系得上啊 不过张大彪也不可能无缘无故 就去刺杀一个陌生人 很有可能是 叶家使用某种手段 让张大彪来刺杀他 白石周想了一阵后 也是说道 现在你还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是证明叶家做的 不过 我倒是可以上门 给那叶家那大武士 给打个重伤 给他们一个警告 但是想直接杀掉叶家几十口人 倒是有点难办 因为就算我是武王 也不能光明正大的随意杀人 因为华夏官方允许鱼 如果我这么做 可被华夏官方定为危险人物 那到时 我可能会被看管住 以防我出去乱杀平民 所以我最多就是将叶家那个大武士 打成个重伤 冷男生和林顶天 恐得三人听道白石周的话 也是点点头 华夏确实规定过 不允许武者无缘无故的乱杀无辜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都不允许对对方的人和家人下手 除非对方 与你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 你才可以杀死那个跟你有仇的人 和你有仇的其他家人 你都不允许下杀手 而且 你和仇人之间的拼杀 也不允许伤及到无辜 如果伤及无辜 同样也会受到惩罚 相比华夏对武者乱杀无辜的极力压制 国外那些国家就不一样了 比如英将国 他们国家的强者 想杀谁就杀谁 完全不用管平民百姓的死活 而且还有一段全世界都看过的新闻 就是英将国 有一位武宗强者 看上一位武士的妻子 于是 那位武宗强者直接杀上门去 把一家七口人全部杀完 不过他还是留下那位武士的妻子 给强上了 被强后武士那位妻子 就选择自杀了 变成一家八口的惨死 里面除了有那位武士还他的父母 还有上个年纪的爷爷 还有一个一岁的小孩 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还有武士的妻子 这案件几次周围的邻居 都看到或者听到了 于是有人找到警察说明这件事情 结果那人被警察抓去监狱 困了十天才回来 至于罪名 则是污蔑武宗强者 这一整件事的经过 顿时让底层人类 都看到相同的境遇 一个武士全家都死得这么惨 更别说他们这些低层人类了 在他们英将国 只要有实力 就可以高人一等 要是你很有实力 那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想杀低层平民 可以随便杀 而想低层的女人随便睡 于是 低层人类积攒已久的怒火 也在这一悲惨的灭门中爆发出来 英将国低层人类 同时举弃抗议 起码有一千万名 底层人类站出来举弃抗议 抗议那些强者 为什么胡乱杀人 胡乱羞辱他们 不过在英将国的警察 与军方压制下 这一千万人 最终也变回沉默 不过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各个国家都知道 控制强者不随意杀人 不过 那些强者 怎么可能让他们控制 于是那些国家 也都通通没办法 控制住强者 不随意杀人 只有华夏这个 一直有着完整的制度 能让五道强者遵守制度 同时 也有些国家的人都明白 华夏是世界上 更安全的国家 也吸引不少移民 来华夏居住 所以 白石周只能将 叶家那个大武师 打成重杀 但不可能杀他 更不可能杀叶家的其他人了 陆金安听到白石周的话 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也是如果一个强者 能随便对弱出手 那制度就会很快崩塌 第151章 我们不开门 你能怎样 虽然不能灭掉叶家 但给他们一点教训 也是可以的 陆金安在心中暗暗想到 随后 陆金安便开口道 白叔那我们 就去给叶家一点教训吧 行 没问题 虽然我不能随意杀人 但给人一点教训 还是可以的 走我们出发 白石周也是硬承下来 毕竟陆金安 可以说是一个妖孽 将来成就肯定不低 现在卖点人情给他也好 陆金安也是点点头 眼中也闪过玩味 要是叶凡 知道他带一个武王上门会怎么样 虽然自己现在杀不了他们 但起码现在 给他们一点教训 等自己足够杀他们 就找个机会把他们杀掉 毕竟陆金安可不会放过 对自己下杀手的人 谁想杀我 那就等着被我杀吧 随后白石周结了账 然后走去大门 就有一辆车来接白石周了 而陆金安也紧跟上车 然后白石周对司机说去叶家 而冷男生和林鼎天 恐得三人面面相去 怎么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直接叫白石周报仇 还真是有仇不隔夜报啊 不过他们 也赶紧上各自的家 叫司机开去叶家 而秦志义和警察局长实力不够 所以就不掺和这事了 吃完饭俩人 便各自离去了 叶家 此时 叶二和和叶凡俩父子 都坐在沙发上上商量事情 叶二和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 慢悠悠道 怎么 还没消息 叶凡摇了摇头道 自从那杀手在暗网上接下着任务 到现在 也没有消息传回 叶二和听到叶凡的话 也是眉头一皱道 不可能现在都没消息 我记得 那杀手实力介绍 是有52段的 杀戮金安 这个实力相当舞者时段的人 不应该很轻而易举吗 竟然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叶凡则是满不在乎的 躺着玩游戏道 可能那杀手还没动手 所以没消息传回来 一个52段的杀手 还杀不死那小子 我还等着杀手传来消息 去开心一下呢 叶二和把茶杯 放下眉头紧皱道 应该不可能 我怎么感觉这事情 有些不对劲 叶凡玩游戏道 能有什么不对劲 难不成那陆金安那小子 还能把杀手反杀 那可是52段啊 要是那该死的小子 能做到 我直播道理吃屎 叶二和听到自家儿子的话 也是点点头道 确实那叫陆金安那小子 不可能反杀杀手的 难不成杀手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想到这叶二和便叫道 阿爸 随着叶二和的叫声 门口处很快走来一个 身穿黑衣服的保镖道 家主叫我有什么事 叶二和吩咐道 去 外面查一查叫 陆金安的人有没有死 阿爸也是回应道 是 家主 随后 阿爸便向门口走出去调查了 叶二和吩咐完事情 见叶凡还躺着打游戏 顿时就看自家儿子不顺眼了 你个臭小子整天就会玩 玩 叫你认真练武又不练 迟早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父看看人家陆金安多天才这种年纪 就有这种实力了 你呢 而且 你还偏偏要杀人家 本来还在开心 打游戏的叶凡 听到自家老子说的话 瞬间就怒了 凭什么我不能玩一下 我整天都这么辛苦练武 玩一下放松一下 不很正常 还有那陆金安可打你儿子打断手啊 差点你儿子就废了 能不杀他 而且他还跟林维夏走得这么近 不杀死 他我心中的怒火难消 叶二和听到自家儿子的话 也爱口气 确实要不是陆金安把他儿子手打断 叶二和也没有这么想杀陆金安 自己的儿子被人打断手 要是不帮自己儿子报仇 那别人怎么看他们叶家 以为他叶家会怕陆金安那小子 叶二和和叶凡都一样 从来没想过是不是自己的错 反而觉得错都在别人身上 叶家庄园大门口处 几名保镖都好奇地 看着这辆开到大门口处的车 随后车上走下来 一个司机对几位保镖开口道 把门找开 其中有一名保镖 看着走下来的司机 听着他的话 顿时哈哈大笑道 你以为你是谁 叫我们把门打开就打开 这里可是叶家 知道叶家家主是谁吗 叶家家主可是一名大武师 连市长来了都要给几分面子 你现在竟然敢这么嚣张 叫我们把门打开 我偏偏就不开 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名保镖的话 也引起其他几名保镖的附和道 就是 就是我们就不开门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嚣张的司机 这么大 老子就不开门 你能怎样 给白石周当司机的中年男人笑了 好家伙一群保镖都敢这么嚣张 再魔度别说 一个大武师了 连武宗都得跟他客客气气地说话 但现在一个大武师中的保镖 都敢这么嚣张 不给点颜色给他们看看 都不行 于是 白石周的司机 顿时散发出大武师的气息出来 刹那气息就笼罩 还在哈哈大笑的几名保镖身上 瞬间就把几名保镖 整个人都给压趴下来 而保镖同时也感觉到呼吸难受 整个身体就像被很重的货物压住一样 四肢不能动弹 呼吸也困难 几名保镖感觉到窒息越来越强烈 顿时想会手脚爬起来 但他们感觉自己的手脚都动弹不了 时间过去一分钟 几名保镖脸上就变得紫青 仿佛随时都能死掉一样 这时那名司机才把自身的气势给收回来 而趴在地上的几名保镖 这才如死狗一样 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刚刚那一刻 他们都真正感觉到死亡了 那种感觉很绝望 明明不想死去 但又偏偏反抗不了 就像在砧板鱼肉任人宰割 不过 当他们重新能呼吸空气时 他们都想起来 那司机散发出来的气势 和他们家主散发出来的气势 相差不大 也就是说 这司机竟然是个大武士 想到这恢复一点的几名保镖 顿时就气喘吁吁地站起来 随后一个一个都露出讨好的笑容道 刚才我们小眼不识泰山 冲撞到大武士大人了 我们现在就开门 立马就开门 说完几名保镖 瞬间就把庄园的大门打开 然后一个 一个站在大门两边 陪着笑脸 对着司机做请进的姿势 司机面对他们的讨好 也只是冷哼一声 刚才叫你们开门不开 现在被教训一顿 就老实了 第152章 这傻小子想干嘛 随后司机便上车 把车开进庄园里 而在司机把车开进去后 门口出的几名保镖 这才松了口气 谁能想到 一个司机竟然特么是大武士 这年头大武士这么不值钱吗 但正在他们想着的时候 又开好几辆车 他们的车牌 都是特殊车牌 属于有钱有权的那种 几名保镖 这点眼力尽还是有的 见到这几辆车 也没敢多说什么 立马放行 这几辆车 自然是冷男生和灵顶天 恐得了 他们来这的目的 也是为了看戏 另一头白石舟的司机 开到大别墅的门口处 就停下来 庄园里 已经有不少保镖 注意到这辆车了 不过也没上前去阻拦住 毕竟门口处的人都放行了 肯定是家主的什么朋友之类的 所以他们自然不会阻拦 而车内很快就走下来 陆金安和白石舟 还有白石舟的司机 白石舟一下来对司机说道 小舟去敲门 告诉叶家 我白石舟来了 司机小舟自然明白白石舟的意思 直接走到别墅大门口 挥动拳头 一拳头砸向别墅的大门 轰隆隆 顿巨大的声音响起 而别墅同志的大门 瞬间就被打得倒飞进去 同时名为小舟的司机喊道 白武王特地来拜访叶家主叶二合 这可把周围的保镖吓一跳 本来还以为是叶家的朋友的 没想到竟然是上门寻仇的 而且好像还说是什么武王 这可把保镖们吓得不敢动弹 毕竟就算不是武王 敢上门找一个大武士的麻烦的 实力肯定也不会落到哪里去 他们去阻挡 不就是去找死吗 所以他们还是静观其变吧 陆金安面对白石舟的司机敲门方式 也是一脸问号 你管这叫敲门 特么不愧是武王敲门方式 也这么霸气 很快别墅内就响起叶二合愤怒的声音 是谁敢来叶家挑衅 同时别墅内也爆发出一股很强悍的气息 向别墅门外的人压过来 顿时那些只有武徒七八段 或者只有武者境界的人 都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压迫力 像是高阶生物面对低阶生物一样 那散发气息 让这些保镖们都不寒而栗 就连陆金安也能感受到 肩膀一沉好像被什么压住一样 这就是大武师的力量吗 连散发出的气息都这么强大 怕是三十个武师 都不是一个大武师的对手 而白石周面对叶二合散发出的气息 脸上只有淡淡的不屑 毕竟对于一个武王而言 一个大武师的威压 就像一个蚂蚁像人类挑衅一样 随后 叶二合愤怒的一步一步 从别墅内走出来 而保镖和陆金安身上的威压 也随着叶二合一步一步增强 甚至有的保镖 已经被压趴倒在地上了 陆金安也感觉 身上好像有万金货物 像他压来一样 虽然对于他来说 还可以顶得住 但同样也有一点不好受 而叶二合此时非常愤怒 他在家和儿子好好说着话的时候 突然有人把自家大门给打飞进来 而且还挑衅自己 叶二合瞬间就感觉自己 被别人挑衅了 根本没注意听到底是谁 更没听到是白武王 要是听到叶二合 绝对屁颠颠地走出去 笑脸相迎 叶二合走到别墅大门口处 就看到一个穿着司机衣服的中年男人 顿时双眼不善微眯起来道 你是不是想找死 敢在我叶家挑戏 而名为小舟的司机 面对叶二合的质问 只是笑呵呵道 叶家算什么东西 话落的同时 身上也是爆发出一股 不弱于叶二合的威压 刹那两股气势相互对抗 顿时让保镖们的威压散去 趴在地上的保镖也赶紧起来 叶二合本来听到这小小司机 竟然还敢挑衅自己 顿时就很愤怒 但在司机放出气势那一刻 也是瞳孔猛缩 司机竟然是大武师 而且自己在江城 也没见过这号人物 难道是从外地来的 不过如果这司机 只是大武师的话 那么来的人 那会是什么 对了 刚才自己好像听说 是什么武王 武王啊 叶二合这才想起来 确实是喊道 武王前来拜访 想到这叶二合 向司机后面一看 就见到一位 身穿西装的中年男人 不过他却从中年男人身上 感觉到恐怖的威势 那威势 就像是一座活的火山 却将喷发一样 想必这就是武王了 而叶二合继续看 就见到这位 长得很帅的年轻人 不过他身上的气息 相比武者时段 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而就在这时 别墅内又传来一声 很嚣张的声音 罢是谁来挑衅我们叶家 给打断他的斗角了 让他知道 这就是挑衅叶家的下场 随后叶凡便一脸嚣张地 从别墅内走出来 但叶凡一出来 就见到显眼的陆金安了 没办法谁叫陆金安 长得这么帅 一出来不注意到他都不行 叶凡见到陆金安 瞬间就失去理智愤怒道 好啊 原来是你小子 还敢上门挑衅我们叶家 真成我们 叶家好欺负了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我就跟你信了 话落他就对周围的保镖吩咐道 快快给我打死这小子 谁能先动手我奖励他十万 至于那司机打扮的人 和中年男人 他都没放在眼里 因为他老爸在 他老爸可是说是江城的半边天 谁敢不给面子他 保镖听到叶凡的发话顿 面面相去 他们又不傻 明显这三人 他们同样惹不起啊 为了十万块 没必要搭上自己的一条命 反正他们一个月都有三万块 浑水摸鱼不好吗 此时 叶二和也给自家的傻儿子吓傻了 没看到 他老子都不敢动手吗 对面很可能是五王啊 这时候 你这傻小子 别出来添乱了 叶二和赶紧对自家 还在嚣张的儿子 疯狂实眼色 希望他儿子能停下这做死行为 叶凡本还很疑惑 为什么他老子不出手 敢站着干嘛 但看到叶二和 向他实眼色也明白了 这是让他赶紧叫人 把他们拿下呀 要不然 为什么眼睛一直向那三人撇去 不过 为什么他老子 为什么不自己发话 或者动手呢 难道是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 太没逼格了 要他这个儿子 帮他搞定一切 这样才显得有逼格 叶凡顿时就感觉懂 自家老子的意思了 不就是想装个逼吗 我懂 我懂 第153章 我们叶家没有做 于是 叶凡看着不敢动手的保镖道 没听到本少的话吗 给我上去 把他们的腿都给打断了 还那长得很帅的小子 给我打断他两条腿 保镖们 啊这 这地主家的傻儿子 还没看清情况吗 明显他老子都不敢这么说啊 没看到 他老子一言不发 满头大汗地站在那吗 叶凡见这些保镖 自己竟然还叫不动了 顿时就骂道 你们这些狗东西 还不给我上 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想干就滚蛋 叶二和看到叶二 在这里作威作福 也是瞬间怒了 这傻儿子 怎么分不清楚状况 叶二和刚想开口 教训自家的傻儿子几句 但突然他傻儿子的动作 给惊到了 只见叶凡走到司机面前 嚣张地说道 你一个小小司机 怎么敢在叶家撒野 快给本少跪下来认个错 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放过你 说完还想用手 去拍几下司机的脸 但司机怎么可能会惯着他 在叶凡的手 却将拍到脸时 右手的拳头挥动出拳 司机挥动的拳头 很快同样威力很很大 甚至大家都能听到一阵破空音传来 叶二和刚想开口 提醒自家儿子小心 但下一秒 拳头就轰向叶凡的腹部 而叶凡刹那道飞出去 直接把别墅的墙壁 给撞出一个大洞来 静止飞进别墅里面 然后这才停下来 而叶凡躺在地上 吐出几口老血 还有能感受到腹部里面的痛 没错是里面痛 远比外面痛一百倍的那种痛 此时叶凡的眼睛瞪得大大 甚至还有不少血丝 张口响惨叫 但又痛得叫不出来 只能眼睛瞪得大大 双手更是捂着腹部 而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叶二和根本就来不及出手阻止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儿子 被打得倒飞出去 然后撞碎墙壁 这让叶二和很愤怒 虽然对面可能是五王 但看到他儿子 被别人打如何能不愤怒呢 于是 叶二和愤怒地用一双 充满血丝的眼睛 盯着那出手的司机道 就算我儿子犯了什么错 也不用出手这么重吧 这时 站在那看戏的白石舟 也冷笑开口道 叶家家主好大的口气啊 说完便使用一点五王威势 向叶二和压去 刹那 叶二和就感受到 一股无比恐怖的力量 压在自己身上 咔嚓 咔嚓 叶二和双脚所站的地面 顿时被踏去两个大坑来 同时 叶二和还能感觉 威压不断加强 身体也渐渐扛不住 慢慢被压弯 就像要像白石舟鞠躬行李一样 叶二和顿时口中 发出一声低喝 给我起 话落的同时 身体慢慢顶着压力向上顶 白石舟面对叶二和这种情况 只是微微一笑 又加大力度 瞬间叶二和就被压倒在地上 不能动弹 叶二和想反抗 但他根本就反抗不了 一动也不能动 身上就像压着一座大山一样 这可把陆金安看得暗自扎折 果然五王恐怖得如斯啊 仅仅散发出来的威压 就能压倒一个大武师 让他毫无反抗之力 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就在这时 不远处也开来几辆车 他们自然是冷男生和灵顶天 恐得了 三人都各自下车 一下车 就见到叶二和被白石舟的 威压压地倒在地上 同时 他们也在心中感慨 果然五王强者和大武师 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而这时 被压倒地上的叶二和 咬着牙开口道 不知道我们叶家 如何得罪五王大人呢 一上门就打伤我儿子 然后又把我压住 叶二和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五王强者 会找他一个小小大武师的麻烦 而且自己应该也没得罪过他 自家儿子 应该也不可能得罪五王啊 而且 江城根本就没有五王强者 那这个强者 又是从哪里来的 白石舟听到叶二和的话 只是笑了笑回应道 哦 你还敢说 没得罪我 派人去杀我侄子 还敢说没得罪我 而且 你派去的人还是跟我有仇的 你又是怎么跟他联系上的 是不是你们都是一伙的呢 叶二和听到白石舟的话 瞬间想吐血 自己哪里派人 去杀五王的侄子了 而且自己又哪里派有仇的人 去杀他侄子了 叶二和瞬间就感觉自己被冤枉了 直接大喊道 冤枉啊 冤枉啊 五王大人 我真的没干过这事情 听到叶二和的话 陆金安出口嘲讽道 哦 你没干过 那昨晚谁来刺杀我的 叶二和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向陆金安望去 发现是刚才那个很帅的小伙子 这难道就是五王的侄子 小伙子 我哪里派人去刺杀过你啊 你是五王大人的侄子 我嫌命长我才派人去刺杀你啊 叶二和装惨兮兮地说道 陆金安看到这有些想笑 这叶二和 还真以为自己是五王的侄子 如果他知道自己是陆金安 会怎么样呢 想到这陆金安笑了笑开口道 哦 对了 我叫陆金安 陆金安话一出口 就让那还在卖惨的叶二和一将 叶二和的表情变化 瞬间就被众人都看到眼里 很明显 这叶二和心中有鬼啊 此时叶二和心中 更是有无数个念头想起 怎么回事啊 他竟然是陆金安 而陆金安又是五王强者的侄子 还有杀手为什么没杀死他 还有 为什么五王强者说他跟杀手有仇 而且 之前不调查说陆金安没背景吗 怎么现在出现一个五王的书来 此时叶二和心中有一大些问题 但现在 他可不会傻傻地承认 只要自己一口咬死 跟自己没联系 那他们又能奈我何 反正杀手是从网上接单的 而且自己 又没从网上暴露过自己 那他们肯定也没证据 我只要咬死不松口 那他就一点事也没有 毕竟就算是五王强者 也不能乱杀人啊 叶二和立马装作可怜兮兮道 陆金安 虽然我儿子之前得罪过你 但你也不能冤枉我们叶家 我们叶家 哪里会做出这种 买凶谋财害命的事情 陆金安听到叶二和顿时就笑了道 你怎么知道 是买凶谋财害命 不是你做的 还是谁做的 叶二和暗道不好 自己竟然说漏嘴了 不过就算说漏嘴 反正他没有证据 那也事情不大 年轻人虽然我知道你与我儿子有仇 但不能污蔑人啊 我哪里能做这种事情 第154章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陆金安面对叶二和的狡辩 只是呵呵冷笑 虽然现在他杀不死叶家两父子 但现在他起码可以给点教训他们 白石周见陆金安不再多说 也是对司机说道 小周去把人打个半死 记住别打死了 白石周也不愿意消耗时间 在这些问题上 很明显就是叶二和做的 但他们又没证据 要有证据 他们就可以直接杀掉叶二和 相信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 不过现在倒能给点教训他们 让他们也吃吃苦头 名为小周的司机 听到白石周的话 也是点点头道 好 而叶二和听到俩人的对话 也是吓傻了 对啊 就算他们杀不掉自己 那肯定也会把自己打个半死啊 虽然不会死 但也痛啊 叶二和瞬间就惊慌失措大喊道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没有证据 不能打我 你们这是犯法 虽然你是武王 但也不能想打人就打人啊 你们要是打我 我就去告你们 别过来啊 救命啊 叶二和看着司机 一步一步走近 但他又被威压压着不能动 想逃也逃不了 瞬间就慌了 口中更是不停发出惊慌声 叶二和见司机 他还是一步一步走来 根本就不听他喊什么 于是叶二和 只好向周围的保镖求救道 你们在看着干嘛 快给我阻止他 真想我被打个半死啊 可是保镖们 并没有有人上前去阻止 因为他们又不是傻子 叶二和都说 对面是武王了 他们能上去救 更别说那个司机 也是个大武师了 他们这些 武途武者境界的人 怎么救 就算拼上命 也救不了啊 所以 一个一个只能装作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听见 就算得罪自家的老板 也没办法 自己的小命最重要 一个月拿几万块 拼什么命啊 叶二和见这些保镖 没一个上前阻止的 顿时继续叫喊道 你们谁能第一个去阻止 他我奖励他三十万 第二个二十万 第三个十万 其他的都奖励五万 就算受伤医药费 我也出了 保镖们听到叶二和的话 都心动不已 第一个就有三十万 反正他们也不可能杀人 要不然 他们上去试试 但正在他们有想法时 司机大武师的气息 顿时散在保镖们的身上 刹那保镖们 又一个一个被压倒在地上 无法动弹 嗯 看来他们也就不了了 叶二和眼里也露出绝望 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随后司机就走到躺在地上叶二和身上 没有多说 脚上覆盖上气血 然后狠狠地一脚踩在叶二和的手臂上 顿时叶二和的惨叫声就传出 啊啊痛 痛 痛死我了 此时 叶二和被痛的脸上 瞬间变苍白无比 额头冒出大汗 可是还没完 司机又一脚踩到叶二和的另一条手臂上 瞬间又惨叫声又响起来 这次明显比上次的惨叫声弱一些 可能已经被痛得没力气喊了吧 而此时叶二和手臂关节处就像被货车碾压过一样 变得不成人样 更有许多骨头渣和血液流出来 谁能想到一个大舞狮竟然会被人打成这样呢 但这还没完 司机又面无表情地来到叶二和的脚关节处 又是一脚踩上去 顿时叶二和又发出微弱的惨叫 此时叶二和的身体都很虚弱了 嘴唇更是发白 脸上和额头都能看到冷汗在不断冒出 司机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 又来到另一条脚面前又一脚 咔嚓 还有叶二和的惨叫 随后叶二和就痛晕过去了 而这次司机倒没再动手 毕竟在动手 叶二和可能命都没了 而叶二和已经被废去四肢 不过只要他多花些钱都能将治好 陆金安见到叶二和的惨状并没有同情 因为如果不是他派人来杀自己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 你对一个想杀你的人产生同情 那你就离死不远了 甚至陆金安还感觉这样不满足 他想把土二和和叶凡都杀掉 以免以后他们的报复 但现在明显不是最好的时机 他还不够强大 先给点教训他们吧 白石周也开口说道 行了 小安我们走吧 说完便上车了 而陆金安自然不可能再留在这 也上车了 而司机自然也上车 然后就转头开出叶家庄园 冷男生和林顶天 孔德见没戏看了 也各自离去 等所有人走后 保镖们这才敢开始救治他们老板和小老板 随后更是打电话去医院叫救护车来 武高一中大门处 陆金安在奶茶店百无聊赖的 等着林维夏下课 没错从叶家离开后 陆金安就叫白石周给他搭在这里 而白石周则回魔都去了 不过回去之前 白石周倒说 要是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 他一定能帮忙就帮忙 陆金安也只好谢过白石周了 陆金安也明白 白石周这是看好他才说出这些话来 因为陆金安之前提出教训叶家的时候 已经用掉杀死张大彪的人情了 但现在白石周还是说 有事可以找他帮忙 这是想和自己交好 不过陆金安倒没觉得 有太大的问题 反正交好一位武王强者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也不吃亏 不过他之后 倒要小心叶家的报复了 虽然叶家知道 他有武王在背后撑腰 短时间可能做不出来什么 时间长了就不一定了 而且 经过这件事情后 他和叶家的仇恨变得更深 看来他得等实力强大 然后再找个机会 把叶家灭掉 免得以后叶家又做出什么 不利自己的事情来 就这样 陆金安等了边天喝奶茶边等 直到学校里的下课铃声响起 陆金安这才站起身来 叫奶茶的服务员打包两杯奶茶 然后走向学校门口处 一走过来 就又见到熟悉的三位大爷了 林大爷仍旧拿着手机 在看美女主播 而其他俩位大爷 则是坐在椅子上聊天 周大爷看到陆金安来了 也是打起招呼道 陆金安你小子不在学校上课 去干嘛呢 陆金安也是大大方方的 找个椅子坐下 然后这才会周大爷道 就我这实力 还用上课吗 本来还想打招呼的李大爷 瞬间就不想打了 竟然又来大爷这凡尔赛来了 现在谁不知道 陆金安在高三无比上 争得第一名啊 而且还把二届的金刚员给杀死 可以说是学校最强的学生了 第155章 啊不是吧 周大爷也觉得自己 就不应该多嘴一问 陆金安似乎没见到 两位大爷那难看的表情 继续说道 哎 有时候太强 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你看看 我在学校都找不到 能挡住我一击的人 李大爷听到陆金安吹牛的话 眼观鼻 鼻关心 就这小子一天不吹牛都不行 虽然陆金安是很厉害 但不可能学校 没有人能挡下陆金安的一击啊 周大爷也是拿出 三块五一包的烟抽起来 他又被陆金安打击到了 就这样陆金安在吹牛逼中等 到林维夏和冷力雪 林维夏和冷力雪 一起下课回家 也没觉得有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两个就一起放学回家 林维夏见到 坐在椅子处 等他的陆金安瞬间 就招五着手 向陆金安招手道 陆金安 冷力雪 则是对着陆金安 微微一笑 而陆金安也看到俩人了 于是就起身 跟大爷告别道 大爷们我先走了 说完就向俩人走去 只剩下一脸羡慕的大爷们 陆金安真是人生赢家啊 不但年纪轻轻 实力就这么强 连俩个笑话 都和陆金安有关系 陆金安把一杯奶茶 给林维夏 又把另一杯 给冷力雪道 给你们买的 一份地接过道 挖奶茶 冷力雪则是有些好奇地 接过奶茶 他和之前 陆微夏一样 只听过奶茶 没喝过奶茶 所以他也很好奇 奶茶是什么味的 而陆微夏已经用吸管 喝上奶茶了 边喝边眯起眼 心中更是暗暗想到 太好喝了 而冷力雪也学陆微夏这样 尝试喝了一口 嗯 很甜 不过还是挺好喝的 陆金安见俩人都喝上道 走吧 先吃完饭 然后陆微夏你再带我去看 大别墅 是什么样的 陆微夏边喝奶茶边道 好 我们走 冷力雪则是有些好奇道 什么大别墅 陆微夏听到冷力雪的话 也是立马解释道 昨晚陆金安哥哥遭遇刺杀 然后两人就打起来了 结果陆金安哥哥的房子都打烂 所以他要重新找地方住 但我刚好 又有一栋空的别墅 没有人住 所以我就让陆金安哥哥等一下 搬去我那些住着 冷力雪听到陆微夏的解释 这才明白到底怎么了 不过他看着陆微夏 那开心的笑容 怎么感觉到有些奇怪呢 随后三人便去吃饭 吃完饭后陆微夏就提出 要和陆金安去看看别墅怎么样 然后冷力雪也不知道怎么了 也说要跟去看看 于是陆微夏便叫司机 搭三人去看别墅 龙湖小区 龙湖小区很大 里面的房子也都是别墅 同时小区中心还有一片湖水 那人碧绿色的湖水 还有湖水边的竹林 让人都以为来到野外了 除此之外足球场 篮球场 花园 公园这里几乎都有 一栋栋别墅 让陆金安看得眼花缭乱 什么样的别墅都有 西市中市 西中市这里都有 直到司机开到32号别墅面前才停下 而林微夏就立马兴奋地拉着陆金安 和冷力雪下车 想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别墅 好不好看 陆金安一下车 就见到一套西市的别墅 陆金安还没来得极多看 就被林微夏拉着来到别墅的外围的大门道 我们快进去看看 说话的同时 还拿出钥匙打开别墅外围的大门 一进来陆金安和冷力雪 就看到院中的那个巨大的游泳池 林微夏指着游泳池道 以后夏天你就可以在这里游泳了 随后 林微夏继续向前走去 陆金安和冷力雪连忙跟上 而林微夏来到别墅大门 只是把大拇手指放在门把上 这别墅大门就叮叮两下就开了 林微夏也解释道 这是智能锁 这个别墅有我的指纹 所以我也不用钥匙就能开 等一下我给陆金安哥哥也录入指纹 那你就可以不用钥匙就能开锁了 陆金安看着暗自点头 果然别墅里都是高科技 不过好像他之前的门也不用钥匙的 就是有点不妨小偷 随便一个小偷都能推开门走进去 而一进入别墅的客厅 就见那里的房顶金碧辉煌 客厅也很大 那巨大的电视机 还有那有些高级家电的厨房 林微夏则是继续跟陆金安和冷力雪 介绍着每样东西的用处 而这别墅只有五个房间 一楼两个 二楼三个 同时别墅的楼顶也是一个小花园 平时可以在别墅的楼顶烧烤什么的 就这样林微夏带着陆金安和冷力雪 介绍完别墅的每一件东西 而陆金安则是有些震惊 不过他也确认一件事情 果然自己以前就是过着穷逼的生活 而冷力雪倒没什么 他爸虽然是市长 但住别墅还是没问题的 他现在都是住别墅 所以也没感到有什么 林微夏介绍完别墅 就把别墅录入陆金安的指纹 然后又把钥匙给陆金安道 给你收好了 天色已晚 我跟冷姐姐先走了 陆金安接过钥匙点点头道 好 林微夏继续说道 明天记得去上课啊 要不然你倒是再不去许牛老师 肯定会狠狠揍你的 今天许牛老师还生气 你为什么不来 也不请假呢 我感觉你明天又要 被许牛老师收拾一顿 冷力雪也在一旁说道 确实 看许牛老师今天生气的模样 你明天很可能会被揍一顿 陆金安听到两人的话 瞬间就啊的一声 啊不是吧 林微夏则是对陆金安 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冷力雪则是给了陆金安一个 你自求多福的眼神 随后两人便离开了 陆金安则是洗了个澡 幸好他之前就买过衣服 放到空间戒指里 要不然他现在还真没有衣服穿 然后来到那张 大大的席梦斯床上 躺了下去 顿时陆金安就感觉软 同样也很舒服 这就是有钱人家睡的床吗 果然和自己那张 只有木头版的床不一样 而陆金安躺 在席梦斯的床上 就思考起事情来了 他今天既然听到 百年寿潮 却将到来的消息 这让陆金安感 受到了巨大的危机 他必须在这段时间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还有可以去学校里 多对患疗伤丸 或者疗伤药剂 到时寿潮来临时 这些疗伤药 肯定是必需品 还有今天奖励的B级药剂 他等达到五折九段后 就可以喝下去 那样他就可以达到 武士境界了 第156章 城外很危险的 到时候 自己达到武士境界 在百年寿潮这种灾难 也有几分自保之力 陆金安这才想来 自己昨晚对战那杀手张大镖 好像把所有属性点 都加气血了 现在他已经五折八段了 但是他感觉 距离五折九段也不远了 想到这陆金安 就对脑海中的系统道 系统给我打开系统面板 好的 宿主 系统还是那熟悉的机械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875加 五折八段875900 力量 1200加 约等于38000斤力量 速度 900加 防御 1000加 精神 220加 功法 SSS 急功法 神雷九霄 熟练度 大成 100斜当1000 每天能加5点气血 为分配属性点 10 陆金安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 也是有些开心 他差35点属性点 就可以突破五折九段了 虽然他现在可以吸收 几颗气血丹 就能突破了 但他现在身内的单独都没消化完 再吸收气血丹虽然可以 但这样可能会造成 以后根基不稳 等一周后 将身内的单独消化完了 自己再吸收气血丹 也不迟 不过他倒可以用属性点 加到五折九段 算了 现在先睡觉先吧 陆金安不再多想 便在席梦斯的大床睡起觉来 一日 陆金安早早就起床去学校 毕竟他今天可不能让许牛多借口来揍自己 虽然说还是会揍 但能少揍一顿 就少揍一顿啊 自己又不是抖 干嘛喜欢被别人揍 这一天 陆金安果然受到许牛的重点照顾 第一个就是叫陆金安上擂台 之后就是陆金安和许牛的不停打斗 陆金安相比前天明显厉害许多 除开自己境界提升外 也可能在和张大彪的拼死搏杀中 吸取更多实战经验 所以 陆金安比前两天受少了点伤 许牛也顿感惊奇 这陆金安竟然进步这么快 怕是再给他一个月 都有可能跟他打平手了 这一天 特训班的众人又在挨揍中度过 许牛每天都会叫特训班每一个人上去 跟他对练一两次 众人每天都是背得鼻青脸肿的 虽然众人这几天都在挨揍中度过 但众人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实战能力变强了 起码比他们之前强一倍 这也让众人感觉很值得 就这样度过了一天 陆金安又和林为夏 冷力雪三人在外面吃完饭再回别墅 陆金安虽然会做饭 但他每天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做饭的 所以 也只能每天在外面吃 而陆金安又回到每天上课和下课的生活 这几天 陆金安一直在希望有雷雨天气 引雷针 而雷光斩斩开毒液后 又以极快速度 杀向鬼面珠 鬼面珠面对陆金安这一击 又是连忙用前面的四只脚 想挡下雷光斩 但这次雷光斩 可比上次威力大多了 直接一刀就将鬼面珠的四条脚都斩下来 同时还有余力向鬼面珠面部 刷的一声鬼面珠的面上 顿时被雷光斩斩下一只眼睛 而断了四条脚 和瞎了一只眼睛的鬼面珠 刹那就惨叫起来 嘶嘶 同时 鬼面珠因为太过疼痛 口中不停流出水口 鬼面珠的口水滴在地面上 也被腐蚀着嘶嘶声 陆金安见状还想攻击时 鬼面珠就先发怒了 率先向陆金安发出攻击 仅剩的六条脚 在地下狠狠地一踩 然后向陆金安那边腾空而起 同时那张长着尖刺的口章的大大 像似想将陆金安一口吃掉的样子 陆金安面对鬼面珠的攻击 也是手持糖刀杀上去 刹那鬼面珠的尖牙 和陆金安的糖刀碰撞在一起 当 发出一阵兵器碰撞声 而正在两者僵持不下时 这个现状也是使用雷闪 闪躲开来 刚闪躲开来 鬼面珠又向他杀来 陆金安无奈就和鬼面珠又打斗起来 但每次鬼面珠 都会出其不意地释放出毒液来 陆金安也只能每次都躲闪开来 当 鬼面珠又被陆金安击飞出去 而陆金安也趁着机会多休息一会 毕竟这段时间和鬼面珠的拼杀 也很费体力的 就在这时鬼面珠又张着大口杀来 陆金安只能又杀上去 不过陆金安也意识到一个问题 虽然继续和鬼面珠拼杀 自己到最后肯定能杀死他 但谁知这中途会不会还有妖兽出现 到时候自己就完蛋了 当 又一次将鬼面珠击飞 而陆金安在鬼面珠击飞再也不有所保留 直接气血覆盖上全身 顿时陆金安全身又变成雷电缠绕 而陆金安也瞬间感觉自己实力强十倍 陆金安闭上眼睛感受着这强大的实力 果然实力令着迷 而鬼面珠也感觉到 面前这个小人类的实力 竟然变强了这么多 顿时救下的连连后退 甚至已经准备转头就跑入这黑暗的楼道中 但陆金安可不会放他逃走 直接使用雷光斩向鬼面珠斩去 顿时两道长四米多的雷光斩就向鬼面珠杀去 但两道雷光斩飞着飞着 竟然合成一道 插那二合一的雷光斩向鬼面珠斩去 这道二合一的雷光斩远比陆金安之前使用的 二合一雷光斩强上许多 黑暗的楼道也被这道二合一的雷光斩照亮 陆金安甚至能看到鬼面珠露出惊恐的眼神 刷的一声雷光斩 甚至没给鬼面珠反应的机会 直接斩到鬼面珠的头上 瞬间连头戴身躯都被这道雷光斩斩到两半 而且 这雷光斩将鬼面珠斩到两半后 还有余力向水泥地面斩去 顿时水泥地面也被斩出长长的刀痕 而陆金安见鬼面珠被斩成两半后 也解除了气血覆盖全身的状态 不过陆金安仍旧用精神力赶至四周 以防这时候有妖兽突然偷袭过来 和鬼面珠一战也消耗了 陆金安十分之五的气血 可以说这个战果很可以了 因为鬼面珠虽然是二节时段 但它也相当于人类武士的一二段的实力 陆金安只用十分之五的气血 消掉鬼面珠 可以说已经很厉害了 陆金安没有过多在这停留 上前把斩成两半的鬼面珠收入空间戒指里 然后陆金安就想退出烂尾楼了 但陆金安又想到自己 这是在城外 如果退出烂尾楼 好像更容易给妖兽察觉啊 而且 这烂尾楼自己和鬼面珠打斗这么久 也没见有妖兽过来 应该也是安全的吧 而且自己好不容易等到的雷雨天气 也不能这样白白错过了 于是陆金安决定 先用半个小时恢复气血 然后继续向上走 就这陆金安找了个地方盘坐下来恢复气血 只不过 他的精神感知 随时防止有妖兽的突然袭击 半个小时后 陆金安完全将气血恢复到顶峰 然后便站了起来 继续向楼顶走去 此时向楼顶走去的陆金安 还能听到楼外巨大的雷声和雨水 击打在地面的声音 终于陆金安快速攀爬到了几分钟 终于看到 走到顶楼了 顶楼上有一个大铁门 有一把铁锁 锁住了大铁门 不过大铁门不知道是不是太久的原因 早已经秀气斑斑 陆金安可不管这些 直接用糖刀覆盖上气血 轻轻向铁锁一劈 咔嚓 铁锁就像刀切豆腐一样 轻松切开来 而陆金安在切开铁锁后 便拉开大铁门 顿时光亮就映入眼帘 当然不是太阳的光 而是那闪烁雷电的光 而陆金安也是 直接踏步走了出去 顿时雨就把陆金安衣服弄湿了 而陆金安则是连忙把衣服 和裤子都脱下来 不是怕被弄湿 而是等下天雷劈到身上时 怕把自己的衣服给劈坏了 轰隆隆 陆金安把脱下的衣服 放入空间戒指中 然后又有一道雷响起 同时有一道闪电坯向那灯火通明的城市处 陆金安站在楼顶的中央 看着这暗沉沉的天空 和不停闪烁着雷电 顿时就从自己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条长长的引雷针 没错引雷针 陆金安这几天早就准备好了 这条引雷针了 这也是5G中第一个叫准备的东西 因为没有引雷针 你就没法引雷来 陆金安盘坐在地下 然后双手拿着长长的引雷针 抬头望天想看看雷什么时候来 不过陆金安此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毕竟这还是第一次以肉身硬扛天雷啊 而且这还要扛十次才能入门 这对陆金安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果然陆金安拿出引雷针没一会 天上又闪起一道闪电 而那道闪电也被引雷针吸引 直直地劈去 轰隆隆 而陆金安自然也看着一道闪电 向他引雷针劈来 也是连忙运转起雷霆断体来 果然刹那 陆金安就感觉双手一阵麻木 随后这股感觉传遍全身 连头发也都被垫得直了起来 麻木赶过来便是火烧赶了 陆金安只感觉他全身 就像放在一个大火炉里面 在不停地烧烤 那种火辣辣的痛感 就让人生不如死啊 同时 五脏六腑就如同被大火在燃烧着一样 火辣辣的痛 第159章 达到50 而同时 陆金安还要运用这股雷流走全身 让身上每一个细胞都被雷垫过 这种酸爽的感觉 陆金安表示 再也不想来一次了 实在太折磨人了 同时也明白 为什么李校长 只被劈一次就不敢再修炼了 陆金安将这雷刺完每个细胞后 已经是汗流满脸了 确实是太痛了 简直比女人生孩子 还要痛百倍 可还没等陆金安休息一下 第二道天雷 又劈到引雷针上 瞬间又有新的天雷涌进全身 此时陆金安在内心疯狂怒骂这贼老天 也不等他多休息一下 又劈来了 然后陆金安又经历刚才的痛苦了 又将雷不停地刺激每个细胞 不过这次陆金安倒感觉 这次怎么好像没上次痛呢 难道自己被劈习惯了 所以才觉得没第一次痛 正在陆金安想 为什么觉得 这次不比上次痛时 天上又闪过一道闪电 又有一道雷劈向陆金安 哦真的酸爽 陆金安被冷不丁地劈了一下 那股痛感又传遍全身 这种疼痛感 让陆金安想起一句话 如果我长得帅有罪 那就让雷劈死我吧 很快陆金安又羞化着鼓雷 这次没等他休息 又劈来一道 然后又劈来一道 两道雷 这可把陆金安爽坏了 真特么痛啊 但陆金安也只能苦哈哈地 用这两道雷刺激身内的细胞 不过陆金安也能感觉到 他自身好像对雷劈的疼痛感 慢慢减弱 但是仍然很痛啊 就这样 陆金安时不时被雷劈上一两劈 终于将雷霆断体修炼入门了 陆金安没有过多犹豫 立马将手中的引雷针 收入空间戒指中 但好像迟了一步 当引雷针收入空间戒指中时 天空上又劈来一雷 而雷没有引雷 也直挺挺 劈到陆金安身上 陆金安又是被电的一击灵 随后痛感仍旧袭来 不过相比第一次 明显弱了很多 陆金安甚至都能强忍疼痛站起来 陆金安将雷练化后 立马站起指着天上大骂道 贼老天 是不是看我长得帅 就多劈自己一下 痛死我了 就在陆金安骂天时 天空又有一道雷电 劈向陆金安 陆金安看状也是大叫一声 卧槽 然后又是酸爽感传遍全身 陆金安 没必要啊 不就是骂两句吗 骂两句 又批我一次 将雷练化陆金安 不敢再放狠话 立马狼狈地逃入楼道了 陆金安逃入楼道才松口气 在外面陆金安声 怕自己又被批一下 然后陆金安就查看起自身的情况 现在陆金安能感觉得到 他自身防御 起码强一倍多 同时 力量也感觉增加了2000斤 而这才是雷霆断体入门啊 果然这雷霆断体 不愧是能比B级5G的5G 仅仅是入门就这么厉害了 虽然这雷霆断体是很厉害 但他要雷劈 才能提升熟悉度啊 不过他幸好有系统 陆金安不再想这么多 把空间戒指的战甲穿上 然后就匆匆往外走了 既然雷霆断体已经入门了 那就应该回去了 之所以穿上战甲防尸防 同时也怕回去的路上遇到妖兽 一路上 陆金安有惊无险地回到大别墅中 陆金安回到别墅中 第一时间就先洗了个澡 因为被雨淋湿了头发和身体 不先洗个澡 浑身难受 不到五分钟 陆金安就洗完澡出来 把头发吹干 然后走到别墅里面的健身室 随便找个地方盘坐下来 陆金安准备借用之前魔都军方讲的B级药剂 用来突破武师了 要是有人知道 陆金安能突破这么快 肯定会羡慕死 谁能这年轻 就突破武师啊 除了那些顶级妖孽 或者背后有顶级世家支持的人 才能在这种年轻突破武师境界 陆金安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之前白石舟给的那白色小箱子 放到地下打开来 就见到一管用特殊材质装的深蓝色药剂 陆金安也是好奇 将它拿出来观看一会 发现自己什么也没看出特别之处 于是 陆金安不再多想打开瓶盖 顿时一股浓郁的心血 混合着药箱扑面而来 同时 陆金安感觉面前的药剂 像是什么美味的食物 让陆金安有一种想一口喝下去的感觉 陆金安难自语道 陆金安也不再犹豫一口喝下 喝下的瞬间 陆金安自己的嘴中 像喝下什么鲜血一样 血腥无比 同时又混合着苦涩的药香 陆金安不敢让B级药剂 在口中多逗留 立马一口咽下去 当B级药剂咽下去的刹那 陆金安就感觉五脏六浮火热无比 同时还有一股庞大的气血 同时这气血散发着微人的气息 远比普通的气血要浓郁许多 陆金安也是立马运转 SSS及功法来练化体内的气血 同时代孕体内的气血不停地冲体内经脉 一分钟 二分钟 三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盘坐在地的陆金安 瞬间散发出恐怖的气势 把周围的健身用品都给吹得倒飞出去 而同时 陆金安身上还时不时闪烁着雷电 这种意向陆金安持续一会后 身上的气势才慢慢平稳下来 而陆金安也咽出一口魂气 顿时陆金安那魂气 便像利剑般射穿别墅的墙壁 而陆金安此时感受体内那股强大的力量 顿时也是欣喜不已 远远比武者强十倍的力量啊 陆金安欣喜一阵就对脑海系统道 给我查看属性面板 叮 正在宿主调出属性面板 系统立马回到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1005加 51段10052000 力量 2000加 约等于7万斤力量 速度 1500加 每秒500百米 防御 1900加 能扛住53段的攻击 精神 350加 能赶至200米内的事物 攻法 SSS级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度大乘 100斜-1000 每天能加5.7血 5G F级八级拳 熟练度入门 5分20 D级雷鸣拳 熟练度大乘 60-180 C级5G雷光斩 熟练度大乘 70-210 D级5G雷闪 熟练度小乘 20-60 C级5G雷霆断体 熟练度入门 12斜-20 为分配属性点 190 D160 给我继续加点 陆金安看着自己的实力大提升 瞬间就高兴地站起来 哈 实在是太好了 他现在竟然有7万斤力量 要知道别人 51段的标准 是4万斤力量 而自己有7万斤力量 多标准的51段 3万斤力量 还有标准的52段 也就是6万斤力量 也说是陆金安力量 10G比52段 还要多1万 加上陆金安拥有SSS级攻法 他的5G的威力 也远比其他人强 他感觉他打个53段没问题 甚至54段 也可以试一试 而且重要的是 他肉身竟然能扛着53段的攻击 他现在才51段 差了两个小境界啊 而且 这还只是雷霆断体入门 要是熟练度继续提升防御 肯定也会继续变强 而且现在陆金安 还有190枚加的属性点 这些属性点 都是陆金安这四五天里 睡觉辛辛苦苦得来的 都是血与汗水啊 陆金安现在想 怎么分配这些属性点好呢 先把雷霆断体 加到小程先 系统给我把雷霆断体 加到小程 陆金安对脑海系统道 好的 速度 系统回到 刹那 陆金安身上又感觉自己 又回到前几个小时 被天雷劈的感觉 那种疼痛又袭来 这可把没有准备的 陆金安痛得一大跳 怎么回事啊 特么加点也这么痛 陆金安强忍疼痛 低吼着说出话来 不过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快陆金安那种疼痛便消失 取而代之 是一股被天雷劈在肉身的记忆 浮现在脑海中 随后 陆金安便感觉自己的肉身 又增强两倍 同时 他身上的肌肉变得更硬 还有力量的增长5000斤 陆金安立马兴奋地对系统道 给我查看属性面板 好的 速度 系统回到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1005加 51段 10052000 力量 2200加 约等于75000万斤力量 速度 1500加 每秒500百米 防御 2100加 能扛住54段的攻击 精神 350加 能感知200米内的事物 C级5G雷霆断体 熟练度 小乘 2080 未分配属性点 178 陆金安看到自己现在竟然能扛住54段的攻击 瞬间也是兴奋不已 他51段能扛住54段的攻击 想想就觉得兴奋 而且他还有这么多属性点 陆金安没有犹豫 立马对系统道 系统给我雷霆断体和雷闪都加到大城 随着陆金安化身落下 系统就很快回复 然后陆金安瞬间那种熟悉的感觉又袭来 那种五脏六腑都火辣辣的痛 远比加到小乘还要痛多了 陆金安没办法为了变强 只能咬牙忍受 不过也和小乘一样来得快 去得也快 陆金安很快就感觉疼痛消失了 随后便是力量涌入全身 陆金安感觉这次起码加了一万斤力量 除此之外 防御也增强一倍多 可别小见 这可增强一倍多的防御 因为陆金安之前已经增强好几倍了 所谓防御越往上越难增强 因为凡事都会有个瓶颈 不是你想增强多少就多少 而陆金安等雷霆断体过后 脑海突然就出现 自己苦练雷闪的多年记忆 同时也在这一刻 陆金安的雷闪达到大成 陆金安感受体内变化 联盟对系统道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1005加 51段10052000 力量 2500加 约等于85000斤力量 速度 1600加 每秒550百米 防御 2400加 能扛住56段的攻击 精神 350加 能赶至200米内的事物 D级5G雷闪 熟练度 大成 60 180 C级5G雷霆断体 熟练度 大成 80 240 未分配属性点 78 陆金安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陷入沉思 自己现在雷霆断体和雷闪 都达到大成了 一共用掉100属性点 还剩下78属性点 这78属性点 想将其中一个5G 加到圆满都不够 只能继续攒着 不过倒是自己的力量 来到85000力量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力量 已经相当53段了 而且更重要的 是他现在能扛住56段的攻击 哇哈哈 这雷霆断体 不愧是堪比B级5G啊 就这样 陆金安高兴地起身 然后走向卧室睡觉去了 星期一 武道士上 许牛还是和以往一样 站在擂台上面 用眼神扫视着台下的学生 而台下的学生 此时已经和乙周有所不同 一周前 他们身上没有半分杀气 眼神更是懦弱躲闪 现在他们一个一个像战士般 用锐利的眼神 盯着擂台上的许牛 许牛对台下众人的精神器 也满一点点头道 同学们 你们这一周 虽然经历许多苦难 但你们的蜕变是有目共睹 现在你们不用和我对练了 台下的众人听到 不用和许牛对练一个一个 都脸露出喜色 太好了 他们终于不用挨揍了 虽然在许牛的铁拳下 他们成长得很快 但这一周每一天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们是真的痛了 现在不用挨揍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 只有一人听到 不用对练变得闷闷不乐 那人就是陆金安了 陆金安本打算 他今天要好好做回许牛的 结果现在 竟然不用跟他对练了 这许牛老师不会知道 自己成为武师 就不敢对练了吧 许牛把台下众人的表情 都看到眼里 他们高兴的表情 和陆金安一人露出失落的表情 成为鲜明的对比 许牛瞬间满意的表情 就变成之前的那个 教训众人的大黑脸了 你们就这么高兴 许牛突然严肃地出声 把台下还在高兴的众人吓一跳 这许牛老师又怎么了 一时间台下又变得鸦雀无声 许牛继续说道 你们不跟我对练你们的损失 因为你们将会恢复到以前那模样 弱小 懦弱 那到一个月后 学校就会有无数的强者挑战你们 你们一旦被打败 将会退出特训班 那特训班的资源和教训 你们就再也享受不到了 第161章 我有这么热爱学习吗 许牛继续说道 现在你们还因为我不对练你们 还开心吗 你们看看陆金安 现在陆金安因为不能跟我对练 从而一脸垂头丧气 那是因为陆金安知道 只有跟我对练他实力 才能提升这么快 你们呢 不思上计 整天想着舒服舒服训练 不挨揍 那你们的实力会有提升吗 众人听到许牛的话 纷纷好奇 转头看着陆金安垂头丧气的模样 纷纷暗自自责道 对啊 陆金安这么强竟然还这么努力 我有什么资格 因为不和许牛老师对链高兴呢 唉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原来陆金安这么卷 当我还为不用许牛老师对链高兴 陆金安竟然已经为实力不能提升 而垂头丧气 就是啊 就是啊 这么强还要这么卷 这让我们有何严脸高兴呢 陆金安 LL 啊 这这 陆金安嘴巴张得大大的 明显被许牛的想法给惊到了 自己只不过想做回许牛一顿啊 怎么许牛把自己想成 因为提升不了实力 变得垂头丧气的人 许牛见陆金安这副反应 以为是他被自己看出想法才吃惊的 许牛暗暗点头想到 果然是热爱学习的好孩子 许牛继续夸奖陆金安道 陆金安同学 你不用害羞 你刚才因为不能和我对练垂头丧气的模样 我都看在眼里了 在这里我必须要狠狠地夸奖一下陆金安同学 很好有不怕挨揍 不怕吃苦的精神 大家为陆金安同学鼓掌鼓励一下 说完便带起头鼓起掌来 啪啪啪 五到室内 立马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众人纷纷为陆金安这刻苦学习精神给卷到了 此时不少人暗自下决心 一定要比陆金安还卷才行 而陆金安也全被许牛和周围同学的行为搞猛了 原来自己是这么热爱学习的人吗 于是陆金安对着为他鼓掌的同学都点点头 然后露出一个和蔼可亲的微笑 只有林维夏不相信 陆金安绝对不是因为不能和许牛老师对练变得垂头丧气 因为林维夏前一周几乎每天陆金安都说 什么时候才能不和许牛老师对练啊 每天都打的 我痛死了 可想而知陆金安是绝对不想挨许牛的打的 所以陆金安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不能和许牛老师对练露出垂头丧气的表情 许牛看差不多了 抬手向下压了压道 行了 行了 大家先这样吧 众人听到许牛的话 掌声这才停止下来 然后一个一个用好奇的大眼睛看着许牛 想看看许牛又要说什么 许牛等众人的掌停下来 这才笑呵呵出声道 陆金安这种不怕挨揍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值得大家学习 还有我今天放你们一天假好不好 众人听到可以放假 瞬间眼睛一亮 完全忘记刚才许牛所说的了 纷纷点头大声喊道 好啊 好啊 许牛听到众人的回答 依旧笑呵呵道 行 大家今天一定要休息好啊 陆金安看着笑呵呵的许牛 眼皮不知道怎么跳了两下 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许牛老师什么时候会变这么和蔼了 一定有阴谋 不得不说 陆金安的预感还是很正确的 许牛下一秒就说出几句让众学生吓一跳 你们回家休息好了 我们明天就去城外那妖兽森林去实战一下好不好 众人听到许牛的话 差点就将眼珠吓出来 他们听到什么了 去城外的妖兽森林 那不是去找死吗 听名字就知道 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妖兽来的 他们没进去 怕是都走去一两只妖兽来了 而且 江城外的妖兽森林 听说有一个六阶妖兽啊 相当于人类的舞王啊 他们进去 不是给妖兽加餐吗 许牛可不管众人的反应继续到 既然没有人反对 那明天 就去妖兽森林 让你们猎杀 挤头妖兽来见见险 许牛的话 立马就有一个男学生举起手 然后露出一个哭丧的脸道 许牛 老师我 能 去吗 许牛听到男学生的话一瞪眼道 你说呢 此时许牛的表情 就像你要是拒绝我就揍你 男学生只能唱微微地把手放下 心中想到完了 不行 他回家要叫他爸妈 努力多生一个了 众人的表情都和男学生差不多 一个一个都脸露惊恐 毕竟他们都是18、9岁的高中生 见识过妖兽的凶残 自然很害怕 许牛站在擂台上 双手抱毙看着众人的反应 也是内心爱口气道 一群温室的花朵 也应该让他们渐渐血了 而陆金安听到 要出城猎杀妖兽不但不害怕 反而有种去浇游的兴奋感 反正对他来说 就算是三阶妖兽 他也可以杀一杀 林维夏和冷力雪 表情都没有害怕 因为他们知道 许牛不可能真正让这些学生 独自一人去妖兽森林 猎杀妖兽的 肯定会派人保护他们 所以他们这次只要小心一点 肯定没有生命之忧 许牛继续说道 行了 大家也别害怕 明天会有学校的老师 和军方派来的人 保护大家的安全 只要大家有性命之忧 学校和军方的人 都会出手救下你们的 而且 你们猎杀到的妖兽 你们可以自己拿去换钱 也可以拿到学校换修炼资源 而我们这次猎杀妖兽 一共是二天时间 你们都带好帐篷和睡袋 食物等都准备好了 如果有条件的 多被点药吧 台下众人听到 有军方和学校老师保护 也心安点 但听到既然要地城外度过两天 他们就瞬间鬼哭狼嚎 啊 这还要在城外过夜啊 我不想去啊 两天都要在城外啊 这是人能干得出的事情吗 许牛老师还真是太好了 不挨走我们了 让我们去和妖兽拼杀了 今天回去我要把好吃的和好玩的 都吃一遍 玩一遍 我怕以后再也吃不到 玩不到了 许牛不管众人的鬼哭狼嚎 挥了挥手道 都回去准备东西吧 随后众人一个一个苦哈哈的 准备回家准备好东西去了 而陆金安则先打算用积分 多换几颗疗伤药 而林维夏和冷力雪 则过来问陆金安 要不要一起去万宝阁 买帐篷睡袋这些 陆金安自然点头同意 毕竟他也没有帐篷睡袋 刚好鬼面珠也拿去卖掉 第162章 准备物资 随后陆金安和林维夏 冷力雪三人便去兑换疗伤药 而陆金安本身还剩下225积分 他又兑换了三颗黄极中品疗伤丸 和三颗黄极上品气血丹 和三颗下品疗伤丸 现在陆金安的气血丹 有三颗黄极中品气血丹 和五颗黄极上品气血丹 还有五十颗下品气血丹 而疗伤药就有四颗中品疗伤丸 五颗下品疗伤丸 兑换完资源 陆金安又和林维夏 冷力雪两人 前去万宝阁购买帐篷 睡袋和一些压缩饼干 万宝阁12楼 陆金安先来到这里 把鬼面珠卖掉换点钱先 陆金安一走出电梯 就见到上次那个性感的女销售 陶曼清了 而陶曼清刚好也看到陆金安了 于是妩媚一笑地向陆金安打招呼道 先生又来卖东西 陆金安见到陶曼清这妩媚的笑容 也不由呆了呆 陆金安哥哥 你还认识这么漂亮的大姐姐 林维夏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像是一只生气的母老虎 而冷力雪也用冷冷的眼神 盯着陆金安 想看看他怎么解释 而陆金安也感觉到 身后那两道冷冰冰的目光 也是从陶曼清的妩媚一笑反应过来 连忙道 我只是之前来卖掉学校奖励的金刚元 刚好是这位小姐姐揭示我而已 怎么了 这时陶曼清也笑呵呵地走上来道道 对 这位先生确实是卖掉金刚元 我才认识他的 眼光自然看得出 身后那两个女孩子对陆金安都有意思 所以他就上来解释一下 毕竟他和陆金安真没有什么关系 同时 他也在暗暗吃惊 这位小弟弟竟然有两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喜欢他 怕是这两个女孩子应该都是学校的校花吧 而且 一个清纯可爱 一个清冷高冷 他们俩的颜值相比自己也差不了多少 他们两个人竟然会同时喜欢一个男人 不过 当陶曼清看到陆金安的脸时 也明白 为什么他能让两个校花都喜欢了 因为陆金安实在是太帅了 对于这些小女生来说 这么帅的男人自然喜欢 陆金安见陶曼清帮自己解释 也是点点头道 我们也是卖掉金刚元才认识的 林维夏也感觉自己有些大惊小怪了 陆金安来这里卖掉金刚元 认识这位大姐姐很正常 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林维夏也是说道 冷力血则没出生 只是没再用冷冰冰的眼神 看着陆金安了 陆金安也不管身后两个人什么反应 只是对陶曼清说道 我这次来也是卖掉妖兽的尸体的 陶曼清听道 也是点点头道 那请先生和两位可爱的妹妹 跟我去会客室吧 说完便在前面引路 陆金安也是转头对两人说道 我们走吧 说完便跟着陶曼清走了 林维夏和冷力血自然也跟上去 而陆金安的目光不自主地 又被走在前面的陶曼清 那圆润的屁股引起 不是陆金安老色批是这东西太吸引人了 而已经有不少男生都注意到 陆金安这一伙人 毕竟三个大美女和一个帅哥不注意到也难 甚至有不少男生都咽了咽口水 因为这三个不同类型的美女走在一起 太吸引人了 于是陆金安一伙人 在众多老色批的注意下来到会客室 陶曼清也很自然地帮三人都倒了一杯茶 然后这才说道 不知先生 你这次要卖掉什么妖兽的尸体呢 陆金安还是先喝一口茶道 我这次要卖掉的是 二阶十段的鬼面珠 说完又不紧不慢地 又喝了口茶 因为他发现 这茶还挺好喝的 而陶曼清和林为下 冷力血三人 听到陆金安说出的话 都被震惊丢了 什么竟然是二阶十段的妖兽 这可已经相当人类的五十一二段的实力啊 想要杀死他 起码也得是五十三段动手 才能杀死这二阶十段的鬼面珠 而陆金安这里 竟然有着妖兽的尸体 不过陶曼清 很快也从震惊反应过来笑着说道 如果是二阶十段的妖兽尸体 尸体内又有妖兽盒的话 最少也值一千万 而林为下和冷力血 听到陶曼清的话 也从震惊反应过来 不过他们两个都有些好奇 陆金安为什么有二阶十段的妖兽尸体啊 难道是自己去呈猎杀的 想到这林为下和冷力血 都觉得不可能 这可是二阶十段的妖兽啊 陆金安虽然杀死金刚元 但两者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 因为金刚元五者境界就可以对付了 而这鬼面珠 则要五十才能对付 相差一个大境界啊 陆金安似乎没看到三人的震惊 表情平静地说道 尸体内有妖兽盒 陶曼清听到陆金安的话 面露喜色道 那先生如果妖兽尸体检验通过的话 那我们万宝阁 可以以一千一百万的价格收购 陶曼清之所以欢喜 是因为如果是他接待的顾客 在这里卖掉妖兽尸体等东西的话 他也都是有提成的 如果这二阶十段的妖兽 以一千一百万成交 他就有十万的提成 所以他才这么高兴 陆金安听到价格 自己心中的价格差不多 陆金安本想卖掉鬼面珠 最多也就一千万 现在还比自己想象中多一百万 行 没问题 我们现在去验下霍仙 陆金安说道 陶曼清听闻自然高兴 然后带陆金安去专门妖兽的场地 随后陆金安也把斩到两半的鬼面珠 从空间戒指中放了出来 之后就有专门的人开始检验 这是什么妖兽 和检验是否成到二阶时段 一切检验完后都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陶曼清就和陆金安爽快地签下买卖合同 然后便是一千一百万到账了 而这过程中 林维夏和冷力雪 都是好奇地看着这一次切 毕竟他们还都没卖掉过妖兽呢 一切搞定后 陆金安就和陶曼清告别 随后三人便来到万宝阁的五楼 万宝阁五楼是专门卖生活用品的 也就是说帐篷 睡袋这些这里都有的卖 五楼就相当于一个百货商场 而三人到五楼后 逛了几圈都没看到帐篷在哪里 之后找了五楼的一位女销售才找到帐篷在哪 而帐篷在一个角落里 里面有几个帐篷打开做参考品 第163章 七人退出 而帐篷也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郊游民用帐篷 一类是城外军用帐篷 而城外军用帐篷也比民用帐篷贵上不少 因为军用帐篷肯定比民用帐篷结实 而且防水防雨也更好 更重的是军用帐篷扎营更方便 陆金安和林维夏 冷力雪三人自然都是选择比较贵的军用帐篷了 而军用帐篷也只有一种颜色 那就是墨绿色标准的军用帐篷 所以三人都不用怎么选择 一人拿一个军用帐篷 随后便是睡袋了 睡袋也分好坏 较贵薄暖效果越好 三人自然拿个贵的 之后就是食物这些了 陆金安随便拿了点压缩饼干 泡面 水这些东西 还有各种防蚊虫的东西都买上 毕竟在野外蚊虫肯定少不了 然后三人便去结账 每人大根用了六千块钱 其中军用帐篷最贵要四千多 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就二千多 不过贵的东西肯定有贵的好处 随后三人便吃了一顿中午饭 林维夏就叫司机搭冷力雪和他回家了 而此时 陆金安银行卡里已经有二千一百多万了 除了杀死张大彪奖励的一千万 就是卖掉鬼面猪的一千万了 此时 陆金安盘坐在别墅内的健身室内 准备把今天兑换的汽血丹拿来吃掉 因为经过这一周多的时间 陆金安已经完全把体内的丹毒给消化掉了 又可以重新吸收汽血丹了 也就是说 陆金安的实力又要一次大提升了 陆金安先拿出黄极中品汽血丹吞下 想试试黄极中品汽血丹和夏品汽血丹 哪个家的汽血多 陆金安吞下中品汽血丹 便有股强大的汽血传来 这是比夏品汽血丹强两倍的汽血 也就是说 相当于一颗中品汽血丹 它就有15点汽血 陆金安也连忙将汽血练化 一共就三颗 不过也加了45点汽血 随后 陆金安又拿出上品汽血丹 将它吃下 瞬间又比中品汽血丹强的汽血袭来 而陆金安连忙又练化 这一颗上品汽血丹 它练化能加40点汽血 也就是相当于两颗多中品汽血丹 又将剩下的四颗上品汽血丹吃下 陆金安又增加了200的汽血 加上中品汽血丹增加的45点汽血 一共245点汽血 在这过程中 陆金安也发现 这中品汽血丹和上品汽血丹的单独 明显比下品汽血丹少了很多 也就是说 如果下品汽血丹 它吞了100颗 那中品120颗 上品则是150颗 150颗上品汽血丹啊 一颗40汽血 也就是能增加6000汽血 可以让自己直接达到56段啊 不过这上品汽血丹 肯定比下品和中品都要贵 一颗起码得是40万块钱 2000万也最多买50颗吧 则则 陆金安现在已经感觉2000万不多了 算了 先不想这些东西 陆金安又把剩下的50颗下品汽血丹都吃掉 又增加了250点汽血 现在陆金安估计还差500汽血 就能达到52段了 看来晋级到50汽血 也需要大量汽血啊 系统的属性点 也渐渐跟不上它境界了呀 一天最24点属性点 根本就不够陆金安家的 也不知道 系统能不能升下级 随后 陆金安不再多想 又回到卧室睡觉去了 一日 五高一中的操场上 特训班的50人都集中在这里 而特训班的右边 停着三辆大巴车 这三辆大巴车 就是护送他们去妖兽森林的大巴车 而特训班的前面有校长 副校长各种领导 老师 甚至还有军方的人 而军方一名长的阴沟鼻 眼神也透着杀气 身上穿着中校军服的中年男人 看着特训班的50人 缓缓开口道 这次 你们学校组织 你们去妖兽森林猎杀妖兽 我们军方的学校 虽然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但在你们和妖兽战斗下 保护你们 总有可能来不及的时候 你们也随时可能会被妖兽吃 或者丧命 又有可能受伤 所以现在你们想退出的 请自己站出来 如果你站出 也意味着 你们将会退出特训班 而且 你们也不再有机会进特训班 因为特训班可不会收懦夫 连和妖兽拼命的勇气也没有 更不配享受特训班内的资源 现在给你们一分钟考虑一下 想退出这次猎杀妖兽之行的 就站出来 我可不希望你们 去到妖兽森林那里 才叫喊着退出 中校军衔中年男人 就扫视人群 想看看有没有人站出来 而特训班 众人听到中校军衔中年男人说的话 纷纷都各自讨论起来 他们听到这次 还是有生命危险 一个一个不由担忧起来 但退出这次猎杀妖兽之行 也就意味着 他们将会被退出特训班 他们可不想退出特训班啊 毕竟待在特训班 就有好的资源 和好的老师教训着 谁又想退出呢 不过有几个家里有钱的男女生 自动站了出来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这么缺特训班给的资源 他们家里完全也可以给 只是缺个好老师 但他们可不会真的去跟妖兽拼命 因为他们家里有钱 为什么要去的妖兽拼命 就算考不上武道大学 他们最多就是回去继承家产 所以他们 为什么要去城外和妖兽拼的你死我活呢 只有那些家里没钱的 魏伯一个前程 才会跟妖兽拼杀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面对站出来的几个人 面无表情 继续等待着 下个站出来的人 果然又有几个低着头站出来 因为他们站出来 总有古式逃兵的感觉 许牛在一旁看的也是摇摇头 他们其中就有两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其他都是家里比较有钱的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继续等待着一分钟 见没有人站出来了 就继续说道 很好 有七位同学自己站了出来 这七位同学都很聪明 学会保住自己小命 但在这我看不起他们 连和妖兽拼杀的勇气都没有 那就不配做武者了 而且 他们此时就想逃兵 在阙江上战时胆怯了 逃跑了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这一顿说 可把七人都说得羞愧地低下头去 不敢看特训班内的其他人 而特训班的内的人 则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盯着他们 想看看 是谁退出了 而退出的七人中 就有两个家庭普通的人 有些后悔了 第164章 不就是一个女生加入队伍吗 有什么好好教的 因为他们两个 是被一个前家里有钱的人 劝说出来的 现在他们俩 已经生出后悔之心 这两人其中 有个人咬咬牙道 报告 我能不能重新加入队伍 另一人也跟着说道 我也想重新加入 我不退出了 而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面对这两人的申请加入 只是冷冷说道 刚才我给时间 你们考虑 是你们自己站出来退出的 现在又想加入 那等到遇到妖兽 是不是觉得自己 又可以退出 既然自己站出来 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说完便不再管两人 而两人听到中校军衔的 中年男人的话 也是脸上一白 他们没机会了 再也加入不了特训班了 而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继续说道 现在大家出发 前去妖兽森林的 最前线军营 随后特训班的人 各自上车 老师 校长 副校长也跟去 毕竟 这可是他们学校 最精英的43人啊 他们也一定要确保 他们安全啊 而2号八车内 林维夏对着旁边的 陆金安 叽叽喳喳地说道 刚才那七人 竟然就这么退出了 而且不就是 跟妖兽拼杀吗 怕什么 又有老师和军方的人保护 而陆金安左手边是林维夏 右手边自然是冷力雪了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 也有些无奈 因为林维夏从上车到现在 一直在兴奋地 叽叽喳喳地说话 小嘴巴更是没停过下来 陆金安无奈道 行了 行了 知道你厉害了 不过就是太多话了 你看看冷力雪 人家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 不像你这么多话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 瞬间就愤怒了 你猜多话呢 我就喜欢说话 我就要说话 哼 陆金安见林维夏 像小虎一样发怒 只是摸了摸林维夏的头道 嗯 林维夏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这么敷衍的话 顿时就脾气更大了 一掌拍掉陆金安的手 然后双手抱胸道 哼 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陆金安面对像小虎母般 生气的林维夏笑了笑 转头看向在看戏的冷力雪道 还是力雪好 又听话又安静 说完还摸了摸冷力雪的脑袋 此时陆金安真想说 认真舒服 陆金安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自己这么喜欢摸别人的脑袋 冷力雪被陆金安搞得 顿时就耳根就红了 脸上也有点红韵了 冷力雪连忙转头看向车窗外 想让陆金安看不到他现在的表情 而林维夏 只能用凶狠狠的目光看着陆金安 像下一秒能把人杀了一样 同时在心里 骂陆金安个死混蛋 就这样等众人都上骑了车 三辆八车便出发向城外而去了 这一路上陆金安 就时不时痘痘灵为夏和冷力雪 出到城外的中途也遇到两次妖兽袭击 但这两次的妖兽只是一接妖兽 很快就被护送的军方人员杀死了 之后就平安无事 一直开到一座有水泥木头建成的军营 军营内有进进出出的士兵 进来的士兵们几乎一个一个身上都带着血 不知道是自己的血还是妖兽的血 而八车到达目的地后 众人纷纷下车 排好队等待指令 很快 那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就来到众人面前道 现在 你们就是在我们江城妖兽森林的最前端 只要走出军营 就能进入妖兽森林了 现在你们 自个开始组队 这里43人 那就三人一小队 多出一人 就随便找个队伍加进去 说完便看着众人 等待他们的组队完成 而林维夏立马说道 陆金安刚好我们三人一个队伍 希希 陆金安点点头确实 他们三人一个组队正好 冷力雪更没有什么意见了 在学校也就和林维夏 陆金安两人熟悉 不跟这两人组 跟谁组啊 不过其他人听到组队 有好朋友的纷纷组队在一起 大家都各自组队 但也有不少人来邀请林维夏和冷力雪组队 毕竟谁队伍里 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脸上 都是有光的事情 当然了 也有不少人邀请陆金安 毕竟他是全校最强的人 但都被三人拒绝了 很快众人都组完队伍 只剩下其中一个蒙妹妹队伍 那些全是男生的队伍 如狗温道士一样 疯狂地扑上去 邀请最后一个的蒙妹 最终那蒙妹选择一个男生组队 比强的队伍加入 这可把其他没有妹子的男生队伍 给气坏了 这妹子还真瞎了眼 他们这种优质的队伍不选择 竟然选择其他的 而那蒙妹加入的队伍的男生 纷纷挺胸抬头 一面骄傲的表情 同时还不忘了嘲讽两句 那些美女生的队伍 而陆金安真搞不懂 一个女生加入队伍 有这么骄傲吗 随后陆金安便向那些队伍炫耀 学校两个校花都在他队伍里 这可把那些队伍气得小牙痒痒 一个独占两个校花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剑都组完队伍了 于是继续说道 大家都组好队了吧 那就各自上来领一个手环 这个手环可以记录 你杀几头妖兽 也可以让你们求援 随后众人纷纷上前 各自领取一个手环 而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继续说道 大家领手环都各自戴上 如果遇到有生命危险 就可以呼叫手环 之后的一分钟内 会有人赶来 其实每个队伍 都会派舞者进阶的人 在后面盯着 一有危险 就可以出来救下他们 但中年男人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如果告诉众人 众人便会觉得有人跟着他们 他们反正死不了 那就得不到真正的生死淬炼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继续道 还有大家 在妖兽森林最外围兽兽列就好 因为最外围的妖兽境界 大多是一阶 最高可能也就二阶 但如果你们 进到真正的外围里面 可能就有二阶到三阶的妖兽了 所以大家记住 一定不要走去范围 因为越向离走 就越多高阶妖兽 好了 我说完了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大家现在可以出发了 众人听完 却紧张又激动 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去猎杀妖兽 真是又紧张和激动啊 而军营的各位老师 和军方的人都分配好 各自跟着的队伍 其中 陆金安的队伍 林鼎天和冷男生 都派了一名武师跟着 也就是说 有两名武师跟着陆金安的队伍 第165章 妖兽森林外围 妖兽森林很大 因为经过卫星测量 妖兽森林直径达到100公里 还没算上它的半径 所以 妖兽森林的 占地面积很大 同时 妖兽森林又相邻几十个三四线小城市 每个城市 妖兽森林的最外端 都建立一个军营 只要防止大量妖兽 逃出到城市的外围 但虽然有军营 镇守着大量的妖兽 也依旧会有小部分妖兽 会突破军营的防线 走进到各城市外 所以 各城市外 也依旧需要危险区 普通的市民 一般都不敢出到城外 那就是因为害怕 从妖兽森林中逃出的妖兽 而妖兽森林又分为 外围 内围 最内围 核心围 每围的妖兽阶级都不同 总结来说 越向李妖兽级别越高 妖兽森林外围 陆金安和林维夏 冷力雪三人都各自小心 警惕地前进着 虽然陆金安三人进入外围 都这里基本没有什么妖兽 要继续向里面走一点 才有妖兽出现 此时陆金安走在最前面 林维夏走在中间 冷力雪走在后面 因为这里数目太多 一般道路也只能通过一人 所以 陆金安就走在最前面 毕竟前面出现的妖兽几率比较大 冷力雪实力 也是舞者四段走在后面 也防止妖兽偷袭 而林维夏这小菜鸡 走在中间最安全 三人现在都各自身穿战甲 和手拿兵器 走在中间的林维夏 此时不满地嘟着嘴说道 怎么走了这么久 都没遇到妖兽 这走了都有半个小时了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 也是摇摇头道 你这个小妮子 这么想碰到妖兽吗 妖兽可凶残了 到时遇到你就害怕了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顿时不满地说道 哼 我才不害怕妖兽呢 我之前在学校都杀过妖兽 妖兽一点都不凶残 就在这时 陆金安的精神感知到 二百米外有一头妖兽 正在向他们不停地接近 接着妖兽的速度 大概十秒就接过到他们这里了 以这速度 怕只是一二阶妖兽 就算是二阶妖兽 境界应该也不高 不过也难说 因为有的妖兽是速度类的 有的妖兽是力量类的 所以如果是力量类的速度 应该不是很快 速度类的速度 肯定会比力量类的妖兽快 陆金安也是停止前进 然后后面的林维夏 就撞到陆金安了 哎哟 陆金安也是感觉到 背后被林维夏带球撞人 也是有些无奈道 你这小妮子 怎走路还看路呢 要是有妖兽出现 你怕事都不知道 林维夏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不满哼道 哼 明明是陆金安你先停下的 这才让我不注意撞上 陆金安此时也没控管 林维夏说什么 因为他感知到 妖兽距离他不足一百米了 面对妖兽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陆金安警惕道 前面有妖兽再不断接近 小心了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顿时就警惕起来 同时握紧手中的兵器道 哪里有妖兽 后面的冷力血也警惕起来 同时也四处扫尸 生怕妖兽从周围袭击过来 果然不到一会 前面出现一只体型巨大的 肌肉发达的狼 同时 全身的毛发是青色的 嘴巴处更是有两颗露出来的 长长的牙齿 此时这青色的狼 正在不停地奔跑接过三人 林维夏看到这狼也是惊呼出声道 这是青蜂狼 陆金安也感知到 青蜂狼在奔跑中散发出的气息 应该一接八段的妖兽 这种妖兽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没威胁 陆金安转头看着满脸紧张的林维夏 笑呵呵说道 这头一接八段的青蜂狼 就交给你释手了 林维夏点点头道 好 林维夏也没问题 这一接八段的妖兽 也刚好让他练练手 正在说话的功夫 青蜂狼已经张牙舞爪扑过来 陆金安和冷力雪则站到一边等着林维夏的动手 而林维夏也是提剑杀向腾空而起的青蜂狼 顿时剑和青蜂狼锋利的爪子相撞 当 两者都被各自击退 而林维夏的剑此时也在躲个不停 可想而知 青蜂狼刚才那一爪威力有多大了 而在一旁的陆金安在看着林维夏 如果林维夏真到生死关头 他就会出手救下 其实陆金安自己完全可以一击 就将青蜂狼杀死 但如果遇到妖兽自己都解决的话 那这次的猎兽之行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 要是遇到林维夏和冷力雪打得过的妖兽陆金安 都会让两人练练手 自己在一旁观看 如果他们遇到危险的话 自己才会出手 而在暗中的两名武士也在警惕 如果林维夏出现什么危险 他们也会立马出手 而此时 青蜂狼被林维夏一击击退 一直在用着凶狠的目光地 瞪着近在不远处的这林维夏 同时刺着牙 发出威慑的嘀吼 林维夏则是手中持着剑警惕地看着青蜂狼 就在这时青蜂狼也突然发动攻击 又是四肢用力一跃 然后腾空而起 两只锋利的爪子也杀向林维夏 林维夏则立马运用身法5G风飘躲开青蜂狼的一击 而青蜂狼一击也扑了得空 这时 林维夏又反攻过来 使用D级5G刺穿 刺向青蜂狼的眼球 青蜂狼面对林维夏这一击 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也向林维夏杀去 当 林维夏的剑尖被青蜂狼的爪子挡下 不过青蜂狼也被林维夏这一击打得倒退几十步 爪子处也有鲜血流出 毕竟是林维夏动用5G的 一击青蜂狼虽然挡下 但也受了点小伤 青蜂狼则是用眼神盯着林维夏 眼神透露的凶残也一览无余 同时也是继续向林维夏发起进攻 一时间 林维夏又和青蜂狼交战几个回合 两者都各有受伤 不过大多数都是青蜂狼受伤多 林维夏则是有战甲挡下伤害 所以说青蜂狼顿时处于下风 因为这样交战下去 林维夏迟早都会消耗死青蜂狼来 当 两者又是交战一回合 林维夏和青蜂狼这一回合 都各自没占到什么便宜 而青蜂狼不等歇一歇 又悍然发去攻击 但这次攻击青蜂狼的爪子上 覆盖上妖兽之力 顿时爪子就覆盖上青色的光芒 有点像人类舞者发动5G的样子 其实 妖兽也是有技能的 每个妖兽自身都会带几个技能 而技能的强弱 也是由妖兽种类的强弱有关 如水剑龟一类的技能 肯定比不上鬼面猪的技能强大 第166章 一拳杀妖兽 而鬼面猪的技能 也比不上金刚元强大的 所以 技能的强弱 也是跟妖兽的种类有关 这青蜂狼的技能 也属于中等 威力不高也不低 相当于人类用D级5G的模样码 灵维下面对青蜂狼这一招 气血立马加大覆盖到剑上 剑也因为被大量的气血冲刷 也发出嗖嗖嗖剑的颤声 然后灵维下便提着剑杀向青蜂狼的 很快两者就相撞 当 一阵长久的兵器碰撞声响起来 灵维下手中的剑和青蜂狼的力吊相撞 随后 灵维下便感觉到 自己剑身上传来的震荡感 震荡敢把灵维下的手臂给震发麻了 但灵维下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已经将青蜂狼的最强攻击挡下 现在轮到他反击了 同样青蜂狼的力吊 也给灵维下这一击给震的手臂在不停地抖动 但这还没完 因为灵维下使用了C级5G青蜂狼 所以剑的激励以海浪的形式 一浪一浪向青蜂狼的力吊震去 顿时青蜂狼就感觉力吊上传来 比前一次的冲击力还要强的冲击力传来 刹那青蜂狼就被震飞出去 青蜂狼手中的力吊 更是被震得血肉模糊 连青蜂狼的内脏也受到点震伤 口中更是吐出口血来 不过青蜂狼虽然受了重伤 但眼睛仍旧凶狠地盯着灵维下 妖兽的胸也在这一刻静展露出来 青蜂狼明明已经受伤 不但不怕 反而用凶狠的目光盯着灵维下 而灵维下在一击重伤青蜂狼后 便使用地级身法五击封飘 然后手中提着剑向青蜂狼杀去 青蜂狼面对袭来的灵维下 也扑了上去 顿时激烈的打斗声再次响起来 当当当 轰隆 而陆金安除了在注意灵维下 也时刻在注意着 四周防止其他妖兽突然出现 最终灵维下使用地级五击刺穿一击 将青蜂狼的喉咙给刺穿开来 而青蜂狼的喉咙鲜血 顿时像不要命般留下来 然后只能渐渐地倒到地上去 不过临死前 眼神仍旧透露着凶狠 没有害怕 只有凶狠 而灵维下也松了一口气 为了拿下青蜂狼 他的气血消耗得七七八八 而且身上受了点小伤了 陆金安也在这时走过来道 不错你 竟然能以五图九段的实力 独自击杀一阶八段的青蜂狼 可在陆金安话音落下 灵维下突然传出一股五图十段的气势 然后就突破到五图十段了 这可把陆金安静的 自己刚说完 灵维下这小妮子就突破了 其实灵维下突破也很正常 本来灵维下已经达到五图九段的顶峰狼 突破也就是这五六天的事 但经过他和青蜂狼生死一战 他体内的气血也因他生死一战被激荡起来 从而突破五图十段 灵维下顿时就感觉全身大量的气血突然出现 然后这些气血便流走全身 刹那 灵维下就感觉身体暖洋洋的 还有感觉到力量也增大不少 这种异状过一回才消失 这时灵维下的境界也稳固在五图十段了 而陆金安看灵维下突破完了 也是立马说道 维下快把青蜂狼的尸体 收进空间戒指内 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上走 在这里 青蜂狼的血腥味 不知道会不会吸引妖兽前来 灵维下点点头道 好 随后便跑到青蜂狼的尸体前 用空间戒指 把青蜂狼给收了进去 然后又小跑回到陆金安身边 陆金安也是不耽搁 立马继续保持之前的队形继续前进 然而没走多久陆金安 就感知到 二百万有一只妖兽 正在不断接近 不过这妖兽速度倒不快 看来是想偷偷来到这里 然后再偷袭他们 陆金安这次 也不能从速度来判断这只妖兽的等级 只能又停下来 转头对身后两人说道 又有妖兽不断接近 不过 我这次也不知道是什么等级 所以 你们两个小心点 灵维下和冷力雪 听到又有妖兽接过 也都是神情一众的点点头道 好 随后两人就时刻警惕四周 而陆金安则在感知 妖兽到哪里了 然后陆金安就感知到 妖兽此时在一百万不断接近 而陆金安 也顺着感知方向看去 果然望到有一棵大树上 轻微的晃动 应该 妖兽就隐藏在树上了 陆金安也是提醒身后两人到 妖兽在树上不断接近 你们小心点树上 随后在陆金安的精神感知中 妖兽又接近过来 此时距离它们不足五十米 而陆金安已经发现妖兽了 这妖兽好像是一只细小的猴子 看着好像和普通的猴子差不多 陆金安对着身后两人说道 你们小心 我已经发现妖兽了 我现在就去把它给杀了 化落灵微下和冷力血都没来得及 和陆金安说注意安全 陆金安就已经来到五十米处 妖兽隐藏的树下了 果然在树下陆金安就看到 这是一只细小的猴子 不过它长了四条胳膊 面上也像狼一样 有两颗锋利的牙齿长出 四条胳膊也长了四个锋利的爪子 此时陆金安顿时就感觉 这不像猴子了 而猴子似乎也感觉到陆金安的气息 立马向树下一看 果然就发现 有个人类在下里打量着它 顿时这怪物就立马向树下跳去 空中更是用那四个锋利的爪子 右左开弓 也就是右边两只爪子 从陆金安脸的右侧杀去 左边的两只爪子 从陆金安脸的左侧杀去 陆金安感觉到 这是一只二阶一段的妖兽 见它杀来 陆金安也不含糊 直接搅上一踏 然后普普通通的一拳 打向这怪物的腹部 轰隆隆 陆金安的拳头 速度很快 刹那就到怪物的腹部 那怪物本来想躲开陆金安这一拳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刚想躲开拳头 就已经打向他腹部了 而拳头 那恐怖的力道 也是传丢怪物的腹部 刹那那怪物的五脏六腑 顿时就被震碎了 口中更是有大量的仙徒出来 脸上的表情也是疼痛至极 而陆金安再打完一拳 就闪身到五十米外灵维下 和冷力学两人的地方 他可不想被那长得像猴子 又不像猴子的妖兔一身血 而那猴子 此时也没有力气 本来腾空而起的猴子 顿时就掉落在地上 轰隆隆 杂一声不大不小的声响来 而那怪物在地上挣扎二三秒 就已经不能动弹 彻底死去了 第167章 大裂骨 而此时 灵维下和冷力学 都被陆金安这惊人的速度给惊到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感觉陆金安就像一闪身 就到五十米的妖兽处 然后用了三四秒的时间 就将妖兽给解决了 随后更是从五十米外闪身 就到他们面前 这怕是用了闪现吧 不但灵维下和冷力学震惊 连身后两个暗中保护的武师也震惊 因为陆金安的 怕是已经能相比五十三段的速度了 这让他们怀疑 陆金安其实已经达到五十三段了 而陆金安见灵维下和冷力学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的 这么看着我干嘛 难道我脸上沾上妖兽的血了 陆金安边说的同时 边用手往脸上摸了摸 也没发现什么妖兽血 灵维下率先反应过来 立马忍不住好奇 向陆金安道 陆金安哥哥 你刚才是不是用了身法五纪啊 要不然 你能一下子闪到那边 又一下闪到我们这里 冷力学倒没说什么 只是也用好奇的目光 看着陆金安 想看看他有什么解释 陆金安听到灵维下的话 也是摇摇头道 我没用身法五纪啊 灵维下还没等陆金安说完就立马急到 那你为什么能这么快 快 灵维下这句 让陆金安想到不好的事情 请问如果一个女人 说你很好 你会想到什么 陆金安立马反驳道 我猜不快呢 我一点也不快 我很持久的 灵维下 冷力学 躲在身后的两位武师 这是说什么虎狼之词啊 冷力学搞不懂陆金安在说什么 于是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在说什么 灵维下也有些搞不懂陆金安说什么 只能歪着脑袋 一脸疑惑地看着陆金安道 可是你明明刚才一眨眼 就到那边去了 然后又一眨眼 又回来了 这难道不快 还有什么持久啊 陆金安被两人问得老脸一红 嗨嗨 是他想歪了 陆金安只能忽悠两人道 其实我的意思 就是说 刚才我的速度一点也不快 我还没使尽全力呢 灵维下和冷力学两人 听到陆金安的说的话 这才明白了 原来是刚才还没尽全力啊 只有暗中保护的两位武师 嘴角抽了抽 他们可不是小孩子自然明白 陆金安刚才说的话 这三人都不在一个频道上的 你以为他说的是那个 但其实他说的是那个 陆金安见两人都相信自己的话 也是连忙说道 我们去看看 妖兽死没死吧 说完便大大方方走过去了 灵维下和冷力学 也是赶紧跟上去 陆金安来到妖兽落下的地方 只见那妖兽 双眼瞪得大大的 好像死前遇到 不可意思的事情一样 而陆金安看了一会 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妖兽 只好等灵维下和冷力学 两人来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妖兽 灵维下和冷力学一过来 就看到妖兽的惨状 只见一只长得像猴子细小的妖兽 此时正躺在地上 嘴中更是血一直流个不停 眼睛更是瞪得大大 灵维下听到陆金安的话 思索一圈后 发现自己好像也不认识 这是什么妖兽眼 只有冷力学一眼就看出 是什么妖兽了 这是四爪猴 四爪猴一般在 在妖兽森林的外围和内围活动 同时 四爪猴最喜欢偷偷接近猎物 然后从树上一击杀死猎物 每年因为被四爪猴偷袭而死的人 达到一百多名 冷力学出口解释道 陆金安在一旁听的点了点头 果然身边有个学霸 再就是猴 无论什么妖兽都认得出来 不像灵维下什么妖兽也不认识 嗯 好像自己也一样 那就没事了 陆金安也不耽搁 把四爪猴收起来说道 好了 我们继续出发 随后队伍再次启程了 然后这一路上 也遇到三四头妖兽 他们的境界都不高 一接妖兽陆金安 就让灵维下去打 二接妖兽 就让冷力学去打 陆金安他自己 就在一旁观战 这么一看来 自然好像才是来旅游吧 不过这一路上 陆金安终于出手了一次 那就是 遇到二接时段的妖兽 陆金安也是一刀秒了妖兽 然后灵维下和冷力学都知道 他自己是武士境界了 两人都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 这让陆金安内心 多多少少有种得意 毕竟谁被两个笑话 崇拜恐怖的 都会忍不住得意吧 就这样 陆金安一行人 来到妖兽森林的外围的大猎谷 大猎谷是一条 很长很宽的裂缝 里面也有二十米多深度 而这条大猎谷的形成 还有一个传说 传说这大猎谷 五十年前是不存在 只是因为 五十前一个强大的武者 闯入妖兽森林猎杀妖兽 然后被妖兽森林中 最强的妖兽钉上 两方就在这地方 展开激烈的战斗 然后 两方都打得不分上下 但人类强者 不知道使用什么秘术 直接让气血大爆发 然后更是使用 S级五级斩向妖兽 妖兽顿时就被 一刀斩得烟飞毁灭 而这地下 也被人类强者 斩出大猎谷 所以也形成这大猎谷了 而这妖兽森林 最强的妖兽 也消失了 陆金安看着这笔飞机 还要大十倍多的猎风 也是咽了咽口水 这是无者能做到的 这怕是能堪比神 而且 陆金安也感觉在这裂缝中 好像有什么精部的东西 正在注视他们 林维夏也感觉到了 立马向陆金安害怕地说道 我们离远点这地方吧 我总感觉 有东西盯着我 冷立血也冷冷到 我也感觉好像有东西盯着我们 陆金安立马点头道 我们离开这地方吧 随后三人 就快速离开这大猎谷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当他们离去后 大猎谷的裂缝中 突然出现一双 巨大的红色的眼睛 而周围一公里的妖兽 都变得瑟瑟发抖 像是遇到什么大恐怖一样 而陆金安三人 离开那大猎谷 也都是各自松口气了 刚才那种被东西盯着的感觉 实在太不好受了 林维夏也是拍了拍胸膛道 我怎么感觉 这大猎谷中有东西盯着我们呢 太可怕了 陆金安也点点头道 接下来两天 尽量远离这大猎谷 随后陆金安看了眼天色 发现太阳已经下山了 很快就天黑了 陆金安也没空 在管大猎谷的事情 只说道 太阳快下山了 我们必须要找个好地方扎营地 第168章 你听我解释啊 一座地势平坎的小山上 这里没有小山上 没有树木很空旷 是一片不错的扎营营地 所以陆金安三人 便在这里又把帐篷扎了起来 一人一个帐篷 刚好三个 其实扎两个就够用的了 因为今晚肯定要轮换首页 要不然晚上妖兽来袭击 都不知道呢 但林维夏说扎三个帐篷 一个可以用来洗澡用 另外两个睡觉用的 陆金安都被林维夏的脑灰搞猛了 这还用洗澡 陆金安就问道 那你有这么多水洗澡吗 林维夏听丢陆金安的话 脸上一脸得意道 我空间戒指储存了很多水 三个人洗澡足够了 陆金安也只能无奈地点点头道 行吧 先做晚饭吧 陆金安搞不明白这种环境下 还用洗澡吗 自己直接倒头就睡就行了 女人还真是麻烦啊 陆金安哪知道林维夏 和冷力血和妖兽战斗一天 身上沾上不少血和灰尘 也流了不少汗 所以他们俩这才想洗个澡的 而陆金安也开始制作今天的晚饭了 从空间戒指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无烟煤炭球 将它点燃 然后拿出今天杀的一节铁皮小猪 一半烤一半红烧 再准备几样菜和素食米饭 而林维夏则烧起水 冷力血则在警惕四周看看 有没有妖兽会靠近来 很快林维夏就烧好水 然后便去那用来洗澡的帐篷 洗起澡来 哗哗流水声不断响起 这可把在做饭的陆金安 都忍不住用眼睛 向林维夏洗澡的帐篷偷描 可惜帐篷挡住一切了 但还是能从帐篷的影子中 看到林维夏曼妙的身影子 这让陆金安都无心做饭了 一直用眼睛偷描林维夏洗澡的帐篷 同时内心想到 没想到 林维夏 这好妮子身材这么好啊 前面大 后面翘 就在这时林维夏也洗完澡 开始穿衣服了 陆金安敢紧装 没事发现一样 专心致志地在做饭 随后她发现她烤糊了 不过也没事 直接把烤糊的放回空间戒指中 然后又拿出新的烤上 这时林维夏也湿漉漉地走出来 林维夏没有穿战甲 而是穿上普通的衣服 脸上还有水珠没擦干 但这也给林维夏 平添了几分出水芙蓉的美 林维夏晚早就和冷力雪换岗 现在轮到冷力雪洗澡 林维夏观察四周 这可把陆金安开心坏了 嘴一脚都忍不住上扬 嗨嗨她绝不是老色批 只是害怕冷力雪洗澡时 有妖兽偷袭 所以才观看她 很合情合理吧 冷力雪也将烧好的水倒好 然后看了看在专心致志 做晚饭的陆金安 这才放心地提着水 进去洗澡 而陆金安在等冷力雪进去后 就用眼光偷偷描向洗澡的帐篷里 顿时陆金安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冷力雪的身材 和林维夏的身材相差无几 但冷力雪的胸比林维夏小一点 但各有各的美嘛 自己一点也不介意 正在陆金安偷看时 陆金安突然感到 有强烈的杀气传来 顿时陆金安心中就暗道不好 有妖兽 随后陆金安快速翻滚落地随后 迅速拉开距离 然后陆金安一抬头 就看到虎视眈眈的林维夏了 嗯 怎么回事 哦 原来不是妖兽啊 是魔老虎啊 林维夏已经被气得银牙紧咬 小脸通红怒道 原来刚才你一直在偷看我洗澡 陆金安瞬间就变成苦瓜脸 怎么感觉林维夏比妖兽还恐怖呢 维夏呀 你听我解释啊 林维夏立马双手捂住耳朵道 我不听 我不听 陆金安 林维夏随后继续说道 你看我洗澡就算了 你竟然连冷姐姐也看 真坏你啊 啊 这这 陆金安明白 林维夏生气什么了 原来不是生气自己偷看他洗澡 而是生气自己偷看冷力血洗澡 就在这时冷力血穿戴整齐走了出来 脸上也有没擦干的小水珠 脸颊更是有点红韵 这一幕 如果让其他男生看到确定 愿意少三十年寿命 冷力血本来还在洗着澡 随后便听到林维夏的声音 说陆金安偷他洗澡 直接让他害羞了起来 然后赶紧穿好衣服出来 陆金安见冷力血的模样 也不由呆了呆 太美了 谁能想到高冷笑花 竟然也会害羞呢 冷力血本来就害羞了 被陆金安直勾勾盯着更害怕了 只能低着头 不敢看陆金安 这小女人一幕 可把陆金安开心坏了 现在陆金安恨 不得立马冲过去 将冷力血包入怀里 林维夏 明警号 陆金安 你看你都把冷姐姐整害羞了 你还看 你个臭流氓 老色P 大混蛋 林维夏骂道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辱骂 也是不惯着林维夏 直接走到林维夏身后 啪啪两下 就打在林维夏的屁股上 顿时还在大骂的林维夏 立马羞红了脸 骂声更是停止下来了 只剩下和冷力血一样 通红的脸颊 哼叫你冤枉我 不给你点教训都不行 陆金安哼着说道 林维夏顿时头上 都要害羞地冒出气来 头更是低着下下的 不敢看冷力血和陆金安 陆金安见到林维夏 这副模样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怎么刚才还大骂的林维夏 变成鸵鸟了 陆金安看状也是闪身道 好了 我去做饭了 对了 记得观察四周 有没有妖兽 说完就闪身去做饭了 因为他觉得 这里的气氛 实在是太怪了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 要去做饭这一抬头 就看到同样羞红的脸的冷力血 两人也都是迅速低下头 就这样 直到吃完晚饭 怪异的气氛才结束 而三人吃饱 坐在山上 看着天空上美丽的风景 当然陆金安 也时时刻刻警惕着周围 林维夏看着天上的星星道 好美的星星啊 陆金安则是有点困了 打着哈欠说道 再美不够你美啊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这句话 本来还在看星星的他 瞬间脸红低下头了 陆金安也感觉自己嘴快了 前世在视频看的情话 张口就来 陆金安连忙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 是你和冷力血都很美 冷力血也害羞地低下了头 陆金安有些无语 看着两个像鸵鸟一样 低着头的两人 自己一句话 就能让两个女孩害羞了 就像别人一句话 就能让女人为他花几十万样了 不过还真别说 好像真可以啊 第169章 夜邪 而就这样 三人坐了一会 林维夏和冷力血 则都回帐篷休息去了 只剩下陆金安守夜 现在也才七点多钟 陆金安守到晚上十一点 而后就到林维夏 从十一点守到三点钟 而最后 是冷力血从三点钟 守到七点钟 漆黑的天空中 闪烁着点点星光 圆圆的月亮 也照亮整个妖兽森林 而妖兽森林 也时不时传出妖兽的吼声 还有夜晚轻软吹过来的风 而陆金安躺在地下 抬头观着天边上的点点星光 同时也享受着安逸 这一切 让陆金安都感到很安逸 相比繁荣的城市 陆金安好像更喜欢 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当然如果没有实力 在这种环境下 可能就不是喜欢了 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下 很快就让陆金安困意袭来 于是 陆金安就半睡半醒地 浅浅睡一下 而脑海中的精神感知 也一直在感受着 周围的风吹草动 一旦有妖兽到精神感知的范围内 陆金安就立马能察觉 随着时间的一推 妖兽森林 好像也陷入了沉睡 妖兽的吼叫声 也渐渐少了起来 只是时不时突然想起 两声妖兽的吼叫声 而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中 威闲也悄悄在接近 山下一只长的头顶上 长着两只荧光色的头角 身体上更是肌肉鼓鼓 四肢健壮 宽圆的肩膀 高挺的胸脯 结实地像钢装铁柱一般 同时身上也长满黑色的长毛 此时 这头像人的妖兽 用他那闪烁着红芒的眼睛 盯着山顶上 嘴巴处那腥臭的口水 正在不断地滴落地面 像是闻到什么美味的食物一样 随后 这头长得像人形的生物 就缓慢地向山顶走去 危险也悄然道来 此时半睡半醒的陆金安 手机也震惊起来 陆金安瞬间就睁开双眼 然后起身 因为现在已经11点了 到林维夏那小妮子守夜了 果然过不久 林维夏就揉着眼睛 打着哈欠从帐篷走出来 像是一样没睡醒的模样 陆金安见到林维夏这模样 也是额头冒出黑线 他还真怕 这小妮子守着守着一睡着了 到时有妖兽上来都不知道 林维夏迷迷糊糊地 走到陆金安那里 然后含糊不清道 陆金 到我了 哈哈 陆金安 X 实锤了 林维夏这模样 肯定守着 守着就睡着了 陆金安有些无奈地 摸了摸林维夏头发 乱哄哄的脑袋道 你这模样 怕是守着守着 我们就没了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清醒一点问道 嗯 什么 为什么守着守着 你们就没了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 也是悠悠说道 因为我们都被妖兽吃掉了 啊 这 林维夏有些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被妖兽吃掉 行了 行了 我和你一起在这里守吧 免得你睡着了 我们被妖兽叼走 你都不知道 陆金安还真不放心 林维夏这副样子 在这里守夜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瞬间明白怎么回事 顿时闹了的大红脸 不过林维夏嘴上还嘴硬道 我才不会睡着呢 陆金安没管林维夏 只是又躺下来 双手枕着头 看着天空的星星道 我信你 就怪了 林维夏 林维夏瞬间就张牙舞爪地扑向躺在地上的陆金安道 我咬死 我才不会睡着呢 陆金安没想到 林维夏竟然就这么扑下来 然后手脚还在不停地乱动 牙齿更是想咬陆金安的肩膀上 陆金安可不想被咬 他还想活九点啊 因为被林维夏咬不知道要不要打狂犬针啊 连忙抽出一只手 接住在怀中乱动的林维夏道 行 行 你不会睡着 我相信你 林维夏被陆金安接在怀中 然后听到陆金安说的话 这才满意横道 哼 这才差不多 同时 林维夏这才感觉到 陆金安那炙热胸膛和身体 顿时又让林维夏变脸红了 刹那林维夏内心就忍不住休一想到 为什么陆金安的身体这么暖和 好想在他这怀里待一辈子啊 而然陆金安下一秒 就一把林维夏给推倒在地上 然后快速站起身 用精神力仔细赶之四周 被推倒在地上的林维夏 此时脸上的表情是这的 民警号 陆金安 为什么突然 把人家推倒在地上啊 好歹说一声 林维夏 愤怒站起来 让他愤怒的是 陆金安既然不说 就将自己推倒在地上 有这么嫌弃自己吗 陆金安可没空管林维夏的怒火 快速说道 快去 把冷力血叫醒 有一只很强的妖兽 在接近 本来还在生气的林维夏 听到陆金安也是一愣 但很快反应过来道 好 说完立马边走边喊道 冷姐姐 有妖兽来了 快起来啊 另一边躲在山顶一处角落的两位武师 此时也神情一众 因为他们也感知到有一头三阶妖兽在接近 而且还不弱 两位武师知道 陆金安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过 所以现在 他们要立马救人 快去救人 两位武师一口同声地说道 然后两位武师便以飞快的速度 前去陆金安呢 而另一边陆金安将手中的糖刀也拿出来 眼睛也看向上山的那条路 在他精神感知中 那妖兽已经不足他一百米了 所以他应该很快就从这里上来 果然下一秒就有一头 头顶上长着脚直立行走的生物走出来 陆金安看着那头直立行走的生物 也是神情一众 因为这头妖兽虽然高只有三米多 但身上 那恐怖的肌肉 和那三阶妖兽的气势 都让陆金安压力大量 毕竟是三阶妖兽啊 陆金安也是第一次遇见 而且这气势 起码相当人类的五十五六段 不过陆金安感受到这妖兽的气势 也是松口气 起码自己还可以打一下 应该这头妖兽 是三阶二三段 如果是四五段 就相当人类五十七八段了 而冷力雪和灵围下 都穿着战甲走出来 当他们两人感受到 妖兽身上的气势的时候 也是下了一惊 这三阶妖兽 怎么会出现在妖兽森林的外围 不是三阶妖兽都在内围吗 难道偷偷跑出来的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被三阶妖兽盯上了 陆金安没空管两人 只能头也不回到 等一下我和这妖兽战斗 你们两人跑远点 现在陆金安可没空 分心照顾两人了 他要时刻防备着三阶妖兽 第170章 这银角牛怎么这么不对劲 可是 林围下还想说什么 他就被冷力雪拉住了 随后冷力雪对林围下摇摇头道 我们在这里 只会拖累陆金安 随后冷力雪 不管林围下反不反对 便拉着林围下向后面跑去 不过冷力雪脸上 也和林围下浮现担忧的表情 但冷力雪 还是拉着林围下向后面跑去 而林围下也是边跑边时不时 回头看着陆金安的背影 陆金安赶之身后两人跑远后 也松了口气 毕竟等下他和妖兽打起来 可能顾不了他们两个 而冷力雪和林围下向后跑时 刚好迎面遇到两个中年男人 以极快的速度接近 散发的气息也是达到50了 而在奔跑过来的 两位中年男人 见到冷力雪和林围下 也眼睛一亮 然后立马快速接近 而冷力雪和林围下 也都眼睛一亮 因为他们都认出两人了 冷力雪连忙道 陈叔快去救金安啊 林围下也一口同声道 林叔快去救金安啊 听到两人的话 两位中年男人也是立马明白 可能是那小伙子 拉住妖兽 让他们两人先走了 不过 他们两人也不放心 丢下自家的小姐在这里 然后去救那小伙子啊 林围下见两人都没动 立马着急道 林叔你快去啊 等下陆金安就遇到危险了 而另一边陆金安 看着妖兽那独特的两只引脚 和直立行走的方式 也是从记忆中知道 这是一只叫引脚牛的妖兽 而在妖兽中 引脚牛也属于战斗力最强一类 而且这引脚牛的战斗方式 与人类的战斗方式差不多 引脚牛一样是用拳和脚 甚至有的引脚牛还会用兵器 简直就是另一个版本的人类 引脚牛此时 正在用星红的眼睛盯着陆金安 对于逃走林围下 两人看都不看 因为他能感觉到 这个人类身上有很浓郁的气血 明显站在这里的人类 比那两个弱小的人类 有吸引多了 引脚牛泻红的眼睛 直挺挺地盯着陆金安 嘴中的口水 忍不住向下流 同时还在发出喵喵的声音 像急了电车上的痴汗 再不远处的陆金安 见引脚牛这模样 也是一阵恶寒 这引脚牛怎么猥琐呀 该不会这引脚 牛也有强人 所难的爱好吧 应该不会 妖兽至少应该不会这样吧 陆金安时 再忍受不了引脚牛 那炙热的目光 连忙使用雷闪 同时挥舞着手中的 堂刀杀向引脚牛 刹那陆金安 就闪到引脚牛面前 手中的刀 也砍向引脚牛的脑袋 想一刀把 引脚牛的脑袋给砍下来 而引脚牛反应也极快 当陆金安挥刀砍来时 也是猛地扭动脑袋 用脑袋上的双根引脚 抵挡陆金安砍来的刀 当 引脚牛的双根引脚 和陆金安的刀相撞 顿时就发出一声 兵器碰撞声 同时刀和引脚 也磨蹭出火花 而陆金安也额头青筋抱起 手中的刀 也逐渐加大 力道向下压 想一刀 砍到引脚牛的脑袋 引脚牛 也感觉 脚上加力大增 也是脖子处 青筋抱起 加大力道 向陆金安顶去 同时口中 还发出 摸摸两声 刹那陆金安 就被引脚牛的脚 给顶得倒飞出去 陆金安也没想到 引脚牛的力量 竟然这么大 自己本来 只有八万斤力量 然后又吐噬这么多的气血丹 也增加五百多气血 而力量 同时也增加两万斤 也就是说陆金安 有十万斤力量了 相当于五十四段的力量 现在竟然就这样 被引脚牛 给顶飞了 陆金安 被顶飞出二十多米远 这才掉落在地下 地面也和陆金安 来了一阵 亲密的接触 瞬间让陆金安的五脏六腑 震得一阵难受 不过 倒没什么大事 幸好自己的防御比较强 要不然非常被震出口 老血不成 正在这时 引脚牛红着眼睛 流着口水 摸摸叫了两声 那肌肉鼓鼓的大腿 猛得一踏 就像躺在地上的陆金安杀去 陆金安的精神感知 也察觉到引脚牛症 以极快速度杀来眨眼 就要到他身前 陆金安来不及猛的 向左一滚 然后 引脚牛那只牛蹄刹那 就把陆金安刚 踩躺的地方 踩出一个大坑来 同时咔嚓咔嚓声 也不断响起 周围十米内的地面 也被鱼波给震碎开来 而陆金安躺 在地上看着那 近在咫尺 长着黑色毛发的牛蹄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怕好自己躲 不对滚的 快要不然怕 是他都被踩爆脑袋 陆金安来不及多想 刹那又一个翻滚 然后又一个 空翻立马跳起来 但这时引脚牛 那肌肉鼓鼓的大腿 又踢来 陆金安看到 又是那长满黑毛腿毛的牛蹄踹来 你这牛蹄长满腿毛了 不过陆金安 也手中的刀 也像条件反应般 向牛蹄斩去 当 刀又和牛蹄 碰撞在一起 又火星四箭 然后陆金安 就被震退一两步 而陆金安的手臂 也被震得一阵发麻 然而 莫等陆金安休息一会 引脚牛 又用他另一条 长满黑色毛发的腿 踢向陆金安 陆金安 星号M 有完没有了 老师用这 长满腿毛的腿 踢向自己 陆金安又挥刀 下引脚牛这一脚的攻击 手臂 再次被震发麻了 陆金安也趁着攻法 联盟用雷闪拉开距离 然而引脚牛 似乎不想放过陆金安 脚上一塌地面 又向陆金安追去 而陆金安见追来的 引脚牛也是回头 挥动手中的刀 挥出两道 雷光斩杀向引脚牛 然后继续拉开 和引脚牛的距离 然而引脚牛 面对两道雷光斩 只是摸摸两声 然后挥动那强壮的手臂 砸向两道雷光斩 轰隆隆 引脚牛轻松地 把两道雷光斩砸爆 不过引脚牛的拳头上 也划出长长的伤口 身上也被雷光斩的爆炸 给烧乎一点肉 甚至引脚牛受伤了 但是这些 对于皮操肉厚的引脚 牛来说都是小伤 陆金安也成功拉开距离 然后又向引脚牛挥去 两道雷光斩 然后又斩去两道雷光斩 顿时四道 雷光斩杀向引脚牛 而引脚牛 面对四道袭来的雷光斩 也是摸大吼一声 然后挥动那像铁石的拳头 轰向四道雷光斩 刹那释放出一个 血红硬的拳头 就飞向四道雷光斩 引脚牛释放出一个 血红色的拳头 还不满足 又挥动一次拳头 又释放出一道 血红色的拳头 轰向四道雷光斩 第171章 啊 林叔 你怎么也受伤了 轰隆隆 轰隆隆 刹那 引脚牛打出两道 血红色拳硬的拳头 就和四道雷光斩 顿时猛烈的爆炸就产生来 而两者对撞的 中心周围数十米内 都被爆炸波及 但还是有两道雷光斩 穿过爆炸 继续向引脚牛杀去 引脚牛 面对杀到近前的 两道雷光斩 只能连续挥动 那如磐石般坚硬的拳头 砸向两道雷光斩 轰 轰 那两道雷光斩 也被引脚牛的拳头 砸爆开来 但引脚牛自身 也被震飞七八步 同时 另一只拳头 也划出两道 深可见顾的伤痕 刹那 鲜红色的鲜血 就像不要钱般 快速往下流 引脚牛感受到 自己两边拳头处 都传来疼痛感 瞬间就怒了 摸得大叫一声 然后两只牛体 猛地一塌地面 挥舞着那流淌着 鲜血的拳头 向陆金安砸去 而被引脚牛 两脚踏过的地面 也寸寸碎裂开来 严陈更是四起 刹那 引脚牛的速度 很快就来到 陆金安面前了 陆金安甚至来不及 拉开距离 只能把气血 覆盖在刀上 然后也脚上一踏 也挥动刀 挡向引脚牛的拳头 哄 两者相撞 顿时音爆声又响起来 然后陆金安就被打飞五六步 而引脚牛 同样也后退三四步 此时陆金安感觉 整条手臂 又被震得发麻了 同时刀还轻微 像颤抖着 而且发出嗡嗡的声音 就连陆金安退后 所踩的地面 也都被踏出几个大坑来 而引脚牛 被击退三四步时 刚想又发动攻击 突然有一柄长枪 从引脚牛的身后的心脏刺来 幸好引脚牛反应很快 连忙身体偏移 让长枪刺不成心脏处 虽然引脚牛的偏移 让长枪没刺到心脏处 但引脚牛的肩膀 向下一点处 也被刺穿一个大洞 鲜血也是大量地往下流 不一会引脚牛所占的地面 都被鲜血染成血红色 引脚牛感觉到身上的疼痛 插那引脚牛又暴怒了起来 而这十次 在引脚牛的长枪 也从肩膀处抽出来 引脚牛这时 也猛地转身 手中那拳头 挥出血红的拳印 打向从他身后偷袭的那个人 而身后的 名为林叔的中年男人 也挥动手中的长枪 释放出武技 来抵挡引脚牛的这一击 没错 这就是负责保护小队的 两位武士之一 而还有一名武士 则是在保护林维夏 和冷力学两人 当名为林叔的中年男人 赶到陆金安这里时 就看见陆金安和引脚牛 打得难舍难分 而且陆金安身上 爆发出的气息来看 也是属于武士气息 这让林叔很震惊 因为陆金安这种年纪 竟然就是武士了 而且还和三戒引脚牛 打得难舍难分 简直就是怪物 不过他也没空多想 因为引脚牛和陆金安刚对拼完 这个时候 也是从背后 偷袭引脚牛最好的时候 于是 林叔就便用D级5G烈火枪 直接从引脚牛背后刺去 但可惜被引脚牛躲开了 不过还是重伤了引脚牛 毕竟引脚牛肩膀 已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而且血液也不断流下来 陆金安也注意到林叔的中年男人了 不过陆金安没多想 因为他知道这 肯定是负责保护他们小队的军方 或者是学校老师的人 也是趁这机会 手中提着糖刀杀向引脚牛 和林叔的中年男人 一前一后打配合 而引脚牛面对两人 一前一后的配合 顿时就被打得身上伤痕不断 而陆金安甚至趁一个空隙 使雷光斩将引脚牛腹部 又斩出一道大疤痕来 差点就将引脚牛肠子斩断 但就算这样 引脚牛也算再次被重伤了 随后 引脚牛渐渐地被两人给消耗死了 而倒在地上的引脚牛 此时的身躯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痕 同时鲜血也不断在流下来 已经把周围的地面 给染成血红色了 而陆金安也是松了口气 谁知道 刚才和引脚牛的拼杀中有多危险啊 要是一不小心 还真可能被引脚牛给杀来了 这时 林书的中年男人 也看着满身是血的陆金安 也是称赞地开口道 小伙子可以啊 没想到你 竟然也是武士镜 而且武技这些 也都达到大成 怕是比一般的武士还要厉害 而且 你在这种年纪达到武士 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陆金安面对林书的中年男人的称赞 也有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道 还好吧 其实陆金安很想说 这都是因为我开挂了 才这么厉害的 漆黑的夜里 在破碎的战场上 此时林维夏和冷力雪 都担心不已地看着满身是血的陆金安 林维夏率先开口道 陆金安你有没有事啊 你有哪里受伤了吗 我这里有黄极上品的 疗伤丸给你吃 说完 便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颗金黄的疗伤丸 递给陆金安 而冷力雪 则没有林维夏这么多话 只是手同样 也出现一颗金黄的疗伤丸 递给陆金安 陆金安看着两人递过来的疗伤丸 也是有些无奈笑了笑道 我吃自己一颗下品疗伤丸就好了 而在一旁同样满身是血的林书 也是可怜巴巴地看着林维夏 她很想说 小姐你没看到 我也满身是伤吗 但林维夏哪里会在意她 现在林维夏满眼都是陆金安的身影了 林维夏见陆金安拒绝还是有些担忧道 下品的疗伤丸会不会要笑不好啊 要不你还是吃我的颗上品的吧 冷力雪更直接把她手中的上品疗伤丸 硬塞到陆金安手中 林维夏见状也有样学样的 把上品疗伤丸塞到陆金安手中 啊 这这 陆金安看着两只手 两颗上品疗伤丸也是有些猛逼了 真的是小伤啊 有必要用两颗上品疗伤丸吗 就像手指被刺到一样 有必要送医院吗 陆金安刚想还给两人 就见两人一脸担心地看着她 陆金安见两人的表情知道 还给他们肯定不会收回的了 于是只好把两颗上品疗伤丸放到空间戒指中 然后再拿出一颗下品疗伤丸吃下去 毕竟用两颗上品的疗伤丸只这么一点小伤 有点大材小用了 这颗下品疗伤丸只自己身上的伤丸全足够了 而这时林维夏这才有空注意林书 然后也发现林书身上也满是血 顿时也是惊到 啊 林书你怎么也受伤了吗 第172章 妖兽习鹰 林书听到林维夏的话也是嘴角抽了抽 现在小姐你才注意到我也受伤了吗 还默等林书说什么 林维夏就说道 不过林书你这么厉害这点小伤肯定死不了的 林书 大小姐真双标啊 刚才那小伙子明明也是小伤竟然这么关心 而我受小伤就是肯定死不了 林书 而这时被一位武师看着倒在地上 死不明目的银角牛 也是奇怪地开口道 这只三阶妖兽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外围这里呢 不对啊 平时三阶妖兽一般都只是在内围的 怎么会跑出外围呢 而且眼睛处更是血红 我记得银角牛的眼睛一般不是血红的 这时林书则是大大咧咧地拍了拍那位姓陈的武师的肩膀道 有什么不对 可能就是妖兽自己从内围跑到外围寻找食物而且 刚好让我们遇上了 而且这种事情在妖兽森林之前也不是有时候会发生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陈武师听到林书的话摇摇头道 可是这妖兽的眼睛怎么是血红色的 而且三阶妖兽一般都不会踏出内围的 林书则还是毫不在意道 妖兽眼睛红可能只是没睡好才红的吧 陈武师别大惊小怪的 那名姓陈的武师听到林书的 也只好觉得自己是多想了 一日 清晨那火红的太阳缓缓升起 光亮也缓缓破开黑夜照亮美丽的清晨 山顶上也能最先看到太阳缓缓升起的美丽画面 此时陆金安还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昨晚陆金安和妖兽战斗一晚 便感觉到困意就倒头就睡了 而守夜导不用担心 有两位武师和林伟侠 冷力血四人相伦手 而陆金安包裹睡袋就睡在地上 然后便迷迷糊糊感觉到眼睛亮起一道光芒 也让从睡梦中的陆金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然后陆金安就发现原来是天亮了 而这时林伟侠也走过来 叫醒陆金安吃早餐了 早餐只是由一瓶牛奶和一个面包构成 虽然很简单 但陆金安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三人吃饱喝足便准备再次出发 这次他们三人打算就在这周围寻找看看 有没有什么妖兽 不再继续向前行走 因为继续向前走的话 可能又会遇到更高阶的妖兽 而且他们只要度过这一天 他们今晚就可以返回军营了 所以也不能走太远了 动 一头二阶六段的妖兽应声而道 而陆金安也缓缓将手中的刀收入翘中 这是他们今天遇到的第五头妖兽了 让陆金安感到奇怪的是 这五头妖兽中 五头都是二阶以上的实力 林维夏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 因为二阶妖兽对林维夏来说 两者实力相差太大了 而冷力雪今天也只是杀死 一头二阶一段的妖兽 其余四头都是让陆金安一刀秒的 不过让陆金安感觉奇怪的是 为什么这外围的森林中 一头一阶妖兽也没有了 而且还全部都是二阶的妖兽 甚至陆金安三人 还看见过一头三阶的妖兽 不过陆金安三人 只是远远看没接近 而且更重要陆金安发现 这几头的妖兽之中的眼睛 都是血红色的 这让陆金安想起 那头银角牛的眼睛 也是血红色的 这让陆金安不禁想起 白石周说的百年兽巢 难道这就是百年兽巢的前兆 不过陆金安起码确定 妖兽森林 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安全了 现在外围就出现二三阶妖兽 谁不知道会不再过久 一点外围就出现四阶妖兽啊 就在陆金安想事情时 就感觉自己手上戴的手表一阵 而后就听到 林维夏那小妮子的惊呼声 什么 现在就结束这次的训练 返回军大营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惊呼 也是查看七手表 果然看到一条紧急通知 各位同学现在 因为妖兽森林的不正常形象 军方和学校决定 停止此次的训练 请各位同学 尽快返回军营 陆金安我们现在就要返回军营了 训练也结束了 林维夏在一旁开心地说道 陆金安点点头道 那我们现在返回营地吧 军营 军营的操场上 已经有不少同学已经返回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血迹 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妖兽的 而且每个人都一脸疲惫 不过疲惫的脸上也有忍不住的开心 这场特训终于结束了 谁能知道这一天多时间里 他们怎么过来的吗 每时每刻都要防备妖兽偷袭 而且有事还要和妖兽拼杀 要不是有老师和军方的人保护队伍怕事 早已死去一大半了 更别说今天他们早上 都是遇到二阶妖兽了 这还打个毛线啊 能别被二阶妖兽吃掉都好的了 幸好学校暂停了这次的特训 然后他们就被老师和军方的人 护送回来了 而陆金安和林维夏和冷力雪他们 早已回到军营 此时三人一样在这军营等待着 但突然军营外面有人大喊几声道 有妖兽席营 有妖兽席营 随后军营内便响起刺耳的警报 呜呜呜呜呜 军营的警报响起整个大营 随后便听到响亮的各种枪响起来 更是有爆炸声 还在军营内的军人纷纷穿上装备 拿起武器就向军营的大门处奔去 更是有广播声音响起来道 军营外面有30头妖兽 发动小型兽巢攻击军营 请各队迅速去军营门口处 消耗妖兽 军营外面有30头妖兽 发动小型兽巢攻击军营 请各队迅速去军营门口处 消耗妖兽 这让在军营操场上的学生 一时间也惊慌失措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有30头妖兽席攻军营 这一切都让学生们惊慌起来 不过 这群学生倒没有乱喊乱叫 也没有四处乱跑 明显和妖兽拼杀过的他们 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见到妖兽 就掉头跑的人了 而军营枪炮声不断响起 更时不时有妖兽的嘶吼声 同时还有时不时士兵们一声惨叫声 不知道是受伤了 还是被妖兽杀死了 而陆金安默默站起身 然后对林维夏和冷立雪说道 你们两人在这里 我出去看一下 林维夏也是连忙说道 陆金安外面危险 不要出去 说完还拉着陆金安的手 不让他出去 冷立雪虽然没说什么 但同样也不希望陆金安出去 第173章 五接妖兽 然而陆金安对两人的挽留 只是笑了笑 拉开林维夏的手道 你们安心在这里 我只是去外面看看 而林维夏还是不放心陆金安出去 担忧地说道 陆金安现在外面有很多妖兽 你出去会有危险的 林维夏的话 声音虽然不大 但也让操场上周围的同学都听见了 操场的同学听到陆金安 要去外面纷纷劝说道 是啊 现在出去外面的妖兽 很多会有危险的 就是啊 没听到外面枪炮声 不断响起来吗 陆金安同学 你出去干嘛吗 我们待在这里等妖兽巢过了 再出去也不迟啊 现在出去 肯定给妖兽巢撕碎的 陆金安仿佛没听到众人的劝说一样 转身从空间戒指中 把唐刀拿出来 然后低头看着手中的 唐刀缓缓到 我们为什么能心安理得地待在这里 而让外面的军人 却和妖兽拼死拼活 难道他们的生命不是命吗 难道营外的军人 就没有家人朋友 或许他们和我们一样 同样是十九二十的小伙子 而我们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待在这里 我记得我的老林说过 真正的武者 面对于危难中 从来都不会退缩 必定遇难而上 以自身的拳头 守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我陆金安 虽然也贪生怕死 但我也是 一位真正的武者 说完便拔出唐刀 向军营大门奔去 本来还想劝陆金安的人 也都沉默无语 是啊 他们凭什么心安理得待在这里 让外面的军人去拼命 凭他们是学生 还是令他们年轻 但可别忘了 他们可还是一个武者啊 楚飞扬看着向大门口奔去的陆金安 也是小声喃喃自语道 没想平时不着调的陆金安 认真起来是这么帅 而林维夏 也呆呆看着陆金安去的背影 也是喃喃自语道 陆金安真帅 冷力雪则和林维夏一样 看着离去陆金安的背影 也是在心中默默想到陆金安你真帅 就连李东也下意识到 让陆金安给装到了 很快 林维夏也反应过来 喃喃自语道 不行 我也是一个武者 不能让陆金安独自一人去冒险 想到这林维夏 也是从空间戒指拿出兵器来 随后对着向远处奔去的陆金安道 陆金安 你等等我啊 说完 林维夏也跟着陆金安向军营门口奔去 而冷力雪也紧跟身后 林叔和陈武师对视一眼 也快速跟上去保护自家的小姐 而楚飞扬见状中二之魂也燃烧起来道 老子生死看谈 不服就干 然后就拿出武器 向军营大门跑去 李东见楚飞扬都跑去 也是大骂一声道 特么的 逼都让你们装完了 然后也是拿出武器 向军营大门口跑去 而那些有血性的 纷纷拿出武器 向军营大门跑去 只剩下四五个胆小的人留在原地 陆金安一出大门 就看到有上百个军人 站在门口够起一道防线来 冲锋枪或者机枪 对着奔来的妖兽不停地射击 突突突 各种枪响在不断响起 同时子弹壳也在不断掉落 然而奔来的妖兽面对机枪或者冲锋枪 只能打破妖兽皮层 根本就伤不了多少奔驰而来的妖兽 面对这种情况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立马叫人用火箭筒或榴莲炮 刹那轰隆隆的炮声也不断 向发疯奔驰而来的妖兽 也被炸得皮肉绽开 更是妖兽被炸断腿 但这妖兽不但没停下冲锋 反而更加快速度了 这时 陆金安释放出四道雷光斩 顿时就斩落四头跑在前头的妖兽 而那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还以为是他们军中哪个隐藏的高手出手呢 结果发现 不是他们军中的人 而是那群来特训的生瓜蛋子 这让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大惊 因为刚才能一次打倒四头二阶妖兽的 起码都是武师 这如果不让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震惊呢 一个十七八的学生竟然是武师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瞬间感觉自己半辈子都活在狗身上了 不过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没来第几想这么多 因为妖兽很快就要冲到军营前面了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拿出一条烟点燃 然后猛地吸了一口 随后叼住烟手中 把执刀拔出来 枪 刹那庞大的气血就覆盖上刀身上 顿时雪白的执刀就缠绕上咄咄火焰 然后中年男人就猛然挥动手中的 直刀横斩向奔驰而来的妖兽 顿时 一道由火焰组成的巨大的刀斩 向奔驰而来的妖兽斩去 由火焰组成巨大的刀斩出现的那一刻 军营门口处的温度也抖着升高 甚至让不少军人都热出汗来 而由火焰组成的刀斩眨眼 就杀到奔驰而来的妖兽 刹那前面五头妖兽 瞬间就被斩开两半 然后火焰组成的刀斩 继续向后面的妖兽斩去时 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金刚猿 挥动那散发着金光的大拳头 轰向飞来的火焰组成的刀斩 双者就像火星撞地球般 猛然发出剧烈的爆炸 轰隆隆 刹那方圆石里都被爆炸波及 爆炸的灰烟也是四起 顿时就遮住众人的视野了 而这时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这时半眯着眼睛 把口中的烟拿下来猛地吸了一口 然后缓缓吐出烟雾 这一幕让陆金安看的 都要把眼珠瞪出来 这恐怖如斯啊 紧紧爆炸 就波及了方圆石里处 这绝对是一个高高手 而且陆金安也感觉到 中年男人身上的气势 也比自己强十倍 不对应该是百倍 正当众人以为危险解除时 就看爆炸的烟雾渐渐散去 只看那金刚猿 还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这让众人都很震惊 谁也没能想到这金刚猿这么厉害 连这恐怖的一击 都能完好无损地挡下 而这时 金刚猿在远处拍着胸膛大吼一声 吼 感觉耳朵要聋了 而且 众人还能感受到 这金刚猿绝对很强 金刚猿吼完一声 就立马带着又从 妖兽森林增加的 一百头妖兽奔向军营 顿时地面便是地震般不断震动 像急杀过来的妖兽大军 中年男人 也眉头都快皱在一起 这金刚猿 起码得是五阶啊 难办了 不过中年男人 还是双脚猛地一蹬 向金刚猿挥刀爆射而去 绝对不能让金刚猿靠近过来 因为他和金刚猿的打斗 绝对会波及到军营的 第174章 混战 两个呼吸间 中年男人就闪到 金刚猿前手中的刀 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金刚猿的脑袋斩去 但金刚猿反应也不慢 那双帽着金光大拳头 也猛然轰向中年男人的刀 同时口中还发出一声嘶吼 吼 众人又被金刚猿这一声嘶吼 给震得耳朵发聋 在金刚猿身边奔跑的妖兽 更是被气息震得倒飞出去 而妖兽大军 似乎收到金刚猿的指令 狂奔的妖兽 从中间分开两条道来 避开金刚猿和中年男人战斗的战场 一左一右继续向军营杀去 也就在这时 金刚猿的冒着金色光的拳头 和中年男人的刀相撞 刹那巨大的音爆声也响起来 中年男人手中的刀 也是加大力量 把金刚猿的拳头向下压去 但金刚猿的力量相样不小 双者就僵持在这 中年男人也感到金刚猿那恐怖的力道 牙齿也不禁死死咬住烟嘴 而面对妖兽大军的继续袭来 军营门口处 枪声和炮声也是继续不断响起来 而陆金安也时不时挥动刀 斩出两道雷光斩 就在这时陆金安突然听到林维夏的声音道 哼陆金安你也不等我 陆金安也是转头看去 身后有林维夏 冷力血 楚飞扬和李东等众人都拿出来武器 在严阵以待 楚飞扬踢着大刀对陆金安道 我可不会让你抢我的风头去了 不就是杀妖兽吗 我最擅长了 李东手中踢着长枪 也摆了个骚包的姿势 对陆金安道 这一次我一定比你杀得多妖兽 陆金安见状星也是不由一暖 原来他并不是孤身作战 他身后还有许多同学们 你们自己小心 别死了 陆金安笑了笑说道 李东听到陆金安的话 第一个不服道 我才不会死呢 倒是你小心点 楚飞扬也摸了摸脑袋凶狠道 放心 这小小妖兽能带我和 就在说话时 妖兽大军已经快冲到防线了 而这个距离枪和炮使用 就不怎么方便了 因为枪的攻击力有量 一旦让妖兽近身拿枪扫 还不如拿刀砍实在 而炮近距离内能是难发挥作用 毕竟一不小心 可能就炸到自己人了 于是就有军官大喊道 弟兄们拔刀冲啊 那些士兵们听到军官的大喊 也是纷纷把手中的枪丢下 然后拔出直刀来 枪枪声也不断响起来 而军官则身先士卒 第一个站出来 看着奔驰而来的妖兽大吼一声 杀呀 说完 军官便第一个向妖兽冲锋而去 有了军官的带头 身后的士兵们也纷纷喊道 杀呀 一个一个跟在军官身后 猛地冲上去 而陆金安见到这幕 也知道真正的战斗要开始了 只能对林维夏和冷力雪说了几声 注意安全 然后陆金安就提着刀杀了上去 而身后的学生 早就被战场的气氛感染 纷纷鬼哭狼嚎地喊杀呀 还有人喊干死他们 像极小混混打架的场景 很快 军营的人就和妖兽相碰 刹那喊杀声和妖兽嘶吼声震天 各个士兵们都拿着武器和妖兽拼杀 顿时就有血腥味蔓延开来 而陆金安则对上一头二阶时段的青风狼 陆金安手中的刀挥出 两道雷光斩 就轻松将青风狼给杀死 然后陆金安又去寻找其他妖兽猎杀 而林维夏则是找了一头一阶妖兽拼杀 但是他身后跟着林书这个武师 而冷力血无者境界 自然找二阶妖兽拼杀了 很快 陆金安又杀死两头二阶妖兽 正当陆金安想找下一个妖兽时 就发现楚飞扬正在被二阶妖兽围攻 楚飞扬被打得岌岌可危 随时就可能被妖兽杀掉 而周围的其他人都各自和妖兽拼杀 也没有能力救他 陆金安见到这一幕 当然是不可能不救楚飞扬的 刹那挥动手中的刀斩出 两道雷光斩杀向那两头妖兽 刺了 刺了 两头围攻楚飞扬的凶兽 瞬间就被陆金安斩到两半 两头妖兽的血液 也只喷射到楚飞扬脸上 此时楚飞扬虽然被妖兽的血液 喷在面上 但是他明显一愣 因为他也没想到 两头凶神恶杀的妖兽 就这么死了 不过明显在战场上 愣神会有致命的危险 又有一头二阶妖兽 想从后面偷袭他 被陆金安看见 又一刀斩了 楚飞扬听到身后妖兽的惨叫声 也是连忙转头一看 然后看到一头妖兽 又被分成两半了 随后便看到陆金安 这 陆金安无奈道 在战场愣神 是不是想找死啊 楚飞扬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有些不好意思道 谢谢 楚飞扬看身后妖兽 被斩到两半就知道 刚才前面的两头妖兽 也是陆金安杀 是陆金安救了自己 而且还救两次 陆金安摆了摆手道 你自己小心点吧 说完便转身继续去寻找妖兽杀了起来 而楚飞扬也跑去帮助其他同学 轰隆隆 动 中年男人又和金刚员交手一次 音爆声也再次响起来 而两者战斗的周围 已经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了 中年男人 此时也把嘴中的烟头吐掉 因为再不吐掉 就该烫嘴了 这金刚员 是吃什么长大的 怎么又硬又大 马的 每次和金刚员碰撞时 握刀的手臂 都是一阵发麻 金刚员又大吼一声 向中年男人杀来 这让中年男人 都不自觉掏了掏耳朵 这金刚员每次攻击都要吼一声 他自己都快被吼龙了 中年男人随后也挥动手上的刀 身影更是如鬼魅般 杀向金刚员 轰隆隆 两者的碰撞 又有音爆声响起来 周围的地面 也是被两者的余波 震起隆隆的烟尘 让周围黄沙满天 而处在黄沙中心的两者 又轰隆隆地打斗起来 地面也受余波不断震荡 更时不时有大火量 从黄沙满天的尘世中冒出来 就连远处的战场 也能感受到 大地在不断震动着 而且还时不时有 巨大的爆炸声响来 明显那边的战场打得很激烈 中年男人 又使用出B级5G 烈火冲天虎斩 向金刚员那巨大的身躯 长长的火焰 顿时化为老虎般 冲向金刚员 金刚员也不甘示弱 冲着杀过来的火焰化的老虎 大吼一声 一道一道 音波刹那 向火焰化的老虎袭去 而火焰化的老虎 也张牙舞爪地扑上去 第175章 势不可挡 刹那火焰化的老虎 就和金刚员的音波相撞 那些音波不断地 轰在火焰化的老虎的身上 一道一道地 将火焰化的老虎削弱 但火焰化的老虎 也是顶着音波继续向前 而没过一会功夫 金刚员的音波 也被消耗完了 而火焰化的老虎 倒没有刚才出来的 那种冲天的气势了 不过仍旧恐怖惊人 金刚员见自己的音波 竟然没消灭 这只火焰化的老虎 也是有W 想用多一次音波攻击 但火焰化的老虎 突然间加速 张牙舞爪地扑高金刚员 像极一只 从地狱来的恶虎 金刚员面对着 近在咫尺的火焰虎 也是立马 挥动那冒着金光的大拳头 打向火焰虎 火焰虎刹那 就被金刚员打的气势又一弱 金刚员的拳头 也是一拳不断打在火焰虎上 而火焰虎 也在不断被削弱 火焰虎又被金刚员打一拳后 本来不被暴打的火焰虎 竟然突然趁着金刚员 还没过来的空隙 一头撞在到金刚员 那庞大的身躯上 刹那 火焰虎就像一颗爆炸一样 突然爆炸开来 火焰瞬间把金刚员 庞大的身躯覆盖住 金刚员也发出一声惨叫 吼 另一边陆金安也遇上大麻烦了 陆金安看着那高 五米长七米的蜈蚣 也是神情一重 从气息来看 应该是三接妖兽 此时那蜈蚣的十八条角 在不停地走动着 而那个长出一排排的尖牙 正在不停地动着 还有那身上鲜红色的皮甲 而那两只小到可怜的眼睛 也在盯着陆金安 陆金安最看不了 这些妖兽恶心的模样了 身形刹那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蜈蚣杀去 手中的刀也挥舞着向蜈蚣砍去 刹那 陆金安就杀到蜈蚣面前 一刀砍下蜈蚣的头 然后发出当的一声声音 陆金安被蜈蚣外表 那坚硬的皮甲挡下了 而这时 蜈蚣好像才反应过来 立马抬头张着大嘴 向陆金安咬去 然而陆金安一击眉尘后 也是使用雷闪闪到蜈蚣身后 这也让蜈蚣咬了个空 而陆金安此时 站在蜈蚣身后的鲜红色皮甲上 使用雷光斩斩向蜈蚣的身后上 陆金安甚至能看到蜈蚣里面的肉来 而蜈蚣的身后伤口处鲜血 也顿时在不断飙出来 正当陆金安想继续攻击时 蜈蚣的前半身顿时围绕过来 同时 蜈蚣还张着大口 向陆金安咬去 陆金安只好先躲避开来 但蜈蚣的明显不想放过陆金安 继续不停地追着陆金安 那十八条脚也跟着动了起来 然而陆金安就在这时 转头又两道雷光斩斩向 追来蜈蚣的头部 刹那 蜈蚣的头部又出现两道伤口 鲜血也从头上流到脸上 让蜈蚣看得恐怖至极 蜈蚣也愤怒地嘶吼两声 然后从口中喷出上百条小蜈蚣 射向陆金安 陆金安面对上百条小蜈蚣手中的刀 顿时就挥舞着密不透风 一条一条飞来的小蜈蚣也被斩落地下 而地下甚至那些被斩到两半的小蜈蚣 还在动弹 过一会 这才死去 蜈蚣见陆金安 把自己的小蜈蚣都挡下来 又张大嘴 从口中喷出几百条小蜈蚣 继续杀向陆金安 陆金安在杀完第一波蜈蚣后 见右袭来第二波蜈蚣 也是一个闪身躲开他们 然后立马挥出四道雷光斩 从不同方向杀向蜈蚣 咔嚓 扑齿 陆金安的四道雷光斩 又让蜈蚣的身体的四处受伤 毕竟蜈蚣身体太长 根本就没办法护住 但这也把蜈蚣激怒了 嘴巴一张 口中就有一千多只小蜈蚣被吐出来 但同时 蜈蚣的身体也变短一些了 而小蜈蚣落地 就立马爬向陆金安 加上之前的几百只 现在起码有一千几百只蜈蚣 向陆金安爬去 陆金安看着地下这只蜈蚣 也是一阵头大 他可没有什么群弓技能啊 这么多蜈蚣 怕是很难一瞬间杀死 而且谁知不知 这蜈蚣还会不会继续吐小蜈蚣啊 看来只能快速解决这条大蜈蚣先了 想到这陆金安身上的气息 再再度爆发 而且气血也快速覆盖全身 身上刹那就雷霆缠绕着 陆金安感受身内强大的力量 也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双脚猛地一蹬 就来到大蜈蚣身前 手中那流走雷电的刀 也全力砍下 刹那蜈蚣还没反应过来 头处就多了一道 深可看骨的伤痕 但是这还没完 陆金安在这一瞬间连劈了十几刀 蜈蚣的脑袋瞬间被劈得血肉模糊 但蜈蚣竟然还有意识在不断动着 陆金安又使用出二合一的雷光斩 眨眼就把蜈蚣的脑袋给斩落下来 而蜈蚣那庞大的身躯也轰然倒地 随后陆金安这才解除气血覆盖住全身的状态 然后更是清理起小蜈蚣来 中年男人看着血肉 被烧得有些焦黑的金刚元也是碍了口气 这B级5G竟然只是让金刚元受点小伤 正在这时 金刚元在远处则是挥动拳头 然后就有金色的拳印向中年男人砸去 同时金刚元又嘶吼一声 用阴波攻击继续攻去 中年男人面对砸来的金色拳印 也是挥动手中的刀斩出一道火焰杀去 阴波攻击则是继续斩出几道火焰挡住 轰隆隆 仍旧两者的碰撞又响起爆炸声 阴波攻击也被火焰解 中年男人身影一闪 就来到金刚元身前挥动手中的刀斩向金刚元的脑袋 金刚元没反应过来 就被中年男人斩在脑袋上 顿时就划出长长的口子 还有鲜血流出来 不过这些对于体型强壮的金刚元都是小伤来的 金刚元立马伸出大手 想抓住中年男人将他捏爆 但中年男人又躲闪开来 然后又一口气挥出几十盏火焰斩 轰向金刚元的身躯 轰隆隆 轰隆隆 爆炸声也是不断响起来 然而金刚元不管身上的爆炸 只是继续挥动拳头 向中年男人砸去 中年男人因为没想到 金刚元既然不管身上的伤势 反而继续向他攻来 顿时就被金刚元打中一拳道飞出去 然而 金刚元可不会放过中年男人 那庞大的身躯也走动起来 继续向中年男人挥拳而去 中年男人面对这种情况 只能尽力挥动手中的刀斩出火焰 向金刚元击去 第176章 两个宝藏女孩 动 又是一次对撞声响起来 中年男人被金刚元那巨大的力气 打得后退几步 而金刚元则是趁机 又追上来对着中年男人 开始猛输出 中年男人也被金刚元 一时打得落往下风 只能拼命用刀抵挡 但九手必失 很快中年男人 因为来不及抵挡住金刚元的拳头 被打得倒飞出数十米远 然而那狂暴的金刚元 依旧继续追去 那巨大的拳头 也想继续轰向中年男人 拳头锁过之处空气 都被排挤出去 从而发出巨大的音爆声 但中年男人 也趁道飞出去的机会 连忙使用C级身法5级拉开距离 让金刚元这一拳落了个空 随后中年男人 便气血流走全身 然后气血又覆盖全身 简单来说 就是气血 从体内和体外都覆盖住 中年男人 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比之前强二十多倍 也是不自觉地低头 看着自己的手 然后握了握紧 变成一个拳头 就在这时 金刚元也咆哮着 向中年男人冲来 同时还挥出一道 巨大的金色拳印 那巨大的拳印 刚好能将中年男人的 全身都覆盖住 然而中年男人 面对那巨大的拳印 没有恐惧 只是挥动手中的刀 挥出一道长六米的火焰 就轻松将拳印斩爆开来 轰隆隆 爆炸声又响起 同时两人到攻击的中心 也被爆得四分五裂 大地也塌下去 一大片地方 阎尘也随着大地的塌陷 吹飞出来 中年男人 挥出一刀后 立马脚下一蹬 大地就出现一个大大的深坑 腾空而起 然后手中的刀 也由上向下斩去 顿时 中年男人手中的刀 就化为一道长十米火焰 向金刚元斩去 而金刚元 也同样大吼一声 一道恐怖的音波 也向中年男人手中 刀化的火焰袭去 但金刚元这攻击 也仅仅是 阻止中年男人的攻击一丝丝 中年男人手中的刀 依旧向火焰向下斩去 金刚元也只能也用出杀招 只见金刚元 大吼一声 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然后把体内的妖兽力 都覆盖上又拳上 然后又拳头上 就金光大闪 比之前还要亮十倍多 金刚元看从半空 斩来的刀 也是大吼一声 猛地挥拳而出 刹那就有一道 巨大的金光拳印出现 他这拳头 甚至比刚才大了十倍多 也就是 大概一个大房间大小 而中年男人 斩下来的刀 就像皮肤焊术般 显得有些自不量力了 中年男人 显然也知道他 这一刀 是不是打得过金刚元 全力一击的 也是身上的气血 拼了命像是不要前斑 疯狂涌进刀内 刹那刀身 那十米长的火焰 顿时又变成 三十米长的火焰 向下斩去 眨眼功夫 三十米长的火焰 就和金刚元的 巨大的拳头相撞 一秒 二秒 三秒 咔嚓咔嚓 轰隆隆 两者碰撞在一起时 没有半分音响 直到三秒过后 才传来那巨大的破碎声 和恐怖的爆炸声 起码方圆一百里的人 都能听到 这巨大的爆炸声 与此同时 金刚元的金色全硬 也被斩碎开来 那长三十米的火焰 也变成二十米的火焰 继续向金刚元斩下 眨眼二十米的火焰 就要到金刚元面前 而那体型巨大的金刚元 只能恐怖地 看着这刀身上 带长二十火焰向下斩来 因为现在 就算金刚元想防御 已经来不及了 扑斥 咔嚓 金刚元刹那 就被那带着 二十米长火焰的刀身 斩到两半 而那只金刚元 临死前眼中 还有浓浓的恐怖 这头高境界的五阶妖兽 也切底死去了 而另一边战场 因为有陆金安等人加入 帮他们分担许多压力 妖兽大军们 也被他们轻松地屠杀干净 此时陆金安的战甲 和脸上满是妖兽血 陆金安解决完三阶的蜈蜈蜈蜈 他就四处帮助 有危险的同学和军人 现在他一共已经杀了 二十头二阶和三头三阶妖兽 可以说 陆金安是这场战争中 杀的最多妖兽了 而陆金安现在气血 也消耗完了 同时身体也感到很疲惫 扫尸一周 看没有妖兽 就再也撑不住 累晕过去了 军营 军营病床上 本来还在昏睡中的陆金安悠悠醒来 同时也是 不自觉地缓缓睁开眼 然后就看到头顶上的 军绿色的帐篷 陆金安眨了眨眼睛 然后猛地一下就坐了起来 我不是在和妖兽拼杀吗 怎么会在这 哦 好像妖兽被灭完后 我就累晕过去了 睡觉48小时奖励48属性点 这时 还在床边睡觉的林维夏 也被陆金安的动静吵醒了 被吵醒的林维夏不但不生气 反而一脸开心道 陆金安你醒了 陆金安这才注意到 自己躺在一张军绿色的床上 同时也发现林维夏 就睡在自己的床边 还默等陆金安多想 林维夏就继续开心说道 陆金安你睡了两天一夜 终于醒来了 真是太好了 我还以你受伤了呢 陆金安见林维夏 在床边唧唧喳喳喳的样子 但脸上还是掩盖不住脸上的疲惫 想来林维夏这段时间都在担心 我没有好好休息吧 想到这陆金安不禁有些心疼道 你这两天都在照顾我吗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先是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道 不是这两天 我虽然是一直在照顾你 但冷姐姐也一直和我在一起照顾你 而冷姐姐则是刚才去领早餐了 陆金安听到林维夏和冷力雪这两天 都在照顾自己 也是心里暖暖的 同时也说道 行了 我没事了 你快去休息吧 一看你就没睡好觉 都有熊猫眼了 林维夏听到说 自己有熊猫眼也是哼道 还不是这两天照顾你才有的 而就在这时军帐外 也突然传来冷力雪开心的声音 陆金安你醒了吗 话落就见冷力雪心冲冲的小跑进军帐中 脸上掩盖不住的兴奋 同时手中还提着三份早餐 陆金安见冷力雪这开心的模样 也是心中一暖道 刚刚才醒的 同时陆金安也见到冷力雪 和林维夏一样 脸上也是有些疲惫 冷力雪立马开心的拿着早餐 递到陆金安面前道 陆金安你吃早餐 陆金安见冷力雪脸上 那开心的笑脸 还在旁边林维夏 也掩盖不住的笑脸 顿时觉得 冷力雪和林维夏 都是宝藏女孩啊 同时也按道 自己这辈子 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竟然有两个宝藏女孩 这么关心自己 不过好像 也是走狗屎运了 连穿越和系统 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第177章 陈操丢失 陆金安连吃着早餐 便问林维夏和冷力雪道 特训班的人怎么样了 有没有人受伤的 林维夏先回答陆金安的问题道 特训班人 几乎人人都受了伤 不过都是小伤 但是也有五个同学受了重伤 不过你放心 军方已经用最好的药剂 给他们都治好了 陆金安听到特训班 众人没事就好了 也是点点头道 没事就好 随后 陆金安便和林维夏和冷力雪 两人闲聊几句 就让他们俩回去先休息了 而陆金安自己便下床走出帐篷 想看看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陆金安出来 就能闻到一股很大的血腥味 虽然很难闻 不过陆金安也没好奇 血腥味从哪里来 毕竟军营死了这么多妖兽 血腥肯定会很重 至于这血腥 会不会吸引妖兽前来 陆金安感觉应该不会 因为这么大的血腥味证明 肯定有大量妖兽死过 其他妖兽要是没有组织的话 一般都不敢靠近的 还有就是 那五阶妖兽的血腥味 肯定能给那些低于五阶的妖兽一个震慑 所以现在妖兽 甚至都不会靠近的军营 而陆金安刚走出门 就有几个军人看到陆金安 就立马向陆金安 恭恭敬敬地进了个礼 因为他们现在整个军营都知道 这位少年从妖兽口中 救下他们许许多多他们的同志 这让整个军营的人 都很敬重陆金安 更别说陆金安自己独自杀死 二十头二阶妖兽 和三头三阶妖兽了 这战绩可以说 妖兽大军的十分之一的妖兽 都是陆金安一个人杀死的 别小看只是十分之一 而军中几位武士境界的人 杀得最多 一人杀死六头二阶妖兽 和一头三阶妖兽 从这可以看出别区来了吧 陆金安这战绩 要是在军中 肯定会被称为兵王 陆金安见几位军人向他敬礼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还是连忙敬回个礼给他们 然后陆金安又走几步 又看到几位军人 那几位军人 也是向陆金安敬了个礼 陆金安更加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这几个也给我敬礼啊 不过陆金安仍旧给他们回了礼 随后没走几步 就遇到其他军人给他自己敬礼 所以陆金安一边敬礼 一边走路 直到遇到走路一蹶一拐的楚飞扬 陆金安立马走上向 拍了拍楚飞扬的肩膀道 楚飞扬你 怎么走路变成这样的 是不是伤到腿了 楚飞扬听到熟悉的话 便知道是陆金安了 然后只能尴尬地转过身道 哦果然是被妖兽 弄伤了腿 要不然走路怎会一蹶一拐的呢 难不成还被妖兽报了局 怎么可能呢 自己想太多了 而楚飞扬虽然在微笑 但表情有点僵硬 像是强颜欢笑一样 就在这时 一个军穿白大褂的军衣走过 看到是陆金安立马立正 给陆金安敬了个礼道 谢谢你救了我们这么多的战士 而陆金安早就条件反射班回了个礼 毕竟陆金安这一路上 都被敬礼过来的 不用客气 你们都是保护祖国的军人 我就你们是应该的 军衣听到陆金安的话 更加给陆金安尊敬了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谢谢你 军衣对陆金安尊敬地说道 陆金安摆了摆手道 不用这么客气 军衣听到陆金安的话 只是笑着点点头 然后一脸疑惑地 看向楚飞扬说道 楚同学你的屁股被独角牛顶到 应该多休闲 怎么这么快就 下地走路了 等一下你屁股又要出血了 陆金安 哦 楚飞扬 警号 此时楚飞扬已经感觉自己 已经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 自己被独角牛顶到屁股的事情 被陆金安知道了 陆金安知道 等于全校人都知道了 呜呜呜 而陆金安 则是一脸古怪地看着楚飞扬的屁股 楚飞扬的真操 被独角牛夺了 四 现在的妖兽 还夺真操的吗 而且还是夺了个壮汉的真操 楚飞扬 还真是菊花残满地啊 意思就是 楚飞扬的菊花被夺了 只留下满地的 谢 楚飞扬见陆金安一直盯着自己的屁股 而且还一脸恐惧的表情 也是连忙解释道 陆金安你 不要误会了呀 那独角牛 只是顶到我屁股而已 陆金安听到楚飞扬的话点点头道 知道独角牛顶你屁股了而且 楚飞扬更着急了道 我意思是 独角牛只是顶我屁股而已 还没等楚飞扬说完 陆金安便拍了拍楚飞扬的肩膀 然后递给楚飞扬一个我懂你的表情道 行了 我懂 我都懂 不就是被独角牛夺了真操吗 再说 你一个大男人的 要真操干什么 楚飞扬见陆金安 一副很懂自己的表情 还以为陆金安了解怎么回事了呢 结果听到陆金安的话 顿时就急得脸都红了道 你他娘的 我意思就是说 我只是被顶到屁股而已 没被顶到屁眼 还要我一个男的 怎么就不能要真操了 陆金安听到楚飞扬的话 也是一拍脑门道 原来是这样啊 只是被顶到屁股而已啊 你又不早说 害到我误会了你 楚飞扬 大于等于明小于等于 找死 找死 这个陆金安还真找死啊 是我不说吗 一开始就说 被独角牛顶到屁股了 结果陆金安就误会独角牛顶到他屁眼了 正当楚飞扬想冲动时 突然想起来 陆金安好像很厉害哦 嗯 那就算了 毕竟他楚飞扬是一个大度之人 哦 不是大度是大度 楚飞扬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来 陆哥 楚飞扬想到这立马笑着脸 对陆金安说道 而陆金安只是摸了摸脑袋道 怎么了 不过心中却在想 这楚飞扬怎么突然叫我陆哥了 一定有阴谋 没什么 我就是希望陆哥 你能别把这件事说出去 楚飞扬陪着笑脸道 陆金安还以为楚飞扬有什么阴谋呢 原来就是这个呀 行 没事提 我的嘴是出了名的老实 绝对不会说出去 陆金安拍着胸膛保证道 楚飞扬听到陆金安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呢 不过陆金安答应下来 楚飞扬就放心了 毕竟被独角牛顶到屁股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绝对不能让学校的别人知道 嗯 好像陆金安知道了 不对 陆金安答应自己 就不会说出去 所以绝对不能让学校的第三个人知道 第178章 自己简直比痘鹅还冤啊 然而 楚飞扬不知道的 是在旁边军杖中的李东 已经听到两人的事情 顿时李东就忍不住要笑出声 不过想到楚飞扬还在外边又强忍住了 不过憋笑的时候 差点双肢的脚趾头就扣穿鞋子了 不行 这么好笑的消息 一定要发上校园墙 标题李东都想好了 我的真操 如何被独角牛夺去 则则 这标题 就很吸引人眼球 军杖外楚飞扬还不知道 李东已经偷听到 他被独角牛顶屁股的事情 还以为这事情 学校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呢 就这样 陆金安和楚飞扬闲聊几句 楚飞扬就说 要给屁股上要先离开了 然后陆金安就见楚飞扬一瘸一拐 就慢慢离开的背影 时不时还扯一下屁股后面的裤子 像急了刚被别人夺了真操的样子 这让陆金安瞬间就想笑 但考虑楚飞扬还没走远 就忍住了 然而 楚飞扬走路时的视频 也给李东偷偷拍下来了 很快 李东就把标题 我的真操 如何被独角牛夺去 再配上楚飞扬一瘸一拐走路 时不时扯一下后面的裤子的视频 发到校园网上 不到几分钟 李东就有十多人点赞 然后纷纷留言道 这是人类的悲剧啊 楚飞扬竟然和独角牛搞在一起了 变态 太变态了 难怪有传言 楚飞扬不喜欢瘦瘦的女生 原来楚飞扬喜欢强壮的妖兽啊 古有阿三上西翼 现有独角牛上楚飞扬 很快 李东的视频的热量快速提升 更有不少人转发出去 学校操场 五高一中的所有学生 都契合在这操场上 而讲台上则是有校长 副校长和那位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而操场上则有着三千多名的学生 陆金安也在其中 陆金安养好伤后 前一天就回到江城了 同样特训班的众人 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也都回到江城了 而今天之所以开会 是因为军方要表彰特训班的众人 在关键时候 敢于站出来和战士们一起拼杀 不过特训班那次待在军营内 不敢出去拼杀的几人回到学校 就被校长开除出特训班了 因为特训班从来就不会浪费资源 在这些胆小懦弱的人身上 很快大会就开始了 先发讲话的是那个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此时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身穿着军装 脸上也净是威严 大家们早上好 中年男人的话刚落台下的众学生 下意识地鼓起掌来 啪啪啪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也是抬手向下压了压道 好了 同学们现在不是你们鼓掌的时候 听我把话说完 等下你们再鼓掌 台下的众学生 听到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的话 也是一个一个很好奇的 看着台上的威严的男人 而特训班的人 则是一个一个脸上掩盖不住的骄傲 因为他们都明白 中年男人要表彰他们 这让特训班的少年少女 都是抬手挺胸 而且 学校还没人知道特训班做了什么 因为他们都各自忍着 等到领奖的那天 让全校师生们 都狠狠地震惊一下 让全校师生 看看他们特训班做了什么了 就在这时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继续说道 接下来 我代表军方要表彰特训班的全体重人 和重点表彰特训班的几个 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请特训班全体重人 都上到讲台上来 听到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的话 所有特训班的人 都是仰头挺胸地向台上走去 一个一个像极高傲的小天鹅 而台下其他的学生 纷纷窃窃窃私言起来 为什么军方要表彰特训班啊 对啊 特训班到底做了什么了 军方竟然要表彰特训班的全部人 你们不知道 我有一个们是特训班的 听说他们前几天去妖兽森林 进行为期二天的特训 很可能跟这有关 对 对 我也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在特训班的 是听说他们前几天 都去妖兽森林进行特训了 那个那个被独角牛 夺了真操的楚飞羊 是不是也是特训班的 我去 兄弟你也看到那视频了 我就说 楚飞羊为什么会被独角牛 夺取了真操 原来他们 特训班前几天去妖兽森林了呀 我也看了 没想到楚飞羊 竟然和妖兽做那种事情 太变态了 我也看了 楚飞羊 那视频走路 都一蹶一拐的 而且还时不时扯下裤子 嘖嘖 楚飞羊这屁股 这辈子算根错人了 老遭罪了 没想到楚飞羊 看着这么硬寒 结果竟然好这一口 好这一口就算了 竟然还找妖兽 变态 实在变态 不知道怎么回事台下 本来讨论军方 为什么要表彰特训班 突然就变讨论 楚飞羊的真操 如何被独角牛夺去了 本来走上台上的楚飞羊 那开心的笑脸 瞬间便僵硬了 因为他是一个 舞者境界的人 自然能听到 台下众人说什么了 楚飞羊瞬间感觉 人间不值得了 他已经没脸面 活在世上了 大家 怎么都知道 我被独角牛顶了 而且竟然还编排 他被独角牛 如何夺取真操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自己只是被独角牛 顶了下屁股 结果就说 我被独角牛 夺取真操了 而且学校知道 这是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 陆金安 想到这楚飞羊 就恶狠狠盯着陆金安 这就是你说的嘴巴老实 是挺老实的 把自己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而陆金安刚好 站在楚飞羊旁边 自然也听到台下的 窃窃嘶言 也看到楚飞羊的 那像战狼般的眼神 那是比和妖兽 拼杀的眼神还要狠啊 陆金安瞬间感觉 他比痘蛾还冤啊 楚飞羊你绝对要信我啊 绝对不是我说出去的 陆金安小声 对楚飞羊说道 然而楚飞羊 则是面露愤怒 咬牙切齿的道 你是个狠人啊 楚飞羊绝对不是我啊 我可是很诚实的 答应你的事情 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陆金安也一脸委屈 自己竟然被冤枉了 而且 楚飞羊还不信自己 既然不信 我这诚实小狼君 这是让陆金安 顿时感到很委屈 他可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啊 楚飞羊才不信陆金安的鬼话 又想骗他 以为自己被他骗了一次 还会被他骗吗 他楚飞羊 再信陆金安的鬼话 他就从这里跳下去 第179章 还有这种好事 就在两人争吵时 那忠孝军衔的中年男人 也站起来 面对特训班的众人 忠孝军衔的中年男人 先是用目光扫视过 特训班众人 然后目光 就在陆金安面前 多停留几秒 而被忠孝军衔的 中年男人 目光扫视过后 特训班的人 一个一个都是挺直腰板 忠孝军衔的 中年男人看了一圈后 这才拿着话筒开口道 今天表彰特训班 主要是因为 在妖兽巢袭攻军营时 他们敢于站出 和凶残的妖兽拼杀 中年军衔的中年男人 话落下 台下的众人 就引起一片骚乱 什么 有妖兽巢袭击军营 什么 特训班的人 竟然敢在妖兽巢下 和妖兽拼杀 到底什么时候 发生了妖兽巢啊 妖兽这么可怕 特训班的人 都敢和妖兽拼杀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看下面乱成一团 也是立马说道 大家先安静下来 听我说完 听到中校军衔的 中年男人的话台下 那窃窃私语的声音 才停止下来 而中校军衔的 中年男人继续说道 而我今天过来 是找表军方 表彰特训班的众人 所以 军方决定 授予特训班 每个人一枚三等功奖章 而且 每人还奖励50积分 这些积分 可以在军方兑换各种物资 同时 你们特训班 还有一次机会 申请军方武道学府的考核 只要你们通过考核 就能进入军方武道学府 听到这台下的其他学生 都爆开锅了 竟然奖励这要牛逼 特训班 每人奖励一枚三等功奖章 还有50积分 可以在军方那兑换物资 最重要的是 有一次机会 能申请军方的武道学府的考核 只要过了考核 就他妈 能进军方的武道学府了 军方的武道学府 可是顶级名校啊 现在在军方单领重要职位 多数都是从这所军方的武道学府出来 而且 只要从军方武道学府毕业出来 军方就能授予少校军衔 少校军衔啊 要是普通士兵们 想得到少校军衔的话 标准的条件 也就是有一枚一等功 而且还要有资历 还要达到大武士境界 才能成为少校 从这可以看出 要是能入军方的武道学府 有多牛逼了吧 相当他们 要是能考核过 可以说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这如让台下那些 只是武图境界的同学羡慕呢 而特训班众人 听到这样的奖励也是 差点开心地跳起来 他们竟然有三等功 还有考核军方武道学府的机会 特训班的众人 也是没想到 军方竟然会给这么丰厚的奖励 而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继续说道 现在我要继续表彰 在这次妖兽朝中 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第一个陆金安 在此次妖兽朝中 杀了二十头二阶妖兽 和三头三阶妖兽 同时间接救下许多军人 和同学的生命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 军方决定授予陆金安同学 一枚一等功奖章 和三百积分 同时可以免考核 进入军方的武道学府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说出来的话 让台下或者台上的众人 都震得下巴都要掉地上 而台下的刘阳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然后呆呆地 对着旁边的张飞说道 张飞打我一巴掌 看我是不是在做梦了 张飞听到本来还惊呆的表情 瞬间就兴奋了 还有这种好事 那我就不客气了 嘿嘿 刘阳听到张飞的笑声 顿时感觉坏了 他刚才就不应该说出 这句傻壁话来 但没让刘阳多等 张飞卯足尽的一巴掌 就扇在刘阳的脸上 张飞更是口中说道 给你最爱吃的大嘴巴子 啪 刘阳的脸上 瞬间红一大片开来 刘阳给被张飞的大嘴巴子 给干猛逼了 我是谁 我在哪 不过刘阳一会 就反应过来 立马张牙舞爪地扑向张飞道 张飞我操你大爷的 张飞也是连忙躲闪开来道 不是你 要求我打你的吗 怎么现在还怪上我来了呢 刘阳才不管这么多直接说道 我不管这么 我现在就要干你 张飞听到刘阳要干自己 也是菊花一锦大喊道 高三六班的刘阳 要干我了 大家快来救我了 周围的同学 我乐得斗艳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高三六班的刘阳 还挺变态的啊 不过很快 林天海就黑着脸 把这俩二货拉出去了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这一消息 都让大家感觉在做梦了 谁嫁一个十七八的学生 能得到一等功 还能免考核 直接进入军方的武道学府 不过 当有人细细听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的话 就会明白 陆金安为什么能得到 这么多奖励了 杀二十头二阶妖兽 和三头三阶 这是一个高三学生 能干到的事情 果然陆金安真踏马 是一个天才啊 相比他们自己 他们就像小说中的 一个路人甲 而陆金安也没想到 这奖励竟然这么丰厚 他不但有一等功 还能直接进入 军方的武道学府 不过 想象也是自己能杀 二十头二阶妖兽 和三头三阶妖兽 这都足以证明 他完全有能力 通过军方武道学府的考核 所以 军方直接让陆金安进入 也合情合理吧 而台上的领导们 也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能得到 这么丰厚的奖励 不过当他们反应过来时 一个一个脸上 都带着开心笑容 毕竟 只要出到学校说 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 获得一等功 而且还被军方 保送军方的武道学府 那特马还用招生 直接躺着 就有一大堆人 来报名他们的学校好吧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说完 也是上前拍了拍 陆金安的肩膀道 好好干 我看好你 陆金安 这不就是传说中 领导专门画大饼的台词吗 好好干 我看好你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则是继续说道 好了 好了 大家安静 现在继续表彰第二个 做出较大贡献的人 那就是冷力雪同学 他在妖兽朝中杀死了 五头二阶妖兽 三头一阶妖兽 同样贡献巨大的 军方所以决定 原与二等宫奖章一枚 同时奖励100积分 第三名 在此时妖兽朝中 做出巨大的贡献的是楚飞扬 楚飞扬同学 杀了十头一阶妖兽 和二头二阶妖兽 同样授予二等宫一枚 奖励50积分 第四名林维夏同学 在妖兽朝中 杀了七头一阶妖兽 授予一枚三等宫奖章 奖励20积分 第180账 换雷霆万军 也不知道 这350积分 能在军方的网上 换什么东西 陆金安坐在席梦斯的床上 喃喃自语道 陆金安在授予奖章后 他们特训班 就多放了一天的假期 所以 陆金安早早就回到别墅内了 此时 陆金安拿出手机 登陆军方的网站上 然后又登陆军方网站的账号 登陆这账号很简单 只要用身份证登陆信息 随后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和身份证一样的话 就能登陆自己的账号了 而陆金安也查看账号 确实有了350积分 于是陆金安就浏览起军方网站 看看有什么买 C级军士战甲 可以挡住大武师六段的攻击 甚至可以挡下大武师八段几十次的攻击 售价 100积分 B级军士战甲 可以挡住武宗一段的攻击 售价 200积分 C级军士直刀 锋力无比 同时也坚硬无比 售价 100积分 B级军士直刀 锋力无比 同时也坚硬无比 当气血覆盖上刀时 可减少50%的气血消耗 售价200积分 B级武器 雷霆万军 可以让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片乌云 然后便 同时有几十道雷电劈下 至于劈下雷电的多少 取决于你的气血有多少 你气血如果非常多 甚至能让百道雷电劈下 售价 350积分 陆金安看到这武器 也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B级武器这么强大吗 只要你的气血足够多 就是不是可以召唤千道雷电 这完全就是一个群攻的大招啊 而且还非常合适自己 他自己刚好缺一个群攻的大招啊 不过陆金安又看到 B级战甲和B级兵器 都非常心动了 都是好东西来啊 现在陆金安唯一的烦恼 就是积分不够用啊 B级战甲和B级兵器 和B级武器他都想要 但他的积分 只能买得起其中一件东西 现在陆金安的烦恼 是到底买战甲呢 还是兵器 还是武器 武器可增强自身的实力 战甲可增强自身的防御 兵器可增强自己的攻击力 算了 还是购买B级武器 来增加自身实力吧 毕竟自身的实力强才是王道 靠外武 终归还不如靠自己 想好后 陆金安就按下购买 B级武器 雷霆万军 刹那 陆金安账号的积分就消失不见了 陆金安来不及心疼 只见手机上军方网站上的B级雷霆万军显示可阅读 陆金安连忙开始 看起雷霆万军起来 雷霆万军的修炼方法 很简单就是 体内的雷电 按特定的路径释放出来就行了 然后释放出的雷电 就会影响天空 随后 天空便会出现一片乌云 从而达到入门 于是 陆金安也是走到别墅的空地上 开始修炼起雷霆万军 可是陆金安一开始修炼并不顺利 一开始 体内的雷电 根本就没能按自己的想法释放出来 就算一个刚练武的人 很难做出高难的动作 不过陆金安也知道 越是高级的5G入门也越难 陆金安只能消耗大量的时间 将雷霆万军给练入门了 就这样 陆金安每天除了去特训班上课之外 有空闲 他就练练雷霆万军 但更多时间他都在睡觉斩鼠性点 这样过了一周时间 陆金安终于将体内的雷电 以特定的路径释放出来 然后夜晚别墅的天空 突然出现一片乌云 这片乌云刚好只有200米大小 只能把别墅天空遮住一小片 不过范围也算大了 随着境界和熟练度的 增加它的范围也能越来越大 不过这B级5G消耗的气血有点大了 仅仅召唤出雷电 就消耗它不小的气血 还没算上释放雷电 要是以一次释放出20道雷电的话 陆金安只能释放四次 要是释放出雷电越多 消耗的气血也会变大 陆金安把雷霆万军修炼入门后 就回到别墅内了 这一周的时间里 江城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因为妖兽已经时不时组织小型寿巢工程了 甚至有五六头妖兽闯进城中 造成三死六伤 能造成这么小的伤亡过生日了算好的了 因为要不是守护司的人来得快怕事 又要死更多人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 驻扎在妖兽森林的最前端的军队 也纷纷洒到各城去 而洒到江城的 刚好就是那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同时 各省的军队也开拔开来 已经有一支千人军 已经来到江城驻扎 而江南省一共有三个妖兽森林 每个妖兽森林里面的妖兽都不少 其实江南省的妖兽森林还算少的了 比如中原省更是有着六个妖兽森林 是江南省的一辈 也就意味着中原省 在这次即将到来的百年妖兽潮中 将会很危险 现在中原省已经向京城求援了 因为光靠它中原省的力量 根本就无法抵挡六个妖兽森林的妖兽潮 如果不救援 很可能这次妖兽潮过后 可能再也没有中原省了 京城也相当给力 直接派了三千位武卒去中原省 还从其他妖兽森林 不是这么多的省份中 调取其他军队 这也让陆金安感受了巨大的危机 虽然江城有二三千人驻守 还有城内的守护司 但在妖兽潮面前还是显得弱小 所以现在陆金安要课金了 陆金安对脑海中的系统道 系统给我打开属性面板 好的 宿主 系统机械音回到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未分配属性点 430 陆金安经过这两周时间 也攒下了400属性点 现在他要加点了 系统 先给我把入门的B级5G雷霆万军 加到大城 好的 宿主 正在加点 随后 陆金安突然脑海出现剧烈的疼痛 那是因为 有大量关于雷霆万军的记忆 涌入陆金安脑海中 这让大脑一时承受不住 随后体内的雷电下意识 以雷霆万军的运转路线释放出来 当雷电释放出来时 别墅的天空上 乌黑的乌云 瞬间就笼罩着整个别墅区域 大约有600米范围内 而陆金安的气血 也大量消耗着 虽然熟练度越高 消耗的气血越少 但陆金安这次覆盖了别墅天空的600米范围内 气血虽然因为熟练度达到大成变的消耗小 但这次明显比入门消耗的气血还要大些 第181章 拼命提升实力 不过还在陆金安接受的范围内 只是消耗大一点的气血 就有600米的范围 可以说陆金安血赚了 系统给我打开属性面板 陆金安对系统道 姓名陆金安 年龄 17 B级5G雷霆万钧 熟练度达成 90270 为分配属性点 340 陆金安看着属性面板陷入了沉思 现在他有340点属性点 应该怎么分配呢 加B级5G雷霆万钧 加到圆满 需要180属性点 而加C级5G雷霆断体 加到圆满 也需要160属性点 180 加160 当好340 而且 加这两门5G 一定会让陆金安的实力大提升 毕竟C级5G雷霆断体 也相当于一门B级5G啊 而B级5G雷霆万钧 更不用说本身就是B级5G 想好后陆金安又对系统道 系统继续给我加点 将C级5G雷霆断体 和B级5G雷霆万钧 都给我加到圆满 好的 速着 系统机械音回到 刹那陆金安先 是感觉自己 突然被上摆到天雷劈中 那种疼痛感让陆金安 瞬间叫出声 啊 这次的疼痛 明显比上次提升到大成的 还要痛 这阵感觉过一阵后才消失 但也让陆金安痛得满头大汗 还莫等陆金安多休息脑海中 再次疼痛起来 这次特没到B级5G 雷霆万钧了 真他妈爽 陆金安咬牙切齿地说道 而陆金安体内 再次控制不住雷电 以特定的路径流出来 刹那那黑暗的夜空 再次漂浮大片的乌云 这次乌云 足足达到1200米 是大成的两倍多 等陆金安熟悉后 别墅天上的乌云又散去了 现在陆金安已经感觉到 自己实力的巨大提升了 不但肉身变强 连力量也增加3万斤力量 也是比大成的增加2倍多 系统打开属性面板 陆金安感受着自己实力大提升 所以迫不及待对这系统说道 姓名 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1900加 51段 1900斜杠2000 力量 3500加 约等于11万5000斤力量 速度 1700加 每秒600百米 防御 3500加 能扛住50时段的攻击 精神 360加 能赶至200米内的事物 攻法 SSS 及攻法神雷九霄 熟练度大成 100斜杠1000 每天能加5.7血 5G F级八级拳 熟练度入门 5分 D级雷鸣拳 熟练度大成 60180 C级五级雷光斩 熟练度大成 70210 D级五级雷闪 熟练度大成 60180 C级五级雷霆断体 熟练度圆满 240720 B级五级雷霆万军 熟练度圆满 270810 未分配属性便 0 陆金安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满一点点头 自己现在的力量相当于五十五段了 而且防御也可以挡五十十段的攻击了 加上自己的各种攻法 陆金安可以说自己是五十下第一人 五十十段陆金安也可以碰一碰 要知道自己还是五十一段啊 要是达到五十五段陆金安都感觉能打五宗了 接下来就是提升境界了 自己的2000万刚好拿去买单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不过这钱怎么越来越不惊花了 又过一天此时 陆金安盘坐在别墅的健身室里 拿出一颗上品的气血单涂下去 瞬间就增加了四十点气血 陆金安已经在昨天的中午去买气血单 买了52颗上品气血单 一共也用了2000多万 现在陆金安已经吃了27颗上品气血单了 也增加了1000点气血 突破了五十 刚好突破五十三段 陆金安在突破五十三段后 不再犹豫继续吃起上品的气血单来 直到又吃了25颗上品气血单陆金安 就来到五十四段了 系统给我查看属性面板 陆金安对着脑海中的系统道 好的 宿主 系统机械又响起来 姓名陆金安 年龄 17 气血 4000加 五十四段4000斜-5000 力量 8000加 约等于235000斤力量 速度 2700加 每秒1500百米 防御 5000加 能扛住大五十二段的攻击 精神 600加 能感知400米内的事物 看到这陆金安 哈哈大笑出来 哈哈 现在他的力量已经来到235000斤力量 而正常的五十 十段就是22万斤力量 而陆金安现在还超五十十段多 1万斤力量 而大五十的一段 力量大30万斤力量 现在陆金安 只要达到55段 就可以打得过大五十一段了 现在陆金安可以说 在江城 也属于顶尖强者之一 等自己五十十段 他就去弄死叶家 不要问 为什么不五十五段就去 因为陆金安 从来不打没准备的战 要是叶凡的老爸 是大五十三段 他就BBQ了 所以 陆金安决定等他能切顶碾压 才去干叶家 这绝对不是狗 这叫文件 学校体育场内台处 今天刚好过了一个多月 特训班也要接受众人的挑战 所以特训班全体人 已经在体育场上等待着其他人的挑战 但特训班众人脸上并没有害怕 因为他们经过军营内刺 和妖兽的拼杀 大多数实力都提升了 而且军方还给他们50积分 他们也用着积分换取资源 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加上他们的实战经验 特训班众人 没有一个人怕被挑战 因为特训班已经把那些胆小 懦弱的都清退出特训班 现在特训班只剩下39人了 还有11个名额空出来 所以 其他在无比淘汰出局的人 都虎视眈眈 很快特训班就有人被挑战 被挑战特训班的人是 五图六段的实力 而挑战特训班的人是 五图七段的实力 不过 很快那个挑战特训班的人 没过一会就被打下来了 特训班五图六段的人 只用几招就将那来 挑战他的人击败 同时也让其他人看到 特训班的强大了 第182章 乌鸦大人 虽然其他的同学知道 特训班的强大 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 挑战特训班的人 当然 他们只敢挑战那些境界低的 不敢挑战那些高境界的人了 不过特训班的 并没有一个被他们打败 最后还是学校出面 选出最强的11人 加入特训班 填补特训班的空缺 嘿耶 在老城区这很偏僻的小巷子内 有三位身黑袍的男人 身上散发着一种邪恶的气息 此时三人 正在小巷子内谈话 乌鸦大人神又有什么指示 一个身穿黑袍脸上 说到神时 眼里露出那疯狂的眼神 另一个黑袍男人 也是眼里有疯狂道 对啊 乌鸦大人此次你前来江城 是神有什么指示吗 第三个穿着黑色袍 脸上也带着乌鸦的面具 也发出沙哑的声音道 我这次来 确实带来神的一个命令 其他两个没带面具的黑袍人 都是脸上一喜 然后两人就问道 乌鸦这次 神又有什么指示 我们一定拼命都完成了他 那带着乌鸦面具的男人 发出两声呵呵的笑声 哼 这次神叫你们去五高一中 把五高一中的人和学生 全部杀了 而五高一中里的 只有校长和副校长 两位主任和一个守护司的人 他们都是武师的实力 不过最多就是武师七段 其他都只是武师三四段 以两位武师九十段的实力 加上我会派六个教徒 协助你们完成任务的 这六人最高一人 同样是武师十段 其他也是武师境界 现在你们应该很容易完成这神的 只是 穿着黑袍的两人对视一眼 然后那身上杀气更大的黑袍人先说道 可是要是我们要全部将学校的人杀完 所需要的时间也要很多 仅仅凭我们几个可能无法不让人追掉 而且 要是有人报警的话 守护司和警察局的人都会快速来支援学校的人 到时我们很可能被反消灭 那戴着乌鸦面具的人 听到这黑袍人说的话 便哈哈大笑道 哈哈 放心吧 我已经想到这一切了 所以特地带来了B级困气 无界空域 只要你们把六个牌注入气血 插在不同方向 然后再留意人再输入气血 维持无界空域的动转就行了 而这无界空域到时会将整个学校困住 那面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进不去 那面还无数接收到信号 就算想打电话求援也打不通 而且 无界空域还会伪装外面的人 根本就看海盗里面的事情 以为一切都是正常的 两黑袍人听闻也是大喜 有这宝物 在他们还是可以为所欲为 行 这一下没问题了 乌鸦大人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那两个黑袍忍不住兴奋到 因为他们俩又可以杀人了 而且还是几千人 想想就让人兴奋 想到这两人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而那戴着乌鸦面具那人 看到两个黑袍人这样 也是暗道一声变态 不过依旧没表现任何一样道 明天早上等全部学生到学校上课 你们才能动手 记住一定不能让一个人逃了 是 乌鸦大人 保证一只银都飞不出去 两位黑袍人兴奋地答道 嗯 最好这样对了 记住先针对特训班的学生 最好一个也不要放走 放心 放心乌鸦大人 我们水火双煞 做事一向很稳健 绝对不会有人能逃得出去 行 明天我的人会找到你们的 我就先走了 乌鸦大人 你慢走 那戴着面具的男人 在却将走出偏僻的小巷中 拿下面具丢掉 也把黑袍给丢掉 而这戴着乌鸦面具的人 竟然是叶二合 没错 戴着乌鸦面具的人 就是叶二合 呵呵 陆金安那小子还不死 叶二合在心中暗暗说道 他之所以叫神灵教那两人去把五高义中的人都杀了 最主要就是想 陆金安死 至于为什么不是直接派人去杀 那是因为 如果派人去杀死陆金安 那白石周肯定知道 是他们叶家做的 因为也只有叶家和他有仇 所以叶二合只好利用他神灵教的身份 派这两人去 这样 白石周就不会怀疑到他们叶家头上 毕竟这是神灵教干的事情 那关他们叶家什么事 陆金安就等死吧 哈哈 现在叶二合已经完全恨上陆金安了 要不是陆金安 他会被打断手脚 他儿子会受伤 所以现在叶二合一定要想办法干掉陆金安 至于他神灵教的身份 他早前十年就加入了 而加入神灵教 不为别的 只为修炼资源 要不然 他怎么可能成为大武师呢 是神灵教提供的资源 他才达到大武师 现在 他就等明天好戏的开场吧 没人能想到 是他叶二合作的 哈哈 一日 清晨又是一个阳光明媚上课的清晨 校门口走进许许多多的学生 一个一个面上都露出开心的笑脸 脸上更是朝气蓬勃 而门口外不远处 有一个长得很普通的青年男人看到这一幕 露出残忍的笑脸 心中想到 小绵羊们笑吧 笑吧 等一下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哈哈 正在青年男人忍不住要笑出来时 这时突然有一个好奇的声音 传到青年男人的耳中 兄弟你他妈是不是吃哈 一直盯着那进去的女生笑 我告诉你 你再不走我就揍你了 刘洋凶狠狠地说道 刚才他从这青年男人经过时 就感觉到非常不对劲 这个青年男人 在用一种很猥琐的眼神 盯着学校门口的学生 而且还嘴巴有一抹坏笑 像吉他刘洋小电影 看的电车痴汉 这绝对是一个痴汉 所以 刘洋打算把这种人渣赶走 免得有女同学被他盯上 青年男人听到刘洋的话 也是脸上一寒 杀气忍不住涌出来 这让还想威胁几下的刘洋 都吓了一跳 这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恐怖 就在刘洋吓到时 张沸也突然走到刘洋旁边 拍了拍刘洋的肩膀抱 刘洋你在干嘛呢 听到张沸的话 这让刘洋莫名其妙地松口气 因为张沸可是武徒四段 教训一个电车痴汉 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 张沸我怀疑 这个人是痴汉 这个人一直在猥琐地 看着学校门口的女生 我看他不怀好心 刘洋指着青年男人说道 张沸也眉头一挑 先是右左 看了看这青年男人 然后张沸也确认了 还真像电车痴汉 那股猥琐的模样 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第183章 电车痴汉 还别说这青年真像痴汉 张沸边看边点头 然而刘洋的 一番又将青年男人激怒了 身上的杀气 又控制不住地散发出来 刘洋和张沸两人瞬间 就感觉到恐怖的杀血 但青年男人又忍了下来 毕竟现在杀了两人 会打乱他们的计划的 所以现在 他要先忍着 本来还被青年男人杀气 覆盖住害怕的两人 瞬间就感觉杀气消失了 顿时让两人都感觉 这是不是幻觉 张沸在杀气消失后 又感觉自己又行了 立马对着青年男人说道 我警告你啊 可别想干什么坏事 要不然我就打断你的腿 张沸最看不起就是这样 变态的猥琐的男了 所以也是 立马放出狠话来 刘洋也在一旁附和道 就是 就是别想干什么坏事 要不然张哥 打断你的腿 刘洋在一旁 颇有一点狗障人似的说道 毕竟就算青年男人要报复 也踏马是报复张沸啊 关他刘洋什么事 青年男人 听到两人的话 双手不由握紧 脖子处的青筋也抱起 明显又被两人的话气到了 想他当当神灵教的武师强者 竟然被两个武徒境界的人挑衅 而且自己为了任务 又不出手 这让他堂堂的武师 感到憋屈 现在青年男人 很想释放出武师境界的气息 然后说一句武师不能辱 不过又想到计划 又忍了下来 他可不能破坏计划了 而刘洋见到青年 这模样 也是吓得向张沸后面躲一躲 要是青年要揍人 也第一个揍的是张沸啊 张沸见刘洋躲在自己后面 也是不由嘲笑道 刘洋你怎么胆子这么小啊 这样都害怕 刘洋听到张沸的话并没有出声 因为他很想说 张沸你就是一个傻子 就算别人要揍人 也是揍他先啊 这时青年并没有出手 只是冷冷看着张沸道 我记住 你们两人了 说完便转身走 不过青年在心里 发誓他等下 一定要弄死这两个小子 而张沸还在叫嚣道 哎呦你个痴汉 以为我会怕你 现在 你有种就来干我 青年听闻走得更快了 因为他害怕再待下去 他忍不住要杀人了 他还真是第一次有人 敢在他面前侮辱他 他发誓等下 一定要狠狠地干这小子 张沸见青年走了 也是拍了拍刘洋的肩膀道 以后 看到这人 就告诉我 我来教训他 刘洋不知为什么 总有一种还好的预感 不过也点点头回应张沸道 好 而另一边 还是像以往那样 来到特训班的舞蹈室 一来就看到 许牛此时 正在和新来的十一人对练 而鲁金安那些老特训班的人 都在下面饶有兴致地看着 而那新来的十一人 不到一会 就被许牛给揍的鼻青脸肿 许牛甚至边揍边说道 你们这十一人 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 比其他特训班的人 之前还要差 而那些老特训班人 听到许牛的话 也是嘴角抽了抽 因为许牛之前 也同样对他们说过这种话 不到一会 许牛就把十一人都揍完了 然后看着其他 在看戏的特训班人 于是就指着笑得 最欢的鲁金安道 鲁金安你上来我看 你进没不进步 鲁金安不可置信地 指了指自己道 许牛老师 你是叫我吗 许牛看到鲁金安那 不可置信的模样 点点头道 是叫你 快上来 虽然许牛也知道 鲁金安有杀死 三接妖兽的能力 但是他不相信 鲁金安能打得过他五十六段 而且更别说 他实战经验丰富 所以许牛也很有自信 将鲁金安打败 鲁金安看状 顿时忍不住 嘴角上扬 这许牛老师 还真是老鼠抓猫找死 现在他鲁金安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 揍回许牛了 鲁金安 可是一直在想 如何揍回许牛啊 可惜一点机会也没有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许牛老师对不住了 也让我感受一下 揍人的感觉吧 许牛老师这不好吧 要是伤到你就不好了 许牛听到鲁金安的话眉头也是一条 这鲁金安同学这么狂 他虽然知道 鲁金安有打过武师的实力 但怎么可能打得伤到他 一个五十六段 鲁金安同学你尽管上来 要是能打伤我 算你厉害 而且我也不会追究 你行了吧 许牛拍着胸膛保证地说道 鲁金安这才强忍 开心地走上擂台道 那我来喽 许牛已经准备好了 点点头道 来吧 许牛的话落 鲁金安就双脚一踏 就闪身到许牛身前 拳头更是挥动砸向许牛的腹部 许牛只来得 即瞳孔一缩 根本就来不及 做出其他动作 鲁金安的拳头 就打在许牛的腹部上了 刹那许牛就到飞出去 然后鲁金安就追上去狂揍 而许牛无力抵挡 很快鲁金安 就把许牛揍全身子一块 轻一块 不过鲁金安倒 没有揍许牛的脸 毕竟把一个老师 揍得鼻青脸肿吧 多多少少有些不好看 老师也是要面子的 此时许牛和鲁金安 已经结束切磋了 不过台下特训班的奇人 仍旧大为震撼 因为鲁金安竟然这么强 将五十六段的老师 都按着打 虽然大家都知道 鲁金安很厉害 但一直没亲眼看过 这次看着那在他们 眼里很强大的老师 竟然会被鲁金安 一直按着打 这种冲击 远比听到鲁金安杀了多少 多少妖兽还要强 毕竟亲眼看到 更让人愿意相信 另一边青年男人 来到在学校不远处的 小饭馆里 此时饭馆里空无一人 老板和服务员都不见了 饭馆也写着停止营业 而青年男人 则是推开饭馆的门 静止来到一桌 七个人的饭桌 坐下来 而那七个人则看着 青年想想看看 他带来什么消息了 只见青年咬牙切齿地说道 等一下我一定要找到 那两个小子 把他们干掉 气死我了 为首一个脸上 长满肚的中年男人说道 狼人你怎么了 名为狼人的青年男人 听到中年男人话 瞬间就怒道 蝎子刚才 有两个学生 他妈说 我是吃汗 而且还一直在挑衅我 我要不是为了计划 我早就 将两人杀了 其他坐在饭桌的人 听到狼人的话 纷纷笑出来了道 狼人 你长得确实也像啊 狼人有一说一 你还真特么像啊 狼人 你那股猥琐的气质 从内到外都散发出来 狼人我就说平时 为什么看你 总有种熟悉的感觉 原来是像电车上的吃汗 第184章 识破 狼人听到众人的嘲笑 立马愤怒地吼道 闭嘴 你们也好到哪里去 一个一个长得 比我还丑 还好意思笑我 你们出去 更像吃汗吧 本来还哈哈大笑的众人 听到狼人的话 立马停下来脸色 也变得阴狠 一个一个 都用那阴毒的眼神 盯着狼人 但狼人一点 也没有害怕 反而笑了笑道 我有说错了吗 然后立马就有几声怒声 传来道 狼人你找死是吗 狼人你怕是活太久 多飘了是吧 狼人我干你老母的 蝎子听到其他人的怒骂 也是生气的吼道 都给我闭嘴 其他人见到蝎子发愤了 也都停下怒骂来 不过还有一个长得胖头大耳 更是地中海 还有那猥琐的气质 比狼人 更像电车的吃汗在骂道 狼人你踏马吃屎吧 蝎子见着猥琐的胖子 不听自己的话 也是怒道 胖猴你没听到我话吗 而那名为胖猴的人 也是呵呵对着蝎子皮 不笑若不笑道 你是五诗时段 我也是五诗时段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 为什么不能你听我的话呢 蝎子立马就怒了 身上五诗时段的气息 在此刻爆发开来 众人的桌子 瞬间被掀飞 然后想压在 那名为胖猴的人身上 结果胖猴 也爆发开五诗时段的力量 两股力量立马相撞 顿时放管内的东西 刹那被撞的到处乱飞 蝎子可不管这些 一字一字道 胖猴乌鸦大人 可是叫你来协助我的 你竟然不听我话 是想违反乌鸦大人的命令吗 听到这胖猴 这才将气势一收到 我只是 协助你不是你的手下 蝎子也将气势一收到 虽然你不是我手下 但关键时候 你也要听我命令 胖猴刚想争辩什么 只听蝎子说道 这是乌鸦大人的命令 胖猴听到 只好闭上了嘴 毕竟乌鸦大人 可是大武士强者 要是这蝎子 去告状的话 就吃不了兜着走 蝎子见胖猴没意见 也是继续说道 行了 你们别吵了 狼人你说说学校 有没有异常 名为狼人的青年也说道 学校没有什么异常 和平时一样 门口处有三个保安大爷 不过他们只是 武图境界的小喽喽 不值一提 蝎子点点头 露出残忍的笑容道 那就好等九点准时行动 这次让你们杀个够 哈哈 胖猴也露出猥琐的笑容道 嘿嘿 学校这么多学生妹 到时想上哪个就上哪个 嘿嘿 说完还用那肥大的舌头 舔一下嘴角 那模样 简直要多猥琐就多猥琐 不过也没人在意 胖猴的表情 因为他们同样也是 露出猥琐的笑容 这学校 起码有一千多名女人吧 嘿嘿 怕是古代皇上的后宫 也差不多这么多吧 到时他们岂不是 能体验一下皇上的快乐 连蝎子也不例外 脸上浮现猥琐的表情 不过蝎子 还是说道 到时先把学校的武师 解决了 在想女人的事 要不然 到时候你正爽着 背后冒出一武师 就把你们给砍了 其他人听到蝎子的话 也是纷纷点头 不过脸上 还是掩盖不住兴奋 九点 八个人开始了行动 八个人先分散开来 然后蝎子最先走到 学校门口处 其他人则在假装路过 蝎子走到学校门口处 周大爷就最先问道 什么人 现在是上课时间 不是学校的人都不能进 蝎子早有准备到 哦 我是来通学校的厕所的 听说你学校厕所塞住了 而在一旁偷听的林大爷 差点就把手机吓掉了 因为他刚才和宿管阿姨 去男女厕所查看 有没有人躲在里面不上课的 所以 男女厕所林大爷都很清楚 根本就没有厕所塞住 那只有一个 可能这中年男人说谎 那这中年男人 说谎能干吗 特么当然是劫持学校了 不过 林大爷还是不动声色地问道 对啊 男生四楼的厕所确实塞住了 那些屎都流出来了 你是不是去四楼通厕所的 蝎子听到林大爷的话 也是笑呵呵 点点头道 对 大爷 我就是去内通的 而林大爷 则用余光看向门口外面 有七个陌生人的人 在门口处乱转 像是故意一样 林大爷暗道不好 还真是劫匪 周大爷则是没发现什么 摆了摆手道 快进去吧 蝎子则笑了点点头 他们的计划 是由蝎子先走进学校 然后把六个牌插上 开启无界空域 然后他们外面 七人就进来 将门口的保安大爷杀了 至于为什么 不直接杀了三位保安大爷 是因为这路上有行人啊 要是别人看到 不完了 所以就蝎子 先进去开启无界空域 然后他们就进去 无界空域里面杀人 这样 别人就看不到了 因为无界空域开启时 音声和影像 都不会传出去 就算在上空向下看学校 也会表现一切正常 别人根本就不知道 里面发生什么 当蝎子走远后 林大爷偷偷来到 两位大爷身边 把猜想一切都告诉 两位大爷 明显两位大爷听到都慌了 连忙到林大爷怎么办 而林大爷则是说道 现在出去已经不行了 因为有人盯着 而报警也不太行 因为我们不确定 这个人就是劫匪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将这件事情 告诉给校长们 可让校长先确认情况 如果真实在报警 其他两位大爷 也觉得这主意不错 三人则是以各自的理由 离开学校大门 向学校里面走去 毕竟 如果真是劫匪 待在学校大门 可是很危险的呀 所以 三位大爷都各自脱身走进学校内 而外面的七人 则不在意三位大爷走进学校 以为只是去巡查学校 反正蝎子只要启动成功 这三位大爷也是逃不了 三位大爷成功离开学校大门后 立马三位大爷 使用出浑身的速度 来到校长办公室敲了敲门 然后里面 就传来校长的声音道 进来 三位大爷立马推门而入 校长看到是三位保安大爷 也是一惊道 你们三个怎么一起来这 有什么事 林大爷率先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校长 校长听完后 也正想去查看怎么回事 但突然 一股强大的波动传来 李国强也暗道不好 因为他知道 能有这么强的波动的 肯定是有什么不好事发生了 第185章 入侵 这股波动也传遍学校 学校的全部的人几乎都感受到了 有不少学生老师都好奇地走出来一看 就看见他们学校的上空 不知道什么时候 笼罩着蓝色光照 这到底怎么回事 学校的天空怎么出现光照了 是不是学校弄的 卧槽了 我手机连信号都没了 还真是我手机也是 连信号都没有眼 想打电话也打不出了 而特训班的众人 也感受到那股强烈的波动 特训班有不少人出去查看怎么回事 结果就看到天空上那巨大的光照 把他们照出像一个笼子一样 就在这时 学校的广播突然传出声音来道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学校遭到劫匪的袭击 请各班的班主任和同学 老师待在教室里 还有空闲的老师 请到学校一楼集合 请到一楼集合 听到学校的广播学校的学生 瞬间炸到一锅 卧槽了 真的假的 卧槽了 真有劫匪 我不想死啊 我还踏马是个小楚男啊 我真害怕啊 这怕是学校安排的演习吧 特么快躲厕所的 劫匪一般不找厕所的 不过有个班的班主任在 很快就将这些慌乱的学生安抚下来 而另一边蝎子刚开启无界空域 就听到了学校的广播声 蝎子也是明显一愣 他怎么也没想到 学校反应竟然这么快 他刚开始无界空域 转头就发现他了 不过反正无界空域已经开始了 现在距离他们限动还差五分钟 等过这五分钟 学校的人就是待宰的羔羊 很快 八人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在学校门口徘徊的七人 也都各自向学校走进去 当第一个神灵教人接过学校门时 在里面操控着无界空域的人 也是立马打开一个小缺口 让他们进来 不到一会 七人便进到学校里面 七人一进来 便看见头顶的光照 要知道 刚才外面七人则是看着没什么异常的 结果一进来 就看到头顶的光照 胖猴猥琐地舔了舔嘴唇 嘿嘿笑道 宝贝们我来演 其余六人也是一脸猥琐的 就在这时他们七人 突然听到蝎子的传音 虎人你快快维持 无界空域 七人中一鸣长得满身都是毛发 连脸上的地方也有毛皮的 听到蝎子 叫自己有些不满道 为什么叫我呀 狼人则是笑呵呵地说道 因为你的境界不高不低 刚好合适 去维持无界空域 要是境界高的 去维持无界空域 那我们也就少了一个高端占领 要是境界低去维持 无界空域 又怕被别人打破 所以 虎人你去最合适了 胖猴嘿嘿笑道 放心我们解决完 学校的人将去替换你 虎人也是乖乖去找蝎子了 而他们六人 则都是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武器来大摇大摆的 学校的叫学校走去 而学校一楼 已经聚集很多老师 李国强和肖景眼 两位主任 四位武师都在这里 其他的老师 大多是舞者境界 老李为什么 我们不主动出击 反而在这里守啊 肖景眼不解地问道 在肖景眼 看来只要他们学校 有这么多老师 直接出去找劫匪干就完了 为什么要在这楼守着 李国强听到 肖景眼的话摇摇头道 能把整个学校都笼罩住 绝对不是普通的劫匪 而且我们 如果出教学楼外 分开找他们 我们的力量就会被分散 倒是情况 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肖景眼无奈地点点头也是 确实不适合主动出击 还有现在完全没有信号 想求援手护私的人 也不行 就在这时许牛 也匆匆赶来 这让李国强和肖景眼 都是一愣 他们也没想到 许牛会赶来 李国强看走来的 许牛也是立马问道 许牛老师 你不守护特训班那班小子 你也来干嘛 肖景眼也开口道 是啊 特训班那班小子 可是我们学校的精英啊 许牛听到两人的话 嘴角也是抽了抽到 放心吧 特训班有人比我还要厉害 不太需要我守护 这人当然就是陆金安啊 连他都能抱走了 许牛敢确定陆金安现在很强 非常强 李国强和肖景眼 听到许牛的话 都是对视野 然后都想到 那妖孽陆金安 没想到现在 陆金安都比许牛强了 陆金安这小子 竟然又变得这么厉害了 对了 李校长怎么回事啊 许牛连忙向两人问情况 李国强只能将事情说一遍 许牛听完脸色也是不好看 明显他们是有计划来的 这事情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来劫持一个学校能干什么呢 要钱 还不如直接去抢银行 难道是想劫持人质 不管怎样 这群劫匪很危险 而且还有可能他们是有准备来的 也很可能已经摸清学校的情况 才敢行动的 另一边陆金安躺在林威下的大腿上 脚子搭在冷力血的大腿上 正在半睡半醒地睡觉 这一幕让特训班的其他人都快要气死 恨不得上去将陆金安抱揍一顿 但想想许牛也被陆金安打成这样 还是算了 真想不明白 为什么陆金安能让两个校花都乖乖听他的话 于是特训班的男生都变成一群眼红病的人 一直盯着睡着的陆金安 陆金安在许牛走后就看没事情干 于是就想睡觉了 但自己躺在铁椅上不太舒服 于是拉了林威下和冷力血两个工具人来 有一说一整着大腿 睡还挺舒服的 陆金安很快就睡着了 至于学校说有劫匪 他还真不放在眼里 因为就算大武士一段来了 他陆金安都能斗一斗 而林威下和冷力血都是脸蛋微红 不但是因为陆金安躺在他们腿上 还因为特训班的人死死盯着他们 所以这让他们也不好意思 很快六人便来到教学楼了 当然也相遇在楼下的李国强和萧经眼 许牛等人 大战也要一触即发 李国强看着对面那丑陋的六人 也是一众的开口道 你们想干什么 许牛则感觉对面六人 有种熟悉的气息 那就是神灵教的人 你们是神灵教的人 许牛的话一出 李国强和萧经眼都是一惊 本以为是普通劫匪 结果是神灵教的人 第186章 武士不能武 其他六人也是一愣 他们踏马就这么被认出身份了 这都知道他们六人是神灵教的人 胖猴先是摸摸他脑袋 仅剩下不多的头发 然后笑呵呵道 看来我们名气挺大的嘛 你这样都认出来了 许牛听到胖猴的话 扑斥一声就笑出来了道 哈哈 你们误会了 不是你们名气大 而是你们神灵教 都会有一股很猥琐的气质 所以让我认出来 你们了 本来还以为自己的名气很大的胖猴 那原来微笑的表情也是僵住 随后便一脸愤怒地道 好 好 你找死是吧 许牛便对胖猴的威胁 只是笑了笑道 哼 今天不是你打死我 就是我打死 胖猴感觉又接到许牛的挑衅了 也是愤怒地爆发开武士时段的实力道 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这武士时段的气 可把许牛吓了大跳 虽然他刚才 感知到这肥胖的中年男人 是武士境界 但没想到 特么是武士时段 要不然 许牛也不会激怒他 吸引他的火力了 而胖猴见许牛一脸害怕的表情 也是哈哈大笑道 你想怎么死啊 许牛听到胖猴的话 吐了口水道 不就是比我高几个小金剑吗 谁死还不一定呢 胖猴看许牛还敢这么嚣张 也是不惯着他 双脚一踏爆射而去 同时挥舞着手中的狼牙棒 向许牛砸去 胖猴突然发动攻击 就像一个信号 其他神灵教的其他人 也跟着各自发动攻击 而李国强和肖金言等人 也是发起了攻击 一时间乱战就开始了 而许牛最惨 吸引了神灵教最强的 武师时段去杀他 许牛只能边战边逃 时不时就回头就砍一刀 但也因为许牛的乱窜 整个战场也是一团乱 甚至已经打到教学楼 外面的场地上了 爆炸声 兵器碰撞声 呼叫声 各种声音都在响起来 不过总体来说 神灵教的人 是压着学校的众人打的 因为他们武师 比神灵教的人少一个 只能由十几名 武者境界的老师去群殴他 而且学校的武师境界 也不够神灵教的人高 也被压着打 许牛更是被追着打 李国强再次和神灵教的狼人 碰撞一次 就有点吃不消了 这神灵教的狼人 是武师九的实力 而他只是武师六段的实力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的 而且李国强也看到 被打得节节败退的学校众人 没办法了 只能使用B级计划了 随后李国强趁着功夫大喊道 快来人支援啊 各班的班主任 快下来支援啊 李国强这一声音很大 几乎整个学校都听见了 和李国强对战的狼人 也是脸色一黑 这狗东西竟然特么叫人 随着李国强的话下 就有不少二楼的老师 跑下来加入战场 而也越来越的老师都跑下来 起码有几十个老师 虽然说都是武者境界的人 但已多咬死相啊 好都 好死神灵教的众人了 而神灵教的众人 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本来他们想偷偷潜入一个一个 将他们击破的 结果他们好像早知道 其中一大拨人在等待着 搞得他们 现在要和几十个人混战 而在场的学校那边的 起码有七八十名老师 现在压力又来到神灵教这边了 神灵教只有六人 相当于一人要打十三个人 这怎么打 而许牛被胖猴追了这么久 然后许牛就被十几名老师帮助 现在轮到他 许牛带人追胖猴了 许牛边追边叫嚣道 刚才不是挺牛的吗 追我 现在轮到我你有本事就不跑 胖猴听到这刚想停下来 收拾许牛 结果一大拨攻击 向停下的胖猴射去 这让胖猴又硬扛一拨攻击 许牛看状 也是哈哈大笑道 你真是白痴 这都敢停下来 胖猴差点背气吐血 然后又有一拨攻击 从身后面袭来 轰隆隆 胖猴又硬扛一拨攻击 把胖猴的一口老血 都打吐了出来 胖猴 民警号 许牛继续嘲讽道 哈哈 你还是个白痴啊 胖猴不再听许牛的话 因为许牛身后 跟着三十多个人 再加上许牛这五十六段 这是区别对待 其他的神灵教人 只有狼人被二十个人追 其他的 都是被十多个人追 就算胖猴是五十十段 也打不过三十个武者 加一个五十六段 所以 胖猴的背面 被爆得血肉模糊 鲜血不断流下来 同时 胖猴在咬牙切齿道 特么的 蝎子那货 怎么还没来啊 老子都要被打死了 因为胖猴想事情时 身后又有一大波攻击袭来 甚至还有人把兵器都丢出去 轰隆隆 扑斥 啊 胖猴突然发出一声 销魂的惨叫声 胖猴的屁股中心 被一条长枪给插中了 裤子的也瞬间 被鲜血染红了 许牛满意地拍了拍手 自己这一枪 还是挺准的 直接正中把心 胖猴的停留的功夫 后面又一大波攻击袭 甚至连板砖都丢上了 刚好那板砖精准地 砸到胖猴的头上 啊 现在胖猴不但上面痛 下面也痛 上下两面都痛 想他堂堂的武师 十段竟然会被一群 武者境界的人追着打 想到这胖猴身上 立马爆发一股恐怖的气势道 武师不能武 后面追着胖猴 打得武者境界的人 也是被这气息吓一跳 就在这时 许牛也释放出武师六段的气息 抵抗住胖猴的气息道 别听这白痴说的 他妈给我打 我们打的就是武师 跟在许牛身后的武者 纷纷反应过来 对啊 他们现在不就是在 追着武师打吗 对 我们踏马就是打着武师 众人纷纷大喊 随后一波攻击 向停下的胖猴射出 甚至有的武者 没有远程攻击手段的 将东西都扔完后 连鞋子都特么脱下来 向胖猴丢去了 胖猴又遭受到一波惨烈的攻击 甚至还有精神攻击 谁踏马扔的鞋 真踏马臭 我胖猴被那鞋子 都给臭吐了 而许牛 看到这一幕 连忙大喊道 谁有香港脚的 都给我把鞋子扔去了 胖猴 死吧 胖猴真怕又一波攻击袭来 于是只能强忍疼痛 将屁股上的长枪拔掉 因为这长枪太长了 带着跑太爱实了 刹那鲜血 从屁股洞中喷出来 也瞬间将整条裤子染成红色 第187章 蝎子出现 而也在这刹那胖猴上 也露出酸爽的感觉 就像被刹了多年的刺 给拔掉一样 不过他的屁股此时 像不要命的喷射血液来 胖猴只能吃下一颗疗伤丸 止住伤势 就在胖猴处理伤势的功夫 胖猴身后 又一波攻击袭来 又被爆炸一波 胖猴也只能继续逃离 而神灵教的其他人 也差不多也被追着打 甚至还群殴死了一个 神灵教人 只剩下五个神灵教人 而死了一个神灵教人 压力也增加到 其他五人身上了 追胖猴的队伍 又加多了五六个人 这让胖猴 差点又想停下喊 武师不能武 不过 胖猴还是没敢停下 因为停下又一波 攻击袭来 不过 胖猴还是停下大喊一声道 蝎子你踏马还不出来 然后又一大波 攻击杀向胖猴 胖猴只能继续逃跑 就在这时 追着胖猴的其中两个武者 突然被斩掉脑袋 这让众人也都是一愣 然后就由五六道剑起 继续向众人斩去 这时许牛就立马站出来 挥舞着手中的大刀 一刀刀地挡下 杀来的五六道剑起 不过许牛 仍旧被打得连连后退 手臂更是不断发抖 是谁 许牛立马大喊道 很快就从不远处 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 只见那中年男人对着 还在逃跑的胖猴 不懈地笑道 胖猴你还真是废物啊 这样 被一群舞者境界的人追着打 这让还在逃跑的胖猴 瞬间停下道 蝎子 你踏马干什么了 现在才来 都是你在拖我们的后腿 蝎子笑了笑道 谁知道 你们这么废物啊 就在蝎子划落 一大波攻击 向蝎子砸去 而胖猴见状 也哈哈大笑道 让你也试试 被启示人群殴的感觉吧 而蝎子听到胖猴的话 嘴角抽上冷笑道 呵呵以为我会像你吗 废物 然后蝎子双脚一跃 轻松躲开众人的攻击 这让胖猴开心的表情 瞬间僵住 而蝎子则继续嘲讽道 躲开这种 无者境界的攻击 不很简单吗 话刚落就有一大波攻击 砸到蝎子的脸上 轰隆 轰隆 轰隆隆 许牛继续大喊道 特么叫你装逼 给我砸死他 说完便从地上拿一个板砖 也砸过去 刚好砸中蝎子的脸上 咔嚓板砖 也被撞得四分五裂 这让一旁 胖猴笑得屁股 都重新裂开 哈哈蝎子 你个傻逼 我是用后背扛攻击 你他妈用脸扛 脸皮果然很厚 哎呦他妈屁股 又裂开了 胖猴连忙拿出疗伤完吃下 屁股才重新止住血 而蝎子再用脸硬扛一波 也是直接愤怒了大吼道 胖猴你别再玩了 我们快点 一起联手做掉他们吧 你不是忘了学校 有很多漂亮的女学生吗 本来还在哈哈大笑的胖猴 也是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道 呵呵现在到我了 说完便 以极快的速度 向那一群人杀去 而蝎子 也哈哈大笑 向一群人杀去 许牛知道要完了 两个武师 时段的联手 他们这一群人 就是带宰的刀羊 许牛 只能尽力大喊道 跑 分头跑 但众人还没来得及 跑胖猴和蝎子 已经杀向人群 砍瓜切菜般 将一个一个的老师 轻松杀掉 而胖猴边杀边 大喊大叫道 哈哈都给老子死 追老子打很爽 现在轮到我了哈哈 话落又将一个人的人头 砸个稀巴烂 血液和脑浆 都建设到胖猴的身体上 而胖猴不但没嫌弃 反而伸出 那肥大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此时胖猴像 即从地狱上来的恶魔 而那边蝎子就斯文多了 只是一件一件的 将人的脑袋砍下来 两人的配合 很快就将这三十多人的群舞 给杀穿 不过也有的溃散 而逃跑的 许牛甚至都来不及止住 而因为许牛这边的队伍的惨死 已经让不让其他的队伍的老师吓到了 而神灵教的人 也是抓住机会 立马杀上去 然后轻松斩下几个人头 而其他队伍的人 被杀掉几人后 立马心里的防线被击破 一个一个都害怕的各自逃离 只要有一个人逃 其他人也会跟着逃走 因为他们只是一个老师 可能都没经历过杀生死的厮杀 更别说神灵教的人这么恐怖了 老师们的溃散 也导致让神灵教的人 趁机杀死两位武师的主任 而两位武师的主任一死 李国强和肖景眼 和许牛三位武师岌岌可危 此时三人已经聚在教学楼的门口处 同时身后还有十多个老师 其他老师不是逃走了 就是被杀了 而神灵教则有两位武师 十段和一位武师九段 三位武师二三段 而蝎子 胖猴们看着挡住 教学楼门口的李国强等人 并没有着急动手 在他们看来这群人 就像龙中的鸟 怎么也逃不掉 而胖猴最先站出来 对受伤的许牛道 呵呵刚才追我很爽嘛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跪下雪狗叫 我就可以考虑放过你们 哈哈 其他的神灵教人的人 也是对着门口处众人道 只要你们全部跪下雪狗叫 我就放过你们 哈哈 而蝎子同样冷笑道 你们要是现在乖乖照做 我们还可能放过你们 要不然我会让你们 求生不能求死不能 对了 忘记告诉你们了 你们都被困在无界空域中 根本就不可能出去 或者求援 而外面的人 还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 神灵教众人的一番话 让人很绝望 对 看不到希望的绝望 没有人能救他们 他们注定会死 不过现在神灵教 又给他们一条出路 只要跪下雪狗叫就行了 许牛最先冷笑说道 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们的话吗 你们神灵教肯定不会留活口 而且我还是第126队守护司议员 绝不会向你们神灵教投降 李国强此时脸色的苍白无比 身上更是少了一条手臂 血液也在不停滴落 不过李国强仍旧大声道 我们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想我们投降 然后去虐杀我们学校的学生 或许那些女同学 还会遭受你们这些禽兽非常人的对待 所以我不能退 也不能想 我教了二十年书也知道 春蚕到死四方禁 蜡炬成灰泪屎干 我是一名老师 光荣的老师 所以我不能退 就算今天你们神灵教杀了我 我仍旧会用我的牙死 撕咬下你们一块肉 说完李国强的眼里 也有死意 第188章 跳楼 萧景眼同样心有死意道 就是 除非你们杀了我们 要不然 别想踏进教学楼半步 蝎子健壮 不但不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道 好 有骨气 那我们就一刀一刀地 将你的的肉给割下来 然后再将你脑袋砍下来 当椅子坐 但就在这李国强身后的教师 有两人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 然后就走出来 对着蝎子说道 大人是不是我们跪下学狗教 就可以放过我们啊 但蝎子还没回答 李国强和萧景眼同时喊道 老陈 老李你们干什么 你们还真想给神灵教的人当狗 那两个教师 听到李国强和萧景眼 也是带着哭腔转头说道 我们也不想啊 但我们不能死啊 我们家里有老婆孩子 父母双亲都要靠我们养 要是我们死了 那我们家也散了 对不起李校长 萧副校长 李国强听闻 只能闭上眼睛重重爱口气 是啊 他们如果死家谁啊 这也说不得 到底谁对谁错 一个为家 一个为学生 这两个都是很难选择的 萧景眼同样也挨了口气道 你们以为跪下学狗教 他们就会放过你 错 大特大特大错 神灵教的人根本就不会放过我们 两位站出的中年男人 听闻也是犹豫起来 是啊 神灵教的人 有可能是骗他们的 要是骗他们 他们跪下学狗教有什么用 到头来还不是死 还能不如为保护学生而死呢 然而这时 蝎子就哈哈大笑出声保护道 哈 放心你们 要是真跪下学狗教了 我向神发誓 绝对不杀你们两人 要是杀你们两人 就让神惩罚我吧 两个中年教师听到这也是大喜过望 因为这蝎子 竟然敢用神来发誓 应该不会骗他们的 所以他们只要跪下学狗教 就能活了 而蝎子见两人心动的模样 也是冷笑地在心中想到 自己说自己不杀他们 不代表别人不杀他 而谁都没发现 后面一个老师 偷偷溜上教学楼了 就算神灵教的人看到 也以为这人只是害怕地先逃上去了 所以根本就没多想 毕竟学校能打的都在这里了 那好 我们跪下学狗教 就放过我们 两位中年教师 脸上怀着希望地说道 蝎子玩味地看着两人道 行 快点跪下学学个狗教给我们听听 而神灵教的人 一个一个都是神色玩味地 看着对面众人 胖猴更是狠狠地对着许牛说道 小子 现在给学个狗教 我也可以考虑放过你 许牛则是看都不看胖猴 只是把眼睛闭上 而李国强等人 也是没有再劝住 因为谁都有想活着的权利 他们有什么资格干涉 很快 那两中年教师连忙跪下 然后大声叫着 汪汪汪 汪汪汪 这一幕 让李国强他们 都不忍看闭上双眼 而神灵教的众人 则是嚣张地哈哈大笑道 叫多几声 别一边特训班舞蹈室内 那位从楼下溜走的老师 就是林天海 而林天海来 这是受许牛的吩咐 来叫陆金安下去支援的 因为许牛知道 陆金安的实力 比他自己还要强 所以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陆金安了 而且 要是他们全部被杀死 陆金安自己一个人 也难独自抗衡神灵教的众人 所以 许牛也是想办法和林天海说 然后叫林天海 偷偷溜上去 叫陆金安 毕竟要是许牛 毕竟许牛是仅剩下三位武士之一 一旦有什么动静神灵教的众人 也会立马阻止 林天海气喘吁吁地 跑到特训班的舞蹈室 然后连忙打开门 就见到特训班的众人 都在百无聊赖地坐着 而陆金安更是直接头 躺在林威夏的腿上 陆金安的腿 更是搭在冷力学的腿上 活脱脱就是一个皇帝啊 林天海来不及多想 连忙对陆金安大喊道 陆金安快下去帮助啊 许牛和李校长 和肖副校长 快要被神灵教的人杀了 特训班众人听到林天海的话 也都要吓一大跳 什么校长和老师 他们要被杀了 而且还是神灵教的人的杀 而本来还在睡觉的陆金安 瞬间睁开眼 其实他早就感知 有人在靠近 就是不知道是谁而已 然后就是林天海冲进来 对陆金安说的一番话了 陆金安就瞬间睁开眼了 然后起身走林天海走去道 老林怎么回事 于是 林天海只能快速地 将下面发生的事情说一遍 陆金安也知道 下面发什么了 也是立马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唐刀 然后对林天海说道 我先下去一步了 林天海听到陆金安的话 有些不明所以 什么先下去一步 而陆金安则是继续 对着林薇夏和冷利雪说道 我先下去 把人爹解决了 你们两个好好待在武道市 说完便不管两人听没听见 一个闪声就撞碎武道市的玻璃 然后化为一道闪电 一跃而下 这一切都让众人给看呆了 这陆金安特么 从这里跳下去啊 这可是七楼啊 不怕摔死啊 林天海看撞 也是连忙来到玻璃窗前 就看到陆金安 像一道闪电一样向下飞去 林天海看到这一幕 嘴巴张得大大 都能塞进两个鸡蛋了 而在教学楼的外面空地上 神灵教的人 和李国强等人 都听到破窗声 然后就看到一道 像闪电般的东西 从上向下快速落下来 这可把在下面的众人 都惊得嘴巴张得大大的 这是什么东西 不过 依据这东西的落下速度来看 很快就能落到地下 到时 砸到他们神灵教的人就不好了 于是 神灵教的人 连忙向后退去 就连李国强等人 也怕这东西砸到 连忙向教学楼退去 只有许牛露出微笑 因为他知道这是陆金安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陆金安的道来了 让许牛那心情 也安心许多 很快 陆金安就落到地下 然后双脚猛地踩爆地面 更是发出爆炸的声音 刹那烟尘四起 让众人都看不清楚 陆金安的身影 而神灵教的人 眼睛瞪得大大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落下来 造成这么大烟尘 就连李国强等人 也是想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是眼睛瞪得大大 随着烟尘的渐渐散去 露出一个手持堂刀的 很帅的少年 那少年的眼睛 像是一个猛虎 让神灵教 众人看得都是一惊 第189章 乱杀 还有那少年身上 散发着那射人心魂的气势 让所有人都不由一代 许牛看状 更是呵呵笑道 好小子让你装到了 听到许牛的话 李国强等人也反应过来 看着陆金安那背影道 许牛老兄 这人是谁啊 难道是陆金安 许牛面对众人的提问 只是呵呵笑道 没错 就是陆金安那小子 陆金安这小子 可是比我还要厉害了 这让李国强等人 听到大吃一惊 不过然后就是一喜 因为要是陆金安 真比许牛厉害的话 那他们还可以一战 而神灵教众人的反应 就不是太好了 因为谁都能看出来 这年轻人是敌非友啊 胖猴 看着英俊帅气的陆金安 咬牙切齿道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人 狼人听到胖猴的话 也是好奇地问道 胖猴这人 是不是抢你老婆了 怎么这么生气 胖猴听到狼人的话 立马跳脚大骂道 你才被抢老婆 你全家都被抢老婆 而且只有我抢别人老婆 还没有人能抢我的老婆呢 狼人听闻不但不生气 还哈哈大笑道 不是被抢老婆 那你这么生气干什么吗 胖猴立马咬牙切齿道 因为他在我面前装逼 而这小子还这么帅 我平时最讨厌 就是比我帅的人了 哦 怪不得胖猴 你老真对我 原来讨厌比你帅的人啊 狼人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道 胖猴听到狼人的话 先是看狼人两眼 然后吐了一口口水道 我呸什么东西 狼人 民警号 胖猴 你他妈又想找死是吧 狼人怒骂道 来 来 谁怕你 一个五十九段 敢在我面前嚣张 胖猴也是不怕地说道 只有蝎子神情一众大吼道 别玩了 这人是个高手 因为他从陆金安身上 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威胁 他感觉 要是一不小 他们就可能真的会死 胖猴和狼人听到 也感受到 那股浓浓的威胁 然后同时一众地点点头道 这人是个高手 而此时 陆金安一挑眉 看着对面的神灵教众人道 哦 我是高手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 神灵教众人 李国强众人 嗨嗨呀 说吧 你们想怎么死 陆金安笑着 看着神灵教的众人 像是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胖猴听到陆金安的话 虽然有些畏惧陆金安的气势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小子你很嚣张吗 哦 正所谓 头可断血可流 但不能不帅 陆金安摸着手中的刀说道 行 小子你找死 胖爷 我最讨厌耍帅的人了 胖猴怒道 然后胖猴便双脚一踏 挥舞着狼牙棒 砸向陆金安 想一击 就将陆金安砸死 而胖猴的攻击 像是一道信息一样 蝎子立马大喊道 动手 说完 便也向陆金安杀去 而神灵教的其他人 则是杀向李国强等人 而李国强等人 自己也动起手来 大战一触即发 而陆金安面对杀来两人 缓缓拔出刀来 然后挥动手中的刀大喊道 雷霆半月斩 胖猴和蝎子 见陆金安拔刀 又挥动刀 以为陆金安用刀释放武技呢 连忙急停下来 然后就发现 陆金安的刀好像没有释放武技啊 而两人的头顶 突然劈下七八道雷下来 两人瞬间被劈中 两人瞬间被电的头发都抱起来 就连衣服都被电烧了起来 相同两人被的电的无法站立 倒在地上抽搐 两人也没想到 攻击竟然是从天上来的 而陆金安继续操控 两人头顶的乌云 继续劈下 没错 这就是陆金安的声东击西 当两人以为自己 要用刀斩出武技时 其实他是 视斩了雷霆万军 从两人的头顶 将雷劈下 轰隆隆 又有七八道的闪电 向倒在地上的两人劈去 刹那两人瞬间就被电的皮肤焦黑 两人边抽搐边想到这小子 踏马是一个老六啊 竟然偷袭他们两人 陆金安准备一击杀死两人了 操控雷电蓄力一击 准备将两人解释掉 轰隆隆 十多道闪电 合成一道巨大的雷电 一击向两人劈去 刹那两人瞬间就被劈得烟肥沉灭了 连两连惨叫声都没能发出来 就连地面也给劈掉一个巨大的坑来 谁也没想到 两位武士时段就这么死 就这么轻松地杀死了 甚至连陆金安的衣角都没碰到 这让周围的人目瞪口呆 这实在太过玄幻了 两位武士时段就这么死了 而陆金安则是摇摇头道 太不经打了 这可把神灵教的其他人吓一跳 连忙杀住车 然后吊头都用出吃奶的力量 以120码的速度逃走 开玩笑 连两位武士时段都这么轻松 给陆金安杀了 那么他们不跑是在等死吗 谁都没想到形势转变这么快 再来李国强他们是必死的局 现在轮到神灵教的众人 是必死的局了 而陆金安见逃跑的四人 也是一个雷闪 闪到跑在最后的一个神灵教的人 一刀就将他的脑袋斩下来 而那跑在最后的神灵教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陆金安斩下脑袋 甚至脑袋掉下时 还能看到他的身躯在不停前进 但没过几秒 没了脑袋的身体 也突然倒了下来 而陆金安则是继续挥刀 杀向第二个神灵教的人 刷刷又一个脑袋掉下来 这些神灵教的众人 根本无力抵挡陆金安的攻击 陆金安就像死神一样 一刀一个脑袋 很快 神灵教四人 就被陆金安轻松杀死 而且陆金安只用四刀 这一切 让李国强等人 惊得张大嘴巴 好强 陆金安实在太强了 不但秒杀了两个武师时段 而且还能一刀一个武师 这怕是只有大武师才能做到吧 但陆金安杀完人后 并没停下 而是继续不计用 雷闪寻找控制着这无界空域的人 李国强等人也反应过来 对啊 还有一个神灵教的人 李国强立马吩咐道 我们分头找出控制着光照的人 众人都是脸露出开心的点点头 毕竟刚才他们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结果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 而许牛则是在后悔 早知道陆金安这么厉害 就应该早点叫陆金安下来的 也不用死了这么多人 很快在飞速移动的陆金安 就找到控制着光照的人了 立马就是一个雷闪一刀 将那人斩掉 第190章 还敢打电话来 那神灵教的教徒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陆金安一刀砍死了 同时 B级困气也因为没有神灵教的教徒 继续输入气血 刹那笼罩在学校上方的光照 立马消失不见 而陆金安做完一切后 看着那一条长长的铁棍 陷入了沉思 这底是什么玩意 难道这就是神灵教的人 刚才困住我们的东西 不过陆金安可以确定 这确实是刚刚 采纳神灵教的教徒所拿的东西 于是陆金安先是左右看看了 发现没人后 把这条棍子丢到空间戒指里 反正是自己的战利品 自己收获很合情合理吧 可恶 神灵教这群人渣 秦之意看着教学楼满地的尸体 陷入愤怒之中 而警察局长也有着脸色不好看 当他们接到报警电话时 立马就全局的警员出动 甚至连特警也出动了 秦之意守护司这边 也是接到消息立马赶来 连武师的人都出动了四个 李校长 对不起 这次一共死了53名老师 警察局长统计出来人数后 便跟着这位状态 不是很好的李国强说道 李国强听到警察局长统计的人数 也是长长地挨了口气 死了50多人啊 这可是50条生活的先命 就这样死了 警察局长见状 也是拍了拍李国强的肩膀道 要不是这50人拼死抵抗 可能死的人会更多 放心吧 李校长 我会向政府申请抚恤金等东西的 李国强不再说话 只是闭上眼睛 常常爱出口气 明显他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而警察局长见状 也是走开 让李国强一人安静一下 随后警察局长便找到陆金安 让陆金安 把如何杀死神灵教的众人的事情 经过说一遍 陆金安也如实说道 警察局长听到陆金安所说 也是震惊不已 陆金安竟然以一人之力 就将神灵教的众人杀死了 而且神灵教的两个武师时段 也是被陆金安杀死的 没想到啊 没想到 陆金安已经成长这么快了 现在连武师时段都能轻松杀死 警察局长也是满意地 拍着陆金安的肩膀刀 不错 到时 我会向政府给你们嘉奖的 随后 警察局长和其他人 去处理尸体去了 而李国强也站起身去 告诉学校众人的这个沉重消息 同时也准备给学生们放一个月假 因为现在还剩下不到30老师 根本就不够教学生的 所以 李国强只能给众人放假 等招聘好老师再上课 更重要的是 李国强害怕到时 又有神灵教的人 混进学校乱杀人 当同学知道他们的老师 或者班主任死后 一个一个都失声痛哭起来 并没有放假的那种快乐 不过经过李国强的安慰 学生们也一个一个收拾好东西 准备回家去了 在神灵教袭击的过后第三天 别墅的卧室里 此时陆金安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这几天陆金安几乎都是 躺在家里睡觉 除了前天和林为夏 冷力学两人出去玩过 陆金安就没再出去过了 你是一条小青龙 小青龙 陆金安手机的铃声响起来 同时也吵醒呼呼大睡的陆金安 陆金安迷迷糊糊地 拿起手机接听道 喂 是陆金安同学吗 电话内传来一声 很好听的女子声 陆金安听到这好听的女子声 瞬间就不困了 好家伙 这是诈骗电话 竟然诈骗到他陆金安的头上来了 就在陆金安想事情时 电话内又传来 那道好听的女人道 我是公安局的 陆金安听到这就知道 这女人要玩什么了 假装公安局来骗人 因为公安局 根本就不会用私人号码 打给别人 而这手机号 刚好是私人的 所以陆金安还没等 那边女子说完 便立马说道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 我的银行卡 涉嫌洗黑钱 又或者 我涉嫌刑事犯罪 被通缉了 然后 要冻结我的银行卡等东西 而且还要我将钱 转到你的账号上是吧 你们这点诈骗计谋 我早就一清二楚了 还想诈骗我没门 说完 陆金安就挂了电话了 同时在心中暗道 这种小把戏 还想诈骗自己 下辈子吧 而另一边江城公安局 一位漂亮的女警察 看着挂断的手机 也是呆了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叫陆金安的学生 防诈骗意识这么强 根本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而警察局长在一旁 看着挂断的电话 连忙问女警员怎么了 然后 女警员倒是只能说 陆金安把他当成诈骗犯了 警察局长听闻也是 沉默一会后 继续说道 你再给他打多一次 电话试试 漂亮的女警员 只好点点头 继续拨打了电话过去 然后不到两三秒 对面就接听开来 随后便是骂道 特么的 你个诈骗犯 还敢打我电话 是不是又想诈骗我 是不是把我当傻子的鬼 都不信你 说完电话 又挂断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 警察局长和女警员 女警员见状先开口道 局长怎么办 警察局长也没想到 陆金安的防诈骗的意识这么强 根本就没给人说话的机会就挂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 只要电话挂得快 你就诈骗不到我吗 警察局长头也是有点大 不过然后警察局长随后拿出手机 亲自拨打过去 给陆金安 而另一边陆金安的手机再次响起来 陆金安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又是陌生号码 也是怒了 好家伙 这诈骗犯真踏马把他当傻子 又重新换个号码打过来 非得要诈骗到我才行是吧 陆金安生气的接下电话 没等对面的人说话 陆金安就对着电话一顿狂喷 有完没完了 知道你想诈骗人 但你踏马 也别把我当傻子 别以为换到手机后 我就不知道是你了 告诉你 你再打来 别怪我顺着网线去揍你啊 说完 陆金安便气鼓鼓地挂掉电话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警察局长 现在的年轻人 防范意识 都这么强吗 我还没说话呢 就被一顿狂喷 警察局长也是 切底放弃 自己打电话给陆金安了 只能打电话给秦之义 喂 我是秦之义你是谁 老秦我 原是张局长 有什么事情吗 就是这样的 我想打电话给陆金安 让他到警察局来领取奖励 结果我还没说话 就被陆金安当成诈骗犯 挂掉电话了 连打几个电话都一样 所以希望 你打电话给陆金安说一下 让他来警察局领一下奖励 第191章 丰富的奖励 秦之义听到 张局长的话 也是一阵发愣 不过也是回道 行 莫问题 我现在就打电话 跟他臭小子说说 行 你跟他说就行了 张局长也是回复道 随后便挂断电话了 而秦之义 也是连忙打电话给陆金安 陆金安听到手机的铃声 再次响起来 那暴脾气 再也忍不住了 又给我找电话 真是把他当傻子了 不过当陆金安拿出手机 一看显示 秦书陆金安又觉得 没什么事了 于是 陆金安就接下电话道 喂 秦书什么事 电话那边 也很快传来秦书的声音道 你小子刚才 是不是刚才挂断几个电话 陆金安听到秦之义的话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秦书为什么你知道 我刚才挂掉几个诈骗电话的 你还真是 算了 刚才那几个不是诈骗电话 而是江城的警察局长 给你打的电话 叫你 去警察局领取奖励 现在 你小子知道了吗 秦之义说道 啊 这 陆金安也没想到 竟然是江城的警察局长 给自己打电话 他还以为是 诈骗电话的呢 结果是警察局长 给他打来的电话 行了 我不多说了 等一下你去领取奖励吧 秦之义说完就挂了 而陆金安 在秦之义挂掉电话后 也是一阵发猛 不过陆金安很快就恢复过来 现在他要去 江城警察局 领取东西了 至于为什么有奖励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在学校 杀死神灵教的奖励到了 江城警察局 此时 陆金安坐在局长的办公室喝茶 而对面则是警察局长 张局长率先开口道 陆金安小兄弟 你的奖励上面 吓发下来了 这次你自己一个人 杀死七个神灵教的人 上面决定奖励你三千万现金 同时军方也奖励你四百级分 陆金安小兄弟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 到时你的 就会到账了 陆金安听到这奖励 也是心中大喜 没想到 杀死神灵教的七人 奖励这么丰厚 正愁他没钱买汽血单呢 现在就有三千万了 还有军方的四百级分 好 多谢张局长了 陆金安把自己的卡号 写下来 递给对面的张局长道 而张局长也是说道 不用谢 这是你杀死神灵教的人 应该得的奖励的 随后两人又聊了几句 陆金安就告辞了 而陆金安回到别墅时 就收到短信银行 卡到账了三千万了 于是陆金安又转头 去万宝阁购买汽血单 这次陆金安又一次性 用完三千万来买汽血单 购买了七十颗上品的汽血单 然后又返回别墅里 别墅内陆金安此时 正在登陆军方网号 登陆进去 陆金安就查询自己账号的积分 果然里面又有四百积分 安安静静地躺在账号里 陆金安没有犹豫 立马在军方网站上 用积分购买了B级战甲 和B级兵器 刚好用掉四百积分 上一次陆金安就想购买的了 可惜积分不够 他也只能买B级武器 现在他终于能买到B级战甲 和兵器了 这B级战甲 可是能挡下武宗的攻击 可以说 穿上这战假武宗之下 没人能伤得了他 当然要是武宗 还是很可能让他受伤的 毕竟武宗都高自己两个大境界 就算穿上战甲 武宗仍旧能轻易地杀死他 现在只等战甲 和兵器送上门就行了 而现在 陆金安又要开始吞噬 气血淡来提高自己的境界了 虽然这么快提升境界不太好 但陆金安已感受到危险了 因为妖兽攻城的越来越频繁了 这只是 妖兽潮开始的表现 陆金安在视频上 看过别人说 真正的百年妖兽潮 是全部妖兽 出动对人类进行无差别攻击 当然 每个城市面对的妖兽潮 有可能大也有可能小 谁也无法确定 会不会有大妖兽潮竞技将成 这一是场人类和妖兽之间的战争 妖兽 只要胜了 就能占领住人类的地盘 而人类要是输了 不但会有很多人类死去 连人类仅剩的地盘也会被占领 所以陆金安这 才拼命提升自己的实力 想在妖兽潮宝的自己姓名 需要有足够的实力 想在妖兽潮 保护自己关心的人 也需要有足够的实力 陆金安将一颗上品气血淡吞下去 然后开始炼化 一颗 二颗 五十颗 七十颗 直到吞完全部气血淡 陆金安才停下 同时这七十颗气血淡 也给陆金安增加了两千八百的气血 让陆金安的境界也突破到五十六段 差不多要突破到五十七段 同时力量也达到三十四万斤力量 可以说 陆金安线的力量 已经完全相当于大五十二段的力量了 因为大五十二段 也只是三十六万斤力量 陆金安只差二万 当然除了力量的提升 还有防御和速度 精神力的提升了 现在陆金安的精神力 已经能感知八百米内的范围 防御更是能抗住大五十三段的攻击 速度也达到每秒二千米 这速度比高铁还要快几十倍 因为高铁每秒也最多一百米 而陆金安每秒就可以达到二千米 这不比高铁快得还要多 就在陆金安在为自己的实力提升而感到高兴时 别墅的门口处 有两位身穿军绿色身符的人出现 两人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是达到五十境界的 很快两人的其中一人 就按响门铃了 叮咚 叮咚 门铃的响声 也让沉醉于实力大提升的陆金安惊醒 然后连忙起身去开门 因为陆金安知道很可能是战甲和兵器到了 果然一打开门就看到两个身穿军绿色服装的两个男人 他们身上也散发着五十的气息 当陆金安出来后 两名男人的其中一人说道 你好 你是陆金安先生吗 陆金安听道点点头道 嗯 我是 两名男人其中一人继续道 那请将身份证和我们要采集你的血液进行验证 行 莫问题 陆金安把身份证递出去 然后男人结果进行核查 然后另一个男人则是拿出一个向侧唐衣的东西 向陆金安的手指一按 很快测试结果出来都没有问题 而核查身份证的男人也没发现有问题 于是两个男人将进行最后一项人脸识别 最终也是没什么问题 两个男人这才从空间戒指中拿出战甲和兵器递给陆金安道 请验收 第192章 什么让我当队长 陆金安确认战甲和兵器都没问题后说道 行 战甲和兵器都没问题 随后两位男人在和陆金安确认没问题后 就离开了 而陆金安则回到别墅 看着那漆黑如墨的战甲 拿出来穿上 发现刚刚大小和事无比 然后陆金安又装B级 执刀拿了出来 挥动两下 也发现手感也好的不行 之后的一周里 陆金安每天的事情 不是睡觉就是吃饭 一天有20个小时都是睡觉的 同时 陆金安也用属性点 把雷光斩和雷闪加到圆满 9月10号 此时 陆金安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 新闻播放全国各地 已经都开始遭遇 夭兽潮的大大小小的袭击 同时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甚至还有国外的城 已经被夭兽潮攻破 而被夭兽攻破城池 自然人类几乎都被夭兽潮吃掉 除此之外 江城局势也越来越严峻了 已经不许与猎兽武者出城了 现在城门大多数是紧闭着 城内已经储存到许多粮食 随时应对夭兽潮的围城 百年夭兽潮也正式开始 就在陆金安响午睡时 手机的电话铃声响起来 陆金安拿起一看显示 秦书便接通电话道 秦书什么事 很快 电话就传来秦之义的声音道 秦安啊 今天确实有跟你说 秦书你还这么客气 干什么吗 有事就说 是这样的 城内准备组织一支 由普通的武者组成的大队 他们不同于军人 这支武者大队 多数都是由平民的武者组成 如平时出城猎兽的武者 或者武者联盟注册的武者 组织这样一条队伍 主要是用来夜晚的守城 因为军队和守城军 不可能日日夜夜都要守夜 这样下去 他们的精神状态 可能会不太好 到时要真正面对 妖兽朝袭击时 怕是已经是疲惫之失了 所以 江城决定 由民间组建一支武者大队 协助夜晚守城 当然不可能让民间的武者们 白白出力 军方和政府 都是有奖励的 如果是武徒境界的每一夜 可得二千块钱 还有一积分的军工积分 武者境界 每一夜就能得五千块 还能得三军工积分 武师境界 每夜可得一万块 还能得五军工积分 而且 要是被攻城的妖兽杀死 还有抚恤金 同时 政府会无条件 每个月都给安抚费 就算你被妖兽打成重伤 政府也会全力帮你治疗 在这期间 每天都会按手成的费用 给你 秦志义在电话里缓缓说道 而陆金安听完 也是不由问道 秦叔你不会要我参加吧 另一边秦志义 听到陆金安的话道 是叫你参加 但又不一样 告诉你 这次可能给你个惊喜 秦叔什么惊喜啊 别卖关子了 哈哈 就告诉你吧 军方和政府的人都打算 让你担任这支 由民间舞者组成的队长 陆金安听到 也是被这消息惊到了 军方和政府 竟然要他来担任 这支队伍的队长的职位 可别小看着队长 要是由民间招收的舞者 达到百人 都可比军方一个连的连长 要是达到几百人 就可比军方一营的营长 要是达到千人 那就是一个团的团长了 陆金安估计 应该是达不到千人的 最多就五六百人 但这也相当于 一个加强的营了 这当然让陆金安很震惊了 自己一个学生 有资格担任吗 秦叔真的让我担任 这由民间舞者组成的队长 陆金安不可置信地问道 哈哈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这是军方和政府的 叫我请你担任的 骗你干嘛 秦之义在电话内回道 可是军方和政府的人 请我担任呢 陆金安还是不解问道 军方或者政府 随便找个人 都不应该是他 你小子 你怕是忘了 你击杀张大彪 在军营妖兽朝来袭时 杀了二十头妖兽 备受一等功 还有在学校杀死神灵教八人 以一举之力 将神灵教的七人全杀 甚至还有 两位舞师时段境界的人 所以 你无论是从功劳 或者实力上 都能担任 这由民间组成舞者的 队伍的队长 秦之义语气认真道 陆金安听到秦之义所说 也是摸了摸头下意识道 我有这么优秀吗 秦之义那边 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被陆金安这小子给装到了 陆金安这小子不叫优秀 那什么才叫优秀呢 这个年龄 都能随手杀死两位舞师时段 这特么不叫优秀 他秦之义 现在也只是五者八段而且啊 陆金安你小子 别给你秦书我法尔赛 你何止是优秀是太优秀了 秦之义悠悠说道 哈哈是吗 秦书 陆金安听到秦之义的话 不好意思地摸了鼻子道 行了 你小子 要不要担这队长的原位啊 秦书夜晚守城很危险的 要是遇到很危险的事情 肯定要我这队长顶上啊 所以陆金安为难地说道 守城这么危险的事情 竟然还叫他当队长 不是有句话叫添他下来 有个高的顶着吗 他要是当了队长 那不就是个高的那个 所以陆金安觉得他个子还不够高 就不担任什么队长了 秦之义听到陆金安也是 爱了口气道 可惜了 你要当队长每一页 都有十万补贴 和十军功积分 要是有妖兽习城时 你的军功积分和补贴会更多 陆金安听到 每一碗竟然有十万补贴 还有十军功积分 瞬间眼睛一亮 一碗十万块 一个月就是三百万块 更别说还有军功积分了 要是有妖兽习城时 陆金安就能获得更多补贴和积分 啊 这让陆金安很难拒绝啊 秦书别说了 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 主要是我就是为人民做贡献 所以这队长沉重的担子 就由我来挑吧 陆金安义正言辞地说道 秦之义听到陆金安的义正言辞的话 差点就笑出来 这陆金安还是从前那模样 没有一点点改变 秦之义决定逗逗陆金安道 啊 这让你当队长 会不会很危险啊 要不然 你还是别当了吧 陆金安在另一边听到电话 秦之义所说 瞬间就急眼了 秦书什么危不危险的 就算有危险 我也是在为人民做贡献 所以我不怕危险 这队长沉重的担子 还得我来挑 不行 不行 让你当队长太危险了 所以我还是绝帮你推掉算了 第193章 必须要给他们小鞋穿 陆金安听到更急眼了 连忙说道 秦书你可不能推掉啊 我都说我喜欢危险了 不危险 我还不当了呢 但是这不太好吧 秦之义吱吱吱地回答道 有什么不好的 就这么定了 陆金安拍着胸膛 对着电话说道 行吧 明天你来到城门口 到时那里 就是民间舞者集合的地方 秦之义说道 没问题 秦书 陆金安也回应道 随后两人便继续聊几句 就挂断电话了 而陆金安则是有些兴奋 只要守城一夜 就有十万块钱啊 还有军工积分 到时他又可以买汽血单 提升实力了 虽然陆金安很高兴 但似乎并不影响陆金安的午睡 陆金安躺下就又睡着了 一日 清晨的曙光洒满大地 一道道金色的阳光 如明丽的画笔 轻轻点亮了沉寂的城市 见起的喧嚣和车辆的嘈杂声 如诗如歌 犹如城市 从黑夜的宁静中 重新获得生机 苏醒过来 此刻陆金安左边油条右边包子 边啃边 走到城门口处 城门口处 仍旧是大门紧闭 这几天都是这样 同时城门口处 也有许多身穿军绿色战甲的军人 正在指手 城门口处 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汇聚一群群的舞者 舞者中有青年模样的人 有中年模样的人 甚至还有不少的女舞者 他们此时大多都有各自的圈子 三三二二的聊天 陆金安看到城门口处 竟然有五六百人 也是满的点点头 看来这些人 都是他手底下的兵啊 不错有精神 哟 还有不少美女 还有青年 还有中年 还有林大爷 嗯林大爷 踏马林大爷 不去学校看门口 来这里干嘛 就在这时 有一个胖嘟嘟的青年 对着左手油条右手包子的陆金安道 傻子 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赶紧滚蛋 陆金安听到胖嘟嘟青年的话 瞬间感觉自己的油条和包子都不香了 然后用一种不可置信的语气说道 死胖子 你是在说我 胖嘟嘟青年 听到陆金安叫他死胖子 顿时就怒了道 他妈你一个傻子 竟然敢骂我 找死是不是 陆金安知道这胖嘟嘟的青年 是叫自己 于是也不跟这胖嘟嘟的青年客气了 直接说道 我骂你怎么了 死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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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嘟嘟的青年 瞬间被气得脸色通红道 你他妈就是找死 还敢说胖爷我胖 你找死 说着就撸起袖子 准备去干陆金安 结果胖嘟嘟的青年 立马被身后几个同伴拉住 其中一个长得一米五矮矮的女生说道 胖子 你别找事情 对啊 胖子等一下 被人看到你就加入不了这民间组成舞者队伍了 一位常戴着眼镜的青年也劝道 胖子别冲动啊 冲动是魔鬼 又一个身强体壮的硬汗说道 而胖嘟嘟的青年 用恶狠狠的眼神 看着边在吃包子的陆金安道 幸好有人拉住胖爷我 要不然我连你屎都打出来 陆金安听到胖嘟嘟青年的话 把口中的包子咽下 然后道 你打不死我 是我怕我控制不住力度打死你 陆金安确实怕自己操控不住力量 因为他还没适应自己提升的力量呢 而且 这胖嘟嘟的青年 只有五者七段的实力 真接不住自己一拳 嗯 五者七段的实力 这胖嘟嘟的青年 看起来就最多二十多岁啊 竟然有五者七段的实力 可以说是一个小天才了 胖嘟嘟青年听到更气了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无比的人 开什么玩笑还说打死他 他可是五者七段啊 这种实力别说打死他了 这傻子连自己一根毛都碰不到 毕竟他根本就感觉不到 这傻子身上散发的气息 所以这傻子可能连武途都不是 至于说 傻子的境界比他高 让他感受不到气息 别开玩笑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 怎么可能这年轻就比他境界高 你们别拉着我 我必要打一顿这傻子 竟然敢这么嚣张 胖嘟嘟的青年大喊道 拉着他的几个同伴 也是连忙劝说道 他只是傻子啊 别跟傻子计较了 陆金安 民警号 这几人踏马 是不是找死 还跟着这胖子 骂自己傻子 行 等自己当上队长 必须要给几人小鞋穿 让他们骂我傻子 最苦最累的活拳 给这四人干 胖嘟嘟的青年继续说道 傻子就可以这么嚣张啊 傻子骂人就不能打呀 我要把这傻子打出屎来 说完胖嘟嘟的青年 又想冲去打陆金安 但是又被身后三人拉住道 胖子别跟傻子计较嘛 陆金安 Sigma 行号行号 Sigma死刑 这胖子叫了自己六次傻子 而胖子身后几人叫 自己三次傻子 都给我记在小本本里了 看我当上队长 怎么给你们小鞋穿 就在这时 林大爷突然出现在陆金安身后 悠悠说道 小安 你怎么也来参加这夜晚守城的活了呀 陆金安早就用精神感知到林大爷靠近了 转头果然看到林大爷 滋着那三颗大黄牙 对自己笑呵呵的笑 陆金安差点被林大爷那三颗大黄吓了一跳 这林大爷 怎么这么喜欢露出他的大黄牙啊 林大爷请把你三颗大黄牙收一下 吓到我了 陆金安面无表情的说道 本来还笑呵呵的林大爷 听到陆金安的话 瞬间黑了脸 就在这时胖嘟嘟的青年 见到林大爷 和这傻子很熟 于是就说道 大爷这傻子 不是傻小子 是你孙子吧 你孙子太没礼貌了 其然骂我死胖子 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你的孙子才行 陆金安 自己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爷爷了 而且还是喜欢刷礼物 给美女主播的爷爷 还有这胖子 又叫我两次傻子 八次了 林大爷听到胖子的话 顿时老脸 就笑得跟花一样的 没错 这小子就是我孙子 还有我感觉我孙子也没叫错啊 叫你死胖子 不是挺适合你吗 难道要叫你死肥猪 胖嘟嘟的青年 听到林大爷的瞬间 就又破房了 立马破口大骂道 死老头 你怎么说话呢 果然不愧是傻小子的爷爷 都踏马是傻蛋 而陆金安 则默默在心里记下第九次了 还有林大爷 也要给他小鞋穿 竟然把他当孙子了 第194章 尊老二幼 林大爷听到胖嘟嘟的青年 骂他死老头 本来脸上 那和蔼和亲的脸 瞬间就变成黑脸了 林大爷顿时就骂道 死胖子你 竟然骂我这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不懂得 什么叫尊老爱老 今天你敢骂我死老头 明天你就骂你吧 后天就敢骂你 大后天你就敢骂你的爷爷的爷爷 今天我必须要教训你 小兔崽子 什么叫尊老爱老 说着 林大爷呸呸地向自己的手掌 吐了两口老痰 然后一脸气势汹汹地 走向胖嘟嘟的青年 胖嘟嘟的青年 也是用力挣开三人的拉扯 因为这老头 竟然往手上吐痰 来恶心他 在坐以待毙 自己就被那吐着老痰的手摸到面上了 然后胖嘟嘟的青年 立马散发出五者七段的气息 对着林大爷说道 老头你找死 林大爷看状 也是吓得愣住 没想到这胖子 竟然有五者七段的实力 他还以为这胖子是武徒觐见的 陆金安则是在一旁 看着这一副尊老爱幼的场景 就差拿瓜子出来啃了 林大爷瞬间收起一副 气势汹汹的样子 刹那又变回和蔼可亲的笑脸道 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 这个社会不是讲打打杀杀 是讲人情世故的 你很能打有用吗 有个屁用 初来婚要讲的是有视力和背景 我告诉你 胖子我可是在武高义中做保安的 校长可是武师强者哦 你要是动我半根毫毛 我就躺在地上不动 林大爷越说越觉得自己 好像很牛逼啊 不就只是一个五者七段的小子吗 他还会怕这小子 哼 要是动我半根毫毛 他就躺在地上睡着 到时看这胖子怎么办 胖嘟嘟的青年 听到林大爷的话 也是气势宜弱 对啊 这老头自己碰到一下 肯定要讹他钱啊 还有没看出来 这老头竟然也这么有视力背景的 有点难办了 不过胖嘟嘟的青年 还是嘴硬道 老头你别以为我怕你 我只是不想打死你 不让你的傻孙子 没人照顾而已 本来还在吃瓜的陆金安 明 第十次了 人食人尿都不忍他了 于是陆金安在旁边叫道 死胖子 你怕是不敢吧 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大爷 要不然就是我大爷打死你 林大爷 哦 这陆金安小子在搞什么乱 自己拼死 怕是也伤不了胖子的一个毛发 现在竟然叫他去打死胖子 怕是胖子没打死 他就被胖子打死了 再说了 刚才他都稳住胖子了 结果陆金安这小子 又来帮到忙了 这是想害死他 胖嘟嘟青年 听到陆金安的挑衅 瞬间就笑了道 不敢 别说我不敢了 我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都要揍他一顿 说我不敢怎么可能 说完胖嘟嘟的青年就扭手 扭脖子 一副狠人模样 这让陆大爷 看着都只打哆嗦 我还没活够啊 他还想多听美女主播 叫多几十年他哥哥呢 还有那砂锅那么大的拳头 不会把他的屎都打出来吧 于是 陆大爷就哆哆嗦嗦劝道 年轻人可不要冲动啊 不要为了一时之气 就大打出手 你想想 你的人生还很长啊 大爷我啊 最多活十几年 你呢 你起码再活六十后 都不是问题啊 所以 你一定不要冲动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冲动是魔鬼 所以你要冷静啊 而胖嘟嘟的青年 此时扭着脖子 一脸凶狠道 大不了做二十年牢出来 我还是一条好汉 林大爷听到 腿都要软了 带着哭腔道 大哥 大哥 我错了 别打吧 要打就打这小子吧 边说边指着陆金安道 陆金安 周围的众人 胖嘟嘟的青年 这一把岁数了 竟然叫胖子做大哥 看来林大爷的求生欲 还是很强的 连叫胖子大哥的话 都说出来了 林大爷没想到你 竟然这么贪生怕死 怕是没骨气 都一把岁数 还叫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叫大哥 林大爷我看不起你 说完陆金安转过头去 不看林大爷 林大爷 锦浩 谁要你看得起啊 还有你没到看 他那砂锅 那么大的拳头吗 而且胖子不是打你 你当然这么说 他这不叫贪生怕死 叫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胖嘟嘟的青年 看大爷都叫自己做大哥了 也好好做百了 行 大爷我这人从小就尊老爱幼 不欺负老人家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打你的 胖嘟嘟的青年 拍着胸膛保证道 林大爷立马喜笑言开道 看出来了 平时很喜欢尊老爱幼了 好孩子 好孩子 陆金安转头 看着林大爷那开心的模样 一脸鄙视道 林大爷我看不起你 说完还真不带看林大爷的 像是把林大爷当空气一样 陆金安的话 这可把林大爷气得脸都通红 这小子又来搞乱事吧 随后 林大爷便能感觉到 周围那一道道的比比式目光 顿时老脸通红 他的老脸都被陆金安的话丢尽了 然后胖嘟嘟的青年 则是对着陆金安说道 你这傻子 怎么能看不起自己的爷爷呢 说着还对林大爷笑了笑 像极一个尊老爱幼的好青年 陆金安 第十一次 死胖子 你他妈要完了 最危险最不安全的任务我都会安排给你 死胖子 谁他妈告诉你 他是我爷爷了 我爷爷早就去见我太爷了 你他妈是眼瞎是吧 陆金安骂道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尴尬的摸了摸胡子 他确实不是陆金安的爷爷 要不然 他早就打死这样的乖孙子了 胖嘟嘟的青年 则是 向到听到不可置信的话 然后胖嘟嘟的青年 先是看了看林大爷 然后再看了看陆金安 随后点点头道 确实不像两人长的鼻子 不像鼻子 眼睛不像眼睛的 陆金安又给胖嘟嘟青年的话 给整乌语了 会说话就多就说点 林大爷也悠悠地 看着胖嘟嘟的青年 怎么感觉 这是他在骂我 然后胖嘟嘟的青年继续说道 我就说嘛 哪有孙子这么坑爷爷的 陆金安也给胖嘟嘟的青年 整破房了 破口大骂道 你才是孙子 你全家都是孙子 你这傻子骂我 找死 胖嘟嘟的青年 指着自己的脸 一脸不可置信 陆金安又在小本门记下第十二次 自己绝对要给这胖子 穿十二次小鞋子 骂你怎么了 孙子 大孙子 陆金安继续骂道 第195章 这毛头小子 还想领导他们 胖嘟嘟的青年 听到后轻轻都气得爆出来了 然后用手指着陆金安道 你有本事再骂一遍 陆金安从来没有听过找的骂要求 于是陆金安就继续说道 胖子没看出来 你喜欢被别人骂套孙子 那我就记骂你是我的大孙子吧 大孙子 大孙子 你爷爷叫你了 周围的人听到陆金安说的话 纷纷都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胖嘟嘟的青年 这么喜欢当孙子 胖嘟嘟的青年 听到陆金安的嘲讽 和周围人的嘲笑 也是气得脸色通红道 我去你马勒戈壁的 看胖爷 我不打死你 说着 气血运用在手上 然后几个胯步 就想向陆金安打去 陆金安早就面对好 突然出手的胖嘟嘟的青年了 他右手的大嘴巴子 也在等着胖嘟嘟的青年了 而且 胖嘟嘟的青年动作 在陆金安看来 一切都这么慢 就像慢放十几倍一样 向他打来 陆金安此时已经高高举起右手 然后在心中默念叨 给你爱吃的大嘴巴子 就在胖嘟嘟的青年要打倒时 突然场中响起一道声音 停手 谁敢动手 就取消这资格 胖嘟嘟的青年 立马来了的急刹车 但刚好停在陆金安面前 于是陆金安毫不客气地 给胖嘟嘟的青年 爱吃的大嘴巴子 啪 啪的一声响起来 胖嘟嘟的青年 那圆润的脸上 也出现一个红色的巴掌印 胖嘟嘟的青年 更是发出哀悠一声 陆金安更是说道 给你爱吃的大嘴巴子 胖嘟嘟的青年 瞬间就被打猛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被打了 胖嘟嘟的青年 当从自己被打反应过来时 又想张牙舞爪地扑向陆金安 结果就再次听到 那雄厚的嗓门道 都给我住手 这次不再是警告 而是散发出一点武宗的气息 顿时让城门口下的众人 都感觉到 一个一个都变瑟瑟发抖 因为这可是武宗的气息啊 比他们起码要高二三的境界 等于比高自己 高三二级的生物突然出现 如何不让众人瑟瑟发抖呢 但还真有一个 不那就是陆金安了 陆金安起码能打得 大五十二段的人 不会只被武宗 散发出一点气息就害怕 同时 张牙舞爪的胖嘟嘟的青年 也是一将 然后就停下 向陆金安扑去的动作 因为他知道 要继续出手 他可能就进不了 这民间舞者的队伍了 更重要是 有可能会得罪武宗大人 但陆金安可不会放过他 陆金安又给了一个 胖嘟嘟的青年 爱吃的大嘴巴子 啪 胖嘟嘟的青年 左边脸上 也被打得出现 一个红色的巴掌印 刚好右边脸上 也有巴掌印 两边都对称了 而此时 胖嘟嘟的青年 捂着两边脸 一脸猛逼 武宗强者都叫住手了 这傻子 还踏马敢出手 哦 他是傻子 那就没事了 不对 傻子也不能乱打人啊 就在这时 城门墙上 突然出现一个 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只见他站在城墙上 高高看着众人 同时双手暴毙 嘴中更是叼着燃烧的香烟 众人都是不自觉向上 看着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因为他身上 散发出一种 很有男人味的魅力 自信 强大 而那中校军衔的中年男人 看人都看过来 也是从口中拿下的香烟 然后吐出一口烟雾道 自我介绍下 我叫天兴洛 是第123团的团长 现在是中校军衔 同时也是一个武宗强者 现在城防基本都是 由我负责 说着 又不自觉地将手中的香烟 又拿到嘴边抽了一口 吐出淡淡的烟雾继续说道 平时 我们第123团 基本都是驻扎在 妖兽森林最前端 但是因为这次妖兽朝来袭 我们这才撒到江城 不过我 仍旧担任着城防的责任 你们都是要加入 民间舞者的队伍 在这我希望你们这几十天 能把江城的城防守好 最好不让妖兽闯到城中 因为如果妖兽闯到城中 那必然会造成 普通的民众的死伤 同时 你们也不要害怕 站死在城墙上 因为如果你们真的 站死在城墙上 抚恤金给你们的家人 可以说 一辈都会衣食无忧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真的站死在城上 你的名字 也会被刻在城墙上 说着 拍了拍那结实的城墙 然后继续说道 到时 你们的儿子和家人 都会为你而骄傲 所以 当你面对 比自己强的妖兽时 不要害怕 也不要退缩 因为你们身后 就是你们的家 你们无法退后 一旦退后 妖兽就会冲进城里 杀害你的家人 所以你们 能不能退后 城墙下的众人 都被天心落的话 激起心中的热血大吼道 不能退 不能退 天心落看着众人 那激动的表情 也是笑道 很好 我们确实不能退 如果城破家何在 说着高兴的天心落 又吸了口烟 然后这才继续说道 现在你们需要一个 能领导你们的人 陆金安上来 陆金安 听到教导自己 于是就向城墙上走去 而胖嘟嘟的青年 见状也是笑道 人家叫陆金安上去 你一个傻子上去干什么 哈哈 然而陆金安 没有理会胖嘟嘟的青年 但是在小本本 记下第十三次 此时林大爷 则是张大嘴巴 因为他知道 这陆金安 绝对是陆金安 要是城墙上 那人没叫错的话 很快 陆金安就上到城墙上面 站在天心落的旁边 而天心落看到陆金安 也是对着陆金安 发出友善笑了笑 而城墙下的众人 都讨论四起 因为陆金安实在太年轻了 有的跟他们儿子 差不多大 那武宗的强者 叫这年轻人上去干嘛 没听到吗 我们需要一个领导的人 不会就是这毛头小子吧 这毛头小子 还想领导我们 毛都没长齐 就是我的毛 都比这毛头小子多几倍呢 不想领导我们 他就是个傻子 还领导我们 胖嘟嘟的青年 立马发不满的声音 他算看出来了 这傻子是半猪吃虎啊 而林大爷则是没说话 因为他知道 这胖嘟嘟的青年 绝对会让陆金安穿小鞋子 他可是知道 陆金安以一举之力 杀穿神灵教的众人的 八个神灵教的人中 七个是被陆金安杀的 哦还有一个是被群殴死的 第196章 完蛋了 天心落听到众人的讨论声 只是笑了笑 如果陆金安不能领导他们 江城怕是没有人能再领导他们了 而陆金安则是又听到 胖嘟嘟的青年 又骂自己傻子 又给陆金安记下小本本里14次了 天心落听着众人的讨论 也不着急开口解释 先是把手中的那一根烟抽完 然后烟只剩下一个烟嘴 但天心落培养成一个不乱丢烟头的习惯 所以直接手中冒出火焰 不到一会 烟头就被烧得灰飞烟灭 天心落这才开口说道 大家都安静一下 天心落一出口 就众人就像小猫咪一样 安静了下来 没有人再发出声响 天心落这才继续说道 有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他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就能担任你们的领导人 那我实话告诉你 因为他的实力很强 这时 立马有一个中年壮汉跳出来道 这矛头小子 能有我实力强 说着就散发出武士三段的气息 让众人感受一下他实力的强大 有了中年壮汉的带头 周围的人也是讨论起来 是啊 一个矛头小子 能有人家武士境界的强 我看八成这矛头小子 就是大家族的人来镀金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力 我看是了 要不然一个矛头小子 还能直接领导我们 我们哪个不是实力比他强啊 我呸 这种时候 还叫一个矛头小子 担任我们的领导 天心落没说话 因为他知道 这种时候 只能用实力碾压他才行 要不就算他今天定下陆金安担任队长 别人也不会服的 陆金安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出手了 只是在城墙的砖上轻轻一跃 然后陆金安就化为雷光 闪身到中年壮汉的面前 轻轻的一拳 打到中年壮汉的腹部上 然后中年壮汉就立马倒飞出去 同时也撞到十几人 也不知道陆金安 是不是故意的中年壮汉 第一个撞到的人 就是那胖嘟嘟的青年 而这时陆金安已经回到城墙上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眨眼间的事情 众人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直到中年壮汉撞飞十几人后 这才停下来 第一个被中年壮汉撞得胖嘟嘟的青年 就像中年壮汉的肉店一样 一直被中年壮汉撞得向后倒飞出去 此时众人也都反应过来 一个一个张大嘴巴 都不敢置信看着这一幕 他们甚至都没看到陆金安出手 只见到雷光一闪 然后中年壮汉就到飞出去 同时 雷光又一闪 又看到那矛头小子 回到城墙上 太快了 太快了 他们根本就看不清陆金安的动作 只能勉强看到雷光 而中年壮汉此时倒在地上 捂着腹部惨叫不断 痛啊痛啊 除此之外 胖嘟嘟的青年也一样周身 都被中年壮汉给撞痛了 也惨叫到 痛痛 还有被中年壮汉撞倒在地的十几个人 也都在地上惨叫 这让其他人都明白 这小子还真是实力强大啊 而天心洛继续笑着说道 忘记说了 这位陆金安 可是一人对两个武士时段的神灵教的教徒 也都可以快速将他们杀死 而且陆金安之前 还杀了武士境界的张大彪 然后军营妖兽朝来袭时 他独自一人杀了二十头二阶妖兽 和三头三阶妖兽 还有前几天 他们的学校不知道为什么 被神灵教的突然袭击了 而陆金安以一举之力 将神灵教的八人中的七人斩杀 其中两位更是武士时段的强者 现在你们知道 陆金安有多强了吧 可以说 大武士之下他无敌 现在你们要是有人觉得 打得过陆金安的话 就和陆金安打 如果陆金安输了这队长的职位 也给你做 有没有赶的 天星落扫失一周 见众人都低着头 没有一个人敢抬头 因为他们连武士都不是 还赶个屁啊 就算是武士也不赶啊 没听到天星落都说 陆金安大武士之下无敌 谁敢打啊 如果没有人敢 那这队长就由陆金安担任了 天星落继续说道 天星落说完 发现下面没有一个人反过的 就连中年壮汉也不敢反了 因为这世界永远是用实力说话 你的实力比我们都强 那就让你当队长 行 之后 陆金安就负责你们晚上的 守城的分配等 天星落见没有人反对 也是直接定下来了 接下来让你们的队长 给你们说两句话 大家鼓掌 天星落说着 便鼓起掌来 众人看状 也是纷纷鼓起掌来 而陆金安 则是抬手向下压了压道 好了 好了 大家都辛苦了 陆金安听了这么多年 别人在台上讲话 现在终于轮到他发挥了 今天我很荣幸担任你们的队长 接下 我希望大家都能 齐心合力地守住这城墙 绝不让一只妖兽进去 还有我发现 我们的队伍里 有个别的人 实力很强大 接下来 我会安排最危险 最不安全的任务 给这个别的人 他这强大的实力 不去做危险的任务 可惜了 陆金安边说边看着倒在地上 假死的胖嘟嘟的青年 而胖嘟嘟的青年 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嘴角直抽抽 这傻子太记仇了吧 竟然还给他小鞋 现在他退出 还来地级吗 呜呜 最危险最不安全的任务 都安排给他 这是要命啊 好啊 不就是叫几次他傻子吗 竟然要他命 有必要吗 众人也听出陆金安的话外之意了 实在是陆金安说得太明显了 谁都能听出来 只能在心中笑道 这胖子倒霉了 怕是有他好受的 行 我就说到这里 陆金安说道 随后城墙下的众人 也很给力地鼓起掌声来 因为这以后 可是他们的队长啊 这么强的实力 现在和他搞好关系 那要是有妖兽攻城的时候 这年轻人 也可以保他们一命啊 只有中年壮汉 和胖嘟嘟的青年 在心中流泪 他们好像得罪死陆金安了 天心落街过话道 现在你们上来 一个一个熟悉一下城墙 然后都可以去军背库领取 一级战甲和一级兵器 还可以一人领一颗疗伤丸 和一颗恢复丸 同时今晚开始你们 就正式开始驻守城墙 你们领完东西 回去记得休息 别到时候 在守城墙室睡着了 要是被发现的话 你一天的补贴 和军功积分 都会被扣掉的 第197章 什么我可是一个大度之人 城墙上此时 陆金安和天心落都 站在城墙上 看着城外 那平坦的平原 天心落看着城外 那平原上 还有一些被染成暗红色的土地说道 这一周来妖兽宫的成平率 也越来越多了 不过这几次妖兽朝的袭击 对江城影响不大 只出现几个士兵牺牲掉 但不知道 我为什么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想到这天心落又拿出烟 用手指点着火 又熄了起来 陆金安也不知道 说什么只好安慰到 或许这百年妖兽朝 很快就过去了 而我们江城 并没有受到什么大妖 兽朝袭击 安安稳稳地过去了 天心落听到陆金安的话 笑了笑道 我倒最希望是这样 这样就不会有太多人死去了 随后两人便看着平静的城外 他们都希望能一直都保持这样 夜晚八点 此时民间舞者开始 和军方的人换班 而陆金安自然也在城墙上 这是他的第一次守城 陆金安当然要坐镇了 不过军方的人并没有全部撒下 还是留下一些经验老道的士兵们 在教导民间舞者们 如遇到妖兽工程 如何发出信号 同时如何使用城墙上的能量炮 这能量炮陆金安也是第一次见到 他之前也在课本上看过这世界 有一种能量炮 使用这种能量炮 并不需要消耗气血 也不需要炮弹 因为它是由妖兽的金盒 作为能量的 只有把妖兽的金盒 放到炮身中 然后就能发射妖兽金盒的能量 去攻击了 不需要放炮弹什么的 而且越高级的妖兽 核发射出的能量越大 也就是威力也越大 不过 高阶妖兽盒也是很稀少 而江城的城墙上 则有50门能量炮 同时也有不少 一阶二阶妖兽盒 除此之外 陆金安还安排了 东面一处角落 最危险的城墙 给胖嘟嘟的青年 那东面的城墙上 是妖兽袭击最多的地方 有几次妖兽 差点就突破 东面的角落的城墙 而陆金安则把最危险的地方 安排给那胖嘟嘟的青年 同时他自己也 走到胖嘟嘟的青年身后 监视他 以为他被妖兽伤到 绝对不是防止 胖嘟嘟的青年逃跑 我会一直在看着你的 陆金安在胖嘟嘟的青年后面 悠悠说道 胖嘟嘟的青年 也是菊花一锦 这是要搞死他的节奏啊 一直在身后 看着自己 不但不能偷懒 要是妖兽来了 还不能逃跑 这人太可恶了 不就是骂你几次傻子吗 有必要吗 胖嘟嘟的青年 也是连忙带着哭腔转头 被看着他的陆金安道 陆金安大爷我错了 莫必要吧 不就是叫你几次傻子吗 我错了还不行吗 求求你不要针对我好吗 陆金安听到胖嘟嘟的青年的话 更气了 又踏马叫自己一次傻子 你叫做叫几次 你马个累的整是四次了 加上你刚才那次十五次了 不过 你放心我这人很大度 这十五天里 你都是守着这位置 胖嘟嘟的青年 听到陆金安的话 也是愣住 这 陆金安果然是一个小赌之人 连自己叫他十五次傻子都记下了 自己都没记得这么清楚 还说自己很大度 脸呢 皮呢 简称脸皮呢 陆金安上来拍了拍胖嘟嘟的青年的肩膀道 好好干 我最看好你了 如果你立功 我一定会让军方给你追加烈士的称号 啊 这胖嘟嘟的青年再次被搞猛了 为什么自己立功给自己反而追加烈士称号 不应该给自己奖励才是吗 陆大人为什么立功给我追加烈士称号 胖嘟嘟的青年瑟瑟发抖地问道 他总感觉有人要害他 什么陆大人 现在不是封建社会 叫什么陆大人啊 让人听到 还误会我搞封建主义那一套呢 你就叫我陆大爷就好 啊 这胖嘟嘟的青年 再次被陆金安的脑回路给搞猛逼了 陆金安见胖嘟嘟的青年又不说话 也是说道 真可怜今天还能说话的 现在怎么就变成哑巴了呢 啊 这胖嘟嘟的青年再次说道 哦 对了 你刚问为什么你立功给你追加烈士称号吗 哦 那是因为 如果你立功了 但也被妖兽杀死了 所以就给你追加烈士称号了 陆金安继续悠悠说道 这又把胖嘟嘟的青年吓一跳 然后挠不出一场大戏出来 撕着陆金安要杀人灭口啊 借妖兽的手来杀他 就算他没被妖兽杀死 陆金安肯定也会动手杀死在 完蛋了 完蛋了 而陆金安说完 就来到胖嘟嘟的青年身后的城墙上 坐下来整个身体靠在城墙上 然后闭上眼睛睡着了 不过陆金安的精神感知一直在开启 如果有风吹草动都会知道 与此同时胖嘟嘟的青年 只能瑟瑟发抖地守着这东面角落的城墙 生怕有一妖兽跳出来 同时想坐下休息 但又不敢因为陆金安在后面盯着自己 同时守护城墙别的人早就坐下休息了 因为一直站着腿都会酸了 只有胖嘟嘟的青年一直在站着 向极小学生被老师罚站 而胖嘟嘟的青年三人同伴 也刚好分到这边城墙上来 那戴眼镜的青年最先说道 胖子这次死了 竟然得罪了队长 怕是以后有他好受的 谁叫胖子叫别人傻子 而且这人还是我们的队长 那壮汉也是哈哈笑道 哼这胖子是欠收拾 乱叫人傻子 那矮矮的女生说道 爱也不知道 这场百年妖兽潮什么时候结束 家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戴眼镜的青年继续说道 他们其实都是三流学府的大二学生 他们来江城 这里本来是执行一个抓捕江阳大道的人 但没想到百年妖兽潮就刚好开始 这也让他们困在江城 之后他们听说参加 城房就有美业就有五千 又有军工 所以他们都决定参加 毕竟修炼或者提升气血 都是一件很费钱的事情 放心吧 你家是在二线城市 守备力量更足 根本就不可能出什么事情 除开三四线 这些小城有点危险外 应该都没什么事的 那矮矮的女生安慰道 就是 在二线城市 都有五皇守护 还有大量的守备力量 除非有很厉害的妖兽 才能攻破二线的城市 那壮汉说道 第198章 我在拼死拼活你 踏马在磕瓜子 那戴眼镜的青年 听到同伴安慰的话 也是放心一点道 希望如此吧 漆黑的夜里 只有圆圆的月亮 借着微弱的光芒 照亮在墙上守护的舞者 这一夜已经大半 正是凌晨二三点的时候 同样也是人最困的时候 但没有一人敢睡着 因为天心洛说过 如果守城睡着 那他们守一夜 就等于白忙活了 而此时 陆金安正在香甜地睡着 凭借他的精神感知 能知道方圆八百米的风吹草动 当然重点 还是要看看 有没有人敢睡着了 特末是那胖嘟嘟的青年 是陆金安的重点关注对象 现在胖嘟嘟的青年腿 已经感觉到又酸又抹了 还有那浓浓的困意 有好几次 差点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胖嘟嘟的青年 又对着脸上狠狠地打一巴掌 啪的一声 让胖嘟嘟的青年 顿时又清醒许多 不过就是脸上 已经有许多巴掌印 没错 这些巴掌都是 胖嘟嘟的青年自己打的 因为胖嘟嘟的青年 战手城实在太无聊了 人一旦无聊就会犯困 所以 胖嘟嘟的青年 一直都在犯困 躺在地上 闭上双眼的陆金安 用精神感知到 胖嘟嘟的青年 又给自己一巴掌 也是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这小胖子 是个狠人啊 这一夜 小胖子一共抽了自己十八巴掌 而且每次都是很大力的 都让陆金安怀疑 这小胖子 会不会有奇怪的爱好了 然而胖嘟嘟的青年 还没清醒多久 困意再次如潮水般袭来 胖嘟嘟的青年 再也忍无可忍 于是 对着自己的胸膛 狠狠地扭一下 顿时胖嘟嘟的青年 表情变成一脸痛苦 同时还发出闷哼 胖嘟嘟的青年 也一下就清醒了 困意也全无 只是用手 一直揉着自己的胸膛 刚才他下手太狠了 现在还痛着 陆金安用精神感知到 胖嘟嘟的青年的动作 只是默默地在心中想到 确认了这小胖子 绝对奇奇怪怪的爱好 与此同时 大多数的舞者 都困意袭来 都是各自对着 自己脸上扇巴掌 有的 还对同伴给自己扇 而那些被同伴扇巴掌的舞者 一个一个都捂着肿胀的脸 然后困意全无 只剩下忧怨的眼神 看着给自己扇巴掌的同伴 就这样 又度过了半个小时 突然还在睡觉的陆金安睁开双眼 因为他 已经感知到 城外200米处有妖兽 在向这东面 城墙上角落靠近 陆金安来不及多想 连忙起身 就见到那胖嘟嘟的青年 还在不停地揉着胸膛 明显刚才他又扭了几下 但陆金安可没控管他 直接小声喊道 有妖兽靠近 都打起精神来了 说着 就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臂疾 直刀出来 随时防备妖兽的突然出现 而在东面城墙上的众人 也是纷纷打起精神来 一个一个都神色 开始变得紧张来 就连胖嘟嘟的青年 也握紧自己手中的长枪 很快 众人便能听到 妖兽的嘶吼声传出来 听声音 像有十几头妖兽一样 众人都是不自觉地 握紧手中的兵器 更有不少没见过妖兽的舞者 脸色都吓得苍白 吼 一声金刚员的大吼响起来 随后便是被金刚员 一头一头扔向半空 向城墙而去的妖兽 陆金安立马大喊道 用能量炮 给我把空中的妖兽轰下来 给我开炮 刹那那些慌乱的舞者 下意识照做 东面城墙上的 十门能量炮炮口 齐齐抬向半空 然后操控能量炮的人 立马把妖兽盒 放进能量炮上 刹那就有三四门能量炮 对着空中飞过来的妖兽 发射过去 一道一道圆形蓝色的能量 在不停地轰向半空 眨眼间 就有一头一接妖兽 就被能量炮 直接给爆开了身体 四五颗能量弹 都在半空炸开 顿时就把漆黑的夜里 变得灯光通明 但是仍旧有不少妖兽 突破能量炮的防线 继续向城墙上飞来 这时陆金安继续喊道 有远程攻击的 全部给我用远程攻击 而那些有远程攻击的舞者 听到陆金安的叫喊 也是立马使用上远程攻击 打向那些突破能量炮的防线的妖兽 刹那又有几头妖兽被打了下来 最终只有二两妖兽登上城墙上 而且还是两只二阶妖兽 但两头妖兽登上城墙没一会 就被大量的舞者群殴而死 这时 金刚元则是继续把手下的妖兽 全部都扔向城墙而去 这次金刚元一次性 把所有妖兽扔完 足足有二十头妖兽 随后三阶的金刚元大吼一声 也向城墙杀来 陆金安继续下令道 继续给我开炮 然后有远程攻击的 也给我攻击 还有注意看妖兽落下的座位 如果有妖兽落下防御墙的顶在前面 其他都在后面输出 说完 陆金安则是拔出B级之刀来 然后使用雷光斩插纳 就有四道雷光斩杀向奔跑而来的金刚元 这是陆金安达到圆满的雷光斩 一次能挥出四道雷光斩 正是圆满的标识 金刚元刚反应过来想反抗 但是直接被四道雷光斩斩成极断来 三阶的金刚元就被陆金安出一刀就杀死了 这让众人士气大振 因为最强的金刚元都这么轻松被陆金安杀死了 那他们还有什么好害的 于是一个拼了命的 不断用能量炮轰半空飞来的妖兽 而那些落地的妖兽也遭受到群殴 值得一说的是 已经有三头妖兽降落在胖嘟嘟的青年 纳成脚的座位了 这可把胖嘟嘟的青年吓坏了 不过都是一阶妖兽 胖嘟嘟的青年勉强能对付 而陆金安则是在一旁拿出瓜子看着 这可把胖嘟嘟的青年气坏了 明明陆金安可一刀就解决的妖兽 现在竟然在看戏 公报私仇 公报私仇啊 海踏马边刻瓜子边看戏 胖爷 我在拼生拼死你竟然在看戏 不过很快 胖嘟嘟的青年就把三头妖兽都杀死了 但气血也消耗特别大 只能气喘吁吁地坐下来 而其他地方的妖兽也差不多被消灭了 这次妖兽袭击中 只有三人受了点小伤 那还是因为这三人太紧张 不想扭到自己的身体了 所以这才受伤 而陆金安听着这三人 竟然因为这样受伤 也是哭笑不得 不过这次倒开了个好头 这次一共杀了二十头一阶妖兽 十头二阶妖兽和一头金刚元 可以说是小胜 第199章 啊 此时陆金安走上去 拍了拍摊坐在地上的胖嘟嘟的青年的肩膀道 果然你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一个人对三头妖兽都不落下风 而且还能反杀三头妖兽 不错不错 我决定 以后这最危险的位置 都交给你手了 胖嘟嘟的青年 听到陆金安的话 表情就像吃了屎一样难受 神探马将最危险的地方丢手 没看到 他差点小命不保吗 这是公报私仇啊 公报私仇啊 而陆金安见到胖嘟嘟的青年表情 瞬间感觉心情舒畅了 继续说道 小胖啊 好好干 等明年哥争取给自己娶个老婆 胖嘟嘟的青年 锦浩 他马的 自己争死争活 给你娶老婆 这是不当人啊 不当人啊 陆金安见差不多了 也不嘲讽胖嘟嘟的青年了 因为陆金安怕给胖嘟嘟的青年 给整自闭了 只见陆金安道 先把城墙上的战场打扫完了 明天再出去 打扫外面的战场 众人纷纷应试 随后清理起城墙上的妖兽来 这些妖兽的妖兽盒 都会留下给能量炮使用 而妖兽肉则是卖掉 卖掉妖兽肉的钱 也会给大家平分 当然出力最多肯定分的最多 就这样后半夜一直相安无事 等天亮时 陆金安就叫人出去城外 打扫战场了 直到有守成军的人来 陆金安他们这才撤下去 而因为 昨晚挡住一波小型妖兽潮 军部就奖励每人多五积分 而陆金安则是多二十积分 早餐店 陆金安正在坐在小板凳上 吃着包子和粥 喝一口粥 吃一口包子 而陆金安对面 则是林大爷了 此时林大爷 顶着黑眼圈 无精打采地吃着早餐 甚至边吃海边 闭上眼睛了 陆金安无奈 看着林大爷这模样道 林大爷 你为什么也要参加 晚上守城的工作啊 难道你这把老头骨 也不怕吃不消吗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的话 这才睁开眼道 哎 没办法 最近又没钱了 陆金安 林大爷 你不会又将钱 刷给女主播了吧 陆金安不确定地问道 小阿 你怎么说话的 都说不是将钱 刷给女主播了 我那是看他们没饭 吃我才刷礼物的 你咋不懂吗 林大爷拍着桌子说道 陆金安向口中 送包子的动作 也因为林大爷的话 停下来了 林大爷 还真是老色屁个呀 为了给女主播刷礼物 都这么拼了 不过想想也是之前 林大爷给女主播刷礼物 连饭都吃不起了 所以现在陆金安 也不觉得奇怪 林大爷 我真怕你 熬着熬着你就没了 陆金安吃着包子 童言无忌地说道 林大爷 你小子怎么说话呢 我命还尝着呢 林大爷顿时 就拍着桌子不满地说道 陆金安听到 林大爷的话 没有反驳 只是一口将包子吃下 然后起身 把早餐钱给老板 随后这才对林大爷道 你老慢慢吃 我去回去了 早餐钱给帮你付了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的话 连忙拉住陆金安道 等一下 陆金安见林大爷 拉着自己 还以为林大爷 要将他的早餐钱 还给自己呢 于是陆金安 也是连忙摆了白手道 林大爷这顿算 我请你不用客气 不用将钱还给我 林大爷听到陆金安的话 悠悠说道 你说什么呢 我是想让你再帮我付中午的饭钱 陆金安听到林大爷的话 瞬间僵住了 这林大爷脸皮 可真厚啊 连中午 这顿都想让我帮忙付了 果然他还是 低估林大爷的脸皮 竟然这么不要脸的话 都说得出来 陆金安连忙用手指 指着左边道 林大爷 你看有美女 林大爷瞬间松开 陆金安的手 转头看向左边道 美女 哪里有美女 林大爷美女 倒没看着 只见一个 光着膀子的壮汉走过 林大爷瞬间按道不好 连忙转头 果然陆金安连人影都不见了 好啊 这陆金安竟然来骗他 七十多岁的老头子 另一边陆金安满脸 无奈地回到别墅 这林大爷 也太沉迷女色了 现在竟然为了给女主 拨刷礼物 连晚上守城都来 不像自己一点也不沉迷女色 陆金安回到别墅 连忙洗了个澡 就躺在这柔软的 席梦思床上陷入沉沉的梦乡中 此时林维夏和冷力雪 来到别墅大门前 林维夏准备 偷偷地吓一下陆金安 所以也没打电话 告诉陆金安 就偷偷就来了 林维夏将手指放 在别墅的电子锁前 咔嚓一声 别墅大门就打开了 林维夏立马示意冷力雪 和自己偷偷地进去 冷力雪看状无奈点点头 其实他们今天 想找陆金安出去玩的 但林维夏却说 要先吓唬一下陆金安 于是他们 就偷偷进来了 很快林维夏 和冷力雪两人 都不发出声响的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此时别墅的大厅 内空无一人 非常安静 而林维夏 不用想陆金安 肯定又在睡觉了 因为他早就知道 陆金安很喜欢睡觉 只有时间就睡觉 这让林维夏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陆金安 这么喜欢睡觉 不过此时的林维夏 只想偷偷吓唬一下陆金安 所以又指了 指陆金安的房间 意思是陆金安在房间内 于是 两人又偷偷溜上 陆金安的房间 然后林维夏扭动门把手 发出吱嘎一声声响 这让林维夏也吓一跳 生怕被陆金安发现 但似乎房间里 没有什么动静 于是林维夏 就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 然后林维夏 就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冷力雪 在林维夏后面 听到林维夏的尖叫 也是立马 好奇地向房间看去 也是不由发出一声尖叫 因为他们都看见 陆金安正 摆着太子躺在床上 而且陆金安光着身子 连衣服都没穿 陆金安的那条小老地 也正好 直起来了 所以 林维夏和冷力雪 都不由惊呼出声 陆金安也被两人的叫声吵醒 见到房间门口 两人陆金安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对着两人打招呼道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来的 只见过了半场 两人都呆呆看着自己并没有回话 而陆金安 也随着两人的眼光向下看 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用被子掩盖住 糟糕 今天他洗完澡回来 忘记穿衣服睡觉了 也是直接躺下就睡了 第二百张 不行 绝对不行 林维夏和冷力雪 也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然后两人的脸刷一下 就通红无比了 两人都在心中想到 这也太吓人了吧 要是这东西 死怕是塞都塞不进去啊 陆金安率先说道 你们进来 怎么不敲门啊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的话 则是低着头红着脸 不敢看陆金安小声说道 我们想吓唬一下你的 结果反倒给你吓唬到了 冷力雪听到林维夏说的话 也是立马连耳朵都变通红无比 头都是低到胸膛 不敢看陆金安 陆金安健壮也是无语了 肯定是林维夏这小妮子 想吓唬自己 然后拉上冷力雪了 现在好了吧 自己吓唬到他们了 唉 这叫什么事 行吧 你们先出去 我穿好衣服再出来 陆金安无奈说道 冷力雪听到 转头就想走 但林维夏则是低着头小声说道 陆金安哥哥看来 你气血很旺盛吗 林维夏说完就捂着脸跑了出去 冷力雪听到林维夏说的话 也惊住了 这林维夏小妮子 竟然说出这种话 不过冷力雪也是跑了出去 因为实在待在这里 太羞耻了 而陆金安听到林维夏的话 也给惊到了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没想到林维夏这小妮子 竟然这么大胆 不过 有一说一 她确实气血有点旺盛了 每次睡着 都是不由自主地立了起来 唉 这让陆金安很烦恼啊 而林维夏跑到大厅 这才停下来 脸上跟耳朵都通红无比 同时脑海不自觉出现 刚才看到陆金安那吓人的画面 顿时脸更红了 冷力雪和林维夏也一样 脑海都是不自觉出现 刚才看到的画面 这让冷力雪很羞耻 同样她更震惊 刚才林维夏竟然说出那样的话 别墅大厅的沙发上 陆金安看着坐在对面 害羞地低着头 两人也是 不由一阵尴尬 而且这气氛也很怪 于是陆金安主动打破僵局道 今天你们怎么来找我了 冷力雪听到陆金安的话 最红着脸抬头道 本来想带你去玩的 结果林维夏妹妹说要 偷偷吓唬你一下才行 于是我们就偷偷来了 哦 是吗 陆金安表情古怪地 看着低着头的林维夏 心中在想 这妮子想吓唬她 结果没吓到 反倒给她吓到了 林维夏低着头小声道 嗯 谁叫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我也是刚刚回来洗完澡 太累了就睡着了 所以这才没穿衣服的 再说 是我的身子被你们看光了 陆金安无奈说道 冷力雪和林维夏 听到陆金安的话 更本来消失的一点红韵的脸蛋 又变通红起来了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啊 难道昨晚你去鬼混了 林维夏连忙转移话题道 因为 林维夏怕再说下去 他就要 找个地方钻下去了 真是太羞耻了 哦没什么 不就是江城组建一个 民间舞者守城队吗 他们邀请我去当队长 所以我昨晚在守城呢 陆金安语气平淡地道 什么 你当队长 林维夏也被陆金安的话给惊到了 没想到 陆金安竟然当 民间舞者队伍的队长 虽然是民间舞者的队长 但林维夏自然也听说 民间舞者的队伍 一共四五百舞者啊 而陆金安当队长 相当于军方一个营长啊 而且还是担任守城的重要任务 所以这如何不让林维夏惊讶呢 冷力雪同样也心中震惊 他自然也是知道 这队长的含金量的 相当于管着四五百个舞者 陆金安继续像说 一件微不足道小事一样道 本来我不想担当 但是为了城中的百姓 为了人民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重任了 我当这队长 绝不是为了一页有十万补贴 绝对不是 林维夏 冷力雪 他们两人听到陆金安说的话 怎么感觉奇奇怪怪的 不过林维夏没有多想 而是兴奋说道 那今晚我可以去守城吗 我也想试试 晚上在城墙上什么感觉也 冷力雪也是目光看着陆金安 他也想晚上守城 保护城内的百姓 陆金安面对两人的请求 毫不犹豫绝对道 不行 太危险了 你们还是晚上乖乖待在家好 林维夏可不愿意放过这么好玩的事情 立马就走到陆金安身旁随后坐下 拉着陆金安的手摇晃的撒娇道 陆金安哥哥 你就让我体验体验 晚上守城什么感觉吗 好不好吗 陆金安顿时感到心都软了下来 果然没有男人能顶得住女人的撒娇 当然要是指漂亮的女生的撒娇 要是一个三百胖的女人 跟自己撒娇 怕是自己会忍不住一拳把她打死 不过陆金安可不会 因为女人的撒娇就走不动道 还是拒绝道 不行 不行 林维夏健壮也好继续撒娇道 你就让我去吗 求求你了 好哥哥 同时还不忘给冷力雪使眼色 意思叫她也来劝劝陆金安 于是 冷力雪也一脸不好意思地站起身 走到陆金安的另一边坐下 然后学着林维夏的方法 用双支小手 拉住陆金安的手摇晃道 嗯 我也想去 行不行 陆金安看着冰冷的冷力雪 竟然也学林维夏撒娇 虽然不够林维夏会撒娇 但这也让陆金安心都要化了 这还是冷力雪第一次对她撒娇呢 而林维夏也同样可怜巴巴地看着陆金安道 你就让我们去吧 陆金安顿时就感觉挡不住了 于是只能心软说道 晚上去守城很危险的 时不时可能就会有妖兽潮袭击 而且 女孩子晚上熬夜可对皮肤不好哦 陆金安还是劝说道 毕竟晚上守城确实算危险 我不 我就要去 我要去吗 林维夏继续挽着陆金安的手臂撒娇道 冷力雪健壮也是学着林维夏 抱着陆金安手臂道 我也要去 这可把陆金安爽坏了 这就是又用左包吗 感觉这两边手臂的柔软 陆金安顶不住道 那好吧 今晚让你们体验一下吧 林维夏听到陆金安答应 立马兴奋地跳起来 然后更是对着陆金安的脸上亲了一口 冷力雪健壮以为 这也是撒娇的一部分 也是闭着眼睛 对陆金安另一边脸亲了一口 此时的陆金安表情是这样的 星号 Omega星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